徐青穿越平行世界 获得无限课金预售系统 你是预售天才 开局九星灵兽 不好意思 我课金全部都是九星 你是特殊体制 战力无双 不好意思 我课金 混沌冲通安排上 你拥有药材清合度 是所有人尊敬的资质进化师 不好意思 我课金 清合度直接拉满 进化从不失败 你是轮回者 拥有无双战绩 不好意思 我课金 神级战绩安排上 什么 敌人太强 打不过怎么办 不急 待我课金百业 咱们再来一决高下 看我不打爆你狗头 第一章 没事找事 宁城市一中操场 一年一度的预售师 本命灵兽觉醒 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六班觉醒完毕 下面轮到七班学生觉醒 随着负责觉醒老师声音落下 七班学生 依次上前排队 准备觉醒 神情中都带着些许紧张 本命灵兽的资质高低 将几乎就决定了 一个预售师将来的成就 人群中 留着寸发 脸庞干练充满精气神的徐青 却兴奋地握住了拳头 穿越到这个世界18年了 终于等到这个时刻 他原本是地球人 因为熬夜加班猝死 穿越到了这个 同样为地球的平行世界 但这里除了有不逊色于 前世地球的科技 更是一个 有近千年璀璨预售历史的 预售世界 与大部分穿越者一样 徐青也携带着一个系统 无限课金预售系统 但凡与零售或是预售师 有关的东西 只要有钱 就没有在系统中买不到的 但前提是 必须的觉醒了本命零售之后 系统才会正式激活 所以对于觉醒本命零售 他一点也不担心 哪怕是最低的一星 资质零售 他也有把握 进化到地球最高资质的九星 刘燕 本命零售资质两星 前方有七班的学生 完成了觉醒 随后一旁的机器 检测出了零售资质 觉醒加检测 这是整套流程 至于检测的原因 是为了挑选出高资质零售 方便主席台上 四大学院的招生专员 进行挑选 而四大学院 正是闻名华夏战区的 青龙 白虎 玄武 朱雀四大玉售学院 玉售时代开启以来 已经没有所谓的国家之分 现在只有玉售联盟 国家已经被战区所取缔 只有二星 刘燕一愣 觉醒的前一刻 他还以为自己会是天选之子 结果并不是 最终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张伟 本命零售资质一星 刘燕 本命零售资质一星 赵磊 本命零售资质三星 一道道声音 从负责觉醒的老师口中喊了出来 让后面没有觉醒的学生 更加紧张了 在这个全民玉售时代 本命零售觉醒 对99%的人来说 几乎都是改变命运的重要时刻 因为除了本命零售之外 其他后期所能契约的零售蛋 全部都是一星 这也就意味着 除了本命零售之外 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水平 管你是什么世界首富 还是街边乞丐 以后契约的零售 全部都是一星 想要提升资质 只能通过进化 可进化的成功率真的很低 涉及到复杂的药材清合度 不过 虽然所有人都期待自己是天选之子 觉醒出高资质零售 但绝大部分人所觉醒的 都是低级的一道三星资质零售 只要少数人能觉醒出 终极的四到六星 而能觉醒出高级的七到九星的人 真的就是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周凯 本命零售六星 负责觉醒的老师 声音陡然拔高 还夹杂着兴奋 什么 六星 卧槽 周凯那家伙 居然觉醒了六星资质零售 这是目前出现的 最高资质零售了吧 不止啊 说不定也是今年我们学校的 最高资质零售 那只零售 好像是火属性的烈焰仓尸 那家伙运气真好 所有学生看向前方那个留着平头 看起来有点憨憨的男生 六星 我觉醒了六星 周凯先是一愣 而后激动到浑身都在颤抖 四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六星资质零售也就意味着 将来迟早迟早会成为六阶预售师 要知道 如今宁城市的最强镇手史 也就才是一位五阶预售师而已 后方 徐清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对他而言 其他人觉醒什么资质零售 都无法让他有丝毫惊讶 不远处的主席台上 校长庞如海终于松了一口气 出了一个六星 今年终于可以交出一份及格的答卷 虽说这种东西不由人控制 但成绩太差 作为校长的脸上也不太好看 而且还影响学校来年招生 四道身影自主席台上一跃而下 划过四道残影 呼吸间出现在了周凯面前 正是四位招生专员 这不是说华夏战区只有四大学院 而是只有他们有提前招生的权利 六星资质还不错 倒是有资格进入我们白虎学院 哈哈 既然你白虎学院这么勉强的话 那我们玄武学院 倒是很欢迎那位同学的加入 我青龙学院也欢迎 按朱雀学院也一样 你 你慢 白虎学院招生 专员气地瞪大了眼睛 最后只能冷哼一声 就在他们开始争执之际 负责觉醒的老师突然惊声喊道 沈青瑶本命零售七星资质 犹如一道雷霆 响彻在操场 让所有人呼吸一致 但下一瞬 所有人沸腾了起来 七星 居然是七星 卧槽 我们宁城市 这近千年来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七星灵兽 沈青瑶 不愧是上天的蠢 不仅人漂亮 就连觉醒出的灵兽资质 都这么高 所有人羡慕的眼神 不言而喻 瞳孔之中 都倒影着那岛神 穿青色长裙的靓丽身影 四位招生专员 顿时你推我挤的 朝着沈青瑶 冲了了过去 生怕落后半拍 抢人的时刻开始了 这让还处于 兴奋状态中的周凯 都没反应过来 自己怎么突然 就被冷落了 我选白虎学院 不等几位招生 专员开口 沈青瑶自己 便有所选择 好好 我们白虎学院 十分欢迎你的加入 至于待遇什么的 我们慢慢再谈 一切保你满意 白虎学院招生 专员激动说道 七星资质啊 就算放在整个 华夏战区 甚至全球 都颇为少见 是真正的天才 别看与六星之间 只差一星 但却有着天壤之别 因为七星是 真正的高级资质 其他三位招生专员 叹息不止 都瞪向白虎学院专员 这家伙暗地里 给人送礼了 不然 对方怎么那么果决 就在众人羡慕之际 沈青瑶 却突然转身朝着 正准备觉醒的 徐青冷懊道 我说过 我们终究不是 一个世界的人 现在你信了吗 平淡的一句话 直接将所有人的目光 转移到了徐青身上 徐青无奈道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我说的是事实 将来我必将踏跃登天道 而你只能 屈身为凡人 你永远不知道 我现男朋友 到底有什么样的潜力 他不仅觉醒了 八星资质零售 成为了白虎学院的学生 更拥有5%的 药材清合度 相比之下 只能永远待在 这个小小的宁城市 永无出头之日 沈青瑶声音很冷 带着傲慢 以前再没有去过京都之时 他以为宁城市 已经很大 作为他男朋友的徐青 也很优秀 但直到前段时间 去过一次京都 在亲戚的介绍下 认识了一位大家族少爷 对方带着他 见到真正繁华的世界之后 鸡脚噶达的徐青 在沈青瑶心中的形象 便一落千丈 简直就是 引火之鱼好远 在那里 他与对方 迅速发展成男女关系 回来后果 段与徐青分手 白虎学院招生 专员柳辉恍然 他似乎明白了 沈青瑶为什么会那么果断地 选择白虎学院了 因为他口中的那个人 他可能知道 八星资质灵兽 5%的药材清合度 白虎学院 只有那么一位 也是如今 在校的最强天才 张琛 不过对于对方的感情是 现在 居然将手伸到这么远的 宁城市高中了吗 徐青有些不耐烦道 踏跃登天道 就你七星灵兽 还想上天 洗洗睡吧 梦里会有的 徐青 你就这么不愿意 承认自己不如变别人吗 沈青瑶冷声道 周围众人 纷纷吃起了瓜 难怪沈青瑶 和徐青突然分手 原来是抱住到了大腿了呀 徐青可真惨 他长得这么帅 居然就这么 被吴青的抛弃了 我好想接盘啊 不过这也很正常 谁让人家现在的男朋友 这么优秀呢 毕竟人往高处走嘛 一道道义论生 让徐青有些恼火 这沈青瑶有病 还是怎么的 对于在地球 活过一世的徐青来说 大家好聚好散不好吗 干嘛还就是重提 彰显自己现在 多么牛逼吗 还是借机想踩一踩自己 尤其是他的说话的语气 让他很不爽 收起你那在外面 学会来的高冷态度 你以前在床上 可不是这么叫的 第二章 无限刻金玉兽系统 一句话 直接让沈青瑶变了脸色 怒声道 徐青 你闭嘴 如果让自己 现男友张琛知道 自己和前男友之间 还有这种虎狼对话 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想 现在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 不能有一丝损毁 该闭嘴的是你 是你自己 非要将脸凑上来 让我抽的 不过以前 也不是没有抽过 只是没用手而已 徐青冷笑一声 既然你非要就是重提 让人难堪 我就让你加深一点记忆 抽脸不用手 那还能用什么抽 周围有学生八卦起来 有男生发出 Gay day Gay的笑声 有些女生 则露出一副 什么都不懂的表情 但脸颊已经红透 嘖嘖嘖 没想到这两个人 玩得还挺花 是啊 沈青瑶看起来那么清纯 居然还喜欢那么玩 当真深藏不露啊 一瞬间 所有人议论的对象 不再是沈青瑶的 七星资质零售 而是抽脸 毕竟这个更让这个 年龄段的少男少女们 感兴趣 啊 沈青瑶发出一声尖叫 徐青 我跟你没完 现在他确实看不上徐青 所以想嘲讽几句 却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敢这么反驳他 直接让自己无地自容 嗨嗨 校长庞如海赶紧走了过来 重重咳嗽几声道 继续觉醒 不要浪费时间 后面还有其他班级等着呢 原本嘈杂的议论声瞬间停止 他瞪了徐青一眼 现在的小年轻都玩得这么花的吗 自己都没这么玩过 哼 简直无言晦语 粗鄙不堪 此等品行低劣的学生 就算觉醒出什么高资质 零售我白虎学院也坚决不收 白虎学院招生专员柳辉呵斥说道 他敢这么说 也是因为他不觉得 对方能觉醒出超越七星的零售 庞校长 你们学生的素质真的有待提高啊 柳辉看到沈青瑶快要发疯的神情 不由责备起校长来 素质有待提高 什么意思 徐青的素质品行一直很好啊 他有说什么了吗 庞如海疑惑问道 你 白虎学院招生专员柳辉被气得不轻 对方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偏偏自己还不能点名 青瑶啊 你也不要生气了 我们完全不明白徐青说的什么意思 庞如海赶紧安慰一声 转身怒目等着 其他正在排队的学生道 你们一个个不要心灵肮脏的误解 曲解了徐青同学的意思 不是庞如海故意偏向徐青 而是现在 如果直接批评徐青 岂不是坐实了沈青瑶被抽脸 那对方直接就没脸见人了 所以他也只能以误解和曲解 给沈青瑶留下一份颜面 沈青瑶挺起的胸脯 剧烈起伏 低声喃喃道 不愿意承认自己差 我倒要看看 你能觉醒出什么垃圾灵兽 敢让自己入地自容 他已经准备好 怎么羞辱徐青了 徐青看着柳辉不屑道 不收 呵呵 我压根也没打算去你们白虎学院 好好 好的很 还没觉醒灵兽 就敢如此狂往目中无人 这要是觉醒了灵兽 那还不上天了 柳辉面色铁青的指着徐青 诸位 这样的人要是收入学院以后 便是天大的祸害 说不定还会入歧途 给学院抹黑 我们应该联名封杀此人 他直接对其他三大学院招生 专员说道 庞如海脸色一变道 柳专员 封杀是不是太过了 一旦被四大学院封杀 那其他大学 也绝对不会再录取 这无疑是彻底断了徐青的路 哼 有什么过的 对方既然看不起白虎学院 自己也看不起我们其他三大学院 而且 你们学校已经诞生了一个六星 和一个七星 你觉得 还会诞生什么高自治灵兽吗 朱雀学院招生专员平静说道 他们四大学院虽有竞争 却同气连之 这跟觉醒几星灵兽没有关系 庞如海有些着急 被四大学院封杀 对于华夏战区的任何御寿师来说 都是莫大的耻辱 甚至都会影响将来就业 既然对方如此嚣张 不将我们四大学院放在眼中 那便封杀了吧 玄武和青龙学院也点头说道 他们四大学院乃 华夏战区最好的四座御寿大学 什么样的天才没见过 封杀一个出言不逊 狂妄至极的学生 还不是轻而易举 徐青是吗 你应该听到了我们说的话了吧 你已经被我们四大学院封杀了 柳辉冷笑一声说道 这就是得罪我白虎学院的下场 徐青 还不赶紧向几位专员道歉 庞如海朝着徐青怒吼道 周围所有学生都猛了 谁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但他们知道一点 徐青完了 沈青瑶心中大叫一个激动 此刻 他恨不得抱着柳辉青一口 给他一个摸摸的 对方这一招彻底斩断了 徐青通往高层社会的路径 真是太合自己心意了 徐青平静一笑道 我为何要向他们道歉 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四大学院 就可以独裁一切 他们算什么东西 也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别说什么风沙 就是他们跪着 叫我爹 我也不会去所谓的四大学院 轰隆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徐青 这家伙是吃药了吗 这么烈 居然敢应对华夏战区中 玉兽大学中实力最强的四大学院 好好好 如此猖狂 我看你今日也不用做什么觉醒了 你这样的人根本不配觉醒 柳辉奇的胸口起伏 周身隐隐有能量涌动 你算那根葱 也有资格剥夺我觉醒的权利 别说是你 就是你们四大学院都没有这个资格 还有 闭上你那张臭嘴 滚到一旁看着 徐青冷哼一声 双手放在觉醒光球上 嘎嘣嘎嘣 柳辉拳头紧握 额头青睛抱起 眼睛绽放着一缕凶光 如果不是考虑到 现在周围有这么多人 他都直接想宰了对方 就连站在他身旁的沈青瑶 都感受到了一股寒意 金色的光芒闪耀 光芒之中 两只灵兽虚影在当中浮现 这是所有人觉醒时 都会出现的景象 双本命灵兽 徐青他居然觉醒了双本命灵兽 许多学生从之前的震惊中回过神 都瞪大了眼睛 看着金光内并不清楚的虚影 一个像是藤条一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像是一只大鸟 只是太模糊 看不清楚具体是什么 两道虚影一闪而逝 钻进了徐青身体之内 本命灵兽觉醒乃是通过 觉醒时沟通宇宙本源当中 孕育而出的灵兽 恭喜宿主成功觉醒灵兽 无限课金预售系统已激活 充值功能已开启 请宿主尽快充值课金点 部分商品24小时之内 可享受三折优惠 过期不后 沉寂了十几年的系统 终于发出了声音 让刚刚徐青感觉 是那么的亲切 终于来了呀 哈哈 我徐某人的崛起 还有谁人可挡 什么狗屁四大学院 我徐某人的目标 从来都不是你们啊 为了这一天 他可是一直都在准备着 积攒了不少的财富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24小时之内 居然还享受三折优惠 这可真的是太舒服了 今天真是双喜灵门 不仅激活了系统 还觉醒了双本命灵兽 两只本命灵兽 也就意味着同等级之下 自己比别人多一份战利 自然是有利而无害 他的意念沉浸入玉兽空间 玉兽空间 这是每个玉兽师 在觉醒本命灵兽时 都会出现的奇特空间 是平时灵兽休憩之所 意念沉入 徐青有些惊讶 玉兽空间面积不小 足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 这还真的就像一个微型世界一样 虽然以前就听说 玉兽空间就是模拟的真实世界 甚至有日月轮转 但那都只是书上描述 毕竟玉兽空间内 只有玉兽师自己的灵兽可以进入 所以此刻剑道还是有些兴起 他的玉兽空间被一分为二 一半郁郁葱葱 如春日下的草原 充满生命澎湃的气息 而另一半却很奇怪 一道道银丝的剑气在纵横 散发出阵阵清脆悦耳的剑鸣声 沈青有也从震惊之中反应过来 顿时冷笑嘲讽道 我以为会觉醒出什么厉害的灵兽 原来是双本命灵兽 果然很厉害啊 玉兽时代开始近千年以来 但凡出现任何双本命灵兽者 全部都是双一星 双本命灵兽又如何 还不是最垃圾的灵兽 哼 果然老天有眼 如此目中无人 嚣张跋扈 猖狂至极 品行恶劣之辈 又怎么可能觉醒出什么高资质灵兽 柳灰冷笑一声 将自己能想到的词语 一股脑地用了出来 就算觉醒出其他资质灵兽 又能如何 他已经被我们四大学院封杀了 青龙学院招生专员 红飞冷声说道 一群蠢货 徐青不懈地瞥了一眼 四大学院招生专员 直接将一只灵兽 放在检测资质的机器上 开始检测起来 第三章 打脸了 双九星 哼 浪费时间 明明知道 结果还是什么好检测的 后面的学生 抓紧时间觉醒 不要让这个废物 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柳灰直接无视徐青 对后面学生喝道 愚昧无知的蠢货 闭上 你那胡乱喷喷的臭嘴 徐青瞥了他一眼 你说什么 柳灰差点暴走 今日他真的很想 宰了这个混蛋学生 柳专员 淡定啊 徐青 你少说两句吧 庞如海脸色阴沉低吼道 没看到柳专员 杀人的心都有了吗 但就在这时 负责觉醒的老师 陡然惊叫一声 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他就是个一星的废物 沈青瑶理直气壮说道 不不不 不是一星 徐青 徐青本命灵兽 资质 九星 负责觉醒的老师 大喝一声 蕴含着御寿师强大能量的声音 在操场上 如闷雷般乍响 哈哈 我就说他是一 等等 你说他是几星 柳灰瞪着检测老师 怒喝一声问道 九 九星 怎么可能 四大学院招生专员 瞪大了眼睛 假的 你肯定看花眼了 四人不信 立刻一路飞奔地 跑到了检测机器附近 结果机器显示屏上 出现的九颗金光灿灿的行程 却是那么耀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沈青瑶身躯一震 也紧随着四位专员 急忙跑了过去 后面所有还没有检测的学生 在听到九星资质时 就彻底骚乱了 一股脑地涌了上去 想看看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 见到的九星灵兽 安静 所有人都给我好好的排队 庞如海赤红着脸大吼着 八开堵在前方的学生 使劲地往中间钻了进去 九星灵兽 他这个做校长的 怎么能不见证这个奇迹 而在不远处 那些已经完成觉醒的学生们 在听到就九星灵兽之后 全部涌了过来 当中还有不少其他班级的学生 整个操场上彻底沸腾了 还真的是九星灵兽啊 庞如海看着机器上屏幕上 亮起的九颗璀璨的金色星辰 激动的面色通红大吼一声 那是一株拇指粗细的碧绿色藤腕 约莫一米长短 通体散发着点点星光 而奇怪的是 藤腕上居然生长两种颜色的小型莲花 一种洁白如雪 散发着令人舒爽的生命气息 一种漆黑如墨 却散发着 让人如坠深渊的死亡之气 九星资质灵兽 心疼生死连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九星灵兽 以往出现的那些双本命灵兽 不都是一星的吗 柳专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沈青瑶激进有些疯癫喊道 他不愿相信这一事实 这个自己看不上主动提出分手的男人 居然觉醒了九星灵兽 开什么玩笑 出了问题 肯定是机器出了问题 柳辉低沉着声音颤抖说道 对对对 肯定是机器出了问题 其他三大学院专员也急忙说道 怎么可能会这要巧 偏偏被他们封杀的人 觉醒了九星 如果是真的 这事一旦传入学院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 搞不好 他们会被学院给活播了 毕竟像他们这样的专员 在整个人华夏战区多如牛谋 几乎每一所高中都会派遣一个 那个 徐青啊 要不让我们检查一下机器 庞如海一脸笑眯眯的激动说道 这事可容不得有丝毫马火 如果是真的 他们宁城一中 可真的就要在整个华夏战区火了 随便你们检查 徐青平静说道 通过系统 他已经看到了两只灵兽的所有属性 灵兽 心疼生死连 等级 一阶 成长度0% 属性 木 生 死 种族资质 技能 5 这株藤条灵兽 拥有三种属性 其中两种还是罕见属性 而另外一只 灵兽 剑影玲珑 等级 一阶 成长度0% 属性 剑 种族资质 技能 5 这可是天生的九星 徐青将心疼生死连收了起来 缠绕在他的腰间 就像一根腰带一样 庞如海心跳加速地将他的一只灵兽放在了机器上 在所有人注视的目光中 检测机器屏幕上却只出现了两个行程 哈哈 机器没坏 机器没坏 徐青他真的觉醒了九星资质灵兽 哈哈 庞如海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周围沈青瑶和四个招生专员脸色瞬间没了血色 属然真的是九星灵兽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是双本命灵兽 柳灰失魂难难道 在以往的岁月中 但凡出现的双本命灵兽觉醒 全部都已一星了 这一点绝对是没错的 怎么偏偏今天就不对了呢 九星 九星 徐青真的觉醒了九星资质灵兽 学生中有人兴奋大喊 声音在人群中回荡 所有人彻底沸腾 玉兽时代 迄今近千年时间 诞生的九星资质灵兽 却也不超过一掌之数而已 而今天又增加了一个 那就是他们的校友 徐青 以后吹牛都有资本了 能不让人兴奋吗 而在操场一个角落中 偏僻的长椅上 一个头发稀疏 满脸皱纹 瞇着眼睛 握着一根绿色翡翠汗烟锅的老者 突然停下了动作 居然是九星资质灵兽 真不愧是少雅 打破了以往双本命灵兽 都是一星的历史 居然和老爷夫人一样 都觉醒了九星资质灵兽 难道觉醒本命灵兽这种事 也带遗传的吗 惊讶过后 老者脸上的褶皱挤到了一起 回心笑了起来 觉醒之地 徐青瞥了一眼脸旁 毫无血色的沈青瑶 和四个招生专员 冷笑一声说道 校长别急着高兴 还有一件事呢 嗨嗨 正在尬我的旁有海停了下来 疑惑问道 徐青啊 你还有什么问题 难道校长你忘了 我觉醒了两只本命灵兽吗 徐青微微一笑说道 哦 对对对 我差点忘了 你还有一只灵兽呢 怎么 那只也要检测一下吗 为什么不呢 说话间 徐青瞥了一眼沈青瑶几人 他这个眼神 顿时让几人心中 有种不妙的感觉 不可能吧 我就不信 他这只灵兽 还不是一星 柳灰握紧了拳头 但却在发抖 沈青瑶也一样 那娇美的身躯此刻 都在围展 徐青手掐法绝 一道银色召唤阵 出现在地上 啊 低沉的声音猛然响起 随后一道身影 突然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是 青龙学院招生专员兆区 顿时瞪大了眼睛 师声道 这是龙 这是一只 有些像西方龙的灵兽 不是像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它通体银色 并带有丝丝光韵 体长只有不到一丈 周身龙灵 如同一柄顶银色利剑 甚至龙角 龙爪 龙尾 龙翼 龙灵 每一个龙角处 都散发着如同利剑一样的锋芒 所有人惊呼 都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只灵兽 之前看到虚影之时 我还以为是一只鸟 没想到 居然是一条龙 有学生震惊道 对于西方龙 这个玉兽时代下的 很多人都很熟悉 因为有一位 屹立于地球 玉兽巅峰的玉兽师 本命灵兽 就是一条西方龙 而他的资质 乃是九星 赵区身体一个亮呛 脸上血色全无 因为青龙学院 一直的愿望 就是招收一个 拥有龙类灵兽的学生 甚至都不管 他的资质如何 毕竟青龙学院 却从来没有出过龙 岂非名不负实 完了 想起之前的风沙事件 赵区直接啪啪啪 当时范剑参与进来干嘛 现在可怎么弄啊 要是让青龙学院 知道自己干的这事 估计非得宰了自己不可 柳辉 你他妈的害了我啊 赵区红着眼 歇斯底里吼道 在所有人心惊肉跳的目光中 徐青将剑影玲珑 放在了检测资质的机器上 Do him Do him Do him 一连九颗金色的星辰 再次的屏幕上亮了起来 哇 庞如海一跳几丈高 狮声吼道 又是一只九星灵兽 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四个招生专员 彻底瘫软在了地上 他们闯了大祸 居然联合封杀了一个 双本命灵兽 都是九星的御寿师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的 他怎么可能觉醒出 双九星本命灵兽 沈青瑶诗神难难自语 难道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 全部错了 在双九星资质灵兽面前 自己那个县男友张称 又算什么 后方 听到校长说 又是一只九星灵兽时 后方所有学生惊讶到 今天怎么了 又有人觉醒了九星灵兽 不是又有人 而是徐青觉醒了 双九星本命灵兽 什么 假的吧 卧槽 第四章 不要弄疼了徐青同学 双九星本命灵兽 这简直闻所未闻啊 大家都是十八岁 为什么徐青就这么牛逼 所有人极度的眼睛发红 尖发紫 胸部发胀 觉醒一只九星本命灵兽 就是祖坟冒青烟了 现在徐青居然觉醒了两只 所有人都呆滞了 庞如海激动的差点将徐青抱住 在对方的拒绝之下 只能紧紧地握住了徐青双手 那模样似乎生怕徐青跑了一样 徐青同学 你是我们一中所有师生的骄傲啊 校长严重了 只是运气好而已 徐青微微一笑说道 看到觉醒了双九星的徐青 依旧如此平易近人 庞如海感慨不已 徐青同学 真的是品质高尚啊 居然没有摆出一丝高傲的神色 不像那个沈青瑶 去了一趟京都 回来后 连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噗通 青龙学院招生专员赵区 直接跪在了地上 一把抱住了徐青大腿 一只手抽着自己脸庞 哭喊道 徐青同学 刚刚我被朱友蒙了心 说错了话 做下了错事 是我不对 是我该死 徐青同学 你一定要原谅我啊 啪啪啪的声音响起 只是几巴掌下去 赵区的脸庞 便彻底红肿了起来 看得出来 他是真下了狠手 赵区心里苦啊 谁让人家有两只九星灵兽 关键还有一条龙星灵兽 如果现在 自己不对自己下狠手 将来青龙学院 就要对自己下狠手了 说错话 做错事 你们可是高高在上的 四大御寿学院 怎么会说错话做错事呢 徐青冷笑一声 虽说他也不在意 四大学院的封杀 但之前几人的行为 让他很不爽 我拽怎么了 老子有这个资本 哪条法律规定人 不可以拽了 这时 朱雀和玄武学院 两位专员 也扑通一声扑了过来 将徐青大腿紧紧抱住 和赵区一样 两人不停地 抽着自己耳光 祈求徐青原谅 但迎来的 只是徐青的冷脸 之前封杀自己时 那么果决与坚定 此刻又干嘛来道歉呢 放开 放开 庞如海将几人 从徐青身上掰开 说道 不要弄疼了我们 徐青同学 现在徐青 可是学校的宝贝疙瘩 不能有任何闪失 相比而言 四个招生专员算个屁啊 柳灰脸色苍白 颤颤巍巍巍地站在那里 额头上冷汗直冒 完了 这次彻底完了 如果是觉醒了 普通灵兽的学生 封杀了也就封杀了 可现在对方 居然是个 双九星灵兽的学生 这是史无前例的奇迹 自己居然封杀了 这样一个存在 道歉 祈求原谅 自己祈求原谅 还有用吗 啊 柳灰嘀吼一声 双手直接抱住了脑袋 他已经在考虑 学院会如何处置自己了 先不管对方 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态度 而拒绝选择白虎学院 单就自己代表白虎学院 得罪了一个 未来的九星御寿师一事 恐怕就直接被学院 判了死罪 而且 自己可是面对面的 得罪了一位九星御寿师 将来会不会找自己麻烦 光是想想 他就不寒而栗 至于沈青瑶 此刻的他 已经处于大脑一片空白的状态 木然地站在那里 像个雕像 不必道歉 我高攀不起你们四大学院 徐青冷声道 好不容易挣脱几人 徐青问道 校长 觉醒成功零售之后 是不是就能回去了 对对对 确实已经可以回去了 唐如海急忙点头道 不过按照规定来说 学校还有一个月 才会彻底结束课程 当然如果你 没事 我会正常来上课的 对了 我们班主任今天怎么没来 徐青好奇问道 这么重要的事情 自始至终居然没有看到班主任杨桃的人影 按理说 这不应该啊 杨老师他昨天请假了 说是有要紧的事 哎 也真是的 有什么事 能比学生觉醒灵兽还要重要 徐青点头 向庞如海告别一声 便在所有人住室中 朝着学校外走去 徐青 沈青瑶的声音突然传来 徐青转头看向正欲说话的沈青瑶 率先开口道 祝你幸福 随后扭头 潇洒从容地离开 只留下沈青瑶站在原地 目送徐青的背影离去 嘿 这可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原以为是抱到大腿了 没想到 却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哼 那是他活该 徐青明明那么帅 他怎么舍得分手的 扎女 闭嘴吧你们 人家至少觉醒了 七星滋至灵寿 女人心还抵振 当心人家既恨上你 徐青离开了 他要回去研究自己的系统了 结果刚出学校门口 便遇到了头发西书 勾搂着身躯 手持翡翠燕锅的燕老头 老爷子怎么来了 徐青笑着快步迎了上去 老爷子是徐青父母 在他几岁回来 看他时代来的人 也是陪伴了徐青十几年的人 因为天天燕锅不离手 所以自称燕老头 小徐威武 天纵之姿也 居然觉醒了 双九星本命灵寿 燕老头直接夸赞道 他也从未见过 如此天赋之人 当得知徐青觉 醒了双九星本命灵寿之时 他真的震惊了好久 哼哼 没什么 不就是两只九星灵寿而已 徐青洒脱一笑 自己有系统在手 以后要所有灵寿 全部都是九星 现在的两只九星灵寿 只是开始而已 我严重感觉到你装逼的气息 你啊 还是小看了九星灵寿 你知道拥有九届灵寿的御寿师 被称为什么吗 什么 战地 战地 这称呼似乎还挺霸气啊 呵呵 你这不废话吗 我们地球 御寿时代近千年 到目前为止 也只有五位战地 能不霸气吗 烟老头吐出一团烟雾说道 我好像听你以前说过 有史以来觉醒的九星 资质灵寿的 似乎不止五人吧 怎么只有五位战地呢 两人边走 徐青疑惑问道 有一位 还没有成长到九届 而有两位 在半路夭折了 烟老头说着 看了徐青一眼 却见他脸色毫无波动 听到有人夭折 你居然一点都不害怕 为什么要害怕 但凡想杀我的 来一个我杀一个 来两个我杀一双 徐青自信说道 死 你小子那里来得 这么大杀气 以前可没发现啊 烟老头惊讶看着徐青 像是要重新再 审视他一般 那是因为从今日开始 我便要真正地崛起了 啊 烟老头觉得 小徐有些膨胀了 不过也对 觉醒双九星灵寿的他 确实有膨胀的资格 但他觉得的想的法子 将他这危险的想法 纠正过来 不然将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用什么办法呢 觉醒双九星灵寿 绝对会引来邪教的刺杀 到时候让他感受一下现实的残酷好了 第五章 我果然是个天才 回去的路上 两人找了一家饭店 点了几个菜 庆祝徐青 觉醒了双九星本命灵寿 小徐啊 你就不想你的父母吗 吃饭间 烟老头突然问道 有什么好想的 反正从小到大 也没见过几次 只要多给我打点钱 就可以了 徐青平静说道 这却是事实 他本身就是个穿越者 再加上这一世的父母 很少相见 在他小时候 每隔几年还能见一面 可现在已经有六七年 没有见过了 也谈不上 多么深厚的感情 自然也没有 所谓的想不想的 不过 他倒是挺感谢 这一世的父母 毕竟他们每一次给的钱 是真的多 每隔几年 就会给自己一大笔资金 现在都已经存了 一亿多的联盟币 徐青敢保证 自己这一世的父母 绝对是有钱人 而且还初次为人父母 不然不可能 这么大手大脚地给自己钱 至于为何不经常看自己 他也能猜测一二 要么两人离婚了 自己就变成了姥姥不疼 舅舅不爱的尴尬状况 要么就是两人招惹了什么仇嫁 不敢来见自己 怕将祸水 引到自己身上 徐青猜测第二种可能性 更大一些 哎 你不要怪他们 他们有他们的难处 你只需要知道 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燕老头叹息说道 我没有怪他们 但我会超越他们 超越他们 嗨 好好 有志气 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燕老头大笑着猛吸几口烟 如果是徐青的话 说不定真的能做到 返回家中 徐青从容不迫地洗了个澡 才返回房间 开始研究起系统 虽然系统已经绑定了十几年 但却一直没有被激活 无法使用 系统商城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徐青也无法看到 今天才算是第一次正式见面 系统 打开个人面板 预售师 徐青 等级 一阶一级 二节 体质 无 药材清合度 12% 兽体清合度 0% 灵兽 星藤生死连 契合度0% 剑影玲珑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5 战绩 5 灵器 5 课经典 5 预售师和灵兽等级都一样 分为一到九阶 而每一阶又分为十阶 至于等级后方的二阶 则是代表着目前阶段 有两支灵兽 对徐青的战力 有所加持 这一点 不是说预售师契约了几支灵兽 就有几节 而是与预售师 达到同样大阶位的灵兽 才能起到了 战力加持作用 低于预售师 当前大阶位的灵兽 并不算在内 因为他们对预售师 本身战力加持并不大 截数越多 自然代表于 兽师本体战力 也就越强 甚至是成倍的增加 咦 我居然还有 12%的药材清合度 徐青顿时 惊讶起来 自己果然 就是个天才啊 药材清合度 与零售资质进化有关 甚至 这是能否成为 资质进化师的唯一因素 如果没有觉醒药材 清合度 即便预售师再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成为一名资质进化师 而12%的药材清合度 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资质进化师一脉中 拥有1%的药材 清合度可以入门 5%被称为天才 10%则是天骄 15%为妖念 20%来是绝世妖念 而越往上 诞生的几率也就越小 据说整个联盟政府 10%以上药材 清合度的进化师 也就那么一两位 可想而知 10%以上的 药材清合度 多么罕见 我记得 一旦检测出药材清合度 进化师工 会似乎都有奖金的吧 我12%的药材 清合度 又会有多少奖金呢 对了 觉醒双九星 本命灵兽预售师工会 应该也有奖金吧 听说觉醒高资质灵兽 都有奖金 学情有些信仰难耐 可惜现在天色渐稳 否则说什么都要去一趟 进化师工会 做个认证 随后他继续看向药材 清合度下方的 受体清合度 受体清合度是 决定一个预售师 能否成为 灵兽培育师的关键 受体清合度越高 越能深层次探索出 灵兽体内成长情况 也就更能制定出 适合灵兽成长的石料 如此以来 灵兽成长速度 也就越快 如果让一个 没有受体清合度的 预售师 随意为灵兽 搭配石料 恐怕就是培育 好几年灵兽 都不会有一丝成长 当然 如果知识平常 用来冲击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目光越过灵兽一览 看向下方的 本命神通 在灵兽觉醒之时 有极少数 预售师会 觉醒出特殊体质 其概率比 觉醒高资质灵兽 还要低很多 而那些特殊体质 所携带的技能神通 便被称为本命神通 特殊体质拥有者的战力 绝对比同级 同节下的其他 预售师高出很多 我的属性面板 还真的是很华丽啊 双灵兽 12%的药材清合度 怎么看怎么舒服 终于 他开始查看系统商城 随后徐青 彻底震惊了 系统当初的自我介绍 还真的没有一丝夸张 只要是 和预售有关的 真的都能买到 什么灵兽弹 经验包 资质进化液 技能书 甚至就连灵兽属性 都能购买 卧槽 就连预售师的药材清合度 和受体清合度 都能购买 死 还能购买特殊体质 徐青瞪大了眼睛 他一眼便看到了一只 闪烁着七彩霞光 拥有两个瞳孔的神异眼睛 每一个瞳孔之中 似乎都蕴含着一方世界 混沌重铜 混沌重铜 混沌重铜开天地 自此世间无败计 宇宙智强序列体质之一 拥有本命神通混沌结光 众铜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归时 五个本命神通 徐青真的惊讶了 这是何等强大的体质 这东西 今天居然打折 他在混沌重铜物品栏的右下角 看到有醒目的三折字样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也不知道 我买不买得起 系统 我要充钱 尊贵的宿主 请问您要充值多少 系统发出产魅的声音 像急了洗脚乘充会员时 前台小魅的声音 徐青想了想问到 充值的比例是多少 鉴于宿主 目前使用的是全球联盟币 充值比例乃是十万比一 什么 十万联盟币才 相当于一点克经典 这太坑了吧 他的心瞬间沉入谷底 因为自己就算将 从小积累到大的一亿多联盟币 全部充值 也不够混沌 重铜三折后的零头啊 徐青一直觉得 自己是个有钱人 可现在这么一看 自己啥也不是 这玩意真的太贵了啊 不愧是宇宙最强体制之一 系统 我记得 你好像还没有给我 发放新手大礼包吧 都打三折了 还要什么新手大礼包 不会吧 不会吧 别的穿越者 都有新手大礼包 你行不行啊系统 不会连个新手大礼包 都拿不出来吧 怎么可能 本系统吊炸天 怎么可能拿不出新手大礼包 第六章 系统是懂我的 系统发出了气急败坏的声音 下一刻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新手大礼包 已经发放到系统空间 穷逼宿主 睁大你的狗眼 看清楚本系统的新手礼包 是何等的牛逼 看着出现在系统空间中的礼包 徐青一愣 他也没到系统 还真的给自己了 打开新手大礼包 像是游戏礼包界面 当中有五件东西 九星灵器雷鸣枪 九星战机烈空掌 九星灵兽地狱黑雷焦灵兽弹 10%要财清合度 宇宙至强体制之一 混沌重铜 卧槽 混沌重铜 系统 你居然给了我混沌重铜 其他东西 他都可以不在意 唯有混沌重铜他最在意 乃是系统商城中 价格最高的物品之一 集一联盟币 连他的零头都不够 估计顶多也就买下一根眼睫毛 如此珍贵的宝物 系统居然就这么给了自己 你个穷逼宿主 一直盯着本系统的混沌重铜 别商标符号 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 要是本系统不给你 你是不是又会说 本系统吝啬 不行 现在你知道 本系统有多么牛逼了吗 牛逼 系统你 简直牛逼到屌炸天了 哼 那是自然 本系统这里牛逼的东西多了去 以后好好赚钱 争取将本系统 这里的东西 全部买过去 一定一定 徐青说着 却一直盯着混沌重铜 系统 融合混沌重铜 嗖 煞时间 混沌重铜 化作一道七彩霞光 融入了徐青左眼之中 一股灼热夹杂着 酥酥麻麻的感觉在 左眼中出现 融合开始了 系统 为什么重铜只有一只眼睛 徐青坐在床上奇怪问道 眼睛不应该是一对的吗 一只和一对没什么区别 一只不是更好吗 宿主完全可在 再买一只其他神童 融合进另外一只眼睛 本系统给宿主一个推荐 比如可以掌握轮回之力的 万劫轮回铜 拥有开天辟地之力的 开天神童 可逆转时空 颠倒阴阳的时空神童 听听听 你说的这些 我估计短时间内 根本买不起 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徐青听得倒是热血澎湃 但一想到他们的价格 瞬间心就凉了 切 穷逼宿主 系统笔一声 徐青很激动 也懒得反驳 只是在静静等待 混沌重同融合的同时 也在观察系统 给的其他四件物品 下一刻 一柄银色长枪出现在手中 沉甸甸 分量十足 九星灵气啊 如今的地球 还没诞生出这种级别的灵气呢 灵气星级越高 爆发的威力 自然也就越大 但对预兽师体内的能量消耗 也就越大 握在手中舞动几下 发出呼啦啦的声音 徐青甚是满意 而这时 混沌重同的融合 也已经完成 毕竟是系统融合 速度自然很快 徐青感觉自己的力量 似乎变大了很多 轻易单挑几十个成年人壮汉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是体质带来的加成作用 拿出镜子看了看 左眼中弥漫着七彩斑斓的光芒 似乎挺帅的 而当中 两颗璀璨的金色瞳孔 溢溢生辉 我乐乐却 不会一直以这种形态呈现吧 系统 有没有办法进行遮挡 遮挡 此等逆天体质展现出来 就是一种无上荣耀 宿主 你脑残了 居然需要遮挡 关键是 这个也太醒目了 左眼中的光芒很耀眼 搭配在脸上很奇怪 这要是走在大街上 绝对是整条街最亮的仔 没有 宿主自己想办法 唉 徐青叹息一声 用手捂住左眼看了又看 最终只能再拿起手机 网购了一个眼罩 我英俊的形象感觉 彻底被毁了 优先则偶权 已经彻底丧失了 徐青已经可以想象自己 戴着眼罩的模样了 就是不知道 会不会吓坏小朋友 系统 提取九星战绩 猎空掌 提取10% 药材清合度 药材清合度提取之时 丝毫感觉不到什么 但猎空掌 在提取的瞬间 徐青便感觉自己脑海中 被灌输了 有关猎空掌的 所有感悟的理解 呦 真的可以啊 居然让我瞬间掌握了猎空掌 他还以为 需要自己花费很长时间领悟呢 毕竟九星战绩很烦傲 依靠自己短时间内 根本不可能领悟出来 至于最后一只灵兽 灵兽 地狱黑雷胶 等级 一阶 成长度0% 属性 雷 种族资质 技能 无 胶龙的话 应该就是快要进化为神龙的那个东西吧 不错不错 系统是懂我的 这很符合他的口味 但现在 他还不能契约 只有在提升等级之后 才能继续契约灵兽 御兽师无法修炼 唯有依靠灵兽突破 才能跟着提升 但灵兽自己也无法修炼 他们只能通过灵兽培育师 使用受体清合度 进行检测 搭配出相应的食料 从而获得成长 所以 无论是拥有药材清合度的资质进化师 还是拥有受体清合度的灵兽培育师 都是与灵兽有关的 极为赚钱的行业 而对于徐青而言 系统 给我充钱 尊敬的宿主您好 请问 您要充值多少钱呢 系统产妹的声音再次响起 让徐青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想了想 自己身上总共有1亿3700多万 留下700多万 用于自己和灵兽的日常开支 其他的 可以全部都充了 给我充1亿3000万 尊敬的宿主请稍候 系统 正在充值中 充值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1300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而同时 手机上来了短信 银行卡中的钱 果然被扣除了 1300克金点 真的太少了 系统新手里包给的五件物品 全部都远远超出了这个价格 不过庆幸的是 有打折优惠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该买什么 如果零售提升等级 也会引起我的突破 到时候 如果气息外泻 恐怕会引起烟老头的怀疑 虽然徐清坚信烟老头 不会对自己不利 但明天还得去认证 自己的药材清和度呢 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他觉得 还是稍微低调一点的好 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 稳住 不能浪 不然 如果自身的气息 突然暴增几个大阶位 任谁都能看出 自己有问题 没办法 那就先买一本 隐藏气息的战绩好了 在系统商城中看了一圈 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一本 五星战绩空明脸西树上 这本战绩 可以隐藏五阶之下的所有气息 第七章 还有谁 至于为何只选择五星 而不选择更高的 完全是因为在 所有零售经验包之中 超出五阶的经验包 全部没有打折 为了划算起见 自然先购买打折商品 所以 短时间内 它的等级不会超过五阶 空明脸西树属于辅助类战绩 本身价格很便宜 只售卖250点克金点 更何况 现在还是打折状态 那就更加便宜了 最终 徐青只花费了75点克金点 购买了下来 系统 学习空明脸西树 一瞬间 关于这一战绩的种种感悟 浮上心头 徐青点了点头 这下就安心了 一阶 二阶灵兽经验包 各来一份 一阶灵兽经验包 原价100克金点 二阶200克金点 在三折之下 只需要90克金点就能拿下 只见系统空间中 出现了两团金色能量 这是灵兽经验包的巨线 全部给心疼 生死连使用 这些都是他经过仔细考虑的事情 明天估计会有 预售施工会的人出现 届时肯定会看自己灵兽 如果此时给剑影玲珑提升的话 剑影玲珑的体型 会变化很显著 极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怀疑 而心疼生死连就不同了 就算给他使用 藤条的变化 不会如剑影玲珑那么显著 实在不行 就让他盘起来 扰人视线 两块灵兽经验包 落在了预售空间内 心疼生死连之上 金色的光芒将他笼罩 他身上的气息 在不断增强 体型在变粗变长 不过片刻 他就由之前的两米多 变成了两张 一张按三米三算 至于粗度 倒是增加的不太明显 灵兽 心疼生死连 等级 二阶 成长度100% 属性 木 生 死 种族资质 技能 无 与此同时 一股反馈之力传来 让徐青顿时感觉 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的等级 也达到了二阶十级 不愧是课金系统 只要课金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一瞬间 能从一阶一级 提升到二阶十级 就问一句 还有谁 不过正常情况下来说 同等级下的一节 玉兽师战力 无法与灵兽相媲美 毕竟玉兽师 只是反馈了 灵兽提升时的 一部分力量 而这股力量 差不多只有 灵兽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 唯有四节玉兽师 才能与同等级的 灵兽力量相当 不过 徐青却觉得 自己此时的力量 未必就比二阶灵兽差 混沌重同带来的 战力加成 超出了他的想象 不亏是宇宙至强 序列体制之一 我要是时候 多购买几种体制 岂不是在同级之下 有可能比灵兽战力还强 徐青不自觉地 倒吸一口冷气 开挂的人生就是爽 看了一眼 剩下的一千一百多的 可经典 他直接开始契约 地狱黑雷胶 由于明天 玉兽师公会 可能还会来人的缘故 他打算 今天觉醒的 两只灵兽 暂时不要提升等级 但徐青向来不喜欢 将自己置于显地 为了自身安全 他打算 先将系统送的 地狱黑雷胶契约 提升他的等级 灵兽的契约很简单 只需要以自身血液 在灵兽弹上 画一道特殊的契约符 便可以 契约符画好 他急忙将 这颗漆黑 散发着雷电的灵兽弹 收入了徐兽空间 徐青的等级提升了 徐兽空间也变大了很多 已经变为原来的两倍 足够容纳新灵兽 片刻后 昂的一声 一道低沉的声音 在徐兽空间内响起 一条体长 只有两米左右的灵兽 出现在了原地 身上缠绕着密密麻麻的黑色雷霆 除了脊背与龙尾上没有棕毛 以及每一只龙爪上 只有四个指头之外 和徐青前世地球上 传说的神龙并无二指 主人 地狱黑雷胶传出声音 这是灵兽和御兽师之间的沟通 战斗时有很大用处 不错 不错 徐青满意点头 不愧是系统出品啊 直接打破了所有灵兽弹 都只能是一星的规则限制 而随着地狱黑雷胶的诞生 御兽空间中 开始演化出了一片适合他生存的区域 那是一片暗红色 没有丝毫生命气息 且遍布黑色雷霆的环境 就像地狱一般死记 确实很契合地狱黑雷胶 系统 一到五阶零售经验包 各来一份 全部给地狱黑雷胶 收到 安排 片刻之后 徐青深深突出一口浊气 这种力量提升的感觉 真的太爽了 让人忍不住的 想要大吼出声 御兽师徐青 等级 五阶十级 一节 体制 混沌重铜 治强序裂 药材清合度 22% 兽体清合度 0% 灵兽 星藤生死连 契合度0% 剑影玲珑 契合度0% 地狱黑雷胶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重铜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 归时 战绩 猎空掌 九星 空明脸西数 五星 灵气 雷鸣枪 九星 课经点 685 面板更加丰富了 现在还剩下685点课经点 就暂时不再提升地狱黑雷胶的等级了 开始卫星藤生死连和剑影玲珑提前准备好经验包 等到预售施工会检测之后再为他们提升实力 虽然现在不提升两只零售等级 却可以趁着现在打折为零售们提前准备好经验包 等到时机成熟 直接给他们提升等级 而在预售施工会和净化施工会认证之后 虽然有大笔资金进账 可惜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打折优惠了 正在徐青购买经验包时 门铃突然响了 是他购买的独眼龙眼罩到了 打开快递包裹 里面出现的是一个银色眼罩 因为徐青感觉黑色眼罩有点不适合自己 在镜子前戴上眼罩看了看 感觉还行 虽然还是有点匪理匪气的 但效果要比黑色眼罩好看一些 还行 稍微挽回了一点我的颜值 摘一下眼罩 躺在床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今天真是个让人愉悦的日子 晚上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快对我动手吧 想了想 徐青觉得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打算将地狱黑雷胶召唤出来 来到门口外的空地上 徐青手中法觉掐动 一道黑色召唤阵出现在地面 漆黑的地狱黑雷交化为一道黑光 自召唤阵中激射而出 于空中显化出庞大的身影 还好我学习了空明脸西数 不然五阶灵兽的气息 绝对会惊动凝城市许多强者 因为据徐青所知 凝城市最强的阵首使也才五阶而已 第八章 灵兽技能书 也就是说 如今的徐青已经是凝城市最强的那一批御兽师 当然 暗地里有没有老银币 徐青不知道 啊 低沉的龙银声响起 地狱黑雷交在空中盘旋 突破到了五阶成长度100%后 它的体型已经达到了五丈 也就是16米多 可谓是真正的庞然大物 压迫感失足 晚上的安全问题就交给你了 徐青摸了摸它的脑袋 主人放心入睡 只要我不死 谁也别想伤害主人分毫 地狱黑雷交传讯说道 声音中居然带着一丝战斗的兴奋感 嗯 我相信你 因为契约关系 御兽师和灵兽之间绝对互相信任 这份关系 比任何关系都要牢靠 主人 我也想出去打架 剑影玲瓏说道 他在御兽空间中展翅飞翔 显得有些急迫 他知道 今晚可能会有战斗爆发 不急 以后有你战斗的时候 等他测试出药材清合度之后 想要杀自己的人恐怕会排起长队 毕竟22%的药材清合度绝对是地球第一人 地狱黑雷交飞上了屋檐 趴在了屋顶上 体型太大了 有些引人注目啊 系统 有没有可以缩小体型的技能书 有 九星技能大小如意 可惜没打折 徐青一看 好家伙 太贵 还是算了吧 系统 这个技能 预售师可以学吗 徐青眼冒金光 请宿主正经一点 不要痴心妄想 如果宿主想变大 推荐宿主学习战技法相天地 法相天地 徐青看了看 并没有在商城中找到这个战技 宿主不用找了 那个版本还有没更新出来 什么 为什么不更新 为什么不更新 宿主你个穷逼 没点自知之明吗 那些东西价格都高得离谱 宿主你买得起吗 而且现在实际不到 那什么时候更新 等宿主踏足宇宙星空之后 才会是宿主的平复情况定 什么意思 如果宿主到时候还是个穷逼 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更新了 系统 不要老说我是个穷逼 虽然我现在确实挺穷的 难道你没有提说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吗 那你怎么不直接入土为安呢 徐青额头清津直报 这狗系统居然如此看不起人 简直岂有此理 看了一眼 他在屋顶向着雕像的地域黑雷胶 徐青想了想 在打折商品里面 寻找到了雷系技能书 零售的技能都需要购买技能书 让零售自己学习 强大的技能可以增强零售的战力 而且 每一种零售都只能学习和自己同属性的技能 看了又看 虽然很纠结 徐青还是为地域黑雷胶 购买了两本五星技能书 雷光闪和雷明爪 前者是位移技能 而后者则是攻击技能 这两本技能书价格有些贵 比之前的五星战绩空明脸西数贵出太多 就算打折也花费了他三百多克金点 让徐青颇为心疼 这主要在于 这两种技能的实用性很高 而且还是伤害力极强的雷系技能 给地域黑雷胶学习 系统空间内的两本书骤然消失不见 融入进了雷胶的脑海中 灵兽 地域黑雷胶 等级 五阶 成长度100% 属性 雷 种族资质 技能 雷光闪 五星 雷明爪 五星 和预售师的战警一样 根本不需要零售耗费时间学习 徐青转身返回了屋内 至于系统所说的宇宙星空 那也是他一开始的目标 但星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进的 弱者没有资格进入星空 他听老爷子说过 想要进入星空 只有两种方法 其以为实力达到七阶之上 以强者之名进入星空 其二则是通过星空学院 这是一座为星空输送人才的学院 是地球名副其实的第一学院 徐青从一开始想的 便是第二种方法 所以他压根 就没有考虑过所谓的四大学院 而第一种方法 实在太显眼了 按照正常培育零售的速度 在零售资质达标的情况下 差不多也好几十年 才能慢慢积累到七阶 但对徐青来说 只要有钱 提升等级 只是分分钟的事情 唯有进入星空 他才能彻底放开手脚 地球上束缚太多 要是提升太快 引起别人怀疑 搞不好还会被调查 是不是与邪教有什么关系 简直不要太恶心 今天 徐青心情很亢奋 翻来覆去睡不着 最后干脆坐在地狱黑雷胶背部 飞上了屋顶 仰望星空 无奈 燕老头早就感知到了院内的动静 但这些都很正常 毕竟刚刚觉醒灵兽 还是两只九星 任谁都兴奋地睡不着 如果所料不差 今夜必然会有人前来 对少爷袭杀 到时候先让他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危险 燕老头暗自想到 年轻人不遭遇一番磨难 又怎会知道世界的危险呢 夜晚的温度很凉爽 徐青坐在屋檐上 靠在地狱黑雷胶身上 欣赏着万家灯火 这个世界的城市很不太平 城市之内隐藏着各种邪教组织 经常暗中对御兽师下手 而城市之外 凶兽遍地 形成兽巢 对人类城市发动进攻 在以往岁月中 有不少小城市毁灭 与凶兽的冲击之下 所有御兽联盟 才派遣了镇守使 负责镇守每一个城市 确保城市的安全 突然徐青一愣 自己如果在这里与人交手 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老爷子的注意 毕竟自己就这么一会儿 成为五届御兽师 哥谁都会感到惊骇的吧 我得去看看 老爷子实力如何 如果老爷子比较强的话 我就躺平算了 燕老头住在徐青隔壁 看到这个点 徐青还来找自己 他还以为 对方是有什么 有关灵兽的事情 要学问自己 嗯 好端端的 你干嘛戴个眼罩 燕老头奇怪地看着徐青 这模样 怎么那么像土匪 徐青震惊地看着老爷子 嘴巴张得老大 大佬 这居然是个大佬 御兽师 红飞 等级 七阶三级 一节 体质 五 药材清和度 0% 兽体清和度 0% 灵兽 银月苍狼 气和度61% 深海巨鳄 气和度0% 四翼机关鸟 气和度0% 雷灵 气和度51% 本命神通 五 战技 追风步 七星 开山手 六星 雷击 六星 灵气 赤岩刀 六星 卧槽 徐青直接被震惊到了 一身卧槽 不由脱口而出 他怎么都没想到 看起来行将救母的老爷子 居然是一位七阶大佬 他愈发感觉到 这一世的父母不简单 居然能为自己 安排一位七阶玉寿师 第九章 老爷子的震撼 七阶玉寿师 放在任何地方 都是强者 你小子这是什么表情 没事吧 烟老头奇怪地看着徐青 莫名其妙地戴个眼罩 现在又一脸 惊讶地看着自己 没 没事 徐青连忙摇头 老爷子这么厉害 那自己 还担心个锤子 躺平就可以了 老爷子 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徐青主动说道 两人住在一个院子里 眼睛的问题 迟早会被老爷子发现 烟老头神色一素 取下含在口中的翡翠绿烟锅 沉声道 眼睛出了什么问题 难不成被谁被伤了 但他们两人下午都在一起啊 谁有机会在自己面前动手 徐青取下眼罩 露出绽放着七彩霞光的左眼 这 这是什么 烟老头感觉 事情不简单 应该是特殊体质 什么 特殊体质 你 你拥有本命神通了 他的语气拔高 声音有些刺耳 验证是否觉醒特殊体质 除了使用一些特殊机器之外 主要就是看御寿师 是否觉醒本命神通 本命神通 与特殊体质是对应的 徐青点头 死 老爷子倒吸一口烟雾 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胎 觉醒双九星灵兽也就罢了 居然还觉醒了特殊体质 这还要不要让其他人活了 你 觉醒了几个本命神通 烟老头问道 特殊体质比高资质灵兽还要少见 但他听说 越是强大的体质 所觉醒的本命神通也就越多 他曾经就见过一位强者 拥有两大本命神通 战力相当恐怖 五个 登登登 烟老头身躯神色惊骇地 看着徐青左眼 身躯忍不住地倒退 直到靠在了墙上 五个 这到底是何等恐怖体质 快 将眼罩戴起来 烟老头颤抖着手 亲自为徐青戴起了眼罩 随后严肃说道 记住 以后无论谁问你 觉醒了几个本命神通 你都要回答一个 而且 不要轻易动用体质 以免被有心人发现什么端倪 知道吗 徐青点头 放心吧老爷子 我心里有数 如果不是老爷子 他也不会说实话 离开后 徐青果断将地狱黑雷 黑雷胶收进了玉兽空间 有老爷子这个妻妾在 自己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啊 我的手战就这么泡汤了 地狱黑雷胶很不满意 自己都准备好搭干一场了 结果就这 以后有的是机会 徐青笑着说道 而另一边 烟老头彻底睡不着了 口中含着翡翠烟锅 巴唧巴唧地吸了起来 双本命灵兽 强大到难以想象的特殊体质 少爷 你的未来注定是在星空之中啊 这小小地球犹如浅滩 留不住你这样的真龙 老爷 夫人 你们看到了吗 少爷他是何等优秀啊 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就在烟老头在屋内徘徊之时 外面突然传来动静 一群该死的蛀虫 也敢觊觎我家少爷 烟老头神色骤然冷立 乃还有面对徐青时的和蔼可亲 至于一开始计划 让徐青感受世界凶险什么的 早就被他遗忘到九霄云外 现在 他绝对不能让徐青 受到任何伤害 老爷子背着双手出去了 但却并没有什么动静传来 徐青好奇地取下 左眼上的银色眼罩 七彩斑斓的光芒 在灯光下绽放 显得格外耀眼 破旺无钝 徐青施展了重彤的本命神通 刹那间 透过房间墙壁的视线阻隔 外面整个漆黑的夜晚 在他眼中 仿佛变成了七彩斑斓的颜色 他可以清晰看到外面的一切 混沌重彤之下 一切无所遁形 破旺无钝是重彤最基本的能力 所耗费的能量 也不是特别大 至于其他四个本命神通 都属于攻击性神通 对御寿师等级 有一定的要求 不然 一个技能下去 就有可能会抽干他自己 死 老爷子牛逼 徐青被吓了一跳 院子外的街道上 老爷子直接召唤出了 他的七阶银月苍狼 那是一只体型庞大 如同一座小楼的巨狼 通体银色的毛发 在月光下熠熠生辉 随后直接一口一个 连技能什么的都不用释放 便将隐藏在小院周围的 所有灵兽与御寿师 全部吞入了腹中 连给对方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强悍的不讲道理 这些邪教的情报倒是很快 这么快就找上门了 可惜 虽然你们隐藏得很好 但你们身上那肮脏的气息 却瞒不住老头子我的鼻子 你们应该庆幸 老头子 我的任务 只是保护少爷 否则早就一锅端了你们 不过这些人还真是大手笔啊 居然来了四个三阶玉寿师 这要是没有自己在身旁 少爷今晚估计就真的危险了 又巡视了一圈 燕老头才慢悠悠地返回了屋内 徐青有些遗憾 本来他还打算自己出手了 结果压根就没有这个机会 得找个机会独自出去练练手 又在系统商城中看了很久 徐青逐渐入眠 半夜十分 又有动静响起 居然又来了一拨人 结果还是被燕老头直接处理掉 早上 徐青洗完脸 戴上银色眼罩 前往了进化师工会处 他要去检测自己的药材清合度 当然 这么做的目的 一来是拿到进化师工会的奖励 二来 也是为将来成为资质进化师 铺好道路 毕竟资质进化师 真的很赚钱 高阶进资质进化师 每出手一次的费用 可能就过意联蒙蔽 而且还是对方求着进化师出手 还有零售培育师 等到拿到奖金 徐青打算再购买一份受体清合度 然后再去做个零售培育师认证 而每一级的资质进化师 是需要认证的 只有拿到进化师工会的资质进化师证书 才会得到预售师们的认可 否则 他们不会找一个没有资格证的人 进化零售 因为每只零售 在每个星级资质上 只有三次进化机会 一旦三次进化失败 也就意味着这只零售 终生都无法再进化到更高层次 路过一家早餐店 徐青吃了一份小笼包 一碗小米粥 两颗鸡蛋 这是他平时的饭量 但今天却没能吃饱 等级提升 体内所能储存的能量也增加了 还没适应过来 自己成为预售师的情况 老板 给我来一份预售师早餐 预售师和普通人吃的不一样 预售师吃的肉食乃是凶瘦肉 内部蕴含强大能量 几体小笼包进度 徐青顿时感觉充满了力量 还得给灵兽搭配食料 第十章 进化施工会 灵兽的食物分为两种 一种是为了培育灵兽成长 找灵兽培育师调配的食物 这种往往是根据灵兽的成长情况 由多种食物按照特殊比例搭配而成 有利于灵兽成长 而另外一种则只是纯粹的 为了填饱肚子 这一种就简单得多 只要是蕴含能量的凶兽肉 几乎都可以 徐青倒是不需要培育灵兽成长 却必须地让灵兽填饱肚子 系统商城内有灵兽口粮 到时候直接从商城购买 无限课金预售系统 只要有钱 什么都能买到 什么 你要请家 电话那头响起一道悦耳的声音 杨老师 我早上要去一趟进化施工会 可能要下午才能去学校 这样啊 行 那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你现在可是我们宁城市的大名人了 要是被那些歹人盯上 可就麻烦了 要不你来一趟学校 我让人保护你过去 电话那头传来班主任杨桃的声音 谢谢老师了 不过我这边的安全问题 您就不用操心了 徐青无奈说道 他能感受到老爷子在暗中保护着自己 但自己的实力真的需要保护吗 行 那你万事小心 坐在公交车上 许多人都奇怪地看着徐青 他的银色眼罩很令人瞩目 一个小孩看着徐青 似乎觉得他这个模样相当新奇 对此 徐青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顿时下的小孩缩进大人怀中 哇哇大哭起来 独眼小哥 我怎么觉得你有些眼熟 啊 你怎么这么像那个觉醒了 九星资质灵兽的学生 一个预售师盯着徐青看得不停 突然惊叫起来 一瞬间 除了司机所有人都朝着徐青望了过来 从昨晚到今天 所有人的手机上 都被九星灵兽的消息刷了屏 徐青的信息自然也隐藏不住 毕竟觉醒灵兽时 那么多人在场 怎么 那个学生也是独眼小哥 徐青嘴角微臭问道 这个好像不是 那不就是了 呃 可能或许真的只是相似吧 人们拿出手机 暗自与徐青对照 怎么看都觉得 眼前这人多了一种土匪气质 进化施工会 位于宁城市市中心的 徐寿施工会大楼 虽然昨天 全是刚刚进行了 本命灵兽觉醒 但今天来检测药材 清合度的学生并不多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在周末过来检测 不过徐青因为缺钱 才选择了今天 徐寿施工会大楼 分为三个区域 徐寿施工会 进化施工会 培育施工会 想要加入徐寿施工会 必须的缴纳会费 因为经常会有人 在徐寿施工会中发布任务 比如寻找零售进化和培育的材料 甚至招募帮手组团等 如果不加入这个工会 就无法接受他们的任务 反正会费不贵 倒是可以加入 说不定可以顺手接几个任务 赚点小钱呢 有些难度较高的任务赏金 还是很高的 来到进化施工会处 这里装修的富丽堂皇 宛如土豪的宫殿一般 到处相经度营 毕竟他们是 徐寿施中最有钱的那些人 哈哈 百分之五的药材清合度 我就知道 我刘洁是个天才 前脚进入大楼内的 进化施工会检测大厅 徐青便听到一道 兴奋的吼声传来 百分之五的药材清合度 居然有人觉醒了 百分之五的药材清合度 这简直打破了我们宁城市 近千年的记录了呀 兴奋的大叫声 瞬间引起了大厅内 其他人的注意 能觉醒药材清合度的预售师 本就少之又少 而百分之五的药材清合度 在进化施一脉中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天才了 所有人都围了过去 见证今日的奇迹 属 居然真的是百分之五的药材清合度 当人们看到检测出来结果时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今年我们宁城市 真的人才辈出啊 昨天有人觉醒了 双九星本命零售 今天又有人检测出了 百分之五的药材清合度 这种成绩 放眼全球 即便是那些一线的国际大都市 都望尘莫及吧 这是必须的 我们宁城市 真的要火了 说不定会迎来 史无前例的大扩建 将周围一些县城 全部吸纳过来 这么看来 说不定我们可以提前 做一些投资啊 确实都很厉害 但我感觉 还是双九星本命零售 更厉害一些吧 被人群包裹 受万众瞩目的刘杰 听到这句话 顿时心中冷哼一声 关于徐青之事 他自然知道 他也羡慕极度恨啊 心中恨不得 将徐青掐死取而代之 凭什么觉醒 双九星零售的 不是自己 不过现在检测出了 百分之五的药材清合度 倒是让他心中 极度减轻了一些 双九星零售算什么 没有药材清合度 你徐青永远也 无法成为净化师 而我将来 一定会净化出 九星资质零售 我的社会地位 绝对比你高 刘杰紧握拳头 此刻他自信满满 完全还不明白 净化师之路 是何等坎坷 徐青 你就是徐青 就在刘杰一响之时 一道声音 乍响在检测大厅之内 呃 你用得着喊这么大声吗 徐青无奈看了一眼 为自己登记的这位小哥 不好意思 激动 我实在太激动了 觉醒了双九星零售 你可支持我的偶像啊 登记小哥 满脸激动地看着徐青 虽然戴着土匪一样的眼罩 但那个脸庞和姓名 却和报道的一模一样 这不是本尊又是什么 徐青 徐青来了 那个觉醒双九星零售的 天选质子来了 听到动静的众人 顿时蜂拥而至 将徐青周围围了个水泄不通 徐青 真的是徐大少 徐大少 将你的九星零售放出来 让大家看看呗 我们还没见过 九星零售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有人兴奋喊道 满脸的期待 宁城市不过小城市 别说九星 就是七星甚至六星 他们都没有见过 五星也只是偶尔能见到 众人能不好奇才怪 这里是检测大厅 召唤灵兽不合适 徐青摇了摇头 徐大少 你也是来检测药材清合度的吗 不要叫我什么大少 我就是个普通人 来这里 自然是为了检测药材清合度了 那你直接上去吧 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 我的也让给你 我在他前面 徐青摇头道 不必了 我排队就好 虽然这么说着 但他还是被众人推着 来到了检测的机器旁 刘杰孤零零站在那里 脸色铁青地看着 被众人拥错来的徐青 刚刚这些人 对自己的崇拜程度 连此时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这让他心中那个气啊 第十一章 天才刘杰 哼 是否拥有药材清合度 和觉醒什么资质的灵兽 可没有任何关系 当心此刻 被人捧得太高 待会儿直接跌入深渊被摔死 心中不爽的刘杰嘲讽说道 都是十八岁的年纪 血气方刚 谁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 但徐青一来 直接抢走了属于自己的所有风光 再加上原本就对徐青 觉醒双九星极其极度 此刻又怎么忍受得了 徐青只是一笑了之 懒得反驳对方 毕竟他也算活了两世 有些是不想与对方争辩 但他的退让 却在刘杰的眼中 变成是对自己的无视 心中更加怒火连连 而在机器旁 还站着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 他是负责检测药材清合度的人员 宿云涛 看到徐青的那一刻 眼神中闪过一抹幽光 就在这时 数位进化大师急匆匆出现 谁 谁是刘杰 谁是觉醒了5%药材清合度的刘杰 几人争先恐后的飞奔来 一眼便看到了 被人群围在一起的徐青 朝着他快步走来 是三星进化师甘城大师 还有杨岳和泽拉大师 这是我们宁城市 除了会长之外 仅有的三位三星进化师啊 有人惊呼一声 进化师地位很高 因为所有预售师 都避不开灵兽进化 即便本命灵兽资质很高 但一个预售师 也不可能一辈子只契约 一只灵兽吧 别的不说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又或是攻击型 防御型 元素型 治疗型 都得契约那么几只 让自己得到均衡发展 而除了本命灵兽之外 其他所有的灵兽弹 全部都是一心资质 这些灵兽 都需要资质进化师来进化 所以 不仅没人敢得罪进化师 反而对他们恭敬有加 你是刘洁 很不错 立刻拜我为师 我带你不如进化师之路的通天大道 头发花白 带着眼睛的甘成 一不当先来到徐青面前 抓着他的手臂说道 态度很强硬 毋庸置疑 而杨岳和泽拉 也紧随其后地 冲到徐青面前 口中说着 要收他为徒的言语 5%的药材清和度 在进化师一脉中 是毋庸置疑的天才 这可不是在宁城市来说是这样 放眼整个地球都是这样 一旁的刘洁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该死混蛋 连我的这点荣耀都要抢走吗 说完直接气得转身离去 你不是冒充老子吗 待会儿看你怎么办 几位前辈 我可不是什么刘洁 徐青急忙解释道 这群老头一个个眼冒绿光 看向自己的眼神如狼似虎 简直不要太恐怖 什么 你不是刘洁 甘城顿时瞪大了眼睛 这个人被这么多人重心捧月 般围在中央 居然不是刘洁 那这些家伙 是在玩什么 那刘洁呢 谁是刘洁 杨岳和泽拉两人急忙问道 三位大师 刘洁已经被气得出去了 检测机器旁的素云涛 低声说道 什么 被气得离去了 百分之五的天才 谁敢惹他生气 甘城低吼一声 随后三人直接追了出去 临走时 瞪了徐青一眼道 小子 你居然敢耽误我们收图 待会儿慢慢找你算账 徐青耸了耸肩膀 什么叫自己耽误他们 明明是他们认错了人 耽误了自己检测 怎么反倒是自己的错了 徐大少 进化师们地位尊崇 脾气往往都不太好 你可千万不要惹他们生气啊 一旁有人低声对徐青说道 他们担心 徐青因为觉醒了双九星灵兽 而心生傲慢 得罪了几位进化师 我可没招惹他们生气 徐青摇了摇头 准备上前检测 但偏偏在这时 三位进化师 怒气冲冲地冲到了徐青面前 甘城更是一把揪住了他的领口 红卓眼如同一只发狂的野兽 低吼道 小子 都是你干的好事 害得老夫错失一个天才弟子 这笔账怎么算 见此情形 周围其他人静若寒蝉 不由倒退几步 谁都不敢在这个时候 引起在三位大师的注意 徐青皱眉 道 前辈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有没有收到弟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有 放开你的手 跟你有什么关系 杨岳大师咆哮道 要不是你在这里假冒天才刘杰 我们怎么会与他失之交臂 反而让会长收为了弟子 他说话声音很大 唾沫星子都喷了徐青一脸 让他感觉恶心至极 正开甘诚抓着自己衣领的大手 徐青轻哼一声道 人家愿意拜谁为师 那是人家的自由 而且 如果你们真的有能力 那就证明自己比会长强 让那个家伙心甘情愿拜你们为师 又跟我有何关系 跟你没关 什么叫跟你没关 甘诚低吼道 刘杰说了 如果不是你在这里假冒他 他也就不会负其离去 那样肯定就会从我们三人中选择一个拜师 百分之五要财亲和度的天才啊 在宁城市这种小城市还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呢 现在倒好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全因为眼前这个家伙而错过了 能不让他们生气吗 而且这个小子刚刚居然说让他们证明自己比会长强 如果自己等人真的比会长强 那就是他们当会长了 这绝对是轻视他们啊 徐青皱眉 自己可从来没有冒充什么刘杰 而且区区一个百分之五要财亲和度的废物 自己需要冒充他 简直可笑 就算自己没有系统都拥有百分之十二的要财亲和度 他百分之五的要财亲和度的废物算个什么东西 三位大师莫要发火 毕竟人家可是觉醒了双九星本命灵兽的天才啊 如果你们惹得人家生气 后果可真的不堪设想啊 刘杰的声音传来 只见他背着双手 神态巨傲地跟在一位两鬓斑白 大富翩翩的矮老者身后昂首走了进来 眼神不屑地看向徐青 屎 居然是会长黎如新大人 看到那位只有不到一米六的胖老者 周围众人到此一口冷气 这位会长可是宁城市进化师中天花板级别的人物 乃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四星进化师 在宁城市这个地方 绝对无人敢得罪他 就算是那位舞阶镇守时也得在他老人家面前毕恭毕敬 收到一个天才徒弟 李如新心中很是开心 但还是冷冷地看着众人道 检测大厅内禁止喧哗 你们不知道吗 如此多人混乱地聚集在此 成何体统 一声冷喝 让所有人低头 不敢与之对视 如果真的惹怒了这位大佬 说不定 整个宁城市的进化师都会将自己拉入黑名单 第十二章 百分之五的废物 年轻人 我知道你 李如新看着徐青道 但是 就算你是觉醒了双九星本命灵兽的天才 在我们进化师公会处 也得按照我们的规矩来 徐青点头 自己并没有违反什么规定吧 那你可知道 冒充我们进化师公会成员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他的语气陡然一立 似一头下山猛虎 气势逼然 直接让徐青身后许多人不由一颤 徐青站在那里 身躯笔直 他要比李如新高出几个脑袋 此刻就那么俯视着他 道 自始至终 我都没有说过 我是刘杰吧 何来冒充一说 李如新额头青睛叠起 心中怒火生疼 他都不知道有多久 没有被人这么服侍过了 还敢说自己没有冒充我 如果你没有冒充我 又岂会让三位大师认错了你 我看你分明就是有意而为之 故意欺骗三位大师 刘杰巨傲说道 这一下是真的爽啊 你徐青刚刚不是很拽吗 现在继续拽啊 甘城三人赤红着眼睛瞪着徐青 刚刚他们就是一眼看到对方被重心捧跃的样子 才误以为对方就是刘杰 结果错失良界 冒充你 徐青冷哼一声道 就你这5%的废物也有资格让我冒充 之前对方无故招惹自己 他已经容忍了一次 现在又来 那就别怪自己了 一言出 整个大厅陷入一片宁静 5%的废物 你说什么 你说我是废物 刘杰上前瞪大眼睛看着徐青 指着自己鼻子 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是个废物 徐青平静说道 好嚣张的小子 看来双九星灵兽 让你有些目中无人了呀 甘城低沉着声音说道 徐青冷笑一声 也不再容忍对方道 说得好像 你可以进化出九星资质灵兽一样 你 甘城被气得咳嗽起来 自御兽时代开始至今 还从来没有那个 进化师能成功进化出九星资质灵兽呢 更何况是自己 好好 好一个5%是废物 黎如青冷着一张脸 看着徐青露出责人而视的目光 沉声道 如果5%都是废物的话 那老夫这个4%又算什么 你说呢 自然是连废物都不如的废物 全场一片寂静 只剩下扑通扑通心脏跳动的声音 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远离 远离了徐青几步 他们都知道 徐青彻底得罪了这位大佬 他可能会被凝成式的进化师们拉黑 一旁的刘杰心中狂喜起来 徐青越是嚣张 将几位大师们得罪得越狠 他就越是开心 好好 废物中的废物是吧 那好 以后你的灵兽老夫绝不会进化 黎如青冷声说道 我们也不会进化 甘城三人齐声说道 所有人一领 这一幕还是发生了 只要这4位说出这话 代表着徐青以后的灵兽几乎就不会有人进化了 说的好像我要求你们进化一样 当然 如果你们能进化出九星资质灵兽 说不定我还会正念 看看你们 可惜你们也只会浪费材料罢了 徐青轻笑一声 这些进化师的态度让他感觉很不爽 还真以为所有人都要求他们 看他们脸色一样 5%是废物 你真以为药材清和度是什么 阿猫阿狗都能觉醒的吗 等待会儿你就知道 就算你觉醒了双九星灵兽 却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进化师 而我刘洁刘某人 迟早是可以成为九星资质进化师的人 黎如新看了一眼刘洁 眼皮子直跳 这小子还真是出声牛 不不怕虎 真敢说啊 如果进化师等级是那么容易提升的话 自己不至于到现在 也还是个四星进化师 就你这5%的垃圾 也能成为九星进化师 还是那里凉快待在那里去吧 待会儿 小爷直接让你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天才 徐青毫不留情说道 黎如新等人被气得脸色黑如锅底 他们真的没有见过如此嚣张的人 一直以来 但凡欲受尸 哪个不得在他们眼前毕恭毕敬 好好 好的很 老夫记住你了 黎如新看着徐青说道 那你就好好记住吧 我估计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徐青冷笑一声 准备上前检测 滚 我进化师工会的规矩 不允许任何人插队 黎如新突然如猛兽般咆哮一声 插队 徐青想了想自己貌似 是被众人给推到最前面来的 摇了摇头 徐青一笑转身 来到人群后方 走吧 我们上去吧 黎如新深吸 一口气对身后的刘洁说道 是 老师 刘洁点头 昂首挺胸 瞥了一眼人群后方的徐青 嘴角露出一道胜利般的微笑 跟我进化师斗 徐青 你差得远了 四位进化师走了 检测大厅的气氛 稍微没有那般沉重 但所有人 还是不敢靠近徐青 他们看出来了 这是个不怕湿的主啊 谁都敢对 谁都不放在眼中 前后不过半个时辰 终于轮到了徐青 之前的那么多人中 却没有一个拥有 药材清合度 你好徐青 大名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 果然不同凡响 负责检测药材清合度的青年 看到徐青过来 笑着打招呼 你是 负责检测药材清合度的苏云涛 一个平庸的御寿师 你好 徐青只是点了点头 戴上这副头盔即可 苏云涛对过来一副头盔 徐青戴在了头上 之前他看得清楚 那些人都是这么干的 然而就在十几秒之后 进化师工会大厅之中 居然骤然响起来刺耳的警报声 这是怎么了 所有人一脸惊讶 其他人检测时 可没有这种情况 苏云涛脸色骤变 亥然道 怎么可能 他使劲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向机器上出现的 药材清合度数值时 直接瞪大了眼睛 22 怎么可能有人 达到了22%的药材清合度 他直接失声喊了出来 什么 22% 假的吧 后面还在排队的 所有人惊骇道 怎么可能有人达到 如此高的药材清合度 地球重来 没有出现过这么高的 徐清 他是徐清 那个觉醒了 双九星零售的徐清 有人突然喊道 一时间 目光再次汇聚 与此同时 刚刚到办公室 正在开心为刘洁讲解 进化师基础知识的黎如新 听到传来的警报时 脸色猛然变化 蹭的一下 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第十三章 怎么可能是他 老师 怎么了 刘洁被吓了一跳 妖念 我净化施工会诞生妖孽了 这是只有药材清合度 达到百分之十以上 才会出现的警报 李如新 直接夺门而出 一脸兴奋地朝着楼下 飞奔而去 这样的天才 只有自己才有资格教授 徒儿 你一定要等着为师 李如新心中狂吼 刘洁大脑一阵嗡鸣 有人检测出来了 百分之十的药材清合度 怎么可能 啊 到底是哪个该死的 刘洁脸色 都有些猙獰 他感觉自己的荣耀 似乎又要 被人给抢了 因为人们永远只会记得第一 突然 他脑海中闪过一道 让他极度身影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是他 老天爷 不会如此偏爱一个人的 抱紧气 响起的一刹那 整个进化施工会的 进化施工会 全部被惊动 所有人脸色一变 他们都很清楚 这到底预示着什么 我的 这次这个一定是我的 甘城嘀吼一声 周身能量涌动 脚下生风 朝着大楼下方跑去 那是我的 谁也不能和我抢 否则老子和他拼命 杨岳和泽拉两人 也蜂拥而出 妖孽 宁城市的进化施一脉 诞生了一个妖孽 此刻的检测大厅 所有人都躁动不已 所有人再次将徐清围了起来 那检测机器上 百分之二十二的字眼 映入了所有人眼帘中 引得一片 所有人一阵惊叫 负责检测的素云 涛惊骇过后 看向徐清的眼神 带着一丝凶光 趁着无人注意 拿出手机 发送了一条信息 就在这时 李如新等人 脸色涨红地飞奔下来 谁 是谁 是谁觉醒了 超过百分之十的药材清合度 李如新大吼一声 谁觉醒的 都跟你们没关系 看到又是徐清 李如新大步而来 咆哮一声 闭嘴 现在轮不到你说话 甘城几人 也紧随其后 当看到机器上 那醒目的百分之二十时 一个个都傻了眼 百分之二十二 甘城尖锐的声音 惊叫一声 这这这 怎么可能 有人拥有如此高的 药材清合度 杨岳和泽拉 两人也妈了 这简直就很离谱 完全超出了 他们的想象 他们以为 顶多也就百分之十多一点 现实居然是百分之二十二 这怎么可能 地球预售师时代 近千年 从来都没有诞生过 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存在 后面 紧随而来的几个一星 二星进化师们 也呆住了 他们当中 几乎所有的人 都低于百分之五 所以之前 出现了百分之五的 刘洁时 都被他们 称为天才 现在居然诞生了一个 百分之二十二的存在 这是什么 这是绝世妖孽啊 我说了百分之五 就是个垃圾 现在你们信了吗 徐清嘴 脚勾起一抹冷笑 你闭嘴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甘城几人齐声说道 谁 到底是谁 李如兴 直接一把抓住了 素云涛的衣领 双手都在颤抖 徐 徐清 谁 甘城几人眼睛 顿时睁地滚圆 徐清 素云涛再说说道 哄 李如兴几人脑海中 犹如一声惊雷乍响 甘城脖梗 僵硬地看向徐清 又看向素云涛部 确定问道 你说是谁 徐清 是徐清检测出了 百分之二十二的药材氢和度 李如兴几人身体 一阵亮枪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他 几人都将目光 望向被众星捧月的徐清 满是不可思议 素云涛 你是不是搞错了 李如兴不确定问道 如果是被人都还好说 可为什么偏偏 就是这个人 他们之前 才当当于对方 发生一些不好的回忆啊 我是不会搞错的 除非继续搞错了 素云涛坚定说道 但心中 却在暗自高兴 这些老家伙 平时指高气昂 也有现在这种时候 对对对 一定是机器错了 甘诚急忙说道 不然 怎么可能会有人 有这么高的亲和度呢 呵呵 一群不敢接受现实的废物 徐清嘲讽说道 哼 绝对是机器坏了 甘诚坚定道 随后他不信邪地戴起头盔 开始检测起来 三百分号 徐清冷笑一声 为了让他们看清现实 自己又戴起头盔 检测了起来 二十二百分号 数据完全一模一样 这 甘诚等人彻底猛了 机器没有坏 徐清 徐大少 李如新嘴角僵硬地 看着徐清说道 怎么 现在轮到我说话了吗 可惜我不想和你们说话 更不要想着 什么收我为徒 你们还没有这个资格 徐清平静说道 他的话 直接让李如新几人哑火 事情 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今年的宁城市 到底怎么了 因为他们之前 也想的是一个人的运气 不可能这么好 所以才完全不将 徐清放在眼中 这时候方的刘洁慌忙地跑了过来 看清楚这百分之二十二几个大字了吗 现在你觉得我有必要冒充你这个百分之五的废物 你 刘洁身躯猛然顿住 自己担心的那一幕还是发生了 为什么会是这个家伙 之前自己还说 药材清合度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能觉醒的 结果 他转身就觉醒出百分之二十二 这样 已经不是打脸这么简单了 简直就是 把自己的脸 按在地上摩擦啊 怎么可能 明明觉醒了 双九星灵兽 还拥有百分之二十二的药材清合度 你怎么会这么天才 不可能是真的 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刘洁极度啊 眼球都开始冲泄了 为什么这个人不是自己啊 徐清摇了摇头 这种自以为是的垃圾 都不配让自己说话 检测完了 检测完了 我就该走了 徐清从素云掏手中 接过一枚 该有进化施工会的证书 上面明确显示了 他的检测结果 而且 以后每次提升进化施等级 这上面 都会盖上进化施工会的工章 徐清 我们 我们可以免费教你 明城市进化施 就这么几位 如果我们不教 你连拜施的地方都没有 看着徐清即将离去 黎如新急忙喊道 不劳你费心 我自有拜师之地 徐清头也不会说道 开什么玩笑 真觉得自己的课金系统 是个摆设 直接购买进化施 经验不舒服吗 非得自己花费时间练习 哦 对了 应该发我的奖金 希望尽快落实 说完直接扬长而去 这个才是重中之重 绝对不能忘 哎 怎么会这样 黎如新像是直接被抽干了力气 无力地靠在桌子上 第十四章 大街上的西沙 他是宁城市进化施工会的会长 现在居然发生了这种事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向上边交代 看了一眼待在原地的刘洁 黎如新叹息一声 这次真的是因小失大 如果不是刘洁告诉自己 对方冒充他 还不遵守工会规矩 自己也不至于对方闹成这样 那样一来 说不定 对方将来还能在工会挂个名 22%的药材亲和度啊 哪怕只是挂个名 对于他们宁城市工会来说 也是一种无上荣耀 现在好了 不仅荣耀没了 还得罪了对方 哎 怎么会这样呢 今年到底怎么回事 以往那么多年 连5%都没有出现过 今年怎么突然 就冒出了一个22% 甘城也是一脸落寞无奈 早知如此 当初说什么都不可能是那种态度啊 可惜他们进化师向来高傲惯了 再没检测出药材亲和度之前 真的是谁都不被他们放在眼中 就算是之前的徐青也一样 会长 现在怎么办 甘城无奈问道 还能怎么办 立刻将此事汇报上去 还有他说的奖励 也要尽快落实 尤其是奖励这一块 除了工会总部应该给的 我们分部也要表示一下心意 最不济 也多少也可以挽回一点彼此之间的关系 御寿师很费钱 除了进化资质之外 日常灵兽培育 灵兽技能 御寿师战技 灵器 灵兽契合度 都需要耗费大量金钱 好 甘城几人点头 当前也只能通过这种手段 缓和一下双方之间的关系 离开进化施工会 徐青又来到御寿师工会 徐青 你怎么会在这里 负责办理入会手续的人 在看到是徐青之后顿时惊讶到 我不在这里 还能在哪里 会长他们今天一大早 就去了你们学校 没想到你却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 御寿师工会的会长 昨天在得知徐青 觉醒了双九星灵兽之后 今日一大早 便去了一中学校 为他做检测 我办理完入会手续 便回学校 在交了十几万联盟币的会费之后 徐青顺利地加入了工会 随后 他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 按照步骤下载了 御寿师工会APP 看了看里面 其他人发布的任务 大部分都是寻找各种材料的 这其中有灵兽进化材料 还有灵兽培育材料 甚至是用来提升 御寿师与灵兽契合度的材料 灵兽契合度 是有钱人才能玩得起的东西 一旦将御寿师与灵兽之间的契合度 提升到50% 御寿师就能半兽化 在这种状态下 御寿师的战力也将大幅度提升 而如果可以 培育到100% 御寿师就能完全化为 和灵兽一模一样的存在 并拥有灵兽的所有力量与技能 不过契合度的提升 比灵兽培育还要困难 普通人根本不做考虑 四阶花火树妖的兽盒 用金530万联盟币 收购四阶冰属性材料冰心石 用金570万联盟币 收购三阶雷属性紫雷花 用金230万联盟币 看着琳琅满目的任务 徐清眼睛发光 虽然每一份任务用金不多 但积少成多 也是一份可观的收入 有机会的出去一趟 一方面可以锻炼灵兽 另一方面 也可以接取几个任务 赚点小钱 打定了主意 徐清离开了御寿师工会大楼 前往学校 至于认证培育师 还是等自己从系统处 购买了受体清和度之后 再来检测 看到有出租车过来 徐清伸手拦了下来 城市内 尤其是大街上 不允许零售上路 不然可能会很混乱 司机看到对方戴着眼罩 顿时吓了一跳 还以为是哪个通缉犯跑出来了 小哥去哪儿 司机问道 义中 义中 小兄弟是那里的学生 司机惊讶道 对 那你肯开知道徐清吧 知道啊 麻烦问一下他本人帅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徐清奇怪看着司机 嘿嘿 我家女儿很喜欢他 我在网上也看过他的照片 也觉得挺帅 我在想 能不能找个机会 让他和我女儿 来一场美妙的邂逅 说不定就能看对眼了呢 徐清无语 不过昨天觉醒的灵兽 居然这么快 所有人都知道了 而且 居然还有人 想让自己和他女儿 来一场邂逅 徐清嘛 那是真的帅 这一点 我从来都没有丝毫怀疑过 不过我听人 说他只想一心欲受 对于感情那些 暂时应该没什么想法吧 徐清脸不红气不喘 说道 嘿嘿 那是他没碰过女人 碰过了 他就会爱不释手 司机笑着说道 想他曾经也是这样 觉得一心欲受就行 女人什么的 有什么用 但后来 嗯 感觉真香 小心 突然 徐清急忙大吼一声 他居然看到一辆油罐车 朝着自己所乘坐的出租车 撞击而来 司机也脸色骤变 但他反应极快 一把方向盘改变了方向 但油罐车还是撞击了过来 袭杀 徐清瞬间反应过来 轰隆 一道爆炸声响起 油罐车轰然爆炸 漫天的汽油洒乱下 滔天的火光 直接将出租车吞噬 突然间的变故 让周围许多车辆 顿时燃烧起来 原本有序的大街 彻底变得混乱 尤其是炸开散落的汽油 直接将附近化为一片火海 轰隆 爆炸声接二连三地响起 当中夹杂着凄厉的惨叫声 砰 副驾驶上 徐清一脚 将已经变形的车门踢飞 将已经昏死 且身上燃烧着火焰的司机拽出 用力扔出了火焰包围圈 而他的目光 冷悠悠地望着 出现在火焰之中的两道身影 咦 居然没事 一个人口中 发出惊讶的声音 他们看着戴着眼罩的青年 熊熊的火焰 将对方的衣物 全部绕得干干净净净 但却无法伤及对方身体分毫 有古怪 如此剧烈的伤害 可不是一个一劫御手势 是能扛得住的 没死更好 要是死了 反而无法得到九星灵兽血脉 另一人开口道 随后四只灵兽自火海中走出 将徐清包围 赫然是四只三阶灵兽 浑身鳞片 如同红色水晶的火金蟒 四狮又四虎的赤焰兽 长有四只 如弯刀板前找的四刃刀堂 还有最后一只鬼独献 每一只都散发着森然气息 虎视眈眈眈地望着徐清 两个二节三阶御兽师吗 还真的看得起我呀 不过纵然如此 你们还是有些小看我了 第十五章 秒杀 呵呵呵 小看你 区区一阶御兽师 还想我们怎么看得起 一人冷哼一声 这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既然知道自己两人是三阶御兽师 还敢如此狂妄 谁给他的勇气 我嗯 漆黑的召唤阵 在徐清面前亮起 他要自御兽空间 召唤灵兽了 小小一阶御兽师 还不束手就擒 居然妄想反抗 给我活捉了他 一人开口道 搜搜搜 四道身影 自四个方位冲向徐清 啊 一道黑光 自召唤阵的激势而出 于漫天火海中 显化出地狱黑雷胶 那庞大的身影 杀了四只灵兽 徐清冷声说道 啊 地狱黑雷胶 猛然摆动身影 身上黑色的黑光闪耀 发出霹雳啪啦的声音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五星技能 雷光闪 虽然他体型庞大 但在这个技能之下的速度 却奇快无比 只是瞬间便出现在了 那条火金蟒的上方 雷鸣爪 刺啦啦 尖锐的雷鸣声响起 漆黑的雷霆 包裹在地狱黑雷胶的 一只龙爪之上 轰然拍向火金蟒的脑袋上 砰的一声 火金蟒那脸盆大小的舌头 直接如同西瓜一样炸开 脑浆蹦射的到处都是 轰隆一声 他那长达近十米的庞大身躯 轰然砸落在燃烧着火焰的地面之上 顿时没了气息 这一幕 让对面两人大吃一惊 哪里来的五阶蛟龙 他们并没有在周围看到 其他玉兽师的身影了 我说了 你们太小看我了 徐青冷声道 脚下猛然发力 身躯顿时化作离弦之剑 直逼对方两人 速战速决 虽然两人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何事 但却不信这是徐青的灵兽 毕竟他昨天刚刚觉醒 怎么可能有五阶灵兽 两人瞬间朝着徐青飞驰而去 他们接到的命令买是优先活捉 活捉不成才是斩杀 当双方碰撞在一起的刹那 扑呲一声 血液飞溅的声音响起 最前方的人脚步猛然顿住 不可思议地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 那里居然被一只手臂贯穿 老王 后面一人惊呼一声 瞪大了眼睛 他看到徐青的右臂贯穿了老王的胸口 而对方的手中抓着一颗正在滴血 并跳动的心脏 徐青收回手臂 看着滴血的心脏说道 我曾经模拟过很多次第一次杀人的场景 却没想到会是这般 一把将鲜红的心脏捏碎 鲜血顿时炸开 徐青伸出左手 将面前还看着自己胸膛的身影 推倒在地 好 那只四尸四虎的赤燕兽扬天咆哮 顿怒陷入了暴怒状态 胡乱攻击起来 玉兽师死亡 虽然不至于也让灵兽死亡 但却会让灵兽陷入一段时间的暴怒状态 在这种状态之下 灵兽将不分敌我的胡乱攻击 你 你到底是谁 你绝对不是徐青 另一人脚步后退 惊恐说道 老王可是二阶三阶御兽师 身体强度 虽然不比三阶灵兽的强度 但却比二阶灵兽强大太多 只有一阶的徐青 怎么可能徒手破开他的身体防御 再加上那只出现的蛟龙灵兽 他立刻明白了 这是有人假扮徐青 故意引他们上钩 简直卑鄙 说完脚下生风 身体骤然暴退 没入火海之中 不见了踪迹 你跑得了 徐青冷笑一声 连眼罩都未取下 便施展了混沌重通的本命神通 破旺无盾 天地间的一切 瞬间化为了七彩斑斓的色彩 看到你了 银色的雷鸣枪 出现在徐青手中 猛然致出 呼啸的破空声 夹杂着雷鸣声 划过了火海 轰的一声乍响 在火海的另一边响起 徐青扭头 看了一眼身后 地狱黑雷胶 已经斩杀了另外三只灵兽 都是被一击暴头而亡 这自然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五阶灵兽杀四只 三接灵兽除了秒杀还能有什么 干得不错 徐青还是对他竖起了大拇指 毕竟这是他的手战 不好玩 没有丝毫压力 地狱黑雷胶养着头颅说道 但他那裂开的大嘴巴 却表明徐青的一句夸奖 很让他受用 上次手战没战成 这次终于过了一把瘾 将他们的兽盒挖下来 徐青说道 灵兽和凶兽的兽盒一样 都可以做一些 灵兽资质进化的材料 换句话说 这是钱 主人 我饿了 能吃掉他们吗 地狱黑雷胶舔了舔嘴唇说道 可以 徐青点头 回去就给几只灵兽 安排上伙食 几个跳跃来到雷鸣枪坠落的地方 直面上被炸出了一个大坑 至于另一人 直接被爆了脑袋 拔起长枪 又在尸体上一阵摸索 嫌弃一声 穷逼 连一分钱都没有 徐青踹了一脚尸体 地狱黑雷胶 吃得很快 大口张开 直接将几具灵兽尸体 吞入了腹中 火海外面 烟老头怒不可遏地 杀向了火海之中 而在他的后方 几十只庞大的灵兽 和御兽尸的尸体 倒在了地上 鲜血染红了地面 一群该死的东西 如果少爷出现任何插持 老夫必要让宁城市的邪教组织 粉身碎骨 刚刚他就接了一个电话的功夫 居然就发生了这种事 而且 对方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进行袭杀 华夏战区的邪教组织 已经如此猖狂了吗 这恐怕已经出动了宁城市 所有邪教组织了吧 烟老头站在银月苍狼背上一跃 便冲入了火海之中 老爷子 徐青大声喊道 小徐子 烟老头惊喜喊道 有声音就好 至少证明还活着 寻着声音找去 顿时看到 徐青正蹲在一处 恰恰没有火焰的地方 浑身不着骗驴 小徐子 你没事吧 烟老头自银月苍狼背上 一跃而下 冲到五折前边和后边的徐青面前 本来徐青准备出去的 结果透过火焰 看到老爷子已经冲了进来 关键是 自己特么的 没有衣服啊 总不能跑出去裸奔吧 所以干脆就找了 在安全的地方等着了 没有人对你动手 烟老头看着毫发无伤的徐青 奇怪问道 有啊 两个二截三阶御寿师 他们人呢 貌似被一个路过的御寿师 给人杀了 路过的御寿师 烟老头一愣 但也不再多想 带着徐青 跳上了银月苍狼的背上 又从手中上的一枚银色戒指中 拿出一套衣服出来 让徐青穿上 这就是传说中的空间戒指 第十六章 邪教组织天堂殿 徐青一直都知道 老爷子手指上的戒指 但以为是什么装饰品 没想到居然是空间戒指 这种宝物 在宁城市这种小地方可见不到 烟老头笑道 没错 这确实就是空间戒指 想要吗 你给我 自己挣钱买去 烟老头巴唧巴唧地 抽起了汗烟锅 徐青撇了撇嘴 真想给他抢了 但凡跟钱有关 那就是命 来到火海外面 大街上到处都是燃烧着火焰的车辆 还不时发出一声声剧烈的爆炸 油罐车中的汽油爆炸后 设计的范围太广了 再加上 这里车辆不少 引发的可不是什么小事故 徐青看着已经化身火海的大街 皱眉问道 老爷子 袭杀我的是什么人 邪教中的天堂殿 天堂殿 没错 来到之前被烟老头所杀的那群灵兽旁边 烟老头指着一只灵兽说道 你看这种灵兽身上 是不是遍布着一道道血色纹路 徐青看去确实如此 一道道血色纹路 如同鱼网一般 遍布在这些灵兽身上 甚是诡异 这便是天堂殿的标志 天堂殿之所以称为邪教 是因为它们有一种特殊秘法 可以吸收玉兽师灵兽血脉之力 从而起到提升灵兽资质的作用 徐青惊讶到 吸收血脉之力提升灵兽资质 还有这种方法 那提升资质 岂不是很简单 相比于进化师 那成功率极低的进化 这种方法简直简单又粗暴 燕老头点头道 没错 所以有很多人走上了这条邪路 站在了我们徐寿师的对立面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首先不说 一旦加入天堂殿 就成了我们徐寿师的公敌 面临时刻被追杀的凶险 而且主要是那种秘法来源不正 一旦学习以后将会受制于人 至于其中原因 等你以后接触的东西多了 自然就会了解到 而与天堂殿一样的邪教组织 还有人间教和地狱门 他们一个吞噬吸收灵兽本源 一个吸收灵兽灵魂 你以后若是遇到了定要当心 因为你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大 燕老头叹息一声 他响起了之前接的那个电话 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就不能晚几年吗 好歹也等少爷 有了自保之力后再走啊 学青点头道 我知道了 可惜这些家伙来的时候 也不带钱 不然 自己还巴不得他们 能来多洗杀自己几次呢 而这时 巡查局人员来了 巡查局负责城内治安问题 与镇首使 一内一外守护城市 此事与徐青两人有莫大关系 自然要被带到巡查局问话 因为除了那些天堂殿成员之外 还有不少无辜的人 在这场火海中丧生 虽然只是普通火焰 可就算是二阶二阶预售师 都未必能抵挡得住 而在这个全民预售时代之下 城内的绝大部分预售师 都只是最低级的一阶而已 所以 导致这次死亡了不少人 你就是徐青 那个觉醒了双九星零售的学生 巡查局内 调查人员在得知徐青身份之后 顿时惊呼一声 一瞬间 整个巡查局都热闹了起来 几乎所有人都 蜂拥到徐青所在的房间 想看看 这位盖世无双的天才 关于徐青这两个字 从昨日时至今日 已经彻底被民城市人员所熟知 甚至就算三岁小孩都已经知晓 只是他们没想到 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对方 但同时也明白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邪教成员汇聚一处 这是想要扼杀掉这颗苗子 知道了这个原因 他们自然没有为难徐青 这种有潜力的学生 没有谁敢得罪 至于烟老头 杀了那么多邪教成员 他们巡查局不给发放奖励 那就不错了 又怎么可能责罚 你可要小心一些 我们宁城市终于出了一只 不对 是两只九星零兽 可千万不能出事 听到来者是徐青 巡查局局长沐县白 亲自出面叮嘱 显得很是关切 这是个四十多岁的 国字脸中年男子 留着一头短发 整个人显得极其干脸 徐青同学 实不相瞒 我是一中毕业的学生 算起来 我们也算是校友了 你看能不能和我来一张合影 一个胡子拉叉的老头 满脸期待看着徐青 老刘 你商标符号都毕业几十年了 在这凑什么热闹 毕业几十年怎么了 毕业几十年 难道就能忘记自己 和徐青同学是校友了 那个被称为老刘的人反驳道 你商标符号真不要脸 徐青也是无奈 不就是觉醒了双九星零兽 至于这么夸张吗 吵什么吵 不知道徐青同学很忙吗 赶紧来一张合影滚蛋 沐县白指着那些人怒骂一声 没办法 徐青也只能和他们来了一张合影 反正自己又不亏什么 而且和巡查局的人打好关系 并没有什么坏处 而这张照片注定会成为 他们人生中最珍贵的一张照片 随后 沐县白又和徐青来了一张合影 美其名曰留个纪念 让所有人一阵鄙夷夷 局长老奸俱华 走吧徐青同学 我送你回学校 拍完照后 沐县白心满意足笑着说道 这合适吗 不会耽误你工作吧 徐青问道 没什么不合适的 保护市民人身安全 也是我的自责所在 沐县白一正言辞说道 那就多谢了 而就在他们返回学校时 关于那场车祸的消息 已经在网上流传开 净化施工会 负责检测药材清合度的 苏云涛皱眉心中怒骂道 一群没用的废物 这么多人 居然还能让徐青活下来 亏得他还给他们提前报信 这都没有成功 而在一中学校 还好 还好徐青没事 校长庞如海 额头都渗出了冷汗 自己学校的宝贝天才 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他都快被吓死了 这些该死的邪教 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直接动手 要不是他实力不够 现在就去端了对方老窝 七班之中 班主任杨桃 也正拿着手机看着新闻 脸色凝重无比 这些邪教猖狂程度 让人咋舌 双九星灵兽 这是真正的天才 他的成长之路 注定充满了坎坷 教室中 所有学生都在一轮纷纷 这才觉醒的第二天 就遭遇了如此恐怖的袭击 徐青以后的日子 可想而知 第十七章 老爷子再次震惊 这么一想 许多学生突然觉得 自己觉醒低级自治 似乎也还不错 至少不会面临 被邪教盯上的风险 沈青瑶呆呆地 看着手机中的视频 视频中 是一只银月苍狼 大沙特沙的画面 那些邪教灵兽 在他面前 简直脆弱如指 一爪子就能轻易拍死几只 银月苍狼跃入火海中 但过片刻间 徐青便站在了 那只巨大的苍狼背上 而让沈青瑶惊讶的是 和徐青站在一起的那个老头 他曾经也见过几次 那是经常跟在徐青身后的人 他曾听徐青说过 那个老头 是他父母带来照顾自己的 老师 您能看出 这只银月苍狼 是什么等级吗 沈青瑶玉手紧握 问向讲台上的杨桃 银月苍狼 这种灵兽我见过 根据这种灵兽的体型来说 斯 杨桃突然倒吸一口冷气 之前他还没有注意到 此刻仔细看来 顿时瞪大了眼睛 老师 怎么了 沈青瑶心中 有种不妙的感觉 杨桃沉声回答道 根据这种灵兽的体型判断 这恐怕是一只七阶灵兽啊 虽然同等级之下 灵兽体型大小各不相同 但就银月苍狼而言 他见过最大的一只位五阶 可这一只 比他曾经所见过的五阶 可要庞大不少 绝不止六阶那么简单 而最关键的是 那老头杨桃也见过几面 那不是徐青的监护人吗 沈青瑶心中咯噔一跳 不敢问道 老师 您说的是真的吗 七阶 这是足以在地球上 称霸一方的存在 如果是真的 那徐青到底有着怎样的背景 要知道自己那个京都县南 有家族中最强者 似乎也只是七阶 而徐青身旁的一个老头 居然是七阶御寿师 开什么玩笑 沈青瑶不甘地咬着嘴唇 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不是绑上大腿了吗 为什么现在的一切 都否定了自己当初的选择 他比昨天更加后悔了 杨桃看了沈青瑶一眼 关于对方与徐青之间的事 他多少也知道一些 但现在看来 对方的选择真的不太正确 而且 杨桃对京都那些家族公子们 有一定了解 他们的婚姻根本不受 他们自己控制 也就是说 他们绝对不会娶一个 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 许多女生看着沈青瑶 那股失魂落魄的表情 心中冷笑不已 这个被称为 宁城市第一高中女神 也有今天这个模样 巡查局专用车上 老爷子看着徐青那平静的神情 似乎今日的袭击 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 害怕呢 恐惧呢 这小子到底什么心理素质 老爷子怎么这么看着我 徐青扭头奇怪 看着烟老头 小徐子啊 你今天检测药材清合度 结果怎么样了 就算没觉醒 那也理所当然 毕竟药材清合度 可是极其罕见的 烟老头随意说道 觉醒了双九星灵兽 应该不会再出现 药材清合度了吧 不然还不让人极度死 沐县白也说道 徐青的双九星灵兽 应该已经耗尽了运气 不至于还会有 药材清合度吧 可我觉得还不错啊 徐青却点了点头 烟老头和局长沐县白 顿时惊讶 这意思是他检测出了 药材清合度 多少 有没有百分之一 烟老头急忙问道 不多不多 也就百分之二十二 哦 百分之多少 烟老头突然惊声问道 他刚才是不是听错了 前方正在开车的沐县白 一个不稳 差点让车子 撞向路边的马路牙子 嗨嗨 徐青啊 你刚刚说你检测出了 多少药材清合度 沐县白停稳车子 颤声问道 徐青不急不缓地 掏出进化施工会证书 烟老头一把抢了过去 当看到上面显示的 药材清合度之后 两个眼球 差点掉到了地上 二十二 百分之二十二 烟老头颤颤巍巍说道 纵然他见多识广 却从来没有听说 谁能达到如此高的 药材清合度 这简直就是恐怖啊 听到数值的沐县白 直接呆住了 过了许久 才缓缓回过神 我终于有些明白 为何徐青自进化施工会 出来后就预袭了 恐怕进化施工会中 有邪教艰险 双九星本命零售 百分之二十二的 药材清合度 足以让邪教 付出一切代价 全力绞杀 烟老头皱眉不已 少爷简直就是绝世妖孽 可如此妖孽 更让他心中难以放心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呢 没多久 沐县白开车 将徐青送到了 一中校门口处 这在往日来说 并不算太远的距离 今天居然让他开得心惊胆战 生怕出点什么事 让徐青有个闪失 那他真的就万死 难辞其咎 校门口处 有许多人都在等待着 那是御寿施工会的人 他们早就等在了这里 为徐青两只灵兽做检测 人群中 杨桃和校长等人都在 昨天没能看到自己的学生 觉醒出双九星灵兽的场景 颇为遗憾 今天就让我看看 到底是什么灵兽 杨桃期待说到 他身着一身黑色职叶装 将苗条而有致的身材 勾勒得淋漓尽致 一头漆黑的长发 简单地扎着马尾 显得干净而简洁 是啊 你没看到昨天四大学院 招生专员的那副嘴脸 嘖嘖嘖 庞如海激动地 摸着自己的大肚男 内心很想瞟向身旁 杨桃那窈窕身姿 可惜不敢 这个女人很有背景 虽然只是第一年出来实习 但根本不是她能惹得起的 咦 徐青的眼睛受伤了 这群该死的邪叫 居然敢弄伤徐青 庞如海看着戴着眼罩的 徐青气的拳头紧握 这才觉醒灵兽的第二天啊 徐青居然就受伤了 宝贝疙瘩 怎么能受伤呢 御寿师会长秦明 在见到徐青的那一刻 早就激动地大步冲了上去 徐青同学是吗 百文不如一见 果然气宇轩昂 风神俊朗 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 玉树临风 一表不凡啊 一连串夸赞的词语 徐青是来检测我两只零兽资质的吧 徐青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问道 是的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和学校啊 而是此事事关重大 毕竟这是九星资质啊 秦明歉意说道 他也不敢得罪这样的天才啊 徐青点头道 那就开始测试吧 对了会长 我这个会有奖励的吧 那必须得有 但具体是多少 还得看上面 徐青点头 直接召唤出两只零兽 咦 那根藤腕是不是变长了很多 庞如海惊疑一声 他记得 昨天好像没有这么大 肯定是你记错了 一天的时间 又能有什么变化 而且疼万嘛 说不定 昨天只是缠绕在一起 你没看清而已 第十八章 为徐青开秘境 一旁正目不转睛 看着两只零兽的羊头 不在意说道 这两只零兽都非同一般啊 庞如海点了点头 想想也是 一天的时间 不可能有什么变化 绝对是自己看花眼了 没多久 现场响起 玉兽师工会 秦明等人的惊呼 真的 竟然真的是双九星零兽 我们宁城市 居然真的诞生了 九星资质零兽 秦明激动不已 这绝对是值得纪念的一刻 这是他们宁城市的荣耀 很好 徐青同学 我会向上面如实汇报的 秦明严肃说道 那个徐青同学 你需不需要我们工会 派人保护你 因为之前从新闻上看到 站在徐青身旁的那个老头 要比他们工会 玉兽师们强大很多 所以他才这么问 安全问题 秦会长不用操心 徐青说道 他巴不得没人跟着自己 那样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终于清静了 送走了玉兽师工会的人 徐青松了一口气 被这么多人像看宝贝一样 看着也很难受啊 不过临走时 他特意叮嘱会长秦明 不要忘记奖励的事情 这才是徐青最为关心的事情 你啊 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取代你而不得呢 杨桃白了徐青一眼 感觉他有装逼嫌疑 返回教室 在所有人注视的目光中 徐青回到了自己座位 徐青 新闻上说 你被邪教袭击了 没事吧 你眼睛怎么了 同桌苏星河问道 这是个面容白皙而俊朗的男生 留着个帅气的分头 单就容颜来说 并不逊色徐青几分 不过作为同桌 他与徐青的关系 还算不错 没事 区区一群藏头入尾的邪教而已 不值一提 徐青无所谓说道 呃 你现在都这么膨胀了吗 邪教可是许多玉兽师 闻风丧胆的存在 居然被徐青说得不值一提 我暗中有人 一群鼠辈 根本伤不了我 原来是这样 苏星河恍然 以徐青如今的重要程度 御寿师工会 肯定会派人保护他的吧 你昨天觉醒了什么自治灵兽 徐青问道 昨天觉醒之时 他并没有关注太多 觉醒之后 又直接回家了 其他人觉醒什么 他还真不清楚 唉 别提了 苏星河一脸颓败道 我只是个最垃圾的一星 自治灵兽浑水恶而已 尽管大部分人都是一星 他还是不甘心 没事 徐青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等我成为真正的进化师之后 亲自帮你进化 嗯 嗯 什么意思 你检测出药材清和度了 苏星河惊讶看着徐青 他们都知道 徐青早上去进化师工会了 徐青说道 还好 有资格成为进化师 苏星河满脸的不可思议 看着自己这个同桌 随后便是羡慕与嫉妒 这到底是个什么家伙 运气怎么这么好 又是双九星 又是进化师 这还让他们其他人怎么活 不远处的周凯 也羡慕极度地看着徐青 原以为自己的六星灵兽 已经可以拿下宁城市这一届魁首 没想到 却出了个徐青这个变态 直接让人没法挖啊 沈青瑶也时不时看向徐青 现在 他真的开始后悔 自己当初所做的决定 尤其是在得知徐青身旁跟着的那个老头 居然是七阶玉兽失之时 他后悔的 都想去向徐青道歉 看看能否挽回这段感情 毕竟他傍上线男友 也是为了将来能更好获得资源 下午放学时 杨桃站在讲台上说道 刚刚得到徐寿施工会的消息 为了庆祝徐青觉醒双九星灵兽 徐寿施工会将会于一个月后开启秘境 每个学校都会挑选出十名优秀学生 进入此次秘境 一切收获尽归学生所有 所有学生眼睛一亮 徐寿施工会居然要开启秘境 所谓秘境 是指那些从徐寿时代开启以来 便诞生的一空间 里面不仅有各种进化材料和培育材料 甚至可能会有灵兽技能书 御寿施战技 灵器等珍贵物品存在 根据一些研究人员推测 这些一空间 极有可能是一些 飘荡到地球附近的文明遗迹 所以平时几乎不对外开放 而宁城市的秘境虽然不大 但里面也出土过不少好东西 如果能有好运 说不定还能碰到什么值钱的宝物 老师 这十个名额怎么挑选 周凯激动问道 最公平的方法 自然是通过比赛了 所以 想要进入秘境的 可以提前报名 到时候会举行比赛 排名前十便能获得进入资格 比赛吗 所有人沉思起来 这么说来 他们也不是不能一正 因为所有人都才刚刚觉醒 灵兽培育方面 不可能拉出太大差距 而在同等级之下 影响战力的 便只有灵兽技能和御寿施战技了 技能等级越高 所能爆发出的威力 也就越强 至于灵兽资质 与战力本身没有太多关系 但资质越高的灵兽 学习技能时的速度 也就越快 卧槽 徐青双灵兽 占据天然优势 毫无疑问 这十个名额中 有他的一个 有学生羡慕说道 杨桃看了那个学生一眼道 你想多了 这次秘境说白了 就是看在徐青的面子 才开启的 所以他的名额是铁定的 根本不用和你们比试什么 啊 许多学生 感觉遭受了一万点暴击伤害 这还真的是区别对待啊 徐青摸了摸鼻子 也暗自点头 自己不用比试就好 否则一个五阶预售师 对一群一阶预售师出手 那画面想想 这还真的是太欺负人了 下课铃声刚刚响起 杨桃正准备离开教室 而沈青瑶也鼓足了勇气 向徐青道歉 突然有学生拿着手机精声喊道 卧槽 真的假的 徐青检测出了22%的药材清合度 声音很大 在教室中回荡 你说什么 所有人惊讶道 刚刚进化施工会发出报道 徐青检测出了22%的药材清合度 那个学生拿着手机说道 22 你商标符号在开什么玩笑 我开玩笑 不信你自己可以看啊 一瞬间 所有学生齐刷刷拿出手机看了起来 正准备离开的杨桃 身体猛然一顿 也急忙掏出了手机 片刻后 沈青瑶一双拿着手机的手 都在颤抖 真的是22% 一连片的卧槽 从所有人口中发出 徐青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苏星河瞪大了眼睛 徐青摊了摊手道 就是那么 一检测就出来了 其实我也不想的 毕竟我也很想低调 可实力不允许啊 第十九章 老爷子离开 抓 你继续抓 苏星河忧愿地看着徐青 这家伙刚刚还说什么 有资格成为进化师 他以为 顶多也就1%多一点 可这何止是多一点啊 分明就是多一点 不行 徐青 我这只零售的资质提升 可就交给你了啊 苏星河一把捏住徐青肩膀 这根大腿 自己可得抱结实了 没问题 交给我了 徐青自信说道 等到奖励下来了 他就可以在系统商场中买一份 一星资质进化师经验包 吸收了这个东西 就相当于吸收了一个一星资质进化师的经验 当然 系统的一星进化师经验 可不是进化师工会那些一星进化师能够比拟的 系统出品必是精品 所以自始至终 徐青都没有想过 要拜谁为事 至于进化师工会公布自己消息 对于徐青而言这是好事 首先从他预袭来说 他的药材 清合度信息 从他检测结果出现的那一刻 就已经暴露到邪教之中 而当时进化师工会之中 又有那么多人 他的消息 早晚会公之于众 那还不如由进化师工会直接公告呢 一旦如此 将来自己成为真正进化师的那一天 绝对会有许多人来找自己提升零售资质 有生意上门 钱不就来了吗 此时此刻 全班所有人都像是看怪物一样 看着徐青 眼中闪烁着羡慕与极度的光芒 大家都是18岁 为何你如此优秀 徐青 你这 杨桃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纵然他来自于京都之地 都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天才妖孽啊 低调 低调 徐青平静说道 你知道我们怎么低调 杨桃呼吸粗重 双目一彩连连看着徐青 心里打定主意 一定要将这个人拉拢到自己家族所在的公司之中 哪怕只是挂个牌子也好啊 此刻他很庆幸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 原本也只是接受家族任务而已 莫承想就让他遇到了这么一个绝世天才 此刻虽然已经放学 但却没有一人离开 所有人都陷入深深震撼之中 不可自拔 徐青 我 沈青瑶低着头来到徐青身后 行了 徐青直接打断他道 你想说什么我明白 可正如你所说 我们的确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如你置不在 宁城市一样 我也置不在地球 我还是那句话 祝你幸福 至于其他的 就不用多说了 说完徐青 直接离开了 毒流沈青瑶站在那里 咬着嘴唇 显得楚楚可怜 这小子对待感情这么果断 杨桃看着徐青离去的背影 等等 他置不在地球 嘶 难道他还知道星空 杨桃惊讶 他开始明白 为何徐青 没将四大学院放到眼中了 他的目标 居然是星空学院 看来 他真的背景非凡啊 居然连星空学院都知道 对于地球99%的人而言 根本不知道 四大学院之上 还有星空学院 更不知道 地球预售师 已经走向了星空 刚出学校 徐青便遇到 等在那里的老爷子 走吧 我们去酒店 吃一顿去 烟老头看着徐青 开口说道 咦 不是昨天刚刚吃过吗 徐青奇怪问道 他们平常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徐青自己在家做饭 老爷子也很喜欢他的手艺 怎么今天又要下馆子 就当是庆祝你检测出了 药材清合度吧 烟老头巴基吸了一口 汗烟锅说道 行 那就去我们昨晚去的那家吧 夹起一块肉放入口中 徐青享受着凶兽肉带来的口感 别说 这种肉就是比普通肉类好吃一些 听说炒这种肉用的火焰都是零售释放的火焰 普通火焰很难将凶兽肉炒熟 吃到一半 烟老头看着徐青沉声道 我要离开了 离开 去哪儿 徐青停下动作看着老爷子 星空 是我父亲让你回去的 不是 但也差不多 烟老头吐出一口呛人的浓烟 说道 近些年来星空的情况不太乐观 星球争夺战越发激烈了 前线战力紧缺 所以上级让我回去 其实烟老头并不想在这个结果眼上回去 他一走徐青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 星球争夺战 徐青奇怪地看着老爷子 问道 难道是争夺星球的 你小子果然聪明 烟老头一笑道 没错 就是争夺星球的 那你知道 为什么要争夺星球吗 为了资源呗 不然还能为了什么 世间之事 莫过于名利二字而已 不错 我们地球的预售时代 开启不过近千年而已 资源也并不丰富 许多灵兽进化 或是培育所需要的资源也不齐全 这就导致一些 灵兽无法进化到更高资质 或是灵兽培育速度很慢 但星空之中 有一些星球历经岁月悠久 生长有许多地球无法见到的资源 所以要争夺星球 争夺那些资源 称霸一方 徐青想 想就激动 这可比在地球上有意思多了 突然他问道 老爷子 星空之中赚钱容易吗 赚钱 焉老头奇怪地看着徐青 这小子不关心别的 怎么就关系赚钱 比如问一问你 那在星空中的父母啊 如果非要说赚钱的话 如果实力足够 那是真的很赚钱 曾经有一位战地强者 攻打下了一颗不算大的星球 最后似乎就奖励了上百亿吧 不过 高阶玉寿师也很花钱 上百亿可能还真的算不了什么 徐青眼睛亮了 果然 自己选择去星空学院 是一个无比正确的选择 上百亿啊 足够自己买很多东西了 而在地球上 想要赚取上百亿只怕 需要很长时间 怎么 你很缺钱吗 焉老头奇怪问道 很缺钱 缺多少 至少几个月 焉老头白了徐青一眼 这小子就乱说 他一个亿接遇寿师 能花多少钱 这时徐青问道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明早 这么急的吗 如果不急他们 也不至于喊我回去了 焉老头摇了摇头 今天就是因为自己 接了这个电话 导致徐青出事 徐青沉默片刻说道 三年 什么三年 顶多三年时间 我也会踏入星空之中 到时候我去找你 看着徐青那 认真而又严肃的模样 焉老头突然大笑起来 小徐子别吹你哦 就算你进入星空学院 也不可能让你到我们所在的地方 顶多也就是让你在一些 不太危险的地方 历练历练而已 第二十章 灵兽石榴 那我们打个赌如何 徐青笑着说道 怎么个打法 焉老头也来了兴趣 如果三年之内 我能真正前往星空 到时候 你给我十个亿的联盟币 那如果你到不了呢 到不了 到时候随你处置 真的随我处置 真的随你处置 徐青点头 好好 这可是你说的啊 焉老头突然拿起手机 摇了摇对笑道 刚刚的赌约我用手机 给记下了 希望你到时候 不要食言啊 男子汉绝不食言 好 焉老头收起手机 深吸一口烟锅又问道 有什么需要我带给他们的话吗 他说的 自然是徐青父母 别的也没什么 告诉他们好好活着 我会去找他们 然后超越他们 还有 让他们多给我打点钱过来 不要每次都那么小家子气 几百几千万的 最好一次性给我几十上百亿的那种 可嗨嗨 焉老头被呛得不轻 疑惑道 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这还用问 当然是用来培育零售啊 你小子的零售 是吃钱的呀 对啊 越有钱 我的零售成长也就越快 嗯 我就很奇怪 你小子一点就不担心自己被刺杀 怎么反而张口闭口 都是钱呢 徐青说道 反正都有人保护 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徐某人 岂会被一群邪叫下住 真让我生气了 直接端了他们的老巢 焉老头呆呆地看着徐青 他不明白 这小子 难道一点恐惧情绪都没有 这要是别人经历早上那么一处 怕是都被吓得尿裤子了 怎么他倒好 一点恐惧的情绪都没有 不过徐青的一句话 倒是让焉老头安心了 那就是他有人保护 即便身旁没有自己 也有徐寿施工会那些人暗中保护 这样的天才 绝对会安排不属于自己的强者 才能说得过去 可他不知道的是 徐青已经拒绝了徐寿施工会会长 否则就是抗令 他也不可能离开 要了两瓶小白 两人慢悠悠喝了起来 次日 当徐青被闹钟吵醒时 屋内已经没有了焉老头的踪迹 他已经离开了 其实在老爷子离开时 徐青已经醒了 但他没有出去送别 只是睁开了重铜目送老爷子离去 又有什么好送别的呢 无非就是多一些伤感而已 而且 烟老头并没有惊动徐青 明显也不想让徐青去送他 可要好好地活着 徐青喃喃一声 打开手机 上面有一条短信 那是银行卡来的短信 他的卡中 多出了三个亿的联盟币 老爷子也真是的 我可真是爱死你了 徐青一笑 昨晚刚说了自己缺钱 老爷子走的时候 就给了自己一笔钱 系统 你商标符号在不在 你个穷逼宿主 大清早地打扰本系统休息 是不是疲养了 我要冲钱 徐青轻哼一声 哦 冲钱 系统瞬间就支冷起来了 我尊敬的宿主您好 请问 您要充值多少钱呢 刚刚你说 谁疲养了 有吗 我有说吗 如果有的话 那我就是在说自己 绝对不可能 说我尊敬的宿主大人 哼 徐青冷哼一声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系统就是个财迷 充钱时 你是大爷 没钱时 你啥也不是 给我充三个夜 尊敬的宿主请稍候 系统正在充值中 充值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三千克经典 请宿主尽快使用 主人 我好饿啊 就在徐青准备买买买食 心疼生死连传来声音 零售空间中 心疼生死连叶子 有些发粘的盘在那里 与他一样情形的 还有剑影玲珑 趴在地上 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地狱黑雷胶 也好不到那里去 昨天那几只三阶灵兽 根本不够他填饱肚子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昨天太忙都给忘了 徐青充满歉意说道 昨晚喝完酒回来太晚 直接给睡着了 他赶紧将三只灵兽召唤了出来 老爷子离开了 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弄了 系统 我需要这三只灵兽的食料 宿主是要只填饱肚子的那种 还是拥有成长效果的那种 徐青想了想到 心疼生死连 要拥有成长效果的口粮 另外两只只要填饱肚子的口粮 因为他要用一只灵兽 你抑或外人视线 而这只就是心疼生死连 所谓成长效果口粮 就是由灵兽培育师 根据灵兽身体成长情况定制的食料 当然 系统的这个 肯定比所有培育师培育得更加好 而只填饱肚子的口粮 不会对灵兽有任何成长作用 只能满足口腹之欲 一瞬间 系统商城中 就显示出了三种食料 根据显示 一份食料可以吃一个月左右 心疼生死连的食料 因为对灵兽有成长效果 价格自然也高一些 一份二阶拥有成长效果的食料 售价200克经典 也就是2000W联盟币 卧槽 系统 你是不是坑我 一份二阶灵兽食料 就售价200克经典 你开什么玩笑 这要是等级高了 那还得了 一份食料只能吃一个月而已啊 居然这么贵 本系统同所无期 不存在坑人 主要是心疼生死连 拥有三种属性 而且生死两种属性 都相当罕见 所以 它的食料价格 自然就更高一些 而且本系统出品 必然是精品 灵兽成长的速度 自然超乎你想象 徐清皱眉 他知道 系统说的确实没错 灵兽属性越是稀有 培育自然也就越是复杂 方案中所蕴含的材料 也就越多越珍贵 想了又想 反正心疼生死连读 已经二阶成长度100%了 干脆暂时就不要让它提升了 不然怎么迷惑外界 那就全部买成 用来填饱肚子食料就好了 这种食料很便宜 一份一阶食料 只需要10克经典 二阶需要20克经典 五阶则只需要50克经典 三份材料加起来80克经典 也就相当于800万联盟币 预售是真的很费钱啊 徐清叹息一声 必须的想办法搞钱才行 否则就自己这点家底 真的支撑不了他们多久 随后三份食料 出现在系统空间中 徐清拿出一部分 依次喂给三只灵兽 煞时间 三只灵兽狼吞虎咽起来 毕竟都饿了好几天了 看着他们这副吃相 徐清 都怪不好意思的 剑影玲珑 和地狱黑雷胶 都直接用嘴巴吃 而心疼生死帘 则直接扎根在食料之上 以自己的根筋 吸收其中能量 好吃 主人真好吃 心疼生死帘发出声音 另外两只灵兽 都发出哼哧哼哧的声音 闷头化身干饭狂人 第二十一章 无敌就是这么简单 等到灵兽全部吃饱之后 他们的精神状态 果然好了很多 心疼生死帘上的叶子 再次绽放出了光彩 剑影玲珑 和地狱黑雷胶的精神 也再次恢复了过来 徐清对系统说道 系统将之前购买的 灵兽经验包 全部给剑影玲珑使用 之前在购买完雷光闪 和雷鸣爪之后 就只剩下320的克金点 在打折的情况下 只能买下一道四接 灵兽经验包 一瞬间 四团金色能量体 自系统空间中出现 没入了剑影玲珑体内 灿灿金光 自剑影玲珑体内散发 它的体型 开始逐步变得庞大 直到最后 达到了四丈的程度 啊 龙银声自他的口中发出 其中还夹杂着 清脆的剑鸣声 同时有一股 很微弱的反馈之力 传递到徐青身上 可惜对他的实力 提升并不大 太大了 你们的体型太大了 还是赶紧去预售空间吧 房间内都快容不下 他们两个庞然大物了 主人 我又饿了 剑影玲珑传来声音 等级提升 体内的那点能量 直接不够用了 徐青算是明白了 为何昨天地狱黑雷胶 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吃那几只灵兽的尸体了 估计也是饿得不行 你主人我有钱 买 徐青大手一挥 一份四接灵兽石料买了下来 让剑影玲珑吃饱喝足 看着自己还剩余的 2900点克金点 徐青又开始在 系统商城中捣鼓起来 对于他而言 钱就是用来用的 留在那里 又不能下载 实力才是第一 毕竟他太诱人了 那些邪教组织 会想方设法 将自己弄死 所以徐青直接放开手脚 先将一只灵兽 培育到无敌再说 谁敢来招惹自己 直接秒杀 绝对的实力 才能让他心安 六接 七接 八接灵兽经验包 各来一份 果断给地狱黑雷胶安排上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至于技能输什么 以后慢慢来 毕竟在绝对的等级压制下 再强的技能 也破不开灵兽防御 啊 经验包落入地狱黑雷胶身上 让他的实力与体型 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没多久 一条体长26度的蛟龙 出现在了御兽空间中 灵兽 地狱黑雷胶 等级 八接 成长度100% 属性 雷 种族资质 技能 雷光闪 五星 雷明爪 五星 爽 徐青嘀吼一声 感觉体内充满了澎湃的能量 似乎能一拳轰碎一座大山 老爷子你看到了吗 我的实力已经超越你了啊 徐青握紧了拳头 如果可以的话 他现在就有资格进入星空 但还是等等吧 三天突破八接 估计就算去了星空 也会被人抓起来 切片研究 现在的实力 在地球上 应该可以横着走了 地狱黑雷胶 突破八接 也让徐青达到了八接 他是真的拥有八接灵兽 战力的那种 玉兽师 徐青 等级 八接十级 一节 体质 混沌重铜 质强序列 药材清合度 百分之二十二 兽体清合度 百分之零 灵兽 星鹏生死连 契合度百分之零 剑影玲珑 契合度百分之零 地狱黑雷胶 契合度百分之零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重同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 归时 战绩 猎空掌 九星 明空脸西数 五星 灵器 雷鸣枪 九星 课经典 八百 到厨房 去找到一把菜刀 砍骨头的那种 随后一刀 砍在了自己手臂之上 结果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强啊 太强了 这个周末 说什么都要去城外 溜达一趟 释放自己体内的 洪荒之力 徐青摩拳擦掌 主人 我也饿了 地狱黑雷胶 传来声音 徐青果断地 从系统空间中 买来一份八阶石料 至于之前剩余的那些石料 可以留到以后再用 反正不会浪费了 来到客厅之中 将庞大的地狱黑雷胶 召唤了出来 那些小房间 已经容纳不了 他那庞大的体型了 太帅了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进化为真龙 徐青看着面前 黑色的蛟龙 喃喃道 但地狱黑雷胶 已经是九星资质了 上面还有更高的资质吗 系统 九星之上 是否还有其他资质 徐青问向系统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 反正你又没钱 狗日的系统 变脸真特么快 刚刚冲钱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告诉我一声 我也好有些动力啊 系统商城中 有许多东西 打了马赛克 他也看不到 到底是什么 你要是现在充值几个亿 本系统就告诉你 徐青无语 这狗系统 就想着让自己充钱 商标符号自己 要是有钱 还用得着他说 你不会不知道吧 徐青故意问道 什么叫不知道 本系统 如此屌扎天会不知道 本系统告诉你 九星资质算什么 在本系统眼中 几乎就是最垃圾的那种 明白吗 赶紧去星空搞钱 等你有钱了 达到了本系统的要求之后 本系统就会自动更新 到时候那些东西 便会全部呈现 你就会明白 九星资质 到底是何等可笑了 徐青惊呆了 九星之上 居然还有其他资质 而且 听系统的意思是 还不止一两个 主人 为什么我们可以 提升得这么快呢 正在吃食料的地狱黑雷胶 疑惑问道 自己才诞生没几天 怎么就达到八阶了 他感觉很不可思议 其他两只灵兽 也得变得如同好奇宝宝一般 因为主人我牛逼 是天选之子 所以你们就能提升得这么快 记住了 以后要拼了命地搞钱 钱越多 主人我也有办法 让你们提升得够快 甚至 如果要是能有足够多的钱 主人我就能让你们 彻底无敌天上地下 明白吗 孩儿们 徐青给自己灵兽们 灌输这钱的重要性 免得他们以后大手大脚 主人 我感觉我已经快无敌了 地狱黑雷胶 昂扬着头颅说道 老黑呀 那只是你感觉 实际上 我们现在还很弱 只有搞钱 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强 将来有朝一日 打遍天上地下所有敌手 纵横星空无敌的那种 明白吗 徐青樽樽教导 明白了主人 以后我们都将以搞钱为目标 任何不以搞钱为目标的事情 都是耍流氓 心疼生死连说道 不错不错 小藤已经成功领悟搞钱的精髓了 徐青满意摸了摸心疼生死连 我也领悟到了 俺也一样 徐青很满意 自己的这几只灵兽 简直一点就通 看来以后搞钱 就不会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了 第二十二章 升级战绩 八阶灵兽的胃口很大 但八阶石料中蕴含的能量 也很强大 地狱黑雷胶 一次性差不多 也只是需要吃几十斤即可 主人 我也想变得和他们一样强大 心疼生死连对徐青说道 现在几只灵兽之中 救他实力最弱 不行啊小藤 你的存在 就是为了迷惑他人 徐青给心疼生死连解释了一番 我明白了主人 心疼生死连摆动着藤条 只要能帮助主人解决麻烦 那就都没有什么打紧的 放心吧 每隔一段时间 我就会给你提升等级的 随后 徐青将几只灵兽 都收入了预售空间之内 距离去学校时间还早 徐青洗了把脸之后 便又继续研究 可以购买的东西了 让我看看 剩下的七百二十个课经典 买点什么好呢 宿主要不要升级一下自己的战绩 什么战绩 宿主就两个战绩 自己心里没点B数吗 徐青一看顿时恍然 哦 五星的空明脸西数 掩盖不了我的气息了 一旦自己动手 自己八阶的实力将会暴露 如果让人知道 自己三天之内升到八阶 估计全地球的人想将自己切片研究 想想都觉得恐怖 咦 系统 战绩还可以升级的吗 要不然呢 宿主不要狗眼看人帝 这不是你的基操吗 那就给我看看 将空明脸西数 升级到八星 需要多少克经典 七百五十克经典 卧槽 这么贵 徐青瞪大了眼睛 七百五十克经典 就是七千五百万联盟币啊 宿主不要大惊小怪 如果不是因为这是辅助类战绩 价格将会更高 而且宿主可以去打听打听 七杠九星的高级战绩的价格 最低价都是过亿 现在宿主还觉得 价格很贵吗 徐青无语 真不愧是无限克经预售系统 客气今来 还真的没有任何底线 看了看自己 还剩下的克经典 徐青又含泪充了 三百大不六联盟币 刚好凑够七百五十克经典 还好我之前留了几百万当生活费 不然 现在还真没办法 那就先将空明脸西数 提升到八星吧 如果不是为了自身安全问题 徐青才不会花这个冤枉钱呢 不过没事 预售施工会和净化施工会的奖金 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到账 对了系统 资源那些东西 可以直接兑换成克经典吗 不可以 本系统只对钱感兴趣 一句话直接让徐青断了 直接以物资交易的念想 看来以后就算弄到资源 也要兑换成通用货币才行 而这时 五星战绩已经成功升级到了 八星空明脸西数 完全遮挡了徐青身上的气息 系统 既然战绩可以升级 那是否也意味着灵兽技能也可以升级 宿主不算太笨 想到这一点了 那商城里面的东西 我是不是可以售卖 宿主你很屌 居然敢将生意做到本系统这里 不过本系统可以告诉你 有的可以 有的不可以 比如灵器 灵兽弹 灵兽技能书 玉兽师战绩 资质进化液 石料等有型物品都可以售卖 可如果像灵兽经验包 药材和兽体清合度 各类体质等无形之物就无法售卖 徐青点了点头 自己似乎又多了一种赚钱方法 随后收拾好一切 又检查了一下自己左眼的银色眼罩 徐青才慢悠悠去了学校 一路上锁过之处 所有人就像看猴一样将徐青指指点点 这让他很不舒服 妈的 等老子有钱了 就买一本可以易容的战节 不然这被人看得很不自在 更让他气愤的是 居然有人告诫身旁之人 说自己是一颗定时炸弹 千万不要靠近自己 虽然说的没什么毛病 但自己这么优秀 能怪自己吗 既然大家都已经觉醒了灵兽 我们的课程自然要做出改变 教室内 杨桃站在讲台上说道 从今天开始 每天早上文化课 每天下午实践课 实践课的内容 主要就是战斗 全班所有人采取EVE的模式 与同班同学之间切磋 训练与灵兽之间的默契 等你们熟练了之后 学校会为安排凶兽战斗 这期间 你们也可以自己确定 一下自己要走科学之路 还是御兽之路 所谓科学之路 就是将来从事科技研究 后勤服务 虽然是全民御兽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战斗 冒险 有的人就喜欢养生 这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不会涉及到什么战斗 而如果走御兽之路 那便要危险很多 一个合格的御兽师 必然会涉及到各种战斗 走这条路的御兽师 往往追求更高的境界与战力 如此一来 他们要面对的事情 就会有很多 徐青 你是要走那条路 同桌苏星河好奇问道 徐青奇怪看了他一眼 道 你这不是多此疑问吗 苏星河嘿嘿一笑道 嘿嘿 我就知道 以你的天赋 肯定会选择资质进化师这条路 这可是个最为尊贵的职业啊 资质进化师 徐青奇怪地看着他 那你打算让我两只九星灵兽打酱油吗 这未免有些太暴天天物了吧 这 苏星河一愣 卧槽啊 你这好像随便那条路都能走啊 真商标符号羡慕你 这时 讲台上的杨桃说道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说说 昨天说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 在选择灵兽弹时 不要选择西游属性 除了最基础的五行属性之外 还有风雷冰光案 毒 幻 岩等属性 更有一些其他稀奇古怪 甚至我们闻所未闻的属性 就像我曾经见过的空间属性 古属性 一般来说 灵兽属性越稀有 就越是神鬼莫测 但同样的 灵兽属性越稀有 资质提升时也就越难 灵兽培育的进度也就越慢 灵兽技能书也就越难寻到 所以 为了大家以后的前途考虑 我并不建议你们 契约那些稀有属性灵兽 当然 若是你想一根筋的 非要契约那些奇怪属性灵兽 就当我没说 徐青暗自点头 对于这一点 他是深有体会啊 别的不说 光是灵兽培育 就能看出了 当时心疼生死连 一份二阶灵兽的培育石料 居然要2000W 也就是说 一只二阶灵兽 一个月的培育费用 就是2000万 想想就让人觉得恐怖 第23章 要徐青建造雕像 还有在灵兽的选择上 大家最好是能均衡契约 比如飞行类灵兽 陆地类灵兽 海洋类灵兽 攻击类灵兽 防御类灵兽 治疗类 元素类灵兽 尤其是防御类和元素类灵兽 大家务必要契约一支 将来若是将灵兽契合度提升上来 做到半兽化后的保命能力 是真的不错 杨桃为所有人讲解这常识 灵兽大致可以分为 兽系 植物系 精灵系 元素系 合理的契约灵兽 才能在战斗中 没有弱点 半兽化 徐青眼睛一亮 这也是一个需要提升的东西 如果达到100% 岂不是可以化身为 剑影玲珑和地狱黑雷胶 想想都有一点小激动呢 不过在看了看系统商城中 用来提升契合度的道具时 徐青还是打算暂且作罢 太贵了 玩不起 不过元素类灵兽 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元素化之后 可以躲避掉许多物理伤害 而且 按照一个大阶位 契约一支灵兽来说 它如今的等级 也可以再契约六支灵兽 如果有必要 它打算先契约 一支元素类灵兽 九星资质元素类灵兽弹 太贵了 徐青感觉一阵头大 如果购买一星资质灵兽弹 还得购买资质净化液 太麻烦 徐青还是打算 等等再看 等到自己的各种奖励下来之后 再考虑那些事 反正他现在的实力 也不急着契约元素类灵兽 终于吃过午饭 校长又找到了徐青 徐青同学 你的眼睛没什么大碍吧 我认识一个玉兽师 他的目属性灵兽 学习了治疗类技能 或许可以试试 帮你治好你的眼睛 旁如还以为徐青的眼睛 是昨天被邪教所伤 所以很是关心问道 谢谢校长了 不过不用担心 我找人看过来 现在就需要慢慢恢复就行 徐青说道 好 没事就好 那个徐青啊 我今天来有点事 要跟你商量一下 校长 有什么事您直说就行 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想为你打造一座雕像 需要征求你的同意 为我打造雕像 徐青一愣 惊讶道 这不好吧 为自己打造雕像 他自己的有点想笑 有什么不好的 你可是觉醒了双九星灵兽啊 而且还拥有22%的药材清合多 你是我们整个地球千年以来 当之无愧的第一天才 旁如海激动说道 如此妖孽的人 估计地球很难再出现第二个 若是不留个纪念 那对学校来说都是一个过失啊 这样啊 徐青你放心 雕像就摆放在我们学校广场 中央 以供其他学生瞻仰 也好让他们知道 你是出自我们学校啊 徐青想了想到 那好吧 反正也不是大事 怎么能不是大事呢 这可是很严肃的大事 旁如海认真说道 好吧 那我就同意了 不过 记得弄帅一点哈 哎呀 太感谢你了啊 徐青同学 你放心 我一定严格审查 亲自监督 将你的阴违不凡 展现得淋漓尽致 旁如海一脸激动地握着徐青的手 他心里颇为感慨 还好在灵兽觉醒时 没有因为四大学院招生办专员 而得罪了徐青 不然现在这些事 肯定不好办 其实对于徐青来说 真的无所谓的 得罪了 我也不是什么大事 给钱作为赔偿就行 很快到了下午的实践课 灵兽战斗 自然需要到操场上 才能施展得开 本来七班有48个学生 但沈青瑶请假了 导致现在只有47人 1v1对战刚好多出一人 怎么办呢 那肯定是徐青落空了呗 而他自己也没什么心思 和这些人战斗 自己一个八阶御寿师 和一阶御寿师对战 徐青还真的担心 自己一指头过去 直接戳死对方 徐青 好好看看他们之间的战斗方式 虽然你今天没上场 但也可以通过观战 积累一些经验 杨桃站在徐青身旁说道 徐青点头 他的目光看向苏星河 苏星河的灵兽 乃是一星资质浑水鳄 看起来和普通的鳄鱼 没什么两样 也就是大了一点也 而他的对手 正是觉醒了六星资质灵兽 烈焰苍尸的周凯 也没有什么花架子 直接指挥两只灵兽冲了上去 浑水鳄四只爬行之时 身上泛起了阵阵水花 而烈焰苍尸身上却燃烧着熊熊火焰 因为刚刚觉醒了没几天 也没有太多技巧 两只灵兽都相当简单粗暴 直接就那么面对面地冲撞了起来 刺啦啦 水火相碰 顿时化为阵阵水雾 浑水鳄张开血盆大口 咬向对方前腿 准备来个死亡翻滚 小心 不要被他咬中 周凯对自己的灵兽说道 死亡翻滚 虽然只是鳄鱼类灵兽的狩猎技巧 算不上技能 但没那么弄一下 极有可能会受伤 好 烈焰苍尸嘀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猛然一跃 跳至了一旁 躲过了浑水鳄的血盆大口 同时 他那健壮而锋利的爪子 直接拍向对方脑袋 靠 居然被对方躲过了 苏星河心有不甘 刚才那下要是咬中 说不定自己就能赢 绕到他身后攻击对方 看对烈焰苍尸那一爪子落空 周凯急忙指挥自己的灵兽 改变策略 嘿嘿 你想的美 苏星河也看出了对方的意图 赶紧让浑水鳄躲避对方攻击 一时间 两只灵兽居然战斗得难分难舍 周凯的灵兽虽然拥有六星资质 但灵兽战力可与资质没有任何关系 唯有境界合技能才是至关重要的两点 看着两只灵兽打得难分难舍 苏星河对周凯喊道 周凯 来战 说完直接冲了过去 御兽师之间的战斗 以灵兽战斗为主 但灵兽之间无果无法分出胜负 那就该御兽师上场了 徐青看着两只灵兽朴实无华的战斗 灵兽 浑水鳄 等级 一阶 成长度5% 属性 水 种族资质 技能 5 灵兽 烈焰仓尸 等级 一阶 成长度4% 属性 火 种族资质 技能 火球术 一星 咦 周凯这家伙的灵兽 居然已经掌握了一个一星技能 看来这家伙是有意训练自己的灵兽 所以才没有急着让灵兽释放技能 灵兽的资质与灵兽的潜力有关 资质越高 潜力越大 在不进行资质提升的情况下 一星资质灵兽只能培育到一阶成长度100% 而六星资质灵兽却能培育到六阶成长度100% 但还有一个影响 那就是资质越高 灵兽学习技能的速度也就越快 这就是为什么烈焰仓尸已经掌握了一个技能的原因 第24章 老师请自重 并不是苏星河买不起一星技能 而是他的浑水 呃 只有一星资质 还没将技能学习成功 等等 我觉得不用我们战斗了 周凯急忙说道 为什么 苏星河疑惑 难道这家伙怕了 因为 周凯得意一笑 打了个响亮的响指 So 一颗足球大小的赤红色火球 猛然自烈焰仓尸口中喷出来 轰击在浑水鹅的背部 砰的一声火焰炸开 强大的能量与温度烧的浑水 而背部一片焦黑 疼得浑水鹅 开始翻滚起来 卧槽 你的灵兽居然学会了技能 苏星河傻眼了 你可别忘了 我的灵兽乃是六星资质灵兽 周凯笑着说道 靠 苏星河只能郁闷地 带着自己灵兽下场 而杨桃则赶紧让自己 灵兽为浑水恶治疗 厉害啊 不愧是六星资质灵兽 居然这么快就学会了技能 我们班甚至我们这一届 可能都没人是他的对手 不至于 难道你们忘了 沈青瑶了吗 更何况 还有终极大boss徐青呢 哦对 徐青那家伙 双九星同等级之下 应该无人能硬气锋芒 那必须的 击败了苏星河的周凯 听着众人的吹捧 很是高兴 但还没高兴几秒 便莫名其妙地 又被徐青抢了风头 这让他心里 暗自有些不爽 可不爽又能如何 毕竟那些家伙说的 可都是事实 不知道徐青的灵兽 有没有学习技能 如果还没有学习技能的话 那我应该有机会能击败他 周凯暗自想到 而且他的烈焰仓尸 乃是火属性 正是徐青那只 藤万灵兽的克星 而且 那珠藤万上 绽放着黑白莲花 绝对不是普通木系 那么简单 说不定是稀有属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徐青都未必能找到 与属性相对应的技能 还有那只龙系灵兽 那绝对也不是金属性 越想周凯 便越觉得 自己赢的概率还很大 卧槽 徐青望着羊头 突然爆出一声国粹 他居然看到了 不得了的东西 怎么了 苏星河好奇问道 顺着徐青的目光看去 正看到弯着腰的羊头 我的个乖乖 你不会是对杨老师 有什么想法吧 兄弟我顶你 杨老师可是标准的大美女 你看那S级的身材 都让人流口水 那天使般的脸庞看一眼 就能让人沦陷 而且听说 他的背景还不一般 来自于京都那边 你要是能把他泡到 那也挺不错的 徐青一把捂住了 苏星河的嘴巴 商标符号的 你不知道 预售师的感官很灵敏吗 尤其这位班主任 居然还是一位五阶大佬 果然 下一瞬 杨桃那锐利的目光 便盯上了苏星河 吓得苏星河 脑袋猛然一缩 暗道不妙 苏星河 立刻带着自己的灵兽 去操场跑十圈 老师 我的灵兽刚刚恢复 需要休息 十五圈 好的老师 我马上就去 苏星河拉着 已经完全恢复的浑水鳄 开始在操场上跑起来 徐青叹息一声 他是没想到 苏星河那家伙 胆子那么大 那种话都敢说出来 预售师 杨桃 等级 五阶三级 一阶 药材清合度 0% 兽体清合度 0% 灵兽 千刃螳螂 气合度0% 夜影爆 气合度0% 玄水虎胶 气合度50% 战绩 星罗掌 七星 优水九姬 六星 魅影步 六星 灵气 影灵刺 五星 徐青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位年轻貌美的女老师 居然是一位五阶大佬 而且 与玄水虎胶的气合度 居然达到了50% 也就是说 这位老师 她可以化身兽娘 就是不知道 是虎娘还是娇娘 但是这么一位大佬 又怎么会来宁城市这种小地方 给他们带课呢 要知道 整个宁城市 也只有最强的那位镇首使 才是五阶大佬而已 现在却突然发现 这位很年轻的老师 也是五阶大佬 而且各方面配置都很高啊 七星 六星战技 五星灵气 这些东西 都是有钱都难以买到的 所以才让徐青感到震惊 徐青同学 你那句卧槽 到底是在惊讶什么 是惊讶老师我的身材吗 要是那样的话 老师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哦 杨桃来到徐青面前 似笑非笑的低声说道 嗨嗨 老师请自重 您可是我的老师啊 切 老师怎么了 都什么年代了 师生恋不是很正常的吗 徐青顿时陷入尴尬境地 英俊的脸蛋 都有些红了 然而就在这时 周凯突然说道 徐青 要不要我们也来比试比试 本来他是不想 和徐青比试的 结果 一扭头 刚好看到对方和杨老师那么亲密 就让他十分不爽 毕竟杨桃 无论身材还是样貌 都冲击着他们 这一群荷尔蒙旺盛的男性 甚至许多人都在幻想 将来能有一个像杨桃一样的女朋友 周凯也不例外 再加上之前心中积累的压抑感 便直接向徐青发起了挑战 如果能击败对方 或许也是自己一生的荣耀 不用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徐青直接说道 他实在不想 和一群一接小屁孩动手 有什么意思呢 自己一个屁 就能将他们崩飞 怎么 我们的徐大天才该不会 是看到我的灵兽 学习了技能怕了吧 周凯激将说道 我确实有些害怕 不过 我怕你到时候 被打击得彻底怀疑人生 呵呵 既然这样 还请徐青同学 教我如何怀疑人生 周凯自信说道 要是自己可以做到 以一敌二 那岂不是可以踩着 徐青的脑袋上位 好 他身旁的烈焰苍尸 也发出低沉的咆哮 既然这样 我就教教你 如何怀疑人生 徐青无奈说道 慢悠悠地走到了战场上 徐青要动手了 让我们看看 双九星灵兽的风采吧 不知道徐青的灵兽 有没有学习技能 如果没有学习技能 那还真的有输的可能啊 原本周围正在对战的学生们 也都被吸引了过来 可让他们好奇的是 徐青站在那里 居然没有召唤灵兽 杨桃也感觉奇怪 这徐青到底要做什么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召唤灵兽 周凯咒没问到 难道对方就这么看不起自己吗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教教你如何怀疑人生 徐青站在那里平静说道 这可是你自找的 受伤了可不要怪我 周凯气急败坏 妈的 双九星了不起吗 这么嚣张 烈焰苍狮不必保留 给我上 第25章 弹指尖崩飞灵兽 周凯神色冷冽 随着他一声令下 烈焰苍狮直接咆哮一声 身上燃烧着赤红色的火焰 冲向了徐青 我乐个去 徐青这逼装的 有点大了吧 他是怎么敢的 毫无疑问 徐青膨胀了 仗着自己觉醒了双灵兽 以为就可以 以己身之力 对抗同等级灵兽 简直吃人说梦 没错 就算他是二节一阶御兽师 自身实力最多 也就媲美一阶灵兽一半的力量而已 根本不可能与一阶灵兽战斗 更何况烈焰苍狮 还是攻击力很强的火属性灵兽 徐青傻了吗 怎么会这样呢 所有人都摇头 原以为还能看到 一场精彩的战斗 没想到 却是这种愚蠢的战斗 就连杨桃也皱起了眉头 徐青到底想干嘛 周凯冷笑 是你自找的 受伤了可不要怪我哟 唉 让他看清现实也好 免得以后因为自大而丧命 杨桃摇了摇头 年轻人不冲动不嚣张 那叫年轻人吗 烈焰苍狮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徐青薄脑袋咬了过来 然而就在他扑过来的一瞬间 徐青抬起右手 拇指与中指扣在一起 随后啪的一下 打在了烈焰苍狮的脑门上 声音低沉而有力 嗖的一声 一道红光闪过 烈焰苍狮那庞大的身躯 直接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朝着冲过来的方向倒飞了回去 轰隆 庞大的身躯直接砸在了地上 剪起一片尘土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呆呆着望着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啊 什么鬼东西 正带着灵兽 沿着操场跑圈的苏星河 猛然一个急刹车停住了身体 奇怪地看着眼前这个从天降的庞然大物 我乐得去 这不是周凯的灵兽吗 他怎么飞这儿来了 等等 这只灵兽 什么时候学会飞行了 苏星河的声音将所有呆滞的众人惊醒 啊 我的灵兽 周凯大叫一声 急忙朝着烈焰仓尸坠落的地方跑了过去 徐青 你到底施展了什么邪术 却让我的灵兽晕死过去 周凯担惊受怕 烈焰仓尸可是他的宝贝 不能出一点事啊 什么邪术 徐青轻笑一声道 难道你没看到你的灵兽 被我一直打飞了吗 如果不信的话 你可以再弄心你的灵兽 我可以再打飞一次给你看看 胡说八道 你肯定动用了什么邪术 不然你一个一阶玉兽师 有什么本事 能打飞我的灵兽 周凯担心地看着晕死过去的烈焰仓尸 怒目朝着徐青吼道 呵呵 你废物不代表别人和你一样废物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这世上有一种人叫天才 而我便是天才中的天才 你不服也不行啊 而且我早就说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结果你非要凑上来让我打 那我也只能勉为其难了 怎么样 现在怀疑人生了没有 周凯一口一个邪术 让他很不爽 所以徐青说起话来 也毫不客气 区区一个一阶玉兽师 非要逼着自己这个八阶玉兽师动手 也就亏得这里是学校 这要是在城外 乃至灵兽早就成了一滩肉泥 而之所以不用灵兽 徐青担心灵兽控制不好力量 要是一下给他拍死了 可就麻烦了 老师 徐青肯定使用了什么邪术 不然不可能有这种手段 周凯看着杨桃坚定说道 若非如此 又怎么可能这么离谱 周凯 都是成年人了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杨桃陈生说道 徐青不是一般人 要是没有证据的污蔑 可能直接会被巡查局带走 而且我刚刚看得清楚 徐青并没有使用什么邪术 他就是一直将你的灵兽弹飞了 不可能的 他怎么可能会这么厉害 他只是个一阶玉兽师而已啊 周凯啊 或许真如徐青所说 他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这种人的强大 往往都会超出我们的认知 杨桃也震撼于徐青的实力 为何会这么强 就算是二杰 也不该这么强才对啊 只有一种可能 他拥有某种特殊体制 但是这可能吗 老天爷不会抓着他一个人毒宠吧 就连杨桃都感觉难以置信 随后他让灵兽给烈焰仓虎检查一番 不是什么重伤 就是受到重击晕了过去而已 直到这时 所有学生才从震撼中缓过神来 一个个神色惊骇地看着徐青 这一家伙居然这么强大 弹指尖将一只一阶灵兽崩飞 确定这不是人形灵兽 原来不是他在装逼 而是我们认知太短浅了 是啊 或许这就是天才吧 我们一群普通人 永远也不会理解 天才的世界 到底是什么模样 周凯直接闭口不言 默默地看着自己昏迷的灵兽 天才中的天才 或许 对方真的是吧 下课后 办公室内 杨桃看着徐青悠悠道 说说吧 你隐瞒了什么 隐瞒 我什么都没有隐瞒 徐青一脸茫然说道 一指崩飞灵兽 还说你没有隐瞒 这种战力 可不是一阶预售师就能做到的 就算你是二阶 一阶预售师也做不到 你到底是不是觉醒了特殊体制 杨桃有些激动问道 并没有啊 我只是学习了一种 可以增加几身战力的战绩而已 徐青连忙摇头 自己已经很优秀了 要是再让人知道自己拥有体质 估计会极度到发狂的吧 为了所有人的心情着想 还是隐瞒一下算了 不然到时候 受体清合度一旦再检测出来 他自己都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 增加战力的战绩 杨桃皱眉 这类战绩狠手 但也不是没有 突然他记起徐青的监护人 似乎是一位七阶御寿师大佬 那种强者有一些珍藏 也很正常 如此就解释得通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要知道 御寿师还是要以灵兽为主 以己身为服 不要只顾着自己修炼战绩 而忽视了灵兽学习技能 杨桃说道 好的老师 我知道了 徐青点头 但心中却想笑 战绩那种东西 还需要修炼吗 冲前不就行了 不然多浪费时间 至于以灵兽为主 以己身为服 这倒是很有道理 以后战斗就以灵兽为主 己身为服好了 等到灵兽干不过的时候 自己再出手 不然做一个御寿师 多掉逼个啊 还好杨桃不知道 徐青是这么理解灵兽为主 己身为服 不然非得被气个够呛 第二十六章 天刚惊炼 下午放学时 许多人都看到了 学校广场上 居然在搭建一座凉亭 校长插着腰 站在那里 不断指指点点 这里好端端地 搭建一座凉亭干嘛 有学生好奇问道 还能干吗 肯定是为了方便我们休息学习的呗 学校这次挺有眼光的嘛 这座凉亭的造型还挺帅 只有徐青知道 这是学校要为自己打造雕像了 唉 有必要这么隆重吗 还修建一座亭子 这位校长办事真的太 让人舒心了 徐青嘴角不由咧开一丝微笑 走在路上 徐青眉头一皱 他感受到身后不远处 有人正在尾随着自己 八街御寿师的感知 可是相当灵敏的 看来晚上有的完了 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钱过来 徐青对杀人没什么兴趣 只对这些人身上的钱感兴趣 毕竟杀人放火金腰带 老板 这只火元素零售弹多少钱 路过一家零售店时 徐青刚好看到门口 摆着一颗火元素零售弹 这是一只燃绕着金色火焰的零售弹 因为是元素类零售弹 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弹壳 只是那汇聚于一处的金色火焰 看起来有些像弹的形状而已 小哥你好 这是一颗火元素零售弹 而火元素乃是最基础的属性 所以价格在所有零售弹中 也是最高的存在 因为属性简单 方便资质进化和培育 所以价格自然也最高 这一点和金日学校中杨桃讲的东西 倒是不谋而合 但却和系统的售卖的零售弹 价格截然相反 系统零售弹中越是简单的属性 价格反而越低 那这颗零售弹需要多少钱 徐青问道 这个 老板还没开口 便直接被身后紧随而来的老板娘 一脚踹到了一旁 要什么钱 你不认识 这是我们宁城市的第一天 才徐青同学吗 天天拿着个手机 在那里看各种小蛮腰大长腿 一点正式都不看 老板娘如同一只发威的老虎 对着老板一阵咆哮 徐青甚至都隐隐听到了 如同老虎般的虎啸声 从其口中传出 哎呀 让徐青同学 你见笑了 我家掌柜的 被手机上的小妖精迷了痣 你不要理会她 刚刚还如同老虎般咆哮的老板娘 顿时对徐青露出如春风般和煦的笑容 没事没事 多看美女 有意身心健康 徐青连忙摆手 她都想走了 这老板娘太可怕了 她担心对方会不会一言不合 将自己按在地上暴揍一顿 来 拿着 就在这时 老板娘直接抱着零售蛋 塞到了徐青怀中 手感炙热 但并不觉得 有多么烫手 这个 阿姨 这颗零售蛋多少钱啊 徐青看着怀中的零售蛋问道 她今天只是想问问 并不打算买 因为没钱 谈钱多上感情啊 小伙子 这颗零售蛋 阿姨我呀送给你了 老板娘笑着说道 送给我 这不好吧 你们也是做生意的 每一颗零售蛋 也都来之不易 我怎么能白拿呢 零售蛋 实际上也就是城市之外的凶兽所下的蛋 区别在于 零售出生之前 已经被御兽师契约 身上并没有沾染凶兽的凶煞之气 而凶兽 因为自然而然的孕育 生来凶性难除 所以 也就造就了 零售与凶兽的差异 而零售蛋 既然是凶兽所孕育 想要获得零售蛋 自然也就需要冒险 从凶兽巢穴中偷走他们 这样的行为 经常会伴随着很大凶险 徐青虽然爱钱 但也不愿白嫖 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东西 哎呀 瞧你这孩子说的 你可是为我们宁城市争了光啊 此次过后我敢保证 我们宁城市 绝对会成为文明全球的大城市 到时候 也就能带动我们宁城市的发展 这颗零售蛋 就当是阿姨我 资助你这个天才了 如果你要是拒绝 那就是看不起我们的一片心意了 老板娘吕树林 拍了拍徐青肩膀 对对对 徐青同学 你可一定要收下这枚零售蛋 千万不要拒绝啊 老板杜生奎也急忙说道 刚刚他确实是在刷美女 导致没能在第一时间认出徐青 否则也不可能说什么价格不价格的 徐青抿了名嘴 他身上已经只剩下几百万了 本来只是顺路问问价格 结果居然发生了这种事 那好吧 零售蛋我就收下了 不过我不白拿 等我成为真正的自制进化师之后 我免费为你们进化几次零售吧 徐青说道 好好 那些事等以后再说 吕树林笑了笑道 也没再说什么 毕竟 这可是药材清和度 达到22%的绝世天才 指不定什么时候 还真就需要对方帮助 目送徐青离开 吕树林松了一口气 兴奋地低声道 不管怎么说 这条线算是搭上了 只要有了这层关系 将来真有什么事需要帮忙 至少要比许多人更加容易许多 资助是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 这个在徐青面前露个脸的机会 嘿嘿 还是媳妇你厉害 杜生葵缩着脑袋 陪着笑脸 吕树林顿时冷脸道 你不是喜欢小蛮腰大长腿吗 还记得有我这个媳妇 那好 晚上回去 老娘让你看得够 你要是不能让老娘满意 当心我直接拔掉 你的第三条腿 啊 不用这么狠吧 返回家中 徐青直接契约了 这颗元素类灵兽弹 外围的金色火焰 顿时破开 一团只有足球大小的 金色火焰 出现在了徐青眼前 元素类灵兽 并没有什么固定形态 而徐青契约的这只灵兽外形 看起来就是一团燃烧着的火焰 主人 金色火焰中 传来只有徐青能听到的声音 灵兽 天罡金炎 等级 一阶 成长度0% 属性 火 种族资质 技能 5 徐青右手一拖 天罡金炎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金色的火焰瞬间将他的右手笼罩 虽然火焰温度其高 但包裹住徐青之时 他却没有丝毫灼热的感觉 很好 又有了一只灵兽 徐青满意一笑 他并不急着契约灵兽 毕竟实力已经足够了 但若遇到合适的 他还是会契约 轰隆隆 徐兽空间再次开始发生了变化 一片金色的火焰区域出现在了徐兽空间内 徐青直接将之前剑影玲珑在异界时的石料 拿出来给天罡金炎食用 这只是单纯补充灵兽体内能量的石料 可以通用 不用纠结 是否会浪费 第27章 什么鬼东西 等到天罡金炎吃饱之后 徐青才将他收入了徐兽空间之中 现在暂时没钱给他提升等级 随后又将心疼生死连召唤了出来 他就像一株普通的植物 扎根在徐青床头的桌子上 身上闪烁着点点星光 就像床头灯一样散发着朦胧的灯光 睡觉 徐青看着外面漆黑的夜晚 微微一笑 宁城市的夜晚虽然灯光点点 但许多地方却也是漆黑一片 你确定没有人暗中保护徐青 凌晨两点十分 徐青所在的院子不远处 响起了泥南般的低语声 老大 你是知道的 我学习有一种精神感知类战节 可以探测到方圆几百米的范围 从徐青昨天早上去学校之时 我就发现了 他身边根本没有任何人保护 昨天下午回来时同样如此 他身边根本没有人 另一人低声说道 奇了怪了 之前他身边那个老头呢 会不会是他们故意布下的陷阱 队长陈雷皱眉思索 那老家伙很恐怖 绝对是五阶以上的存在 不然不可能杀他们的灵兽 如同切菜 当时他躲在远处 看着那一幕都差点吓尿了 不知道 但此刻这座院子内 只有徐青一个人 还有一只灵兽的气息 队长 这可是我们完成组织任务的绝佳机会啊 如果我们现在杀入院中 就算周围其他地方 有暗中隐藏的强者 也来不及救下徐青 负责探测情报的旁广说道 好 既然如此 通知所有人立刻潜入进去 能活捉便活捉 如果无法活捉 就地斩杀 随着队长陈雷一声令下 徐青院子周围 闪过六七道身影 没入漆黑的院子的院子之中 队长陈雷自正门月门而入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们没有打开任何灯光 结果砰的一声 直接撞在了一面漆黑的墙上 什么鬼东西啊 夜色一片漆黑 根本看不到前方 陈雷伸手触摸 只觉得冷冰冰一片 像是摸在了金属钢板上一样坚硬 突然 两股热吸迎面扑来 像是什么东西在呼吸一般 陈雷顿时菊花一颈 有种不妙的感觉 庞广 赶紧召唤出你的火灵兽 陈雷脸上已经开始渗出一层冷汗 是 一道火红色的召唤阵出现 一只展翅一丈多的巨大火鸟 出现在院子中 卧槽 这是什么 庞广低声惊呼 瞪大了眼睛 看着眼前出现的漆黑色争鸣头颅 不好 这是灵兽 陈雷惊叫一声 身形瞬间暴退 但就在这时 面前的那个庞然大雾动了 巨大的爪子上漆黑色的雷霆闪烁 瞬间便将陈雷按在了地上 给我起 陈雷额头青筋抱起 低含一声 体内能量爆发 想要振开对方的压制 他虽然只有四阶零兽四分之之一的力量 却也不容小觑 咔嚓 下一瞬 骨骼断裂的声音响起 陈雷口中 发出低沉的乌叶声 细密的汗滴 自额头上流下 他的双腿被对方折断了 而一旁的庞广几人见识不妙 瞬间向外逃走 很明显 他们中了对方布置的圈套之中 走得了吗 直到这时 旁边几人才注意到 那只漆黑的灵兽头上 居然盘坐着一个身穿黑袍的人 而他的脸上戴着一个熊猫面具 走 庞广嘀吓一声 纵身一跃 跳上自己刚刚召唤出的火鸟背上 然而 还不等那只火鸟转头 那个庞然大物 已经来到了火鸟身旁 二十多米的庞大身躯 直接将火鸟包围在中间 恐怖的气势 瞬间将对方吓得忘记了展翅 这是天堂殿 徐青皱眉看着那只身上 遍布血色纹路的火鸟 先杀了他再说 一爪子落下 那只火鸟的脑袋直接被撕断 鲜血伴随着尸体坠落在地面上 旁广也随着坠落了下去 但他的求生欲 让他没有放弃逃走的机会 如风行 嗖的一声 旁广双腿如同生风一般 不过呼吸间便窜出去几十米 但正当他心中庆幸逃过一劫时 扭头望去 顿时与那个庞然大物 来了个面对面的接触 灼热的鼻息瞬间扑面而来 吓得他惊叫一声 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一股腥臭的气味自夸下弥漫出来 真是恶心 徐青冷哼一声 直接让地狱黑雷胶弄断了对方的双腿 好好待着别动 否则后果自负 撂下一句话 徐青直接让地狱黑雷胶去追杀其他几人 在混沌重彤之下 那些人的踪迹全部被他收入眼中 一个都别想跑 让我看看你们都有多少钱 徐青黑黑一笑 地狱黑雷胶眼睛一亮 听主人的意思是 找到搞钱的机会了 我大佬黑表现的机会来了 只见他尾巴摆动 骤然消失在了原地 这就是五星技能雷光闪的效果 如雷光一般闪动 虽然比不上空间瞬移 但却是一门很实用的技能 完了 这次真的彻底完了 旁广看着突然消失的黑色蛟龙 眼神中露出绝望之色 不 还没完呢 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的眼神中 重新焕发光彩 对方只是断了他的双腿 又不是断了自己双手 忍着剧痛 旁广开始结印 一道青色召唤阵 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随后 一只浑身遍布血色纹路的 风属性青鸟 再次出现的面前 哼哼 虽然你很强大 但你却忘记了 没有弄断我的双手 只要双手没断 玉兽师就能结印 自玉兽空间内 召唤出灵兽 一样有逃命的几乎 不只是他 院子中的陈雷 同样召唤出了灵兽 然而就在这时 徐青却去而复返 再次返回到了这里 身下的蛟龙 四只爪子上 正抓着几个半死不活的人 那不正是他们的同伴吗 他怎么可能这么快 陈雷和旁广猛了 那几个废物 就不能多拖延对方一点时间吗 此时 两人看着自己召唤出的灵兽 逃也不是 不逃也不是 那几人也是胆大 居然觉得 学习了一门 可以隐藏在黑暗中的战绩 就不会被对方发现 但他们却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 在徐青眼中 无异于傻逼 所以 被他毫不费力地活捉 姐姐姐 跑啊 我给你们逃跑的机会 但只有一次要 如果被我抓住 那便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机会给你们 等自己选择吧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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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可爱的熊猫面具之下 却散发着 如同地狱恶魔般的声音 第28章 发财了 陈雷两人浑身发寒 望着那充满压迫感的 巨大蛟龙 最终都还是放弃了逃走的机会 在这个大家伙面前 他们没有丝毫胜算 几道身影 被地狱黑雷胶扔到了地面 徐青盘坐在蛟龙头上 俯视着几人 淡淡开口道 你们有钱吗 嗯 几人都是一惊 对方问这个干什么 难道要打劫 没 没 没有 一人率先回答道 碰 下一瞬 她的身躯 瞬间被遍布黑色雷霆的蛟龙肘捏碎 只留下一颗面色猙獰的脑袋 瞪大了眼睛 既然没有钱 那就去死好了 面具下 徐青的声音变得冰冷 妈的 害得自己大半夜起床 结果 你告诉我 没钱 没钱你跑来干什么 那么 你们有钱吗 她的目光 再次投向其余几人 沙哑的声音 让几人汗毛倒数 那个 我们身上没钱 眼看着蛟龙龙爪即将落下 旁广急忙喊道 我们身上没钱 可我们基地有钱 话刚说完 漆黑的蛟龙爪 已经按在了她的脖梗处 顿时吓得旁广又妙了 啊 真他妈恶心 我大老黑居然碰到了人尿 看着自己龙爪 地狱黑雷骄 满脸的嫌弃 直接在对方身上的衣服上 擦了又擦 直接将旁广吓哭了 也不知道 这心理素质 是怎么加入天堂店的 你们基地有多少 徐青感兴趣地问道 很多 再给你一次机会 到底有多少 至少也有几百亿 哦 徐青顿时眼睛一亮 随后 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走吧 带我去你们基地 如果让我知道 你们在骗我 给 给 给 徐青为何要留他们一命 不就是为了搞钱吗 他现在可是缺钱得很呢 零售培育暂且不说 他的实力 目前已经够用了 但受体和药材 清合度的价格 却是相当恐怖 哪怕只是1%的价格 都是以异为单位 贵得离谱 不过这也能理解 毕竟这种东西 通常来说 几乎不可能提升 除此之外 还有资质进化师经验 和零售培育师经验 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 金钱才行 至于徐兽施工会的奖励 徐青都不知道 到底何时才会到尾 几个没有残废的御兽师 背着断腿的陈雷和庞广 朝着他们秘密基地飞奔而去 而后面 徐青坐在地狱黑雷胶硕大的脑袋上 紧紧跟着他们 幸好这是黑夜 路上几乎没什么行人 否则绝对会被这一幕 吓出心脏病 陈雷和庞广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意思 只要到了基地中 那他们就真的安全了 因为基地内有一位 昨天晚上刚刚抵达这里的 契励强者 前天在看了那个老头的视频之后 天堂殿高层立刻便行动了起来 从最近的地方调来一位强者 务必要拿下 或是斩杀徐青 绝对不能让对方成长起来 御兽师的速度很快 再加之 宁城市并不是很大 所以 不到半个小时 众人便来到一处废品回收站 他们的基地就在这里 哼 天堂殿听起来多么高大上的组织啊 结果居然就窝居在这么一个地方 实在有辱儿等身份啊 徐青冷笑一声 语气中满是不屑 陈雷瞥了他一眼 那眼神仿佛在看待一个死人 来到大门前 陈雷按下大门开关 看起来破破烂烂 却很厚重的大门缓缓打开 前辈青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平时出任务时 根本不会带任何东西在身上 资产什么的都放在基地中 陈雷忍着剧痛说道 前方带路吧 如果表现得好 放你们一马 也未尝不可 徐青沙哑这声音平静说道 多谢前辈 晚辈等一定竭尽全力配合 陈雷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但心中却冷哼一声 你个该死的东西 这里就是你的埋葬之地 而徐青也冷笑不已 放他们一马 那是断不可能的 他之前在御寿施工会任务界面上看到过 天堂殿这种邪教组织的人头 也相当值钱啊 既然是钱 徐青又怎么可能放弃呢 当几人带着徐青一路走到废品回收站深处时 周围瞬间涌过来几十个御寿施 一个个身旁跟随着浑身遍布血色纹路的灵兽 居然都是天堂殿成员 此刻所有人都眼睛绽放胸光地看着 坐在地狱黑雷胶头顶的徐青 这是来迎接我的吗 好大的阵仗 这的是多少钱啊 徐青激动地看着周围御寿施 别的不说 光是这些邪教成员的人头 就值不少钱啊 多得不说 几十亿应该是有的 发财了 发财了 徐青挫着手激动地颤抖 他似乎又发现了一个赚钱的法子 发财了 确实发财了 不过那是本座 人群最后方同样传来一道激动的声音 随后 一个巨大的银铃熊灵兽 从众人主动让开的过道中 缓缓走了过来 见过大人 周围所有天堂殿成员 功身报全 眼神中 竟是恭敬崇拜的神色 因为这位便是高层拍过来 转为斩杀徐青的七阶强者 横钩 居然是蛟龙灵兽 这血脉可是相当不错啊 如果我的灵兽能将它吸收炼化 加上以前的积累 必然可以提升到八星资质啊 横钩神色兴奋地 看着那条漆黑的蛟龙 这种灵兽在地球上 可是极其少见的存在 徐青拍了拍地狱黑雷胶的脑袋 顿时强大的气息 瞬间释放出来 哦 难怪能将陈雷他们 弄成这副模样 原来居然是个六阶御兽师 感受到对方的气息 横钩冷冷一笑 还好没有比自己强 否则可真的就要跑路了 什么 居然是六阶御兽师 陈雷一惊 难怪他们在对方面前 毫无反抗之力 原来居然是六阶御兽师 而他们当中最强的陈雷 也不过是四阶而已 还请大人为我们报仇血恨啊 旁广哭诉喊道 没用的废物 让你们平时胆大一些 多杀一些御兽师 只要吸收足够多的灵兽血脉 何愁会被人弄成这副模样 横钩怒骂一声 不过 这次你们做得很好 将对方引到了本座面前 等到此事结束 本座会亲自出手 斩杀宁城市的那个五阶镇首使 他的灵兽就交给你们了 天堂殿以吸收御兽师灵兽血脉 为提升灵兽资质的手段 只要有足够的灵兽血脉可以吸收 他们灵兽的资质 便会提升得很快 多谢大人 陈雷和庞广激动叩手 第29章 主人是老六 啊 你未免太过嚣张 真以为能拿捏得住我吗 你们可不要忘了 我可是六阶玉兽师 在这宁城市有谁是我的对手 徐青高傲着一张脸 朝着横钩说道 因为他看到这个 叫横钩的家伙 不仅学习有逃命战绩 尤其是那只银灵雄 居然学习有燃烧血脉之力的禁忌技能 这种能力一旦发动 会让灵兽的实力大幅度提升 虽然会有后遗症 但说不定 还能为玉兽师争取一些时间 而偏偏徐青又没有学习任何追击类战绩 虽然自己等级比对方高了一级 可如果横钩采用汽车宝帅的手段 他还真不一定有十足的把握拿下对方 所以也只能半珠 让对方放松警惕 一击拿下了 哈哈 六阶玉兽师 宁城市无敌 周围所有玉兽师发出冷冽笑容 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那个坐在蛟龙头上 戴着熊猫面具的男子 死到临头 他居然还不自知 有我们大人在 你这个六阶玉兽师算是什么东西 你还真以为我们带你过来 是为了给你送钱吗 实话告诉你 我们不过将计就计 将你引入我们基地而已 不将你引入这里 我们如何活命 如何让我家大人 可以顺利吸收这条蛟龙血脉 庞广得已笑了起来 自己这个计谋 还真的是一剑双雕啊 没错 这都是我们两人的计谋 陈雷低声宁笑 同时也展示自己的功劳 待会儿 我会一刀刀割掉你的肉 喂给我的灵兽 让你尝尝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徐青不屑冷笑一声道 哼 简直胡言乱语 本座宁城是无敌 有谁能是我的对手 他的目光头像横钩 故意说道 就算你这只灵兽的气息强了一些 但绝对强不了太多 你们有什么实力 能拿得住本座 强不了太多 哈哈 无知之辈 今日本座便让你看看 我到底比你强了多少 实话告诉你 本座乃是七阶玉兽师 横钩冷笑一声 身下的银灵雄咆哮 金光闪耀 直接冲向地狱黑雷胶 杀 本座宁城是无敌 徐青也大吼一声 让身下灵兽杀了过去 刹那间 两只灵兽厮杀在了一起 一道道锋锐光芒 在银灵雄爪子上释放 散发着能割裂一切的气息 这是一只金属性灵兽 金属性也是杀伤力 相当可怕的一只灵兽 熊爪与蛟龙爪碰撞 爆发出钢铁般的声音 同时一道道耀眼的火星 在夜空下显得格外明亮 然而才交手没几招 地狱黑雷胶便被打得节节败退 什么 你居然这么强 徐青惊讶道 同时 口中对地狱黑雷胶焦急喊道 大老黑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声音很大 周围所有人都能听到 地狱黑雷胶 翻了个白眼 主人是真的老六啊 不仅自己要当老六 还要拉着我大老黑 一起当老六 如果不是有主人千叮宁万嘱咐 不要打草惊蛇 那自己早就将这只笨雄 按在地上摩擦了 哈哈 看样子 你的七阶灵兽 一时半会 似乎也赢不了 我的六阶灵兽 有没有胆量与我一战 徐青大笑说道 语言中带着嘲讽 横沟被气得不行 自己的七阶灵兽 居然还真的一时之间 拿不下对方 而他的其他灵兽等级 有都较低 根本没能力参与到 这样的战斗之中 不过越是如此 说明这只灵兽的潜力 也就越强 都要定了 西方耶稣来了也不行 横沟从瞬间 自迎灵雄背上一跃而下 来吧 让你见识见识 七阶玉兽师的强大 徐青嘴角 露出一丝微不可查的冷笑 鱼儿终于上钩了 来吧 谁怕谁 徐青自地狱黑雷胶 头上跳了下来 报音不 横沟果断施展六星战计 朝着徐青冲杀过来 脚步每次落下 都会发出一声爆炸声 可奇怪的是 地面似乎并没有受到 太过剧烈的冲击 相比而言 徐青的速度就要慢了许多 毕竟他没有学习速度类战计 当初他的担心 也正是如此 哈哈 原来如此 你居然没有学习速度类战计 既然如此 给本座死了 横沟大笑出声 猎羊拳 五星战计施展 强大的能量爆发 拳头上绽放出 如同火焰一样的光芒 朝着徐青脑袋轰杀过去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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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兴奋的声音 自周围所有天堂电成员口中发出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 对方被大人一拳轰爆脑袋的画面 可惜了 可能轮不到 我将他千刀万剐了 陈磊有些遗憾说道 就是此刻 徐青眼睛寒光闪烁 恐怖的气息猛然自体内宣泄而出 裂空掌 徐青施展九星战计 一掌拍了下方 咔咔咔 一掌落下 居然生出一道道细密漆黑的空间裂缝 轰隆 拳掌相交 双方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一声巨响 咔嚓 横勾的手臂骨骼顿时发出一声断裂的声音 而后砰的一声 徐青一掌结结实实地落在了对方的胸口处 一连串胸骨断裂的声音传出 噗 与此同时 一口烟红的鲜血猛然自横勾口中喷出 连带着他的身躯顿时倒飞出去 但徐青可没有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雷鸣枪瞬间出现在手中 随后搞搞举起 果断致了过去 噗嚓 尚未落地的横勾 再次被雷鸣枪贯穿了身躯 定在了地上 一连串的动作之间丝毫没有停滞 这下你跑不了了吧 徐青迈步朝着对方走去 同时沟通地狱黑雷骄道 大老黑可以放手战斗了 啊 别去死我大老黑了 地狱黑雷骄发出一声龙吟 巴结的强大气息释放而出 直接缠绕上了银铃熊 雷鸣爪 咔嚓 如惊雷响彻天空 漆黑的雷电缠绕在蛟龙爪上 杀向了对方 好 后者看到自己的主人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 口中发出一声怒吼 血色的光芒猛然自体内爆发 同时 几根爪子之上顿时出现了五柄油能量凝聚而成的刀刃 散发着极度锋锐的气息 五星技能 开山斩 一爪子与轰杀而来的蛟龙爪撞击在一起 强大的力量碰撞 瞬间卷起地面尘土与碎石飞舞 登登登 银铃熊那庞大的身躯接连后退了几十米 爪子上更是一片血肉模糊 果然 在这种情况下 大老黑没有一击秒杀对方的实力 结果证明徐青的计划是正确的 如果让横沟这个家伙逃走 那才是最大的损失 第三十章 打劫 银铃熊在施展了血脉燃烧技能之后 身上的气息直接暴涨了一大劫 居然达到了八戒 不过即便如此 比起地狱黑雷骄还是差了一些 所以还是受伤了 好 银铃熊纵身一跃 果断跳向横沟所在之地 保护玉兽师才是首要任务 啊 地狱黑雷骄发出一声龙吟 施展五星技能雷光闪 瞬间拦在了对方面前 刹那间 两只灵兽再次厮杀在了一起 一个要去救主 一个阻挡对方 庞大的身躯配合强大的攻击 将即使后的水泥地面都震得四分五裂 强大的能量波动 引起了宁城市那些强者的注意 最强五阶镇守使 安国泰猛然翻身下床 一脸骇然地看向废品回收战方向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能量爆发 哪怕隔着很远的距离 这股能量依旧让他心静 必须得去看看 纵然心中惊惧 但出于职责 他还是召唤出灵兽 朝着废品回收战的方向飞去 与此同时 玉兽师工会会长秦明 巡查局局长木献白等四阶玉兽师 全部朝着那个方向飞了过去 就连杨桃都带着灵兽 朝着那个方向赶了过去 虽然他目前的身份 只是一个老师 但如果有必要 他还是会出手 这股能量很强 像是有八阶灵兽在交战 小小的宁城市 怎么会有这种存在 难道和我的目标一样 都是为了那个未知的秘境而来 杨桃皱眉 你 你不是六阶玉兽师啊 横勾口吐鲜血 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的熊猫面具男子 对方那一掌 根本不可能是六阶玉兽师 能爆发出的力量 反倒像是一只八阶灵兽 尤其那只蛟龙 那居然是货真价实的八阶灵兽 我有说过 我是六阶玉兽师吗 徐青一脸奇怪问道 你说过 横勾笃定回道 哦 我说 然后你就信 你怕不是傻子吗 徐青嘲讽一声 站在横勾面前问道 带钱了吗 呵呵 要杀便杀 难道我给你钱你 就会放过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徐青再次一掌落下 拍在了对方天灵盖 一颗圆滚滚的西瓜 直接炸开 收回雷鸣枪 徐青环视一圈 那些准备跑路的天堂殿御寿师 大声喝道 谁若敢离开原地半步 死 如雷鸣般的声音 在两只灵兽的激战中炸响 许多已经抬起半只脚的人 全部静止在了空中 不敢有丝毫动弹 这可是能杀掉七阶强者的存在啊 就算给他们机会 他们逃得掉吗 为什么 为什么宁城市会有这种存在 该死的陈雷和庞广 你们为什么要引狼入室 此前叫嚷得有多凶 此刻便有多么绝望 至于一开始叫嚣的陈雷 脸色彻底煞白一片 浑身冰冷一片 他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是这么一种结局 而庞广又尿了 在横钩死后 银铃熊陷入了狂暴之中 开始进行无差别攻击 不过徐青没有帮助地狱黑雷骄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手战 就让他亲自解决吧 徐青俯身将横钩手指上 佩戴的一枚戒指取了下来 正是他之前在老爷子那里 见到过的空间戒指 这还真是意外之喜 徐青心中一喜 系统商城中虽然也有卖 只是他最近很穷 没有资金购买 而且白嫖的感觉 自然要比花钱的感觉爽很多 给你们一个机会 交出你们所有的财物 如果能让我满意 或许你们还有一丝活命的可能 随后又看向陈雷两人 冷声道 我记得你们两个可是说过 这里有几百亿的资金 如果待会儿凑不到几百亿 给 给 给 你们就准备承受得我的怒火吧 千刀万剐应该就不错 我记得 你们之前就是这么说的 他的话如地狱恶魔咒语 回荡在两人耳畔 吓得两人大脑一片空白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将资金给我交上来 徐青冷喝一声 而这时 地狱黑雷骄彻底将迎灵雄斩杀 盘踞在徐青身旁 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 钱 钱 钱 你们这群弱鸡赶紧将钱交上来 否则 我大佬会弄死你们 so 就在这时 地狱黑雷骄一个闪现 出现在一处阴暗之地 哪里有一个人正准备逃走 别 别杀我 碰 一爪落下 那个玉兽师的半截身体 直接化为了一团肉泥 啊 凄厉的惨叫声 在这片空间回荡 凄惨至极 如同从地狱中传来 玉兽师生命力强盛 但不代表没有疼痛感 可此时正因为 玉兽师那强盛的生命力 导致他没了半截身躯 却也没有立刻死亡 只能活生生承受那种痛苦 其他人听得头皮发麻 心点发颤 你们可以试着逃走 不过好好思考一下 是你们逃得快 还是我杀得快 徐青眼中绽放着幽光 这漆黑的夜晚 对拥有混沌重彤的他而言 简直没有丝毫阻碍 没多久 所有人便将自己的所有积蓄 全部拿了出来 因为除此之外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看着面前一张张银行卡 徐青一一摸过 恭喜宿主 获得六千万联盟币 获得六百克金点 恭喜宿主 充值三亿联盟币 获得三千克金点 恭喜宿主 获得一点五亿联盟币 获得一千五百克金点 一道道系统提示音声音 在脑海中响起 徐青不由露出兴奋的笑容 发财了 这次真的发财了 没多久 几十个天堂店 预售师的银行卡中的资金 全部被徐青充值到了系统之中 系统对于资金的评判 只有是徐青自己的 和不是他自己的 而这些银行卡 虽然是别人的 但此时全都属于徐青的战利品 自然也是他的资产 狗系统 就问你 老子牛不牛逼 宿主牛逼 简直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 小童子都想为您点一个大大的赞 系统传出兴奋的声音 以后对老子客气一点 宿主放心 您就是小童子我的大爷 大大爷 大大大爷 徐青轻哼一声 别看这狗逼系统此刻 将自己捧到了天上 等自己没钱的时候 绝对又是另外一副嘴脸 随后看向其他人道 不错 很不错 你们让我很满意 但远远不过几百亿啊 徐青冰冷的目光 盯着陈雷两人 第31章 大收获 这群人中 银行卡中最多的 也不过十几亿 而少一些的 也只有几百万 甚至比徐青还要穷 当然 若说资金最多的 非横勾莫属 但总共加起来 也才一百多亿 虽然挺多了 但徐青还不满意 自己需要买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而那些东西 全部贵得离谱 启禀前辈 在我们的底下基地内 还有大量现金 陈雷急忙说道 他是这里的队长 对这里自然很清楚 对对对 我们基地还有陷阱 旁广一边尿一边说道 去几个人给本座带路 剩下的安安静静地 待在上边等我上来 徐青沙哑着声音说道 随后在几人的带领下 进入了底下基地 而在他们走后 一场屠杀开始了 不是说 如果表现好 要放我们一马吗 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 该死的 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一道道惨嚎声 在废品回收站中响起 那些人在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 便被地狱黑雷骄杀了个干净 哼 放你们一马 地狱黑雷骄鼻孔喷出热气 你们可都是钱啊 哪有放你们一马的道理 简直痴心妄想 当然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收到了徐青的指令 啊 高昂的龙音声 自他口中发出 他的目光闪烁着丝丝电弧 望着废品回收站外面 那里有几道气息出现 地狱黑雷骄方才的声音 就是在警告那些人 不要靠近 那是什么等级零售 为什么会出现在废品回收站 镇守使安国泰 站在零售背上 疑惑地看着那个 对他们露出警惕之色的庞然大物 根据我们打探到的消息 这里是天堂殿的老巢 巡查局局长 穆献白皱梅说道 他们一直对这里有所监视 但这群人实力不容小觑 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 他们也不敢动手 否则可能会对平民御寿师们 造成危害 难道有人对天堂殿下手了 会是谁 玉寿师工会会长秦明疑惑道 刚刚那股能量波动相当的可怕 绝对是远超他们的强者在战斗 不太清楚 最近因为徐青的缘故 出现在宁城市的强大玉寿师 不在少数 穆献白回答道 巡查局负责城内治安 了解许多事情 另一边的黑暗中 杨桃站在那里 望着远处的那个庞然大物 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 还好对方只是针对性的杀戮 否则就是自己 怕是也都阻止不了对方 宁城市真的越来越乱了 强大玉寿师出现的越来越多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我 寻找那处秘境 这可是家族交给他的任务 许久之后 那个庞然大物的气息消失 安国太极人才联手 进入了废品回收战 来到正中央位置 几人心中一灵 遍地的都是残枝碎骸 内脏洒落了一地 陷血染红了地面 整片空间都散发着刺鼻的血腥气 好狠辣的手段 安国太心惊说道 有吗 我觉得一点都不狠辣 一道声音 自一个由废品堆积而成的小山上传来 谁 几人奇奇变色 是我 徐青 火光照耀 照亮正坐在那里的徐青脸上 徐青 你怎么会在这里 沐县白金声问道 另外两人也惊讶地看着徐青 安国太虽然没有面对面见过对方 但从网络上 也了解到不少徐青的信息 我说是为了端掉天堂殿的老巢 你们信吗 徐青从上面跳了下来 看着几人怀疑的眼神 只好解释道 看来是瞒不过你们 好吧 我承认是保护我的那个人出手了 这些邪教组织天天就想着刺杀我 所以 这次保护我的那人 直接将他们的老巢端了 果然 沐县白点了点头 在看到徐青的那一瞬间 他就猜测 可能是保护徐青的人动手了 只是没想到 徐青背后的力量 居然如此之大 连八街御寿师都能请得动 那位前辈呢 安国太急忙问道 那等强者 他们说什么 也要拜见一番才是啊 隐藏在暗处了 他不喜欢和陌生人见面 不过 他让你们将这些人头 算算看看值多少钱 到时候交给我就好了 这才是徐青留在这里的理由 这可是价值几十上百亿的 邪教组织啊 否则他早就离开了这里 干嘛还要等他们前来 作为一个克金大佬 自然不能放过 任何赚钱的机会 对了 听说这个可是个七街强者 你们算的时候 可别算错了 徐青踢了踢横处的尸体 至于那只银灵熊的兽盒 已经被徐青挖走了 那是可以当做 七街材料使用的东西 价格绝对不便宜 安国太白几人瞳孔一缩 没想到天堂殿 居然这么快就派来了 七街强者 目现白惊讶 这距离徐青觉醒 才过去了几天啊 徐青同学 你放心吧 等我们将这里清点完毕之后 会第一时间将用金交给你的 那就好 诸位先忙着 我就回去了 明天还得上课呢 徐青笑着说道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回家课金了 路上注意安全啊 秦明几人叮嘱一声 黑暗中 杨桃望着徐青离去的背影 男男道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 居然能让八街御寿师暗中保护 因为徐青当时拒绝了 御寿师工会的保护 也就意味着他自己身后有人 八街强者啊 就是京都那些最顶级的世家大族 也不过如此 再加上那个老头 杨桃觉得 徐青背后绝对隐藏着一个 超乎想象的庞然大物 返回家中 徐青迅速洗了的澡 便开始查看今日收获 率先看向个人属性面板中的 课金点 课金点 364277 这也就相当于 今晚他收获了360多亿联盟币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零售售盒 应该是那些 邪教斩杀了零售之后 所遗留的东西 如果全部加起来 对于任何预售师而言 这都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值 妈的 老子前世要是有这么多钱 绝对先来十个人的魔术出口 可惜这一世 对于拥有课金系统的自己来说 300多亿真的不算太多 36万课金点 让我规划一下怎么用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 有两条路 一种是继续提升实力 今日一战 徐青觉得一只零售 似乎有些不够用 如今 自己正处于风口浪尖 如果有一个以上的 七阶强者出现 拿自己就会陷入被动之中 如果能多一只 或许会方便很多 第32章 再次提升实力 而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利用这些课金点 提升受体清合度 然后再去零售培育师工会 进行检测 如此一来 不仅能得到一份 来自培育师工会的奖金 还能为自己将来 步入零售培育师 铺平道路 36万课金点 顶多也就可以提升 36%的受体清合度 既然要做 那就做大一点 直接积累到50%以上 清合度价格很贵 1万课金点 也就是10亿联盟币 只能提升1%的清合度 简直堪称离谱 而徐青之所以想积累更高受体清合度 再去检测 是因为同样等级的零售培育师 受体清合度越高 每次培育费用也就越高 受体清合度越高 就越能准确地检测出 零售体内各方面的成长情况 所以 费用更高 也合情合理 如果自己能将受体清合度 积累到50%以上 再去检测 估计又会如同一颗炸弹般 让所有人知晓 虽然风险有点大 但利润很可观 也是提升名气的最佳世界 虽然自己的名气已经很大 但徐青不介意 再让他大一点 既然这样 那就先提升自身实力好了 天堂殿来了 地狱门和人间教 估计也不远了 徐青必须地考虑 如果他们三方联手的情况下 自己该如何应对 而且 万一还有什么其他突发状况 唯有提升实力 才能让人安心 系统 先将空明脸稀数升到九星 他要打算给灵兽升级了 空明脸稀数升级成功 消耗250克经典 如果是平时 徐青估计会心疼许久 但现在嘛 有钱 任性 来一份九阶灵兽经验包 给地狱黑雷胶安排上 宿主消耗900克经典 获得九阶灵兽经验包一份 下一顺 正处于玉兽空间的地狱 黑雷胶身上的气息 开始膨胀起来 不过片刻间 便已经达到了九阶成长度 百分之一百的程度 刻经就是爽 一直刻一直爽 当那股反馈之力传递过来 徐青感觉全身 都在被嫩磨得 匆匆玉纸按摩着 舒服极了 啊 龙银声在玉兽空间响起 地狱黑雷胶 阳天咆哮 果然只要不断地搞钱 我大老黑的实力 就会快速增长 兴奋过后的地狱黑雷胶 趴在地上 已经开始思考 如何搞钱了 打劫 抢银行 而徐青的刻经 还没有结束 再将天刚经年的资质 提升到九星 随后 徐青便看到 系统中出现一份份 资质进化液 融入进了天刚经年的体内 恭喜宿主 消耗一万克经典 将零售天刚经年的资质 提升到九星 一万克经典吗 也就是十亿联盟币 似乎也就那样 但徐青明白 这也就是系统出品 若是由资质进化师 炼制进化液 所耗费的 绝对不止十亿那么简单 绝大部分 可能会进化失败 如此 又要花费更多材料 重新炼制进化液 而最严重的 可能将零售直接完费 那损失可就不止 十亿那么简单了 随后 徐青又为天刚经研 安排了一道九阶的 零售经验包 之所以不给剑影玲珑使用 主要是它的外形太显眼 有时候不方便出手 随着天刚经研 提升到九阶成长度 百分之一百 徐青再次感受了一番 全身指尖按摩服务 扑轰 金色的火焰熊熊燃烧 天刚经研 有原来的足球大小 变成了大好瑜伽球般 大小的火焰 散发出来的灼热高温 让空间都在不断扭曲 天刚经研兴奋极了 在预售空间中 不停地欢喜雀跃 它都没反应过来 自己的资质就被提升了 又没反应过来 自己的等级 搜得一下又提升了 这火箭般的提升速度 是怎么回事 怎么和灵兽 应该有的成长不太一样 这是主人的基本操作 不要惊讶 只要搞到钱 我们就能快速提升实力 小老弟你过来 大哥给你讲讲 关于我们以后 该怎么搞钱的事情 地狱黑雷胶 对天刚经研喊道 预售空间中的灵兽 自然也是可以窜门的 大哥 请指教 很好 很不错 徐青很满意 果然有钱就是爽 怎么花度无所谓 他又开始提升 地狱黑雷胶的技能等级 最后又为天刚经研 和自己挑选了几个 技能和战技 灵兽 地狱黑雷胶 等级 九阶 成长度100% 属性 雷 种族资质 技能 雷光闪 九星 雷鸣爪 九星 雷龙吐息 九星 地狱鸣雷击 九星 鸣雷炼狱 九星 雷龙吐息乃是 由口中喷出一道 由地狱鸣雷凝聚而成的雷柱 拥有强大的破坏力 而地狱鸣雷击则可以引发一道威力无边的地狱鸣雷 被指定单体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 而最后的鸣雷炼狱则是以地狱黑雷胶为中心 演化一片雷域 拥有大范围杀伤力 位移技能 单体攻击 群体攻击 徐青全部都为地狱黑雷胶安排上 相信经过此次强化 它的实力绝对会更上一层楼 这样的配置应该没有那只九星灵兽可以做到吧 全部九星技能的配置绝对堪称豪华 灵兽 天罡金炎 等级 九阶 成长度100% 属性 火 种族资质 技能 流星火雨 九星 炎火剑 九星 火拳 九星 九龙火焰阵 九星 这也是徐青特一位天罡金炎寻找的技能 全都是攻击力极强的技能 很烧钱 但他舍得 最后便是自己的属性了 御兽师 徐青 等级 九阶十级 二节 体质 混沌重酮 智强序列 药材清合度 22% 兽体清合度 0% 灵兽 星腾生死连 契合度0% 剑影玲珑 契合度0% 地狱黑雷胶 契合度0% 天罡金炎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众同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 龟石 战绩 列空掌 九星 空明脸西数 九星 奔雷闪 九星 九龙镇天拳 九星 点心指 九星 灵气 雷鸣枪 九星 课经典 30万零8627 二节 九阶玉寿师 我现在自称一句本地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老爷子之前说过 九阶玉寿师被称为战地 再配合混沌重酮的战力加持 徐青觉得自己的实力 已经超出了九阶 就是不知道 九阶之上 又是什么等级 我乐得去 居然还有这么多课经典 徐青惊讶 第33章 净化师 培育师 经验包 原以为经过自己这么消耗 应该已经所剩无几 结果 居然还剩下这么多 徐青很想说一句 系统 你这无限课经 感觉有点名不副实啊 自己几百亿 就能让实力大幅度提升 要是有个几千亿 岂不是直接无敌了 无敌 宿主你怕 不是在想屁吃 本系统 不是跟你说过吗 九星零售 在我眼中那就是垃圾 垃圾你明白吗 宿主明白 什么叫垃圾吗 垃圾就是不值钱 可以随意丢掉的那种 别以为自己 升级到九星就屌炸天了 实际上 你啥也不是 如果宿主不信 好好回忆一下 当初打折过后的 混沌重铜价值几何 不是打击宿主 要不是本系统大方 就凭你这点钱 也想搞到混沌重铜 做梦 别说这几百亿 你就是几千亿几万亿 依旧只能买下 混沌重铜的一根眼睫毛 明白吗 宿主 徐青没有问 但他的心声 被系统捕捉到了 顿时一阵劈头盖脸 教训的徐青 尴尬不已 不过 想想好想还真是 混沌重铜的价格 确实贵得离谱 几百亿连一根眼睫毛 都买不下来 这么看来还是 任重而道远 还剩三十多万克金点 系统 再购买百分之三十的 受体氢核度 搜的一下 克金点 只剩下八千六百十七了 而他的受体氢 和度数值 已经变成了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的三十的受体 氢核度也是 绝无仅有了 但还有不够 我要更多 徐青的野心很大 反正 自己现在地球无敌 也不怕别人来刺杀 随后他又找到 一星资质净化师经验包 价值一千克金点 而在使用之后 他的脑海中 出现了所有 一星零售的资质净化方案 就像自己亲手净化了 无数次一样 零售资质净化 需要资质净化液 每种零售 在不同资质时的净化液都不同 比如天罡金炎 在从一星净化到二星 和从二星净化的三星时的 净化液是不同的 而炼制净化液 又要涉及到材料的搭配 每份材料比例的多少 材料之间融合的程度 以及顺序等 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而药材清合度的存在 就是为了控制药材比例的搭配问题 如果没有药材清合度 是绝对无法控制 药材融合的 毕竟这个东西 可无法用试管来测量 只能通过药材 清合度感知 所以 药材清合度越高 融合的也就越准确 现在我也算是个一星资质 净化师了 只需要过几天去考个证书就可以 毕竟自己这么天才 优秀一点也很合理的吧 而且 一星资质净化师经验包 为徐清的药材清合度 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10% 这是经验带来的作用 等等 徐清突然一愣 他似乎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系统可以解决三次净化失败后 再也无法净化的问题 这怎么可能 不是说三次净化失败之后 就再也无法净化了吗 为什么系统给我的经验包中却说可以解决 徐清瞪大了眼睛 他吸收了系统一星资质经验包之后 洞悉了其中玄妙 烙印在脑海中的经验明确说明 是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只需要加一些其他材料就可以 如果我曝光这一惊人消息 恐怕会在全球引发波澜吧 有史以来不知多少人 因为这个原因导致零售彻底报废 这又是一个发财的路子 徐清兴奋不已 随后他又花费一千克经典 购买了一份一阶零售培育师经验包 系统的经验包十分全面 涵盖所有零售 不说别的 光是经验包中包含的那无数种材料 就足够让人花费几十年的功夫记忆 毕竟这可不是几种材料 而是无数种材料 美滋滋啊 试问除了自己之外还有 谁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成为一星资质进化师 和一阶零售培育师 明天就是周末 到时候出城去练练手 刚刚让灵兽学习了这么多技能 怎么说也得熟练一下才是 对了 还有在天堂殿老巢发现的那么多兽盒 尤其是那枚七阶迎灵熊的兽盒 应该也值不少钱 慢慢地盘算了一下 徐清又为星腾生死联 和剑影玲珑购 分别购买了几个九星技能 可经典那种东西 就是用来花的 学校中 上午并没有发生任何事 徐清心心念念的奖金 还是没到 因为有些事情需要上报 所以 速度上自然就缓慢很多 不过 下午十分 木献白 却找到了他 是那些 天堂殿成员的用金出来了 徐清迫不及待问道 只要涉及到钱 他就很感兴趣 对 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算 那些邪教成员的用金 总共32亿 木献白说道 32亿吗 徐清点头 这和他自己算的相差不大 因为预售施工 会对邪教成员 有明码标价 自己就可以算出来 谢谢木局长了 徐清笑容满面的 结果银行卡 保护我的那人说了 以后给你来几张大单子 还请你提前备好资金 木献白脸色微微一变 低声道 难道七阶还不算大单子 呵呵 保护我的那位说了 七阶算什么 还不够用来开胃的 木献白倒吸一口冷气 沙哑着声音问道 请问徐清同学 负责保护您的那位 到底是什么实力 他怎么听起来那么玄乎 这个啊 保密 呃 木献白眼皮微调 妈的 该不会是九阶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地球的九阶战地 也就那么几位 绝对不可能 派来给徐清 虽然徐清妖孽得厉害 应该不可能吧 干什么去了 返回正在训练 灵兽的操场上 苏星和好奇问道 刚当那位 可是巡察局局长啊 徐清怎么会和那种人物认识 别人给我送钱来了 你收受贿赂 怎么不行吗 你牛逼当然行 不过刚当杨老师 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 沈清尧已经离开 宁城市去白虎学院了 苏星和低声说道 白虎学院吗 倒是和他挺般配的 徐清喃喃道 什么般配 没什么 你就没有什么想法 苏星和奇怪问道 什么想法 选择学院哪 只要你开个口 那四座学院 绝对会用八台大轿 叫你抬回学校去 没兴趣 我的目标 从来都不是他们 那是哪 徐清看着苏星和道 星空学院 第34章 不甘心的周凯同学 那是什么学院 苏星和好奇问道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什么星空学院 啪 正好奇看着徐清的苏星和 都没有注意到 杨桃拿着课本走了过来 结果结结实实挨了一本子 星空学院 那是真正的天才才能去的地方 是向星空输送人才的地方 杨桃板着脸解释道 星空 啊 老师的意思是天上 苏星和惊声道 差不多吧 杨桃点头 卧槽 徐清 你居然想上天 岂不是将来我抬头的时候 就能在星空中看到你 徐清拍了拍苏星和肩膀说道 放心吧 等我成为正式资质进化师 到时候直接给你进化到九星资质 我们一起去星空中闯荡 苏星和正正地看着徐清 半场之后感动说道 谢谢你徐清 就能上星空 还在为我考虑 那当然 咱们谁跟谁啊 不过进化灵兽的付钱 徐清 我要向你挑战 周凯又来了 昨天说给徐清他很不服 想来想去 可能是徐清本人比较厉害 但他的灵兽 应该不会太强 又要向我挑战 看来你还是没有怀疑人生啊 徐清撇了撇嘴 我今天要挑战你的灵兽 有本事的就上场吧 周围正在训练灵兽的其他学生 好奇地看了过来 毕竟又涉及到了徐清 看来周凯终于想明白 问题所在了 杨桃点了点头 徐清因为学习了某种增加战力的战绩 本身确实很厉害 但灵兽却还是一件 而且他灵兽属性恐怕还非比寻常 说不定都没有适合的技能可以学习 如此一来 必然会处于劣势之中 你确定要挑战我的灵兽 徐清问道 我十分确定 周凯认真说道 他昨晚可是经过认真计划的 今天必然能战败徐清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如你所愿 徐清召唤出了心疼生死莲 去吧小唐 好好教训教训那只火狮子 足足两丈长短的心疼 生死莲点了点枝条 表示知道了 心疼生死莲的移动速度很慢 毕竟他靠根筋移动 还有一只灵兽呢 周凯恼怒问道 对方总给人一种 看不起自己的感觉 你还没有资格 让我出两只灵兽 徐清平静说道 妈的 那只剑影玲珑 已经达到了四阶 光是散发出的气势 就足以压制的烈焰仓尸 不敢动弹 好 那我就让你看看 我到底有没有资格 周凯脸旁都有些猙獰 对方真是赤裸裸的 看不起自己啊 自己好歹也是觉醒了 六星资质灵兽的天才 你商标符号 好歹跌点脸面行不行 烈焰仓尸 直接冲过去 周凯直接指挥自己的灵兽 他的灵兽是火属性 刚好克制对方的木属性 这次自己赢定了 耶稣也阻止不了 想着 他还看了一样羊头 很担心这位老师 怕徐清受伤 而在关键时刻阻挡自己 这可周凯赢定了呀 看到这一幕 周围学生议论纷纷 没错 也不知道徐清这只灵兽 有没有学习技能 最糟糕的是 他的属性被对方完美克制 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在关键时刻阻止 毕竟徐清现在可是学校的宝贝疙瘩 不能有一丝受伤 烈焰仓尸张开血盆大口 冲向心疼生死连 同时身上燃烧着熊熊烈焰 炙热的高温 哪怕隔着机米 都能感受到一股灼热的气息 给我咬断他的枝条 周凯大喝一声 烈焰仓尸燃烧着火焰的大口 猛然咬了过来 啪 然而就在这一瞬 心疼生死连的枝条猛然挥舞 如一条灵活的手臂 精准地拍在了烈焰仓尸的脑门上 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 只是一击 体长比狮子还大的烈焰仓尸 直接被抽飞出去 砰的一声跌落在地上 结局一如既往 超过了所有人的猜测 场面一如昨日那般寂静 这一根枝条 就将那么大的烈焰仓尸抽飞了 它是怎么做到的 刚刚出击的 拿一下速度好快 所有人都看不明白了 那么细的一根藤条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尼玛说好的属性克制呢 学生傻眼了 老师杨桃傻眼了 周凯更加傻眼了 啊 怎么会这样 他想不明白了 按理来说 木头在接触到火焰的那一刹那 肯定会被烧伤 可现在对方却毫发无伤 反而是自己的灵兽 倒在地上惨毫起来 老师 还请帮忙 救救我的灵兽 听着灵兽痛苦的声音 周凯只能向有些发呆的杨桃求救 好好 杨桃奇怪地看了一眼徐青 赶紧前去救治烈焰仓尸 好厉害的攻击 看着烈焰仓尸额头的伤口 杨桃有些惊讶 只是一根枝条 就造成了这种伤害 攻击力着实有些厉害 那要是那几根枝条 同时发动攻击 绝对会更为恐怖 老师 为什么会这样 周凯有些沮丧 感觉都要丧射斗志 杨桃说道 你这只烈焰仓尸 竟然学习了技能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技能 远程攻击对方呢 这样的胜算 应该更高一些吧 周凯回答道 我原本想的是 依靠火属性对木属性的克制 再加上他那只灵兽 移动速度上的缺点 等我的灵兽靠近了 再使用技能攻击 没想到他那只灵兽 在发动攻击时的速度 会那么快 要不老师 我再试试 杨桃摇头道 还是别了吧 要是再输了 你没有产生心理阴影 你的灵兽 都快产生心理阴影了 而且最主要的是 那只灵兽刚刚那一下抽打 应该也是技能 而且能爆发出 如此威力的等级还不低 这样啊 周凯无力地叹了一口气 算了吧 从今以后 还是别想着战胜徐青了 不然自己真的该怀疑人生了 不远处的徐青一笑 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有一点怀疑人生了 希望他不要 继续那么不逝去 灵兽 心疼生死连 等级 二阶 成长度100% 属性 木 生 死 种族资质 技能 藤木边际 九星 生命吞噬 九星 死亡侵蚀 九星 刚刚那一下 正是九星技能藤木边际 九星技能的威力 可想而知 不过也就只能用这么一下 九星技能 对能量需求太大 以心疼生死连的等级 发出那么一击 就差不多要被吸干了 但在同等级来说 一击就已经可以决定胜负了 第35章 又是一击 变脸的系统 牛逼啊 老徐 苏星和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 昨天 一指崩飞对方 今日又是一击打伤对方 他们也只有羡慕的份 基本操作而已 淡定一点 徐青背负双手 平静说道 装逼 看着苏星和那羡慕的眼神 徐青低声说道 我认识一个大佬进化师 可以百分百 成功帮你将浑水鳄 进化到二星资质 要不要试试 百分百 你确定是百分百 苏星和疑惑地看着徐青 这世上有哪个进化师 敢自称百分百成功进化 反正我敢这样保证 徐青说道 确定 如果失败我十倍赔偿你 徐青打包票说道 如果不是看在两人朋友的份上 他都懒得管这些事 不是赔偿的问题 主要是你这个百分百 让我很慌啊 苏星和皱眉 零售进化乃是大事 而且只有三次机会 一旦全部失败 那就代表着 自己永远只能成为 最平凡的一阶预售师 但在看到徐青那认真的眼神 苏星和问道 进化到二星多少钱 一千大不了 卧槽 为什么这么贵 正常来说 应该是几百万才对啊 这个也贵得离谱了 物有所值啊 徐青认真回答道 你找别人 敢保证一次性进化成功吗 系统出品 自己收点中介费 不为过吧 老徐啊 你确定能一次性进化成功 苏星和再次问道 妈的 要是失败了 老子以后养着你 徐青翻了个白眼 这要是换做别人 他才懒得理会这种事 因为一千大不了 这是系统的标价 这么一来 相当于自己一分钱没赚到 这对以前为本的徐青来说 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是很不符合他为人宗旨的 好 有你这话 我就是不信也得信啊 不过我今天没钱 得等到明天才有 苏星和陈生说道 行 那就这么定了 我晚上回去 就给那位大佬说说 让他先将资质精华业准备好 周一早上 我帮你带过来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放学后 徐青找到一家商城 将这段时间 得到的所有零售售盒 全部卖了出去 不过价格 让他有些失望 居然才卖了不到 两个亿联盟 哎 蚊子再小也是肉 徐青叹息一声 两亿就两亿吧 总比没有好 返回的路上 徐青感知着周围一切 再次发现 有不少人正在暗中盯着自己 还是邪教的脑袋之前 徐青都在期盼 他们最好多聚集一些人 那样才赚钱啊 回到家中 徐青简单地吃了一口饭 又将零售挨戈 为了一遍 又进入了充钱模式 童子啊 你今天早上 对我的态度很不友好啊 早上 那是什么时候 你不要给我打马虎眼 你早上说话的态度 让我很不舒服 我现在都在考虑 要不要立刻充值 尊敬的宿主对不起 早上是童子我的错 那个时候我还没睡醒 还请宿主 你一定要原谅我啊 童子这边给您跪下磕头了 徐青甚至还真的听到了一道 扑通下跪的声音 随后喷喷喷地声响 很真相磕头的声音 童子啊 你是知道的 我这个人只看利益 不看那些虚的东西 嘿嘿 尊敬的宿主大大 为了表示本系统真知的诚意 特意送上九星灵气一件 还望宿主能够原谅小童子 今天的无力行为 随后一件面具形状的灵气 出现在系统空间中 九星灵气 徐青将面具拿了出来 奇怪地看了起来 这是个青面獠牙 长有两根犄角的恶鬼面具 一看就给人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 没心处刻着青帝二子 童子 这是你特意为我准备的吗 尤其是上面的青帝 不就是自己吗 还请宿主笑纳 这件灵气有什么作用 回禀宿主 可以防止一些 拥有特殊同类体质 或是学习了某些 同类战绩的预售师 看到宿主真实面貌 哦 那还不错啊 徐青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不怎么值钱 毕竟是辅助类灵气 对有的人而言 几乎没什么作用 但徐青却很喜欢 之前的熊猫面具 看起来有些太过和善了 无法给人心理 造成恐吓效果 这个青面獠牙的恶鬼面具 就很不错 看到你态度这么诚恳的面子上 就将我身上的三十四亿 全部充值了吧 谢谢宿主 嘿嘿嘿 恭喜宿主充值成功 获得三万四千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系统发出兴奋愉悦的声音 徐青每次充值的时候 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像是小孩过年收到红包 又像是成年人 到了发放年终奖的时刻 看了一样那些课经典 徐青没打算现在就使用 因为暂时没有想买的东西 宿主不考虑一下 与零售的契合度吗 暂时不考虑 等过段时间 我的奖励下来只在看情况 童子 我告诉你个事情哟 请宿主 叫我统爷或者系统爷爷 谢谢合作 哦 统爷好 徐青咬牙切齿说道 嗯 这才像样 你刚刚想说什么 我想说 我过几天的奖励 至少应该也有几十个亿的 你说我到时候 要不要充值呢 哈哈 宿主大大 您太客气了 您叫我小童子 或者童子就好 干嘛还的叫我统爷呢 这多见外啊 宿主 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了 你这让我受宠若惊啊 徐青没有再理会他 直接蒙着头睡觉了 明天他准备去一趟 城外活动活动筋骨 这一夜 外面很安静 只是脑海中系统那喋喋不休的声音 让徐青不厌其烦 直到最后 系统送了一本九星战绩画骨易容术 徐青才原谅了这个狗系统 宿主 以后有钱了 一定要第一时间充值 留在身上 万一掉了 或者贬值了怎么办 童子 我也是为了宿主 您着想啊 徐青撇了撇嘴 这狗系统 就一心惦记着自己的钱 生怕自己会拿钱去洗脚 至于院子外的那些人 虽然一直在监视着自己 但似乎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估计是在寻找暗中 保护他的那个人吧 可惜他们 永远也不可能找到 也有可能是在等待着援军 一旦时机成熟 便会对徐青 发动最猛烈的进攻 嘿嘿 你们就慢慢在那监视这吧 我就先睡觉了 徐青一笑 呼呼大睡起来 第36章 丛林 这一夜很安静 并没有任何刺杀行动 徐青自然也休息得很好 今天是周六 徐青早就做好打算 这个周末去野外渡过 好好练练手 吃了早餐 将几只灵兽全部喂饱 徐青直接朝着城外走去 而在他的身后 大批大批的邪教成员 紧随而至 徐青是他们的目标 对方走到哪 他们就跟到哪 而最让他们忌惮的是 那个隐藏在暗中的强者 还没有露面 果然还是城市外的空气 更加清新 出了宁城市 徐青深吸一口气 随后朝着大山方向走去 那些强大的凶兽 都处在大山深处 人类和凶兽的关系很奇怪 人类要契约的灵兽弹 来自于凶兽 但却因为凶兽进犯城市 而不得不杀凶兽 可又不能将他们全部杀完了 没了凶兽 灵兽弹也将没了来源 所以 人类既要防着凶兽 又不能将凶兽全部灭绝 这也是这些凶兽 为什么经常入侵人类城市 却还一直存在至今的原因 进入大山之中 徐青几个跳跃 便消失了踪迹 留下后方一群茫然的追踪者 人呢 突然之间消失了 树到人影 自大树下的阴影中出现 找 大人们应该也就是今天或者明天 便会抵达这里 绝对不能丢失他的踪迹 搜搜搜 急到身影如幽灵般 瞬间消失黑暗中 玉兽施工会中 木线白皱眉 坐在秦明对面 你是说 徐青去了野外 秦明皱眉 没错 我们巡察局的人亲眼看到的 这不是胡闹吗 他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难道他不知道 还敢离开城市 秦明怒声道 现在这个阶段 徐青的处境 可以用危险至极来说 除了三大邪教组织之外 还有一些组织 想要将徐青活捉 打算将他囚禁 为他们贡献自身的力量 那些世家家族们 可不管他是不是什么天才 那些人眼中只有利益 这个时间点离开城市 实在太过凶险 我倒是觉得未必 我觉得他离开城市 反而让城市更加安全 当然 最主要的是 负责保护他的那人实力很强 根本不用我们担心什么 而且 就算他待在城市 一旦真的爆发大战 你觉得 我们这些四阶五阶 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不仅起不到作用 反而可能还会变成对方的拖累 沐县白手 只点着桌子说道 秦明起身道 要是那些学院 能将他赶紧带走就好了 我们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我听说徐青和四大学院闹翻了 那他的目标 就只能是星空学院了 其他学院 估计他也看不上 拟他的妖孽程度来说 星空学院应该要不了多久 就会送来邀请函 真希望这一天赶紧来 我们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要是徐青在宁城市死亡 那他们都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有那位八阶强者保护他 应该不会有事的 而且还有一个七阶老头 现在不见了 应该都隐藏在暗中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万一他们在城内爆发战斗 我们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 疏散群众 好 碰 一声巨响 一只金色老虎的脑袋炸开 一个国字脸壮汉 看着食指指尖 一颗绽放着璀璨星光的金色星辰 九星战技 点星直 威力不错 就是 这些凶兽太弱了一些 这壮汉 正是徐青使用了九星战技 化骨易容术之后的效果 哪怕是极其熟悉的人 此刻面对面 也不可能认出他 他已经进入这片森林 有几个小时了 但这里所遇到的 都只是五阶之下的凶兽 甚至连一只五阶凶兽都没有遇到 这让徐青有些失望 没有强大凶兽 自己该如何磨练天罡金炎 和地狱黑雷礁呢 也不知道山脉深处 有没有强大一些的凶兽 最好能有九阶凶兽 不然在等级的压制之下 那些凶兽 根本挡不住自己一击 就在徐青挖出凶兽兽盒 准备离去时 一阵稀稀索索的声音突然传来 随后一只巨大的凶兽 猛然自草丛中击尸而出 巨大的力量 瞬间撞断了一棵环抱大树 朝着徐青吞了过来 五阶凶兽 清灵毒吸 徐青眼睛一亮 虽然还是没什么卵用 但五阶灵兽的兽盒 却可以值不少钱 眼看那只凶兽 朝着自己咬了过来 徐青身上 嘶嘶雷霆闪烁 随后嗖的一声 瞬间自原地消失 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清灵毒吸的头上 裂空掌 一掌落下 周围空间都产生了 嘶嘶细腻的裂缝 而后 巨细的脑袋瞬间炸开 抱头的感觉真爽 徐青捡起兽盒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自从林中传来 阁下且慢 这只凶兽 乃是我们的猎物 随后 几道身影 从从林中清灵毒吸后方 飞快走了过来 为首者 是一个身穿白色T恤 脸庞白皙俊俏 拿着折扇的青年男子 而紧随其后的 乃是一个约莫六十多岁 身着黑色唐装的老者 再之后 便是七个清一色黑色 净庄的中年男子 一看便知 属于那种保镖之类的人物 小子 赶紧将你手中的兽盒交出来 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一个黑色净庄男子 开口说道 你们的战利品 明明是我杀死的 为何能说是 你们的战利品呢 徐青冷笑一声 这位老弟 不妨看看这只 清灵毒吸的后腿处 那里有我们留下一道伤口 只是这畜生 刚刚跑得太快 让他溜了 那个身着黑色唐装的老者说道 此刻徐青看起来 就是个中年壮汉 对方称呼他一声老弟 却也合理 徐青看了看 清灵毒吸的后腿处 确实有一道猙獰的伤口 而且还是心伤 但是 他还是将那颗五阶兽和收了起来 老弟这是何意 老者神色不善了起来 伤口是你们留的 但这种凶兽 却是我杀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们实力不够 无法斩杀对方 既然如此保无能者得知 我收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徐青平静说道 开什么玩笑 到了我徐某人手中的钱 有交出去的道理 不知道我徐某人是钱财犹如生命吗 你 老者刚要发火 却被手持折扇的青年拦住 区区一颗五阶兽和而已 还不值得如此 而且这位大哥说得不错 我们让六五跑了 是我们能力的问题 被别人杰足先登 又岂能怪别人 随后 看向徐青抱拳道 在下敖苏 见过这位大哥 第三十七章 让钱来得更猛烈些吧 敖苏显得很有礼貌 并没有因为一颗五阶兽和 而与动怒 徐青点了点头 但他心中略微有些失望 因为这些人给他的感觉不一般 说不定来自什么有钱人家 如果能将对方给抢了 或者作为人质什么的 应该能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吧 可惜 简直可惜 错过了一次发财的机会 徐青看着敖苏道 嗯 你还不错 不像他们几个粗鲁无礼 几个手下管教不严 还请这位大哥见谅 敖苏抱拳 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 像是一个大家贵公子 没事 只要别打我钱的主意 一切好说 徐青摆了摆手 不知这位大哥贵姓 小弟我出道此地 想向这位大哥 请教几个问题 我姓青 但我可不会轻易回答别人问题 那不知道这位大哥 有什么要求 钱 钱 敖苏惊讶 问几个问题 还在收钱呢 这人是钻进钱盐子里面去了吗 小子 你不要太过分啊 老者怒目而视 瞪着徐青 想他们敖家在京都 也是一方世家大族 到了这穷乡僻壤 居然问个话都要收钱 你要多少钱 敖苏皱眉问道 那就要看你问的什么问题了 你知道徐青吗 知道 就是宁城市最帅的那个人吗 这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徐青笑着说道 但心中却冷笑一声 如果让他知道 这些家伙 将会对自己不利的话 那就别怪他 先下守卫墙了 到时候 先给绑了再说 敖苏问道 你对他知道多少 我知道的 绝对超过宁城市其他人的99% 唐庄老者咬牙切齿道 小子你最好不要说假话 否则 嘿嘿 哼 一分钱一分货 同搜无期 好 那我想知道 关于徐青的那些信息 到底是不是真的 敖苏问道 一百 一百 大不六 喂 小子 你抢钱啊 一个保护 瘫声道 妈的 就这还要一百万 什么时候钱 变得这么容易挣了 还出不出 没人强迫你们 敖苏道 刘叔 给他一百万 少爷 万一他说的假话呢 还从来没有人能从我们敖家手中 骗走一分钱 是 唐庄老者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百W 狠狠地砸向徐青 砰砰砰 大捆大捆的钱砸在徐青身上 他却没有躲避 来吧 让钱来得更猛烈些吧 唐庄老者差点气得吐血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爱钱的人 钱收了 现在该回答了吧 敖苏皱眉说道 没错 关于徐大帅逼 徐大天才的那些信息都是真的 他检测药材清合度的时候 我就在身旁 亲眼见证了22%的那个奇迹 真的有22%的药材清合度 千真万确 妖孽啊 真的是妖孽啊 敖苏感叹一声 随后又问道 我想知道 他身旁的强者数量如何 怎么 你们想要杀了他 徐青顿时蠢蠢欲动起来 他现在就想将这几个人给绑了 这样的天才 为什么要杀 我们脑子又没有坏掉 敖苏无语道 我们只是想将他请到我们家族去 然后以最好的待遇 将他供奉起来 为什么呢 徐青叹息一声 但凡他们说一句 我们要弄死你 他就可以直接动手了 这你不用管 反正我们不会伤害他 回答问题吧 一个亿 你 你未免太过于狮子大开口了吧 并没有 徐青认真说道 因为我所知道的99%的人都不知道 给 敖苏沉声说道 他们敖架还不缺这点钱 徐青再次感受了一番被钱砸的滋味 他身边有两个强者 一个七阶 一个八阶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唐庄老者怀疑问道 首先 在他检测出药材清合度的当天便遭遇了袭杀 当时出手的是一个七阶玉兽师 但还有一件事 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 那就是在前天晚上 他又遭遇了天堂殿的袭杀 最后一个隐藏着的一个八阶玉兽师出手 斩杀了天堂殿一个七阶强者 徐青将自己发生过的一切说了出来 反正可以赚钱 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死 唐庄老者心中一震 低声道 少爷 看来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啊 连八阶玉兽师都出现了 我们就算想强行将他掳走 都不太可能了啊 徐青耳朵一动 他听到了什么 掳走自己 那自己要不要现在把他们给掳了呢 见机行事吧 敖苏叹息一声 不过这个消息 确实很有作用 如果他们真的按照之前的计划行事 那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一个问题 徐青有什么兴趣爱好 徐青奇怪道 你问这个干嘛 你就说知不知道 问题需要多少钱好了 知道 两个月 他的爱好只有一个 那就是钱 钱 对 他和我一样爱钱 甚至有有过之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话 那就给钱 如果他不同意 那就是 你们的钱没到位 当然 前提是 你们和他没什么过节 他虽然长得很帅 但有时候也很记仇的 行 我们知道了 希望你的消息没有假 否则 敖苏拱手准备离去 看在你们为我送了三个亿的情况下 再给你们透露一个消息 徐青突然说道 什么消息 赶紧立刻这座山脉 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邪教成员 邪教 他们聚集在这里做什么 因为徐青也在这座山脉之中 什么 徐青此刻在这座山脉之中 敖苏瞪大了眼睛 所以我奉劝你们赶紧离开 如果被邪教抓住 下场可想而知 但敖苏却没有想什么邪教 而是兴奋低于道 也就是说 现在徐青正在被无数邪教成员围攻 如果我们能将他救出 那必然能让他欠下 我们敖家一个天大的人情 以后如果有求于他 想必他也不会拒绝 他来这里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将徐青请到京都敖家 将其奉为座上宾 如果这条路行不通 那就与他打好关系 将来在他们敖家有需求时 说不定对方可以帮助到他们 这是一份长期投资 说不定还是一份没有回报的投资 但双九星零售和22%的药材清合度 却值得他们冒险 第38章 各有算计 徐青撇了撇嘴 还就自己 让自己欠他们一个人情 简直笑话 就他们这点实力 还想着让自己欠他们人情 等等 如果这群家伙被邪教抓了 而自己再出手救了他们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自己 送上几百亿作为谢礼 这么一想 徐青还有些小激动 多谢这位大哥告知如此重要的信息 此番恩情 我们敖家记下了 敖苏对徐青拱手 带着几人赶紧离开了 但看他们的情形 似乎也要去寻找徐青 嘿嘿嘿 我已经看到大量财富 在向我招手啊 徐青嘿嘿一笑 随后继续向大山深处 走去猎杀四街以上凶兽 少爷 您为什么要对那个人 那么恭敬 唐庄老者疑惑问道 要是换做自己 绝对先将他对方制服 然后再慢慢问话 奶还用得着那么麻烦 居然还给对方钱 虽然三个多亿 对他们来说 也算不得什么 但就是让他们很不爽 就连几个保镖 也很是疑惑 简单粗暴一点不好吗 刘叔啊 亏的是你老江湖 怎么连那点眼力剑都没有 敖苏撑开折扇叹息一声 还请少爷指点 虽然那只青灵毒吸 已经被我们打伤了 但并未伤及要害 而从现场痕迹来看 青灵毒吸 却被对方赤手空拳 一击毙命 那可是五阶凶兽 想要将他一击毙命 至少也得拥有六阶的战力 可根据我们的消息 这小小的宁城市 最强镇手史也不过五阶而已 那么这个六阶玉兽师 又是哪里来的呢 从后面 他对徐青的了解熟悉程度 基本可以断定 此人说不定就是负责 暗中保护徐青的玉兽师中之一 所以才会对徐青的兴趣爱好 那么了解 也才知道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一些情况 这也刚好解释了 为什么在他明知这里有邪教成员 却还待在这里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 负责保护徐青安全的人 所以 徐青在哪里 那他也就在哪里 死 唐庄老者几人 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纷纷对少爷竖起了大拇指 少爷才死敏捷 智慧过人 居然能推断出这么多事情 老夫佩服 阿门也一样 其他几人也齐声说道 少爷 那现在我们该如何 还能如何 既然那个人是负责保护徐青安全的人 那他所在之地 徐青必然也就在附近 我们只需要暗中跟着他 就绝对能找到徐青所在 到时候 我们在关键时刻 出手救他一马 他还不对我们感恩戴德 那我们此次的行动 也就成了大半了 少爷阴灵 夜色降临 哪怕有月亮洒落下余晖 这片丛林之中 却也是漆黑一片 只是偶尔的售吼声响起 回荡在丛林中 显得有些甚人 徐青坐在一个 从一只凶兽那里抢来的山洞中 看着眼前烧得油光赠亮的食物 从空间戒指内 拿出一瓶啤酒喝了起来 火是小一点 徐青突然说道 好的 主人 金色的火焰突然变小了许多 徐青满意点了点头 刚刚差点将这块烤肉都烧焦了 那样可会影响口感的 如果让其他御寿师知道 徐青用酒界灵兽来做烧烤 不知道会不会被人骂他败家子 要不要来一口 徐青拿着啤酒 对着天罡惊言说道 主人 我不喜欢喝水 那你喜欢喝什么 我什么都不喜欢喝 好吧 那真是可惜了 啤酒的味道明明这么美妙 主人 我大佬黑想喝 地狱黑雷胶 在玉兽空间内大叫起来 另外两只灵兽 也齐齐嚷了起来 一个个的都想要喝啤酒 真拿你们没办法 徐青摇了摇头 只能将灵兽们召唤出来 每一只都赏了他们一箱 好喝 真是好喝 徐青将几瓶啤酒 倒入地狱黑雷胶口中 被他一口咽了下去 随后还舔了舔嘴唇 确实很好喝 剑影玲珑也赞同道 倒是心疼生死连 对啤酒似乎没什么好感 只喝了一瓶 就直接放弃了 主人 这瓶子实在太小了 我哥俩根本握不住啊 而且 一瓶子根本不够喝啊 能不能在生产商那里 定制几个大瓶子啊 地狱黑雷胶 有些难受 啤酒瓶握在人类手中 刚刚好 但它和剑影玲珑体型太大 瓶子太小 反而握不住 这让他们两个很不爽 这个 或许到时候 可以去协商一下 徐青说道 这都不是什么事儿 也不知道 如果为零售生产啤酒 赚不赚钱 系统 你这里有适合零售喝的啤酒吗 宿主 请你以赚钱为己任 那些小道就不要想了 徐青明白了 系统那里没有这种东西 不过想想也是 成为资质进化师不好吗 进化一次 不知道就能买多少瓶啤酒了 吃完烤肉 徐青直接躺在那里休息了起来 明天下午就要返回了 最好是能在回去之前 收割一波邪教 从明天早上开始 就以真身露面好了 不然他担心 那些废物邪教 还真的找不到自己 还有敖苏 这群人一看就是很有钱的那种 必须的救他们一次 然后让他们拿出几十个亿来感谢自己 说不定明天一天 就能大赚上百亿连蒙蔽 想想徐青就有些小兴奋 咦 有人 就在这时 洞穴外传来声音 随后 两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走了进来 嘿嘿 果然是玉兽师 而且还是个四阶玉兽师 还能凑合 四阶灵兽的灵魂 虽然无法让我灵兽的资质更进一步 但也聊胜于无了 随后 一只灵兽五阶子独蝎 被其中一人召化而出 这是独属性灵兽 此刻子独蝎的目光 看向了正悬浮在那里的天罡经验 徐青也已经起身 皱眉看着那只子独蝎 尤其是他眉心间 那团如同银色火焰一样燃烧着的东西 那是精神力 血脉之力为提升灵兽资质的手段 所以他们灵兽身上都会出现血纹 而地狱门则是吸收灵兽精神力 他们的灵兽脑袋上也会出现那个标志 这是无法掩盖的东西 毫无疑问 这是两个地狱门成员 第39章 有多长给老子捅多身 嘿嘿 小子 你不很不幸遇到了我们 不过我们给你反抗的机会 可别说我们以多欺少 那个召唤出子独蝎的男子 猙獰笑道 而另一人则舔了舔嘴唇道 还是老规矩 灵兽归你 这个男人 嘿嘿嘿 归我 今日我要一品他的后庭 马 这是个大汉 你商标符号不是喜欢小白脸吗 子独蝎主人一脸惊讶 换口味了 小白脸完腻了 没意思 这个人很合我的口味 马奥舔了舔嘴唇 盯着徐青下体看得不停 这让一旁子独蝎主人 都脸色微微一变 不由地离他远了几分 徐青额头青筋爆起 这恶心的玩意他说什么 他说 要凭我后庭 我草他大爷的 怎么会遇到这么恶心的东西 反抗啊 你反抗啊 你越反抗 我越兴奋 嘿嘿 马奥猥琐一笑 我去你妈的 徐青身上雷电闪烁 瞬间消失在原地 随后携带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一脚踹在了马奥腹部 碰 一声巨响 马奥的身躯 直接被踹飞 镶嵌在了土质的洞穴墙壁上 子独蝎主人瞬间意识到了 事情不对劲 正准备让子独蝎发动攻击之时 雷霆闪烁 一道人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手中一柄银色长枪 却已抵在了他的眉心处 大哥饶命 饶命啊 子独蝎主人顿时求饶 完了 今天商标符号遇到个阴人的老六 这次感觉要栽了 去 命令你的子独蝎 用他的蝎尾 给对方开开后庭 徐青冰冷的声音响起 啥玩意 子独蝎的主人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这个壮汉 刺了 随后 他的一只耳朵直接被一枪捅掉 痛得他撕心裂肺叫了起来 快去 用你的蝎尾给对松后庭 有多长就给老子捅拨扇 子独蝎主人急忙对自己灵兽喊道 不过片刻 另外一道惨叫声在洞穴内响起 凄厉至极 那画面惨不忍睹 随后一根蝎尾 直接从马鳄口中钻了出来 一枪戳 雷光乍现 子独蝎的主人 直接被雷鸣枪刺穿了脖梗 两个五阶邪叫 还是挺值钱的 虽然有些恶心 但徐青 还是收起了两人的脑袋 这可是领取用金的证据 妈的 害得老子 又得换个地方 少爷 洞穴中怎么会发生 那么凄厉的声音 洞穴外 敖苏一行几人挣钱 藏在附近 听到了洞穴中的声音 即便是有过无数战斗的 唐庄老者刘三勇 也不有感觉 头皮一阵发麻 少爷 会不会是那个 性侵的小子 遭到那两人的毒手了 刘三勇低估道 我们只是 利用他找到徐青而已 至于他的死活 我们不必管 反正有他的地方徐青 肯定就在附近 敖苏无所谓说道 如果对方真的死了 那他们也只能再依靠自己 去寻找徐青 可是少爷 既然已经猜测到徐青 就在附近 那我们直接去寻找徐青不好吗 为什么非得跟着他呢 一个保镖疑惑问道 那个姓青的 不是说了吗 有许多邪教成员 进入了这片森林 那我敢保证 徐青一定会遭遇到围攻 到时候 这个姓青的肯定会出手 那样岂不是将 实际把握得刚刚好 敖苏淡定说道 原来如此 而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自动穴内走出 敖苏几人定眼一看 这不正是那个姓青的吗 那死亡的肯定就是 刚刚的两人了 老夫很好奇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唐庄老者刘三勇 望着洞穴 里面那道声音 让他很好奇 你们几人 继续跟着对方 我和刘叔进去看看 敖苏说道 是 片刻后 敖苏两人腿肚子 发软地走出洞穴 变态啊变态 老夫活了几十岁 从未见过 如此变态之人 杀人就杀人好了 为什么还有用那种手段 刘三勇扶着墙 那一幕让他毕生难忘 尤其是那只 紫毒蝎和那个 无头尸体的变态造型 让刘三勇菊花不由 紧紧收缩起来 那是个变态杀人魔 快去告诉他们几人 千万不能落入 对方手中 敖苏脸色一变 要是他的几个保镖 落入对方手中 还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呢 这一幕 将是他一生的梦魇 次日 阳光出照 经过一夜休息 所有凶兽们 也都再次活跃了起来 徐青自一棵大树上走出 几个快速跳远 躲开了一些原本的追踪 随后恢复了本来面目 开始行走在山林之间 果然 几个小时之后 大量的邪教组织 出现在了徐青身后 这些人很诡异 他们的身体 就像完美融合 进了阴影之中 和之前天堂殿的陈雷 他们如出一彻 而隐藏在一旁的 敖苏一行人 他们同样也有着 自己的隐秘之法 否则 在听到有那么多 邪教成员之后 他们也绝对不敢 进入狼群之中 直到中午时分 一道剧烈的爆炸声 突然在丛林中响起 敖苏几人眼睛一亮 都知道时机已到 而确实如他们所想的那般 徐青所在之的 发生了剧烈爆炸 一颗巨大的火球 精准地击中了徐青 这就成功了 他身后的那个人 为什么到现在 还是没有现身 隐藏在暗中的邪教成员 都疑惑不解 并没有那 一群小傻逼 一道声音 自火焰中响起 啊 随后 一道龙银声 骤然炸响 燃烧着的火焰 骤然分开 一条黑色蛟龙 突然出现在了原地 而在蛟龙头顶上 正站着一个 手持银色长枪 戴着猙獰鬼脸面具的男子 强大的八街气息 骤然释放 瞬间将周围那些 隐藏着的徐兽师们 从黑暗中逼了出来 你就是那个 隐藏在徐青身后的 八街徐兽师 徐青呢 一个站在双翼巨蟒 头顶的男子 看着对面那个 带着猙獰面具的徐青喝问道 而他脚下的那只 悬翼黑芒脑袋 眉心位置上 正燃烧着熊熊的银色火焰 地狱门八街御寿师 韩军生 也是地狱门 在华夏战区的一位店主 徐青啊 自然是被我藏起来了 不过想要见他 除非你们杀了我 徐青沙哑这声音说道 正有此意 韩军生大喝一声 杀 根本没有人想到 这个人就是徐青 毕竟这是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令下 脚下的悬翼黑芒尾巴骤然摆动 杀向前方那只蛟龙 随着他移动之时 一颗巨大的水球 从他口中喷出 机射向地狱黑雷胶 第四十章 感受到绝望了吗 轰隆 一声炸响传出 剧烈的爆炸 直接将周围几百米的树木巨石 摧毁殆尽 只见一道 巨大黑色雷柱贯穿了 悬翼黑芒的水球 轰击在他的腹部处 剧烈的攻击 直接将悬翼黑芒炸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击在地上 将树叶与尘埃冲击地飞了满天 韩军生剧烈翻滚机圈 才在地上站稳了身体 该死 这条蛟龙的技能 绝对超过了七星 韩军生怒骂一声 刚当自己悬翼 黑芒释放的技能悬水弹 乃是六星技能 如果对方的技能 没有超过七星 是绝对不可能 造成这种伤害的 看着悬翼黑芒腹部的那处 漆黑的伤口 韩军生赶紧拿出了一个药瓶 给灵兽服下 这是他购买的八阶治疗药液 乃是一只 学习了治疗技能的八阶目属性 灵兽产生的药液 随着药液入腹 悬翼黑芒身上的伤势 快速恢复了起来 凭你这样的实力 也配件徐大天才 还是赶紧滚回去吧 徐青戴着面具 站在地狱黑雷胶背上 毫不客气地说道 他没有急着赶尽杀绝 因为他想看看 还会不会有八阶强者出现 按理说 地狱门出现了 天堂殿和人间交也不远了 若是自己秒杀了面前的 这个八阶玉寿尸 那暗中之人 要是被吓尿跑了怎么办 那可至少都是好几个亿啊 小子莫要猖狂 一道声音传来 随后 一只白色的巨虎 猛然从侧面袭击而来 一爪子 抓向地狱黑雷胶脖紧触 雷光闪 嗖的一声 地狱黑雷胶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堪堪躲过了白虎的袭沙 但徐青 却清晰感受到 地狱黑雷胶脖紧触 传来的摩擦声 回手看了一眼 那里的龙铃上 居然留下了 一道白色的硬痕 灵兽 天光咒虎 等级 八阶 成长度43% 属性 光 种族资质 技能 光闪 九星 白虎啸天机 八星 虎啸 六星 难怪 难怪这家伙速度那么快 居然掌握有九星追击类技能 徐青看向那只白虎 顿时恍然 看来不能大意了 否则可能也会吃亏 反应很快 居然躲过了我的技能 其在天光咒虎背上的中年男子 承霄赞叹一声 迄今为止 能躲过自己 灵兽这一击的 还没有几个人 而对方居然还是毫发无伤的那种 这实力 确实不错 这有何难 刚刚若不是被偷袭 你还碰到我灵兽的机会都没有 哼 不过的玉门 和人间交都来了 看来天堂殿 应该也来了吧 怎么还藏头鹿尾 不一起出来呢 徐青声音中带着能量 在周围回荡 这只天光咒虎眉心处 有一个金色圆形印记 这是人间交在吞噬了 其他灵兽本源之后 才会形成的独特印记 散发着独属于 他们人间交的气息 徐青的声音发出 但却迟迟没有回音 难道天堂殿没来 还是说正躲在暗处 准备因自己 呵呵 你或许很强 但杀你有我们两人 确已足够 韩军声低笑一声 而且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们就这么点燃吧 实话告诉你 我们接到的是 斩杀徐青的命令 所以今日 任何拦在他前方的人 都必死无疑 都出来吧 今日就让你感受一下 何谓绝望 嗖嗖嗖 一道道身影 自黑暗中浮现 密密麻麻 居然多达上百人 他们瞬间 将徐青团团围住 随后 一只只灵兽奇奇 被召唤而出 一个个身上 全都绽放着 强大的气息 这一刻 整片山脉 全都陷入了寂静一般 原本那些吵闹的凶兽们 居然也不敢再发出一声 彻底没了声息 感受到绝望了吗 承潇望着 站在蛟龙头上的面具 难宁笑一声 这么多人 其中有十几个 都是七阶 大部分都是六阶 只有极少数才是五阶 根本就没有 低于五阶的强者 这种阵仗 就算是韩军生和承潇 都会感到绝望无比 而此时 蛟龙头上那个身躯 看起来有些颤抖 他们以为那是怕的 但却不知道 徐青此刻 是真的兴奋 这么多终极 高级预售师 到底的值多少钱 感觉自己 又要肥一波了 不远处 敖苏几人头皮发麻 他们知道这里 肯定来了不少邪教组织 但却没想到 居然会有这种阵仗 此等势力 毕竟都那些顶尖家族 还要恐怖啊 少爷 我们还出手吗 唐庄老者刘三勇 颤抖着声音问道 怎么出手 这种情况你觉得 我们出手 又能改变什么吗 敖苏叹息一声 这阵事真的太恐怖了 而他们一行人中 最强的也就是刘叔 但也不过是七阶而已 这要是冲进去 估计会被对方瞬间分尸 那我们要离开吗 这个架势下 徐青怕是活不了了 唉 真是天度英才啊 如此妖孽 却要在今日陨落 实在可惜 刘三勇叹息一声 他们还指望 对方成长起来 能帮助他们家族进化 一次灵兽呢 现在看来 也是不可能的了 再看看 八阶强者的大战 可不是轻易就能见到的 敖苏无礼之余 又有些兴奋 想多看看此等大战 只是他不知道 就是因为他这个决定 导致他将来损失了很多钱 杀 韩军声大手一挥 那些御兽师们大吼着 朝着徐青杀了过去 搜搜搜 一道道恐怖的攻击直冲徐青而来 铺天盖地 形如骷髅的火焰 粗壮如蜘蛛的水箭 散发着凌冽气息的冰锥 可斩断一切的斩机 飓风 雷霆 甚至有如同陨石一样的东西 从天而降 地面震动 四地龙翻身 巨大的木头 触手自大的深处破土而出 一道道害人的攻击 冲击过来 从四面八方 要将徐青彻底灭杀在这里 大老黑 保持八戒的战力 和他们玩一会儿 看看 暗中到底还有没有隐藏的八戒 将他们全部吸引出来 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还有 不要将他们抱头 他们的脑袋可值钱了 收到 终于到了搞钱的时候了吗 我大老黑早已饥渴难难 地狱黑雷霄 兴奋低吼 看着满天而来的攻击 果断使用雷光闪 瞬间离开了原地 他可不会傻傻站着挨打 轰隆隆 所有能量 轰击在那一点 瞬间将地面 炸出一个直径 近千米的大坑 伤害之恐不可见一般 此等威力 足以斩杀任何一个八戒灵兽 第41章 经线空间属性灵兽 但地狱黑雷霄 却早已离开了那里 还不等对方发现 却又突兀地出现在了那些 御兽师中间 一爪子刺出 直接将一个御兽师胸口刺穿 随后 黑色雷霄涌动 直接搅碎了对方内脏 干得不错 就要用雷光闪游走在他们之间 直接斩杀御兽师 才最直接 徐青点头说道 听到主人的赞同 地狱黑雷霄 更加卖力了起来 黑色的雷电缠绕周身 在上百个斜角 御兽师之间不断穿梭 雷光闪的速度太快 导致那些御兽师的攻击 全部落空 甚至有时候 还会让他们伤到自己人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几人死在了 他们自己人手中 碰 缠绕着雷电的黑色焦龙尾 猛然挥动 瞬间将一个 五阶御兽师身下的灵兽打爆 鲜血洒落 染红了地面 五阶灵兽 在八阶灵兽面前 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扑呲 徐青一枪刺穿一个 冲到自己身旁的 七阶御兽师胸口 随后长枪摆动 直接撕裂了对方身躯 灵兽在战斗 御兽师也在战斗 来吧 一群邪叫垃圾 然而等剑是剑是八阶的强大 徐青大吼一声 如颠四狂 站在漆黑的蛟龙头上 杀向那些邪叫成员 刺啦啦 黑色雷霆闪烁 爆发出一声雷鸣之声 地狱黑雷骄施展雷鸣爪 瞬间抓碎了一只七阶灵兽的脑袋 鲜血如瓢泼大雨 染红了地面 徐青给他的指令很明确 先杀七阶 毕竟他们更值钱一些 就在徐青杀得起劲之时 一股凌冽的杀气 自背后袭来 一道人影手握长刀 瞬息而至 不遗余力地 披向徐青后脑 天际一刀 长达几十米的白色 巨大刀芒子 长空力屁而下 气势如红 似要将这天地撕开一样 徐青受死 让你尝尝七阶灵气 搭配七阶战技的威力 你的人头我就笑那了 粗狂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带着成功的喜悦 虽然他只是七阶御兽师 但在七阶灵气 和七阶战技的加持下 八阶御兽师的肉身强度 根本就挡不住这一击 点心指 徐青头也不回 一指点出 绽放着璀璨金色光芒的星辰 与指尖显化 轰然与那道刀光撞击在一起 刹那间并将之粉碎 随后 一指点在了那柄 七阶灵气长刀之上 轰轰 两股能量冲击在一起 形成两刀半球形的能量屏障 什么 怎么可能 手握长刀的七阶御兽师 瞪大了眼睛 对方居然以战技 挡住了自己这一击 七阶灵气值不少钱 徐青露出笑容 指尖金色星辰 猛然绽放出金光 瞬间将对方吞噬 凄厉的叫声响起 星光如箭 刺穿了对方身躯 在对方身上 留下无数道细密的孔洞 而那柄长刀 则落入了徐青手中 被他收入了空间戒指内 现在可不是检查战利品的时候 但就在徐青转过头时 不由瞳孔一缩 随后手中长枪 猛然刺向前方虚空 清脆的响声传来 明明没有看到东西 但却发出了碰撞声 随后两道能量波动 在长枪前方出现 可恶 他到底怎么发现的 韩军生不甘地瞪大了眼睛 自己的九阶灵气幻影针 应该肉眼无法看到才对 为何对方能如此精准地 以长枪刺向自己的灵气 真是卑鄙的家伙 不过 我很感谢你送来的九阶灵气 应该可以卖出不菲的价格 徐青嘴角露出宁笑 不过他倒是好奇 这些家伙 哪里来的这么多灵气 不是说 地球上出现的灵气很少吗 狂妄 韩军生怒喝一声 病指一指 幻影针立刻调转方向 从其他地方刺了过去 他觉得 刚刚可能只是巧合而已 绝不可能有人能看到 幻影针的诡计 当当当 一连串的碰撞声响起 幻影针的每次攻击 都被徐青精准地挡了下来 怎么会 你到底是怎么看到的 韩军生不可置信问道 怎么看 用眼睛看 只要不是瞎子 都可以看到 徐青不屑说道 这件灵气正常情况下 他的确无法看到 但在混沌众筒下的破旺 无盾之下 却看得清清楚楚 随后 居然一把将幻影针抓住 准备强行斩断 他与对方御兽师的关系 收入空间戒指内 但就在此时 一道白光闪过 天光骤虎 突然出现在徐青身后 一爪子袭击过来 他的攻击来得突兀 逼得徐青 不得不施展奔雷闪 躲开了对方攻击 暗中真的没人了吗 如果真的这样 那我可就要收网了 这里出现的邪教育 受识太多 如果对方混迹 在人群中隐藏不出 一时间他也不好寻找 但就在他刚刚 躲过天光 咒虎的袭击之时 一个骑在血纹豹子上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 他的面前 手中紧握 一把九阶灵器匕首 刺向了徐青帕颈处 空间属性灵兽 徐青瞳孔 猛然一缩 他的混沌重铜 捕捉到了对方的踪迹 对方从另一个位置 突然出现在了 他的面前 这绝对不是雷系 和光熙的那种 位移技能 而是真正的空间跳跃 徐青万万没想到 居然会在这里 遇到空间属性灵兽 这种属性 可是极其稀有的 难怪 难怪对方一直不出手 原来就是为了此时 当 那人手中的匕首 直接刺向了徐青帕颈处 发出一声脆响 还不等对方有所震惊 徐青手臂上 突然浮现出 九条蜿蜒盘旋的 金色神龙虚影 一拳便将那只 空间属性的豹子抱了头 九星战计 九龙震天拳 什么 一刹那 三道惊呼声同时响起 是三个八阶玉兽师的声音 他们惊诧于九阶灵器 为何没有刺死 这个面具男的同时 更惊悚于对方 为何可以一拳打爆那只 八阶灵兽的脑袋 这不应该啊 刚刚那一刀 可是实打实地刺中了 对方驳梗 但却不知为何 没有刺穿 这就很不科学 不远处 敖鼠几人瞳孔 猛然一说 卧槽 那个人为何那么牛逼 手握九阶灵器的八阶玉兽师 应该可以轻易 斩杀一个毫无防备的八阶玉兽师 才对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他们哪里知道 徐青乃是二阶九阶玉兽师 最重要的是 他还有混沌重铜 这个至强序列体制的加持 徐青不知道他目前的实力 达到了什么程度 但绝对比那些九阶灵兽 还有强大很多 好了 终于等到要等的人了 可以真正开始猎杀了 徐青嘴角露出残忍的笑容 第四十二章 展露实力 猎杀开始 刚刚出现这个八阶玉兽师 正是天堂殿强者 他从一开始 就在等待这个时机 金色的召唤阵出现 一道金色的火焰出现 炎火箭 破 金色火焰生腾 在所有人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撼中反应过来时 金色火焰席卷四周 形成了一个直径长达几万米的金色火球 将内部所有人包裹在了火球的内部 炎火界巨大无比 直接将所有人笼罩在了其中 卧槽 刘叔不妙啊 我们好像也被这个金色空间笼罩了 敖苏脸色一变 走 刘三勇带着几人急忙朝着金色边界处跑去 这是什么东西 一个保镖好奇地看着眼前的金色 散发着灼热高温的结界 准备将其打碎 不要触炮 刘三勇急忙喊道 这应该是火焰结界 而且还是巴结灵兽所幻化而出的火焰结界 你要是敢触碰 瞬间就能将你稍微灰烬 什么 巴结 难道这又是那个鬼脸男子的灵兽 敖苏惊声问道 他们隔得太远 没看清楚 应该是了 难怪他如此有恃无恐 原来拥有两只巴结灵兽 刘三勇震撼说道 当时他就觉得面对那么多邪教的围剿 对方为何不是选择逃跑 而是战斗 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在对方的预料之内 那他以灵兽布置此结界的目的 又是什么 有保镖不解问道 嘿嘿 恐怕那位鬼脸男子 是想将所有邪教成员全部斩杀啊 真是个疯狂的人 刘三勇震撼道 这是要断了所有邪教的后路啊 敖苏咒没道 刘叔 对方拥有两只巴结灵兽 此等强者 按理说 就算放在全球 都是赫赫有名的强者 为何以前从未听说过 是啊 黑色蛟龙 还有还有这个火焰灵兽 以前确实没有听说过 刘三勇摇了摇头 而且听对方口音 也不像是其他战区的强者 可华夏战区什么时候 出现此等强者了 闻所未闻啊 不是 少爷 刘叔 现在是想那些的时候吗 现在不应该想想该如何离开这里吗 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我们的存在 那我们还有活路吗 一个保镖交集说道 没用的 有这个火焰 结界挡在这里 我们根本出不去 刘三勇果断摇头 他能感受到这结界上散发的恐怖威力 就算自己是七阶玉兽师 遇到了也只有死亡的法 围巾之际 唯有隐藏在那几个八阶邪交不远处 他们一定会想办法突破结界的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趁乱逃出去 好 敖苏点头 现在他心中后悔不已 早知道当初就不看这些强者交手了 走吧 少爷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刘三勇平静说道 随后几人身影就像凭空消失一样 融入了空间之中 这是一种等级颇高的隐匿战绩 而这些人都是为了此次行动特意挑选的好手 望着突然出现的金色结界 韩军生三人皱眉不已 万没有想到 你居然还有第二只八阶灵兽 真是小看你了 承霄脸色冷冽 这超出了他们预期 虽然超出了预期 但也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韩军生皱眉 可惜天堂 殿殿主莫香走的八阶灵兽 被对方偷袭杀死了 否则 他们还占据着优势 莫香左手持匕首 神色冷冽道 八阶灵兽 以己身幻化而成的结界 你不会天真的以为这样 就能困住我们所有人吗 而且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三大组织 都有可以提升战力的方法吗 你拿什么和我们对抗 他就是刚刚被徐青一拳 打爆了灵兽脑袋的 那个御兽师 此刻他满腔怒火 欲将眼前的面具 难撕成碎片 他最重要的空间属性灵兽 居然被对方斩杀了 这只灵兽倾住了 他几乎所有的心血 现在就这么没了 被打得死无全是 困住你们所有人 别 别 别 不 你们想错了 不是困 是杀啊 徐青戴着鬼脸面具 发出沙哑的低笑之声 顿时让周围那些御兽师 一个个头皮发马 哈哈 杀我们 就凭你 就算你有两只 八戒御兽师 又能如何 今日你必死无疑 莫乡左争鸣低吼 所有天堂殿成员听令 今日就算是自爆 也要一人 咬下他的一口肉 否则迎接我们的 将是组织 最严酷的刑法 杀 随着他一声令下 所有天堂殿成员不要命般地冲杀过去 比起任务失败后 组织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惩罚 他们更希望能死在这里 看着冲过来的御兽师们 徐清站在地狱黑雷胶的头顶 冷笑道 没用的 今日的这里注定是你们的目的 不必隐藏了 开始杀戮吧 啊 徐清话音刚落 地狱黑雷胶身上的气息再度暴涨 达到了恐怖的九戒 什么 九戒灵兽 你居然是九戒御兽师 韩军生三人惊叫一声 承霄不可思议道 哪里来的九戒御兽师 地球上的五个九戒御兽师 应该都不在这里才对啊 杀 徐清站在地狱黑雷胶头顶 手中长枪猛然指向前方道 你们的问题太多了 可惜老子不想回答你们 而且 你们商标符号的是 眼下还是脑子有病 看不到老子面具上刻着的亲帝吗 徐清指了纸面具上的亲帝二字 对着几人打骂道 真以为自己这个亲帝是个摆设 这可是系统为自己精心准备的东西 呲啦啦 无尽漆黑的雷霆 以地狱黑雷胶为中心 向四周蔓延 范围形九星技能 鸣雷炼玉 雷霆所过之处 大量的御兽师和灵兽当场毕命 根本毫无抵抗之力倒在了地上 身上冒着阵阵黑烟 此等威力 这是九星技能 大家小心 承霄瞳孔一缩 大吼一声 直接让天光咒胡使用禁忌技能 煞时间 天光咒虎眉新出的金色印记 爆发出璀璨的金光 他身上的气息猛然暴涨一截 虽然没有达到九阶的程度 但也无比接近九阶 天堂殿可以燃烧血脉之力 人间骄和地狱门 也可以燃烧本源和灵魂 从而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同时 韩军胜的悬翼 黑莽眉新银色灵魂印记 也燃烧了起来 再看到对方有九阶的实力 此刻 都再也不敢有所保留的搏命了 天光咒虎率先发动攻击 可惜 还没有靠近 便被地狱黑雷焦释放的鸣雷炼羽 击伤倒在地上 第43章 京都人好啊 京都人有钱啊 这只灵兽 在九阶的成长度 绝对达到了50%以上 程霄额头冒着冷汗说道 在同等级之中 成长度越高 战力自然也就越强 而能以如此碾压姿态 击溃自己天光咒虎的 成长度绝对达到了50%以上 不要再让你的灵兽去攻击对方了 没用的 他转头对韩军生说道 还是攻击结界吧 不然我们全部都得死在这里 好 韩军生点头 站在自己灵兽背上 朝着结界移动过去 而敖苏几人则是胆战心惊地 跟在几人身后 嘈杂中 敖苏颤声道 刘叔 这是哪位九阶战地 不知道啊 从来没听说 有哪位战地的九阶灵兽 是黑色蛟龙啊 地球现在 也就五位战地而已 每一个都如雷贯耳 从来没有这么一号人物啊 难道是坐镇地球 隐藏在暗处不为人知的战地强者 敖苏思索说道 很有可能啊 不然哪里来的这种强者 但就在他们说话间 一道强大的能量气息传来 只见后方那条漆黑 摆动着身躯追了过来 少爷 收敛气息 不要动 刘三勇急忙低声说道 虽然他们有很强的隐秘之术 但对方可是九阶强者 稍有差池 便有可能暴露自己 而最让人担心的是 万一对方将自己几人 误认为成邪教弟子 直接一巴掌 拍死自己等人怎么办 九阶强者 就算被他们家族知道了 也不敢来找对方麻烦 嘿嘿 找到你们几个了 徐青突然咧嘴一笑 一掌牌相 正隐藏于无形的 敖苏几人身旁 砰砰砰 强大的能量 直接将一脸骇然的 刘三勇几人 从空中拍了出来 糟了 对方发现了他们 而与他们一同出现的 还有几个同样隐藏在 阴暗处的几个邪教弟子 杀 徐青大喝一声 手中长枪 便要刺向敖苏几人 前辈饶命啊 我们是良民 和这些邪教成员 不是一伙的呀 关键时刻 刘三勇急忙大喊 他终究见识多广 心境不是其他人 可以比你的 至于能不能起到作用 死马也当活马医了 已经被鲜血染红的长枪 抵在了敖苏眉心处 将那里刺出一道细微的伤口 至于敖苏本人 脸色已经彻底苍白一片 毫无血色 仿佛被吓傻了一样 胡说八道 不是邪教成员 为何要与这些邪教混在一起 徐青看一旁被他一巴掌 拍死的几个邪教御寿师 千真万确呀前辈 我们被这里的战斗所吸引 结果刚刚过来 就被这道火焰结界 困在了当中 无奈之下 一群邪教之中逃出去 看到有活命的希望 刘三勇连忙解释 将刚刚发生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当然 他没敢说 要来这里找徐青 不然他真担心 对方会一枪通过来 徐青心中冷笑 自己为什么要让天罡金言 将技能掩火界的范围 布置得如此大 不就是为了困住 你们几个 因为在徐青眼中 这几个家伙 绝对很值钱 甚至可能比这些邪教还要值钱 以至于徐青一开始 就打算哪怕无法全部杀死那些邪教 也一定要从他们这里宰上一笔 既然你们说自己不是邪教 那就召唤出你们的灵兽 如果让我发现 你们说谎 不敢 晚辈绝对不敢 随后几人赶紧召唤出了灵兽 只有敖苏 依旧呆立在那里 真的是被徐青刚刚那一枪吓傻了 嗯 怎么 难道你不敢召唤灵兽 徐青一怒 脚下的地狱黑雷胶 同样发出龙银声 将呆滞的敖苏惊醒 随后赶紧召唤出灵兽 徐青微微惊讶 这家伙居然是一只八星资质灵兽 悬兵灵胶 这是一条三阶蓝色胶龙 外形和地狱黑雷胶基本相似 不过小伤很多 嗯 看来 你们确实不是邪教组织 徐青点头 看向前方正在逃窜的邪教说道 将灵兽收起来 本地带着你们 啊 啊什么啊 没看到刚刚差点被人杀了吗 要不是本地出现的吉时 你们现在已经沦为了 那几个邪教的手下亡魂了 哦 刘三勇嘴角微微一抽 刚刚要不是您一巴掌 将我们拍得显出原形 我们绝对不会暴露身形 但现在可不敢反驳什么 万一惹得对方不开心 一巴掌拍过来 他们几人都得量量 你们来自于哪里 谁是负责人 徐青看着跟在灵兽身后的几人 故意问道 在下是负责人 刘三勇急忙说道 我们来自于京都 京都 怎么 你们也是为徐青而来 他眼睛微眯 京都好啊 京都人有钱啊 不敢欺瞒前辈 我们确实是为徐青而来 不过是有求于他 哈哈 求他 他一个一阶预售师 有什么好求的 刘三勇道 虽然现在徐青只是一阶预售师 有前辈 您的保驾护航 将来必成九阶战地强者 不满前辈来说 我们来找徐青 也是为了与他提前交好 将来也就更方便 请他伸出援手 毕竟 他可是我们地球 唯一一个药材清和度 达到22%的绝世妖孽 原来是这样 徐青明白了 他还以为 这群人到底 是为了什么事情呢 但是 你们这么恭维我 让我还怎么好意思打劫 不管了 我现在可不是徐青 而是青帝 原来如此 不过 本地平时只杀人不救人 而这次破例救了你们 你们觉得 刘三勇直接抢先一步道 为感谢前辈的救命之恩 前辈有什么需求单说无妨 只要晚辈等人能拿出来的 就绝不推辞 哼哼 本地需要的东西 你们真的能拿得出来 徐青瞥了对方一眼 直接吓得刘三勇 脑袋一缩 是啊 人家一味战地需要的东西 肯定珍贵至极 算了 本地需要的东西 你们也拿不出来 而且作为前辈 我也不好意思收你的东西 这样吧 我一直暗中保护着徐青 发现那小子平时日子过得有些拮据 连培育零售的资金都拿不出来 双九星零售啊 22%要财亲和度啊 史无前例的绝世天才啊 却没有钱培育零售 连老夫我都看得难受啊 所以 你们到时候 就为徐青赞助一笔资金吧 就当是本地救下你们的报酬了 第44章 崩溃的邪教成员 徐青背着双手 脸不红气不喘说道 前辈大意 刘三勇望着那道高大的背影敬佩道 不仅负责保护徐青安危 更还在为他的成长而考虑 刘三勇突然觉得 这位前辈对于晚辈 是如此的和蔼可亲 前辈放心 此事晚辈等人 一定办得妥妥当当 这样的天才 就不应该为了资源而发愁 而应该如何想着 怎么更快提升到更高境界 预售施工会 这群人是怎么办事的 怎么能让这样的天才 受这样的困难 徐青点头赞同 道 谁说不是呢 每看到徐青 还在为了培育 零售的资金而烦恼 本地就一阵心痛了 妈的 预售施工会的奖金 到现在都还没有 给自己发下来 到底怎么办事的 他虽然没有对 刘三勇等人 明确说具体要给多少 但应该不会少吧 毕竟 这可是本地的救命之恩 如果真的少了 以后再慢慢收拾他们 大不了再打劫他们一次好了 地狱黑雷交 一路飞过 一些隐藏在暗中的邪教成员 直接被他斩杀 那些隐身术什么的 对徐青完全不起作用 刘三勇几人心中一颤 原来如此 这位前辈 居然能看透他们的隐身术 难怪能一巴掌 将隐身的他们都派了出来 没多久 几人来到边界处 那里 在经过一连串的爆炸声之后 陷入了平静之中 韩军生等人 一脸无力地 看着前方的结界 为什么 为什么破不开这个火焰结界 成霄低吼 如发怒的猛兽 他的天光咒胡死了 墨湘左的八阶空间属性灵兽也死了 剩下韩军生的悬翼黑莽 却无法破开这个火焰结界 难道他们真的要死在这里 韩军生 你商标符号是不是有所保留 不然怎么可能破不开一个八阶灵兽的结界 墨湘左吼道 放屁 老子的灵兽都开始燃烧灵魂之力 怎么可能还会有所保留 这个结界有古怪 剩下的所有人 随着我一起轰击这个结界 韩军生急忙大吼 轰隆隆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施展了各自禁忌技能 爆发出有史以来最强攻击 燃烧血脉 精神力 本源之力 然而就在他们的攻击 即将落在金色结界上时 恐怖无比的气息 猛然自结界上爆发 金色的火焰 再次熊熊燃烧了起来 这是 这是九阶灵兽 我C他骂的 怎么会又有一只九阶灵兽 韩军生直接破口大骂 他都要崩溃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只有一个八阶玉兽师吗 怎么又变成了二阶九阶玉兽师 坑爹啊 难怪自己灵兽 哪怕燃烧灵魂之力 都破不开结界 结果居然是九阶 刘三勇几人对视一眼 皆看出眼中的惊骇 恐怖 这位前辈 居然是二阶九阶玉兽师 华夏战区居然隐藏 有如此恐怖的人物 这称一声 地球最强战力 丝毫也不为过吧 本帝可从来没有说过 我是什么等级的玉兽师啊 他最担心的 乃是那只空间属性 灵兽跑掉 所以 在一开始 便直接秒杀了对方 现在就丝毫不用担心了 杀 一个不留 地狱黑雷胶 发出低沉龙吟 直接冲入了人群之中 开蛇杀戮 在九阶灵兽面前 没有人能抵挡得住 有人不甘地冲入金色结界之中 结果直接被焚烧为灰烬 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今日的天罡金炎 直起到困敌止用 根本轮不到他出手 本殿主与你拼了 韩军声大吼一声 身下的悬翼黑莽 挥动着黑色肉翼冲了过去 天暴复冲 轰隆一声巨响 仿若一挂大河从天而降 散发着浩大的气势 冲击向徐青和他身下的蛟龙 技能不错 可惜也不过是皮肤汗术 徐青不屑冷哼 技能等级达到了 可惜那只灵兽等级不够 地狱黑雷胶身上 闪烁着黑色雷霆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一声巨响 大河冲天而降 轰击在地面上 顿时在那里形成一道巨大的深坑 碰 地狱黑雷胶 却已经出现在了悬翼黑马上空 黑色的蛟龙爪上 爆发出一声雷霆巨响 一爪子轰击向下方悬翼黑莽的脑袋 水域守护 开山手 韩军生和灵兽配合密切 一道蓝色水球将两者笼罩 这是谁属性中 防御力很强的灵兽技能 同时 韩军生施展七星战技 一掌打向上方 斜叫蝼蚁 让你看看本地的实力 徐青也一掌拍了下去 虚空都出现了叨叨裂缝 后与韩军生碰撞在一起 九星战剑 裂空掌 一掌落下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韩军生当场毙命 至于周围不要命般 杀过来的邪叫成员 全部死在了地狱黑雷胶的 鸣雷炼狱之下 包括承霄和莫向左 没有了灵兽 他们的根本不足为惧 还有一些隐藏在暗中蝼蚁 嘿嘿 以为这样就能逃过本地的眼睛 既然你们站着不动 那你们的人头本地就收下了 徐青冷笑一声 今天进来的邪叫他 一个都不打算放过 还要劳烦几位帮我清理战场 尤其是他们的人头 还有空间借着 徐青对躲在一旁的敖苏几人说道 这种小事 应该不用他 一个占地来做吧 前辈放心 晚辈等人一定仔细搭理 不会遗漏一丝一毫 敖苏终于镇定下来 主动抱拳说道 刘三勇暗自点头 经此一试 少爷的心性 应该会增长不少 徐青找了一处干净的地方等待着 那么多邪叫成员的物资 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收集完成的 这次应该是真的发达了 那么多人头 还有灵兽兽和 灵器 空间戒指 还有他们戒指内的财富 死 这么算下来 恐怕至少也值好几百个亿吧 唯一可惜的是 带有空间戒指的似乎不多 徐青只期待 他们能多带一些现金在身上了 此次过后 我应该就可以去测试受体清合度了 足足将近一个小时 敖苏几人终于收集完毕 回禀前辈 这次总共收割邪教人头116颗 空间戒指八枚 零瘦瘦和总共328颗 现金235亿 零七七柄 另有不少培育材料 敖苏脸色苍白说道 想他敖苏作为京都敖家大少爷 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清理战场 吓得他双腿都在发软 第45章 质问 徐青神色一喜 接过敖苏捧在中的八枚空间戒指 神念探查过一枚枚空间戒指 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不错 办事很认真 徐青赞叹道 那些东西都被他们分门别类地 放在各个空间戒指中 尤其是当他看到那一大堆人头时 就算是徐青都感觉浑身一阵肾的慌 杀这些人时还没有觉得有什么 但此刻他觉得 晚上可能真的要做噩梦了 当然 现在当着敖苏等人的面 他绝对不能表现出任何异样 只是这种不适感 再看到另一枚空间戒指内一大堆现金后 顿时烟消云散了 还有银行卡 徐青突然注意到 在那一大堆现金旁边还放着几十张银行卡 卧槽 这是要彻底起飞的节奏吗 要知道 这些人可都是五街之上的预售师 他们银行卡中的钱应该不会少吧 这么多银行卡 还是等回去了 再慢慢充值 徐青深吸一口气 忍住客金的冲动 宿主不要忍耐 先冲为敬 系统蛊惑道 闭嘴巴你 现在不是时候 难道 宿主你不想立刻 马上提升实力吗 只要你将这些钱立刻充值 立刻就能获得提升实力的机会 系统迫切说道 恨不得主动为徐青充值 他最见不得徐青将钱留在身上 感觉那简直就是 对钱的亵渎 徐青直接不再理会他 站起身看着敖苏说道 干得很不错 很令本地满意 多谢前辈夸赞 敖苏激动不已 这可是一位战地啊 毅力与地球巅峰的存在 能被这样一位存在夸奖 简直就是无上荣耀 徐青道 回头我跟徐青说一说你们的事情 不就是想趁着他弱小时结交他 好在将来他能伸出援手吗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 看在你们表现不错的份上 我给你们出个结交他的最好法子 他绝对不会拒绝 敖苏几人眼睛一亮 这就是他们来此的目的啊 至于请徐青前往京都 有这位九阶战地前辈在 这个计划可以直接腰斩 还请前辈指教 钱 钱 对 经过本地对他的观察 他这个人很喜欢钱 如果他不拒绝 那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给的不够 敖苏几人对视一眼 之前从那位姓青的人口中 也听说徐青喜欢钱 说实话钱谁都喜欢 但这个徐青 似乎对钱喜欢的有些过分 好了 该告诉的本地都告诉了 至于你们能做到哪一步 就看你们的能力了 徐青站在地狱黑雷娇身上 哦 对了 到时候将本地救了你们的那份报酬 也一并给他 就说是 青帝对他的赞助 他自会知晓我是谁 说完直接没了踪影 而直到这时 那金色的火焰结界才消失不见 只在森林留下一个被焚烧殆尽的圆圈 宁城市外面不远处 许多人影站在那里 望着山脉方向 刚刚那燃烧着金色火焰的圆球 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散发出如此恐怖的气息 镇守使安国泰 心惊肉跳说道 那气息 居然比那天晚上那只八阶灵兽 蛟龙的气息 还要恐怖 难道是九阶灵兽 但在玉兽师联盟之中 似乎并没有谁是这种灵兽啊 难道是邪教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徐青到底如何了 他可是进入了那片山脉之中啊 秦明叹息一声 木剑白道 那种战斗 根本不是我们能参与的 太恐怖了 只是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有九阶强者参与其中了 唉 只能祈祷徐青能度过此劫了 但这话 他自己都不信 那只九阶灵兽 极有可能是邪教灵兽 徐青真的有活路吗 一旁杨桃和庞如海等人都站在那里 脸色有些难看 难道学校 为徐青打造的雕像 要变成他的遗像了 庞如海身躯颤抖 近千年才出现这么一个天才 就这么陨落了 他真的有些不甘心 他还期待着徐青能 名扬整个地球呢 但有人却在心中窃喜 终于死了吗 居然连九届灵兽都出现了 看来组织对徐青果然很看重啊 人群中 素云掏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这种天才必须地提前扼杀 不然将来不知道 会为玉兽联盟 进化出多少强大灵兽来 那22%的药材 清合度足以让任何人感到惊悚 而就在所有人都一脸惋惜之时 一道人影 从前方慢悠悠地走来 那是 众人仔细看去 顿时一惊 卧槽 那是徐青 他 他居然还活着 沐县白等人瞪大了眼睛 那道从丛林中出现的人 绝对是徐青无疑 他居然没有死在九届灵兽之下 难道他投靠了邪教 素云涛突然惊呼道 但刚说完便一把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如果徐青真的 投靠了哪个邪教 那岂不是 和自己一样 其他人心中 瞬间一颤 除了这个解释 似乎也找不到别的原因 应该不可能吧 杨桃低声道 但他也没有证据 这种事情 可不是他说了算 怎么办 安国太沉深问道 如果徐青真的加入了邪教 那他们要怎么做 斩杀对方 还是劝其向善 绝对不可能 如果他真的加入邪教 你们觉得他为什么还要返回宁城市 这里 又没有他的亲人 直接离开不好吗 沐县白摇头说道 这么一说 其他人也觉得有道理 如果是别人 或许可以成为暗子 活着眼线 但徐青绝对不可能 他太瞩目了 一举一动 都受到所有人的关注 这样的人怎么成为暗子 我也觉得不可能 庞如海低估道 但怎么解释 他从九阶灵兽手中 活下来的原因 安国太皱眉 急什么 等他过来了问一问 不就知道了 几分钟后 徐青来到了众人眼前 惊讶道 怎么你们这是在迎接我吗 这里可来了不少人 甚至宁城市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来了 徐青 你到底是怎么躲过九阶灵兽追杀的 沐县白率先问道 九阶灵兽追杀 哪里来的九阶灵兽追杀 徐青看着沐县白 就那个化作金色火焰圆球的灵兽 你可别说你没看到 安国太眼睛微眯盯着徐青 我自然看到了 但谁告诉你们那是来追杀我的 就不能是来保护我的吗 保护你 呵呵 邪教成员来保护你吗 安国太声音中带着一丝冰冷 眼神中更是绽放着丝丝杀意 他已经要准备动手了 第四十六章 诸位豪大的勇气 徐青明白了 这些人是将天刚经验误认为是 邪教成员的灵兽了 徐青 那只散发着金光的灵兽乃是九阶 可地球已知五位战地之中没有谁是那种灵兽 所以又怎么可能是来救你的呢 是啊 徐青 这事儿如果你不解释清楚 那就难以摆脱和邪教勾结的嫌疑 徐青 如果你真的和邪教勾结 就算是你 我们也不会网开一面 周围众人不由地远离了徐青一段距离 此时 他可是被人怀疑的对象 但凡与邪教有牵扯的人 只有死路一条 沐县白和秦明等人也都不由离他远了一些 而安国泰更是准备随时召唤灵兽 甚至就连杨桃和庞如海都皱眉不已 如果对方真的与邪教有关 那他们是绝对不会与对方扯上任何关系的 就算杨桃身后家族非同一般 也不敢与邪教有任何牵扯 一道道质疑声音传入耳中 让徐青鹅头轻轻直抱 这就是他觉得地球太束缚 不敢大手大脚的原因 动不动就要给安插一个勾结邪教的罪名 要是在星空之中 宇宙之大 星域之广 还不任由自己驰骋 谁上标符好感对自己有意见 直接灭了他 看着这些人对着自己指指点点 这一刻 他都想直接暴露出自己实力 但觉醒本命灵兽刚刚一周 自己直接突破九阶 这要是暴露出来 怕是整个地球的玉兽师都想将自己抓起来 与整个地球为敌他不拒 可观徐青有些担心 那些位于星空中的人物 根据系统 他也能猜测出九星之上 还有其他等级 万一那上面的强者返回 自己可就真的没什么反抗之力 到时候 可能就只有落得个 被人切片研究的下场 别以为这些不可能发生 绝对有人会为了获得徐青快速提升的秘密 而不择手段 哼 一群自以为是的蠢货 连事实真相都不清楚 就在这里随意诬陷指责别人 一道怒骂声传来 一条蓝色蛟龙带着树枝灵兽飞了过来 那是七节灵兽 安国太己人看着那条蓝色蛟龙身后的那只赤雷战鹰 瞳孔不由猛然一颤 敖苏 杨桃眉头微皱 他怎么会来这里 是为徐青吗 阁下何人 刚刚所言又是什么意思 安国太沉申问道 但敖苏却没有理会他 从玄陵冰礁上跳到地上 大步来到脸色冷冽的徐青面 前拱手道 在下京都敖家敖苏 见过徐兄弟 敖苏甚是好奇 这徐青怎么是个独眼龙 这和自己得到的资料中的有些不一样啊 而且看起来匪理匪气的 京都敖家 安国太极人心脏骤跳 他们虽然在宁城市这个小城市 但对京都敖家可是早有耳闻啊 这真正的京都大家族啊 你是 徐青故意疑惑看着几人 敖苏恭敬说道 是清帝前辈让我们来见你的 哦 是那位前辈 徐青露出恍然的神情 说道 刚刚那位前辈还和我说会有几个 从京都而来的人来找我 说的就是你们吧 正是 承蒙清帝前辈大恩 刚刚在那场大战中出手救下我等 才让我们有机会见到徐兄弟啊 敖苏笑着说道 有清帝做联系人 这样一来 双方距离应该就更近了一下吧 太生分自己也不好送大礼啊 然而两人之间平常的对话 却如雷鸣般乍响在安国泰等人耳中 清帝 谁能称帝 唯有拥有九阶灵兽的御兽 师才能称帝 而且 听他们的语气 刚刚那场大战 似乎有那位清帝的参与 难道 那只金色燃烧的火球 就是那位清帝的灵兽 安国泰几人神情 有些麻木 如果此话 出自别人之口 他们或许还会怀疑 但却出自京都敖家之口 那便不会错了 难道真如徐青所言 那只九阶灵兽 是来保护他的 杨桃疑惑 他从未听说过 有清帝这么一号人物 是新晋的九阶御兽师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许徐青的嫌疑 就能洗脱了 不过在看到徐青那 依旧有些冰冷的脸色时 杨桃叹息一声 感觉对方 可能对他们这些人 心生芥蒂了 诸位 你们刚刚是什么意思 安国泰 硬着头皮问道 什么意思 老夫亲自见证了那场大战 负责保护徐青小兄弟的那位前辈 诛杀邪教一百多人 更斩杀了三个八阶店主级强者 现在居然被你等说成与邪教勾结 我还真是为那位前辈 感到不值呢 刘三勇看着安国泰几人冷笑一声 斩杀三位八阶店主 周围所有人顿时 倒吸一口冷气 那这么说来 刚刚那金色火焰球 哼 正是那位前辈的九阶灵兽 老夫刚刚似乎听到有人称呼 那是邪教灵兽 真是好大的勇气啊 居然敢随意诬陷一位九阶狱寿师 怎么 这小小的宁城市 如此猖狂了 这只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 安国泰几人脸色煞白 诬陷九阶狱寿师 这罪名可就大了呀 不知道 不知道你们就能随意污蔑了 这可不是什么理由 而且还污蔑徐青小兄弟 怎么 你们是巴不得将徐青小兄弟逼得 投入邪教阵营 你们才甘心吗 到时候 这个责任你们如何承担 刘三勇冷冷一笑 这些小地方的人 还真是无知无畏 连事情都没有查清楚 便一口一个与邪教勾结 说得多么大公无私一样 强如安国泰 事务皆欲受尸 此刻也浑身发抖 现在想来 刚刚确实冲动了 事情到底如何 他们都没有调查清楚 就妄下结论 徐兄 不要让这些人影响了心情 我们边走边说 敖苏冷冷看了一眼 安国泰等人扭头对徐青说道 也好 不过 我得将这枚戒指交给他们 这可是那位前辈 嘱托我的事情 牧局长 麻烦你将里面的用金算一算吧 徐青将一枚空间戒指 交给了沐县白 徐青同学 刚刚真是不好意思 沐县白尴尬道歉 没什么大事 实在逼不得已 大不了就将那位 亲弟前辈叫出来 让你们当场对峙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勾结邪教 沐县白神情一致 他听得出来 徐青是生气了 真让那位前辈出来 那可能就是他们的死期 弱肉强食 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准则 在强者面前 不要妄想讲道理 沐县白神念扫过空间戒指 顿时浑身汗毛倒数 忍不住吸一口冷气 好多人头 空间戒指内 居然装着的全部都是邪教人头 第47章 敖家的大手笔 怎么了 秦明看到沐县白的神情 凑过来疑惑问道 随后 接过空间戒指一看 直接瞪大了眼睛 目送敖苏和徐青离去 杨桃拦住了刘三勇 咦 杨家大小姐 刘三勇惊讶 这位杨家大小姐 怎么会在这里 京都那些大家族子弟 经常走动 久而久之 他们这些下人 也都认识对方 刘叔 你们刚刚提到的 那位亲弟到底是谁 以前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好人物 难道是 新晋的九阶强者 杨桃开门见山问道 不瞒杨大小姐 我以前也没有提说过 这么一好人物 但在亲眼所见之后 便彻底相信 确实有这么一位强者存在 而且有一点我可以保证 那绝对不是一位新晋九阶强者 因为那是一位二姐九阶御寿师 刘三勇的话 不仅让杨桃彻底呆住了 也让周围所有人呆住了 二姐九阶 那岂不是 对方有两只九阶灵兽 这 怎么可能 地球有此等强者 杨桃不可置信地难难道 刘叔 那你可知 除了那个释放金色火焰球的灵兽之外 那位前辈 还有什么灵兽 他想看看 是不是能够推测出对方的来历 还有一只会释放黑色雷霆的黑色蛟龙 黑色雷霆 黑色蛟龙 目现白几人对视一眼 皆看出彼此神色中的震撼 他们当天晚上 在废品回收站见到的 那只不就是缠绕着黑色雷霆的黑色蛟龙吗 虽然当时在夜色中 可玉兽师的势力 非比寻常 他们自然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当时那位前辈 只暴露了八阶的实力而已 我们当时 都以为那位前辈是八阶玉兽师 原来居然是二阶九阶玉兽师 唉 要早知道这样 我们又怎么会弄出如此误会 秦明气急败坏的猛堕地面 这下好了 经过此事 不仅得罪了徐青这样的天才 恐怕还得罪了一位 二阶九阶玉兽师 突然感觉 人生一片昏暗 杨桃呆住了 他也没想到 会是这么个情况 但当他还想询问的时候 刘三勇已经跟上了敖苏的步伐 离开了这里 徐青他居然有一个 二阶九阶玉兽师 暗中保护 杨桃觉得 这位二阶九阶玉兽师 绝对不是玉兽师工会派来的 不然 做玉兽师工会会长的秦明 不可能丝毫不知情啊 那就是说 这是徐青自己的人 他到底是什么背景 怎么会有这样的强者 作为后端 杨桃感觉自己 刚刚不应该和其他人一样 那么武断地判定 徐青与邪教有联系 这样一来 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印象 必然就不如之前了 这一下想要将对方 拉进自己家族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杨桃服额 感觉白白浪费了一个机会 如果在所有人认定 徐青与邪教有关之时 自己站出来力挺对方 那在凭借自己和他的关系 应该很容易就能成功 进入宁城市 敖苏请徐青到这里 最大的酒店吃饭 你自京都远道而来 还让你请客 这多不好意思啊 徐青不客气地夹着菜说道 哼 徐兄你客气了 你我之间还分什么主语客啊 敖苏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更加不客气了 哈哈 理应如此才对 敖苏笑着也吃了起来 虽然这里的菜味道一般般 但能与徐青之间 有一个好的开端 顿时感觉 饭菜的味道 都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酒足饭饱 徐青终于正色问道 不知你们找我所为何事 敖苏道 其实我们是在青帝前辈那里听说 徐兄你还在为培育零售的资金问题而发愁 特来资助你的 看到徐青那似笑非笑的神情 敖苏直接交代了老底 和在外面山脉时说的一样 无非就是现在资助他成长 将来可以换个人情 这样吗 既然你们都如此坦诚了 那我也不能再矫情不是 好 你们敖家这个朋友我认定了 徐青果断说道 反正就是一句话而已 至于将来的事到底如何谁有说的准呢 当然 只要敖家不像今天那群人一样 将来帮帮他们又能如何 敖苏和刘三勇眼睛一亮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承诺 之后他们也不含糊 直接拿出了一张400亿的银行卡 这里面有200亿是感谢青帝前辈 今日对我们的出手相助 当时青帝前辈说了 让我们将这份资金转交给你 可见青帝前辈对你那是相当看重啊 敖苏笑着说道 但内心已经在低血了 虽然对他们那样的玉兽家族来说 200亿不算什么 但这200亿 完全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决定 白白送的 不过转头想来 文化200亿 予以为二姐九阶玉兽师相识 似乎就好受很多 徐青惊讶 妈的 这群家伙果然好有钱啊 自己想尽一切办法 搞钱 结果呢 人家转手 就送过来几百亿 感觉在他们眼中前 就像白纸一样 但他还是感慨一声道 是啊 没想到那位 青帝前辈 每次出现 都一副不尽人情的模样 结果 却这么为我一个晚辈着想 实在是让人感动 这时敖苏又说道 这200亿 算是我们敖家 对徐兄里的资助 死 徐青心中一震 200亿 尼玛 这么多 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他以为最多 也就几亿十几亿而已 看到徐青那 一脸震惊的表情 敖苏和刘三勇 对视一眼 都不由微微一笑 看来这个价格 很令对方满意 在他们看来 有那位 青帝前辈护道 徐青将来 必将会成为九阶 而且起步 都是二姐九阶与寿师 这样的强者 以200亿进行拉拢一点 都不贵 如果等到人家 彻底成长起来 之后再想用200亿拉拢 可就迟了 敖兄确定吗 我现在 可还没有成长起来 你们就不怕我 半路夭折 徐青不确定问道 哈哈 有青帝前辈护道 徐兄成长起了 也不过只可待而已 我们现在 不过是提前投资而已 还请徐兄 不要客气 既然这样 搜得一下 徐青便收下了银行卡 400亿啊 不要是傻子 敖苏暗自点头 果然如青帝前辈所说 这徐青 是真的爱钱啊 不过这样也好 他们之间的关系算是 彻底确定了 现在只需要维持好这种关系 直到徐青成长起来 第48章 新童银月娇 一路哼着小曲 返回家中小院 徐青的心情很不错 连带着一开始 被那些人污蔑为邪教的 欲杰之情都消散不守 宿主 此时不充更待何时 难道你就不担心 手里的银行卡掉了 或者被偷了吗 宿主 千万不要去西角城 那种地方啊 千万不要在女人身上 花一分钱 不值得 一路上 系统喋喋不休 不断引诱着徐青冲钱 别的不说 光是徐青身上 这些现金 可就有638亿 激活已来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系统 他能不激动吗 急什么 等我洗个澡再说 出去两天 又杀了那么多人 身上沾满了血腥气 不顾系统诱惑 洗了个澡之后 才慢悠悠地开始充值 这么多钱 必须得有个仪式感不适 系统 给我充值638亿 系统正在充值中 充值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63万8千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系统发出 欢喜雀悦的声音 系统 为什么我充值你 这么高兴 徐青好奇问道 哼 本系统又不姓马 怎么可能 对钱不感兴趣 说得好有道理 徐青居然无言以对 看了看自己剩余的 克金点 克金点 68万6627 我的实力 目前已经足够了 两只九阶灵兽 再搭配自己这个 超越了九阶的预售师 这样的战力 就算不是地球最强 但绝对属于顶尖的那一批了 那就用这些克金点 继续提升 清合度吧 这是一份长期回报 等到以后 开始给人培育灵兽的时候 就会慢慢赚钱了 系统 先来40%的受体清合度 话落 系统空间内的一团 金色能量体 涌入了身体之内 清合度的提升 没有任何感觉 再来20%的 药材清合度 诉主 本系统建议 你还不如直接购买 20%的受体清合度 系统突然说道 为什么 因为两种清合度最高上限 只能提升到90% 而剩余的10% 需要以经验来弥补 这样啊 徐清明白的系统的意思 那就购买成 20%的受体清合度 嘿嘿 到时候 90%的受体清合度 谁认能敌 到时候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收取 比别人高出几倍 十几倍的赔育费用 徐清 嘿嘿一笑 至于会不会引起轰动 那又如何 有本事就来刺杀自己啊 预售师 徐清 等级 九节十级 二节 体质 混沌重酮 志强序列 药材清合度 22% 正10% 受体清合度 90% 正10% 灵兽 星藤生死连 契合度0% 剑影玲珑 契合度0% 地狱黑雷焦 契合度0% 天罡金炎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众同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 归时 战绩 猎空掌 九星 奔雷闪 九星 九龙震天拳 九星 点心指 九星 空明脸西数 九星 化骨益荣术 九星 灵气 雷鸣枪 九星 乐鬼面具 九星 职业 一星资质进化师 一阶零售培育师 课经典 86627 随后他又花费4000课经典 各自买了一份 二星进化师经验包 和二阶培育师经验包 二星进化师经验包 也就预示着 他可以将二星零售 进化为三星零售 而二阶培育师经验包 则让他可以培育 二阶零售 明天下去请假 去检测兽体经合度 下个周末 就去考取双证书 而且 他要一次性 都考取二级证书 毕竟 自己已经这么妖孽 就算再妖孽一点 也没什么了吧 还剩82627克经典 系统 看看空间属性 零售弹多钱一枚 这一点克经典太少 根本不够购买 药材清合度 既然如此 那就从其他方面 提升自己吧 而今天看到的那只 空间属性的豹子 让他很有印象 一瞬间 系统商城内 出现了很多零售弹 全部都是空间属性 但价格有所不同 这主要在于 零售战力差异上 比如有的空间零售 就只有空间属性 近战属性几乎为零 但有的 除了空间属性之外 还有很强的近战能力 甚至有的攻击力 和防御力都很强 比如价格最贵的 星铜银月胶 和古荒空间兽 他们的九星零售弹的价格 都在5万克经典 也就相当于 价值50亿联盟币 这是个什么概念 要知道 当初的天罡金炎的资质 从一星提升到九星 也不过才1万克经典 而星铜银月胶的价格 足足是他的5倍 思量再三 徐青直接购买一只 星铜银月胶的灵兽弹 谁让他是穿越者呢 就是比较喜欢蛟龙 而将来说不定 还能净化为神龙 至于另外一只 古荒空间兽 则是一个 有些像是老虎一样的灵兽 虽然也不错 但徐青还是放弃了他 开始契约 徐青 以鲜血在这颗 散发着荧光的灵兽弹上 画上了契约符文 一瞬间 两者之间便有了契约关系 莫多久星铜银月胶便破壳而出 这是一只十分帅气的蛟龙 浑身鳞片和棕毛都呈现银色 散发着银色光芒 尤其是他的一双眼瞳 犹如星辰般灿烂 散发着银色星光 我的眼光果然没错 徐青按字点头 而美契约一只灵兽 经验包那是必须的安排上 再次耗费4500颗金点 星铜银月胶的等级 直接达到了九阶成长度100%的程度 感受到反馈来的力量 徐青忍不住的身影一声 真伤标符号的舒服 而自己的等级 也变成了三节九阶欲寿施 我现在的实力 绝对超越了九阶该有的范畴 混沌重铜对自己的加持很大 在一节时 他的战力就不低于九阶灵兽 而如今那就更高了 随后 徐青再给星铜银月胶 喂食了食料之后 又开始在商场中寻找 适合他的技能 九星的空间技能很贵 比其他灵兽的技能还要贵一些 灵兽 星铜银月胶 等级 九阶 成长度100% 属性 空间 种族资质 技能 空间切割 九星 虚空大爆炸 九星 空间禁止 九星 空间挪移 九星 虚空穿梭 九星 仅仅五本技能书 就耗费了将近一万五千克经典 其中两个攻击技能 三个辅助技能 都是非常实用的那种 所以哪怕花费很大 徐青也可以接受 第四十九章 爆了 真的爆了 做完一切 徐青才躺在床上回想 今天那些人 污蔑自己为邪教的事情 虽然没有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 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一个问题 在地球上 一切超出人们想象的事情 都可能与邪教扯上关系 所以最好的办法 还是赶紧进入星空 徐青曾听老爷子说过 星空之广袤无边无际 地球相对于星空来说 不过沧海一宿而已 在那里地球管不到太多 星空学院的邀请函 应该也快下来了 等到星空学院邀请函一到 徐青就打算 启程离开这里 而且他已经想好 等到了星空 就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 不然搞钱不方便 一个人 哪有团体的力量大 一些想法 缓缓浮向心头 不过这些都不急 需要一步步实现 随后徐青开始整理 在那些邪教 预售师那里的收获 咦 差点忘了 还有银行卡 徐青突然怪叫一声 之前因为敖苏给的那笔庞大资金 居然让他忘记了 还有几十张银行卡的存在 这可都是5678街 预售师的银行卡 当中的资金 绝对不能少 哈哈 系统 给本大爷全部充了 保证完成任务 充值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 112 0000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卧槽 这下真的发达了 这群邪教 真商标符号的富有 哈哈 老子真的要谢谢你们 徐青激动地 差点跳了起来 他原本觉得 银行卡是小头 没想到 这才是真正的大头 一百多万克金点 还是第一次这么有钱 宿主干得漂亮 介于宿主单次充值 超过百万克金点 奖励宿主 与天罡金言的契合度 百分之五十 望宿主再接再厉 百分之五十的契合度 这还真的是双喜灵门啊 系统 老子商标符号爱死你了 如果系统是个女人 徐青绝对破例重信她一次 只要宿主努力赚钱 本系统也会毫不吝啬地 拿出极品奖励 平静呼吸 徐青再次摩拳擦掌 系统 先购买百分之六十八的 药材清合度 一瞬间 徐青的药材清合度 达到了百分之九十 再搭配二星资 制进化经验包所带来的百分之十 也就意味着 徐青炼制二星零售资质进化液的成功率 达到了百分之一百 这是何等的恐怖 除了自己 又有谁能做到这种程度 卧槽 加上之前剩余课金点 总共还剩四十六万 这么多课金点 我都不知道怎么用啊 系统 提升零售资质到九星之上 需要多少课金点 一亿 多少 徐青失声 一亿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那么贵 一亿课金点 那得相当于多少联盟币 那得十万亿联盟币啊 卧槽 徐青只感觉两眼发黑 那自己的赚多久才能赚够啊 没有搞错呀 我亲爱的宿主 本系统之前不说说过吗 九星在本系统眼中 就是垃圾而已 既然是垃圾 那自然是不值钱的 不过宿主不必担心 联盟币只是地球的通用货币 而在星空中 另有其他货币 星空中货币的兑换比例 要比地球货币高出很多 到时候宿主会发现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呃 希望吧 徐青已经不指望 能在地球将零售资质 提升到超越九星了 叹了口气 不再想太多 徐青开始思索 提升实力的方法 系统 将剩下的课金点 全部用来提升 我和星铜银月胶的亲和度 提升成功 恭喜宿主 和星银月胶的亲和度 达到46% 还差4%才能半兽化 半兽化之后 预售师的战力 又会增加一个幅度 而只有在完全兽化之后 预售师将会拥有 灵兽所掌握的 所有技能和能力 星铜银月胶的空间属性 无疑是最佳选择 这才是徐青 选择他的原因 以后想要提升实力 就难了 除了契约灵兽之外 似乎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九星以上的东西 贵得离谱 他现在根本买不起 以后开始要存钱了 就算地球联盟 必兑换比率很低 但能多存一点 就多存一点吧 也好为将来更快提升到 超越九星做准备 咦 这是个什么东西 徐青突然从一个空间戒指中 翻出一张地图 这是一张看起来 还比较新的地图 但周围的场景徐青 却有些熟悉 这是在宁城市附近 徐青惊讶到 地图上的地形分明 就是在宁城市附近 而在地图上 还标记着一个红点 这个地方 徐青眼睛微眯 难道有什么东西 等到有空了去看看 反正以他如今的实力 根本不具任何危机 次日周一 徐青一大早来教室 刚进来 许多人 看向他的目光 带着莫名的色彩 因为昨天 和今天流传着一些 关于徐青的负面消息 刚坐下 苏星河便凑过来问道 我听人说 最近流传 你跟邪教有关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你还敢离我这么见 徐青瞥了他一眼 卧槽 你觉得 那种事我会信吗 为什么不信 反正就是不信 你想啊 那些人加入 邪教是为什么 是为了给灵寿提升资质啊 而你双九星 已经走到了许多人的终点 还加入邪教干嘛 苏星河无语道 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可能想不到 那你为什么不觉得 我是为了保命 才加入邪教的呢 保命 那你还回来干嘛 完全可以一走了之啊 可以当时的 他们没有这么想 徐青摇了摇头 那些人 当时只想着自己 与邪教勾结 对了 你说要给我弄 资质精化液弄来了没 自然拿来了 徐青拿出一个瓶子 正是从系统那里买的 一新浑水恶的资质精化液 我给你转账 苏星河拿起手机 操作起来 你就不怕我骗你啊 骗我对你又没什么好处 转完账 苏星河直接将资质精化液 倒进了浑水恶的口中 随后将其收入了 预售空间内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了 就在苏星河 捏紧了拳头时 他的预售空间中 浑水恶身上 绽放出了蓝色 如水波般的光芒 有情况 别看他刚刚一副 毫不在意的模样 但真到了灯前 依旧紧张得浑身发解 但现在的这一幕 让他看到了一次希望 因为这种情况 只有在灵兽资质精化成功时 才有可能出现 第五十章 老夫倒立吃香 片刻过后 蓝色的光芒内敛 苏星河大叫一声道 成功了 真的提升到二星了 哈哈 苏星河大笑 引起了其他所有人的注意 那家伙的一星浑水恶 成功进化到二星了 有人惊讶道 卧槽 他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一次性就成功了 班级中许多觉醒了 一星资质灵兽的学生 满脸羡慕 这种好事怎么没有 落到他们身上 老徐 你这进化液牛逼啊 真的成功了 苏星河激动地 不断拍着徐青肩膀 这也就预示着 自己将来 至少也是二界御寿师了 而且也可以多契约一只灵兽 这路就走得更宽了呀 那是自然 那位大师一般不出手 出手则必成功 真的假的 那你帮我问问 能不能再让那位前辈 帮我炼制一份 将浑水恶 提升到三星的资质进化液 可以 2000W 卧槽 你这真的就贵得离谱 我还是那句话 保证百分百成功 徐青自信说道 你能告诉我是那位大师吗 居然有如此能力 苏星河甚是好奇 百分百成功率 这也太夸张了 因为就算是一些中级进化师炼制低级进化液 也不敢说是百分百成功率 别的我不能透露 我只能告诉你 那位是我的师尊 所以你可以放120个星 系统 死 苏星河瞪大了眼睛 不过 转眼一想也对 毕竟徐青百分之二十二的药材清合度 可不是打破了地球以往的任何记录 而且 我打算这个周末考取进化师资格证 这个周末 不是 你这才学习了几天 就能去考资格证吗 进化师资格证 有那么好考 苏星河疑惑道 那东西 不都说了很难的吗 对别人来说 确实很难 但对我来说那也那样样 装 你就继续装 你不要管那么多 周末好好关注 新闻就好了 好 那我倒要看看 你在吹牛逼还是什么 哦 对了 学校为你建造了一座雕像 你知不知道 知道 徐清平静点头 如果是之前 他还会很高兴 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兴奋的心情了 那些东西 不过都是虚的而已 下午他请假了 因为他要去做一件 震惊整个地球的事情 检测受体清合度 你要去检测受体清合度 杨桃一脸奇怪地看着徐清 对 你觉得真的有必要吗 什么意思 徐清奇怪道 双九星零售 22%的药材清合度 你觉得你真能检测出 出售体清合度 你的运气已经爆了 你觉得上天会逮 这一个人往死里宠吗 杨桃毫不客气问道 因为他觉得徐清 就是纯粹浪费时间罢了 与其如此 还不如多训练 一下灵兽 增强一点保命能力呢 不管有没有 去检测一下 总是没错的 徐清认真说道 杨桃摇了摇头 感觉徐清真的有点飘 算了 这是人家的自由 自己只是人家的一个老师而已 何必操这么多的心呢 老徐 精华业别忘了呀 临走时 苏星和提醒道 明天早上校门口交易 好 离开学校 徐清给敖苏打去了电话 邀请他一起 前去预售施工会 作为自己的投资人 怎么说 也得让他看到自己 更大的价值 路上 徐清察觉到跟踪自己的人 已经变少了很多 只有寥寥无几 昨天的事情 已经彻底传开了 都知道 徐清身旁有一位 二姐九阶预售师 所以大部分人 已经不敢再继续跟踪下去 甚至此刻 徐清坐在公交车上 有许多人 总是偷偷描向附近 想找找看那位 二姐九阶预售师强者 到底隐藏在哪里 只可惜 没有人会想到 那人就坐在他们眼前 当徐清来到 预售师工会大楼时 敖苏一行人早就到了 徐兄 敖苏热情打招呼 叫我徐清就可以了 没必要那么客气 哈哈 好 那我以后便叫你徐清了 这样看来 关系似乎更进一步了呀 对了 你喊我们来 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他们在宁城市的事情 还没有办理结束 所以暂时 还不能离开这里 先进去吧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徐清一笑 当他来到受体清核度检测大厅 做完等级时 敖苏几人才知道对方 这是要检测受体清核度 敖苏摇头 微微一笑 感觉徐清 有些在做白人梦 有了22%的药材清核度 还想要受体清核度 刘三勇几人 全都笑而不语 你们这都是什么表情 徐清看着几人 没什么 没什么 你还是先去检测吧 敖苏摆了摆手 我知道 你们在笑我 贪心不足蛇吞象 明明已经有了那么高的药材清核度 却还妄想有受体清核度对吧 没有 真的没有 敖苏他们坚决否认 要不我们打个毒怎么样 徐清突然说道 这 打什么毒 就读我能否检测出受体清核度 赌注呢 敖苏 有颇有兴趣问道 我的赌注 是一件九阶灵器 昨天亲弟前辈 将那些战利品 全部交给我来处置 所以你明白的 这一点敖苏自然知道 当时的战利品 还是他自己清理的呢 因为收割那些人头 他昨天晚上 一宿都没有睡着 我的赌注 敖苏想了想 自己身上 可没有九阶灵器 那种玩意儿 就算在京都 都属于有价无市的宝物 就连他们熬价 都没有九阶灵器 突然他眼睛一亮道 这样吧 我拿出赌注 二十亿联盟币 你看如何 不是说徐清爱钱吗 那自己 就拿出钱 来和他赌 而且九阶灵器的价格 在京都最高一次 也就拍卖到二十亿联盟币 好 徐清一口答应 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如果是其他赌注 他还不满意呢 今天这里 几乎没什么人检测 所以也不用排队 当徐清将链接机器的 头盔戴上时 刘三勇低声说道 他要是能检测出售体清和肚 老夫道理吃香 对于徐清能 检测出售体清和肚他 是绝对不幸的 正如那句话 上天不会专宠一个人 既然刘叔 你都要吃香了 那他如果真的能检测出售体清和肚 哪怕是让我追随于他 又能如何 他让我向东我绝不向西 他让我喜欢女人 我绝不喜欢男人 第五十一章 在隐聚阵 身旁几位保镖都笑出了声 少爷和刘叔两人又在开玩笑了 然而就在此时 整个培育师工会 骤然发出一声声刺耳的警报声 身后的敖苏几人 脸色差那一变 这个声音 虽然他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声音 但却听闻过这个报警声 据说这是每当资质进化师 和零售培育师中 出现了绝世妖孽般的人物 才会出现的警报 徐清 是徐清 几人快步上前 当看到机器上显示的竖直时 顿时脑瓜子嗡嗡作响 这商标符号是假的吧 敖苏直接失声惊呼 90% 开什么玩笑 有这么高的受体清和度 卧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刘三勇撞弱风魔 怎么会有人达到了 离谱的90%受体清和度 这开什么玩笑 要是说他检测出20% 他们或许还能承受 但90% 有这么高吗 商标符号的就是绝世妖孽 也不可能达到如此程度 没多久 会长一群人来了 当看到这个数值时 所有人彻底呆了 假的 绝对是假的 又或者机器坏了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 受体清和度 和药材清和度一样 拥有1%就可以入门 5%被称为天才 10%则是天骄 15%为妖孽 20%乃是绝世妖孽 那90%又算什么 而且真的有这么高受体清和度 检查机器 重新检测 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徐清硬是反反复复检测了三次 但结果表明这是真的 机器没有坏 也没有人作假 徐清他真的拥有90%的受体清和度 妖怪啊 这简直就是个妖怪啊 裴语师工会会长不可思议地看着徐清 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存在 敖苏几人彻底妈了 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已经不是震惊了 而是京剧 哎呀 没想到我还真的有受体清和度啊 而且还比药材清和度高了那么一丢丢 徐清仰天感慨一声 这叫一丢丢 分明就是一丢丢啊 回过神的敖苏 低声咆哮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怪胎 居然有这样的清和度 那我们的赌约 现在这种情况 你该关心的 不应该是自己的清和度吗 怎么还有心情在意 那区区十个亿 敖苏看着徐清那平静的神情 不知为何居然会有揍他的冲动 这家伙简直太气人了 他什么意思 难道觉得自己的清和度 还没有十个亿重要 什么叫区区十个亿 那对我来说 可就是个天文数字 昨天到手的那么多钱 已经被自己花了个金光 身上也就剩下几百万而已 十个亿对他来说 可不就是天文数字吗 敖苏表示 我信你个鬼 昨天刚刚到手几百亿 还说什么 十个亿是天文数字 但他堂堂敖家大少爷 还不至于赖账 不错不错 看着到手的十个亿 徐清满一点头 对了 我刚刚好像听到有人说要倒立吃响 是谁 他的目光看向刘三勇 嗨嗨 刘三勇老脸一红 扭头望向其他地方 自己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能真的吃响 徐清看向敖苏道 至于你想跟随我这件事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再说 毕竟我将来的目标 可是宇宙星空 如果你只想安安心心地做你的少爷的话 我劝你 还是不要说什么跟随我的话 不管对方是不是玩笑话 反正徐清当作他是认真的 既然如此 那就事先将事情说清楚 嗷嗦脸色微微严肃 这话还真的只是玩笑而已 不过 既然人家已经听到了 那就不能当作是玩笑了 或许自己真的该认真考虑一下 会长 我的奖励什么时候能下来啊 徐清问向培育师工会会长 徐清啊 这事儿得汇报给上面 至于奖励 可能需要等几天 但绝对不会太久 徐清点头 随后与敖苏几人 走出御寿施工会大楼 徐清 你是不是之前就知道 自己能检测出受体清合度 敖苏奇怪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 我感觉 你好像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 那必须的自信啊 不自信 怎么能检测出清合度呢 知道我为什么能检测出两个清合度吗 就是因为我足够自信 徐清昂首说道 敖苏扭过头撇了撇嘴 当初自己检测时 也是莫名自信 结果什么都没有 徐清没有去学校 而是返回了家中 这周他已经不打算去学校了 好好在家休息一下 等到周末直接去考证就好了 反正吸收了经验包之后 他对于炼制净化液 和为零售搭配食料 已经有足够经验 根本不需要练习 而就在他返回家时 整个宁城市 彻底引发了大地震 徐清 90%的受体清合度的消息 如洪流般 席卷整个宁城市 徐清呢 徐清呢 庞如海挺着大肚子 飞奔到了正在操场上 练习战斗的七班所在地 直接大吼道 吓了所有人一跳 怎么了 杨桃走过来 奇怪看着脸色战红的校长 难道徐清出事了 怎么了 你的学生 你还问怎么了 你这个班主任 是怎么当的 你自己看吧 庞如海将攥在手中的手机 递给杨桃 后者一脸奇怪的结果 当看到上面的新闻时 彻底呆住了 操 向来看起来很淑女的杨桃 直接爆口 惊得后面所有学生张大了嘴巴 是什么事 让杨老师发出这种声音 这 不会是真的吧 杨桃眼睛瞪得滚圆 看着手机上的新闻 郊区都忍不住地颤抖 这可是灵兽培育师公会官网上发布的消息 怎么可能有假 对了 徐清人呢 他 他请假了 哎 可惜了 我还想和他来一张合影呢 庞如海遗憾说道 如果能合照一张 将会是自己人生最大的荣耀 而且还是那种可以祖传下去的 杨桃都彻底呆住了 他今天刚对徐清说 老天爷不会独宠一人 结果现在 这何止是宠啊 简直就是在往死里宠啊 难道他真的是老天爷的亲儿子 不然怎么可能如此天才 百分之九十 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后方 那些已经停止训练的学生 也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什么 一个个拿出手机 顿时实话当场 第五十二章 寻宝 哈哈 老徐牛逼 你这根大腿 我苏某人报定了 苏星河大吼道 他打算等徐清成为真正的培育师之后 就让他为自己的浑水 制定一份培育方案 到时候 还不快速培育到二间 周凯眼睛赤红一片 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他 一股巨大的风暴 已不可阻挡之势 席卷了宁城市 所有人彻底不淡定了 徐清 又是徐清 他是老天爷的儿子吗 为什么所有好事 都让他一个人全战了 就不能分我一点点吗 我不要多 只要一点点就好 这该死的老天爷啊 你瞎眼了吗 羡慕 嫉妒 哼 种种情绪在城市内蔓延 所有人都感觉 老天爷的爱 全部给了徐清 甚至可能是将原本 该属于他们的那一份 也剥夺送给了对方 立刻将此事向总部汇报 务必要让他们采取措施 否则一旦徐清成长起来 后果不堪设想 三大邪教齐齐向总部汇报 这个徐清妖孽的恐怖 必须地将之除掉 否则对他们三大势力威胁太大 尤其是现在他们之间 已经再也没有丝毫 可以拉拢对方的可能 既然如此 那就必须地将其抹杀 以绝后患 不只是邪教 还有许多家族势力 都纷纷向家族传送消息 让他们采取新的措施 实际上 在一开始 有许多家族和敖苏他们的想法一样 那就是想办法 将徐清请到自己家族 但在打听到对方 有一位二姐九姐御寿师护道后 便彻底没有了这个打算 而且受那位九姐御寿师影响 他们也不敢靠近对方 生怕被那位强者当场斩杀 90%的受体清合度 所引起的风波太大 远超当初双九星灵兽 和22%的药材清合度 整个宁城市的大街小巷 都在讨论此事 90%的受体清合度 对灵兽的培育速度得有多快啊 不知道 但绝对快得难以想象 如此高的清合度 相当于可以探测出 灵兽体内的所有成长情况 真的很想看看他到时候调配而成的食料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每一只灵兽都与众不同 就像人一样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性别 身体的成长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符合每只灵兽的食料也不一样 现在所有人都在猜测 90%的培育速度到底有多么恐怖 哇 徐清他不亏是绝世天才 居然恐怖到如此程度 曾经送给徐清灵兽的老板娘吕淑琳 看着手机上的新闻尖叫道 这是老天爷真正的儿子啊 不然怎么能有这么好怨 老板杜生葵砸了砸嘴 这家伙妖孽得实在恐怖 老婆 你说 徐清他真的会记住 我们那点小小的人情 杜生葵不确定说道 该不会等到以后 他们真的有求与对方的时候 对方直接忘了他们吧 应该不会 我猜测 他可能会契约那只灵兽 毕竟那是元素型灵兽 几乎所有强大预售师 都会契约上一只 吕淑琳说道 只要他契约了那只灵兽 以后看到那只灵兽的时候 就会想起我们的 还是老婆你聪明 杜生葵竖起了大拇指 吕淑琳一笑 这笔投资在将来 说不定会带给他们很大的惊喜 走吧 老娘今天心情很高兴 让你好好看看老娘的大长腿 这个不用了吧 你说什么 你确定不看 你不看 我就便宜隔壁老王了 看 谁说我看了 杜生葵迅速直接关上门店 抱着自己媳妇进了屋内 说什么都不能让隔壁老王 有可乘之计 两天后 而就在全城 依旧还在轰动之时 徐青再次出了城 他倒要看看 之前得到的那个地图上 到底有什么东西 会不是是藏宝图 想想徐青还有些激动 他现在可是缺钱得很呢 这次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 只是戴上了鬼脸面具 坐在星铜银月娇身上 利用了他的虚空穿梭技能 离开了宁城市 所谓虚空乃是空间加层 与肉眼可见的空间 不在同一个平面内 所以 使用虚空穿梭时 肉眼看不到 除非对方拥有徐青 这样可以刊破虚空的强大铜数 或者 对方也拥有空间属性零售 而在离开宁城市之后 徐青又换上了地狱黑雷娇 目前 他还不想暴露 星铜银月娇的存在 说不定关键时候 能起到大的作用 主人 星铜那家伙 好高冷啊 我们和他说话 他都不带搭理的 地狱黑雷娇 向徐青吐槽 他们其他几个伙伴 都在一起玩得热火朝天的 就星铜一个静静地 待在自己的地盘 而且 他那片区域空间诡异莫测 让本来想找他玩的地狱黑雷娇 吃了不少苦头 幸好他们彼此间没有恶意 否则地狱黑雷娇 可能现在还被困在那片诡异的空间中 呵呵 你们和人都一样 都拥有自己的性格 而高冷 可能就是星铜的性格吧 徐青平静说道 是这样吗 还有高冷这种性格吗 地狱黑雷娇 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对了主人 有没有给我们定制啤酒 我和玲珑那家伙 都很喜欢喝的 啊 这个忘了 回去就给你们定制 徐青还真的没有记起这茶 一定要大瓶的 瓶子太小 我们抓不住 好好 绝对没问题 酒界零售的速度极快 几十分钟后 徐青便赶到了地图上的目的地 收起零售 徐青开始慢慢寻找起来 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 可惜围绕着走了一圈 徐青没有任何发现 这里就是一处平平无奇的山谷而已 虽然山谷被歪笼罩 但并没有丝毫危险的感觉 不过 他居然在这里看到了敖苏他们一行人 连他们都来了 难道他们手中也有地图 徐青好奇起来 原本以为地图就自己拥有 看来并不是 那他们是在京都得到的地图呢 还是来到宁城市才得到的地图 如果是在京都就得到了地图 那事情恐怕就不只是寻宝那么简单了 极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放出了地图 引诱其他人前来 因为徐青手中的那一份地图 还是崭新的东西 说明刚制作出来不久 那么对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有意思了 徐青微微一笑 没有去找敖苏等人 反而仔细查看起了山谷 第53章 世界属性灵兽 这里到底有什么呢 破旺无钝 他终究还是动用了面具下的虫童 随后看向山谷 目前阶段 他也只能使用这个本命神通 其他技能消耗太大 徐青有种感觉 只要使用其他本命神通 自己体内的能量 可能瞬间就会被吸干 一瞬间 整个山谷 都变成了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 那些之前挡在眼前的迷雾 都已经消失不见 就像一个脱光了的美少女 站在他眼前一样 起初时他并没有看到什么 但在混沌重铜下的状态 转了一圈之后 他就发现了些许不对劲 这里居然有一个重叠的空间 难道是一个小秘境 徐青记得御寿施工会说过 要为自己开启一次秘境 但徐青对御寿施工会的秘境 并不感兴趣 里面又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所以如果星空学院的邀请 含秘境开启之前来的话 那他就不打算参加什么秘境了 他更向往星空 不对 这不是秘境 这居然是一只灵兽 徐青大惊 这还真的是一只灵兽 而且还是一只尚未破壳的灵兽弹 因为通过系统他查看到了对方的属性 灵兽 小须迷戒 未孵化 等级 一阶 成长度0% 属性 世界 种族资质 技能 无 我乐个趣 居然还有这种属性 徐青大为震惊 世界属性 他以前可是听都没有听说过这种属性 系统 你确定 这真的是灵兽 而不是秘境 徐青不确定问道 这可太诡异了 怎么会有这种形态与属性的灵兽 因为 根据以往所学知识知道 灵兽分为动物类 植物类 元素类 还有精灵类 可从来没有提说过 这类灵兽啊 宿主不要惊讶 这确实是一种灵兽 属于十分罕见的那种 只能说 宿主运气很好 不信你 可以在本系统商城中 看看它的价格 徐青深吸一口气 在系统商城中 查看起这种灵兽的价格 500万克经典 徐青惊呼 眼睛都瞪得如同牛眼睛一样大小 而且还是一心资质的那种 要知道 当初空间属性的新铜音月胶 也不过才5万克经典而已 而这个灵兽 居然是它的100倍 系统 这个灵兽 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吗 这种灵兽体内自成空间 随着它等级提升 体内空间会越来越大 这东西可比储物界好多了 而且还可以存放活物 这只是之中灵兽 最基本的用法而已 还有更多强大的能力 这就需要宿主 让它学习技能了 系统没有说更多 但徐青却查看了 商城中这种灵兽的技能书 大小虚名 天威 世界之力 世界融合 世界镇压 徐青大致一看 顿时心中一惊 这个灵兽的技能 似乎都强大的离谱 虽然名称看起来都不怎么样 但作用却是毋庸置疑 这个灵兽我要定了 耶稣来了 也留不住他 徐青兴奋地朝着 充满迷雾的山谷内走去 他已经决定 要契约了这只灵兽 而在他进入之后 一道身影 也出现在了山谷之外 不知道他 能不能寻找到 这里的秘境入口 遥想几年前 自己经过这里时 突然察觉到 此地有一股能量波动传来 但他寻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任何异样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去时 那股能量波动有出现了 随后 经过他长时间的观察 判断出 此地可能有一个秘境存在 奈何以自己的实力 根本打不开 所以他开始四处散发地图消息 希望能有人前来探查 自己也好 从中奋一杯羹 结果这几年以来 来这里探查的御寿师 倒是不少 却都没有谈查出任何异样 希望这次秘境会出现吧 他刚刚看到一个骑着蛟龙的御寿师 出现在了这里 对方看起来 好像很强大的样子 秦朔没有急着进去 反而是在外面等了起来 他只是向从中奋一杯羹而已 哈哈 不错不错 这次收获令我很满意 十几分钟后 秦朔听到一道大笑声传来 随后便看到一个 带着猙獰鬼脸面具的男子 从中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而在他的肩头 还漂浮着一个只有 拳头大小的洁白光球 什么情况 秦朔呆住了 对方那话什么意思 收获很满意 什么收获 明明也没有秘境打开的气息啊 难道这里 压根就不是秘境 而是其他的东西 徐清心情舒畅 这么优秀的 一只灵兽就让自己 不费吹灰之力的契约了 简直不要太爽 虽然没能发现什么宝藏 但这个收获的价值也足够了 刚刚离开迷雾山谷 迎面便看到一个满头红发 眼睛处流有三道争宁伤疤的强壮青年男子站在入口处 巧手以盼地望着自己 前辈 思虑再三 秦朔还是忍不住地叫住了徐清 毕竟这是自己耗费了好几年的心血而等待的东西 至少也让自己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嗯 你是 徐清一脸好奇地看着对方 这个家伙长得倒是鹦鹉不凡 很有霸者气质 晚辈秦朔 乃是此地的守护者 晚辈守护此地五六仔 还请前辈能告知晚辈里面到底有什么吗 秦朔苦这个脸问道 他此刻的心的碎了 感觉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哦 原来 你就是那个发放地图的人 正是晚辈 晚辈本以为这里可能会有秘境 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是 可晚辈毕竟付出了这么多心血 还请前辈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秘境 徐清恍然 可那哪里是什么秘境 而是那只灵兽弹所散发出的灵兽波动而已 是一只神奇的灵兽弹 徐清看在对方为自己提供了地图的份上 还是回答了一句 灵兽弹 秦朔惊讶 什么灵兽会产生那种效果 不由自主地看向对方尖头的那个洁白光球 是他 不太像 这可不是什么灵兽啊 你这一头红发染得很不错 很符合你的气质 尤其是那三道伤疤 更为你增添了几分男子气魄 徐清看着秦朔说道 这让他想起了某个动漫中的人物 他这一头红发可不是染的哟 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敖苏一行人从一旁走了过来 来到徐清面前拱手道 敖苏见过前辈 第五十四章 拿系统的话装逼 徐清点头道 怎么 你们也是来寻宝的 敖苏摇头一笑道 不过看样子 宝屋已经被前辈拿走了 秦兄 好久不见 敖苏向秦朔拱手 后者拱手回礼 哦 你们两个认识 不瞒前辈 秦朔他也是来自于京都 而且出自一个古老世家 秦家 秦朔突然脸色低沉白手道 敖兄请不必多言 我可高攀不起他们秦家 随后直接拱手道 前辈 敖兄 既然这里机缘已尽 我便告辞了 说完直接转身离去 秦兄请留步 我有一法 可让你离开地球 前往星空 敖苏突然说道 秦朔脚步猛然一顿 随后继续向远处走去 敖苏喊道 你应该听说过徐清吧 他将会得到星空学院名额 如果你能得到他的认可 便可以追随于他 将会有资格 与他一同前往星空学院 这家伙 敖苏摇了摇头 什么情况 徐清好奇问道 这个叫秦朔的人 似乎有故事啊 不过这些他都不关心 他关心的是 自己去星空学院 怎么还可以带其他人 回禀前辈 其实这都是被默认的 每一个 前往星空学院的天才 都能带几个追随者 不过前提 是追随者的实力 不能比自己强 这又是为何 徐清问道 因为在星空学院 有很多需要外出完成的任务 如果追随者的实力 超越了学生本身 那将对他们起 不到任何历练作用 敖苏回答道 那为何还要 有追随者的存在呢 让他们独自历练 岂不是更好吗 徐清疑惑道 星空学院招生 至少都是七星资质 才有资格 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人 将来都会成为 七阶以上的强者 这种强者 未来可能都是 负责坐镇一方的存在 提前培养一批 属于自己的得力干将 也更加方便处理一些事物 所以对于学员 携带追随者 星空学院并不反对 随着敖苏解释 徐清点了点头 对于星空学院 他了解的还真的不多 只知道哪里 是通往星空的方法之一 而实际上 徐清也只是将那里 当作跳板而已 并不是 对那个学院 本身有什么兴趣 只是觉醒七星资质 就能加入星空学院吗 这个条件 放眼全球按理说 并不高 可为何 星空学院的名气 并不大呢 徐清好奇问道 按理说 这样一座学院 应该享誉全球才对 但实际上 玉兽师之中 99%的人都只知道 四大学院 根本不知道 还有星空学院 甚至还不如一些 二三流玉兽大学出名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学院的 死亡率很大 有的人 就算觉醒了七星以上灵兽 也不敢去这个学院 而有的呢 又无法通过学院考核 这些人 都对星空学院 闭口不提 甚至一些世家大族 他们都不允许子女 前往那个学院 就是怕他们 陨落在那里 而更甚者 曾经有高层还建议关闭星空学院 因为有太多的天才 因为加入星空学院而陨落 前辈 您还打算让徐青前往星空学院吗 您就不担心 他陨落在了哪里 敖苏充满西迹看着 戴着面具的青帝问道 为什么不呢 一群愚蠢之辈 不进入星空 怎么能有更好的发展 待在地球上 的确更安全 但若想要达到 超越九阶的层次 难如登天 徐青冷哼一声 他还想见识一下九阶之上 又是个什么风采呢 而待在地球上 赚钱实在太慢了 自己要凑够一颗经典不知的 等到何年何月 九阶之上 前辈 九阶之上 还有其他等级 敖苏几人 惊讶看着面前的青帝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种事情 这是自然 九阶算什么 在浩瀚的星空之中 九阶不过 就是垃圾而已 徐青背着双手 颇有些高人风范说道 这是系统的原话 此时 被徐青拿来装逼了 九阶只是垃圾 敖苏等人皆是震撼地望着青帝 如果这话 从其他人口中传出 他们自然是不信的 可从青帝前辈口中说出来 那就非同一般了 所以 如果想要达到更高的地步 必须得去星空 至于徐青 待在地球上 简直就是浪费他的天赋 而且 他自己也说了 他是肯定会去星空的 这是徐青 在很久之前 就决定好的事情 现在就是在等待 星空学院 邀请寒而已 敖苏点头 徐青的天赋 在地球上 确实绝无仅有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 未必不能追随于他 少爷三思啊 刘三勇提醒道 看着敖苏 从小长大的他 自然能看出 对方此刻在想什么 但星空太危险 不是那么好去的 对了 刚刚那个秦朔 是个怎么回事 徐青好奇问道 别的不说 至少这家伙 看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 是那种一眼 看起来就有雄心壮志 且坚毅之人 他呀 听说他的父亲 是星空人类 而他那满头的红发 便是继承于他的父亲 因为这层关系 他在秦家很不受待见 甚至他脸上的三道伤疤 就是在秦家而留 所以 后来他也没有在京都待下去 而是游历地球 不过 他这个人倒是不错 至少还是属于 重情重义的那种 听说 当初有邪教 想让他做秦家的内影 覆灭秦家 但即便在他与秦家 不合的情况下 他不仅没有同意 反而直接将邪教的计划 透露了出来 让邪教损失惨重 一度都上了邪教必杀榜 敖苏望着秦朔 离去的背影说道 是这样吗 徐清点了点头 如果对方人不错的话 让他跟随自己 也不是不可以 反正对于他而言 只要看得顺眼 就可以了 至于灵兽资质什么的 他丝毫不在意 当然 前提是 对方找上自己 徐清 没有过多停留 而是返回了宁城市 开始研究起了 自己刚刚契约的新灵兽 小须弥剑 本来他的课经典 已经被全部使用了 不过 昨天的时候 沐县白又为他带来了 三百多亿的联盟币 这是那些 邪教育寿施的人投费 之前已经给他 学习了大小须弥 现在给他安排其他技能 正因为学习了大小须弥 他才能化身 只有拳头大小的光球 悬浮在徐清肩头 否则 哪怕只是刚刚诞生 小须弥世界的体型 也大得可怕 第55章 主人不可以哦 徐清看了又看 最终选择了给他购买天威 世界融合 以及世界之力 所谓天威 乃是对于那些 进入他体内 等级不高于 他一个大境界的生灵 又绝对的主宰之能 也就是生死由他掌控 这倒是个 设置陷阱的好能力 试想一下 要是同时 引进去几百个敌人 然后发动天威 一瞬间 便能制服所有人 简直不要太舒爽 而世界融合 则是保命的手段 它可以与真实大宇宙 相互融合为一体 让对方彻底感受不到 它的存在 当然 如果对方等级 超过他一个大境界 那便行不通了 至于世界之力 乃是一种辅助能力 它可以将自身的力量 加持在御寿师 或者灵兽身上 从而让他们拥有 跨越一个大境界 甚至多个大境界 而占的实力 至于究竟是多少 还得看双方之间的 等级差距 但无论如何 都可以看到 这只灵兽的技能 几乎都涉及越阶而占 所以 价格自然也高得离谱 足足比其他同等级的技能书 贵了好多倍 别的同等级技能书 顶多也就几千克经典 而这些技能 却高达好几万 甚至近十万 结果 三本技能输下来 直接将三十多万克经典 花得七七八八 徐清皱眉 他似乎已经看到 九阶之上的灵兽 到底有多么花钱 剩余的克经典 已经不够为小须迷界 提升资质了 这只灵兽 有些与众不同 它的各方面价格 都要贵很多 就连提升资质也是 当初天罡经典从一星进化到九星 只花了一万克经典 但小须迷界的进化 却足足需要十万克经典 比之贵了十倍 不止如此 就连等级提升也是如此 可见 这是个很难进化 很难培育的家伙 而事实也是如此 在徐清吸收了经验包之后 他便明白 这种灵兽进化和培育 都极其困难 别的不说 主要是材料很稀有 如果没有克经系统 徐清都不知道 如何为这只灵兽 寻找进化和培育的材料 又是没钱 徐清在小院内来回夺步 现在该去哪里赚钱呢 哪些混账邪教 如今居然也不来杀自己 也不知道 那些奖励什么时候来 徐清已经不指望他们了 等哪些所谓的正规程序走完 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了 现在不仅要培育灵兽 徐清还想要提升 与灵兽的契合度 虽然作为培育师 他有自食其力的能力 但那些材料可不好学 随后 他开始整理身上所有资源 现在他身上值钱的 也就只剩下几柄灵器 以及那些售盒了 但那些东西 他不想在宁城市出售 这里无法卖出高价格 他想找个更大的地方出售 还是等明天 先去将二星灵兽资质进化师的证书 考了再说吧 这是他之前就已经预约过的事情 周六考核资质进化师 周末考核灵兽培师 等到拿到了证书 自己应该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想了半天 徐清最后干脆进入了 小须弥界的内部 虽然只是一阶灵兽 但小须弥界的内部空间可不小 已经有宁城市的一半大小 里面山川草木 河流大地巨泉 和那些出现的秘境一模一样 这可比储物界高级多了呀 徐清感叹一声 这只是一阶 就有如此大的内部空间 如果升级到九阶 那还得了 而且还可以将其他灵兽 全部放入这个灵兽体内 战斗都时候连结印都省了 自己那几只灵兽 体型太大了 召唤出来喂养的时候 根本就不方便 生怕被人发现 而有小须弥界的存在 以后那些事情 就都可以在他的内部空间完成 也不知道 现在能不能将他们召唤出来 徐清想试试效果 主人不可以哦 小须弥界传出声音 怎么了 徐清问道 我现在的等级太低 而他们的等级太高 体内能量太过庞大 很有可能会将我的身体称暴 那我怎么没有影响到你 因为你是我的主人啊 徐清点了点头 看来暂时还不行 还得等他的等级提升之后再说 徐清自己算了算 想要将他进化 并培育到九星的 需要十四万五千克经典 足足比其他灵兽贵了十倍 在给小须弥界 买了一份口粮之后 徐清才退了出来 他既然是灵兽 自然也需要补充能量 而且 他的口粮消耗也很大 比其他灵兽要大很多 总之 这是一个很好钱的家伙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则消息顿时席卷了整个宁城市 因为 徐清居然要在明天 进行资质进化师考核 这简直就是离谱 他检测出药材清和度 也才前后不过两周而已 现在居然就要考核进化师了 疯了 疯了 这家伙是疯了呀 真以为自己是个天才 就能随心所欲 要知道 正常来说 如果不学习半年以上的话 有谁敢考核灵兽进化师 就算他是个妖孽 也需要不少时间来练习吧 这才几天时间 而且 听说他还要在周末 进行培育师考核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这么短的时间内能 学习到什么东西 徐清飘了 他绝对飘了 我敢保证 他这次就是在华众取宠 但他这么多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吸引仇恨吗 哼 肯定是天才的名头 让他忘乎所以 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了 没错 毕竟只是个 十八岁的矛头小子而已 在万众瞩目的光辉之下 彻底迷失自我 得意忘行了 天才一旦得意忘形 那就该从神坛上跌落了 所有人议论纷纷 毕竟这太天方夜谈了 检测出药材清合度 不过两周而已 而受体清合度 更是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 这样就赶来考核 难道他都不需要时间 来学习知识的吗 真以为资质进化 是这么好考 几乎所有人 都不看好他次举 甚至有一些心中极度之人 已经开始在 言语上攻击徐清 毕竟 这可是发泄 心中情绪的好时机 敖苏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许久后才说怀疑到 真有人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成为进化师吗 刘三勇道 不好说 毕竟他可是徐清啊 地球千年以来 都没有出现过的盖世妖孽 这样的绝世妖孽 就算异于常人 也很正常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便看看吧 他的热度太高了 说不定到时候会进行现场直播 真与假道士自由分晓 敖苏起身坚定道 如果他真的能在明天 和后天考核通过 成为真正的资质进化师 和零售培育师的话 那我一定要跟随他的步伐 进入星空之中 少爷 你 刘叔不要说了 此事我已经决定了 第五十六章 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 一处酒店之中 一头红发的秦朔 站在落地窗旁 望着外面繁华的城市 皱眉不已 你到底是真正有这个能力呢 还是像他们说的一样 哗众取宠 他在宁城市 也已经很久了 关于徐清的事情 他自然也知道 百分之二十二的药材清和度 让他佩服的五体投地 百分之九十的受体清和度 更是让他瞠目结舌 如果能追随这样一位盖世妖孽 自己未来的前途 也会顺利许多 但自己一无所有 对方为什么看得上自己 随后叹息道 可惜 我的等级比你高很多 无法跟随 你前往星空学院 否则 这还真是 我的一个机会 前往星空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成为七阶御寿师 但想要将灵兽进化为 七星资质 对他来说 是件几率很渺茫的事情 另一个办法 则是跟随对方 前往星空学院 但徐青目前只是一个 一阶御寿师 而自己已经是四阶存在 是不可能 作为跟随者 前往星空学院的 或许敖苏会有办法 禽兽目光坚定 果断起身 前去寻找敖苏 虽然他不太想 与京都那群人接触 但为了前途 却不得不那么做 这一刻 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 徐青真的能成功成为 进化师和培育师 杨桃和庞如海 同样如此 可他们不明白 徐青这么多的目的 又是什么 他一定会成功的 苏星河却坚定说道 因为徐青说过 他有一个十分牛逼的老师 而且他的那位老师 已经帮自己连续两次 成功将浑水恶 进化到了三星 那样的老师 不会任由徐青胡来 能报名 自然是有把握的 不管别人讨论 徐青安稳地睡了一觉 现在那些暗中窥视的人 也只敢监视 而不敢轻易出手 反而让他难得片刻安宁 次日吃过早饭之后 徐青坐车前往 预售师工会大楼 此时 这里已经围惧了太多的人 虽然不知道 徐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但许多人都不介意 亲眼看看他出丑 毕竟 这可是为数不多 可以嘲讽对方的机会 没想到 没想到 原以为是个值得投资 值得拉拢的盖世妖孽 没想到却是一个 喜欢哗众取宠 轻浮虚荣之辈 实在是浪费了 这么好的天赋啊 几道年轻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徐青前方 挡住了他前往 预售师工会的道路 你们是谁 徐青奇怪问道 京都赵家 京都青家 摩都楚家 鼠豆流家 几道身影 都是十分年轻的青年男子 一个个衣着华丽 眉清目秀 甚至有两人身旁 还跟随着两个身材窈窕 长相清纯的女子 没听说过 让开 徐青平静说道 你这山脚疙瘩 地方的土包 怎么可能知道我们 如果真的连你这样的土鳖 都知道我们家族的话 那我们家族 未免也太低廉了些 秦家秦世民不屑说道 妈的 如果不是因为听说 这里出了个妖孽 家族非要让他看看 能否拉拢 他一辈子也不可能 来这种犄角嘎他之地 所有东西都平静地 让他觉得恶心 徐青贴了对方一眼道 冷冷道 如果你们秦家 都是你这样的蠢货 那恐怕迟早都会灭亡 不过我却认识一个秦家的人 比你这个傻逼强上太多了 你说什么 你敢骂我是傻逼 秦世民炸毛 如战斗中的攻击一样 浑身电流都开始刺啦啦流淌 汉毛都倒数了起来 说你是傻逼都侮辱了这两个词 徐青 要不是你检测出了亲和度 你商标符号啥也不是 你觉得你有资格 站在我们面前说话 秦世民低吼道 面目都有些猙獰 自从来到宁城市 便天天都能听到有关徐青的事情 这就像是有人一直在自己面前夸奖徐青 有多么多么厉害 让他恨不得毁了一切 哦 看样子 你并没有检测出亲和度啊 原来不是傻逼 而是个垃圾 徐青凑到秦世民眼前 拥有啪啪啪 在他脸上轻轻拍了几下 秦笑道 垃圾就应该滚回垃圾桶里 啊 秦世民拳头捏得嘎嘣响 如果这里身旁无人的话 他绝对要宰了对方 赵家赵元峰惊诧地看着如此 肆无忌惮的徐青道 徐青是吧 别以为自己觉醒了 药材清和度和受体清和度 就可以不将我们放在眼中 要知道 古往今来的天才妖孽 不在少数 但能成长起来的 却没有几个 怎么 你在威胁我 这是要来刺杀我吗 欢迎之至 徐青凑到赵元峰面前盯着他 前段时间我的护道人 刚刚斩杀了三位八阶御寿师 就是不知道 你赵家有没有九阶御寿师 作为后盾 如果没有的话 我奉劝你 最好闭上自己的嘴巴 免得为你们家族惹来灾祸 你 赵元峰气的脸色战红 愤声道 靠其他人算什么 徐青撇了撇嘴 看傻子一样看着他道 那有本事 你别靠自己的家族啊 不过那样的话 你可能早就被别人打死了 压根都活不到现在 随后他身躯站直 看着面前的几人道 好狗不挡道 滚 徐青 你不要嚣张 你觉得 为什么时至今日 你的那些奖金 都没有下发吗 因为我们怀疑 你的那些数据造假 包括你的那什么双九星灵兽 都在造假 没错 地球预售时代 开启近千年 从来没有出现过 你这样的情况 不是假的又是什么 说的不错 你的数据 你的数据 绝对有造假嫌疑 虽然不知道 你用了什么手段 但无论是药材 清合度和受体 清合度最高 都没有超过百分之十五 而双本命令受者 都不会超过三星资质 你如此离谱的数据 不是造假 又是什么 但几人 都对他怒目而视 讲了许多 都让徐青 感到惊讶的事情 原来奖励 一直没有下来 是这个原因吗 不过也无所谓了 徐青已经不指望 那些奖金了 砰砰砰砰 徐青 谋光一竖 直接从几人 中间横冲直撞 猝不及防之下 强大的力量 瞬间将几人撞飞了出去 狠狠摔在了地上 啊 徐青 老子和你没完 秦世民尖叫一声 眼睛通红地 看着徐青的背影 从小到大 他还从来没有 受到过如此侮辱 此仇不报 他就不姓秦 另外几人同样如此 他们都是世家大族的少爷 何曾有过此等遭遇 一个个 都恨不能将徐青大碎八块 哎哟 刘少 人家屁股摔得好疼啊 晚上怕是不能让你顶撞了 放心 他会为自己的嚣张 付出代价的 第57章 失望至极 刚刚走到门口 敖苏几人 又走了过来 当中徐青还看到了 与他们同行的秦朔 徐青 还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愿意追随于你 秦朔直接果断直接 指示徐青说道 可以 嗯 你直接同意了 秦朔差一道 为什么不呢 有的人看一眼 就会觉得很合演员 徐青笑着说道 我还以为你会因为 秦世明他们 而拒绝我 你没有和他们 站在一起 便已经说明 你的立场 敖苏急忙将折扇 挡在两人中间 打断两人对话 停停停 你们两人的对话 总让人觉得 你们在搞机 徐青 你是真有把握 在今天就成为进化师 和培育师 他认真看着徐青 这时间也太短了 要不然 你以为我是来 被这群人嘲笑的吗 好 如果你真的成功了 那我就算舍弃这个家族 未来继承人的身份 也愿意赶脑涂地跟随你 到时候 你可别看不上我呀 徐青惊讶看着敖苏道 我的目标是 征战无尽星空 未来伴随着各种凶险 你真的愿意放弃荣华富贵 跟着我过那样的生活 敖苏撇了撇嘴道 不要说得这么肉麻好不好 搞得好像我要和你私奔一样 不过比起这家族 继承人的身份 我更加愿意 去看看星空的风景 好 那就提前做好 征战的心理准备吧 徐青一笑 转身踏入了 御寿施工会大楼之中 刘三勇叹息一声 少爷终究还是要进入 那凶险的星空之中 就是不知道家主知道后 会不会气到吐血 而随着徐青 进入御寿施工会大楼 整个宁城市的所有广告 投影屏上 都出现了他的身影 如果是其他人 根本不会出现任何投影 但这是徐青 一个从未出现过的 妖孽级人物 就算是进化施工会 也不得不相应 广大御寿施的号召 开启全程直播 资质进化施工会内 会长黎如新 神情严肃地看着徐青道 你真的要在今天进行考核 你可知道如果失败 未来三个月 你都将不能参加考核 这是所有工会的规定 毕竟也总不能任由考核的那些人 天天参加考核 那岂不是浪费 他们这些 兼考老师们的时间吗 而且随着传言越来越凶 现在就连黎如新 都开始有些怀疑 徐青是不是有什么办法 更改机器的检测结果 不然那数值 怎么可能会这么高 已经达到离谱的程度 这也是他们工会 为何迟迟没有为当初 因为对徐青态度问题 而道歉的原因 现在就开始吧 徐青平静说道 好吧 随我来吧 黎如新不再阻拦 带着徐青 进入了资质进化施考核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房间 听不到丝毫噪音 房间中央 放置着三个铁笼 里面装着三只一星资质灵兽 徐兽师的灵兽 自然不能给这些考核的新手 用来练手 这些灵兽 是那些犯了罪 被巡查局关进大牢 判了死刑的徐兽师们的灵兽 这也算是他们 为徐兽师们做出的 最后一点贡献了 黎如新道 这三只灵兽 你可以任选一只进行进化 至于进化材料 你可以从墙壁旁的柜子中 任意挑选 药材都配备得很齐全 辨认药材 挑选药材 也是进化师的基础知识 什么资质 什么种族零售 使用哪些进化材料 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多一种少一种 都会让最终的进化失败 而这时 工会的其他几位进化大师们 也走了进来 徐兽一看 哟喝 这不是当初 自己检测药材清合度时 见过的那几位吗 这还真是巧了 徐兽笑着说道 嗨嗨 我们也想见识见识 22%药材清合度的人 炼制进化液 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甘诚尴尬说道 每一个进化师的考核 都需要至少三位进化师 进行监督 这也并不算违反规定 李如新看着徐兴道 如果你准备妥当的话 那就开始吧 我已经准备好了 徐兴点了点头 看了看笼子中的三只灵兽 便随意选择了一只金翅鸟 作为进化对象 反正对他而言 无论是哪一种都无所谓 此刻这只金翅鸟 被打了药剂 已经昏睡过去 但并不会影响到灵兽进化 随后他开始在柜子中选择 属于金翅鸟的进化材料 开始了 妈的 老子倒要看看你这次怎么出丑 秦世民瞪着眼睛 咬牙切齿地看着 进化师工会大楼上面 一个巨大的广告屏幕 屏幕中呈现 这正在挑选材料的徐青 忍着吧 那家伙身旁 有一位九阶玉寿师 我们不能轻易对他出手 赵元峰脸色冷烈地 看着屏幕低声说道 九阶玉寿师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的这个消息 简直居心叵测 我们地球的几个九 阶玉寿师 全部都在星空之中 这里怎么可能会有 二姐九阶玉寿师 简直胡说八道 以我之见 极有可能是徐青 已经投靠了邪教 那不过是他们 连手演的一场戏吧 秦世民冰冷说道 突然他眼睛转动 对身旁一人低声说了两句 去吧 将我刚刚说的话 原封不动传出去 徐青 就算你是天才妖孽 又能如何 你永远不知道 我们世家的力量 抹杀你这样的娄野 不过是我们一句话的事情而已 就算无法弄死你 我们也要你身败名恋 秦世民冷冷低语 而此时 徐青已经挑选好了材料 来到了炼制净化药业的桌子旁 李如新和甘诚的净化师 在看到徐青挑选的材料之后 顿时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 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 随后摇头不止 这都拿的什么材料 确定这是用来净化 一星资质零售的净化材料 怎么连二阶净化材料都拿了过来 几人都失望摇头 原本看到徐青那般 胸有成竹的模样 还以为他有十足的把握呢 结果就这 单程 杨岳和泽拉三人 更是失望中 带着愤怒地离开了这里 他们连看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 连净化师最基本的辨识材料 选择材料都弄错 又怎么可能净化成功呢 这不浪费他们时间吗 与其如此 还不如回去 多学习一些知识呢 简直胡来 这不是将净化荡成儿戏吗 真以为自己是个天才 就能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 浪费我等时间不说 还浪费了材料 这样的人 简直不配成为净化师 第58章 认不出材料的水货 出了门 甘成终于再也忍不住爆发出来 此等行为已经触怒了他 尤其是在浪费材料这一点 净化师因为高失败的几率 让材料显得珍贵无比 而对方居然还如此挥霍浪费 简直不可饶恕 在他眼中 徐青此行就是来胡闹的 刚刚他之所以没有的室内发作 是他那仅存的职业操守 让他克制 无论对方成功与否 一旦开始净化 那就不能打断对方 哎 完全想不明白 他为何要这般 杨月摇头叹息 此等行为 完全就是在自损他之前积累的名声啊 你们说 会不会是徐青在所有人一声声的吹捧声中 导致他的精神出了什么问题 否则 绝不可能做出这种荒谬之事啊 泽拉怀疑说道 还真的有可能 毕竟他也才十几岁而已 过度的吹捧 可能已经刺激到他的精神了 最终几人一致认为 徐青的精神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而此时 在御寿师工会大楼之外 盯着屏幕的人群中 刘洁突然大笑一声道 哈哈 原以为这徐青真的是个天才 没想到就是个不知所谓的水货 连材料都认不齐全 就这还赶来考核净化师 他是疯了吗 哈哈 他一声大笑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这位朋友 我乃京都秦家秦世明 不知这位兄弟刚刚之言 乃是何意啊 秦世明几人赶紧上前询问 毕竟他们又不懂进化 原来是秦家公子 师敬师敬 在下进化师工会会长弟子 拥有5%要材亲和度的刘洁 听到对方自爆家门 刘洁眼冒金光 一脸恭敬的抱拳弯腰 这可是真正的大靠山啊 如果能巴结上对方 那对自己的道路 有百利儿无一害啊 秦世明满意点头 这才是别人面对自己是该有的样子 见状说道 5%的要材亲和度 已经是一个天才了 如果以后 阁下愿意可入我秦家做个供奉 我秦家必不会亏待了你 我京都赵家也一样 我鼠都刘家的待遇 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个家族差 极大家族 纷纷拉拢刘洁 相比于徐青的不靠谱 还是刘洁5%的亲和度 更显真实 刘洁笑着脸一一回应 差点将脑袋储到了地上 暗中嘲讽道 徐青啊 你的路真的走窄了呀 对了 你刚刚说徐青是水货 不知是什么意思 哈哈 实不相瞒 我刘某人虽然才刚刚开始学习基础知识 但金翅鸟的进化材料在下恰巧知晓 一星资质金翅鸟进化为二星石 只需要八种材料 可诸位看看这徐青选择的材料 却多达二十多种 他连材料都选择错误 又怎么可能进化成功呢 刘洁背着双手大笑着说道 模样架势 像极了那些个进化大师 哈哈 如此说来果然是水货 连基础知识 都没有掌握就来这里 碰运气的吗 本少还终未见过此等无耻下作之人 这就算是以后 有幸成为进化师 怕也是那种坑蒙拐骗之流 原以为这22%药材清合度的拥有者 有何与众不同 结果居然是个骗子 哈哈 他的那些测试 数值不会也是骗子吧 赵元峰几人凑在一起 哈哈大笑 丝毫不在意周围其他人的目光 你觉得呢 不远处秦硕听到 刘洁之言问向敖苏 正如徐青所说 他来这里 可不是为了让人嘲笑的 敖苏沉声说道 然而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惊声喊道 快看 徐青已经炼制成功了 怎么这么快 直播画面中 徐青已经拿着装有净化液的玻璃瓶 走向了金翅鸟 这么快 他该不会拿了一些水冒充的吧 有人疑惑道 你商标符号眼瞎了 没看到 那是徐青刚当炼制的吗 对方炼制的画面 都在直播中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那些专心看着徐青炼制净化液的人 都看到了整个过程 哼哼 材料都选错 还能有什么结果 刘洁冷哼一声 看着徐青端着净化液 走向了关 有金翅鸟的笼子时 许多人的心 都跟着紧张了起来 会成功吗 熬苏不由的 捏紧了手中扇子 虽然说成不成功 我都决定要跟随于你 但还是希望你能一次成功 秦朔低声难难道 苏星河 杨桃 庞如海等人 要么看着大银屏 要么看着手机电脑 都在仔细关注 这这一幕 这是炼制结束了 考核室内 一直低头看书的黎如新 抬头看着 正在将一些不明液体 倒入金翅鸟口中的徐青问道 在看到徐青选择材料后 他便也没了兴趣 反正都会失败 看不看的又有什么打紧 结束了 李会长 这里就你一个人监口 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徐青问道 呵呵 能有什么问题 黎如新轻蔑一笑 但当他看到那些 依旧摆在桌子上的 剩余进化材料后 顿时瞳孔一缩 因为这些材料 全部都是二阶材料 他眼中闪过一丝困惑 但还来不及细想 铁龙中的金翅鸟身上 便绽放出金色光芒 这是资质进化成功的前兆 怎么可能 黎如新猛然站起 快步来到铁龙旁 不可思议地看着里面的金翅鸟 金色光芒 愈发明亮 随后 直接将金翅鸟 包裹了起来 这是进化成功的征兆 如果资质进化 夜恋制失败 是根本不可能 浮现这种情况的 他又看了看 桌子上的进化材料 顿时震撼地看着徐青道 你刚当的材料 没有拿错 拿错材料 徐青池笑一声 看着黎如新道 我能来参加考核 你觉得 我会将材料拿错 是你脑子有问题 还是你觉得 我的脑子有问题 那 那你拿这些二阶材料 是为了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自然是为了 考取二星资质进化师啊 我不想多跑几趟 所以就一次拿了过来 怎么 这不为归吧 而此时 金翅鸟身上的光芒静散 再度恢复了 原来的模样 例如新手 有些发抖地 将依旧处于昏迷的金翅鸟 放到了检测资质的机器上 煞时间 两颗金灿灿的星辰 出现在了机器上 二星 居然成功了 犁如新双目失神 而此时 宁城市所有看到这一幕的许多人 顿时爆发出了欢呼声 牛逼 看他的动作明明那么随意 还以为 他是烂鱼冲术会失败呢 没想到 居然一次成功了 运气 他这肯定是运气 废话 炼制进化液 本身就是一分靠实力 九分靠运气罢了 啊 他为什么没有失败 我好想看他失败的样子 第五十九章 进化三星 资质零售 有人激动兴奋 为徐青大喊 也有人诅咒 口中怒骂上天不公 他都这么天才了 你就不能让他运气差一点点吗 哪怕是让他失败一次也好啊 刘杰 你不是说他连材料都选择错了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秦世民扭头 看着呆若目击的刘杰 亏得他们刚刚还叫嚷得那么厉害 原来小丑居然是自己 这个我也没有想到 他居然还想在今天进化二星资质 还居然将那些二节材料都拿了过来啊 刘杰脸色难看不已 要不是听到屏幕中老师和徐青的对话 他都不知道那些材料 是用来进化二星金翅鸟的材料 毕竟他如今连一阶进化材料都没有认权 更别说什么二节材料了 但心中却在怒骂徐青该死 你商标符号按照正常步骤不好吗 非要这么干 打自己的脸吗 感受到周围几位世家 少爷们如狼般凶神恶煞的眼神 刘杰脑袋不由一缩 额头冷汗直冒 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 再待下去 他怕会被这几个少爷给生吞活泼了 没用的废物 看着刘杰的背影 赵元杰冷声骂道 原以为是个大佬 结果居然就是个狗屁不通的家伙 就这样还跑到他们面前装逼 妈的 害得他们此刻被人当作小丑看待 另一边 敖苏和秦硕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震撼 你看到了吗 他刚刚炼制精华液的速度 那简直就像是练习了成千上万次一样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敖苏震撼莫名 这才多久啊 就算徐清昼夜不停地练习 也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吧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吧 秦硕抱着双臂感叹道 这世上总有一部分人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天赋 他们一时的兴趣爱好就能超过别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 不过他居然还要继续考核二星资质精华师 如果再次成功 那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而此时 考核房间之中 李如新再次将甘成则拉几人叫了进来 会长 你难道是想给他开小灶 让他进行二次考核 甘成脸色阴沉着说道 就算你是会长 也不能破坏工会规矩 我现在严重怀疑 徐青当时检测药材清合度之时 可能使用了我们不知道的什么手段 闭嘴 李如新陡然冷喝一声 目光冷立地看着甘成几人 低沉着声音说道 他已经完成了那只金翅鸟的一星进化 如今要进行金翅鸟的二星进化 你们都给我老老实实地看着 谁敢多说一句话 别怪我按照规定处置 他那深沉的言语 直接让甘成几人愣住了 什么 他成功完成了进化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连材料都选择错误 怎么会进化成功 泽拉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道 李如新冷冷看了几人一眼 也没有说话 只是带着他们进入了考核室 看着几人进来 徐青淡淡问道 那我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吧 李如新深吸一口气点头 不知为何 明明是徐青进行考核 他居然会自己生出紧张感 而甘成几人经过 刚刚会长的冷力的眼神 此刻也是一句话都不敢说话 徐青来到桌子前 再次检查了一遍药材 确认无误后 便再次开始炼制金赤鸟的二星进化液 他问过财迷系统 一道九星的资质进化 并不会引起零售种族的变化 唯有九星之上的进化 才会引起种族的变化 在徐青面前的桌子上 放置这一个单炉一样的东西 这是炼制进化液的药炉 只有低级进化师才会用这种东西 高级进化师都拥有自己的活属性零售 零售比起机器更容易掌控火焰的温度 但徐青也不想在这里露出天罡经验 而在药炉旁边 还摆着一个金属露脸头盔一样的东西 进化师就是用这个东西 链接药材清合度到药炉之中 而控制药材的淬炼合融合 这种东西来自于星空 地球这边还无法制作出如此高科技的东西 徐青戴上头盔 左手按在药炉上的火焰温度控制按钮 扑轰 药炉内顿时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感受到温度已经达标 徐青抬起右手 将一株株材料扔进了药炉之中 在火焰的灼烧之下 这些净化材料开始溶解 渗出当中的药液 而药材清合度就在这个时候需要用到了 每一株药材需要淬炼到何种程度 药材需要如何融合 融合的顺序又是怎样 又需要融合多少分量 当中又要间隔多长时间 火焰的温度又要达到多少 这些都是通过对药材清合度来控制 药材清合度越高 对药材的控制力也就越强 毕竟这种东西不可能拿个试管去测量 等用试管测量出来 黄花菜都凉了 而且稍有差池炼制出的净化液变 无法让灵兽实现资质净化 那结果自然就是失败了 看到徐青那行云流水 毫无制色的动作 黎如星几人都是心中震撼的无以复加 因为即便是达到四星五星的他们 也不可能做到如此流畅的程度 他们很想问一句 这家伙的老师到底是谁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交出这种弟子的 那对方又是什么等级的净化师 前后不过十几分钟 一瓶净化液再次完成 好了 徐青一笑 将净化液装入一个玻璃瓶中 来到那只已经净化到二星的金氏鸟身旁 黎如星几人一个个都呼吸粗重 立刻跟上徐青步伐 现在的净化液的确炼制出来了 但能否让金翅鸟净化为三星资质 才是决定净化液成败的关键 而此时 整个宁城市几乎所有人都紧紧盯着大银瓶 期待着结果 失败 失败 老天爷你睁睁眼吧 不能让他的运气这么好了 他已经这么天才了 让他失败一次怎么了 许多人都赤红着眼睛祈祷着 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 纯粹的就是极度而已 妈的 本少就不信你 还能成功 秦世民几人咬牙切齿 额头青睛抱起 眼睛都冒出了血丝 这才几天啊 他们绝对不相信对方能成为二星资质净化师 如果真的如此 那可就太恐怖了 然而在几位大少不甘的眼神中 喝下净化液的金翅鸟身上 再次绽放起了金光 这是净化成功的征兆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的 他不可能成功的 赵元峰低吼着 脸上满是不甘 但是当检测资质的机器上出现了三颗星的时候 几人彻底淹了 第六十章 谣言 所有人只感觉一股浓浓的震撼在心中弥漫 一个顶多只学习了两周的御寿师 居然考核并成功通过 成为了二星资质净化师 这尼玛说出去谁信 狗都不信 徐青同学 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黎如新颤身问道 有手就行 徐青平静说道 课了那么多金 可不就是有手就行吗 呃 几人都直接被掖住 感觉对方说这话 多少有些侮辱他们 但偏偏他们还找不出任何理由 我的进化师证书 应该可以盖章了吧 我还要去考核培育师呢 可以可以 黎如新连忙点头 可是会长 第一次进化 我们不在啊 泽拉低声说道 闭嘴 你们还有脸说这话 如果此事真的被人问责 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黎如新冷哼一声 别人进化一半 你们跑了 现在还敢提及此事 真当进化师工会准则 是摆上吗 泽拉几人老脸一红 顿时低头不敢言语 刚刚确实是他们的错 而不同于进化师工会 培育师工会 可谓是严正以待 从会长到几位四街培育师 都早已准备好各种所需之物 等待徐青到来 工会大楼之外 所有人都对刚刚的看到的荧幕 议论纷纷 许多人那叫一个极度啊 为什么有人可以如此优秀 为什么那么优秀的那个人 却不是他们 但就在此时 一到不知从何处传播而来的消息 却悄然间在人群中传播 你们听说了吗 徐青身旁 根本就没有什么九阶玉寿师 上次在山脉中的大战 不过都是徐青和那些邪教 自导自演而已 实际上 徐青已经加入了邪教 什么 不可能吧 徐青怎么可能加入邪教 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们地球的九阶玉寿师 总共也就那么几位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清帝 更不可能有二阶九阶玉寿师 这种强者 真相只有一个 那所谓的九阶玉寿师 不过是徐青他们 联合邪教做出来的样子而已 不对吧 不是听说哪位九阶强者 斩杀了不少邪教吗 还听说杀了三个八阶邪教店主 如果徐青真的加入邪教 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吧 你也说了 只是听说而已 有谁知道他真的杀了没有 而且 就算是真的 难道就不可能是他们 与徐青联手共同的谋划 一旦让徐青成长起来 将来必定成为我人族高层 试想一下 他们以此为代价 换取徐青成为我人族高层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这 这波流言来得极其猛烈 以不可阻挡的风暴之事 席卷了整个宁城市 一时间人心惶惶 一轮纷纷 工会前方 秦世民等人微微一笑 徐青 我就看你死不死 嘿嘿嘿 几人眼神冷烈 得罪了我们 就算你不死 也要身败名恋 就算你是天才 也要彻底将你扼杀在摇篮之中 敖苏与秦硕 来到一处咖啡馆 喝着咖啡 那些留言 他们自然也听到了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席卷整个宁城市 定然是有人蓄意为之 此等作风 倒是有些像 我们这些大家族 敖苏喝着咖啡叹息道 还真是卑鄙啊 我真的不懂 想尽办法 将这样一个天才扼杀 和亲手斩断地球未来 有什么区别 禽硕骤霉 如果徐青成长起来 那对地球实力的增长 绝对能起到巨大帮助 可事实 却是有不少人想着 将他扼杀在摇篮之中 还有 为什么预售施工会高层 也没有任何反应 这很不正常 敖苏打开折扇 道 因为他们压根就不相信 有人真的会如此妖念 甚至徐青的程度 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的妖念 达到了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程度 说实话 抛开22%的药材清合度不说 就算是我都不敢相信 真的有人的受体清合度 达到了90% 每次想起徐青的检测结果 都感觉有些梦幻 至于那些家族吗 他们向来都本着一个原则 那就是 掌控不住的东西 那就提前毁了他 至于地球的未来 他们才不会在乎 只要不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就是地球崩塌了 他们都不会在意 不过这次 敖苏笑道 如果真的惹怒了 保护徐青的亲帝前辈 就算是他们这些世家少爷 恐怕都得栽在这里 从之前亲帝前辈的表现来看 他很看好徐青 虽说只是暗中保护 但说不定真的会出手 到那时 那些人恐怕真的会毁之晚矣 那位传说中 暗中保护徐青的二姐九届御寿师 到底是不是真的 秦朔好奇问道 对此 他也只是听别人说 但别人说的是 未必就是真的 我亲眼所见 还能有假 死 没想到 地球居然还隐藏有此等强壮 是啊 水深得很啊 炼制灵兽石料 和进化师不同 这需要通过受体清合度 检测灵兽体内成长情况 徐青将手搭在一只灵兽身上 开始探测灵兽体内情况 如果是其他培育师探索 必然会在灵兽体内发现大片灰雾区域 瘦瘦体清合度不同 灰雾面积也不一样 清合度越低 灰雾面积也就越大 因为他们无法更加全面探查到 灵兽身体成长情况 所以 哪怕搭配出石料 也无法让灵兽更全面地成长 这也就造就了灵兽成长缓慢的原因 但徐青不同 90%的受体清合度 外加10%的经验 让他可以全面探查出 灵兽体内成长情况 而培育师最终检查结果 和进化师不同 在这里 会有专门的机器检测 最终调制而成的石料 和灵兽血液的吻合度 吻合度越高 灵兽在服用石料之后 成长得越快 哼 本少就不信他的受体清合度 还真的能达到90% 赵元峰冷哼一声 如果说之前的资质进化 有运气的成分在其中 那灵兽培育就绝对不可能 没多久 徐青便调制出了一份 一接灵兽的石料 就像颗粒状的饲料一样 而后便是检测 原形毕露吧 徐青 秦世民兴奋低吼道 因为没有人真的会相信 有人的受体 清合度可以达到90% 这个数据绝对有假 但当检测机器上的数值 显示出来之时 所有人又猛逼了 100% 吻合度100%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第61章 觉得我没脾气 假的 这绝对是假的 赵元峰一伙人 赤红着眼睛咆哮 怎么可能达到100% 这绝对是机器出了问题 怎么会有人调制的 零售石料达到这种程度 这商标符号 简直假的不能再假了 不只是他们 就连培育师工会会长等人 都觉得不可思议 一度以为检测机器出了故障 但反复检测了好几次 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这下所有人彻底闭嘴了 赵元峰等人傻眼了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他真的有90%的受体清合多 不不不 我不信 秦世民几人眼睛都红了 怎么可能真的存在这种人 而就在他们震惊之时 徐青又开始炼制二阶零售石料 既然要做 那就做得惊世骇俗一点 他神色凭劲又认真 检测灵兽体内成长情况 然后开始挑选培育材料 培育师工会会长等人 惊骇发现 明明是培育同样的一只灵兽 徐青所使用的材料 居然要比他们多上很多 他们根本不明白 为何搭配这些材料 这就是清合度多少 带来的差异吗 清合度不够 他们探测不到 灵兽体内更多的信息 自然不明白 那些材料在灵兽体内 所能起到的作用 果然 第二次调制的石料 经过检测 依旧还是百分之一百 这一下彻底让所有人没了话说 就算是运气 也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好的 哈哈 本少果然没有选择错人 敖苏笑着说道 普天之下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除了徐青之外还有谁 居然真的一次性 拿下了二星资质进化师 和二阶灵兽培育师 而且还是在灵兽 觉醒之后的两周之内 过去不曾见 未来估计也不会出现 秦朔严肃说道 确实如此 就是不知道 他要如何面对 接下来的谣言 敖苏点头说道 以我之见 直接将背后散播谣言的人 全部杀死 秦朔沉生道 那可能会涉及到 你们秦家呀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自己要作死 谁也挡不住 自己掌控不住的 就要扼杀 真以为地球 都是他们世家的 而此时 徐青拿着两个盖过章的证书 走出了御守师公会大楼 从此以后 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以进化和培育赚钱了 也算是 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徐青 你与邪教有勾结之事 还不从十招来 刚刚走出大楼的徐青 迎面便遇到一脸冷力的赵元峰 不错 交代出你与邪教勾结的过程 我们可以从轻处置 否则今日这地球 再无你的立身之地 秦世民也上前一步 一脸冷笑地看着徐青 说出你们的计划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周围一群人涌了上来 而实际上 这当中 有许多都是被秦世民收买的人 也有他们各自的护卫 他们只需要按照吩咐形式就好 只是虚于一间 徐青就明白了 这是有人栽赃嫁祸呀 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是这些人 觉得自己好欺负吗 徐青 你一个背叛人族的叛徒 居然与邪教合力谋划我人类 其罪当诸 今日就算有人保护 你也休想活着离开这里 魔独楚家楚浩一步上前 来到徐青面前鸣声说道 今日弄不死徐青 那他们世家 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啪 一道清脆的耳光声响起 楚浩的身体 没有任何动弹 但他的头颅 却旋转了360度 啊 一阵惊恐的尖叫声响起 所有人瞬间下的脸色惨白 秦世民几人 看着脖子 已经彻底扭断的楚浩 顿时傻了 双腿如灌了千斑 无法挪动 楚浩被杀了 少爷 人群中 正大喊着 让徐青交出如何沟通 邪教罪证的楚家护卫 惊恐大叫一声 坏了 出大事了 一群护卫 快速朝着前方冲去 奈何人流向后 他们不仅没能冲上前 反而被挤着 向后方逃去 徐青 你该死 你将承受来自我们楚家的 无边怒火 呵呵呵 哈哈哈哈 徐青扬天一笑道 楚家算什么东西 真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你们家主此刻 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不介意送他去见阎王 他真的是生气了 不杀几个人 这些人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动线 以为自己可以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 徐青一把扯下楚昊手指上的空间戒指 一脚将他的尸体踢到人群中 戒指内的现金并不多 只有几张银行卡 一柄五接灵器 以及一些培育零售用的石料 能让我亲自动手杀你 希望你的资金不要让我失望 徐青冷冷一笑 徐青 你居然敢杀人 赵元峰颤巍巍 一脸苍白地指着徐青 但下一瞬 他的手臂便被徐青一把掐住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在我面前指指点点 下一瞬 他的整条手臂 直接被徐青凝成了麻花 衣袖都直接炸开 啊 凄厉的惨叫声 从赵元峰口中传出 疼得他额头直接冒出了冷汗 啊 徐青 放开我家少爷 人群中 赵家护卫脸色巨变 幕后连连 那就送给你们 徐青一脚踹在了赵元峰胸口 顺带 还从他的那只手上 取走了空间戒指 相比于对方的性命 他更喜欢金钱 赵元峰被徐青踹飞出去几十米 随后一口鲜血喷出 晕死了过去 那你怎么说 收起戒指 徐青舔了舔嘴唇 对着秦世明露出一个残忍的笑容 我 我 他脸色已经苍白一片 双目都变得有些无神 口齿不清 大脑一片空白 从小作为作福馆了 哪里见过这种场景 然而就在此时 几道强大的气息 迅速朝着宁城市快速逼近 哦 居然来了三个酒精玉兽师 应该是邪教的吧 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 这是又来给我送钱了吗 别 别 别 徐青挤过人群 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人群推向两侧 走向那三道气息迎面来的方向 他要去弄钱了 徐青 你闯下大祸了 看着这一幕发生的木线白 对着徐青喊道 作为巡查局局长 按理说应该将杀人的徐青拿下 但不知为何 面对此时的徐青 他却有种莫名的恐惧感 仿佛只有自己行错一步 便有丧命的可能 杀了几个世家小儿 能有什么大祸 如果他们背后的势力赶来 我不介意让他们这几个世家 从地球上消失 徐青冷冷说道 第六十二章 逼迫 啊 该死 你身为巡查局局长 为什么不捉拿他 本少命令你 捉拿人类叛徐青 看到已经远去的徐青 秦世民对着木线白吼道 你要是再敢无动于衷 本少有足够的理由 怀疑你与叛徐青勾结 与邪教勾结 木线白额头青筋直爆 要不是看在对方身份特殊的份上 他真的很想打死这个疯子 他算是明白 徐青为什么会杀这些人了 仗着自己有点权力 就肆无忌惮地诬陷别人 怕是这种手段学自他们家族啊 哄哄哄 就在此时 三道强大的气息 陡然降临凝城市上空 恐怖的气势 如三座大山 压在全城所有人头顶 原本在御寿师公会前 混乱的人群猛然一致 都不由得心中一灵 抬头望向天空 只见高空之中 居然出现了三个庞然大物 恐怖的气息 正是从他们身上释放出来 那是 邪教御寿师 而且 那股气息居然还是九阶 镇守使安国泰顿时瞪大了眼睛 身体都在因为恐惧而发抖 对方速度太快了 他们根本来不及任何反应 完了 宁城市完了 安国泰一脸死相 九阶御寿师 他们根本拦不住啊 少爷 快走 这是九阶邪教御寿师 秦世民身旁 有护卫颤抖着低声说道 商标符号的 地球上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 是了 一定是来杀徐青的 这个徐青简直就是个祸胎啊 居然连九阶御寿师都能引过来 这种强者按理说都在星空之中 如果不发生什么大事 他们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地球 难道徐青有九阶护道者的事情 是真的 不然怎么可能引来九阶邪教御寿师 想到这里 秦世民的护卫顿时一阵头皮发麻 如果真是那样 他们之前散播谣言之事 是否会被对方查出来 不 不 我不敢动弹 只要我一动弹 就感觉天空中的那三只灵兽 在死死地盯着我 我好想回家 我再也不要来这种地方 秦世民污液着说道 哪还有之前污蔑徐青之时的印记 他不怕御寿师 因为他们家族就是御寿师顶层的人物 任何人见了自己都得毕恭毕敬 但这是邪教 专门猎杀御寿师的存在 在这些人面前 他们真的可能会死 欧兄 怎么办 大街上 秦朔颤声问道 九阶御寿师啊 怕是一个技能就能让整个宁城市团灭 找准机会隐藏到安全的地方保命要紧 这些人应该是来寻找徐青的 但徐青身后也有九阶抢者 他们肯定会爆发出九阶大战 神仙打架 烦人遭殃 就算他们不针对我们 但一散一点点能量余波 就能让我们灰飞烟灭 所以 自保要紧 敖苏额头冒着冷汗分析道 可徐青身后的那位前辈 会是这三个九阶邪教育寿师的对手吗 他不是只是 二阶九阶强者吗 哼 那就听天由命了 青帝前辈输我们也跟着死 青帝前辈赢 我们就得救 而此时 天空之中 三只庞然大雾 振翅悬浮 猎空鸟 轻语施救 飞天无功 在他们的背上 三道人影 傲然而立 一群蝼蚁 连让我动手的兴趣 都提不起来 猎空鸟背上的玉兽师甲 巴望着下方不屑说道 他头发灰白 身穿一袭长袍 目光锐利如鹰损 他身下的灵兽身上 遍布着血色纹路 彰显这天堂殿的身份 等级太低了 就算吸收了 他们灵兽的灵魂 也无法对我们有任何提升 还不如结束之后 将这一城之人 变为我们的部署呢 地狱门的副号站 在飞天无功身上 平静说道 银银银 好不容易回来 地球一腾 我可得好好享受享受 待会儿啊 先让切身挑选几个 俊俏小狼俊再说 人间娇的鸡妹 把玩着垂落到 洁白香肩上的秀法 娇生说道 他穿着红色的开叉长裙 让那神秘之地若隐若现 隐缘遐想 而在上身 更是只挂着一层薄纱 甚至都能看到一对 人类幼崽补育器 鸡妹 那些小白脸 有什么好的 我这么强壮 怎么就不能让你满意 傅浩看着对方 那性感的身材 吞咽着口水 好啊 只要你能将你的灵兽本源 奉献给妾身 妾身经验 就是你的人 鸡妹扭动着 曼妙身躯 对傅浩抛出一个魅眼 九届灵兽的本源 对他来说 才是值钱货 哼 没意思 我以为凭我们两个人的交情 可以讲点感情 想不到你还是要将它 做成一笔买卖 傅浩舔了舔嘴 唇摇了摇头 行了 先办正事吧 这个城市 虽然不大 但俊男靓女 却也不在少数 待会儿你们随便玩 甲巴打断了两人 目光冷冽地看着下方 喝道 徐青 你身后之人 杀了我们三位八街店主 和上百玉寿师 今日我们来了 让你背后之人滚出来 否则 我等必 将让整座城市灰飞烟灭 他声音中夹杂着能量 滚滚如惊雷 在宁城市回荡 随后武技施展 一掌落下 强大的力量 顿时将几座高楼打碎 里面的人 也当场死亡 这是下马威 强烈的震动鱼波 让所有人惶恐惊叫 徐青 你商标符号地躲在哪里去了 赶紧滚出去啊 刚刚杀人的时候 不是很牛逼吗 难道你想连累 更多无辜之人惨死吗 之前昏死过去的 赵元峰面目猙獰 歇斯底里嘶吼 徐青 滚出来受死 不要连累我们 我们不想死啊 秦世民 扬天大吼 徐青快出来啊 冤有头债有主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徐青 难道你真的 想成为人类的叛徒吗 一道道声音 在宁城市中响起 都在呼吁徐青出现 能救他们性命 毕竟对方指名道姓 要找他 他为什么要出来 刚刚你们不是都在说徐青 是人类叛徒吗 人类叛徒 又怎么会在意 你们这些人类的性命啊 一道浩大 而有些邪气的声音 在宁城市响起 响车在所有人耳旁 不是我呀 我没有说 你不能一视同仁啊 我是听别人说的 我们绝对相信 你和邪教 没有关系 你快现身啊 所有人都在嘶吼祈求着 只有他现身了 他们才能活下去 轰隆一声巨响 又是一栋高楼 被天空上的甲巴击碎 死亡几百人 第六十三章 逼出幕后真凶 你们能判断出 这道声音的来源吗 甲巴看向傅浩和姬妹问道 找不到对方所在地 看来这是个 九阶御寿师无疑了 姬妹舔了舔嘴唇 只有九阶 才能躲过他们的探查 原以为九阶御寿师 只是传言 没想到 居然是真的 幸好来了一趟 看来 对方是二姐 九阶御寿师 也是真的了 这次真是来对了 六号环抱双臂 露出猙獰笑容 两只九阶灵兽的灵魂 可以让她的 飞天无功的资质 提升一些 虽然远远达不到 下一阶段 但也不算是 不错的收获了 既然不出来 那就逼你出来 甲巴冷冷一笑 大声道 徐青 你要是再不出来 本地没五分钟 便会打出一击 你一直不出来 我就一直打 直到你出现 或者整个城市 毁灭为止 一瞬间 宁城市的呼喊声 怒骂声响彻一片 徐青 你果然是人类叛徒 都到了如今 这幅田地了 你还不出现 你是真的想害死 我们所有人吗 就算是下了地狱 变成厉鬼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徐青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畜生 之前那道 带着邪气的声音 再次响起 知道徐青 为什么不出现吗 就是因为你们之前 污蔑他与邪教勾结 说他背叛人类 所以你们的死活 又与他有什么关系 虽说你们有的人 只是随口一说 但 有的话 却不能乱说 否则也需要承担责任的 不过 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 将最初散播谣言的 那个人找出来 我便让徐青出现 不仅如此 我还可以庇护 等不受这三个 邪教御寿师的伤害 相信我 作为九届御寿师 本地绝对不会实验 所以 接下来 就到了你们发挥的时间了 徐青带着 神明的恶鬼面具 这符号到底听谁说的 赶紧将那个人找出来 从来没有什么事 像这件事一样 让所有人这么齐心协力 甚至 之前哪些收了钱 负责散播消息的人 很快将他们的上家找了出来 莫多久 便直接找到了 几大世家护卫的身上 秦世民额头冷汗直冒 心脏砰砰直跳 对着自己的护卫 急忙实眼色 意思很明显 让他们顶包 是我 一切都是 我出的主意 秦家一个护卫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找到了 前辈 始作俑者 我们已经找到了 就是这个人 快让徐青出来吧 所有人对着四周呐喊 再不出来 可能下一个死亡的 就是他们了 给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如果再找不出 真正的幕后黑手 本地直接带着 徐青离开这里 至于你们 生死个安天命吧 轰隆 徐青话音刚落 一道巨大的钢风掌印落下 拍击在一条街道上 顿时又有几百人死亡 浓浓的死亡感 弥漫在所有人心头 可能下一刻死的 就是自己 啊 我受不了了 赵元峰大吼一声 额头冒着冷汗 颤抖着 崩溃道 是秦世民 是他 是他让手下护卫 散播这个消息 赵元峰 你 秦世民身躯 猛然一颤 不可思议地看着赵元峰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是他出卖自己 一瞬间 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秦世民 一个个露出责任时的深情 原来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你 啊 在秦世民暴露之后 一道龙银声突然乍响 一条黑色蛟龙突然自一处隐蔽的街道处突然出现在空中 本地旅行承诺 现在出来了 徐青带着争宁恶鬼面具 手持长枪 站在地狱黑雷胶的头顶 目光森冷地看着被人群包围在中央的秦世民 九阶 真的是九阶 安国太和沐县白等人骇然地看着那条黑色蛟龙 他身上散发的气息丝毫不比三只 邪叫九阶灵瘦弱 之前虽然听敖苏说过 但他们却没有近距离感受过 此刻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怎么会 这里怎么可能真的有九阶御寿师 秦世民已经心如死灰 自己居然污蔑一个九阶御寿师和邪叫勾结 此刻他明白 哪怕他今天死在这里 秦家也绝对不敢找一位九阶御寿师的麻烦 你就是徐清的护道者 你终于出现了 甲巴大笑一声 一道掌印打了下来 喂 老甲 你怎么能抢人头呢 傅浩急忙说道 有什么打紧的 反正我们三人需要的东西又不冲动 哈哈 说的也是 徐清头都没回 手中长枪挥动 雷霆闪烁 轰然崩灭了甲巴的五级攻击 杀了他 本地便出手对付三个邪教育寿师 他看着秦世明低沉说道 徐清早就知道是这些世家搞的鬼 但他就是要将对方逼出来 你们谁敢 我乃京都秦家 秦世明话还没说完 便被周围一群眼睛泛着凶光的人扑倒在地 有人掏出了匕首 有人直接握着拳头 一下又一下地轰击在秦世明身上 还商标符号感说 要不是你驴日的散播这种谣言 徐清至于不出现 至于让我们宁城市死这么多人 你就是被千刀万剐都死不足惜 许久 等到人群散开 秦世明躺在地上 满身的伤口 内脏洒落了一地 身体彻底被鲜血染红 已经没了生命气息 前辈 这样可还满意 所有人看着站在蛟龙头上的身影 祈求问道 可以 本座说到做到 徐清满意点头 后又看向沐县白道 沐局长 不知道 这三个九阶玉寿师的脑袋值多少钱 本帝最近可是缺钱得很呢 沐县白被吓了一跳 他还以为对方要找自己的麻烦 直到最后才松了一口气 可九阶邪教的脑袋 到底值多少钱他也不知道 因为从来没有人可以杀掉 九阶玉寿师 第64章 顺杀九阶灵寿 前辈若真能斩杀这三个邪教玉寿师 我们愿意拿出宁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 安国泰高声回答道 九阶玉寿师已经不能用常规来衡量了 哦 宁城市一年财政收入 那是多少 一千五百亿联门币 安国泰直接喊道 再多的钱也无法与全城人的性命相提并论啊 哈哈 好 就这么说定了 这三个人托本地要定了 得到具体答复的徐青大笑一声 站在蛟龙头上直接飞上高空 迎上了已经脸色铁青的假巴三人 呵呵 还真是的 居然被小看了呢 傅浩冷笑一声 脚下的飞天蜈蚣 张口一股绿色的毒液 如瀑布般喷涌而下 呵呵 垃圾 徐青不屑冷笑 天罡惊言出现 一道巨大如小山的拳印 自金色的火焰中 击视而出 九星技能 火拳 拳印上金色的火焰 熊熊燃烧 炙热的高温 让空间都在扭曲 轰隆一声巨响 两道能量在天空相撞 散发出无与伦比的恐怖气息 但金色的火拳 瞬间以催枯拉朽之力 于是不减地 击向飞天蜈蚣 你果真是二姐九阶玉兽师 地球何时诞生了你这样的强者 感受到如此强大的威力 傅浩眼睛微眯 而他身下的飞天蜈蚣 身躯微微摆动 躲过了火拳的攻击 与此同时 猎空鸟和轻语施旧 震动着羽翼 朝着徐青夹击而来 戴着这么丑陋的面具 肯定也是他丑陋的家伙 妾身很不喜欢 既然不喜欢 那就毁灭吧 轻语施旧 给妾身杀了他 威风吹动着鸡魅的裙摆 隐隐间可见悠悠草丛 一道巨大的青色月牙风 任斩鸡横扫而来 如弯刀般 斩向地狱黑雷胶头顶的徐青 你这个骚娘们 身材倒是不错 来来来 本帝给你一个机会 坐我胯下 不对 是坐下吹枭筒子 本帝赏你一杯亿万子孙奶茶 徐青哈哈大笑 此刻他这副模样 与平常在学校时的形象 完全不搭边 任谁也联想不到一起 碰 地狱黑雷胶爪子上 雷霆闪烁 一把横击向横空展来的青色锋刃 随后用力一捏 将那道锋刃捏碎 男人 妾身就在这里 姿势已经摆好 就等你灵性了 可莫要让妾身空洞了 鸡魅不怒反笑 声音中散发着 销魂荡魄的气息 而就在这时 猎空鸟 一双巨大的爪子 便静止朝着徐青抓了过来 所谓擒贼仙擒王 只要杀了御寿师 一切麻烦都将迎刃而解 老头 谁给你的勇气 让你直面本地 信良的吗 徐青冷喝一声 手中雷鸣枪上 紫色雷霆涌动 一枪刺出 一声雷鸣惊响 长枪上喷涌出一道巨大雷光 瞬间贯穿了猎空鸟的头颅 悲鸣声顿时响彻天空 甲巴大惊失色 九阶灵气 这个御寿师手中 居然有这种东西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徐青冷笑一声 该死啊 甲巴大怒 自己耗费数百年 才培育起来的九阶灵兽 居然折在了一个小小的宁城市 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而最让他咬牙切齿的是 猎空鸟还没来得及发光发热 就那么没了 感受到猎空鸟的气息逐渐消散 他果断自猎空鸟身上一跃而下 九阶灵兽生命力确实强大 但像这种头颅上的致命伤 也会让他们当即毙命 哈哈 老头 你哪里跑 徐青大笑 瞬间离开地狱黑雷胶 紧追甲巴去 城市中 所有人都在仓皇逃窜 好不容易有人挡住那三个邪教御寿师 他们怎么可能还待在这里 有以赵元峰等世家公子 跑得最快 看了一眼天空中激战的庞然大雾 赵元峰不甘地咬紧了牙齿 他知道这件事 就算是他们世家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因为对方真的有一位二姐九阶玉寿师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足以颠覆他们世家的一切权利 就算他们世家被对方抹杀 玉寿师公会也不敢问罪 这么一位强者 安国泰没有离开 作为镇守使 他与城市共存亡 穆县白等人正在安排市民撤离 九阶强者的战斗足以轻易摧毁一座城池 看到了吗 那就是我说的那位亲弟前辈 敖苏一边后退 一边兴奋说道 这位前辈风姿当真让他向往 何时才能成为和这位前辈一样的强者 秦朔惊叹一声 太强了 光是散发出的气息就让他心惊胆战 这就是九阶强者吗 而就在此时 所有人都看到那只九阶猎空鸟 被一枪贯穿脑袋的一幕 皆被震撼的说不话 甚至原本都在撤退的人群都猛然一致 这么快就有一只九阶灵兽陨落了 那位前辈也太凶猛了吧 这下九阶灵兽变成了2V2 我们宁城市说不定真的有救 许多人看着天空的那一幕步伐都缓了下来 只有赵元峰等人卯足了进逃离这里 因为那位前辈就算可以解决掉邪教御寿师 说不定也会找他们的麻烦 还是三十六节 先跑为庙 徐清跳下地狱黑雷胶 直接杀向了假巴 找死 鸡妹怒斥一声 直接纵身一跃下 向着戴着面具的徐清杀了过去 她很想骂一句假巴废物 真是越老越不中用 刚刚开战就损失了一只九阶灵兽 但还是算了 毕竟曾经也和自己有过一夜激情 而且自己还吞了对方亿万子孙呢 而另一边 傅浩也从飞天无功上跳了下来 让自己的灵兽和那团金色火焰战斗在一起 随后以三角之势将徐清围在了中央 嘿嘿 这下我看你怎么活命 傅浩冷笑 如果对方站在那条蛟龙头顶 或许他们还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现在他们以三敌一 就算对方是二姐九阶 那又如何 别 别 别 是吗 你们为何对自己这么自信呢 徐清手中银色长枪转了一个圈 眼神一冷 杀气凛然地冲向面目猙獰的甲巴 杀 三人齐喝一声 周身能量鼓荡 气势斐然地冲向徐清 水泥地面都被他们踩出一个个深坑 如同被炮弹炸过一般 徐清手中银色长枪上雷光闪耀 猛然此向前方老者 哼 半兽化 大日金刚手 甲巴怒喝一声 浑身火焰生腾 第65章 轻松压制 煞时间 他的双手变成了赤红色虎爪 脑袋也变成了虎头 身上更是覆盖了一层燃烧着火焰的红色灵甲 这就是徐兽师将自身与灵兽的契合度 培养至50%以上才会出现的半兽化 半兽化之后 徐兽师的实力将会得到大幅度增强 而此等形态 正是甲巴将自己与他的八阶灵兽铁甲烈焰虎 清合度达到了50%之后 才会出现的变化 燃烧着火焰的胡爪拍击而来 同时绽放这如同大日般的光芒 耀眼无比 散发着狂暴的能量 徐兽感受得清楚 这是一招九星战机 但他毫无所拒 体内能量喷涌 如奔流大河 宣泄而出 轰咚咚 长枪与大日金刚手撞击在一起 爆发出一道惊天动地之声 能量激荡 席卷四眼 周围诸多建筑上的玻璃瞬间炸开 受死 有名鬼手 就在长枪与假巴的大日金刚手 撞击在一起的瞬间 侧面的富豪率先出手 只见他右手弯曲成爪 上面一道道碧绿色的幽魂浮现 死吼着 凄厉至极 这是以玉兽式灵魂炼制而成的幽魂 散发着浓烈死气 如果被其所伤 不仅会感染肉身 更会污染精神 乃是一种极其恐怖的九星战机 徐清冷哼一声 左手紧握成拳 伴随着阵阵龙银声响起 九条金龙浮现在他的手臂之上 随后一拳轰击而出 九龙震天拳 轰隆 诈响声传出 龙银阵阵 鬼哭神嚎 双方能量相撞 光芒四溢 而就在这时 一只银色匕首 悄无声息间 出现在徐清腰间 冲着他那坚韧的腰子刺了过来 然而 正当鸡魅神色欣喜地看着自己的九星灵气辞重 对方腰子时 对方的腰部 却骤然化为金色火焰 让他的匕首落了空 未能造成任何伤害 半兽化 鸡魅大惊一声 对方不仅有九星灵气 还有九星战技 更有半兽化这种能力 这抵运 也太深厚了吧 就当他准备第二次发动攻击时 徐清身上雷霆闪烁 瞬间跳出了三人的包围圈 只是此刻看去 除了鸡魅 其他两人结成了重伤 甲巴的手掌被刺穿 长枪植入他的肩头 带起涓涓鲜血 而傅浩的五根手指 尽数折断 就连整条手臂都已经骨折 好恐怖的战脸 傅浩脸色阴沉 自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瓶治疗药液 大口喝了起来 这是九阶零售产出的药液 拥有很强的治疗作用 此人真的是二姐九阶预售师吗 还是说对方在九阶的等级 比我们更高 甲巴喝完药液 心中惊惧地看着 带着猙獰鬼脸面具的徐青 就算自己在半兽化状态下 都被对方一枪冻穿了手臂 打伤了肩膀 就算他的铁甲的防不住啊 自己乃是九阶六级 而其他两人都是九阶五级 预售师具体等级 主要根据零售的成长度来说 零售成长度 由1%至99%分为9级 100%圆满为10级 根据甲巴猜测 对方绝对达到了九阶八级以上 因为自己在半兽化之下 实力已经达到了九阶七级 但如果对方不是二阶九级预售师 那可就真的麻烦了 想到这里他心中不有一灵 不过 鸡妹 你居然有九星灵气 呵呵 不要羡慕 你可知道 我的妹妹受了多少罪 我也希望有个妹妹 傅浩羡慕说道 眼睛看向灵兽战场 那边她的飞天无功 和鸡妹的轻语施旧 居然也落入了下风 一番激战过后 天罡金炎施展了技能 炎火剑将飞天无功困在了中央 恐怖的温度灼烧着她的身躯 飞天无功体长几十米 周身碧绿色的毒物笼罩 她的毒物可以侵蚀任何东西 哪怕钢铁也能轻易被腐蚀 但在面对天罡金炎的火焰时 却无法伤及分毫 十字斩击 飞天无功 张开獠牙密布的大口 喷出一道由毒液凝聚而出的十字斩击 斩向天罡金炎的身躯之上 此刻演化炎火界的天罡金炎 没有核心本体 或者说整个炎火界都是她的身体 十字斩击蕴含恐怖威能 攻击在炎火界之上 瞬间将火焰分割出一道裂口 飞天无功健壮 快速朝着裂口处飞去 待在结界之内的温度 让她十分难受 然而还没等她抵达裂缝附近 那道裂缝却再度愈合起来 嘶嘶嘶 飞天无功发出愤怒之声 张嘴喷出无数道毒气 随着毒气飞出 居然幻化为一道道猙獰鬼脸 嘶吼着朝着炎火界撕咬而来 流星火雨 天罡惊炎同样释放出强大技能 一道道火光自四面的炎火界 之上浮现 如同流星一般撞击像那些鬼脸 一道道沉闷的爆炸声 连续不断在炎火界内响起 如鞭炮齐鸣 但这还没完 又有九条火龙浮现 以一种旋而又旋的方式 将飞天无功团团围住 九龙火焰阵 龙银阵阵 烈焰生腾 飞天无功嘶吼不已 一道道强大的技能释放而出 撞击在九条火龙之上 但却无法撼动对方分毫 而另一边 风属性的轻语施旧 速度虽然很快 但却比不上学习了 雷光闪的地狱黑雷焦 被大佬黑逼的节节败退 雷鸣爪 雷龙吐夕 地狱鸣雷鸡 一道道强悍无比的攻击 落在轻语施旧身上 打得他皮开肉绽 鲜血之流 另一边 正在被徐青逼的节节败退 浑身伤痕累累的富豪和鸡魅 都神色骤变 他们都感受到 自己灵兽 已经处在了绝对的劣势之中 如果继续战斗下去 灵兽必死无疑 九阶灵兽一旦死亡 那他们就再也没有逃走的可能 因为他们此刻 都已经进入了半兽化 但依旧不是对方的对手 两人很果断 直接照出自己的八阶灵兽 轰隆两声巨响 两只八阶灵兽瞬间自爆 两朵如同蘑菇云般的爆炸 轰然炸起 强烈的能量 将徐青冲击地后退了一段距离 威力不错 可惜还差了点 徐青冷笑一声 还好刚刚战斗之时 他将对方三人 引到了城市之外 否则 两只八阶灵兽的自爆 足以毁掉整座城市 而富豪两人则施展战绩 趁机朝着自己灵兽飞去 可嗨嗨 甲巴被炸飞了 摔倒在了地上 口中可血 看了一眼离去的两人 她的眼神中露出绝望之色 姬妹 你当初将老夫伺候得很舒服 让我记忆犹新 老夫今日便成全你一次 第六十六章 女人 你太小瞧本地了 甲巴眼睛充血 瞬间自地上弹射而起 朝着徐青冲击过去 体内能量震动 身体开始快速膨胀起来 她居然要自爆 老头 虽然你床上功夫不怎么样 但你这个人情切身记下了 姬妹看了一眼 即将自爆的甲巴 卯足了力气 朝着清语尸救处飞去 轰隆 一道黑色雷霆 从天而降 姬妹猛然顿住了郊躯 哪怕此刻上身已不着骗履 她也顾不上那么多 任凭一对人类 又在捕育气不安分地晃动 只是正正地看着眼前的 清语尸救自空中 往下坠落的尸体 她终究 还是慢了一步 清语尸救死了 向不同方向跑 就在此时 富豪低沉着声音吼道 她的飞天蜈蚣也死了 而对方却毫发无伤 姬妹反应过来 瞬间朝着城市人群中冲去 在那里 她或许能有一线生机 当然 如果那个面具 男喜好美色的话 她或许能有两线生机 背后青涩羽翼骤然出现 姬妹迅速朝着 撤离的人群冲了过去 而富豪 同样有这个想法 实在不行 也可以以那些人为人质 为自己争取生机 但在看到姬妹 已经率先冲了过去 她只能怒骂一声 朝着不远处的山脉中逃去 那里也是逃生最好的机会 只是虚余间 富豪便冲入了山脉之中 几个跳跃 不见了身影 就在她消失的瞬间 徐青早已经出现在了 身体正在不断膨胀的甲巴身前 手中银色长枪 如一根银色箭矢 瞬间贯穿了对方 那圆鼓鼓的腹部 破 原本自爆的甲巴 顿时如同泄了气的气球一般 庞大的能量 自腹部前后通透的空洞中 宣泄而出 伴随而出的 还有那些被雷鸣枪搅得粉碎的内脏 果然有两个洞就是好 放得更快一些 徐青徐青 擦了擦肠枪上的血迹 淡淡说道 就像杀了一只鸡一样随意 你 甲巴不甘地看着 站在她面前的面具男 身躯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希望你身上 能有点值钱的东西 徐青顺势 取下来对方的空间戒指 这是今天到手的 第三枚空间戒指 So 而就在这时 一颗人头自远处飞来 砰的一声 砸在了徐青脚下 正是逃入山脉中的富豪 原本他以为自己已经瞬间逃走了 结果莫名其妙的脑袋和身躯分开了 他到死都没有想到 还有一只空间属性灵兽 一直潜伏在他的身旁 两个了 还有一个 徐青看向 已经被大老黑拦住去路 呆呆望着这边郊躯发颤的鸡妹 嘴中发出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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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笑声 而此刻 原本已经撤离的人群 都已经停住了步伐 因为胜负已经有了分晓 宁城市的危机 已经彻底渡过 哼 我就知道 青帝前辈实力强大无比 敖苏望着那道 手持长枪迈步而来的伟岸身影 激动呐喊 眼中尽是崇拜之色 可刚刚你却跑得那么快 秦朔撇了撇嘴 你懂什么 那叫自保 不然怎么能见识到 此刻青帝前辈的无双威势 看着那个戴着争鸣鬼脸面具的男子 朝着自己走来 鸡妹深吸一口气 故作镇定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件性感的黑色裸肩 开刹包屯裙 穿在身上 脸上居然泛起丝丝高冷之色 越人无数的她很清楚 越是高冷的女人 越能引起男人的征服欲 那样 自己才有一丝活命的可能 啊 低沉的龙银声响起 大老黑身躯摆动着 巨大的鼻孔中 喷出鼻息 冲击在鸡妹身上 吓得对方娇躯一颤一颤 生怕这条蛟龙将自己一口吞掉 只是大老黑很不明白 这女人死到临头 居然还穿衣服 还是刚刚不着骗驴的模样 更具有观赏性 女人 你这是在诱惑本地吗 徐青走了过来 声音低沉问道 之前的战斗 怎她身上没有留下丝毫伤害 只是衣服被能量冲击的有些破损 前辈实力超绝 妾身钦佩直至 妾身这一生最是仰慕强者 虽只已无生还可能 却还是希望能够服侍前辈这样的强者 还请前辈给妾身一个服侍您的机会 鸡妹说着跪在了地上 展现出自己的性感身材 徐青眼睛微眯 好奇道 你都会些什么 只要前辈能想到的 妾身都会 哼 你的意思是本地见识不如你了 鸡妹一惊 低声道 还请前辈调教 那就来吧 啊 在这里 鸡妹不可思议地看着周围 正注视着这里的人群 她虽然身经百战 可也没有这么玩过 这个死变态果然变态 全好这口 怎么 你不同意 徐青冷声道 这 妾身 妾身愿意 鸡妹扭捏道 敖鼠等人瞪大了眼睛 卧槽 这位前辈怎么好这口 这是他们能免费看的吗 您好歹 也找个私密的地方 而且 这是敌人啊 敌人 您就不怕她有坏心思 然后趁机逃走 来到徐青一米开外 鸡妹道 妾身要开始服侍您了 保证效果会让前辈满意 她媚眼如丝 脸上涌现出丝丝笑意 眼睛中绽放出一抹绚烂的光芒 徐青的眼神开始变得呆滞 身躯似乎不受控制起来 不只是她 就连那些刚刚站在徐青身后的那些人 眼神同样变得毫无色彩 前辈小心啊 见到这一幕 敖苏和秦朔等人脸色大变 急得嗷嗷大叫 对方那明显就是一种控制人的童术 但徐青根本没有反应 整个人就像呆滞了一般 那是被人控制的状况啊 卧槽 事情有变 快跑 嗷苏见状低呼一声 撒起脚丫就往远处跑去 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一旦青帝前辈被杀 他们这里的的人 恐怕都得承受这个女人的怒火 果然 女人就是红颜祸水 自己以后绝对要离女人远远的 啊 突然 一声惊叫传来 秦朔等人扭头一看 顿时瞪大了眼睛 只见姬妹手中握着一柄匕首 刺向了戴着面具的青帝 但让众人惊讶的是 那柄匕首并没有伤到青帝分毫 反而被她卡在了指缝之中 你 你没有被我控制住 姬妹 惊得张大了嘴巴 那刚刚一切居然都是对方装的 控制 本地不过是陪你玩玩也 你还就当真了 女人 你太小瞧本地了 给 给 给 手中银色雷鸣枪 紫色雷光闪烁 将其死死定在了地上 第67章 星空祸壁 所有人步伐停顿 但却不敢靠近分毫 这个前辈是魔鬼吗 杀人方法那么多 为何 你要用如此变态的姿势 长枪从对方口中插入 贯穿了对方脑袋 将其定在了地上 让所有人看着 都感觉痛苦 吞了一辈子枪 最终却死在了枪下 也算是因果循环了 徐清拿下对方的戒指 九阶御寿师 身价肯定不菲 将小须弥剑的等级提升到九阶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随后又拔起了雷鸣枪 在混沌重彤面前 施展魅术 简直就是 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三个九阶邪教御寿师 已经全部死亡 你的承诺可不要忘记 徐清将三只九阶零售 售盒收了起来 对安国泰说道 前辈放心 晚辈说到做到 绝不食言 安国泰铿枪有力说道 这样一个九阶大佬 他哪里敢生出欺骗的心思 嗯 将资金交给徐清就好了 本地一般不会现身 是 前辈 徐清满意点头 心里美滋滋 先不说三个九阶 预售师的身价 但就安国泰他们承诺的 一千五百亿 对他来说 绝对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这次真的是诱发了 徐清离开了 整座城市都为此次幸存 爆发出了欢呼之声 如浪潮般席卷整个城市 一开始 在三个邪教预售师出现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感觉 这次必死无疑 因为地球迄今为止 也不过才出现了 五位九阶战地强者 就算那五位回归 怕是也要经历一番苦战 却没想到 最终会以这种方式结束 清帝前辈也真是的 居然搞得这么惊心动魄 我当时都快吓尿了 敖苏打开折扇 心惊胆战说道 他当时还以为 清帝真的被控制住了 清帝前辈的实力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秦朔崇拜说道 我觉得清帝前辈 可能都不止 二截九阶预售师那么简单 不然 他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压制的 三位九阶预售师 毫无反抗之力 敖苏道 也有可能是清帝前辈 在九阶的等级 比他们几个高 他们当时离得太远 并没有看到 富豪人头飞回来的那一幕 否则绝对会认同秦朔之言 不过 有这样一位前辈暗中保护 徐清成功进入星空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另一边 杨桃等人叹息不已 他们当初真不应该 在没有任何证据之下 怀疑徐清和邪教有勾结 有这样一位实力强大的 护道者存在 对方又怎么可能勾结邪教 返回了房间 徐清洗了个澡 顿时感觉舒爽无比 坐在沙发上 在系统千呼万唤之下 才开始清点之前的收获 总共五枚空间戒指 尤其是三个九阶预售师的 空间戒指内 应该有不少资金 九阶预售师 无论是培育零售 还是购买战绩零器 都需要不少钱 至于另外两个世家少爷的 空间戒指 徐清并不抱有太大期待 咦 这是什么玩意儿 徐清从一枚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张颇为神异的 金色水晶卡片 上面铭刻着四个字 可惜徐清并不认识 随后又从另外两个 邪教预售师的空间戒指中 寻找到一模一样的 两张卡片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像是 拇指大小的菱形晶体 这些晶体颜色也不同 分为绿色 红色 金色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徐清好奇 这是灵晶 是星空之中的通用货币 系统兴奋的声音传来 宿主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冲直啊 徐清仔细打量着 手中的灵晶 有些惊讶 这就是星空货币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东西 看起来很漂亮 但携带起来 却没有纸币方便 这么说来 那三个邪教预售师 去过星空了 忘了问一下 他们是如何 从星空中归来的 徐清有些懊恼 如果星空学院 还不给自己邀请函 难道自己 一直待在地球吗 那是不可能的 他肯定会想尽办法 自己前往星空 系统 星空货币的兑换比例是多少 绿色为下品星空币 比例1比1 红色为上品星空币 比例1比3 金色为极品星空币 比例1比5 卧槽 兑换比例居然这么高 徐清顿时惊讶不已 要知道 地球联盟币的兑换比例 仅仅只是10w1 这么一看 徐清更加期待前往星空了 只有在星空 才能赚大钱 自己的零售 才能提升得更快 他记得清楚 当初系统说过 想要将零售资质 自九星提升到九星之上 便需要一亿克金点 想要在地球上赚那么多钱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而且根据系统提示 徐清也明白 九星之上 肯定不止一两个等级 否则也不至于被系统视为垃圾 从资质进化 所需要的克金点 也能猜到 九星之上的 其他各种东西的价格 恐怕也不会便宜 所以想要发展 还得去星空 系统 将这些星空货币 全部充值 尊敬的宿主您好 小童子正在为您竭尽全力充值中 请稍候 充值成功 恭喜速度 获得13200000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三个人才这么点克金点 真是穷逼 徐清失望到 他还以为会很多呢 结果并没有超出自己的预期 检测到宿主身怀星空卡 是否充值当中全部金额 系统的声音 再次迫切地响起 星空卡 徐清看了看 手中三张 如同水晶般的卡片 系统说的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吧 全部充值 恭喜宿主 获得458000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徐清眼睛顿时亮了 顿时一拍大腿 笑颜如花道 真不愧是去过星空的人 就是有钱 一波就弄到了590 0000克金点 这下真正的实现 财富自由了 系统 将小须弥界资质 进化并培育到9星 恭喜宿主 消耗145000克金点 将小须弥界资质 提升到9星 恭喜宿主 消耗14500克金点 将小须弥界等级 提升到9阶成长度100% 无论是资质还是培育 小须弥界所消耗的克金点 都是其他零售的十倍 零售 小须弥界 等级 9阶 成长度100% 属性 世界 种族资质 技能 天威 九星 世界融合 九星 世界之力 九星 第68章 星空学院来人 终于将小须弥界 提升到9星了 徐青满意点头 有钱的感觉真好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就在小须弥界 提升的瞬间 徐青也迎来了一波反馈 一股浩瀚的力量 再次充斥在四肢百骸之间 让他的衣衫 都鼓荡了起来 舒服 徐青眼睛 微眯深吟一声 这个感觉 真的太舒服了 就像美女柔软的舌尖 在身上游动 我现在真的拥有一圈崩扇之力了 这不是错觉 作为四节九阶预售师 他确实有这种力量 甚至在混沌重铜的加持下 他的战力 绝对比九阶成长度100%的零售 更加强大 感受了一番体内的力量 回味了一番 那种力量增强的感觉 徐青再次说到 系统 继续购买进化师和零售培育师经验包 有钱了 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了 徐青直接将进化师和培育师等级 分别提升到八星和九阶 八星进化师 已经可以将八星资质零售进化到九星资质 而这些 总共花费了他七万五千克金点 如果是以前 绝对会让徐青一阵心疼 但现在毫无感觉 有钱 任性 至于剩下的五百六十六万六千八百点克金点 徐青暂时用不到 这当中 有一些是曾经剩余的克金点 这些克金点 他打算先存着 看能不能想办法 攒够一克金点 先将一只灵兽进化到九星之上 随后又拿出 秦世明两位世家少爷的空间戒指 果然如徐青猜想的那般 两人的戒指内并没有太多钱 加起来也才几千万 连一亿都没有 徐青甚至都有些鄙夷 一群穷鬼 宿主说的没错 什么世家少爷 真的是一群穷鬼 宿主 你千万不能像他们一样 成为穷鬼知道吗 系统苦口婆心说道 作为一个克金系统 最怕的就是自己宿主 是一个穷鬼 哼 本地刚刚充值了那么多 你居然敢说 我是穷鬼 没有 绝对没有 我怎么可能说 宿主是穷鬼呢 这种对宿主不尊敬的话语 我是绝对不会说的 系统一本正经道 徐青撇了撇嘴 系统什么嘴脸 他还不知道吗 要不是自己刚刚充值 他能对自己这么尊敬 恐怕早就骂自己穷逼了 随后 徐青坐在沙发上 开始思考起来 如果星空学院 真的没有送来邀请函 那自己恐怕就得打探 其他通往星空的道路了 至于方法 无疑也就是两种 要么就是走正规预寿师 前往星空的道路 要么便是走鞋 叫预寿师的道路 那三个预寿师 能从星空返回地球 必然有他们的道路 顶多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 我就会离开这里 时间就是金钱 这句话 对徐青来说 是一点都没错 不过就在次日中午时分 星空学院的邀请函 终于到了徐青手中 乃是星空学院 副校长谭池 亲自送了过来 还好 还好 没有被御寿师工会 那群名顽不灵的老古董 挖了过去 再见到徐青的那一刻 谭池送了一口气 这是个身体魁梧高大 浓眉大眼的中年男子 穿着一件 没有扣扭扣的短袖衬衫 而在他的胸口处 露出一道 十字纵横的争鸣刀疤 您真的是星空学院副校长 徐青惊讶看着对方 这装扮不太像啊 哪里有一点老师的模样 哼 可不要将老夫与这群 只知道知乎折野的家伙 混为一谈 谭池轻哼一声 眼中充满不屑 在我们星空学院 哪怕是老师 也需要上战场浴血奋战 又岂会像他们一样 天天待在舒适的办公室内 享受着空调和暖气 徐青 我再严肃地问你一遍 你真的要进入星空之中吗 此刻的星空十分危险 星域争夺大战 进行的异常激烈 地球随时都有失守的可能 谭池严肃看着徐青 其实就目前阶段来说 待在地球 反而是最好的发展之法 前辈 我意已决 否则以我的条件 进入地球任何一座御寿大学 那都是看得起他们 徐青认真说道 哈哈 说得不错 地球上的御寿大学 有什么好 培养出的学生 也不过就是 温室里养出的花朵而已 经不起风吹雨打 星空才是男人应该驰骋的地方 谭池哈哈笑道 满意看着眼前的青年 真不亏是那位的儿子 不仅天赋无双 更是霸气绝伦 如今地球上的御寿施工会 真的越活越回去了 这样的绝世天才 全都不招揽 真的是在温室中待久了 不知道地球在星空中的现状 不过 我可得事先告诉你 就算有我星空学院的邀请函 想要今日我们星空学院 必须的过关学院 考核才行 谭池告诉徐青 后者点头 这一点 他从敖苏那里听说过 而且就自己的实力 怕什么考核 不过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考核吗 徐青好奇问道 正常来说 在没有经历之前是不能说的 不过对于你老夫 倒是可以破例一次 我听说你的两个亲和度 都高得可怕 尤其是受体亲和度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90% 那你完全可以走培育师的路子 那只要通过真正的培育灵兽 让我们看到 你的天赋 那就可以留下 谭池说道 虽然他也不知道 对方90%的受体亲和度的真假 但是 罗子是马拉出来 溜溜变支 徐青摇头道 我走的必然是战斗路线 灵兽进化和培育 只是辅助罢了 你 你走战斗路线 那岂不是浪费了你的天赋 谭池瞪大了眼睛 走辅助职业 才是浪费了我的天赋 难道你不知道 我是双九星资质灵兽吗 这 如果走战斗路线的话 那就要通过战斗考核了 而且会将你们放到前线 与凶兽或者争夺者厮杀 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尸山血海 如果你无法通过考验 那就无法加入星空学院 谭池认真看着徐青 这个人真的太优秀了 无论哪个方面都很优秀 让他也觉得 走培育师路线 是真的屈才 但无论是进化师和培育师 都是可以为前线输送人才的后勤部队 这在战场上绝对不可或缺 地球预售师 迈进星空多年 之所以能一直坚持着 就是这些人 在后方默默无闻地付出 算了 先不用纠结这么多 等到了星空学院之后 再慢慢选择吧 徐青摆了摆手 无所谓说道 也罢 那你就收拾收拾一下 我们准备启程吧 谭池点了点头 第69章 离开宁城市 随后又问道 你有什么需要带着的人吗 他们修为比我高可以带吗 按理来说不可以 但对你来说 老夫可以破例一次 可如果你没有通过考核 他们就得跟着你一起离开 放心吧 去去考核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中 徐青快速收拾一番 告别了这个 自己居住了十几年的院子 随后他打电话给敖苏和秦硕 说了这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能跟着 一起去星空学院 秦硕惊讶到 因为按照敖苏的猜测 他们两人 可能需要继续在地球上 停留一年 甚至更久 毕竟他们的实力 超越了徐青很多 徐青 你不会被骗了吧 没多久 敖苏和秦硕两人 找到了徐青 奇怪问道 对方怎么会为他更改规定 又或者 这是天才的待遇 徐青拿出之前 弹齿给自己的星空学院邀请函 敖苏拿在手中 仔细地看了又看 结果发现 这是真的无疑 因为他去年 也曾经收到过这封邀请函 可惜他父亲 不允许他去星空 所以才浪费了那次机会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徐青看着两人问道 我准备好了 秦硕陈生说道 我也准备好了 敖苏咬了咬牙 在他后方 刘三勇等人没有阻止 因为他们这段时间 已经阻止过很多次了 根本没用 回去告诉我老爸 就说我三年之内 我会回来看他们的 到时候让他们看看 本少在星空中的赫赫攻击 当然 如果三年之内 我没有回来的话 那就让他练个小号吧 敖苏打开折扇平静说道 少爷 你真的飞去不可吗 刘三勇颤声问道 没错 本少要去追寻 九阶之上的境界 敖苏坚定说道 弹齿惊讶地看着敖苏 这小子居然知道 九星之上 还有其他境界 既然准备好了 那就走吧 弹齿手中法觉掐动 一只巨大的遮天云雀 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 这是一个庞然大物 虽然只是巴结零售 但展翅之后 却达到了恐怖上百米 几人跳上了遮天云雀背部 这里宽阔如广场 足够站立很多人 走了 弹齿说了一声 遮天云雀顿时如离弦之剑般 飞了出去 叮咚 一声手机短信声音响起 徐青一看 居然是昨天安国泰承诺的 1500亿联盟币到账了 150万克经典到账 不错不错 徐青满意点头 直接冲入了课金系统中 瞬间让他的课金点 达到了716 7500 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啊 徐青感叹一声 坚定的目光望向前方 一中7班 正在看手机的苏星河 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上面是徐青的词别信 没多久 全班都知道了徐青离开的消息 唉 我想到了他会离开 但没想到会这么快离开 而且连一声招呼都没有留下 杨桃站立办公室阳台上叹息一声 原本他还想将徐青 拉入杨家阵营之中 但自从上次怀疑过他之后 杨桃能明显感觉到对方 对所有人的态度 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 至少没有以前那么亲近了 再去看看那处秘境 到底有没有动静 如果还是没有的话 那我便也要回京都了 徐青 说不定我们还会星空再见 杨桃手中拿着秦硕 散播出去的地图 另一边 庞如海正正地看着徐青的雕像 一个盖世妖孽 还没有午热 就已经离开了他们学校 或许以后在听到他的消息时 或许他就是民阵全球的强大存在 在徐青离开宁城市的第二天 京都御寿施工会总不来人了 不过他们不是为徐青而来 无论如何 他们都不相信 有人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哪怕有人作证 有机器检测出了那些恐怖的数值 他们依旧不相信 他们宁愿相信 是机器出了问题 也不相信 真的有人那么妖念 毕竟对于天才 天骄亦或是妖念的判定 来自于星空 可不是地球御寿施自己划分的 现在地球上突然冒出一个 90%受体氢和度的人 谁信 这样的天才就是星空之中 恐怕都没有吧 尤其是所有的妖孽 还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 那绝对就有作假的嫌疑 至于目的 有可能就是从他们哪里骗钱 这才是他们一知 没有对徐青 做出任何表示的原因 所以 御寿施工会此次的真实目的 是为那位二姐九阶御寿施而来 关于在宁城市的那场战斗 已经被以各种手段 传送到了京都 高层们已经确认 那确实是一位 二姐九阶御寿施 所以那样的强者 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要拉拢到他们这一方的阵营之中 尤其是 如今的地球 已经隐隐间分为两个派系 主战派与主合派 主战派主张走入星空 接触星空中的御寿施 达到增强实力的目的 而主合派 则建议停留在地球 因为在浩瀚的宇宙之中 地球渺小的 几乎可以微乎不济 又有谁会在意 地球这么一颗小小的星球呢 为何非得参与到 所谓的星际争霸呢 老老实实地待在地球不好吗 至少不会有那么多人死亡 只可惜 随着徐清的离去 那位暗中保护他的亲弟 也不见了踪影 该不会是跟着徐清 离开了宁城市吧 走 当便去问一问那个 叫徐清的小家伙 他绝对知道 那位前辈的行踪 御寿施工会副会长韩牧川 望着徐清等人离开的方向 眼睛微眯说道 遮天云雀速度极快 且很稳 他的身躯穿越过云层 一层无形的能量屏障 将他包裹 让背上的几人 不受任何气流影响 徐清几人坐在云雀 背上喝着啤酒 毫不惬意 徐清 那位保护你的前辈呢 弹池啃了一口鸡腿 好奇问道 关于那位前辈他 可是向往得很 如果能见到对方 并将其拉入他们 这一阵营中 那绝对会是一大助力 他啊 不知道 应该云游四方去了吧 徐清摇了摇头 不过他临走时 将这个面具交给了我 他将鬼脸面具拿了出来 哇 这还真的是鬼脸面具 这可是青帝前辈的标志啊 看来前辈真的是 把你当成一波传人了 敖苏激动说道 能不能借我代代 我好感受一下 青帝前辈戴上面具 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徐清笑着将面具递了过去 敖苏戴在了脸上 顿时发出 Gay Gay 的笑声 第七十章 你们的实力太弱了 你干嘛学青帝前辈的笑声 秦朔瞥了一眼敖苏 一点都没有亲历前辈的那种 邪气凛然的感觉 你不懂 这鬼脸面具戴在脸上 就莫名 想要展现出 一直被压抑在内心深处邪恶的自己 想要为所欲为 想要肆无忌惮 想要毁掉一切 自己看着不爽的东西 敖苏摘下鬼脸面具 兴奋说道 刚刚那种感觉 他从来没有出现过 真的很奇怪 这是什么 这是做坏事 不怕被人看到 所以可以肆无忌惮 徐青笑着说道 他戴上这个面具之时 也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总是喜欢发出 的笑声 弹池接过鬼脸面具 一阵摸索之后 脸色微微一变惊声道 这居然是一件九星灵器 什么 这是九星灵器 敖苏惊讶 他还以为就是一个装饰品呢 虽然没有攻击性 但却可以阻挡一些人的窥视 这属于辅助类灵器 地球本身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那位前辈必然去过星空 弹池看着鬼脸面具分析道 前辈 人类这有进化师 培育师 怎么就没有灵器锻造师呢 徐青好奇问道 既然如此 这些灵器又是如何来的 因为灵器压根就不是人类锻造的 弹池回答道 星空中有一个种族为矮人族 他们没有我们人类那样 可以进化灵兽的方法 但却可以打造各类灵器 所以有的时候 这些矮人族 会拿着他们锻造的灵器 与我们人类交易 久而久之 这些灵器便流落入我们人类手中 原来是这样 徐青恍然 而且矮人族 看来星空之中 不只有人类和凶兽那么简单啊 前辈 那你知道 九节之上 还有什么等级境界吗 敖苏突然激动问道 这可是他来星空中的目标啊 徐青和秦硕 也扭头仔细聆听起来 他们也很好奇 这个问题的答案 神级 这是我所知晓的 超越了九节的等级 曾有幸见过一次 弹池沉声说道 神级 徐青三人心中一震 听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而且据说 在星空之中 唯有达到神级 才算是真的步入强者行列 那我们地球预售师中 有人达到神级吗 没有 就连九节都只有那么几个 哪里来的什么神级 那是我们无法接触的境界 弹池叹息一声 神级灵兽资质 真的太难进化了 而且迄今为止 地球预售师中 还没有人能有资格 进化出神级 资质灵兽 徐青眼中金光灼灼 神级吗 还真是让人向往吗 看来自己必须的 努力搞钱了 遮天云雀飞过苍穹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是位于华夏西边的昆仑城 那里 是通往星空学院的 必经之路 八阶灵兽速度很快 尤其遮天云雀乃是风属性灵兽 速度自然不必多说 只是几个小时便抵达了目的地 昆仑城是一座巨大的城池 四周被巨大的黑色石块砌城的坚固城墙 保护在中央位置 给人极大的安全感 这座城市就算在华夏战区内 也属于一线大城 当中高楼林立 强者如云 比宁城市繁华太多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其他学员 最长时间不会超过五天 五天之后我们将在昆仑山中进行考核 只有通过考核者 才能乘坐星际飞行船离开地球 前往星空基地 弹池对徐青说道 而且 因为敖苏两人是徐青的追随者 所以他们不需要考核 只要徐青通过考核 他们也能跟着前往星空学院 但如果徐青无法通过考核 那他们两人也只能跟着徐青离开 随后弹池直接抛弃了几人 转身大摇大摆 进入了一家会所之中 这真的是学院老师 秦朔疑惑道 所谓的失德呢 这有什么 他们上战场的人 说白了就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 还不如趁着现在 活着好好享受 敖苏摇着折扇 随后问道 徐青 你有把握通过星空学院考核吗 那必须的 我现在已经在畅想星空 到底是什么光景了 徐青扁头 区区考核而已 怎么可能难得住自己 以我们的实力 在星空中可能连做炮灰的资格都没有吧 秦朔说道 确实 徐青摸着下巴 看着两人道 你们两个的实力实在太弱了 啥 你说我们两个的实力弱 再弱能弱得过你这个意见 敖苏瞪大了眼睛 这家伙到底怎么想的 走吧 找个地方为你们的零售调制食料 不然以后被我拉得太远 怎么替我征战四方 徐青拍了拍秦朔的肩膀说道 找了一处五星酒店 三人住了进去 徐青真的 还是第一次住进如此豪华的酒店 他都没有想到 在如此豪华的客房之中 居然还有一处不小的零售休息区 而且还有专门负责给零售按摩的服务 真是小刀割了牛屁股 开了眼 浪费啊浪费 有这么多钱 还不如充给本系统用来提升实力 系统开始吐槽 看着徐青将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系统就心疼不已 徐青摇了摇头 对系统说道 又不是我的钱 到了这种地方 自然的熬大工资请客 你完全可以让他折线啊 嘿嘿 让我先来 看看你这个90%的受体亲和度 到底有多么恐怖 敖苏照出了他的一只 灵兽金甲苍雄 这是一只一心滋质的一阶灵兽 浑身长满了金色灵甲 倒是显得威武不凡 成长度也已经达到了40% 这是我前段时间刚刚契约的一只灵兽 敖苏乃是三阶玉兽师 可以契约三只灵兽 将你的灵兽全部照出吧 我为他们定制培育方案 这样也能成长得更快一些 徐青说道 全部 包括我那条三阶蛟龙 对 卧槽 三阶灵兽的食料你 也可以搭配 你不是二阶培育师吗 敖苏惊查问道 二阶培育师 又怎么能检测出 三阶灵兽的体内情况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赶紧将灵兽照出来 有没有作用试试不就知道了 徐青催促道 要不是自己的追随者 他都不可能免费为他们定制灵兽培育食料 见状敖苏干脆照出了自己的另外两只灵兽 反正只是培育而已 又不会像进化那样 只有三次机会 第71章 提升气和度 完全兽化 除了那条旋灵兵胶之外 还有一只二阶青色飓风雕 徐青就像老中医给病人耗脉一样 挨个给三只灵兽检查了体内成长情况 在受体清和度的感知下 灵兽体内的成长情况顿时一览无余 没多久 徐青拿着笔 开始给几只灵兽开起来方子 敖苏和禽兽对视一眼 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惊讶 看这个情况 难道徐青真的有办法培育三阶灵兽 要知道要成为三阶培育师 不仅要掌握三阶培育师的所有药材知识 还得培育师本身的等级也达到三阶 难道徐青已经是三阶御兽师了 不可能吧 他这成为御兽师才多久 拿去吧 徐青将开好的方子递给了熬苏 作为培育师 只需要开出自己的培育方案就好 购买材料 炼制成石料那些事 都不需要培育师本人去做 至于自己的方案 会不会被其他人给学了去 他丝毫不担心 因为哪怕是同种族 同资质 同等级的灵兽体内的成长情况 也不一样 方案也不尽相同 可能是材料搭配不同 也可能是材料比例搭配不同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至于差异 那就完全依靠于受体清合度的感知了 敖苏带着疑惑的拿着方子 眼睛一看顿时一惊 这培育方案和自己以前使用过的方案 完全不一样 别的不说 光是培育的材料 比以前多了一半左右 而最关键的是 之前培育方案中的那些材料 都被囊括在了其中 这让敖苏开始 有些相信徐青真的 可以培育三阶灵兽 随后 带着灵兽离开了酒店 以前这种事都是庸人去做的 但现在只能 自己动手完成了 敖苏离开之后 徐青又为禽硕的灵兽 培育食料 四阶灵兽你 也可以培育 禽硕精了 难道徐青培育灵兽 和自身的等级无关 百分之九十兽体清合度 就这么嚣张的吗 能不能培育 我们以最终结果说了算 徐青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动手检测 随后开方子 禽兽拥有四只灵兽 最强的那只灵兽 乃是资质为四星的四阶火同兽 至于另外三只 雷属性的雷霆巨蟒 兵属性的六尾风天雀 木属性的木精灵 不得不说 他的运气很不好 那三只 居然都只是一星资质 而且还都是 三次进化失败的那种 徐青先 是为火同兽 开出了培育方案 而后又开出了 三份进化材料 这是 秦硕好奇地 看着那三份 与众不同材料 这上面 并没有写材料的比例搭配 很明显 并不是培育方案 你按照我写的购买材料 我先帮你将那三只灵兽 进化到二星资质 徐青平静说道 进化二星 你可能不知道 我这三只灵兽 都已经丧失了进化的资格 秦硕露出苦笑 这三只灵兽 都已经进化了三次 但结果 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不仅对御兽师 是个打击 对灵兽来说 也是沉重的打击 此刻那三只一星资质灵兽 也都神情沮丧地趴在地上 他们也知道自己 已经无法再帮到主人了 作为一只灵兽 却无法帮到主人 对他们来说 乃是一件很失败的事情 就算不被御兽师 强行解除契约 等待他们的也只是郁郁而终 徐青看着秦硕认真道 你既然选择追随于我 那就应该 对我有绝对的信任 我说可以进化 那就可以进化 你就按照我说的购买材料 我这个人最喜欢以德夫人 还是那句话 我们根据 最终结果来说事情 看到徐青那认真的表情 不知为何 秦硕心中 竟然真的生出一丝希望 或许是来自于 他那妖孽般的天赋吧 好 秦硕点头 带着灵兽离开了酒店 徐青一笑 照出了小须迷剑 随后 又将其他几只灵兽 转移到了小须迷剑内 酒界的小须 迷剑内部空间大了很多 绝对不止酒杯 那么简单 其面积 甚至都可以媲美 滑下一些小的省份 而且现在已经可以让 其他几只酒界灵兽 放心大胆地进入 更方便喂食 食料无法进入 预售空间内 但却可以放入 小须迷剑体内 徐青给几只灵兽 喂食了食料 又将之前准备好的啤酒 放了进去 哇吼 啤酒来了 地狱黑雷胶 兴奋大叫 这可是为自己特制的酒瓶 就像一个巨大的水缸一样 剑老弟 走一个 地狱黑雷胶 和剑影玲珑碰了一个 两只灵兽咕咕咕咕的大口 喝了起来 好不快乐 天罡惊言不喜欢喝啤酒 独自欢快地享用这美食 星桐营月娇 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冷 灵兽安静地吃着食料 对于地狱 黑雷胶他们热闹的氛围 没有丝毫兴趣 最后几只灵兽在天空中翱翔 这里的范围可比狱兽空间大多了 更加能感受到自由自在的感觉 龙银阵阵 剑鸣清脆 烈焰蒸腾 几只灵兽在空中飞舞 而徐青趁此机会查看这个信息 狱兽师 徐青 等级 九节十级 四节 体质 混沌重酮 至强蓄炼 药材清合度 90% 正10% 受体清合度 90% 正10% 灵兽 星藤生死连 契合度0% 剑影玲珑 契合度0% 地狱黑雷胶 契合度0% 天罡惊炼 契合度50% 星铜银月胶 契合度46% 小续迷戒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众同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 归始 战绩 猎空掌 九星 奔雷闪 九星 九龙震天拳 九星 点心指 九星 空明脸西数 九星 画骨益绒 九星 灵气 雷鸣枪 九星 恶鬼面具 九星 职业 八星资质进化师 九阶零售培育师 课经典 716 7500 徐青看了一眼 直接开始提升自己 与天刚金炎和星铜银月焦的契合度 一点契合度需要消耗1万克金点 所以最终消耗了104万克金点 将契合度提升到了100% 进入到小须弥界中 扑轰一声 徐青整个人彻底化为了一团金色火焰 这就是契合度达到100%的效果 完全兽化 在这种元素形态下 一切的物理攻击都将失效 很奇怪的感觉 在这种形态下 不仅可以使用自己本身的战技 还能使用灵兽的技能 随后他又摇身一变 化为了一条银色焦龙 正是星铜银月焦 第72章 净化灵兽 禽朔归星 啊 龙音声响起 徐青化作的焦龙在空中飞舞 随后 他的身影隐匿于虚空之中 在虚空之中开始穿梭 只是瞬息间 他便已经出现在了另外一个位置 空间属性果然神鬼莫测 徐青兴奋 化身为星铜银月焦之后 他也拥有了对方的空间能力 而且 他所化身的星铜银月焦的一只眼睛 闪烁着斑斓的混沌之光 那是混沌重铜 徐青仔细感受 除了属性之外 自己的力量等方面再次增强了不少 这是兽化后带来的加持 在混沌重铜这一致强体制的加持之下 哪怕只是一节九阶御兽师 徐青都拥有九阶灵兽的战力 而此时 他已经成为了四节九阶御兽师 战力绝对超过了九阶的极限 徐青猜测应该处在九阶与神级之间的位置 或许应该称之为半神 如果在小须迷界技能世界之力的加持下 不知道我有没有与神级御兽师 一较高下的试炼 啊 就在这时 星铜银月焦出现了 他好奇地看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主人 口中发出兴奋的龙银声 随后两条长达三十米的银色蛟龙 在空中飞舞 急驰 穿梭 场景一度壮观 之后 大老黑几只灵兽也加入了进来 一群灵兽在空中欢喜腾月 直到购买材料的秦朔两人返回 敖苏很兴奋 因为秦朔告诉他 徐青说 可以将进化失败的灵兽再次进化 所以他急忙赶了回来 连刚搂在怀里的美女都扔掉了 如果真的成功 那徐青真的可以名流青史 徐青 你真的可以让没有进化潜力的灵兽 再次成功进化 敖苏急忙问道 我有骗你们的必要吗 徐青淡淡说道 那倒没有 我就是感到不可思议而已 咦 你尖头的这只灵兽 好像在哪里见过 敖苏突然看到 徐青肩膀上 那个散发着光芒的柔和光团 是青帝前辈 从那处山谷中得到的灵兽 秦朔眯着眼睛说道 他当时看到这个东西 悬浮在青帝前辈尖头 对 是前辈送给我的 徐青点头 这种灵兽 以后会经常出现在他的身旁 所以他并不打算隐藏 青帝前辈 真的是很看重你啊 敖苏羡慕 不仅想尽办法 给徐青弄钱 还给他灵兽和面具 尤其是青帝前辈的面具 几乎就代表着他的一波传承 材料都买齐了吗 徐青问道 齐了 秦朔点头 将材料拿了出来 徐青一一检查 点了点头 这些材料的年份很合格 随后手中硬绝掐动 一团金色火焰 出现在了面前 秦朔两人都露出惊讶之色 敖苏道 你居然已经是三阶玉兽师了 他脑袋嗡嗡的 徐青才觉醒 灵兽多长时间啊 居然都达到了 和自己一样的等级 徐青微微一笑 三阶 如果我真的暴露实力 不得吓死你们两个 看可以 但不要太打扰我 徐青将一株株材料 扔进了天罡经年之中 只有那些没有火属性灵兽的进化师 才会使用药炉那种低级玩意 毕竟灵兽与玉兽师心意相通 在控制温度等方面 更加得心应手 随着一株株材料 放入火焰中 很快被熔炼成了精纯的药液 依靠着自己的药材 清合度和经验 徐青操作起来 行云流水 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 一份进化液便彻底炼制成功 把你的雷霆 巨蟒罩出来吧 徐青对秦朔说道 后者点头 召唤阵出现 那条缠绕着紫色雷霆的巨蟒 出现在了秦朔面前 巨蟒吞吐蛇性子 安静地待在秦朔身旁 他和他的主人一样 不喜张扬 很低调 徐青将进化液地给了秦朔 看看效果吧 好 秦朔深吸一口气 拿着瓶子的手 都在微微颤抖 明明知道 已经不可能成功 但不知为何 此刻他居然会紧张无比 或许这个根源便来自于徐青 如果是其他进化师 他可能只会嗤之以鼻 但徐青不一样 他是从未出现过的天才 或许真的能在他的手中诞生奇迹 你行不行啊 戏狗 敖苏催促道 你不行我来 秦朔瞥了他一眼 果断将进化液 倒入了雷霆巨蟒口中 这一刻 秦朔握紧了拳头 将徐青用 来盛放进化液的瓶子 都捏得变形 终于 在秦朔和敖苏两人期待 而紧张的目光中 雷霆巨蟒身上 绽放出了紫色的雷霆之光 这是进化成功的征兆 卧槽 真的 成功了 敖苏难以置信地 蠕动着喉咙 又扭头看了看徐青 发现他正一脸淡定地喝着饮料 仿佛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至于秦朔 此刻他的身躯都在颤抖 双目猿瞪看着面前 正绽放着光芒的灵兽 片刻后 光芒尽散 露出当中雷电巨蟒 有些茫然的身躯 我在干什么 我发生了什么 二星了 真的二星了 哈哈 我的雷霆巨蟒真的提升到二星资质了 秦朔兴奋大叫 直接将巨蟒暴入了怀中 作为御寿师 他最能感受到灵兽的变化 此刻 巨蟒也反映了过来 自己资质进化了 随后也发出了兴奋的嘶嘶声 身上的雷霆都不受控制的一散出来 自从三次进化失败之后 他以为自己一辈子只能停留在一星资质 好一幅人舍情未了的画面啊 敖苏笑着说道 他认识秦朔已经许多年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对方笑得如此大声 如此开心 徐青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 作为一个课金玩家 他从来没有尝试过失败的感觉 而且也不会尝试这种感觉 许久之后 秦朔终于从机动中平静下来 擦掉眼角泪水 转身对徐青抱拳认真道 从今以后 我秦朔这条命殿是你的 但有所令 莫感不从 他的声音铿锵有力 神色坚定而果决 敖苏惊讶看着秦朔 似是没有想到 他会说出这种话 随后也急忙跟着说道 俺也一样 行了 现在还轮不到你们卖面 等到将来 进入星空之中 再说那些事吧 现在还是先将 另外两只零售的资质 也进化到二星吧 不然他们的等级 将会一直停滞不前 徐青进入星空的最大目的 就是搞钱 如果能有一群帮手的话 效率自然会快很多 第73章 趁着空闲挣点钱 之后 徐青又接连动手 将秦朔的的六尾风 天雀和木精灵 全部提升到了二星 对于吸收了 系统经验包的他来说 这根本没有任何困难 顶多也就是在原来 基础上 多添加了几分 少见的材料而已 此事你们知道就行 暂时不要传出去 徐青对两人说道 他打算等去了星空之后 再公知于众 而且还要在 所有人的见证之下公开 最好是能弄到 一大笔钱的那种 我们都知道 秦朔两人点头 他们也明白这种事 一旦传出去 会造成多么大的震撼 弄不好进化施工会 那些人会 极力阻止他 前往危险的星空 弹池在会所中 待了整整一天时间 才神清气爽地走了出来 即便是在这繁华的都市中 他依旧没有扣上纽扣 还是那粗犷的模样 对他来说 胸口的伤疤 是荣耀 还是地球舒服啊 可惜太舒服的环境 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如果不主动接触星空 我们又怎么有机会 成长到更高程度呢 一旦将来星空主动找上我们 那便是灭顶之灾 以他的实力 如果待在地球 那绝对是一方霸主强者 但那又如何 在地球上作威作福 到了星空连狗都不如 正行走着 却见前方一处门面房外 居然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 这是做什么生意的 居然如此火爆 弹池好奇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自然要买点好东西 带入星空 这都不知道 有进化师在前面临时开了一家店铺 说是云游到此地只开五天 正在排队的人兴奋说道 五天 哈哈 这种话你们也信 难道就不怕被骗了 弹池笑着说道 这种骗人的手段 未免也太低级了吧 关键是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信 这就太不可思议了吧 你知道什么 门口标语写着 四星之下进化 失败一次百倍赔偿 而且到目前为止那位进化师已经进化了十几只灵兽 但却从来没有失败过 闻言 弹池露出惊讶之色 失败一次百倍赔偿 这是哪个进化师有如此破裂 不怕裤衩子都给赔摸了 哈哈 我成功了 我的灵兽成功进化到三星了 感谢徐大师 真的太感谢你了 人群最前方 一个御兽师带着一只灵兽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笑容满面地不断对房间内鞠躬 正在排队的人全都露出羡慕之色 一个个精神抖擞 翘手望着那位进化师锁在房间 弹池摸了摸下巴 真有连续进化十几次而不失败的进化师 这位兄弟 你真的进化成功了 弹池快步走到那个刚出来的御兽师面前 好奇问道 废话 要是失败了 我能这么开心 呃 是我失言了 弹池尴尬说道 兄弟 我听他们一个个都传得神呼其神 里面那位真的这么厉害 厉不厉害我不知道 反正连带我十几个人 从来就没有失败过 那个御兽师回道 原本他也是看那广告牌上写的百倍 赔偿标语前来一试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兄弟 听说那位进化师 要价很高是不是真的呀 一旁 正在排队的御兽师 有人问道 这是真的 我二星进化 三星收价一亿 什么 那么贵 不应该是三千W左右徘徊吗 这可足足是三倍啊 许多人惊讶 这收价未免有些夸张了吧 收价确实高 听说一星进化二星都需要五千W 但人家的能力是真的厉害 而且不是说了吗 失败当场赔偿百倍 说完那个御兽师 兴奋地转身离开了 弹池听得目瞪口呆 一星到二星五千W 二星进化三星一个亿 这哪个黑星进化师 他站在旁边看了许久 但凡那些出来的 除了吐槽一句珍贵之外 都是笑容满面 这说明那些人都成功了 到底是哪个进化师如此牛逼 弹池心中好奇 有如猫咪抓闹 最终忍不住地 站在门口看了一眼 顿时惊得长大了嘴巴 卧槽 徐青 弹池惊呆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里面的那个进化 师居然是徐青 怎么可能 他怎么会这么快 就成为了三星进化师 弹池心中万分不解 他对徐青的了解 还止于之前的信息 甚至对方在宁城市 成为进化师和培育师 他都不知道 更不知道对方已经成了 三星进化师 此时徐青神情专注 虽然只有个独眼龙模样 但却聚精会神地看着眼前 正在天罡经年中淬炼的药材 他正在为一个御兽师 进化一只二星灵兽 因为在这里 还要待好几天的时间 与其如此 还不如节省时间赚点钱 虽然没有斩杀斩杀 邪叫御兽师来得那么快 但如果运气好 一天下来赚个十几 甚至几十亿 还是可以的 那就是好几万的课金点 据少成多 说不定将来 能更早一日 将一只灵兽资质 提升到神景 至于这个门面房 买是徐青 免费为房东 进化了一只灵兽后 暂借来的 他自己一分钱都没有花 借过 借过一下 弹池扒开门口 正在排队的御兽师们 喂 你干什么 有点素质行不行啊 后面排队去 没看到 我们这里还有这么多人 都在排队吗 赶紧滚蛋 不要逼我们揍你 看到有人插队 后面那群 正在排队的御兽师们 不同意了 一个个怒目而逝 甚至原本整齐的队伍 都开始有些乱了起来 这时秦朔走了出来 看着众人道 诸位不要误会 这位与我们是一起的 并不是来进化灵兽的 一番解释 才让开始 有些乱糟糟的人群 再次有序了起来 室内 弹池紧紧盯着 徐清炼制净化业 直到最后净化业 倒入那只灵兽口中 他才开口问道 徐清 你什么时候 考核了净化师证书 你到宁城市的前一天 徐清平静说道 看着眼前那只 正绽放着光芒的灵兽 再次净化成功 他只向自己身后道 那是我的证书 弹池急忙凑过去一看 上面明显标记 这净化师工会的认证工章 是真的 弹池心中矩阵 不可思议地看着徐清 这家伙 未免太妖孽了吧 可你这上面 不是二星净化师资格政吗 为何你能还净化三星资质灵兽 你这话问的 这都两三天过去了 难道我就一直原地踏步 徐清的回答 让弹池当场实话 这是什么回答 第七十四章 成年人放松放松怎么了 为何感受到 一股浓浓的装逼气息 两三天 两三天你就从二星净化师 变成了三星净化师 谁信呢 但是 当他看到徐清 开始将一只三星灵兽 净化到四星之后 弹池彻底信了 对方是真有这个能力 而比他震撼的 却是秦朔和敖苏两人 他们一直站在一旁 帮助徐清打下手 收账等 近二十只灵兽 从来没有一只失败过 这是何等恐怖的成功率 他真的只是 22%的药材清合多 两人有点不屑 弹池没有说话 静静地看着徐清 将一只只灵兽净化成功 心中的震撼 一次又一次地增加 徐清 你的药材清合度 到底有多少 弹池忍不住问道 22%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要是只有22%的药材 清合度 你不可能一次都没有失败 弹池不相信 22%的药材 清合度虽然很高 但应该也做不到 一次都不失败的这种程度吧 尤其是徐清 在炼制净化液时 那随意的姿态 给人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 仿佛他知道自己 一定会成功一样 那你觉得 我的药材清合度是多少 徐清笑着问道 徐清啊 其实我觉得 你成为一个净化师 可能会比上前线的战斗更好 弹池看着徐清 那行云流水的炼制动作说道 如果徐清成为一个职业净化师 绝对会为让 星空中的那些人的灵兽资质 大幅度提升 不 那是 你没有见过我战斗的模样 否则就不会这么说了 净化只是副业 战斗抢钱 赚钱才是王道 随着时间推移 弹池又发现了不对之处 徐清的持续力 未免太恐怖了吧 那些个净化师 顶多连续净化几只灵兽 就将精气神耗费的七七八八 为何徐清给人的感觉 却像没有丝毫消耗一样 他越发觉得 徐清就是个天生的净化师 终于许久之后 弹池严肃说道 徐清 你不必考核了 我允许你直接通过 成为星空学院学生 他是副校长 有这个权利 以徐清此刻的表现 有绝对的资格 加入星空学院 如果你让我做全职净化师 那就算了 我的目标 可是征战星空 你为何对战斗那么执着 弹池不解问道 因为战斗来钱更快 钱 你很缺钱吗 很缺钱 没看到我现在连休息 都来不及吗 就是为了一心搞钱 弹池不语 奇怪地看着徐清 不应该啊 那位不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他打一大笔钱吗 他怎么会不够用呢 敖苏也感到奇怪 他们敖家 刚刚资助了徐清200亿 还有那些邪教预售师的用金 尤其是宁城市一年的财务收入 据说有1500亿 那么多钱 怎么可能不够他用 他们自然不可能知道 徐清的课金系统 就是一个吞金兽 就是有再多的钱 充值进去的不够用 尤其是超越九阶之后 那些东西都贵得离谱 很快 一天时间结束 总共收获2万多克金典 徐清很满意今天的收入 真是充实的一天啊 徐清感叹一声 这种赚钱的感觉真爽 嘿嘿 徐老大 今天收入20多亿 要不请哥哥去族玉店放松放松 敖苏凑到徐清身旁几枚弄眼 昆仑城这里的女子 可别有一番风味啊 宿主 莫要受这丝蛊惑 那种地方除了浪费金钱之外 还能得到什么 还不如赶紧充值 提升实力 将来驰骋星空 徐清还没回话 系统就抢先一步说话了 生怕自己这个宿主 经不住对方诱惑 跑到那种地方去胡乱消费 到时候 什么一条龙 私密服务弄下来 那得花费多少钱啊 徐清砸了砸嘴 说实话 他确实想去玩玩 成年人放松放松怎么了 他将手搭在敖苏肩头道 去玩可以 但那你请客 不是吧 就我们三个人 顶多花费几十万 你今天可是赚了几十亿啊 敖苏一脸 惊讶地看着徐清 这家伙好扣啊 一言难尽啊 徐清摇了摇头一脸无奈 系统的存在 他不可能暴露 还来我来请客吧 秦朔说道 徐清帮他净化了几只灵兽 可没收取净化费 这份恩情 哪怕是让他连续请几年的客 也还不晚 喂喂 你们是不是忘了 还有我这个人在 弹池将他那张大脸凑了过来 大叔 您不是刚刚在会所待了一天吗 还来 敖苏惊讶看着对方 哼 我身强体壮 正直壮年 可以肆意挥霍 我的精华 而且 你不要多想 我纯粹 只是去放松放松而已 可没有干别的什么呀 懂得 我们都懂得 敖苏露出一个 大家都是过来人的表情 没多久 几人便进入了 昆仑城最大的会所 浪费啊浪费 为什么不折线呢 系统嘀咕道 大把大把的花钱 看得他心疼不已 简直就像 在自己身上割肉 女人有什么好 提升实力之后 就有大把大把的女人 徐青没有理会狗系统 认真地享受了一把什么叫高端服务 这感觉 真的不要太爽 他更加坚定自己 一定要做个有钱人的想法 当然 徐青要的服务 很正规 虽然他不是什么纯情小处男 那个性感的女技师 也不断在他耳旁说着 各种充满诱惑的套餐 甚至到最后女技师 也不要钱 甚至愿意倒贴钱 只想与他制造一段 美好的记忆 可惜还是被他拒绝了 他的目标 可是星空中的美女 最好是可以大口大口 吃软饭的那种 没有回酒店 几人直接在会所过了夜 次日 又有其他前来昆仑城 参加考核的学生 其实 就全球来说 每一年觉醒七星 和八星本命零售的人 不在少数 但大部分都提前 被四大学院收入了囊中 留个我们星空学院的机会并不多 弹池叹息一声 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位于地球大本营的四大学院 的确占据着先天优势 就像徐青 如果不是有烟老头 与他说过星空学院 估计他也进入了四大学院 而那些已经被四大学院录取的人 星空学院也不会再与对方抢人 如此会加深双方之间的矛盾 但徐青不管星空学院 招收了什么人 对他而言 那里只是他迈入星空的踏板 我还是去进行我的赚钱大业吧 一切都是浮云 为钱永恒 徐青又去了昨天的门面房 不过 今天除了排成长龙的进化队伍之外 还有两个不速之客 第75章 副会长韩牟川 徐青认识其中一人 那是御寿师工会副会长 八街御寿师韩牟川 他曾经在网上见过 徐青 这个人的脾气很不好 你可不要乱说话 敖苏低声提醒道 他怕徐青惹怒对方 到时候可就难收场了 你就是徐青 看起来平平无奇 居然还是个独眼龙 真是让人想不到啊 网上的信息 可没有说你的一只眼睛 出了什么问题啊 呵呵 看来 你这天才的名头 也不好顶啊 韩牟川直接冷漠开口说道 他一头花白头发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脸颊处两道法明显的令纹 显得整个人有些冷漠 一身黑色糖妆 更是将他冷漠 生人物尽的气质 提升了一大截 不过也是 对于一个刚刚觉醒没多久 而且还存在诈骗嫌疑的人 韩牟川 没有丝毫好感 再加上他从明城市 一路追到了昆仑城 才追到徐青 让他心里更加不爽 我怎么样 就不劳你们这群 高高在上的大人们费心了 还请两位 不要挡我做生意 无论是御寿施工会 还是进化施工会 亦或是培育施工会徐青 都没有丝毫好感 因为本该属于自己的奖励他们 却被他们扣留了 不过也无所谓了 现在 就算他们愿意给自己 他也懒得接受 毕竟对现在的徐青而言 几十亿也不过就是一两天的事情 而且 这两人身上 八阶与七阶御寿施的气势 毫不保留地释放 导致刚刚光明正大的 插到最前方 都无人敢说一个不字 尤其是韩牟川 作为御寿施工会副会长 几乎所有御寿施 都见过他的模样 见到他插队 那些御寿施们 自然不敢有丝毫多言 虽然我们不知道 你是以何等手段 篡改了检测机器的数值 但就你的那些小手段 可瞒不过我们的眼睛 你也不动动脑子想想看 真的有人能达到那种程度吗 所以 就你这种愚蠢的人 还妄想获得我们的奖励 简直可笑 韩牟川毫不留情冷声说道 双眼如阴笋般盯着徐青 他真的想不明白 那位二姐九阶御寿施前辈 为什么会保护这样一个 欺世道明的无耻之徒 简直就是对世界资源的浪费啊 啊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徐青一脸无所谓点头 随后脸色微微一沉道 那么 你可以滚了吗 卧槽 敖苏顿时身躯一阵 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这家伙刚刚说什么 居然对副会长说 滚 一旁的秦朔 也是惊大了嘴巴 徐老大真的是太拽了 居然敢对韩牟川如此无礼 这可是屹立于华夏战区 权力顶端的大人物啊 他很想称呼徐老大一声拽个 你说什么 有种你再说一遍 韩牟川身后如同保镖 眼神凌厉的汪国 顿时瞪着眼睛 如猛虎般盯着徐青 周身气势浩荡 轰隆作响 似乎是要动手的架势 我看你还没到老年痴呆的年纪 怎么就耳聋了呢 那你就听清楚了 我说滚 啊 汪国怒喝一声 蒲扇般的大手张开 一把抓向徐青面旁 他要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好好上一课 让他知道 什么叫敬畏强者 徐青小心 秦朔惊呼一声 立刻冲向徐青前方 前辈手下留情啊 敖苏也冲了过来 但还默等他们靠近 一道残影划过 啪的一声 汪国直接飞出了门外 发生了什么 这突然发生的一幕 让敖苏两人猛然停住了脚步 莫名其妙的对方 怎么就飞出去了呢 但韩牧川却瞳孔猛然一缩 他看到了 是徐青 是徐青一巴掌 将汪国抽飞了出去 小子 你怎么敢 韩牧川含声道 居然有人敢对他们御寿师工会动手 而且这股力量 绝对是那位二姐九届御寿师 给他的手段 否则 不可能将汪国击飞 怎么敢 你以为你们 是个什么东西 当了老子的财路 别说是你这个副会长 就是会长来了老子 也照抽不误 徐青冷冷看着韩牧川 好好 今日我倒要看看 你还有多少手段 韩牧川声音冷烈 已经有几百年 没有人敢如此轻视自己了 今日若不宰了这个小子 以后他这个副会长的面子 往哪阁 正当他准备动手时 弹池却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喂喂 我们星空学院的 学生什么时候 轮到你这个老家伙 来教育了 弹池 滚开 否则老夫今日 叫你一起杀 韩牧川 如同一只发狂的雄狮 浩荡的能量 将身上的黑色唐装 都吹得鼓荡起来 哦 连我一起杀 那你很用哦 那就来吧 让我看看 你这个副会长的实力 到底有几分 弹池黑黑一笑 徐青是他必须要带走的人 而且还得不能有丝毫损伤的 将人带到星空之中 所以 哪怕是这位副会长 他也不能有丝毫退步 怒火滔天的韩牧川 看着环抱双臂的弹池 最终还是不甘地冷哼一声 他能感觉到 自己真不是对方的对手 这些在星空中 厮杀的家伙底牌都不少 弹池 我看你们这些进入星空的人 真的越来越放肆了 有必要收拢 收拢你们的权利了 韩牧川沉声说道 收拢全力 你觉得收拢的了吗 如果我们那些人都回来 还有你的什么事 你这个副会长的位置怕事 就得挪一挪了 行了 我懒得与你废话 说说 你出现在这里的目的吧 该不会是为了 来这里受辱的吧 韩牧川气的肺都快要炸了 一个个的 都不将自己放在眼中 别人自己抓住机会 否则 徐青 我问你 保护你的那个 酒精玉兽师呢 韩牧川将目光 看向一脸平静的徐青力声道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凭什么告诉你 徐青冷哼一声 妈的 他突然有种想要 弄死对方的想法了 不仅扣了该给自己的奖励 现在还挡了自己财路 尤其是这老帮子的说话语气 让他很不爽 弹池一脸惊讶地看着徐青 他真的是没有一丝害怕的 啊 小子 不要以为有弹池给你撑腰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信不信老夫今天宰了你 韩牧川额头轻轻直抱 他真的有种要发狂的感觉了 来来来 我给你这个机会 我就站在这里 让你动手 看是你宰了 我还是我宰了你 徐青冷笑一声 对着韩牧川勾了勾手 第76章 我愿称你一声拽歌 韩牧川只感觉自己体内 气血逆流 差点一口血喷了出来 这个天杀的小子 实在太可恶了 如果没有弹池挡在这里 他真的想杀了对方 但他还是深吸一口气说道 徐青 你应该知道一个酒 接玉兽师 对我们联盟一方的重要性 如果有那位前辈 坐镇在地球 绝对不会发生之前 三个邪教玉兽师 围攻你的这种事 所以 我希望你能老实交代 那位前辈的去向 弹池看着对方 原来如此 对方是想从徐青这里 打听到那位酒接强者的消息 难怪韩牧川 这个副会长 会亲自出动 一位酒接玉兽师 确实值得他亲自出面 不知道 徐青果断回答 徐青 我希望你能分得清事情轻重 如果你隐瞒了 那位前辈去向 酒接邪教玉兽师 再度出现之时 又当如何抵挡 这样的后果 你承担得起吗 韩牧川双眼瞪大 如同同龄 盯着徐青 哼 我自然承担不起 可我干嘛要承担呢 就算真的出现什么后果 那也是你们这群高层承担 我只是一个小小玉兽师而已 再说了 人家那位前辈 要去哪里用得着 向我汇报 韩副会长 你未免太看得起 为我徐某人了吧 道德绑架 只要我没道德 你拿什么绑架我 韩牧川 真的被弃得不轻 他还从来没有 遇到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从种种迹象来看 那位青帝前辈很看重徐青 他绝对知道对方去了哪里 徐青 难道你真的想成为地球罪人吗 韩牧川低沉着声音 不要动不动就戴那么大的帽子 我承受不起 在过去那么多年中 没有那位前辈 出现地球不一样 照常运转 徐青没好气 什么地球罪人 这和当初那些所谓的 你和邪教有什么关系 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人还真的是一个尿性 让他很不爽 你 韩副会长 我们徐青同学都说了他不知道 你们御寿师神通广大 如果你真想知道 那位前辈的线索 何不自己发动力量去寻找吗 所以 韩副会长 你就不要在这里 耽搁我们徐青同学的时间了 好吗 弹池沉声说道 这些组合派 与他们主战派向来不合 所以哪怕对方是副会长 弹池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你们 哼 韩副川冷哼一声 靠御寿师公会的力量去寻找 开什么玩笑 他们御寿师公会 连对方的一丝线索都没有 怎么找 韩副川知道 现在也不可能再问出什么 冷冷看了徐青一眼 转身朝外走去 然而 这时徐青却突然笑着说道 韩副会长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那位亲弟前辈的踪迹 其实也很简单 韩副川转身 看着徐青 后者道 你完全可以依靠 悬赏线索的方法找到对方 我相信只要钱到位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徐青打算想看看 能不能从韩副会长这里捞一笔 所以你的意思 是你有线索 韩副川低沉道 徐青摸了摸下巴 笑道 哎呀 怎么说呢 亲弟前辈 确实说过他要去哪里 但我记忆 有些模糊了 说不定用钱刺激一下 就能记起来了呢 敖苏几人惊呆了 他们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徐青居然将赚钱的主意 打在了韩副会长头上 这家伙胆子 就这么大 这要是换做其他御寿师 恐怕早就被对方的气场 吓得语无伦刺了 我愿称你一声拽个 太商标符号拽了 秦硕羡慕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有这种 悟空一切的资本 好 那我悬赏一意 寻找那位前辈的踪迹 韩木川说道 徐青撇了撇嘴 一个亿 打发叫花子呢 出门诱拐 不送 徐青直接回了挥手 一脸嫌弃道 敖苏没忍住 直接笑出了声 以徐青现代的情况 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亿 你 韩木川双拳握得嘎嘣作响 恨不能将徐青生死扒快 一亿不行 十个亿总可以了吧 为了得到那位前辈的线索 韩木川也是下了狠心 要不是有弹齿挡在中间 他此刻都想驱打成招了 结果 当他说出十个亿的时候 徐青 居然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该死的 钱什么时候 变得如此不值钱了 想他还是一接欲受施的时候 哪怕只是几百万 对他来说 都是一笔巨款 虽然他显得很有钱 但那也是现在 弹齿不屑道 十个亿 韩副会长 有你耽误徐青这么长时间 他赚的 都不止十个亿了 明白吗 韩木川感觉自己 快要炸了 他感觉 对方就是在戏耍自己 冷声道 徐青 你不要以为 有弹齿给你 撑腰你 就可以为所欲为 说到底你 也只是个 区区一阶遇受尸而已 太嚣张的人 可不要一个人 走夜落 其中的威胁之意 不言而喻 巧了 今天晚上 我刚好想一个人走走 有种你就来 徐青也懒得 给对方撕好脸面 也就这里人多 否则 绝对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好好好 好的很 韩木川深吸一口气 转身离开了房间 就在徐青 准备开始赚钱时 大街上 却响起了韩木川 咆哮的声音 我乃御寿师工会 副会长韩木川 刚刚确认 这个进化师涉嫌诈骗 现已没收他的营业执照 所有人都不许在这里进化 否则 将已与诈骗犯和谋罪论处 什么 诈骗 外面 正在排队的人惊讶 对方诈骗什么了 这里明显写着失败 一次百倍赔偿啊 而且他们 几乎都是 昨天那些已经进化成功的御寿师们 推荐过来的人 听说对方从来没有一次失败啊 对于所谓的诈骗他们 是不幸的 但御寿师工会副会长此刻 虎视眈眈的盯着所有人 大有只要他们敢踏入那个房间 半步就将他们抓走的气势 这才是让所有人害怕的 最终所有人不得不离去 站在大街上 韩木川冷笑的看着房间门口的徐青 你不是喜欢钱吗 那老子就断了你的财落 看你如何嚣张 看着散去的人群 韩木川心中说不出的舒坦 徐青 这老东西太商标符号 不是个东西了 居然依靠他的身份 不让那些人来进化 敖苏怒骂一声 对方可是副会长啊 怎么能用如此卑鄙龌龊的手段 徐青没有说话 但他嘴角泛起的微笑 却有些甚人 第七十七章 不行不行 我的腰断了 别 别 别 有的人啊 给他活命的机会他不要 非要自己作死 既然这样 那可就怪不得我了 对方诋毁他 质疑他 他都可以忍受 但敢挡自己财路 管他什么副会长还是会长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而且 堂堂副会长 身上的钱应该不少吧 如果宰了他 怎么说也可以大赚一笔吧 徐青 你这个笑声声的 亲弟前辈的真赚啊 敖苏看着徐青道 这笑声 真的和亲弟前辈一模一样 相当的邪性 不过堂堂副会长居然做出如此卑鄙行径 简直令人不耻 秦朔沉着脸 未居高职 久而久之就忘乎所以了 而且一直待在地球上固步自封 不知道宇宙之广袤 觉得自己巴结玉兽师就毅力在巅峰了 其实啥也算不上 弹池摇了摇头 哪怕只是见识过星空的一角 都不敢如此猖狂 没了生意 徐青自然也没必要继续待在这里 直接回了酒店 徐青 你要当心韩牧川这个人 牙字必报 你今日如此羞辱他 他可能真的会趁你落单时 对你动手 弹池警告徐青 对于这位巴结副会长 他多少还是清楚一些的 牙字必报吗 我很欣赏这种性格 前辈放心好了 我身上留有那位亲弟前辈的手段 如果他真的敢对我下杀手 那死的只会是他 徐青一笑 他打算 今天晚上 一定要一个人出去溜达一圈 给对方一个报仇的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报仇的机会 弹池点头 这样他就放心了 至于韩牧川会不会死 就算死了 又能如何 地球没了 他也不会停止运转 夜晚 徐青独自离开了酒店 而就在他离开的一瞬间 酒店对面的一处街道旁 脸旁还有些肿胀的汪国 拨通了电话 会长 徐青出去了 弹池有没有和他同行 并没有 他独自一人 好 这个天杀的小子 今夜我要让他为今天说的话 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间古色古香的客厅内 韩牧川挂断电话 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老者道 那小子手中有那位亲弟遗留的手段 为了以防万一 还请齐兄与我一同出手 这是昆仑城最强镇手史 八戒御寿师 齐拓 齐拓身着灰色汉服 一头白发 还留有一撮白色的小山羊胡子 眼睛微眯留有一道缝隙 仿佛闭着一样 按照韩兄所说 那徐青应该深得亲弟看重 你若真将他杀了 就不怕将来被亲弟报复 齐拓捋着自己的山羊胡问道 哼 我就不信亲弟前辈 会为了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对我这个副会长怎么样 而且 如果让亲弟前辈得知 那徐青使用一些坑蒙拐骗的手段 欺骗于他 怕是不用我们 动手亲弟前辈 都会一巴掌拍死他的吧 韩牧川喝了一口茶淡定说道 他坚信 亲弟前辈绝对被徐青骗了 否则根本不会选择保护他 齐拓皱眉道 为什么你们一致认为 徐青的那些数据 就一定是假的呢 可万一机器没有坏呢 徐青真是那万中无一的天才呢 齐兄 你糊涂 你也不想想看 22%的药材清合度也就罢了 真的会有90%受体清合度这种数据 那这算什么 妖孽 盖世妖孽 还是老天爷的儿子 要知道 那对天才与妖孽的定义 并非我们地球定义的 而是星空中定义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20%的绝世妖孽 哪怕是在星空之中都寥寥无几 凭什么我们一个 玉兽时代复苏 不过千年的地球 能诞生出90%的怪物 这明显就是假的呀 而且还有双九星本命灵兽 所有的好事都被他一个人占了 你觉得这可能吗 韩牟川头头是道的分析 这不是他个人猜想 而是位于京都玉兽师联盟高层们的判定 所以最后的判定就是 徐青可能有改变机器数值的方法 说得有理 齐拓点头称是 随后一声冷喝道 这个徐青简直不是个东西 居然妄图用如此手段 从联盟那里骗取资金 韩兄放心 我一定与你联手 拿下这个狂妄无知之徒 齐拓一拍座椅扶手 气势汹汹猛然起身 却突然传出一声嘎嘣的巨响 啊 我的腰 我的腰 不行了 不行了 我的腰断了 齐拓突然疼得额头冷汗直冒 扶着自己老腰大叫不止 齐兄 你怎么了 韩牟川急忙上前问道 旧伤复发 上次与一只八阶妖兽大战落下的伤势 迟迟无法痊愈 已经折磨了 我好几个月了 老头子感觉 我可能命不久已了 韩兄 老朽可能无法陪你一起前去情杀徐青 那个狂妄之徒了 这 韩牟川还想说什么 但看到对方 那痛苦到额头冒汗的模样 到嘴边的话 也只能咽了下去 要不 我派一个七阶镇首使 辅佐韩兄 七阶吗 还是算了吧 七阶被徐青一巴掌 就抽废了 根本翻不起任何浪花 想吧 既然如此 那齐兄 你就好好养伤吧 此事 还是我自己亲自动手吧 看到韩牟川离开 齐拓痛苦的神情 顿时平静了下来 唉 联盟高层 都腐烂了吗 这么没脑子的 居然都能成为副会长 齐拓叹息一生 改变机器数值这种事 也能想得到 要知道这种机器 来自于星空 目前地球 都无法制造出来 徐青一个高中生 有什么手段 改变机器数值 而且那位亲帝 可是保护了徐青一段时间 如果真的是假的 能瞒得过一位 战地的法眼 这群高层们 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 不想如何提升实力 就想着 如何耍拳弄势 果然 进入星空 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这个机会 就交给我那孙女了 我是不可能再去了 老头子 我还是安安静静地待在 这里养老好了 他们的事情 我也懒得掺和 不然 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齐拓曼 悠悠地喝起了茶 而另一边 徐青买了一杯奶茶 边喝边看 昆仑城灯火通明的风景 还别说 大城市的夜晚 就是不一样 火树银花 绚烂异常 灯光铺满街道 如灿烂星河 走着走着 徐青便走到了 人烟罕至的地方 这里很适合动手 第七十八章 人无横才不负 昆仑城位于 华夏战区西部 常年气候寒冷 夜晚的风也更冷 嗖 突然 一道剑始自黑暗中出现 顺着寒风射向徐青脑袋 徐青没有回头 直接一把抓了过 将那柄黑色长剑握在了手中 居然有点一丝 火辣辣的感觉 透过眼罩 混沌重铜 看到了他握着长剑的手上 居然沾满了 粘稠的绿色液体 毒液 徐青眼睛微眯 还真够歹毒的 居然将毒液涂满了剑身 嘿嘿 没想到我会用这招吧徐青 这是八阶毒锡灵兽的毒液 八阶之下处之必死 汪国手持一柄 银色长弓 从阴暗中走出 冷笑着看着 抓着毒箭的徐青 你太自大了 真以为我的目标是 你的脑袋 错 我正是利用了你自大的性格 让你自己走向死亡 怎么样 现在的感觉如何 徐青看着对方平静道 就你一个 韩木川那个老东西没来 嘿嘿 本会长怎么可能不来 我可是特意来见证你的死亡的 只是原以为 还需要本会长亲自出手 却没想到 居然成功的如此轻易 汪国 你做得不错 明白了 想要赢对方 不一定要靠实力 谋略也是很重要的 都是会长调教的好 韩木川 从徐青另一边走来 两人将他 夹在了中间位置 彻底断了徐青的去路 所以 就你们两个 这未免 有些太小瞧我了吧 徐青有些不开心了 多来一个人 自己也就多抢一个人 结果 就两个 也不知道 能不能让人有所惊喜 瞧不起你 哼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要不是仗着有轻力的手段 我掐死 你意如反掌 汪国冷声说道 是吗 嗖 雷光闪烁 徐青动用九星武技奔雷闪 瞬间出现在了汪国面前 什么 后者一惊 脚下施展身法 身形暴退 同时拳头上面金光灿灿 一拳朝着徐青脑袋轰击过去 但却被徐青衣把握住了拳头 右手上的毒箭猛然刺向他的咽喉 不不 会长救命 汪国惊恐大吼 那毒箭要是刺中自己 那将必死无疑 徐青休要逞凶 韩木川怒喝一声 背后瞬间出现一对青色羽翼 他瞬间开启了半兽化 同时手中出现了一柄长剑灵器 脚下生风朝着徐青后被刺了过来 滚 徐青扭头 怒斥一声 一根肉眼无法看见的银针瞬间刺向韩木川脑袋 扑斥一声 银针毫无阻碍地从对方眉心处刺入 瞬间贯穿了对方的脑袋 这是当初徐青在宁城市山脉之外 斩杀邪教御寿师时收缴的九阶灵器幻影针 他本想卖掉 但宁城市那种地方行情并不好 而且幻影针还是有不错的实用价值 所以被徐青炼化当作暗器使用 效果还不错 而这时 韩木川刚好来到徐青身后 手中常见证准备刺下时 身躯却骤然停止了下来 会长 动手啊 你赶紧动手啊 汪国急忙大喊道 但韩木川却像是一个雕像一样 一动不动 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长不动手 估计汪木川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堂堂御寿师工会会长会死得这么干脆 而且还死在了汪国的前面 甚至连灵兽都没来得及照出来 主要是徐青动手太果断了 根本不给他们反应的事件 扑辞 手中毒箭在汪国惊恐的眼神 与剧烈的挣扎中刺穿了他的脖梗 只是虚余间 他的双眼与嘴唇直接变成了绿色 口中吐着白沫 身躯更是一颤一颤的 眼睛瞪大地看着徐青 随后直接没了气息 嗯 真的是八阶之下 处之必死 徐青点了点头 汪国他确实没有骗自己 可惜 我在八阶之上啊 杀一个八阶 一个七阶 对于徐青来说 压根不费吹灰之力 随后开始了徐青 最喜欢的搜刮时刻 两人都带有空间戒指 当中没有现金 只有几张银行卡 卧槽 好多钱 徐青虽然看不到 对方银行卡的资金 但系统可以啊 不说韩牧川 但是汪国银行卡中的资金 都比宁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 还要高出很多 居然达到了2300亿 何等恐怖 妈的 这些稿的 这里面绝对有非法收入 不知道搜刮了多少油水 就连本该发掉我的奖励 都被他们给探了 敢探本地的财 简直死有余辜 徐青突然诞生出 将整个御寿施工会高层 全部打劫一遍的想法 那样 说不定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可惜现在应该是没什么时间了 马上就要考核 进入星空了 至于韩牧川的资金 更是让他倒吸 一口冷气 足足比汪国 多出了几十倍 更是达到了 夸张的43000亿 徐青沉默了 43000亿 韩牧川 是御寿施工会副会长 每年的工资 才多少 就算他在这个职位上 干了几百年 真的能通过正规手段 积累这么多的财富 韩牧川 我商标符号真的是 太感谢你这个贪官了 43000亿 这得是多少课金点啊 我亲爱的宿主大人 最尊敬的宿主大爷 你还在等什么 还在犹豫什么 这么多钱 还不充值留着过年吗 生宰吗 万一丢了怎么办 万一被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给你顺手牵羊 牵走了怎么办 快快 赶紧冲进来 只有充值 存到小童子这里 才能万无一失 系统开始躁动了起来 各种花言巧语 引诱徐青充值 你急什么 迟早都是你的 徐青没好气到 童子我是怕你弄丢了呀 要真的丢了 不止你会伤心 小童子 我也会伤心的 激励呱啦一大推 徐青没有理会他 又在两人身上 搜寻一番结果 什么都没有发现之后 才转身离去 至于他们的尸体 就让他们躺在这里吧 徐青才懒得为他们收尸呢 回去的路上 受不了系统激励呱啦 徐青果断充值 而且 这么一大笔财富 他也怕出现什么意外 恭喜宿主充值 2300亿联盟币 获得230万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恭喜宿主充值 43000亿联盟币 获得4300万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由于宿主单次充值 获得克金点超过千万 小童子很开心 特送宿主 九阶美猴王套装一套 希望宿主喜欢 徐青的小心脏 都在扑通扑通狂跳 自己距离一亿克金点 似乎也不远了 第79章 考核前夕 看了看面板属性 他的克金点 已经总共已经达到了 5100多万 还差一半 就能凑齐购买神级净化业 徐青有些激动 巴不得净化施工会多来 一些人找自己麻烦 但是 这个美猴王套装 是个什么鬼 自己穿上这个套装 会不会很中二 系统 这个套装 是个什么东西 徐青疑惑问道 回禀宿主 这是比较罕见的灵兽装备 只有人形灵兽可以佩戴 灵兽穿上之后 会有属性加成 可以让灵兽 拥有跨境而战的战力 另外 该套装可升级 徐青眼睛一亮 这好东西啊 居然让灵兽 拥有跨境而战的战力 到目前为止 也就小须迷界 明确有跨境而战的战力 至于其他灵兽 都是基于等级和技能 才让他们拥有跨境而战的力量 好宝贝 看来的契鱼 一只人形灵兽了 徐青沉思 但该契约什么属性呢 他开始看向系统商城面板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看到徐青回到酒店 弹池松了一口气问道 一切顺利 并没有丝毫意外 徐青一笑 真的 我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了 还能有假 也是 弹池点了点头 但次日刚刚睡醒 手机上的铺天盖地的新闻 顿时让他瞳孔猛然一缩 玉兽施工会副会长韩牧川 死了 怎么会 他可是巴结玉兽狮 怎么会突然就死了 昨夜他可并没有感受到 有强大的能量波动啊 但那两具尸体 确实就是韩牧川和汪国 根据报道推测 两人都是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被杀 昆仑城 有谁能有这样的能耐 就是我和这里的镇首使齐拓 都无法做到 突然 他瞳孔一颤 徐青 不可能吧 他就算有轻敌留下的保命手段 也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吧 不行 我都去问问他 尤其是昨天在韩牧川 断了徐青财路之后 对方眼神中 那毫不保留的杀气 弹池直接穿着睡衣 找到了徐青 此时 后者正心情愉悦地吃着早点 徐青 你看到昆仑城的新闻了吗 看到了 徐青平静说道 你就没有丝毫惊讶 有什么好惊讶的 就他那狂妄的姿态 发生这种事情 只是早于晚罢了 真的跟你没关系 怎么可能跟我有关系 我徐某人做事光明磊落 如果是我做的 我绝对会承认 而且 你觉得我有那个能力吗 弹池很想说一句 你是没有 但那位亲弟友啊 可他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 副会长而已 死了就死了 反正跟他又没什么关系 而且他也看韩牧川很不爽 没多久 秦术和敖苏都跑到了徐青面前 他们都被这个消息震惊到了 这在华夏战区 绝对是一等一的大事 你们不要诬蔑我啊 这种事 可是讲究证据的 徐青打死都不承认 不是怕 万一流传出去 说不定会耽搁自己 进入星空的行程 那就得不偿失了 此时 整个昆仑城都沸腾了 一位八阶强者死了 要知道 虽说如今地球最强者 是九位九阶战地 但那几位都坐镇星空 地球上的最强战力说起来 依旧是八阶 但现在就这么 翘无声息间死了 而且还是预售施工会副会长 这可真的是大事 果然 幸亏老头子 我吻了一手啊 齐拓捋着自己雪白的山羊虎 感叹一声 还好他没去 否则恐怕也会落得个 和韩牧川一样的下场 能在翘无声息间 斩杀八阶强者 除了九阶战地级别的人物之外 还有 谁能有如此本事 难道那位清帝 也在昆仑城 这是齐拓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释 徐青 徐青 能被一位战地如此看重 就算他检测出的数据是假的 也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看来 老头子我有必要亲自去拜访一下 不管怎么说 都不会有丝毫坏处 在昆仑城陷入沸腾之中 徐青等人 也迎来了他们的考核 人数不多 甚至可以说很少 只有六十多人 但最差的 也是觉醒了七星资质的本命灵兽 可这些相比于 每年地球觉醒的七星资质以上 本命灵兽的预售师来说 还是少得可怜 徐青瞄了一眼 肤色各异 不只是华夏战区的预售师 更有黑人和白人 其中 白人数量最多 足足有将近一半 因为白人的侵略性很强 他们想在星空中 占据一颗独属于他们白人的星球 与他们带有相同目的的 还有樱花国人 他们只要诞生出满足条件的预售师 几乎都会送进星空之中 在预售时代开始之前 他们的目标 一直想要入侵华夏 而且有了进入星空的能力之后 他们的野心更大了 华夏战区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了 他们和白人一样 想要在星空之中拥有一片属于他们的星球 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共荣圈 徐青 我再说一遍 以你的能力 完全可以不必参加考核 就可以进入星空学院 弹池对徐青说道 对方净化灵兽资质的能力 已经让他折服 如果你允许我上前线战斗 不参加考核 也不是不可以 徐青还是原来那句话 净化灵兽 哪有打劫来得快 他已经从中尝到了甜头 感觉有些难以自拔 打劫真的太爽了 弹池无奈摇了摇头 他不明白 徐青怎么就对钱 那么情有独钟 就以他在宁城市得到的那些资金来说 完全足够 他将那两只九星资质零售 培育到九星了吧 怎么还老是抓着钱不放呢 徐青一笑道 以前穷怕了 所以现在特别爱钱 不对吧 你父母不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你打很多钱的吗 你怎么可能会穷呢 难道你没有收到他们给你转的钱 弹池奇怪地看着徐青 你认识他们 徐青惊讶看着对方 嘿嘿 这个以后了再说吧 今天先说考核的事情 弹池赶紧转移话题 这不是他该操心的事情 但他们两人的对话 却让其他准备考核的学生 心中有些不舒服 老师 凭什么他有不参加考核 就能进行星空学院的资格 一个白肤色的黄毛布满 开口问道 他叫沃特斯 一个觉醒了八星预售师的天才少年 第八十章 齐下哥 凭什么 就凭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三星资质进化师 这个答案你可满意 弹池看着他问道 哇 他居然是三星资质进化师 沃特斯惊讶看着徐青 随后脸上的不满顿时消散不见 而是一脸笑容急忙道歉道 失敬失敬 原来是进化师阁下 这就是进化师的地位 其他人都惊讶地看着徐青 全部都没想到 这个和他们年纪差不多的人 居然是一位三星进化师 老师 据我所知 徐青应该是今年和我们一起觉醒 成为了预售师 到现在为止 满打满算 也不过一个月 这么短的时间 他是怎么成为三星进化师的 而且 难道老师真的相信他那假的 不能再假的数值 华夏战区 预售师段玉 疑惑问道 他知道徐青 传说中的怪物般的天才 但他段玉是不幸的 因为没有人会那么优秀 就算是星空中也没有 这一点 他坚信无比 弹池探了探手道 我又不是徐青那样的天才 怎么会知道 他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成为三星进化师呢 段玉刚想继续开口 谭池又说道 但是 我亲眼见识过 他成功进化三星资质灵兽 而且不止一只 对于段玉的资料 他记忆犹深 这也是今年刚刚觉醒了 九星资质本命灵兽的天才 据说家境很普通 但不知为何 却拒绝了四大学院的邀请 反而答应了 进入星空学院 段玉长得眉清目秀 皮肤白皙 一头短发 十分有精神 只是那双眼睛 却显得异常深沉 古井不波 此刻在听到谭池之言 他看向徐青的目光 也露出诧异之色 徐青 我要给你生猴子 如果你同意的话 晚上就去我家 但就在这时 人群中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 突然朝着徐青喊道 她声音很大 当着所有人的面 没有丝毫避讳 众人都被这一声惊住了 哪个女孩这么开放 扭头看去 那是个身材高挑 如青苹果般青涩的女孩 身穿一袭红色长裙 束身的腰带 将盈盈一握的小蛮腰 与一对人类幼崽补育器 展现的淋漓尽致 向上看去 一张娇美 而白净的瓜子脸 布施粉袋 再搭配一对麻花便 给人诠释了 什么叫初恋般的感觉 OMG 这是哪里来的天使 我们当中 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天使 沃特斯长大了嘴巴 看着对方 眼睛都差点变成了星星 考核的人群 顿时骚动起来 许多人眼睛放光地 看着那个女孩 就连徐青心脏 都不由跳动起来 这该死的心动感 全场之内 除了几个女孩 和弹齿之外 眼神中都露出了 惊艳之色 不对 还有一个 那就是段玉 她的眼神 居然没有丝毫波澜 你认识我 徐青好奇问道 怎么会不认识 怕是整个华夏战区 都知道 你的大名吧 女孩大大啰啰啰地 走了过来 身处如白玉般的 精致小手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旗下哥 昆仑成人 你好 徐青笑着与对方握手 手感很好 温润而细腻 我叫杨伟 我叫赵燮 我叫 周围一群人 急忙自我介绍 试图引起 旗下哥的主意 可惜 对方的目光 一直落在徐青身上 怎么样 我刚刚的提议考虑一下 旗下哥面不改色说道 不用考虑了 我答应了 不过 晚上去不了 可能要等我们 从考核之地出来之后了 徐青笑着说道 你 你答应了 你不应该拒绝吗 旗下哥脸色微微一变 被徐青握着的手 猛然一颤 急忙抽了回来 随后 脸色刷的一下就红了 这和他料想的结果不一样 哪怕真的对自己 有那么一丝意思 不应该先做做样子拒绝 以彰显自己的君子气概吗 他哪里知道 作为穿越者的徐青 深谙一个道理 那就是 遇到能让自己心动的女人 那就争取将对方弄到手 否则 自己不先下手为强 就会落到别人手中 就像他前世 高中时期暗恋的一个女生 刚刚好 旗下哥又要为自己生猴子 又要邀请自己去他家里做客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要是再拒绝 可就有些虚伪了 为什么要拒绝 你刚刚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徐青故意问道 怎么可能 不就是生猴子吗 我给你伤一个就是了 旗下哥红着脸说道 好 那就一言为定 徐青憋着笑说道 此刻旗下哥很尴尬 脚底板都快扣出三间房 刚刚也就看到徐青长的帅 再加上自己爷爷 也让他多和对方接触 所以 他就直接喊了那么一句 结果 对方居然不按套路出牌 不会真要给他生猴子吧 自己可才刚成年啊 OMG的 我的人生已经灰暗一片 前途失去了所有光明 此刻的我 只想躺在地上任人蹂躏 沃特斯直接轨倒在了地上 大声哀嚎起来 这么美丽的天使 居然就要给别人生猴子 也就对方是个资质进化师 否则说什么 他都要和对方单挑 段玉瞥了对方一眼 神色中满是不屑 女人 只会影响他预售的速度 够了 都安静一下 待会儿我会送你们所有人 前往考核之地 弹池呵斥一声 考核内容很简单 但如果你们害怕坚持不下去 可以暗动之前 给你们发放的手表求救器 但那就代表你们放弃了考核 自然也就与星空无缘 另外 如果你们的最终成绩 被我判定为不合格 最终也与星空无缘 说完 弹池直接照出自己的灵兽 遮天云雀 带着所有人 朝着考核之地飞去 这是昆仑山深处的方向 旗下哥看着 遮天云雀飞行的方向惊讶道 昆仑山深处 有问题吗 徐青问道 旗下哥脸色微微一红 解释道 昆仑山内有很多强大妖兽 每隔几年都会发生动乱 导致昆仑城大量的玉兽师死亡 我们去的地方 恐怕很危险 徐青摇头道 绝对不会 就我们这点实力 你觉得能危险到哪里去 这是考核 不是让我们去送命 再说了 就算真的遇到危险 又能如何 在地球之上 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自己吧 这种感觉 段宇望着昆仑山深处 眼睛微眯 他居然感受到了 星空传送阵的气息 第八十一章 恶劣的考核环境 原来如此 这里就是通往星空的道路吗 八街灵兽 遮天云雀的速度极快 前后不过是十分钟 便已经掠过虫虫山脉 抵达了一片雾蒙蒙的山脉之中 徐青混沌虫童睁开 瞬间便看到了山脉中的景象 但当中的景象 差点让他呕吐 太恶心了 各种腐烂的尸体 堆满了山脉 龙水汇聚在一处 甚至能看到一些恶心的寄生虫 在尸体堆中爬来爬去 这是 要考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吗 徐青皱眉 这种地方 连他都不想去 行了 到地方了 弹池笑着说道 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哦 遮天雲雀一个俯冲 冲入了灰蒙蒙的山脉中 当他再次出现时 背上只剩下弹池一人 啊呀 一声声惊恐的叫声 在山脉中响起 所有人直接被弹池 从遮天雲雀背上扔了下去 很蹉鲁 很突兀 呼啦啦的风声在耳旁响起 徐青急忙结印 伴随着龙银声出现 庞大的剑影玲珑 瞬间出现在了他的下方 徐青稳稳地落在了 剑影玲珑的背上 还好 要是直接坠落下去 那简直不要太恶心 啊 刚刚站稳 耳旁响起了 旗下哥惊恐的叫声 徐青一笑 剑影玲珑银色的 羽翼震动 瞬间出现在了 旗下哥身旁 随后大手伸开 一把搂住了 旗下哥的小蛮腰 这感觉 比沈青瑶的还要血 徐青 看到自己被接住 旗下哥咽了口口水 脸色有些苍白 好险 差点摔下去摔死 摔死倒是不会 但估计会很恶心 徐青说道 恶心 什么意思 难道你就没有闻到 空气中有股腥臭味吗 闻到了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呃 你还是自己看看吧 剑影玲珑 俯身冲了下去 当看到山脉中的情景时 旗下哥直接吐了起来 唉 别吐到我零售背上 徐青赶紧从空间戒指内 拿出一个袋子 与此同时 随着扑通扑通的声音响起 许多人直接掉在了腐烂的尸体上 或是腥臭的血水之中 我草伤标符号 哦 甚至有人直接被呛 将那恶心的血水喝入了口中 那酸爽 看得徐青胃里不断翻腾 我受不了了 这伤标符号的什么 恶心环境 一些运气好的 掉在了腐烂的尸体上 但也被腐烂之物沾满了全身 恶心至极 突然 徐青看到一个人 他淡定地站在一个巨大妖兽脑袋上 虽然身上也沾满了污秽之物 但脸上居然没有丝毫一样的神情 这家伙 前来考核的所有人中 哪怕是那些有飞行灵兽的御寿师 在看到这一幕都展现出各种神色 而他居然没有丝毫变化 就像再面对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样 御寿师 段玉 等级 二阶一级 一节 体质 九幽轮回体 第一序列体质 药材清合度 0% 兽体清合度 0% 灵兽 火灵兽 契合度0% 四亿龙鹰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九幽之力 轮回转生 轮回阵天数 六道轮回拳 战绩 御风行 九星 七道拳 九星 灵气 五 死 徐清心中一阵 这家伙居然拥有第一序列体质 系统 什么是九幽轮回体 徐清在心中问道 九幽轮回体 第一序列体质 拥有此体质者在死亡之后 可入轮回而不灭 这么强 切 再强也不过是第一序列体质而已 如果诉诸你 不是个穷逼 能够买的七本商城的 至强序列体质 随便一个都能碾压他 虽然徐清很想反驳 但他确实买不起 至强序列体质 不过 入轮回而不死 难道这家伙是个轮回者 尤其是他所学习的战绩 居然都是九星 如果不是轮回者 哪里来的这么多九星战戒 似是感受到了徐清的目光 段玉与之对视了一眼 在他脚下的剑影 玲珑身上停留了几秒 神色中顿时露出惊讶之色 四接灵兽 这只剑影玲珑 居然是四接灵兽 徐清不是和他们 在同一时间觉醒的吗 为何他的灵兽 能提升得如此之快 难道他90%的 受体清和度是真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有人能达到那种程度 段玉连连摇头 打死他都不可能相信的 走吧 我们也下去吧 徐清说道 啊 下去 可下面 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啊 旗下哥脸色苍白说道 这里像是一片乱葬岗 所有的尸体 都被扔到了这里 有的尸体 已经彻底腐烂 化为白骨 也有的正在腐烂中 地面上全部都是 有尸体堆积而成 根本无处落脚 迟早都要下去的 徐清 直接带着旗下哥落在了 一只狼形妖兽的尸体上 此刻 已经有人按下了 手腕上的求救器 那是几个直接掉进了 腥臭的血水中 还倒灌了几口血水的人 他们已经产生了 严重的心理阴影 不想在这里 继续待下去 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这是在考核什么 考核我们对恶劣环境的忍耐 和适应能力吗 徐清疑惑道 如果能在这里待一周 以后就算面对 所谓的湿山血海 应该也不会有 丝毫畏惧了吧 旗下哥说道 然后又忍不住地呕吐起来 徐清又开始帮他拍屁股 你干嘛呢 老是摸我屁股 什么叫摸屁股 我这是帮你顺气呢 顺气不应该摸背吗 是吗 不好意思 摸错地方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你都要为我生猴子了 摸背摸屁股 又有什么缺别呢 几个按下求救器的人 离开了这里 他们不用再 忍受这样恶心的环境 但也丧失了 进入星空的资格 让你们去星空 可不是为了享福了 尸山血海的环境 必然是会遇到的 所以 提前让你们看看 到底什么是战场后的样子 山脉之外 弹池座在遮天云雀背上 面前浮现着一道圆形光镜 映照着山脉内的所有景象 这片遗迹 是几百年前 人类与妖兽战斗的战场而形成 这样的考核方式 也是为了劝退一部分 无法忍受战场的人 当然 考核可不仅于此 最重要的 还是其他内容 忍受环境 只是最基础的考核 弹池的目光 在徐清和段玉身上 来回徘徊 尤其是后者 居然毫无表情地行走 在这片腐烂的战场之中 弹池很怀疑 这真的是一个 十几岁少年该有的心态 第82章 幻境 徐清带着旗下搁栈 在腐烂的尸体上 散发的恶心味道 让他很难受 这样的考核 还不如战斗呢 徐清吐槽一句 如果是战斗 他根本无所畏惧 现在该干什么呢 也没说 我们到底要考核什么 旗下搁栈眉 不会就这样 在这里待一周 吸收这里恶心的臭气吧 不知道 但应该不止于此 徐清一笑 反正不管怎么样的考核 对他来说 都不会有太大压力 实在不行 就进入小须迷界内 小须迷界 是他的灵兽 不算作弊 但他想看看 这考核到底是什么 走吧 先找一个干净的地方 作为根据地吧 这里哪有什么干净的地方 旗下搁都囊道 这种地方对他一个女生 实在太不友好了 没多久 两人找到一个 已经化为白骨的巨大窟窿 待在了里面 徐清看着旗下哥笑道 趁现在 有空要不要 给我生个猴子 在这里 才不要呢 想要我给你生猴子 等到进入星空之后吧 旗下哥轻哼一声 捋着自己的麻花辫 进入星空 你怕事 就没有机会了 徐清严肃说道 为什么 因为进入星空后 我的目标就是星空中的富婆了 旗下哥惊讶看着他 徐清你厉害啊 居然要将吃软饭的事业 发展到星空中 没办法 谁让我牙口不好呢 徐清以为考核 肯定会很激烈 但却出乎他的预料 什么都没有发生 直到第三天天明 徐清一觉睡醒 下了床 伸了个懒腰 伸手便拉起牙刷 准备漱口 突然 他的动作猛然一顿 看向手中的牙刷 随后看向周围 我这是回到了宁城市以前住的小院子中 徐清皱眉 揉了揉眉心 总觉得哪里不对 突然一愣道 对了 我不是在考核吗 随后一道道模糊的记忆传入脑海 是吗 我考核失败了 所以又回到了宁城市准备进入四大学院吗 他好像想起了一些事情 在记忆中 考核已经过去很久了 而他考核失败了 在返回宁城市时遭遇袭击 大脑受了重疮 之后昏迷了很久 我居然会考核失败 还遇袭 商标符号地球上 谁能袭击自己 不对 不对 绝对有问题 破网无钝 徐清瞬间施展了 混沌重通的本命神通之一 看向周围 哪里有什么宁城市小院 自己依旧待在充满 腥臭气息的巨大窟窿之中 还是处于考核的山脉之中 果然是幻境 好厉害的幻术 差点着了道 是谁在施展幻术 将我都拖入幻境之中 徐清惊讶 要知道他 可是九阶四节御寿师啊 居然能让他进入幻境之中 可见施展幻术者的实力 怕是比他还要强一些 但让徐清心中震撼的是 地球上居然还有这种存在 应该不会吧 不是说最强的 也就几个九阶五帝吗 徐清越想越不对劲 看了看旁边 正在浑身颤抖的旗下哥 他应该也进入了幻境之中 徐清瞬间就明白 这应该也是考核的一部分 索性也就没有打破他的幻境 唉 早知道这么无趣 就不应该那么早打破幻境 看看那幻境到底要如何演变 徐清叹息一声 索性照出小须迷界 直接进入了当中 山脉迷雾之外 弹池看着镜像中消失的徐清 以及那悬浮于空中的洁白光球 惊讶到 那是灵兽 而且还是空间属性灵兽 虽然外形很奇特 但弹池 却看到徐清手 掐召唤阵的情景 所以断定 那绝对是灵兽无遗 只是他没想想到 徐清居然还有罕见的空间属性灵兽 不过 他居然这么快摆脱了幻境 真不愧是那两位的儿子啊 还有段宇那个小子 似乎在被拉入幻境中的一刹那 就被他摆脱了出来 警觉性这么高的吗 感觉就像是个阅历 丰富的老怪物一样 有意思 今年居然出现了这么两个 有意思的小辈 而且两个 还都觉醒了 九星资质本命灵兽 将来必然会成为一代五殿 尤其是徐清 以他的天赋 一旦有合适的资质进化师 和培育师传承 说不定将来 地球御寿师成神的机会 就在他身上 弹池看着消失的徐清满 是激动之色 22%的药材清合度啊 就是在星空之中 这种人都被称为 资质进化师一脉中的绝世妖年 此刻那片山脉之中 也只有徐清和段宇两人 没有进入幻境之中 其他人全部进入了幻境 而幻境的目的在于 考核星星 会不会因为某些诱惑 投身入邪教御寿师之中 成为他们的卧底 毕竟在星空之中 前有敌人 后无缘兵 一旦出现内奸 那将是十分恐怖的事情 而此次考核的 最主要目的便在于此 幻境之中 会出现各种诱惑引诱众人 成为邪教御寿师 并让他们 完成邪教御寿师 交给他们的任务 如果能抵挡得住 或者说 哪怕是回头是岸 都能通过此次考核 但如果深陷其中 并学习了邪教 提升资质的秘法 那此次考核 便彻底的失败了 徐青进入了小虚迷界 吃着烤肉 喝着啤酒 好不快活 算了算时间 也差不多了吧 该出去了 徐青伸了个懒腰 然而 当他走出小虚迷界的时候 却发现 骷髅头内 已经不见了 旗下哥的身影 没通过考核 徐青疑惑道 如果是那样 可就遗憾了 自己还想和他 深入交流蝌蚪 是如何游动的 生命是如何诞生的呢 可当他走出骷髅头 他便发现了不对劲 在他的感知中 这片山脉 居然出现了 许多妖兽 什么情况 这是在考核实力 不对 这些妖兽实力很强 最强的 已经达到了四界 徐青惊讶 这些考核学员中 除了自己最强的 似乎也就是二界的段语 可就算他是轮回者 应该也不是四界妖兽的对手 更别说 其他一界狱兽师了 所以 这些妖兽并不是考核的一部分 果然 在混沌众同之下 徐青看到了那些妖兽 似乎正在追逐 这一个考核学员 正是黄毛沃特斯 第83章 血属性灵兽 那家伙 怎么招惹了这些凶兽 徐青皱眉 按理说 这里是考核地点 不应该会出现大规模凶兽 但现在偏偏出现了 那只能说明 沃特斯那家伙 干了什么让这些妖兽愤怒的事情 他是摸了老虎屁股了 还是什么 不过 徐青不想多管闲事 直接在原地等待考核结束 徐青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还以为你被淘汰了呢 旗下哥的声音 突然自对面尸体缝隙中传来 此时的他 可谓狼狈不堪 浑身污渍 恶心不已 我怎么可能会被淘汰 倒是你 怎么跑到那种恶心的地方 徐青惊讶看着对方 还能为什么 还不是那个黄毛偷了一颗灵兽弹 惹得那些妖兽在考核之地胡乱冲撞 不得已 我才躲到了这里 旗下哥愤生说道 原以为通过了幻境之后 就能安心等待考核结束 谁能想到会突然出现这么一出 逼得他不得不躲进尸体堆中 不过经过几天的适应 现在除了觉得脏一些 倒也没什么了 徐青好奇道 什么灵兽弹 居然惹得那么多妖兽围攻他 一颗血属性灵兽弹 段宇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不远处 开口回答道 他的目光望向徐青肩头 漂浮着的小须弥剑 眼神中露出惊讶之色 这种万古都难得一见的灵兽 居然会出现在地球这种平级的星球上 血属性灵兽弹 西游属性 徐青惊讶了 你家伙运气可真好 居然连这种东西都能碰到 段宇道 血属性是很强大的属性 属于欲战欲勇的那种 甚至当气血沸腾到一定程度 拥有跨境而战的强大力量 但众所周知西游属性通常很难进化 而且技能难以得到 可现在如果考核老师不出手 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触碰了灵兽弹 他的身上已经沾染上了灵兽弹的气息 再加上这次出现的凶兽很多 那就说明 那颗灵兽弹的父母 可能是几位强大的存在 所以能号令得了这里所有凶兽 他的下场只有被凶兽追杀致死 段宇摇了摇头 那颗灵兽弹是好东西 但也得有命去拿呀 血属性灵兽弹 徐青摸着下巴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灵兽 虽然系统商城中 也有各种属性灵兽弹 可那要钱啊 他现在正在努力攒钱 要培育出一只神级灵兽 而距离提升到神级资质 还需要五千万左右课金点 可谓任重而道远 所以 每一分钱都要花在点子上 能自己封一足时的 就绝对不能从商城中购买 嘿嘿 既然如此 那颗灵兽弹 我要了 徐青一笑说道 就算不是自己满意的灵兽种族 以后用来售卖 也是不错的选择 没道理放过挣钱的机会啊 徐青你疯了 现在就算你抢到那颗灵兽弹 又能如何 还不是要被受到灵兽无穷无尽的追杀 旗下哥担忧说道 呵呵 没事 我有我的办法 徐青一笑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这家伙 还想让我给他生猴子 结果就这么直接丢下我了 果然 来人都是大猪蹄子 旗下哥记得直跺脚 他真的是和我们一起 觉醒的本命灵兽吗 段玉看着徐青消失的方向 怎么真的有人将灵兽 培育得如此之快 徐青施展了战绩 奔雷闪 只是刹那间便出现在了 正躲在尸体堆中的沃特斯附近 沃特斯跑不动了 他只是一阶遇寿尸 又怎么能躲过 三阶四阶凶兽的追杀 所以 他干脆躲在了 腐烂的血肉之中 借助腐烂的气息 躲开凶兽们的追杀 而此刻 徐青的出现 顿时引起了周围凶兽们的注意 一个个嘶吼 猙獰着脸庞 朝着徐青冲杀过来 有尾巴燃烧着火焰的围火虎 有御风二行的疾风魔狼 更有闪电鞠 铁骨蛇 紫禁一师 兵甲地龙等 凶兽蜂拥而至 凶兽与人类的关系 一直很矛盾 人类既不能灭绝凶兽 因为他们产下的蛋 是御兽师们契约灵兽的来源 又不能让他们泛滥成灾 所以只能抑制他们的成长和数量 这些低等级凶兽 自然伤不到徐青分侯 被他轻易之间便压制住了 突然 徐青不经意间打出一掌 瞬间将沃特斯所有的尸体震得粉碎 将躲在当中的沃特斯 暴露在了凶兽眼中 OMG 沃特斯一声怪叫 自己隐藏得这么隐蔽 怎么就被发现了 好 一只只凶兽 顿时停下攻击徐青的动作 转头猙獰地看着沃特斯 要玩 沃特斯煞时间脸色苍白无比 看着一只只虎视眈眈的凶兽 他浑身都在颤抖 嗨 黄毛 赶紧将零售弹交给我 我帮你引走他们 徐青突然喊道 徐青 沃特斯这才看到旁边的徐青 你要那就给你好了 此时此刻 他也顾不得什么 稀有属性灵兽弹了 直接将怀中抱着的灵兽弹 扔给了徐青 灵兽 血灵猴 未孵化 等级 一阶 呈长度0% 属性 血 种族资质 技能 无 徐青接住灵兽弹 通过系统 顿时看到了灵兽弹的属性 猴子 徐青瞬间就想起了自己的美猴王套装 这不刚刚好吗 看到徐青接住了灵兽弹 沃特斯果断跑路 你最好将身上沾染的灵兽弹气息遮掩一下 不然可能还会被追杀 徐青好心提醒一句 你管好你自己吧先 沃特斯头也不回地喊道 再次钻进了旁边腐烂的尸体之中 好好好 看到灵兽弹再次被人类拿到 凶兽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一个个发疯般地朝着徐青冲了过去 哎 有什么用呢 徐青摇了摇头 一巴掌拍下 顿时将一只三阶凶兽斧狮拍死 一脚踢出 侧面的几十只凶兽 直接如炮弹般地飞向远方 真是无趣 徐青直接照出了四阶的剑影玲珑和心腾生死连 交给你们了 这两只灵兽还没怎么出过手 除了当初在宁城市外面的山脉中历练时出现过 之后再也没有过战斗 但以后 要让他们逐渐露面 并成为自己明面上的主要战力 第84章 考核结束 至于等级 现在两只灵兽 多多是四阶呈长度100% 现在还没到全面提升实力的时候 全部提升到九阶 就真的有些太惊世害俗了 啊 剑影玲珑发出龙银声 一对银色羽翼猛然一阵 无尽半透明银色 剑影自语意之下击射而出 这一颗的剑影玲珑化身剑影源头 倒倒剑影刺向周围包围住他们的凶兽 九星技能容易剑影 扑辞 四阶呈长度100%的灵兽攻击力强大无比 那些低于四阶的凶兽根本抵挡不住 一倒倒血光自他们身上标射而出 一个个庞大的身躯顿时倒地不起 有凶兽丝鸣 自天空中俯冲而下 眼神凶利 巨大的力爪上寒光绽放 能量涌动 刺向剑影玲珑后背 扑辞 可下一瞬 他的身躯便被一根长满黑白莲花的藤蔓刺穿 而后庞大的身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干扁 正是星腾生死联的技能生命吞噬 这个技能可以吞噬 对方体内的一切能量补充几身 所以在战场上星腾生死联的能量 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而且四节呈长度100%的 他每一根藤蔓长度 几乎都达到了160米左右 覆盖的面积可谓相当之广 此刻他的直条舞动 如绿色的海带一般在空中舞动 但凡被他刺穿的凶兽 要么把被吸干 要么被他黑莲上释放的死亡之气 入侵致死 正是技能死亡侵蚀 而且目前他的藤蔓有四根 如同四根触手一般疯狂猎杀着周围凶兽 许是很久没动手的缘故 星腾生死连招招致命 以捅一个准 卧槽 徐青这家伙实力好强啊 躲在俯视中的沃特斯 看到斩杀的徐青顿时 瞪大了眼睛 四节凶兽居然在他的灵兽手中不堪一击 M嘎的 这真的是今年才觉醒的学生 沃特斯陷入了深深怀疑之中 而在不远处 旗下哥也瞪大了眼睛 他本来担心徐青出事 所以拿着灵器偷偷潜了过来 结果徐青就像个无视人一样 站在那里看着怀中的灵兽蛋 而他的两只灵兽居然在大沙特杀 怪物啊 真的是怪物啊 明明和我们一起觉醒的灵兽 他为什么成长得这么快 旗下哥不自觉地吞咽一口口水 两只四阶灵兽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段宇更加震撼了 之前光是那只四阶翼龙形态灵兽 就让他震惊不已 而现在居然还有两只 莫非他那90%的受体亲和度是真的 所以他才能如此快地培育灵兽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相当恐怖了 就算是他前世都没有听说过 这种恐怖存在 别说90%了 就是20%以上都少得可怜 否则也不会被称为绝世妖孽了 而且每一个都是宇宙中 鼎鼎有名的大人物 或许我应该与他交好 而就是这时 一道遮天蔽日的身影降临 正是弹池的遮天云雀 巴结灵兽的恐怖气息骤然降临 瞬间让那些正在攻击徐青的凶兽们 瑟瑟发抖地匍匐在地 唯有他的两只灵兽做出一副 随时要大打出手的架势 他们两个虽然不是对手 但他们身后有人啊 考核结束 所有人准备离开 弹池大喝一声 声音中充斥着能量 回荡在考核的山脉之中 他的目光看向心疼生死莲和剑影玲珑 嘴角微抽 这两只灵兽还真是不怕死啊 跟他们的主人一个性格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妈的 太恶心了 比粪坑还要恶心 老子差点被这里的恶心的环境劝退 但好在 我坚持下来了 哎 我的考核失败了 幻境中 我没能抵挡住美女邪教御寿师的诱惑 居然在梦境中和 对方上了床 还帮助对方完成了任务 虽然还没有宣布考核结果 但一些人 已经知道自己失败了 适应这里的环境 只是最基础的 幻境才是真正的考核 老师 你为什么不早来一些 早来一会儿 那颗灵兽弹 就是我的了 沃特斯看着徐清怀中 抱着的灵兽弹 有些抱怨说道 弹池看了他一眼道 那你知道 我为什么没有出手吗 why 因为你明明没有能力 守住那颗弹 可你还是不自量力地想要 强行得到它 那最终的结果 只有死路一条 而徐清不一样 他的实力很强 所以他可以守住那颗弹 就算继续在这里 拖延下去 也是一样的结果 做事要做自己能力之内的事情 要对自己的实力 有个清楚的认知 否则在星空之中 很容易丧命 弹池平静说道 但心中却在负费 徐清那家伙 是真的坏啊 明明使用了卑鄙的手段 逼沃特斯 交出了零售弹 但对方还一无所知 甚至心中 还有点感谢徐清的救命之恩 返回昆仑城的路上 弹池公布结果 有大半人都被淘汰了 除了一开始 受不了环境的几个人 几乎都是 在幻境中迷失了自我 加入了邪教 并为他们完成了一些任务 这些任务 可能是盗取什么机密 又或许是打探什么情报 又或者杀个人 这些事情一旦开始 便再也停不住了 哪怕你们 没能通过考核 我也希望你们 能引以为戒 在以后成长的道路上 要有一颗坚定的心 哪怕面对邪教的种种诱惑 也要坚守自我 否则终将步入深渊 也算是没有白费 在这么恶心的环境中 待了这么长时间 弹池对那些 没有通过考核的学员说道 是 我们谨记教训 遮天云雀速度极快 莫多久就返回了昆仑城中 徐清刚刚换洗完衣服 秦硕两人便找到他急切问道 结果如何 还能如何 我的能力通过一个考核 还不是简简单单 秦硕笑道 看来 我们即将踏上前往星空的道路 还有些期待呢 他想去星空 见一见他哪位从未谋面的父亲 最好是能揍他一顿 敖苏打开折扇摇头道 恐怕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这几日听闻京都玉寿师公会派人 前来调查韩牧川之死 怕是会影响我们启航的时间 第85章 突发状况 哦 京都玉寿师公会来人了吗 徐清眼睛一亮 希望他们最好能来招惹自己一下 然后他就有了光明正大抢劫他们的理由了 毕竟京都玉寿师公会高层都超级有钱 打劫一个都够他努力很久了 他们是要来找我吗 徐清问道 敖苏道 肯定会的 毕竟韩牧川之前和你发生过一些不愉快 而且 对方可是八街玉寿师 想要杀八街玉寿师 至少也得是八街才行 所以 就连弹池前辈恐怕都摆脱不了嫌疑 而弹池前辈一旦耽搁 我们前往星空的时间 肯定就会被拖延 徐清眼睛微眯 他可不想前往星空的时间被耽搁 所以还是速战速决吧 看来有必要换个身份 快速解决此事了 这时 电话突然响起 是弹池打来的电话 徐清快来一下 麻烦来了 电话那头 传来了弹池严肃的声音 是玉寿师公会的人要问话吗 不是 是寿巢 寿巢 哪里来的寿巢 徐清疑惑道 而且 这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为何还要 让我去一下 来自昆仑山深处的寿巢 领头的乃是一只九街血灵猴 血灵猴 徐清一愣 急忙说道 难道是我得到的那颗灵兽弹的父母来了 有很大几率就是 所以 你快过来 将那颗灵兽弹还给对方 或许还能平息对方的怒火 我知道了 徐清挂断电话 你拿了凶兽的灵兽弹 秦朔两人也听到了电话中的声音 徐清点头 看来的 请清帝前辈出来解决了 什么 清帝前辈在昆仑城 敖苏惊讶道 你们在这里 我去去救回 说完 徐清身上雷光一闪 瞬间消失在了这里 看着徐清消失的身影 敖苏突然虎曲一震 惊声道 卧槽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我知道韩牧川是怎么死的了 肯定是被清帝前辈弄死的 不然除了战地级别强者 又有谁能在 翘无声息之间 斩杀巴结的韩牧川 秦朔轻哼一声道 事有如何 难不成御寿施工会的那些 还敢在清帝前辈面前 说一个不字 以清帝前辈的实力 哪怕端了 京都的御寿施工会总部 又有谁能挡得了 他对当初 韩牧川的所作所为 相当不耻 堂堂御寿施工会 副会长 为了报复别人 居然做出断人财路 这种小人行径 完全不服他的身份 这倒是 敖苏点头 走吧 我们也去看看兽巢 在瞻仰瞻仰 清帝前辈的无上风采 两人也离开了酒店 前往了兽巢袭来的方向 此刻 在昆仑城与昆仑山之间 黑压压的凶兽 铺天盖地而来 天空上 地面上 密密麻麻的 都是凶兽身影 有的体型娇小如幼童 而有的则大如山月 随着它们移动 天地都在震动 强大的能量 自它们身上爆发 催枯拉朽 震散了天穹上的云层 所过之处 山脉都被摧毁 嘶吼声如雷鸣般 响彻九霄 而走在最强方的 赫然是一只体型 看起来并不大的血色猴子 正是九阶妖兽 谢灵猴 没想到连九阶凶兽都出动了 看来这次昆仑城 真的危险了啊 齐拓虽然脸色凝重无比 但也照出了 他的两只八阶灵兽 木属性天青牛蟒 金属性泰坦巨猿 作为镇守使 在城内所有人 未离开之前 他绝不会弃城而逃 而在他的身后 一排有一排 数以万计的镇守使 都照出自己灵兽 严阵以待 一个个神色肃穆 弹池露出诧异之色 这老头 居然是一位 八阶二节御兽师 看样子 是我们这次考核惹出的麻烦 只希望徐青赶紧过来 将灵兽弹还给对方 弹池也照出了 他的遮天云雀 没用的 这些凶兽向来喜欢人类 他们既然已经出动 九届凶兽 必然会倾覆整个昆仑城 齐拓看向身后城市道 只希望他们 能快速撤离 少些伤亡吧 哼 弹校长 这次事件 你们星空学院 可要负主要责任 如果有机会返回京都 我会将此事 如是汇报给上面的 从京都而来 负责调查韩牧川之色的 玉兽师负责人盟军陈生说道 这也是一位八阶玉兽师 而与他同来的几个玉兽师 同样都是被八阶强者 本来正在调查韩牧川事件 结果发现了这里的兽巢 没办法 是有轻重缓急 只能先阻挡兽巢了 哼 汇报就汇报呗 我们也不知道 那颗灵兽弹 会牵扯出九阶凶兽 如果知道 那颗灵兽弹的父母 是一只九阶凶兽 他说什么都不会让徐青 将那颗灵兽弹拿出来 地面震动 凶兽停留在了 距离昆仑城几百米开外的地方 场面显得有些静谜 准备 他们要进攻了 齐拓沉声说道 他眯着的眼睛中 绽放出光芒 吼 伴随着九阶凶兽 血灵猴的一声怒吼 在他身后 如海潮般的凶兽嘶吼 这朝着昆仑城冲击过来 杀 齐拓大吼一声 率先带着自己的 两只八阶灵兽 杀向前方 弹池和盟军等人 以及后面的镇守使们 也不犹豫 直接带着灵兽杀了过去 遮天云雀巨大的羽翼震动 滔天的灰色云雾 如海潮般席卷向凶兽一方 遮天云雀买是云属性灵兽 他释放的云雾 拥有阻挡对方视线和感知的作用 一瞬间 许多凶兽被云雾吞没 而遮天云雀冲入云雾之中 顿时大开杀戒 一只只凶兽的尸体 从空中坠落 但高等级凶兽 拥有较高的智慧 懂得属性克制 有风属性凶兽施展技能 吹起道道强大的龙卷风 瞬间将云雾吹散 刹那间 遮天云雀和几只凶兽 厮杀在了一起 而弹池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柄九环大砍刀 朝着前方凶兽杀了过来 来吧 崽子们 让你们见识见识你 谭大爷的厉害 大刀锁过之处 几十米的刀光绽放 斩向冲过来的凶兽 卧槽 不愧是从星空回来的 出手就是九阶灵气啊 齐拓羡慕无比 这种东西在地球 可是相当罕见 哈哈 齐老头 你要是愿意跟我去星空 到时候 我送你一件九阶灵气 弹池一刀劈碎 轰击向自己的球形能量欲 拦腰斩断几只凶兽大笑道 第八十六章 越战越强血灵猴 齐拓撇了撇嘴 道 我已经老了 打不动了 去星空的机会 还是留给年轻人吧 弹池呵呵一笑 这老头竟说瞎话 明明作为八阶二节 玉兽师实力强的过分 居然还说什么打不动的话 此刻战场上 玉兽师们与凶兽厮杀在一起 各种能量漫天激荡 光芒照耀九天苍穹 抛开九阶血灵猴 这个恐怖存在 其他凶兽并不足以 让玉兽师一方感觉恐惧 尤其是今日 他们这里还有好几个 八阶玉兽师 没多久 几只八阶灵兽便各自对上了同等级的凶兽 但八阶的玉兽师们 除非有高等级灵器或者战技 几乎不是同级别凶兽的对手 只能对战第一级的凶兽强者 但在场几个八阶玉兽师都非同一般 依靠强大的灵器或者战技 都能与同级别的凶兽交手 而其他玉兽师们 也指挥着灵兽与凶兽们 厮杀在了一起 虽说灵兽弹来自于凶兽 但自从被玉兽师们契约的那一刻 对立的方向 好 看着那些人类居然挡住了自己的手下 血灵猴发出一声怒吼 顿时化作一道雪光 朝着距离他最近的齐拓杀了过去 老齐 小心 弹池急忙大吼一声 最让他们恐惧的强者终于出手了 齐拓瞳孔一缩 心脏剧烈颤抖 九阶凶兽速度太快 根本让他来不及反应 便瞬间出现在了齐拓的眼前 糟糕 看着对方并不大 但却蕴含无穷力量的手掌 朝着自己攻击过来 齐拓暗叫不妙 他根本躲不开这一击 当 一声巨响出来 强大的能量波瞬间席卷四周 将周围许多灵兽和凶兽 齐齐卷飞了出去 就是齐拓也被震得连连后退 五脏六腑剧烈翻涌 就像要吐血一般 谁 弹池几人手下动作猛然一顿 震撼地望着能力冲击的中心 只见那里烟尘散去 一条黑色蛟龙出现在了那里 而他的爪子 正挡住了那只血灵猴的攻击 九阶蛟龙 这是哪位战帝 弹池惊讶 据他所知 似乎没有哪位战帝的灵兽 是蛟龙啊 飞龙倒是有那么一只 但那位应该坐镇在星空之中 才对 是青帝 是保护徐青的那位青帝 盟军几人激动喊道 他们对此有所调查 知道那位拥有两只九阶灵兽 其中一只便是这条黑色蛟龙 什么 这就是那位青帝 弹池瞪大了眼睛 对于这个强者 他只知其名 未见其人 齐拓飞身后退 惊骇地看着那些巨大蛟龙 九阶强者给人的压迫性 实在太强了 孽主找死不成 拿你一颗蛋怎么了 若再不退去 今日杀了你 徐青站在地狱黑雷胶头顶 看着凶兽血灵猴 怒吼一声 猴 后者怒吼一声 再次杀了过来 找死 给我宰了他 徐青沉声说道 本来还想看在 拿了对方儿子的份上 饶他一命 既然他自己这么想死 那就死好了 啊 龙音声响起 黑色的雷霆 在地狱黑雷胶身上闪耀 嘿嘿 终于遇到九阶凶兽来 来吧小宝贝 让大爷我看看你的实力如何 地狱黑雷胶 兴奋无比 他都感觉自己 从来没有尽情的战斗 上次自己的敌手 还没让自己好好爽爽 就被主人一枪捅死了 雷鸣招 今天的雷鸣声乍响 地狱黑雷胶 骤然攻击向对方 吼 血灵猴大吼一声 周身爆发出烟红的血气 如同火焰在燃烧 活脱脱的一个红光赛亚人 双腿猛然蹬地 强大到无比绝伦的力量爆发 将地面瞬间踩出一个百米大坑 嗖的一声 如同一道赤红的闪电 攻击向气势昂扬的地狱黑雷胶 血属性的零兽越战越强 应该能让你占个精心了 徐青对地狱黑雷胶说道 主人放心 这个猴子就交给我大老黑了 地狱黑雷胶信誓旦旦说道 轰隆 刹那间 两只灵兽撞击在了一起 烟红的血光 与黑色的雷光碰撞 将天空都映照成了两种颜色 碰 一击而过 血灵猴瞬间被地狱黑雷胶击飞了出去 恐怖的地狱鸣雷 在他的身上 流下道道血痕 毕竟 后者可是九阶成长度百分之一百的存在 细狗 你行不行啊 地狱黑雷胶嘲讽道 好 血灵猴大怒 身上流出的鲜血 渗透进了他身上的血光之中 让他身上的气势更加恐怖 随后再次杀了过去 轰隆隆 双方瞬间交手在了一起 每一次碰撞爆发出的力量 让周围几个八阶玉兽师 头皮发麻 而这次 血灵猴的战力 明显比之前强大了几分 居然与地狱黑雷胶 大战了十几个回合 才被击飞 这就是九阶战地强者 实力居然如此恐怖 齐拓几人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都还是第一次见到九阶强者大战 不远处的那些灵兽和凶兽 都因为九阶的恐怖气息 而停止了战斗 分别退至一旁 弹池瞳孔收缩 他居然感觉 这只黑胶身上散发的气息 比星空中的那几位 还要恐怖几分 那只有一个解释 这只黑胶的实力更强 没想到在地球本土 居然出现了如此恐怖的存在 他看着黑胶头上 那个戴着鬼脸面具的身影 一脸惊叹 不远处 血灵猴再起站起受伤的身躯 眼中血光绽放 身上血光比之之前 更加强大了几分 再次杀了过来 而这次 他居然和地狱黑雷胶大战的 有来有回 虽然还是处于下风 但却没有要战败的迹象 徐青仔细观察着血灵猴 满一点头 凶兽 血灵猴 等级 九阶 成长度30% 属性 血 种族资质 技能 血战狂 九星 血杀拳 八星 凶兽在刚出生时 也是只有一星资质 但凶兽有属于他们的天赋 他们可以通过不断吞噬 对自己有利的天才地宝 获得资质缓慢提升 据说最开始的资质进化师 就是研究凶兽吞噬天才地宝 才摸索着炼制出了资质进化液 不过相比于人类的资质进化液来说 他们这种资质提升的速度 就显得有些慢了 哪怕是一阶到二阶 都据说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 但也有好处 似乎凶兽们没有资质提升失败一说 或许这就是得与失吧 而这也是凶兽和人类的矛盾之一 因为人类的出现 大量的进化材料被人类抢夺 导致他们原本就进化缓慢的速度更慢了 第87章 昆仑山深处的九阶凶兽 徐青很满意 这个血灵猴种族 随着受伤越战越强 就是不知道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 是否拥有跨境而战的力量 如果再配合美猴王套装 那就更加完美了 如果将血灵猴培育到九阶 搞不好还真有战神之力 徐青点了点头 看来那只血灵猴灵兽弹 他是绝对要契约了的 见到从一开始一招不敌到现在的势均力敌 地狱黑雷焦知道自己不能再玩下去了 否则搞不好还真的就玩拖了 当即释放了自己的九星技能雷龙吐息和地狱鸣雷击 这两个技能都是单体攻击力最强的手段 血沙拳 面对对方的这一击 血灵猴也毫不保留地释放出了自己最强攻击技能 不过他的这一击乃是八阶技能 威力上自然比不上九星技能 雷龙吐息与血沙拳碰撞在了一起 耀眼的光芒将天地分为两色 血灵猴的攻击瞬间被击溃 身躯倒飞出去几百米 在地面上留下一道道深深的沟壑 但他还没来得及站稳 一道犀利的黑雷骤然从天空降落 恐怖的力量仿佛能撕裂空间一般 最后狠狠地劈在了他的脑袋上 顿时在血灵猴的脑袋上留下几道争鸣伤口 都能隐隐看到里面的脑浆 这一击瞬间让血灵猴失去了战力 躺在地上浑身抽搐 吼吼吼 那些跟随血灵猴一起杀向昆仑城的凶兽们 顿时发出嘶吼声 一个个四散逃 他们的首领已经死亡 他们也不敢再留在这里 尤其是对方还有一只九阶强者 杀 但那些镇守使们可没打算就此放过他们 立刻紧随其后杀向那些落荒而逃的凶兽 昆仑山的凶兽每隔几年都要袭击昆仑城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而这次是个让他们元气大伤的绝佳机会 说不定经此一战 能让昆仑城在未来太平很多年 一群镇守使们追杀着那些凶兽 就连齐拓几人也不例外 指挥着灵兽追杀着一些强大的凶兽 没了血灵猴 凶兽们群龙无首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没多久便被追杀进昆仑山深处 徐青没有进去 他的问题是血灵猴 现在已经被解决了 其他的跟他没什么关系 解决了他 收工回酒店 徐青对地狱黑雷交说道 但就是这时 一遍陡声 几股恐怖的气息 自昆仑山深处爆发 如滔天浪潮般 席卷向昆仑山外围 徐青骤然转身 混沌重彤 看向昆仑山深处 眼神微眯 齐拓等御兽师 骤然停住了突进的脚步 脸色差那一变 昆仑山深处 还有九阶凶兽 那几股气息强大无比 丝毫不逊色于血灵猴 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出现一只九阶血灵猴 就已经让他们无力了 现在却还有不止一只 糟糕 我们太过深处的追杀凶兽 惊动了深处的强大凶兽 快退 弹池大吼一声 几人立刻施展逃命武器 朝着昆仑山外面狂奔去 但已经为时已晚 银色雷光闪耀之间 一只斩翅几十米的闪电雕 瞬间出现在了他们头顶 巨大缠绕着雷电的爪子 猛然抓向弹池 卧槽 霸天七杀 弹池自知无法退却 体能能量浩荡 涌入手中九环大刀之中 一刀朝着抓下来的闪电 雕劈了下去 刹那间 层层叠叠七到百米长的 巨大斩击斩 向空中迎面来的凶兽 这是弹池最强九星战技 一刀更比一刀强 第七刀可斩九阶 此刻他爆发出了全部力量 但也只能斩出这一刀 体内能量已经被抽干 如果对方不死 那死的就是他 好恐怖的战技 居然有媲美九阶凶兽的恐怖力量 盟军惊叹一声 这就是来自于星空中的战技吗 果然匪夷所思 这一击 说不定真能斩杀这只九阶凶兽啊 奇作欣喜说道 弹池所展露出的手段 果然不是他这个地球御守师 可以媲美的 如果有机会 或许自己也应该去星空看看 然而 在所有人充满期待的目光中 闪电雕身上 银色雷光闪耀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完了 弹池脸色一白 身体彻底虚脱 半跪在地上 没想到我没能站死在星空之中 却要站死在地球上 想想 还真的有些不甘呢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都是站死 天下青山都一样 看着再次出现在他头顶上方的闪电雕 弹池闭上了眼睛 动 一声沉闷的声音突然响起 还不等弹池睁开眼睛 便直接被这股能量冲击的 如同一颗石头 滚向远方 是青帝 不远处 齐拓几人看着突然出现的身影 脸色一洗 现在 想要挡住九阶凶兽的 或许只有这位了 喂 做个交易如何 我替你们灭了这几只九阶凶兽 你们支付我一笔用金如何 徐青带着猙獰的鬼脸面具 站在黑胶头上 望着齐拓几人说道 前辈 现在是说这种事情的时候吗 齐拓无语 这都火烧没毛了 这位前辈 怎么还有心思谈钱 而且 对于这种九阶强者来说 钱还有意义吗 越是这种时候 越要说清楚 不然回头 你们不认账怎么办 此刻 徐青手持银色长枪 从地狱黑雷胶头上跳了下来 任由他与闪电雕战斗 作为一只成熟的灵兽 应该具备自己战斗的能力 而且 两个都是雷属性 还都会雷光闪这种近乎瞬移的技能 这种战斗 很适合大老黑 果然 两个九阶 存在在天空中不断战斗 不断瞬移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只能看到一道道能量在天空中爆发 但却看不到他们身影 如何 徐青再次问道 前辈 我同意 晚辈虽然没有联盟币 但有几万星空币 如果前辈需要的话 晚辈就全部给前辈了 弹池灰头土脸 站起身喊道 星空币 徐青眼睛一亮 这可是好东西啊 主要是兑换比例很高 哪怕是最差的星空币 都能一比一的兑换课金点 好 事后你 交给徐青就可以了 本地之所以需要钱 都是为了能更快地培养他 第88章 开口十万亿 我们也愿意给钱 齐拓几人也喊道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本作又不是在打劫你们 我这是等价交换 用金钱交换你们这些人的性命 想想吧 这里有多少预售师 他们的性命又值多少钱 徐青那叫一个兴奋啊 本以为打完收工了 没想到还能挣点外快 他可真的太感谢这些九季凶兽了 如果可以的话 他会尽量让他们死得痛快一点 还有最深处的那个 没有露面的大家伙 让他都隐隐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齐拓很为难 因为在他眼中 自己的这些下属 可都是无价之宝啊 这让他如何出价 既然你不好开口 那我说个价 你看如何 我也不要多 就要个十万亿 你看如何 毕竟韩牧川一个人 都能有四万多亿 他们这么多人 凑个十万亿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十万亿 齐拓瞪大了眼睛 差点咬到自己舌头 卧槽 他是怎么敢开口的呀 虽然预售师挣钱很容易 而作为八戒预售师的他 这么多年 也有几千亿的存款 但对方开口就是十万亿 这商标符号 何止是狮子大开口 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啊 你们可要快点考虑啊 因为又有九阶凶兽出现了 徐青平静说道 前辈我们答应了 感受到几道奇奇爆发的恐怖气息 齐拓还没有回答 从京都而来的盟军几人率先回答了 虽说十万亿有点多 但他们出大头 其他预售师们再出一部分 然后再让昆仑城拿一部分 也不是凑不够啊 再说了 相比于性命而言 区区一点钱算什么 没了以后 再争就可以了 好 前辈 我们答应了 就十万亿 齐拓肉腾说道 徐青点头 果然 京都人就是有钱 随后感叹一声道 哎 本地不爱钱 本地对钱不感兴趣 这一切都是为了徐青那个 天才能快速成长啊 否则 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而这十几道恐怖到难以想象的气息 自昆仑山深处爆发 正坐大山都在摇晃 不过片刻 几个庞然大物便显露出了身影 长着一双巨大翅膀的白色猿猴 天鸾白猿 拥有三根尾巴 浑身散发着黑气的蝎子 三尾魔险 又有金刚巨甲龟 大地之雄 踏云神牛 五 五只九阶凶兽 这一刻 齐拓等人 不由自主地吞咽着口水 身体颤巍巍地后退 这样的情形 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完了 完了 盟军几人脸色苍白 如果只是一两只 或许青帝还能挡住 但这么多九阶凶兽青帝 就算有两只九阶灵兽 也不可能挡得住啊 里面那个大家伙 全部出来 这是看不起本地吗 待会儿打爆你的脑袋 把它制成装饰品 不过 本地倒是很好奇 这昆仑山之内 为何会诞生出 这么多的九阶凶兽 难道与那个奇怪的东西有关 在他的混沌重彤之下 发现了一些莫名的东西 可惜他不知道 那到底是何物 听闻此言 齐拓几人更是浑身冰冷 青帝什么意思 是说 在昆仑山深处 还有一个比这几个九阶凶兽 还要恐怖的存在吗 好 天鸾白猿 看着已经没了气息的血灵猴 顿时发出一声滔天的怒吼 那可是他的最佳战斗伙伴 现在就那么死了 后背出巨大的白色羽翼 猛然震动 顿时化作一颗洁白的光 朝着徐青杀了过来 血属性的凶兽吗 刚好本地有专刻你的灵兽啊 天鸽精炎瞬间被他召出 金色的火焰熊熊燃烧 让虚空都在扭曲 天鸽精炎瞬间放大 一只巨大的金色拳头 自火海中轰出 迎上了极昼而下的天鸾白猿 九星技能 火拳 轰隆 血与火的冲撞在天空中绽放 顿时让一半天空金光灿灿 一半天空雪白一片 飘落着额毛大雪 但也只是瞬间 火光席卷 瞬间将天鸾白猿包裹在内 虽然都是九阶 但天鸽精炎 可是九阶成长度100% 而且 火属性克制的对方的血属性 天鸾白猿的惨叫声 顿时自火光中传来 猛 一声牛叫传来 踏云神牛角踏祥云飞上高空 支援天鸾白猿 只见他的鼻孔中瞬间喷出两团巨大的白雾 朝着天鸿精炎笼罩过去 小心 这白雾拥有侵蚀精神力的作用 徐青急忙沟通天鸿精炎 免得他吃了亏 云属性灵兽的云雾本身就有屏蔽人视线 阻隔人精神力的作用 而这种踏云神牛 更是开发出了强大的精神攻击招式 不容小觑 可恶 一只凶手 居然都能掌握如此强大的技能 弹池看得羡慕不已 这种技能在星空中也有售卖 但太贵了 他买不起 扑轰 天鸿精炎不敢大意 瞬间收拢身躯 露出当中被烧得有些焦黑的天鸿白猿 吼 后者怒吼一声 刚刚一时不慎 居然吃了大亏 让他心中发怒 现在连同踏云神牛一起攻击向对方 狂暴的能量自体内爆发 这片天地瞬间下起鹅毛大雪 这可不是普通的雪花 每一片当与异物触碰时都会发生剧烈爆炸 而且这些雪花还能收踏天神牛控制 进行自由攻击 看到这一幕 三尾魔仙 大地之雄 金刚巨甲龟将目光投向了徐青 只要解决了这个玉兽狮 他的灵兽一旦陷入狂暴 必然更好斩杀 轰隆隆 大地颤抖 三只凶兽朝着徐青围攻而来 最让奇拓几人恐惧的一刻 终究还是发生了 一个九阶二阶玉兽狮 又怎么可能会是三只九阶凶兽的对手 然而 在他们恐惧的目光中 青帝不仅没有后退 反而口中发出 的笑声 手持银色长枪兴奋地冲了过去 哄 一声震动九霄的巨响传来 奇拓几人顿时惊住了 只见那里 青帝手中的银色长枪枪头 与大地之雄 如房屋般的雄掌撞击在了一起 土黄色的能量与银色雷光碰撞 形成两道巨大的气墙 空间在扭曲 地面在两股能量的冲击下 不断裂开 形成一道深达几十米的沟壑 第八十九章 以翼敌三 轻松压制 挡住了 青帝他居然正面挡住了 九阶凶兽大地之雄的攻击 几人满是不可思议 难道青帝他拥有九阶灵兽的战力不成 就在弹齿几人以为双方势均力敌之时 更让他们悚然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青帝身上突然闪烁起丝丝雷霆 瞬间出现在了大地之雄面前 随后一脚踢向对方胸口 恐怖的力量 居然将如山般大小的大地之雄 踢飞了出去 卧槽 这青帝前辈的战力居然如此勇猛 弹齿惊骇出声 一脚踢飞九阶凶兽 如此力量 就是星空中的那几位都无法做到 而就在徐青踢飞大地之雄时 三尾魔蝎和金刚巨甲龟 已经从侧面攻击了过来 前者的一堆大钳子 能轻易加断钢铁 还有那三条长着倒钩的蝎尾上面 更是布满了剧毒 就是钢铁也被他轻易腐蚀 哄 金刚巨甲龟张口吐出一道金色光柱 轰向徐青 却被后者以奔雷闪轻易躲避 恐怖的金色光柱横击出去 直接贯穿了不远处的一座小山 点星直 徐青再次施展奔雷闪 出现在了对方背部 食指指尖上 一颗散发着洁白星辉的球体 骤然出现 恐怖的气息顿时散发出去 一指落下 点在了金刚巨甲龟的龟壳上 这里并不是最好的攻击地点 毕竟乌龟的龟壳 是他身躯最为坚硬的地方 而确实如此 看到那个人类居然攻击自己的龟壳 金刚巨甲龟眼中闪过一丝轻面 在他们这么多九阶凶兽中 哪怕是血灵猴 和施展了大地之力 加持的大地之雄 都无法对其造成丝毫损伤 但他不知道 此刻站在他龟壳上 这个人的战力 早已超越了九阶的极限 轰隆 一声巨响 震天动地 哪怕强如以防御著称的金刚巨甲龟 也在他这一击之下 发出痛苦的哀嚎 因为他背部的龟壳 居然裂开了道道争鸣裂缝 甚至隐隐能看到里面的内脏 这一幕 不仅让齐拓等人惊呆了 更让三尾摩蝎大惊 此人的攻击力居然如此强大 给我死 徐青得势不饶龟 一掌又拍了下去 九星战机列空掌 金刚巨甲龟 骇然变色 身上金色光芒绽放 瞬间笼罩在背上龟壳 对方攻击太强了 他不得不防御 而在同一时间 三尾摩蝎和大地之雄攻击了过来 前者三条尾巴 犹如三条锁链一般 攻击向徐青 逼得他不得不改变攻击目标 轰隆 一掌机向三尾摩蝎的三条尾巴 顺时间空间都生出一道道细密裂缝 破碎虚空 怎么可能 那是除了空间属性灵兽之外 只有神级强者才能做到的事情 弹池惊呼一声 轻地他难道是神级强者 这一幕让他感到惊悚 这是星空中几位战地强者 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当然 他也就是这么想想 弹池见过真正的神级强者 对方身上散发的气息 要比青帝恐怖很多 齐拓几人闻言更是震撼 这位青帝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强者 实力居然如此恐怖 裂空掌落下 虚空声出道到裂缝 三位摩蝎的一条尾巴 瞬间被徐青震断 痛得他连连后退 而这时 大帝之熊的熊掌攻击而来 此刻他的身上 绽放着黄色光芒 双脚扎根在地上 大帝之力施展 源源不断的能量传送向他的身上 让他的攻击力 比之之前更加强悍几分 掌握了大帝之力的凶兽或者灵兽 只要站在地面上 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还稍微像点样 比其他几个强多了 徐青一笑 手持雷鸣枪 与对方交战在了一起 双方每一次碰撞 都有让八阶御兽师们 心计的力量爆发 好强啊 一翼敌三 还打伤了其中两只凶兽 更是逼得大帝之熊连连后退 青帝的实力 到底强大到了何种程度 难道他不只是九阶二阶御兽师 如果仅仅是九阶二阶御兽师 绝不可能做到如此程度 因为九阶二阶御兽师 也就拥有九阶凶兽一般的力量 想要与九阶凶兽正面对撞 绝对是九阶四阶御兽师才能做到 未必 也有可能是 青帝拥有某种特殊体质 在体质的加持下 未必不能做到这种程度 弹池深吸一口气说道 此刻 徐青手持银色长枪 不断与大帝之熊对轰 强大的能量 逼得对方节节后退 回去后一定要购买一套枪法战技 不然无法完全发挥出雷鸣枪的作用 徐青想到 而已经受了伤的三尾魔蝎和金刚巨甲龟 也只能在一旁打辅助 但对徐青已经起不到太大的威胁 尤其是他们的物理攻击 根本对已经可以元素化的徐青起不到任何作用 啊 伴随着高昂的龙音声突然响起 众人看去 只见与那条黑胶战斗的闪电雕悲鸣一声 血染长空 庞大的身躯 正在向地面坠落下来 那条黑胶赢了 齐拓几人紧动的心微微松弛 战局似乎正在向青帝一方倾弦 地狱黑雷胶斩杀了闪电雕 立刻驰援向其他战场 看了看天罡金炎那边 他的手段很多 应该不需要我大老黑的支援 我还是去帮主人吧 在天罡金炎面前 天鸾白猿的血属性被克制得死死的 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 如果不是其他凶兽不会飞的话 估计早就交换对手了 看到黑胶飞了过来 大帝之雄三只凶兽顿时慌了 一个人类就让他们束手无策 现在再来一个 他们还有什么胜算 好 但就在此刻 一声长啸自昆仑山深处发出 如鲸鱼的叫声 低沉而悠扬 一瞬间 整个昆仑山的树木都哗啦啦地作响 如狂风刮过掀起丛林巨浪 刹那间 齐拓等人仿佛被什么庞然大物盯住了一般 浑身紧绷 不敢有丝毫多余的动作 只有冷汗自额头上缓缓流下 有大恐怖出现了 终于出来了吗 徐青一枪逼退大地之雄 遥望向昆仑山深处露出兴奋之色 那是什么东西 像是一座大山在移动 距离战场很远的地方 敖苏和秦朔凭着呼吸看向远处 那里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身影 正在缓缓移动 因为距离太远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座大山一样 第九诗章 昆仑山深处的准神级凶兽 咚咚咚 地面剧烈颤抖 如同发生了地震一般 明显 那个庞然大物正在向这边移动 弹池几人冷汗直冒地看着青帝 却见对方将手中银色长枪捂了一个枪花 毫不畏惧地面向昆仑山深处 大老黑 这三只凶兽就交给你了 那个大家伙交给我来对付 这三只凶兽都已经受了伤 不足为惧 啊 地狱黑雷骄嘀吼一声 那个庞然大物也给他一种相当恐怖的感觉 他的身躯猛然摆动 瞬间出现在了三只凶兽身旁 其中 金刚巨甲龟受伤最重 龟壳上不断流淌着鲜血 甚至有内脏出现 而三尾摩蝎三条蝎尾 现在也只剩下一根了 战力锐将 只剩下最后的大地之熊身上虽有伤痕 却还有一战之力 龙音声响起 地狱黑雷骄 率先对金刚巨甲龟发起了进攻 正所谓 柿子先挑软的捏 美女先挑亮的杀 而另一边 随着那个庞然大物靠近 所有人才看清 那个大家伙 居然是一个头顶一座大山的黑色巨猿 他的体型太大了 大山都只能抵达他的大腿处 而在他的面前 人类简直渺小得如同蚂蚁 这是斑山猿 弹池沉声说道 这种灵兽他见过 但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 对方的气息 绝对超过了九阶 但还未达到神级 应该是介于九阶和神级之间的恐怖存在 昆仑山里 怎么会诞生出这种强大凶兽 弹池想不明白 按理说 如今的地球 应该不可能出现这种强大的本土凶兽才对 可偏偏出现了 超越了九阶 那清帝会是对方的对手吗 唉 怎么会将这种恐怖存在吸引出来啊 齐拓不明白 以往那么长时间中 也没有九阶凶兽露面 但这次却出现了 以他们这些八阶玉兽师 怎么会威胁到这种存在 也不一定 人类和凶兽的关系 本就很矛盾 我在星空之中 也见过此种情形 极有可能是他们所守护的 对他们资质提升 和成长有利的净化材料 即将成熟了 而在这个时候 也是他们最敏感的时刻 一旦有风吹草动 他们便会变得暴躁异常 尤其是人类的出现 会让他们本能地认为 这是人类 想要抢夺他们的净化材料 抢净化材料 如同断他们前路 你说 他们能不拼尽全力的厮杀吗 弹池解释道 可惜这些畜生听不懂人话 否则就能向他们解释一番了 齐拓摇了摇头 如果能解释得通 那人类和凶兽之间的战争 就不会一直存在了 庞大的班山猿出现 再看到已经死亡的谢灵猴 和闪电雕石 顿时怒法冲冠 这可都是他最为得力的手下 现在就这么死了 好 一声怒吼 强大的力量震散了天空中的云层 更让齐拓等人顿时感觉 耳膜要被撕裂一般 剧烈的疼痛 让他们面容地扭曲起来 就算是更远处的秦术两人 也都惨叫不已 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脑袋 好恐怖 这商标符号的什么级别的凶兽 敖苏惨叫 但手中高精度摄像机 却清晰地记住了那一幕 上次青帝出手他 没能记录下来 所以 这次他要清晰地记录下 清帝的无敌风姿 也不知道徐清在哪 秦朔担忧道 放心吧 有清帝在这里 徐清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清帝那么器重他 肯定让他藏在什么安全地方了 他们完全没有将清帝和徐清 两人联系在一起 当然 只要是个正常人 估计都无法将两人联系到一起 毕竟两者实力差距太大了 而在另一个阴暗的角落中 几道身影 正虎视眈眈地看着那里的战斗 真是没想到 清帝的战力居然如此恐怖 拥有以一己之力 大战七大凶兽的骇人战力 鸡妹他们死得不冤 血灵猴 闪电雕 再加其他五只凶兽 这股力量放在地球上 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但现在却被一个人剿灭了 让他们不可思议 可惜了 鸡妹那么好的炮架子 那蜜桃屯 那艾四腰 还有那海鲜 商标符号的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想着 那所谓的炮架子 还是看看 待会怎么解决那个清帝吧 以我们几个人 真的有实力斩杀对方 哎 真不该接下组织给的这个任务啊 我们应该庆幸 清帝暴露出了真正的实力 否则真爱我们原计划偷袭徐青 估计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不过 那只班山猿的实力非同小可 清帝未必会是他的对手 到时候 说不定我们可以简陋 嘿嘿 几道身影 躲在阴暗的角落中 看着战场上的一幕 打算来一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凶兽 班山猿 等级 准神 成长度65% 属性 力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石骨杀拳 九星 碎空拳 九星 允星壮 九星 开天神手 九星 徐青眼睛微眯 准神级凶兽 资质达到了神级 而且这技能居然如此豪华 几乎全部都是九星技能 它绝对不是御兽时代开始之后 才诞生的产物 极有可能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因为它看到昆仑山深处 也就是班山猿的老巢 与其他地方非同一般 诞生出一些超乎想象的东西 也在情理之中 好 班山猿一声怒吼 抓起头顶上的山峰 便朝着徐青砸了过来 黑压压一片 似乎遮天蔽日 徐青收起了雷鸣枪 准神级凶兽 一拳就能将九阶灵气彻底摧毁 破空掌 此刻徐青没有任何保留 一掌打出 虚空瞬间生出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比之之前更要恐怖许多 看来青帝之前并没有爆发出权力 弹池喉咙滚动着说道 如此看来说不定还有一线生计 轰隆 虚空震荡 惊天动地的响声爆发 被班山猿抓在手中的大山 瞬间炸裂成鸡粉 遮天蔓的手掌 与徐青那并不大的手掌 对轰在了一起 强大到令人窒息的能量爆发 一道肉眼可见的能量连衣 横扫四方 所过之处 催枯拉朽 数目 巨石 山峰 全在这股能量之下 化为尘埃 第九十一章 小须迷戒辅助 一招斩杀准神凶兽 待到烟尘散尽 方圆万米 已经化为一片废墟 无论是齐拓等人也好 还是地狱黑雷骄 几只九阶灵兽 凶兽也罢 全部被这股强大的能量 席卷向了远方 巨大的裂缝 在地面上蔓延 形成一道道猙獰沟壑 唯独能看到 战场中央处 一个庞然大物毅力在那里 巨大的手掌按在地上 但在他手掌之下 依旧有浩荡的能量 在汹涌 在澎湃 在冲击 咔咔咔 地面处所在的虚空中 一道道如同玻璃裂纹般的 虚空裂缝在蔓延 恐怖的裂缝 将周围土地全部吞噬 露出当中徐青的身影 此刻他依旧站在那里 手掌与班山员巨大的手掌 撞击在一起 两道强大道无与伦比的力量 在碰撞 形成两道洁白的能量波 彼此冲撞着 抵挡着 刚刚只是地面承受不住恐怖的力量 导致徐青陷入了地面底下罢了 但就在这时 班山员的身影猛然弹跳而起 强大的力量爆发 瞬间将地面踩出一个几百米的深坑 别看他体型庞大 身躯却是灵活无比 只见他的身躯 在空中旋转几圈之后 双拳食指交叉 携带着骇人的力量 朝着地面上的人类砸了过去 九星技能 石骨杀拳 徐青眼神一利 右拳紧握 震震龙银声响起 随后九条金色真龙虚影 在他手臂上盘旋缠绕 同样是九星战绩 九龙震天拳 下一瞬 他的身影 自地面之中激射而出 如同一颗炮弹般飞向高空 冲击向半空中 急速而下的班山员 轰隆 啊 巨响声与龙银声响起 九龙震天拳 与石骨杀拳 轰然撞击在了一起 仿若一颗核弹 在高空中爆炸 浩荡的声音震耳欲聋 滔天的能量直冲天际 将天空染成了白茫茫一片 所有人骇然地看着这一幕 头皮发麻 心中发颤 这是何等恐怖的战斗 居然爆发出此等威力 白光之中 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如流星般向下坠落 死了吗 阴暗的角落中 数个邪教九阶御寿师 看着青帝坠落而下的身影 欣喜说道 就算不死 也得重伤吧 兄弟们 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将青帝活捉 吸收了他那两只九阶灵兽的本源 血脉 以及灵魂 杀青帝是他们的目标 但那两只九阶灵兽 也是他们的目标 然而几人刚刚准备动手 只见青帝身上雷光闪烁 整个人瞬间出现在了地面上 而他的身上 居然毫发无伤 卧槽 几个九阶邪教御寿师 猛然顿住了步伐 这个青帝 居然没有受伤 这有天理吗 这有王法吗 他们来自于星空 自然也看出 那只半山猿 乃是准神级的恐怖存在 但他们 是真的没想到 青帝的实力 居然也达到了如此程度 地球上怎么会诞生出 如此恐怖的人和凶兽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按理说 从玉兽时代复苏至今 也不过年前 地球应该无法诞生出 准神级强者才对 别的不说 光是净化材料和培育材料 就已经限制住了所有人 但现在他们却见到了 准神级 果然强大 徐青甩了甩 有些发麻的手臂 刚刚那一击 居然是势均力敌的结果 准神不愧是准神 既然这样 他不想继续交战下去 否则不远处的昆仑城 可能会被他们的战斗 余波摧毁 手中硬绝掐动 小旭迷剑 被他召出 顿时技能世界之力施展 隐隐白光笼罩在徐青身上 更加恐怖的气息 自徐青身上爆发 小旭迷剑的世界之力 是辅助技能 乃是将体内实力的 世界之力 加持在御兽师 或者灵兽身上 从而让他们爆发出 更加恐怖的力量 咚咚咚 班山员用力 捶击自己的胸膛 发出战鼓般沉闷的声音 他的双眼 如同两颗大日一般 盯着下方渺小的人类 口中发出愤怒的声音 这群该死的人类 居然基于自己的宝物 还杀了自己那么多不暇 简直罪该万死 正这么想着 又有凶兽发出哀鸣 那是天鸾白猿 和金刚巨甲龟 两只凶兽陨落了 虽然我一开始 并没有杀你的打算 但为了钱 你也只能死了 徐青向前迈步 可惜他的话班山员听不懂 人类和凶兽之间 并没有办法沟通 班山员仰天长笑 下一瞬整个庞大的身躯 再次高高跃起 随后双手抱住了脑袋 身躯紧紧卷在一起 化作了一颗黑乎乎的圆球 轰隆隆 巨大的黑球从高空中坠落 如同一颗陨石一般 带上呼啸的破空声 扎向徐青 既能陨星撞 这一击若是砸在地上 绝对会引发陨石撞击地球的画面 啊啊 龙音声再次响起 九条金色真龙虚影 缠绕在徐青右臂之上 他再次使用了九龙阵天拳 死吧 随后再次冲上高空 搜 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 一道白光滑过长空 瞬间穿过了班山员形成的巨大黑球 原本卷成圆球的班山员四肢 顿时松散开来 坠落向地面 如果仔细看去 便会发现在班山员眉心处 有一个巨大孔洞 轰隆 一声巨响 班山员那庞大的身躯 砸在了地面上 直接将数座山峰压得坍塌 这 这是将班山员给杀了 弹池震撼说道 不可能吧 班山员明明那么恐怖 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杀 但是 等了许久 众人却也没有看到 班山员的身躯 有丝毫动静 甚至就连生命气息 都彻底消散了 死了 真的死了 齐拓几人瞪大了眼睛 身体僵在原地 不敢动弹 抬头望向天空中的那道身影 居然一击将 强大到超乎他们想象的 班山员秒杀了 卧槽 不妙 我怎么感觉清帝 正望着我们这脸 再次缩回阴暗中的几个邪教 玉兽师 顿时大气不敢出一个 他们感觉情况 似乎有些不对 果然 下一瞬 雷光闪耀之间 一道身影 站在了几人面前 恐怖的压迫力 顿时迎面扑来 让几人有种 要窒息的感觉 啊 给我死 一人受不了这种压力 大吼一声 直接照出了自己 那不满血色珠网的灵兽 第九十二章 给点补偿 就可以了 果然是邪教成员 徐清冷冷一笑 之前感受到这里的 几道杀意 他还好奇 到底是什么人 没想到 居然还有邪教成员 卧槽 你商标符号 正快的赵灵兽干什么 哪怕是邪教 在不照出灵兽的情况下 对方也分辨不出 自己是邪教 结果这货倒好 直接照出灵兽 告诉了对方 自己的身份 既然如此 那就摊牌吧 没错 我们是邪教预寿师 说完其他几人 也齐齐召唤灵兽 哦 那你们就去死好了 徐清眼睛微眯 仿佛又看到了 大把大把的金钱 朝着自己涌来 邪教预寿师是什么 在他眼中 那就是一栋的联盟币 是钱 龙银声响起 九条金龙 自徐清又闭上爆发 轰向了几人 一声剧烈的爆炸之后 一切安静了 九阶欲寿师而已 还不是一拳的事 嗖的一声 徐清徐清出 现在的几人 齐拓等人面前 说到 一切问题的 已经解决了 到时候记得 把钱打给徐清 这些可都是本地 赞助他的 还有 这几个 九阶鞋教育 寿师也一并算一下 到时候都加到里面 至于价格 可以给你们打个9.5折 徐清戴着恶鬼面具说到 齐拓几人连连点头 丝毫不敢说个不字 这就是实力带来的威慑 如果换作其他人 这么跟他们说话 看他们 不给几个大嘴巴子 对了 你们当中有从京都过来调查 韩牧川之死的吗 徐清又问道 回禀前辈 晚辈等人都是从京都 来调查韩副会长之死的 盟军急忙说到 他身后几人嘴角微抽 心中大骂盟军 你呀能不能不要带上我吗 整个昆仑城中 最有可能无声无息之间 干掉韩牧川的 也就只有这位亲弟了吧 让他们调查一位战地 借他们一百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啊 不用调查了 他是我杀的 徐清淡定说到 本来他指望 这些从京都来的人 找自己麻烦 然后 宰掉他们或者打劫了 他们获得一笔财富 毕竟这些京都欲售士高层 都很有钱 但如今这个情景 他们肯定不敢再找自己麻烦了 那就只有另寻他寄了 你们这位副会长厉害啊 居然想要杀掉我看中的人 此事若不给本帝一个说法 那我只能亲自前往一趟 京都欲售士工会总部了 不过到时候 可能就需要你们会长青自相 我解释韩牧川 为何要杀本帝看中的人 难道你们 是对本帝有什么意见吗 清帝的点一句话 都让盟军几人头皮发麻 这狗的韩牧川 居然想要杀掉清帝看中的人 妈的谁给他的勇气 信良的吗 这要是让对方去了京都 那不得将整个京都 都给翻个底朝天啊 就是会长 恐怕都有危险啊 不不不 不敢 我们绝对没有 对清帝有任何意见 此事纯属 是那韩牧川自作主张 与我们御寿施工会 没有任何关系 清帝放心 此事 我们一定会给前辈 您一个交代 也会给徐清小兄弟 一个满意的补偿 盟军满头大汉说道 嗨 什么交代啊 本帝也不是那种 心胸狭窄之人 又岂会与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计较 我所有的愿望 都寄托在了徐清的身上 你们只要将给他一点 当夜寿斤的补偿 就可以了 本帝无关紧要 徐清摆了摆手 脸部红漆不喘说道 毕竟这种事 他也不是第一次干 已经习以为常 是是 盟军急忙应诺 弹池神色略微奇怪 寿斤 卧槽 徐清那夜有寿斤吗 他记得当初 对方返回酒店时 可是脸部红心不跳啊 甚至他都看不出 对方内玩有任何遇刺的迹象 而此刻的欲黑雷骄 和天罡惊炎 也解决了他们的对手 两只灵兽 无论是成长度 还是技能配置 都不是那些 凶兽可以比拟的 斩杀对方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本质不能浪费的原则 两只灵兽 带着几个凶兽兽和 返回了徐清身边 这些兽和 可是一些 灵兽提升资质的进化材料 而且还都是酒阶 价值不菲 尤其是那枚 已经达到准神等级的 班山园的兽和 你们先处理这里的事情吧 本地区昆仑山深处看看 徐清对几人说道 随后 站在地狱黑雷焦头顶 朝着昆仑山深处飞去 这就是准神强者 带来的压迫感吗 感觉都快让人窒息 齐拓长舒一口气 那种感觉就像是 有一座大山 悬浮在自己头顶 压得人喘不过气 不过还好 这位清帝 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就是清帝的无敌之姿 连那只恐怖无比的班山园 都一拳斩杀 敖苏拽着 秦朔手臂摇个不停 满脸的兴奋 九阶鞋教育寿师 在他面前 直接就是一拳的事情 简直摔爆了 我又没瞎 自然看到了 秦朔舔了舔嘴唇 太强了 太强了 我们什么时候 才能达到这种程度 快了 快了 你感觉到了吗 徐清那家伙 给我们定制的培育方案 效果 只能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 敖苏兴奋说道 就算在京都 他都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培育速度 我自然知道 只是几天时间 我的那几只一阶灵兽 现在已经达到了二阶成长度 85% 马上就要提升到三阶了 我确信 徐清的90%受体清核度 绝对没有任何水分 秦朔见过最好的培育师受体清核度 为13% 但即便是 他想要将灵兽 从一阶成长度100% 培育至二阶成长度100% 也得好几个月时间 而徐清居然只需要十天左右就能做到 这效率比对方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所以我说快了 有徐清帮我们 我们想不快速进步都难 敖苏抱着摄像机激动说道 自己真的是跟对了人啊 哎 你说我要是将清帝战斗的画面 上传到网上 你说会怎么样 我觉得清帝可能会来找你 秦朔平静说道 不至于 不至于 今日清帝战斗的画面太盛大了 很多预售师都看到了 不行不行 我现在就将拍摄的视频 上传到网上 让所有人瞻仰 瞻仰清帝的无敌之子 另一边 徐清已经来到了 昆仑山深处 班山园的老巢 这里还留守 有其他凶兽 遵照昆仑山霸主 班山园的命令 在这里守护净化材料 不过可惜 在看到人类到来之后 尤其是感受到对方身上 散发的九阶气息 凶兽们顿时如兽精的鸟兽 四散而投 第九十三章 美猴王 这个地方果然不一般 这里居然诞生了几株 已经超越了九阶的净化材料 在徐清的混沌重彤中 他看到这里的空中 似乎遍布着一种奇怪的东西 就像一根根红色能量线 从高空中垂直地落向地面 肉眼无法看到这种东西 而且对生灵也没有任何影响 徐清也不知道 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 这些净化材料 也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成熟 徐清皱眉 随后一把抓向地面 将方圆数千米的猛然拔了起来 小须迷戒会议 体型瞬间放大 将整片土地都收入了体内世界 这样 它们就可以继续成长了吧 徐清拍了拍手 这可是超越了九阶的净化材料 价值绝对不菲 随后睁开混沌重同看向周围 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各种灵药 但这些灵药等级都比较低 现在的徐清已经有些看不上了 就像一个亿万富翁 会在意脚下的一块钱吗 返回昆仑城 摘掉面具 徐清躺在酒店的落地窗前 看着再次返回昆仑城的市民 危机解除了 他们自然也就回来了 卧槽 徐清 你怎么在这里 敖苏两人和弹池也回来了 都惊讶地看着徐清 清帝前辈说 让我放心待在这里 对于清帝前辈 我是绝对放心的 所以 我一直在这里啊 徐清喝了一口奶茶说道 可惜了 你没有看到清帝前辈的无敌之姿啊 实在是人生一大遗憾 敖苏打开折扇 麻烦解决了吗 徐清看向弹池 解决了 清帝前辈实在太强了 弹池感叹一声 秦硕好奇问道 前辈 清帝他酒街达到了什么境界 反正 那只班山猿给人十分恐怖的感觉 什么境界 弹池抿了名嘴道 至少也是准神 准神 那是介于酒街和神级之间的等级 乖乖 清帝居然那么强 敖苏激动的浑身颤抖 自己当初居然和一位准神强者对话 想想他就激动的浑身发颤 汗毛不由自主地竖了起来 既然麻烦已经解决了 那我就可以契约那颗灵兽弹了 徐清将血灵猴灵兽弹拿了出来 以自己鲜血在灵兽弹上刻画下契约符 没多久 一只血红色的猴子出现在了几人眼前 外形颇有几分秀姐 就像一只金丝猴一样 只是那一身的毛发都呈现出血红色 汁呀 汁呀 血灵猴看着徐清口中发出声音 瞬间跳到他的怀中 抱着奶茶喝了起来 还好不是峨眉山的猴 否则我会很讨厌他 秦朔说道 这只猴子以后要是不安分 就给他弄个紧箍带上 敖苏笑着说道 汁呀汁呀 血灵猴一把将敖苏手中的扇子 抢了过来 坐在徐清怀中翘起二郎腿 左手端着奶茶 右手摇着扇子 卧槽 你这只灵兽刚出生 逼格就这么高 敖苏惊讶看着血灵猴 那必须的 我还给他准备了一副套装 徐清将美猴王套转取了出来 给血灵猴穿上 这活脱脱的美猴王啊 徐清 老徐 你从哪弄的这种套装 给我也来一套呗 敖苏羡慕坏了 锁子黄金甲 藕丝不云靴 凤翅紫金冠 还搭配这一根如意金箍棒 这不是美猴王是什么 这是清帝前辈给我的 说是对灵兽战力 有加成作用 徐清说道 一切无法解释的东西 全部让另一个自己背过 什么 对灵兽战力 有加持作用 弹池突然瞪大了眼睛 怎么 有问题吗 怎么会没有问题 弹池低吼道 因为哪怕是在星空中 能对灵兽起到战力 加成作用的宝物 都极其罕见 据说那种宝物 没有任何锻造方法 但有时在锻造御兽师 使用的灵器时 因为偶尔出现一些 超出意外的变化 才会诞生出一件 属于灵兽的灵器 总之那种东西很少见 我也只是听说过 根本没有见过 弹池仔细抚摸着 血灵猴身上的战甲 此刻弹池确定 清帝绝对去过星空之中 否则 怎么会有这种宝物 看到穿在身上的帅气服装 血灵猴扔掉了手中的奶茶 手持如一金箍棒 舞动着棍花 别说 其实很适合他 徐清撇了撇嘴 心中道 什么狠携手 只要钱到位 我给你搞一百套都可以 前辈 我们差不多 也该启程前往星空了吧 徐清问道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快速赚钱提升实力了 快了 不过要等到我们将 十万亿凑够才行 弹池回答道 徐清摸了摸下巴 自己居然差点 将这个最为重要的事情 给忘记了 十万亿 还有几个邪教御兽师 还有御兽师工 会对自己的精神补偿 一个都不能少 想想他就有些激动 只要这笔钱到账 自己就能拥有一只神级资质灵兽了 之前系统说过 九星资质进化为神级时 会发生种族上的变化 不知道 蛟龙是否可以变成真龙 至于率先进化的灵兽 他也已经有了打算 现在就等钱到位了 之后的几日 徐清道也清闲起来 昆仑城也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终于 终于 在徐清的心心念念中 齐拓等人将十万亿 送到了他的手中 这是我们答应 清帝前辈的承诺 徐清的手在这一刻都在颤抖 十万亿 自己前世今生都没有见过 这么多的钱啊 妈的 前世要是有这么多钱 老子一定会包养了 全球嫩魔 但现在不行 这个世界实力为尊 没有实力有再多的钱 都没有任何卵用 就算有漂亮的女人 恐怕都会被人给抢了去 这是我们代表 玉兽施工会 就此次韩牧川事件 为徐清小兄弟 你带来的不便 而做出的补偿 盟军也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徐清都不用问 系统内斯就已经检测到了 三万亿 徐清点了点头 这些人还是很伤到的嘛 不枉自己以清帝的身份 在这些人面前露了脸啊 清帝的身份果然值钱啊 那个 我也答应了清帝 将我的灵精全部交给你 徐清啊 你看我最近 手头有点紧 能不能先嵌着 弹池尴尬轻壳一声 徐清奇怪地看着他 你没有当初凑什么热闹 后者说道 你不要误会 这些灵精 是我们乘坐 星空飞船的能量原始 如果现在给你了 我们可能 就被困在地球上 无法出去了 你看能不能等到星空后 再给你 这样啊 那行 去到星空之后再给不迟 徐清点了点头 好家伙 感情你是将 星空飞船上的能量原始 给拆下来了 可不兴这么干啊 第九十四章 进化 虚空古龙 不过 相比于齐拓 他们给自己的十三万亿 弹池的那点灵精 也就可有可无了 甚至 就连那几个 九阶鞋教育寿施的价格 也显得不值一提 诸位放心 此事 我一定会告知 清帝前辈的 徐清激动说道 那便好 那便好 盟军等人松了一口气 此前清帝的话 就像一柄剑悬服 在他们头顶 让他们寝食难安 但此刻 徐清只 想赶紧冲钱 因为他脑海中 已经被戏捅 那思潮的快要炸了 各种叫哥哥 叫爸爸 叫爷爷 叫老祖宗的 求着徐清赶紧冲钱 徐清 见了面 也不打声招呼吗 齐夏哥 从齐拓身旁走了过来 今天的他 穿了一件白色长裙 乌黑长发 披散在肩头 纯净得如同仙女 哟 夏哥来了 不好意思 只顾着看钱了 没注意到你 怎么 这次是做好准备 为我生猴子吗 徐清笑道 哼 钱钱钱 钱有那么重要吗 旗下歌冷哼一声 眼睛不由撇向爷爷奇拓 只见对方双眼之中 差点喷出火来 吓得他赶紧低下了脑袋 唉 你这种从小含着金钥匙出声的人 自然不明白 钱的重要性了 在我眼中 钱比我的命还要重要 当然 如果你愿意为我生猴子的话 我倒是可以可以先将目光 转移到你的身上 宿主 女人是毒药 一定要远离啊 女人会榨干你的精气神 让你变得颓废 而且说不定她一个 不开心了 还会离你而去 让你肝肠寸断 影响你前进的脚步 再弄不好 还会给你扣一顶帽子 让你一辈子 活在耻辱之中 宿主 听我的 赶紧照出灵兽 嘎了这个影响你玉兽的女人 要知道 心中无女人 赚钱自然神 玉兽也自然神啊 我的宿主大人啊 嗨嗨 齐拓咳嗽几声 勉强露出一个笑脸道 既然此件事了 我们也就不打搅你们了 说完 一把拽着孙女 快速离开了这里 齐拓感觉不对劲 感觉自家白菜 要被拱掉一样 徐青 回头见啊 齐下哥匆忙 对徐青摆了白手 走出酒店大门 齐下哥气呼呼道 爷爷你干嘛呀 哼 我干嘛 爷爷我让你 和他深交 可没让你和他深交 你要将目标放在玉兽上 争取成为一代强者 唉 亲身感受到亲弟的实力 爷爷我才知道 我是多么的渺小 在那等强者面前 我只有被镇压的份 而你又这么漂亮 如果不能成为一代强者 那你的命运 只会很悲惨 夏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爷爷 我明白 齐下哥认真点头 嗯 明白就好 送走了所有人 弹池对徐青说道 准备一下 我们明天启程 好 老徐 你发达了 赶紧请我们 是会所玩玩呗 去了星空 可就没有我们地球的特色了 敖苏凑过来说道 十三万亿啊 这么多钱 就算是他都没有见过 这次他要叫两个 让秦硕请客吧 我现在有要紧的事情 不是吧 怀揣十几万亿 居然还不舍得花一份 我是真的有事 徐青解释道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进化初神级灵兽了 走 我请客 给你点两个 绝对让你扶枪而出 几人离开后 徐青返回了房间 在系统的催促之下 将十三万亿冲了进去 恭喜宿主充值成功 获得一亿三千五百万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鉴于宿主单次充值超过万亿 特奖励宿主技能提升机会一次 可以将任意等级技能 或者5G提升到神级 看了看最终克金点 已经达到了一亿八千万左右 徐青深深吸了一口气 将星同银月焦照出 没错 徐青打算这次先进化他的资质 因为空间系确实很强大 小须迷戒也很好 但他的神级资质进化液太贵 比其他零售的贵十倍左右 徐青目前根本买不起 系统购买星同银月焦的 神级资质进化液 叮 恭喜宿主消耗一亿克金点 获得神级资质进化液一瓶 徐青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进化液 直接给星同银月焦服下 随后直接将其收入 预售空间之中 就算徐青之前 已经有过多次进化经历 此刻也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 毕竟这次与以往进化不同 这次涉及到了种族上的变化 而同样 徐兽空间的其他灵兽 也都静悄悄地注视着一幕 有同伴开始进化了 那他们也就快了 就连一直最调皮 喜欢窜门的血灵猴 此时也安静了下来 静静地看着 正在进化的星同银月焦 银色的光芒 自其身上绽放 将它包裹在内 就连虚空都开始扭曲波动起来 甚至都出现了坍塌 许久之后 伴随着一道低沉的龙银声响起 所有的银色光芒 尽数收敛到了它的体内 一条真正的银色巨龙 出现在了徐青眼中 巨龙投生龙角 附生四爪 每根龙爪上 都有五根指头 而在它的背部 从脖梗处 一圈沿着脊骨 一直到尾部 都长出了柔软的银色棕毛 整条龙显得微风凛凛 进化成功了 徐青激动得脸色通红 终于由之前的蛟龙 进化成了真正的神龙 虚空古龙 啊 龙银阵阵 虚空古龙在玉兽空间中盘旋着 飞舞着 如同一条银色丝带 不仅霸气绝伦 而且还十分优雅 不过现在的它等级 依旧处于九阶 而徐青要的 可不止于此 系统 将它提升到神级 需要多少克金点 请问 宿主要将它提升到 神级什么等级 什么意思 神级还分什么等级的吗 系统道 神级分为低位神 中位神 高位神 也可以称为下位神 中位神 上位神 每个等级的实力 都天差地别哦 徐青道 提升到低位神 需要多少克金点 一千万 什么 你有没有搞错 一个低位神 居然需要一千万克金点 没有错哦宿主 因为神级 已经开始步入强者的范畴了 而且 神级强者 已经可以驾驭灵兽横度星空 那是与九级完全不同的力量 所以宿主 本系统绝对没有搞错 徐青深吸一口气 问道 那要是提升到高位神呢 六千万克金点 第九十五章 上位神 系统解释道 提升到低位神 需要一千万克金点 由低位神到中位神 需要两千万 中位神到高位神三千万 总共六千万 卧槽 克金系统 这真的是克金系统啊 克起今来真的要人命啊 徐青深吸一口气 闭着眼睛沉思 如果只是提升到低位神 自己要不了多久 就能再进化一只神级灵兽 可如果一次性提升到高位神 自己可能又需要很久 才能进化另外一只 但是 系统 直接购买高位神灵兽经验包 徐青星 一横直接说道 既然要提升 那就直接提升到 目前所能达到的极限 收到 随后 一份份灵兽经验包 从系统空间中飞出 落入玉兽空间的虚空古龙身上 轰隆隆 他身上的气息 开始快速增强 体型也在不断变大 没多久 便达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全新境界 而与此同时 徐青身上的气息 也节节攀升 体内的能量在增加 哇 一股无形的能量波动 瞬间以昆仑成为中心 席卷了整个地球 这一刻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 无法言喻的力量诞生了 那种感觉 就像有一只无形的眼睛 在高空中俯视着所有人 这是 神机气息 有神机强者 降临地球了 正在和其他通过考核的学员们 说话的弹池 身躯猛然一颤 这股能量 让他记忆犹新 当初在星空中也曾感受过 至今不曾忘却 神机强者降临地球 不知是福是祸呀 哎 罢了 这不是我该关心的事情 就算有神机强者降临 他又能如何 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巴结而已 对方一根手指头 都能撵抱自己 操心那么多 干什么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弹池摇了摇头 前辈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沃特斯疑惑问道 他们实力太低 对那种感觉 不是很明显 没事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 晚上睡个好觉 明天正式起航 是 另一边 徐青紧握双拳 他感受到了自己体内磅礴的力量 似乎可以毁灭一切 这就是上位神 果然强大无比 而且如此浩瀚的能量 终于可以使用混沌重铜的其他力量了 在以前 他都不敢使用 体内能量太过薄弱 一旦使用自身 瞬间就会被吸干 就是不知道 在混沌重铜的加持下 如今得我有没有达到真正的上位神战力 徐青看向玉兽空间的虚空古龙 等即达到上位神后 他的体型已经变成了千米有余 真正的化为了一个庞然大物 灵兽 虚空古龙 等级 上位神 成长度100% 属性 空间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空间切割 九星 虚空大爆炸 九星 空间静止 九星 空间挪移 九星 虚空穿梭 九星 随后又看向自己的属性 徐兽师 徐青 等级 上位神十级 一节 体质 混沌重铜 智强蓄裂 药材清和度 90% 正10% 受体清和度 90% 正10% 灵兽 星藤生死连 契合度0% 剑影玲珑 契合度0% 地狱黑雷胶 契合度0% 天罡金炎 契合度100% 虚空古龙 契合度100% 小须迷戒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重同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 归始 战绩 猎空掌 九星 奔雷闪 九星 九龙镇天拳 九星 点心指 九星 空明脸西数 九星 画骨易容术 九星 灵气 雷鸣枪 九星 恶鬼面具 九星 职业 八星资质进化师 九阶零售培育师 课经典 2154 5000 一招回到解放前 徐清叹息一声 原本1亿8000万的课经典 如今还只剩下2000多万了 不知道又得多久才能凑过1000万课经典 系统 神级资质提升到下一个等级资质 需要多少课经典 徐清好奇问道 50亿 徐清沉默了 商标符号的 自己就不该多嘴问这么一下 宿主不要沮丧 只要进入星空中赚钱 还不是轻而易举 说的也是 按照灵晶的兑换比率来说 好像确实不是很难 哪怕是最差的下品 灵晶兑换比率 也能达到1比1 也就是说只要50亿下品灵晶 就能提升到下一个资质 好像确实不是很贵 我还有一次技能提升的机会 用来提升那个技能呢 系统 九星技能提升到神级 需要耗费多少课经典 1000万 靠 都贵得离谱啊 自己这点课经典 真的是不怎么够用啊 系统 使用那次机会 将虚空古龙的技能 虚空大爆炸 提升到神级 再使用1000万克经典 将5G九龙阵天拳 提升到神级 定 技能虚空大爆炸 提升成功 消耗1000万克经典 5G九龙阵天拳 提升成功 徐青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这样一来 自己也算是 名副其实的神级强者了 暂时就这样了 徐青深吸一口气 这次的提升 可谓空前巨大 主要是马上就要 前往星空中 没点实力 总感觉不安全 次日 所有人集合完毕 弹池挥手 从空间介质中 取出了一架星空飞船 外观看起来 和以前那些星际电影中 出现的也差不多 只是不知用什么材料 锻造而成 通体漆黑 坚固无比 这应该不是 我们地球的产物吧 敖苏惊讶问道 地球还生产不出 这种等级的东西 这是星空中的维塔族人 建造的星际飞船 那个种族的科技 比我们地球发达了 不知多少倍 弹池解释道 嘶 我们地球人这么厉害的吗 居然已经与其他种族 开始接触了 旗下哥震惊道 哼 那可没有 我们只是听说而已 至于这飞船 是我们从万域商会 手中购买来的 据说维塔族人 所在的星球 距离我们非常遥远 我们根本无法抵达那里 请问前辈 维塔族人 也是御寿师吗 有人好奇问道 没错 虽然听说他们 和我们人类外貌相差甚远 但确实也是御寿师 第九十六章 仪器化三清 弹池告诉众人 星空中有很多种族 但除了凶兽之外 都是御寿师 随后众人登船 星际飞船内部空间很大 每人一个房间 当中配备有各种设施 甚至包括地球的电视等装备 我们这一趟 会花费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大家可以尽情地休息 弹池说道 手指在眼前的科技屏幕上 连连滑动 最后选中了一颗 名为起明星的星辰 他告诉众人 星际飞船 只需要设置好终点和飞行轨道 他就会自动飞行 而且途中还会检测 并躲避星空风暴等危险 所以 让大家不用担心安危等问题 好好看看窗外的地球吧 这一趟出去 可能很久才能回来 甚至有可能永远回不来 徐青透过飞船上的玻璃 看到了外面的风景 随后启航 当星际飞船飞到昆仑山处时 突然像是 发生了时空扭曲 外面的场景快速变化 待到稳定 飞船已经来到了星空中 真正的星空之旅 已然开始 果然是星空传送阵 而且还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应该是以前的遗留 也就是说 地球在以前有玉兽文明 只是后来消失了 段宇看着眼前变换的场景 心中自语 不过对于这种情况很常见 甚至别说一个玉兽文明了 就连整颗星球一同消失 也都在正常不过 徐青待在房间中 消耗了一万克金点降 血灵猴的资质提升到了九星 随后又将它的等级提升到了四阶 系统 调出血灵猴 可以学习的九星技能 反正现阶段几千几万的克金点 对徐青来说 只是小菜一碟 一番挑简 最终选定了血神像 血战狂 血神凯 以及天罡三十六路棍法 最后一个技能 是为了搭配它的美猴王套装 血战狂这个技能 乃是浑身的血液越是沸腾 灵兽的战力也就越强 血神像则是汇聚其他生灵气血 于身后形成一个巨大神像 对灵兽战力有强大的加持作用 而血神凯 乃是汇聚血液 在身体之外形成一层血色铠甲 吸收的血液越多 防御也就越强 属于防御性技能 随后 徐青自己又购买了一套九星枪法 惊雷枪诀 做完这一切 闲着无视的徐青拿起手机 使用星际飞船上的网络 给旗下哥发了一句 我家的侯惠后空翻 你要不要来看看 没多久 旗下哥捏手捏脚地进入了徐青房间 两人进行了深交 至于齐拓的嘱托 早就被旗下哥遗忘到了后脑勺 人生及时行乐 免得以后后悔 弹池不都说了吗 离开了地球 就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这个回不来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很清楚 这次系统也没有阻止什么 毕竟没有涉及到钱的问题 不然 他可能又会怂恿徐青嘎了对方 徐青这家伙 幸福啊 本少长得也这么帅 为什么就吸引不了对方呢 敖苏站在房间门口 摇着折扇 旗下哥当真意角色 他也向对方展示了自己的雄性风姿 但对方为什么会对自己没什么兴趣呢 摇了摇头 敖苏直接躺回了床上 看起了自己收藏的功夫片 星际飞船一路很安全 并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一开始 所有人对星空还充满了好奇 但几天后发现 星空就是一片死寂 除了偶尔出现的星辰之外 并没有任何东西 众人渐渐的也就没了兴趣 最终在经历了半个月的时间 抵达了启明星 见到启明星的那一刻 弹池一直紧绷的星神 也终于放松了下来 之前地球上突然出现的那股神迹气息 一直让它寝食难安 而且 星空星际飞船 在星空中不怕遇到星空风暴 最怕的是遇到星际强盗 启明星是一颗相当荒凉的星球 只有地球的一半大小 但却是人类在星空中的据点 这就是我们在星空中的星球 众人都略微有些失望 他们都还以为 星空中的星球 会更加庞大瑰丽呢 我们只有这些能耐 如果想要打下更大的星球 那就看你们的了 我们这代人 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弹池平静说道 随后星际飞船降落在了 启明星的星空学院之中 段誉激动无比 星空 自己终于再次来到了星空之中 这里才是自己成长的起点 地球上的天才们来了吗 星空学院中 许多学员都看到了降落的星际飞船 几乎每年这个时候 都有飞船前往地球上 带来一批天才 但到了这里 地球上的天才不算什么 是虎你得握着 是龙你得盘着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些刚来的人都相当激傲 我们得找个时间 让他们清醒看清现实才行 而在星空学院最深处 一道身影瞬间起身 急忙来到窗户旁 一脸紧张地 看着缓缓降落的飞船 不由握紧了双手 终于来了吗 徐青 妈 什么终于来了 一个身穿粉色长裙 身材高挑 面容精致 正在看书的少女 好奇地来到窗户旁 看着外面的飞船 呀 谭叔叔回来了 不知道这次 有没有给我带什么 地球上的好东西 少女的声音 如同清脆的黄梨 随后直接兴奋地 从窗户上跳了下去 口中喊道 小青 只见一条青色巨蟒 从窗户下方的水潭中 一跃而起 将少女稳稳地 接在了脑袋上 朝着飞船急迟而去 另一边 徐青前脚刚下了飞船 系统的声音 居然突然响了起来 叮 恭喜宿主初次抵达星空 系统奖励神级战绩 一气化三清 徐青愣住了 系统 你今天抽风了 居然莫名其妙地 送了我一个战绩 而且还是神级的 这是为了激励宿主以后 好好在星空中赚钱 不要被其他那些 不重要的事情耽误了时间 呃 徐青撇了撇嘴 你内涵谁呢你 我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赚了十几万亿 放松放松怎么了 不过徐青没有理会他 赶紧查看起神级战绩 一气化三清 可以从本体中 奋出三道分身 这三道分身 除了灵兽和特殊体制之外 拥有和本体一模一样的战绩 目前施展此战绩 可以维持三个小时 厉害啊 也就是说 我现在 如果施展这个战绩 再加上自身 就拥有四个上位神 虽然那三道分身的战力 受特殊体制的影响 不及本体 但确确实实是一截上位神 这个技能 也算是对自身的战力 加持很大 第九十七章 我有些过敏 叔父啊 刚刚抵达星空 就有一个这么大的惊喜 徐青突然心情更加愉悦了 在众人落地之后 立刻就有一个 长相精壮的中年男子 与弹池对接 这位是你们未来三个月的 特训教官斗金鹏 三天后 你们的特训就会开始 所有人这几天 好好休息一下 从现在开始 你们的一切都由斗教官负责 所有人跟着斗教官 前往你们的宿舍 要是走错了地方 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出了问题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弹池对众人说道 随后 又对斗金鹏交代几声 对徐青道 你跟我来一下 徐青一愣 叫我做什么 难道是要给我什么特殊待遇 其实除了钱 其他的什么我都不需要 徐青 旗下哥担忧地叫了一声 徐青对着他和秦硕几人点头 便跟着弹池离开了 而旗下哥等人则 跟着斗金鹏 前往了住处 众人居住的地方还不错 都是小别墅 虽然没有地球上那么豪华 但在这个看起来 有些贫瘠的星球上 已经算得上豪宅了 毕竟他们本命灵兽 几乎都是七星资质以上的天才 两人一栋小别墅 追随者和各自所追随的人 住在一起 斗金鹏带着众人说道 通过考核的只有三十多人 但进入星空的却有六十多 很多人都带有追随者 随后带着众人来到一处最大 最豪华的别墅面前 斗金鹏对旗下哥和秦硕几人道 这是徐庆的别墅 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我 我为什么要住这里啊 旗下哥疑惑道 谭副校长不是说 你和徐庆同居的吗 难道不是 斗金鹏疑惑道 旗下哥瞬间脸都红透了 尴尬地抓着衣角 就算是 也不用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啊 嗨嗨 那什么 我们自己来分配就行了 敖苏急忙转移话题 这毕竟是嫂子啊 窦教官 为什么这间最大的别墅 要给徐庆居住 我们有什么不行的吗 有人有些不愤问道 也可以 但前提是 你们和徐庆一样优秀 也是三星资质进化师 窦金鹏毫不客气说道 众人瞬间闭嘴了 资质进化师 他们真的得罪不起啊 段宇看了一眼 果断选择在了 距离徐庆不远处的一栋别墅住下 其他人也分别入住 进了别墅中 这几天 你们可以在学院四处逛逛 只要不进入一些 不该去的地方 一般也没什么危险 徐庆跟着弹池 刚走没几步 一个站在一条 青色巨蟒头顶的少女 快速从远处而来 弹叔叔 你回来了 呦 是姐儿啊 弹池笑道 弹叔叔 你这趟去地球 有没有给我带什么好东西啊 徐庆从青色巨蟒头顶 跳了下来 眼睛中满是期盼的光芒 那当然有了 不过 我得先去见了你的母亲再说 哦 咦 这是谁 徐庆突然注意到了 弹池身旁的徐庆 尤其是他这个独眼龙的造型 相当奇特 只是不知为何 面前的男子眉眼之间 给他几份熟悉的感觉 很奇怪 但又说不上来 这是徐庆 从地球而来的天才 弹池抿了名嘴解释道 天才 以前也不是来了很多天才吗 但最后 好像也没几个成为真正的天才啊 徐庆嘀咕道 不一样 他是真正的盖世妖孽 其他所谓的天才在他面前 都得黯然失色 这么厉害 居然能让弹叔叔 给出这么高的评价 徐庆惊讶看着徐庆 却见后者 一脸平静无所谓的样子 疑惑道 弹叔叔这么夸奖你 难道你就不知道谦卑一下吗 谦卑 徐庆点了点头 平静说道 其实前辈他有一句话说的不对 就是那句其他天才在我面前 都得黯然失色 嗯嗯 我也觉得谭叔叔肯定夸大气词了 所以你觉得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呢 徐庆好奇问道 在我眼中 其他天才都是垃圾 徐庆一句话 直接让徐庆呆住了 你 你这个人真的 他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徐庆深吸一口气 不服气道 既然你这么厉害 又怎么会变成独眼龙呢 好不容易见到谭叔叔 如此夸奖一个人 结果这个人居然如此狂妄 难怪以往历届学院中的本土学生 都要给地球来的人上一课 现在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愿意 你管得着 徐庆平静说道 你 徐几儿被气得够呛 从小打到 还没有人敢对自己这么说话 哈哈 有意思 太有意思了 一旁的弹池 哈哈大笑 不过片刻 几人来到学院深处 前辈 我们这是 要去干什么 徐清好奇问道 去见一个人 谁 学院院长 谭池意味深长道 你可是千年都难得一见的天才 院长又怎么可能不来见见你 徐清点头 如此倒也正常 刚刚走到门口 谭池还没来得及敲门 那道大门 却已经被人打开 而开门者 是一个身材高挑 曲线玲珑 身着黑色长裙的女子 只是在她的脸上 戴着一个青铜面具 徐几儿一脸诧异地 看着自己老妈 这好端端的 戴个面具做什么 只有谭池笑而不语 这位就是徐 徐清是吧 快 里面 里面请 女子急忙打开门 言语和动作中 竟然透着紧张之感 尤其是那飘忽的眼神 都不敢看向徐清 妈 你怎么了 干嘛戴个面具啊 徐减儿疑惑 没 没什么 我只是 脸上有些过敏 过敏 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这次几分钟就突然过敏了 而且 你可是九阶玉兽师啊 怎么可能过敏 有问题 一定有问题 徐减儿摸着下巴 自己老妈是什么样的性格 她再清楚不过 现在突然变成这样 要说没有问题才怪 快 快进来坐 陈兴云急忙将徐清 带着几人走了进去 前辈 这位是 徐清低声说道 这位是 我们学院院长 院长 徐清惊讶 他还以为是院长秘书呢 第九十八章 来自老妈的赞助 弹池带着徐清落座 陈兴云看着徐清问道 想要喝点什么吗 红茶就好 你稍等 陈兴云急忙去给徐清泡茶 妈 我来吧 不用 我自己来 陈兴云拒绝了女儿 认真地给徐清泡了一杯茶 徐减儿拖着下巴 看着正在泡茶的老妈 眉头紧皱 这徐清 到底是什么人 自己老妈也自始至终 也没有询问他到底 有什么天赋 又是给他亲自开门 又是给他亲自泡茶 这很奇怪 徐清 徐 原来如此 难道这个徐清是老爸 他在地球上的什么亲戚不成 徐减儿感觉瞬间明白了 突然 看向狂妄的徐清 也多出了那么一丝亲切 看着院长 只为徐清泡了一杯茶 弹池抱怨道 院长 我这么大的一个活人 难道您就看不见 你喝什么 自己去拿 陈兴云坐在徐清对面 看着那张有些熟悉的脸庞 关切问道 这些年在地球上过得还好吗 徐清一脸猛逼 什么叫还好吗 怎么感觉 说得好像认识一样 但他还是回答道 挺好的 那就好 突然他看着徐清问道 你的眼睛怎么了 是谁伤的你 这一刻 一股杀意 骤然自他的身上爆发 江泽在身后的徐减儿 下了一个机灵 不对劲 徐清也意识到了什么 因为对方对自己的态度明显不对 这可不是一个院长该有的态度 而且 对方自始至终 并没有询问自己 有什么天赋 仿佛自己的天赋 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一样 好奇之下 徐清使用了混沌重彤的破旺无钝 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 吓得他一口茶水 差点喷了出来 这居然是自己那个 已经将近十年都没有见面的老妈 好妈 感情你戴着面具 是不敢正面见我 徐清 你怎么了 陈兴云问道 没事 没事 徐清急忙喝了口红茶 压了压惊 既然对方还没有做好见面的准备 那自己 也就不要说破了 至于我这眼睛 徐清拿下了眼罩 顿时 一颗色彩斑斓的眼眸 出现在几人眼前 毕竟这是自己老妈 暴露一点秘密也没什么 呀 这是什么 徐减儿惊叫一声 好奇地看着那只色彩斑斓的眼睛 就连陈兴云和一旁的弹齿都愣住了 他们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这是我的特殊体质 什么 特殊体质 三人顿时目瞪口呆看着徐清 难怪 难怪红天那个老头说他的眼睛出了问题 当我问他时 他又不愿说出了什么问题 只是让我们自己看 原来居然是特殊体质 觉醒了几个本命神通 弹齿急忙问道 你们只需要知道 我的体质很强就是了 有特殊体质不可怕 可怕的是 自己还拥有志强序列特殊体质 你 你还真的是老天爷的宠儿 不仅拥有超高的药材清和度 和受体清和度 还拥有双九星本命灵兽 如今更拥有特殊体质 老天爷的爱真的事 集中到了你一个人身上 弹齿感叹一声 难怪就连亲弟那种大佬 都愿意为他保驾护航 真的不是没有道理 一旁的徐减儿 听着弹齿说出的话 一张俏脸上 早已布满了震惊之色 不可思议地看着徐清 难怪他之前有那种语气 说出那种话 如果真的如此 那其他天才在他眼中 还真的就是垃圾 陈星云也是被震撼得不行 当初在见到红天之后 也只是说了句 徐清的天赋超乎想象 但具体如何 他并没有说 现在看来 自己的儿子 真的是天纵之字 但徐清的天赋越是强大 陈星云心中的愧疚 也就越多 如此强大的天赋 他们又该如何补偿呢 但他还是镇定说道 好啊 天赋越高越好啊 徐清 星空中才是你大展拳脚的地方 我希望在未来 这片星空中 有一片属于你的地方 徐清点头 除了对钱之外 其他的他并不怎么感兴趣 还有 到了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跟我说 如果能帮的 我一定不会有丝毫犹豫 陈星云认真说道 当真 徐清眼睛一亮 自然当真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徐清直接开口道 其实我比较缺钱 缺钱 陈星云疑惑地看着徐清 他们不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给他寄一笔钱吗 虽然不是很多 但一个亿左右 还是有的吧 这些钱居然不够他用 你要多少钱 陈星云问道 很多 零金可以吗 自然可以 陈星云直接递给了徐清一张卡片 妈 这张万玉商会商卡里面 可有你的所有积蓄啊 徐姐喊道 钱嘛 就是拿来用的 可里面还有我的压岁钱啊 没事 你的那些钱 我以后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徐清微微惊讶地拿着这张卡 这与他当初在宁城市的 三个九阶邪教预售师身上 看到的卡片一模一样 明显能知道 他们应该出自一个机构 万玉商会 徐清看着卡片上的四个大字 难道是星空中的银行吗 而在徐清拿到商卡的一瞬间 系统已经检测到了当中的资金 三千五百多万下品铃金 一千二百多万中品铃金 五百多万上品铃金 好多钱 徐清眼睛一亮 略微一估计 他就感觉又有一只神级资质灵兽要诞生了 那我就先谢过院长了 徐清毫不客气地收起商卡 面具下的陈兴云开心地笑了 这算不算是儿子接受了他的礼物 只有一旁的徐紧气的腮帮子鼓鼓的 没事 充其量就是一些钱而已 陈兴云无所谓道 什么就一些钱 这可是我妈在星空数百年所有的积蓄 徐紧儿生气地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他就想不明白 就算是老爸的什么亲戚 也不至于一见面就给这么大的厚礼吧 尤其是徐清的表情 一看就是不知道星空币到底有多难症 这些可都是老妈她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 才获得了这些钱 没事 不用理会她 陈兴云无所谓说道 随后又问了徐清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事情 一直到傍晚时分 才让弹池送着徐清离开了 第九十九章 是你们先不讲武德 看着自己儿子远去 陈兴云终于长出一口气 取下了面具 露出当中精致的面庞 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而且也已经好几百岁 但她看起来 却就像是三十多岁而已 妈 你之前认识徐清 徐紧儿疑惑问道 认识 陈兴云点头 果断承认 那你为什么不敢见她 我 哎 我还没有做好见她的准备 我怕她会怪我 甚至直接离开这里 陈兴云站在窗户旁 看着和弹池一同离去的徐清 悠悠说道 以前她幻想过无数次相见时的场景 但到了真正相见之时 她还是无法鼓起勇气 这感觉 比自己杀九阶玉寿尸 还要困难很多 会怪你 徐紧儿不懂了 老妈这话什么意思 行了 以后你会知道的 记住 不要和她起什么矛盾 也不要在背后弄什么幺蛾子 不然我收拾你 徐紧儿撇了撇嘴 眼睛一转 也快不跟着跑了出去 走在路上 弹池看着徐清问道 你就不好奇 为什么院长 对你会是这种态度 我这么优秀 也很正常的吧 徐清微微一笑说道 呃 哈哈 也对 毕竟你这么优秀 估计也就只有 地球玉寿师公会那帮蠢货会瞎了眼 让明珠蒙尘 弹池也懒得说明了 他们一家子的事情 自己还是不要掺和了 刚来到别墅旁 徐清便看到一群他没有见过的年轻人 一个个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嗷嗷叫着 而在旁边还躺着不少只灵兽 这是发生了什么 弹池奇怪问道 也没什么事 就是这些人说是想要找我们切磋一下 结果谁知道他们这么不堪一击 段玉揉了揉拳头 平静说道 徐清 这些人想要挑战你 然后就被段玉和秦硕他们给揍了 旗下哥来到徐清身旁说道 挑战我 为什么要挑战我 因为你住的这栋别墅 是这些别墅中最豪华的 这也就意味着 你是这里最强的 这些人说是 想要错错我们的锐气 哼 我们的锐气 尤其是他们能错的 徐清一笑 啊 有本事 我们同静戒战 你们出动三阶四阶玉兽师 算什么本事 有人不服大教导 他们也是刚入学的学员而已 几乎都是一阶 结果遇到了敖苏和秦硕他们 啥 同静戒战 徐清一脸奇怪地看着他们 问道 你问问副院长 看看双方交战时 会有人跟你讲什么同静戒战吗 你们难道就不知道 这个世界 向来都是弱弱强识吗 这思想觉悟 未免太差了吧 徐清比一道 你们 这可是你们说的 是你们不讲武德在先 那就不要怪我们了 我们明天会再来的 一个人起身擦了擦脸上的伤 最好把你们这里最强的人叫来 免得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我没那么多时间和你们耗着 徐清轻笑一声 好好 你这句话 我会如实传播的 你们就等着挨揍吧 说完 一群人带着自己灵兽 一溜烟地逃了 弹池站在旁边 笑笑没有说话 那群人想错徐清这一届地球学员的锐气 怕是要碰钉子了 你们都好好准备一下 三天之后会有为期一个月的特训 弹池再次提醒道 副院长 到底是什么样的特训啊 沃特斯疑惑道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弹池一笑 转身离开了 而在不远处 徐吉尔气得跺了跺脚 他本来是准备看看 徐清怎么被本地学员收拾的 结果他还没出手 那些人就被收拾得狼伴逃 怎么这一届的本土学员 那么差劲的吗 不过听他们的口气 明天似乎还会来 到时候 我倒要看看 你那凄惨的模样 谁让徐清 拿了自己的压岁钱 来到别墅 看到和自己一个别墅的旗下哥徐清 有些惊讶 不过随后就笑了 这群人可真会来世啊 这安排的也太随他心意了 徐清 谭副院长找你干什么了 旗下哥好奇问道 带我去见院长了 星空学院院长 你见到院长了 那至少也是八阶强者吧 敖苏惊讶道 不是八阶 是九阶 九阶 四 三人心神一震 没想到九阶战地强者 居然距离他们这么近 徐清也没有想到 自己老妈居然是九阶强者 也就比自己差了那么一点点 就是不知道自己那个老爸 是个什么等级 把你们零售都照出来吧 我给他们定制一下培育方案 进入星空了 可不能浪费时间 不然说不定什么时候 从哪里出现个超出九阶的强者 把我们给灭了 将徐清送到别墅区后 谭池再次返回了院长办公室 跟我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吧 陈兴云说道 他呀 说出来 我怕吓到你 谭池笑着说道 他真的是个盖世妖孽 说是古来未有 恐怕都不足以形容他的天赋 随后 他将自己在地球上的所见所闻 全部说了一遍 22%的药材清和度 90%的受体清和度 三星资质进化师 四星资质培育师 如今已经成为了四阶御寿师 还有半神级强者 为他保驾护航 陈兴云的表情逐渐丰富起来 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你说的这些话中 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就连他都有些不相信 尤其是90%的受体清和度 未免太过天方夜谭 哪怕是星空之中 都不可能有这种存在 还有那半神级强者 就连星空中的他们 都没有诞生出半神强者 地球怎么会有那种存在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亲眼见过他 进化出四星资质灵兽 而且不止一只 更恐怖的是 他一口气进化了几十只灵兽 但却没有出现一次失败 至于培育 他身旁的两个追随者 应该最有权利说这话 我向他们打听过 徐青只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 就能将一只一阶成长度 100%的灵兽 培育到三阶 这恐怖的速度 比起其他培育师 不知快了多少倍 还有那位半神强者 我亲眼见到 他在昆仑山深处 斩杀一只半神级凶兽 这一点也绝对不会错的 弹池认真说道 哦 还有 你家娃儿将 骑脱那老头子的宝贝孙女 给睡了 弄不好你们两家 还会成为亲家呢 他说完 陈星云陷入了沉默 如果真如弹池所言 那自己儿子的天赋 真的就太恐怖了 嗯 他睡了骑老头的孙女 对 呵呵 这是长大了呀 只要他喜欢 多睡几个也没事 第100章 第二只神级灵兽 九幽名雷龙 我记得以前 你对老徐的态度 可不是这样 弹池摸了摸鼻翼 哼 他要是敢碰其他女人 我剁了他 陈星云冷哼一声 同样是男人 怎么态度差距那么大呢 那能一样吗 他又不是我儿子 对了 你知道徐青 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吗 他对此事 有些好奇起来 就他们以前 寄给徐青的资金 绝对足够他目前使用了 但他为何还要那么多钱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 那位半神级的前辈 直接资助了他 十几万亿联盟币 但他用那么多钱 干什么我真的不清楚了 不过以我这段时间 对他的观察 徐青他很爱钱 但又从没有将那些钱 花费在什么歪门邪道上 这一点就很奇怪 难道他有存钱的癖好 陈星云一笑道 既然他喜欢 那就给他好了 我的那些星空币可不在少数 而在别墅中 徐青为秦硕三人的灵售 制定了培育方案 只要他们购买到对应的材料就可以 奈何星空中都使用的星空币 联盟币在这里毫无用处 徐青只能等次日 拿着自己老妈的商卡 再去学院培育施工会中购买 这么多钱 足够我再进化出一只神级资质灵售了 三千五百多万下品灵精 一千二百多万中品灵精 五百多万上品灵精 总共可兑换九千六百万克经典 而他自己之前 那里还有一千多万克经典 除了小虚迷介之外 足够其他任何一只灵售进化到神级 第二只神级灵售徐青 选择了地狱黑雷胶 主要是他的攻击力很强 而且还很灵活 系统 购买地狱黑雷胶 进化到神级的资质进化液 第一 恭喜宿主消耗一亿克经典购买神级进化液一瓶 徐青果断地拿出了进化液 给地狱黑雷交付下 没多久 玉兽空间内 伴随着龙银声的响起 一条黑色神龙出现在了当中 矫健的身姿在空中飞舞 漆黑的雷电遍布在他周身之上 九幽冥雷龙 灵兽 九幽冥雷龙 等级 九阶 成长度100% 属性 雷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雷光闪 九星 雷鸣爪 九星 雷龙吐息 九星 地狱鸣雷鸡 九星 鸣雷炼狱 九星 至于等级徐青暂时不打算提升了 以他现在的课经典 就算提升到下卫神 对自己实力提升并不大 次日 熟睡中的徐青 直接被吵醒 在他们居住的 这片别墅区外面 已经被数百个御寿师包围的水泄不通 徐青滚出来 你昨天不是很嚣张吗 今天我们来了 赶紧滚出来 让我们看看 你们这些地球天才 到底有什么狂妄的资本 滚出来 再不出来 我们可就要闯进去了 一道道叫嚣声响起 这是星空学院的学生们 因为昨天徐青放下狂言 让他们这里最强的来 所以他们 直接将那些快要从学院毕业的学长们 都喊了过来 而在人群后方 徐吉尔一脸兴奋地看着这里 他倒要看看 那个拿了自己压岁钱的家伙 今天要怎么收场 SK 你们商标符号太不要脸了吧 居然将学长们都喊了过来 沃特斯怒骂一声 他还以为对方会喊来他们 这一届最强者吗 结果这么不要脸 是你们不要脸在先的 谁让你们昨天 出动三阶四阶遇受尸 有人大喊道 你们不人 那就别怪我们不义 对 今天必须地措措 你们的锐气 让你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 不远处的段誉 撇了撇嘴 那些已经入学好几年的家伙 他也不是对手 轮回之后 除了一些记忆之前的手段 都没有了 就算是上一世准备的后手 也不在这里 还是交给徐青他 对付算了 终于 别墅门口处 几道身影走了过来 被人打扰睡觉 徐青很不爽 还好旗下哥给了他一个吻 让他心中的不爽 稍微减少了一些 所以 你们这里 最强的到底是谁 没有多言 徐青直接问道 自己一个上位神 跟他们一群小不点 说话纯属浪费时间 有这时间 不如交交其下哥的记说 上次在星际飞船上 都差点咬到自己 是老夫 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从人群后面响起 徐青一脸猛 好家伙 为了对付自己 居然将家长都喊过来了吗 不过也好 那就一次解决了吧 只是当他看到对方时 整个人都梦了 商标符号的 居然是个20岁左右的男子 那人身材不高 只有一米六不到 但却长得圆圆的 尤其是一张脸 简直和圆饼差不多 最奇怪的是 他还叼着一个水晶烟锅 此刻正巴唧巴唧地抽着烟 卧槽 我还原是个老头呢 居然也是个学生啊 敖苏惊讶 呀 没想到他们居然将武飞都喊来了 武飞可是马上就要毕业的人了 而且她的实力 就算在他们同届中都属于佼佼者 后方徐姐看到武飞出现都惊讶起来 随后五嘴偷偷一笑 这一下看她怎么出脸 待会儿等武飞将她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候 本小姐再出面 然后来个美女就帅哥 嗯 顺便拿回我的压岁钱 徐姐已经想好怎么华丽地出场了 你是他们当中最强的 徐青问道 怎么 老夫不像吗 那倒不是 冒昧问一句 阁下今年贵更啊 哼 休要与我套近乎 我今天来 是为了打败你 好 那就出手吧 徐青勾了勾手 你确定 要不你认输吧 我不想欺负弱小 武飞吐出一个烟圈对徐青说道 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到徐青身旁 身穿白色长裙的旗下哥 顿时眼睛一亮 随后一个华柜冲到对方面前 手中捧着一朵突然出现的玫瑰花 开口道 尊敬的女士您好 请问 您愿意和我交配吗 旗下哥被这个突然出现的圆球 吓了一跳 果断躲到徐青身后 反应过来后 顿时怒斥道 流氓 随后 一脚踹在了对方身上 结果 不仅没有将对方踹倒 反而让武飞露出痴迷的神色 啊 这一脚踹得我好舒服啊 第101章 只手镇压五阶灵兽 妈的 徐青果断抱着旗下哥的小蛮腰 远离了对方 好家伙 居然是个变态 那些星空学院学生一个个 都羞愧地用手无脸 低下了头 武飞的老毛病又犯了 只要是他看中的女人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到徐青 搂着旗下哥的小蛮腰 武飞眼睛都红了 嘀吼一声道 小子 放开我女神的腰 我为什么要放开我女朋友的腰 什么 她已经凝花有主了 不好意思 我已经摘了 靠 武飞瞬间起身 扔掉手中的玫瑰花 一脚踩得稀巴烂 嘟囔道 浪费我一朵花和我的一条裤子 刚刚的华贵将他的裤子 磨出了两个大窟窿 里面的膝盖都露了出来 随后又若无其事地 回到他们一方的阵营中 对着徐青喊道 你确定要和我战斗 仿佛刚刚那一幕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果不是他膝盖上的两个窟窿 徐青还以为自己刚刚是错觉呢 秦朔等人也是一脸猛逼 这家伙真是个奇怪的人 既然你自称是最强之人 如果你输了以后 就让他们不要再来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每天很忙的 不像你们那样闲得没事干 喜欢到处找人麻烦 徐青平静说道 好 如果我输了 以后他们谁敢再来找你的麻烦 勿飞第一个饶不了他们 他的目光扫了一圈身后那些人 像是对他们的警告 随后瞬间照出了他的三只灵兽 银丝狼 龙狮 闪电雕 卧槽 三只五阶灵兽 这家伙居然是五阶三阶玉兽师 秦朔惊讶 此等战力 在五阶内近乎无敌了 照出你的灵兽吧 勿飞说道 不用 你动手就好 徐青双手插兜 平静看着对方 这是你自找的 初遥是不要怪我 上 三只灵兽瞬间冲了过来 没有丝毫保留 银丝狼身上长着长长的银色毛发 奔跑之间银色毛发随风飘荡 他张口喷出一道金光展向徐青 同时 龙狮力爪挥动打出几道锋刃 他长着一个蛟龙脑袋 狮子的身躯倒是威猛不凡 天空上 闪电雕瞬间出现在了徐青头顶 巨大的金色力爪 猛然抓向对方的脑袋 三只五阶灵兽奇奇发动了攻击 其中闪电雕速度最快 但当他的利爪抓下之时 徐青的脑袋却突然变成了一团金色火焰 半兽化 所有人惊讶 对方居然能这么快 将自己与灵兽之间的契合度 培养至50% 但这还没完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徐青身处两只手徒手 抓向了银丝狼和龙狮的攻击 喂 你疯了 五飞惊恐大吼一声 这一击下来 对方的两只手臂恐怕会直接消失 徐青 褪至一旁的旗下哥也大吃一惊 脸色差那一遍 轰隆 两道强大的攻击撞击在徐青手掌上 璀璨的光芒爆发 要人眼眸 砰砰 徐青手掌猛然一握 那两道五阶灵兽出发的 攻击瞬间崩面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呆滞了 齐齐爆发出一声卧槽 塌塌塌 他居然徒手捏爆了五阶灵兽的攻击 我没看花眼吧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他是几阶玉兽师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防御力 还是他学习了什么不得了的战绩 一个个爆发出惊呼之声 太恐怖了 这真的是这些新生 确定不是地球的老一辈寓师 而闪电雕的攻击落空之后 徐青的脑袋再次恢复了之前的状态 武飞也惊呆了 对方如此恐怖是他没有料到的 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 立刻让银丝狼和龙狮再次发动攻击 刺了 一声雷光闪烁 徐青瞬间出现在了两只灵兽旁边 随后瞬间将手掌放在两只灵兽脑袋上 用力一按 轰隆 两只灵兽的脑袋瞬间被徐青按到了地上 恐怖的力量爆发 将地面都震出两个深坑 而两只灵兽直接被打晕了过去 一击打晕两只五阶灵兽 商标符号这还是人吗 这绝对不是新生 这肯定是加入学院不知多少年的御寿师 所有人都觉得这不可能是这一届的新生 因为没有人会在短时间内这么强 还需要继续下去吗 徐青看着武飞说道 我说了 以后我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 武飞果断说道 不认输还干嘛 等着被虐吗 不公平 这不公平 你绝对不是我们这一届的御寿师 有人喊道 徐青看向对方 冷冷道 信不信 那是你们的事 总之以后别来找我的麻烦 当心我打得你妈都不认识你 那冰冷的目光 直接让所有人闭了嘴 后方徐姐都看呆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 徐青会这么强 这真的是这一届的地球新生 不远处的大楼上 窦金棚摸着下巴 能一击打晕两只五阶灵兽 这就算是五阶四阶御寿师 也无法做到吧 而另一边 陈星云和谭池 也密切关注着这一幕 两人揭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如果说别人怀疑 徐青是不是这一届新生 但他们两人绝对不会怀疑 他的战力怎么会这么强 他到底是什么等级 陈星云疑惑问道 四阶 在他考核时 我见过他照出了自己的 一只四阶灵兽 但他的战力 之所以如此恐怖 可能与他的体质有关吧 总之 不要以看寻常人的眼光 去看你的这个儿子 因为他不是寻常人 谭池笑着说道 我有种感觉 我们想要成神的 这个希望 还得放在他的身上 陈星云惊讶看着对方道 你对他的期望这么高 不信的话 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以他的实力 还有必要去参加这次特训吗 为什么不呢 就让他去感受 感受一下心空中战斗吧 年轻人 还是要多多磨练 武飞认输了 那些学员 也灰头土脸地离开了 不然 他们还能怎么样 等着被对方蹂躏一顿 走吧 去购买 你们零售的培育材料 顺便给你们的零售 进化一下资质 现在徐青的等级 已经在禽兽两人之上 所以 特训他们也会去 而且 之前弹池 告诉徐青此次特训 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可不能浪费 第102章 这小子好狂 秦硕两人都露出惊喜之色 对于御兽师而言 最让他们开心的 不是实力提升 而是零售资质的提升 而对于徐青的进化能力 他们是绝对放心的 毕竟曾经亲眼见过他的手段 星空学院 作为地球人类 在启明星上的唯一学院 内部设施自然也很齐全 不仅有培育师工会 也有进化师工会 一行人首先来到了培育师工会 旗下哥他们 需要购买零售培育的材料 然后制作成零售实料 不然接下来一个月 零售等级都无法得到提升 培育师工会的面积并不大 但当中用于零售培育的材料 却是包罗万象 相当齐全 几人拿着徐青检测好的定制方案 按照比例购买材料 然后制作口粮 制作口粮的过程并不复杂 难得是如何更深层次地 挖掘零售体内的成长情况 从而制定出 能让零售更快成长的方案 好贵啊 价格居然是我 以往培育师的好几倍 旗下哥说道 他现在只有一只 八星资质兵临九尾狐 等级才培养至 一阶成长度80%多 毕竟之前 为他制定方案 培育师的药材清合度 只有7% 与徐青差得太远 你就偷着乐吧 至少制定方案的 大头费用省了 而且 当你使用徐青制定的 培育方案后 你就真的感觉 其他培育师真的是垃圾 敖苏笑着说道 这一点 他和秦朔 都是很有体会 没多久 众人又来到了进化施工会 开始给秦朔和敖苏 购买进化零售的材料 先生您好 请问您有预约吗 刚到这里 便有负责接待的人员 上来询问 没有 我们只是 来购买进化材料 徐青说道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里只有进化师 才有资格接触那些材料 接待人员歉意说道 我们购买材料 自己进化也不行吗 徐青问道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里的材料 盖部单独售卖 既然这样 徐青拿出了他的进化师资格证 结果对方只是看了一眼 便奇怪地看着徐青 怎么 有问题 徐青问道 恕我直言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模样的进化师资格证 接待人员歉意说道 你当然没见过 因为那是地球的进化师资格证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一个身穿堂装 留着一头长发 拄着银制拐杖的老者 走了过来 会长 接待人员恭敬行礼 老者将徐青的进化师资格证 拿了过来 徐青 药材清合度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魏丰谷突然惊讶出声 小伙子 你这药材清合度是真的 他一脸惊讶地看着徐青 这可是地球进化施工会颁发的证书 能有假 魏丰谷检查了有检查 最终确认 这张证书确实是真的 这可让他心中一震 一旁的接待员更是头脑一阵嗡鸣 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独眼龙青年 他在这里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听谁说 有人的药材清合度 可以达到如此程度 而且 看会长的眼神说明 这张证书也是真的 幸好 幸好我刚当态度还算可以 并没有得罪对方 不然后果有些难以想象 小伙子 你是来进化灵兽的吗 魏丰谷激动地看着徐青 没错 我来帮我朋友 进化几只灵兽 不过你们这里的材料 似乎并不单独售卖 哈哈 不用管那些 走走走 我带你去 需要什么材料 你只管拿就行 不过 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炼制精化液的过程 魏丰谷一脸期待地看着徐青 他想看看 22%的药材清合度炼制精化液 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这当然可以 好好 走走走 我们走 魏丰谷直接拉着徐青的手臂 将他带进了挑选材料的地方 东西随便挑 他豪放说道 既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徐青直接挑选起了四阶材料 你是四阶进化师 看到这一幕的魏丰谷 再次惊讶 徐青看起来 还相当稚嫩啊 并非我是四阶预售师 而是我要进化的灵兽 只是四阶 徐青一边挑选这材料 一边说道 呃 魏丰谷脸上的笑容微微僵硬 这小子好狂 颇有他们进化师的风范啊 徐青这次是为秦朔和敖苏两人进化 他们将几只三星灵兽进化为四星 不过 按照他原本的计划 是想通过这次进化 在星空学院内打响名气 最好是能吸引来很多人观看的那种 方便以后 好赚钱 但现在看来 怕是不可能打响名声了 算了 那就安心给他们进化吧 莫多酒材料 挑选完成 开始炼制进化业 此刻徐青很想对这位会长说一句 靠后 我要开始装逼了 不过 天刚惊炎出现 徐青开始炼制之时 他的神情 却又变得专注无比 魏丰谷微微点头 这才是进化师该有的样子 平时狂归狂 傲归傲 一旦开始炼制进化业 就得收起所有的傲慢 只是看着徐青那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魏丰谷逐渐露出震撼之色 那动作太商标符号 丝滑了 已经感觉不像是在炼制进化业 而是在制弄一件艺术品 前后不过十几分钟时间 一份进化业炼制成功 徐青毫不犹豫地将其倒入了情说的雷霆巨蟒口中 雷霆巨蟒看着徐青拿着进化业朝自己走来 他顿时兴奋了 他可没忘记当初 就是这个人炼制了一瓶进化业 让原本已经终生不可能提升资质的 他再次进化到了二星资质 之后在离开地球之前 又将自己进化到了三星 而现在 自己绝对要进化成四星了 没有什么比进化 更让灵兽开心的事情了 就在其他人紧张地关注 这雷霆巨蟒时 徐青已经开始炼制下一份 六尾风天雀的进化业 而在近十分钟后 雷霆巨蟒滋质成功提升至四星 成功了 魏风鼓激动不已 刚刚他看到徐青有的动作那么随意 他还以为大概率会失败 结果真的有些出乎胎儿预料 别愣着呀 赶紧照出你的六尾风天雀 徐青催促琴硕 他的声音也将魏风鼓从震惊中惊醒 结果看到 已经开始装瓶的进化业时 顿时傻眼了 这么快完成了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我刚刚扭了个头 结果又一瓶四阶进化业出现了 你还不能再快点 徐青疑惑看着他道 不然呢 毕竟也只是四星而已 第103章 那颗星球值钱吗 魏风鼓被打击得不轻 这是人言否 还只是区区的四星 你怎么不直接说 这只是区区九星呢 在他那怀疑的目光中 六尾风天雀再次进化成功 成为四星资质灵兽 好强 旗下哥惊呼一声 徐青真的太厉害了 居然连续进化成功了两只灵兽 这算什么 迄今为止他已经出手进化了几十次 但从来没有失败过 敖苏淡定说道 他们对徐青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 听闻此言 魏风鼓扭头奇怪地看了敖苏一眼 小伙子 你吹牛也得留点余地 当心将牛皮吹破了 敖苏道 前辈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说的都是事实 没错 我也可以作证 禽兽附和道 魏风鼓看着两人那坚定的眼神 手中的银色拐杖握得更紧了 难道真的有这种干世奇才 足足耗费了徐青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他才将敖苏两人总共五只灵兽 全部进化成功 目前他们属于实力积累阶段 唯有成长起来 才能帮助自己赚钱 而当中 没有一次失败 魏风鼓深吸一口气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很难相信 有人可以做到如此程度 他们进化师那个不是小心翼翼 生怕有其中哪一步出错 导致前功进气 从来没有人像徐青这样做得如此轻易 那感觉就像练习了不知多少次 你在地球 应该已经成名很多年了吧 那群老顽固 居然肯让你来星空 魏风鼓看着徐青问道 也没多久 就一个多月而已 一个 你刚刚说什么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一个多月 你逗我呢你 其实 我是今年刚刚到星空的新生 徐青说道 你 你是新生 魏风鼓精一道 18岁的新生 能如此生吗 没错 是谭副院长 教我们刚刚 从地球上接来的 听说明天就要去特训了 对了 您既然是这里工会会长 现在能不能帮我 办理一张星空资格证 徐青问道 地球净化师资格证 在这里行不通 想要办理 星空净化师资格证 我们这里是不行的 需要前往苍蓝星 那里有整个宇宙 公认的净化师联盟分布 而那也是距离 我们启明星 最近的一个 可以认证的星球 在那里认证的资格证 哪怕是整个宇宙 都可以通用 魏风鼓压下心中 震惊回答道 还要去别的星球认证 徐青一阵头大 感觉实在有些麻烦 你不用担心 每一年 我们都会组织那些 拥有药材清合度的学员 前往苍蓝星 不过要等半年以后 这半年 是给那拥有药材清合度的学员们 学习的时间 半年吗 徐青眉头微皱 半年时间会浪费掉 自己多少赚钱的机会啊 但自己不是上位神吗 不是可以横渡星空吗 实在不行 自己直接飞过去 魏风鼓 将徐青送出了净化施工会 随后马不停蹄地去寻找弹池 他要打听清楚 徐青的事情 走走走 快走 出了净化施工会大门 徐青急忙催促道 脚下的步伐 都快迈出了残意 怎么了 有什么危险吗 秦硕沉声问道 那个会长老头 没收我们的钱 快走 别被他想起了 啊 三人一脸不解地看着徐青 药材钱啊 那老头没有收我们的药材钱 徐青急忙说道 啊 几人无语 感情你是怕人家追上来要钱啊 不至于拔你 敖苏一脸奇怪地看着徐青 他也不是那种差钱的主啊 可怎么老是说自己没钱呢 至于至于 很至于 记住 你们以后要记住一件事 跟着我要以赚钱为目标 我有一个宏大的愿望 那就是 将整个宇宙星空的钱 全部缩挂到我的口袋里 你们可一定要助我 成就此番伟业啊 旗下哥几人惊呆了 这是什么愿望 将整个宇宙的钱 搜刮到自己口袋里 作为一个预售师 不应该是努力成为这个星空的最强吗 他们哪里知道 徐青可是真正的刻金预售师啊 只要有了钱 提升实力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次日 教官斗金鹏出现了 所有人立刻前往星际飞船的位置 啊 难道又要去其他星球了 众人惊讶 毕竟起明星也就屁大点地方 还不到动用星际飞船 不用多问 所有人立刻过去 半个时辰之后 飞船起航 说完他便潇洒地离开了 这是要去哪里特训 熬苏皱眉 不知道 最好是可以赚钱的地方吧 徐青无所谓说道 虽说这种特训 对他并没有任何作用 但毕竟初次进入星空 还是多了解一些 有关星空的知识比较好 只是当徐青他们 抵达星际飞船停留的位置才知道 这次特训居然不只是他们 还有本土的新生 不过 对方明显因为之前的事情 这群本土学员 对徐青他们这群地球学员很不爽 上了飞船 双方各自分区域坐下 飞船起航 斗金鹏对着所有人说道 这次去的地方 是日月双子星中的月子星 是一个适合人类生存 且盛产各种材料的星球 什么 月子星 那不是位于前线中的一颗星球吗 有人脸色一变 这次特训居然定在了那里 那里可是会死人的 没错 就是那颗位于前线的月子星 你们虽然只是一群菜鸡 你们有你们的战场 这次特训的地点 就是那里的战场上 斗金鹏似笑飞笑地说道 随后又到 飞船上的电子设备中 记载了各种武器和零售技能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 免费选择一门武器和三门零售技能 多多少少 也可以增强你们的一点实力 而这也是特训的任务之一 前线的星球 地球预售师也在参与争夺 突然他开口问道 教官 那颗 所谓的月子星值钱吗 场面一阵寂静 尤其是那些土著学员一脸 奇怪地看着徐青 他们都在担心 如何活下来 你居然问值不值钱 就连同行的敖苏等人 都是一脸惊讶 你至于骂你 窦金鹏一愣 看着徐青回答道 如果能将他拿下 就相当于我们地球人类 在星空中又多了一处根据地 而且那里物资充沛 当中有不少进化和培育材料 所以那是无价之宝 在他疑惑的目光中 居然看到徐青发光的眼眸 第104章 月子星 这小子的眼神有点吓人 他是想干嘛 窦金鹏疑惑地看着徐青 无价之宝啊 徐青蠢蠢欲动 而在所有人奇怪的目光中 徐青再次问道 这个星球上最强者是什么等级 八戒 那如果我将这颗星球拿下 你觉得御寿师公会会给我多少钱 一瞬间 所有人呆滞了 这家伙 是在拿教官开玩笑吗 窦金鹏看着徐青 陈生道 我可不喜欢开玩笑 惹我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我也没有开玩笑 徐青平静道 我既然能说自然有我的手段 我就想知道 如果我真的拿下那颗星球 御寿师公会能给我多少钱 窦金鹏握紧了拳头 可以看出他已经处在爆发的边缘了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一本正经地戏弄自己 如果你真的能将这颗星球拿下 那对地球御寿师来说 将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而你也将因此被所有人铭记 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根本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你明白吗 然而 面对窦金鹏所说的什么荣耀 什么大事 徐青不在乎 他在乎的只有钱 略微摇头 徐青觉得 是时候展现一波实力了 老徐 你不是认真的吧 敖苏看着徐青问道 什么意思 你真有能力 拿下一颗星球 那是自然 死 难道是青帝也来星空了 敖苏想不到 除了青帝之外还有 谁能让徐青有如此底气 看到徐青没有否认 敖苏更加激动了 我靠 要是青帝前辈真的来了 那可就有意思了 以他半神的实力 绝对能轻易拿下 这颗所谓的月子星 他的声音很大 没有丝毫遮掩地 传到那些本土学员耳中 切 装什么笔 还青帝 还半神 咱们地球预售师 走入星空这么多年 都没能诞生出一位半神 真以为地球那种 资源平均之地 能诞生半神 地球要是能出现半神 本少道力吃香 以往那些从地球过来的学员 虽然狂妄 但没听说有喜欢吹牛逼的 怎么这一届 反而出现了几个牛逼大王 不知道地球的母牛 还能下小牛犊子吗 不会被他们给吹坏了吧 哈哈 一群人哈哈大笑起来 神色鄙夷地 看着徐青等人 你 熬苏怒了 瞪着眼睛刚要起身 却被徐青拉住 算了吧 和一群无知之辈 浪费口水做什么 坐在不远处的段宇 看了一眼徐青 这家伙 总是给他一种 看不透的感觉 难道他也是轮回者 这个猜想 让他心中一惊 想要轮回 除了拥有轮回体质的人 拥有轮回属性的灵兽 在等级达到一定程度上 也可入轮回 但 就算他是轮回者等级 也不该提升得这么快才对 而且拥有对方 还拥有双清和度 这种东西 就是强如他那样的轮回者 都无法操控 难道真的如传言所说那样 他拥有90%的受体清和度吗 不然绝对不可能成长得如此之快 虽然不愿意相信 但现实似乎摆在自己眼前 于是主动大话 微笑着说道 徐青 能不能帮我制定一下灵兽成长方案 可以 不过 我培育灵兽的费用很高 虽然有些惊讶 徐青还是点了点头 虽然对方是轮回者 但与自己之间并没有矛盾 而且 轮回者应该对这个星空很熟悉吧 或者说 他们赚钱的路子 应该很多吧 就是不知道他上辈子有没有存款 只要你的培育速度 真如你的受体清和度那样 钱不是问题 段宇傲然说道 这一刻的他 像急了毫不在乎前的二代 既然如此 我想我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的 但愿如此 星际飞船飞行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 终于抵达了月子星 到了这里 徐青等人终于知道明白 为何会叫月子星了 因为这颗星辰的外形 就像一个半圆弧的月亮 而在月子星的不远处 还有一颗球形星辰 与月子星遥相呼应 形成了日月双星 还有这种奇怪的星球吗 我还以为所有的星辰都是圆的呢 敖苏挥动着折扇说道 那可不一定 宇宙中的星辰 有很多的七星怪状的 不一定都是球形 段宇平静说道 切 咱们一起来的星空 你知道的 也不比我们多吧 敖苏撇了撇嘴 段宇一笑 没有说话 此刻他们 站在星际飞船上 看着前方战火连天的月子星 月子星不大 看起来也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左右 也因为如此 这里最强者 也不过八阶玉寿师 不要看着小小的一颗星球 目前可是有三方势力在参与争夺 斗金鹏看着双子星沉声说道 除了我们地球一方之外 还有星月皇朝 和森罗帝朝 那两个势力 都拥有九阶五帝玉寿师坐镇 而那些五帝强者们的战场 都在另外一颗星球 他们顾忌不到这里 所以才让八阶强者将这里作为战场 大家坐稳了 飞船要着陆了 星际飞船开始朝着月子星降落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只通体银色 生有双翼的巨狼 突然出现在了飞船前方 这是 不好 这是星月皇朝御寿师 斗金鹏与飞船上的其他教官 在看到 那只灵兽背上所占之人的服饰 顿时脸色大变 这居然是敌对势力星月皇朝的御寿师 对方出现在这里 明显就是要对他们出手啊 该死的 他们怎么知道 我们要在这个时候降临 这里明明就是地球御寿师的地盘啊 一瞬间 飞船上所有人都恐慌了 所有学员面若死灰 原本就紧张的一颗星 彻底坠入了冰库之中 而此刻 位于双子星上的地球 八阶御寿师奇雨 也注意到了这里 脸色骤然一变道 坏了 是拥有空间属性灵兽的公骨 一段时间 他们已经有不少人死在了对方手中 因为对方不仅仅拥有空间属性灵兽 也是一位八阶御寿师 而现在 对方出现在了 承载着学院学生的飞船旁边 其目的可想而知 慌什么 对方再强也不过八阶而已 又无法击破飞船防御 段御不屑地瞥了眼众人 你怎么知道他 无法击破飞船防御 有学员看着出现在飞船前方的敌人 崩溃嘶吼道 我不想死啊 第105章 你们地球人可真卑鄙啊 几个教官在听到段御之言后 也镇定了下来 松了一口气 对众人喊道 没错 大家不要慌 对方无法轰破飞船防御 几个教官都诧异地看向段御 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个从地球而来的学员 居然能做出这么快的判断 啊 为什么 对方很有可能是八阶强者 有学员颤抖着说道 就算对方是八阶又如何 八阶御寿师 可无法横渡星空 因为会被星空之力压爆 而我们的星际飞船 却可以挡得重奈骨力量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飞船 防御力远超对方 窦金鹏解释道 刚刚他也被吓到了 说到底 他也终究只是个五阶教官而已 果然 下一瞬 那只双翼银狼巨大的爪子 拍击在了飞船上 结果只是让飞船微微震动 根本无法将其破坏 见到这一幕 所有学员都松了一口气 太吓人了 我还有要挂在这里呢 战场好可怕 这里真的有我们这些 一阶弱鸡的生存之地吗 我好想回去 许多学员颤声嘀咕道 窦金鹏等几位教官 在看到飞船外的双翼银狼 接连不断攻击飞船 伤害后也彻底松了一口气 哼 现在知道战场的可怕了 你们觉得 我们所有人 能拥有起名性安宁的环境 都是谁的功劳 是那些死守在前线的 御兽师们的功劳 所以要珍惜现在的时光 努力培育灵兽 提升灵兽等级 窦金鹏对所有人说道 而在飞船之外 八阶御兽师公骨在数次 攻击飞船而无果之后 看了看身后 已经支援过来的八阶御兽师 嘴角微微泛起冷笑 直接消失在了虚空中 齐宇乘坐在一只灵兽身上 接引飞船降落在地上 这里怎么会出现 空间属性玉兽师 早知道如此 我们就选择其他星球 作为战场了 刚下飞船 窦金鹏便对齐宇叹息说道 如此以来 这些学员此行就太危险了 毕竟空间属性灵兽 实在有些诡异莫测 那家伙也是刚来没多久 让我们很头大 要不你们回去 齐宇说道 他虽然已经好几百岁 但看起来 却就像三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身上穿着地球特有的黑色糖装 他们本来就不占优势 而在星月皇朝 出现一个空间属性的八阶玉兽师 对他们的玉兽师 进行了刺杀之后 他们和森罗皇朝 都已经处在了烈士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再来一群脱油瓶 那真的是雪上加霜 窦金鹏想了想 觉得有必要联系一下学院 更改特训地点 随后拿出一个罗盘一样的东西 联系起来 这是星际罗盘 奇雨惊讶 这玩意可以在星球与星球之间 施展超远距离联系 嗯 就像电话一样 很方便 但同样也很贵 奇雨手中都没有这种东西 否则早就告知月子心上的情况 嘿 刚买不久 数量有限 要不是有身后这群小家伙 我也没机会用这种东西 窦金鹏咧嘴一笑 学员们没有离开飞船 他们也祈祷着 能换个安全点的地方 但就在这时 一只巨大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飞船之中 正是至少离开的星月皇朝 八阶玉兽师公骨 他居然依靠灵兽的虚空穿梭技能 趁着飞船开门之时 潜入到了飞船内部 不好 飞船上的其他几个教官 顿时大惊 急忙召出灵兽 朝着双翼银狼攻击过去 嘿嘿嘿 还以为是援兵 没想到 居然是一群幼苗 既然如此 那就都死吧 公骨根本没在意教官们的攻击 几个五阶而已 又岂能撼动他一个八阶玉兽师 齐下哥傻眼了 刚刚他还靠在徐青肩头 怎么一睁眼 就看到一只巨大的爪子 朝着自己抓了过来 啊 一瞬间 不止齐下哥 几乎所有学员 发出刺耳尖叫声 然而就在那只爪子 达到齐下哥面前时 却戛然而止 却见一根手指头 顶在了那只巨大爪子上面 居然硬生生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嗯 公骨低头看去 眉头一皱 独眼龙 然而还不等他有所反应 那根手指上璀璨的星光绽放 而后一道光束 瞬间贯穿了双翼银狼的身躯 让其发出一声惨叫 庞大的身躯都亮枪后退 进入星空了 徐青也懒得隐藏实力了 你 公骨脸色大变 走 一击能击伤自己的八阶灵兽 此等实力绝对是九阶强者 所以他不敢再有丝毫停留 果断逃离飞船 双翼银狼口中发出哀吼 但他的身躯还是快速隐藏向虚空 想跑 我同意了吗 徐青冷笑一声 身上雷霆闪烁 瞬间出现在了巨狼面前 一拳轰击在他的脑袋上 原本已经半个身躯都进入虚空的双翼银狼 居然硬生生被这一群轰击了出来 狠狠扎向飞船门口 恰巧砸在了听闻动静进来的斗金棚身上 所有人都彻底梦了 不可思议地看着站在那里的徐青 卧槽 老徐 真的是你吗 老徐 敖苏难以置信喊道 废话 不是我还能是谁 徐青白了他一眼 卧槽 那你为什么能干得过他 他不是巴结御寿师吗 他是巴结御寿师 但那又如何 我想杀的人还没有杀不了的 徐青平静说道 不是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能干得过巴结啊 不仅敖苏 旗下哥 秦朔 段玉都惊骇地看着徐青 像是第一天认识他一样 我堂堂一个天才 能干得过他 不是很正常吗 徐青耸了耸肩 而这时 刚刚被砸倒的窦金棚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便感觉一只大手 扼住了他的咽喉 顿时让他浑身汗毛倒数 自己变人质了 你们地球人可真卑鄙啊 居然将五帝强者 隐藏在一群菜鸟之中 引诱我上当 公骨掐着窦金棚的脖梗 横声说道 看向徐青的眼神充满了愤怒 妈的 自己的灵兽 都被他一拳砸晕了过去 五帝 斗金棚一脸猛 哪里来的五帝 只是当看到 躺在一旁 晕死过去的双翼银狼 顿时脑袋一阵嗡鸣 这只巴结灵兽 怎么受伤了 是谁打伤了这只灵兽 就在这时 却见徐青摇了摇头道 这能怪我吗 是你自己闯进来的 第106章 不目名利 只爱财 本来他要是直接走了 倒也没了徐青什么事 可偏偏他想依靠自己的空间属性搞偷袭 这不就给了徐青出手的机会 看到对方和徐青对话 斗金棚还是不解 心中更是诧异 到底是哪位五帝降临了 我们做一笔交易如何 放我离开 而我留他一命 公骨沉生说道 现在也只有用这种手段 保自己一命了 好啊 徐青平静笑道 对方答应得这么干脆 公骨内心反而怀疑起来 这商标符号觉得有诈 不行 不能放他离开啊 斗金棚急忙大喊 虽然他还不知道 是哪位五帝 但自己不过区区一个五阶 而对方可是八阶 用自己五阶换取八阶 怎么看都很划算的吧 闭嘴 信不信老子杀你 公骨怒吼一声 不管那么多 果断收起晕死的灵兽 挟持斗金棚 朝着飞船外退去 徐青面色平静 紧跟着走了出去 直到这时 所有学员 从之前的惊魂未定 彻底沸腾了 徐青是五帝 难怪他在学院 可以轻松击败五飞 他们居然见到了 一个五帝出手 但段玉等人 却比他们更加震撼 如果别人不知道 徐青的底细 可同样来自于地球的他们 绝对知晓 那是和他们今年 同时觉醒的学生啊 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成为五帝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徐青怎么可能会是五帝呢 这距离当时的觉醒前后 也不过两个月有余吧 敖苏发出疑惑三连问 不要问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 或许其中原因 也只有徐青自己知道吧 秦朔难难道 这真的太诡异了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而且 即便徐青培育灵兽的速度 恐怖无比 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吧 段玉抓了抓脑袋 纵然他是轮回者 上一世实力强横 但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至于旗下哥 已经呆滞了 自己居然睡了一位五爹 他用力摇了摇脑袋 一会儿一定要好好问问清楚 徐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飞船之外 公骨挟持着窦金棚步步后退 其余等人已经照出了灵兽 位列两侧虎视 单单地盯着公骨 而在他的对方 徐青从容地跟着对方的步伐 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看着前方 到了这个时候 哪怕窦金棚是傻子 他也已经知道了 挟持着自己的这个八阶玉售师 在恐惧徐青 也就是说 徐青就是那个九阶玉售师 我靠 这商标符号太扯淡了 徐青不是今年的新生吗 又怎么成了战队强者了 窦金棚都感觉自己的 CPU有些运转不过来 突然他想起之前徐青说的话 这么看来 对方真的没有开玩笑啊 他是真有能力 独自一人拿下这颗月子星 停下脚步 不许再跟过来 否则我弄死他 公骨眼睛冷立怒声说道 徐青真的顿住了脚步 看着对方照出灵兽 飞向天空 结结结 没想到本座 居然能从一位九级战地手中活下来 这真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情 看到自己飞上高空 公骨大笑一声 此事足够他吹嘘两年半了 随后他将窦金棚 从半空中扔了下去 坐在灵兽背上 迅速朝着远处飞去 我允许你笑得很嚣张 但绝不允许 有人笑得比我还要嚣张 徐青眼睛微眯 下一刻 一只巨大的银丝龙爪 突然出现在公骨前方 一把便将正效得得劲的公骨 抓在了爪中 啊 空间属性灵兽 这里居然也有一只空间属性灵兽 该死 啊 公骨体内能量浩荡 八阶强者的威势 毫不保留地释放 一道道能量化作连衣 向周围扩散 但却根本撑不开 那只银丝的爪子 他那刚刚沸腾的心 彻底冰凉了 徐青冷笑一声 在察觉的对方 拥有空间属性灵兽的时候 他便开启了混沌重铜 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对方 隐匿在了虚空之中 最后又沿着打开的飞船大门 进入了这里 所以 徐青提前便将虚空骨龙罩了出来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斗金棚砸到了地上 紧接着 公骨也紧随其后地砸在了地上 你笑啊 你商标符号在嚣张地笑啊 徐青上前居高临下的一脚 踩在了公骨胸口 而在周围 所有人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都瞪大了眼睛 奇雨傻眼了 堂堂巴结强者 居然被人踩在脚下 毫无反抗之力 怎么样 要不你联系一下星空总部 问问 如果我将月子星拿下他们 可以丢我多少钱 徐青看着斗金棚 再次问出了同样的话 您 您稍等 此刻的斗金棚 再也不敢像之前那样 有所怠慢 或者觉得 这是徐青在与他开玩笑 急忙拿起星际罗盘 与总部联系了起来 什么事 不过片刻 星际罗盘中传来声音 斗金棚将徐青的话 快速说了一遍 如果真的如此 那便是为我地球御寿师 立下不可磨灭的贡献 会被铭记于史册 又怎么能用区区金钱来衡量呢 这是对我们前线 奋命战斗的御寿师们的侮辱 罗盘那头 传来对方激昂的声音 徐青夺过罗盘 陈生说道 你能做主吗 你是谁 我就问你 能不能做主 如果能做主 你就跟我明确说 这颗星球值多少钱 我帮你打下来 如果不能 那就去找可以做主的人来说 还有我对你那所谓的名流史册 并不感兴趣 我这个人很现实 只爱钱 所以给个回话吧 沉默片刻 罗盘那头传来声音 此事 我们需要商议一下 你将罗盘交给窦金棚吧 真是婆婆妈妈 徐青撇了撇嘴 他以前不是听言老头说过 星空中一位战队 打下了一颗并不算大的星球 不是奖励了上百亿吗 怎么到了自己这里 就变得婆婆妈妈呢 斗金棚与对方聊了片刻 最后又将罗盘递给了徐青 大致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如果你真的可以将月子星拿下 我可以做主 奖励你三亿灵精 虽说有点少 但你也知道 我们地球预售师 在星空中的地盘不是很多 拿不出太多的灵精 虽然他这么说 但徐青却眼睛一亮 三亿 好家伙 这颗看起来不大的星球 居然价值三个亿 妈的 那自己要是将日月双星 全部打下来 那得值多少钱啊 而且 三亿足够自己净化出 三只神级资质灵兽了 又是一次一波肥啊 第107章 星球公约 星点 好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你就等着将这颗星球 纳入我们地球预售师的 势力范围内吧 不过 你可别想着耍赖 否则我会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好 既然如此 我就在起明星上 等你的好消息 罗盘内头传来声音 徐青挂了星空电话 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兴奋 他似乎已经看到自己 又有三只成为神级的灵兽 起明星上 慕国锋眉头微皱 我们地球一方 又诞生了一位九阶战地强者 这是好事 但这个徐青是谁 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么一个人啊 月子星上 徐青一脚踩爆了宫骨的脑袋 场面之血星 让所有学员星中未知一景 星球争夺 有没有什么规矩 是直到将所有的敌人 全部屠杀干净吗 徐青看着奇雨问道 差不多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不能屠杀那些 逃入星空的人 实际上 月子星属于资源星球 资源星都在星球公约的保护之内 奇雨继续说道 所谓星球公约 是指在争夺这个星球之时 只要将属于我们的旗帜 插在这个星球的唯一星点之上 连续一个月 那么这颗星球 就会彻底成为我们的星球 徐青听的云里雾里 什么星球公约 什么唯一星点 这些他完全不懂 随后奇雨再次仔细解释起来 这当中涉及到方方面面 简单来讲 便是在所有预售师之上 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制高组织 这个组织统一着星空中的所有星辰 他们允许人们争夺这些星辰 可一旦有势力要争夺星辰 就必须得向这个组织汇报 并缴纳一定的费用 由这个组织为这颗星球设立星点 说白了 就是那个制高组织 随手指定的一个区域吧 而想要彻底占据这颗星球 就需要将各自势力的旗帜 插在这个星点上 维持一个月不等 那就意味着 这颗星球被这个组织收入了囊中 而且在此后的一百年中 其他势力不得再抢夺这颗星球 这便是星球公约 经过其余的此番解释 徐青终于明白了 所谓的星球公约和星点 要这么说的话 那个制高组织很富有啊 他思索着摸了摸下个 整个星空中的所有星辰 都归他们管 可这星空之中 又有多少星辰 我们设立星点时 缴纳了多少费用 徐青问道 其余摇头道 我们发现这颗星球的时候 星月皇朝已经率先设立了星点 但只要参与争夺 便要向那个制高组织缴纳费用 否则也不会受到星球公约的保护 以后麻烦不断 所以到底交了多少费用 一百万零金 我靠 居然缴纳那么多 其余苦笑一声 这还是少的 如果换作更大 资源更加丰富的星球 这个费用还会不断增加 就像双子星的另外一颗星辰 当时的这个费用 可是交了三百多万零金 徐青眼冒金光 呼吸急促 奶奶的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强了他们 那绝对能为自己 培养一只无敌的灵兽出来 既然这样 那边动手吧 让这群小学生 待在新手区就可以了 如果想见识一下星球争夺战的 也可以跟我一起走 不过 我可不会保护你们 徐青说道 旗下哥很想跟着徐青 但一想到对方的实力 还是打算 不要去拖对方后腿的比较好 但徐青却开口了 旗下哥 你们三个跟着我 虽然新手区也很安全 但待在自己身边 更加安全 而且 秦朔和敖苏两人 还需要好好磨练呢 不然将来怎么坐镇一方 替自己快速挣钱 有了徐青这么一位九阶强者 其余也带着大部队出发了 地球御寿师 在月子星上 安排了四位八阶御寿师 可惜 有一位被拥有空间属性的公骨暗杀 如今只剩下三位八阶御寿师 而为了安全起见 学员们所在的特训之地 留有一位八阶作战 剩余两人则 跟着徐青 直接前往星点所在位置 至于特训的内容 自然不可能 是和对方的御寿师作战 而是与这颗星球上的土著凶兽作战 这是资源星 上面的凶兽自然也是要清理干净的 否则 那些资源 恐怕会被凶兽的 吃得干干净净 你真的徐青吗 路上 旗下哥按耐不住地问道 九阶占地 对他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自然是了 难道你忘了 我当时说过 你那颗长在草丛旁的质 很漂亮吗 徐青低声道 旗下哥的脸 刷得一下就红了 不由得白了对方一眼 那你这九阶实力 是怎么回事 就算拥有再怎么高的受体清和度 也不可能这么快提升到九阶吧 徐青点头道 其实你们不知道 我是天生的九阶强者 什么意思 就是刚刚觉醒本命灵兽 就是九阶啊 不想说就不说嘛 干嘛编这样的理由 旗下哥撇了撇嘴 不过他倒是无所谓 只要他还是之前那个 和自己一起睡觉的徐青就好 等等 那青帝 敖苏突然看向徐青 没错 那也是我 徐青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这种事情 也都无所谓了 你 啊 卧槽 敖苏瞪大了眼睛 他最崇拜的青帝 居然就是眼前的徐青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就连秦朔也都呆滞了 这个结果 着实有些出乎他的预料 据说青帝 在你觉醒灵兽后不久就出现了 难道你真的是天生的九阶玉兽师 在这之前可从未听说过青帝的名号 要不然呢 或许这就是我作为天才的待遇吧 徐青平静说道 反正系统是不可能暴露的 至少在自己真正的无敌之前不能暴露 月子星不大 众人没多久便抵达了新点 这还真的是叫新点啊 徐青感叹一声 地面上烙印着一颗和月子星一模一样的巨大图案 足足有十几张大小 他的神念散发出去 感知周围的动静 总的来说 三方势力围绕着新点都在伺机而动 哪怕自己无法成功 也绝不让对方成功 而此时 在新点之上插着一杆战旗 上面有一颗金色星星的标志 正是新月皇朝的战旗 第108章 占据新点 这是之前公古插在这里的战旗 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 齐宇说道 公古利用自己的空间属性灵兽 四处暗杀御兽师 弄得所有人人心惶惶 而他则趁此机会将新月皇朝战旗插在了这里 每当有人靠近 就被他诡异地斩杀 徐青摸着下巴疑惑道 可是那个至高组织 又是如何知道 我们占据了新点超过一个月了呢 万一有人不认账呢 不会的 齐宇摇头道 看到地上的新点了吗 据说那个组织可以通过新点 感知到某个势力占据的时间 如果我们占据的时间超过了一个月 而敌对势力又不认同 那我们便可以上诉 毕竟我们也是交了钱的 一旦让那个组织知道 那等待对方的 可就是整个势力被图灭 所以 星空之下所有人都遵守着星球公约 所以 这个新点就相当于是监控器 差不多吧 不过再有势力将这个星球占据之后 星点也就会消失 徐青大概明白了 那个至高组织 就相当于是个裁判 星点就是个监控器 突然他又问道 你之前说 资源星处于星球公约之内 那也就意味着 还有非资源星了 没错 所谓资源星是指这个星球上 大部分面积都生长着 零售进化和培育的资源 这种星球哪怕是被占据了 也不会有太多人口居住在这里 因为担心人口太多 而影响到这里资源的生长 但还有一种星球 便是非资源星 就像我们的根据地之一的启明星 那颗星辰上没有什么资源 但环境倒也适合人类居住 如果敌对势力 想要攻打那颗星球 便不需要设立所谓的星点 只要你实力足够 哪怕屠灭整颗星球上的生灵 也随你心情 而且 一旦攻陷某个势力的总部 这个势力名下的所有星球 都将归你所有 徐青摸了摸下巴 眼睛一亮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要是直接攻占了 星月皇朝 和森罗皇朝所在的星球 那岂不是就发了 这两个势力的宝库中 应该有不少灵精吧 呃 齐宇尴尴尬一笑道 这两个皇朝 虽然和我们地球这边一样 都是地级势力 但他们 战地强者众多 恐怕不是那么 好攻占的呀 徐青笑笑没有说话 但心中却有了自己的想法 走吧 将我们地球的骑士插上去吧 星点的位置 有星月皇朝的几位 八街御寿师镇守 看着地球御寿师等人到来 其中一人 嘴一脚微微泛起冷笑 居然还敢来 怎么宫谷今天没有去找 你们的麻烦吗 呵呵 给你们看到好东西 齐宇轻蔑一笑 宫谷的无头尸体 从他的空间戒指中掉落下来 你们 星月皇朝众人瞪大了眼睛 他们自然认出了那具尸体 没想到 拥有空间灵兽的宫谷 居然死了 星月皇朝众人心中一震 在八街 他可是无敌的存在啊 而且利用空间属性 哪怕是在九街五帝手中 他应该都能脱身才对啊 但最关键的是 他可是某位高层的 十分欣赏的儿子啊 这下麻烦大了 所以你们是主动离开呢 还是要我们动手 齐宇问道 哼 也不知你们 用了什么卑鄙计谋 杀死了公骨 但想要我们主动撤离 那是不可能的 其中一个八街御寿师 陈生说道 他的目光看向徐青 带着一丝惊讶 因为他的老对手齐宇 似乎是以这个年轻人为核心 难道对方是 地球御寿师 某位高层的子嗣吗 既然如此 那就先下手为强 几个八街御寿师对视一眼 带着自己带灵兽 如疾风训雷般 朝着徐青杀了过去 同时 一道黑色的召唤阵出现 伴随着一道龙银声响起 九幽冥雷龙骤然出现 九街的气息 毫不保留地释放 嗖 黑色雷影瞬息而过 便已经出现在了 新月皇朝 几个八街御寿师的头顶 雷鸣爪 哼 一击落下 黑色的雷霆 轰隆隆作响 瞬间贯穿了冲击过来的几人 让他们当场死亡 果然是九街战地 齐宇看向徐青的目光 更加尊崇了 不过这次 怎么是个黑色神龙 那之前灭杀公骨时的 那个银色的爪子 又是什么东西 难道对方是九街二街御寿师 让你们走你们不走 那就是自己做死了 徐青冷哼一声 随后举起印有蓝色星球的旗帜 插在了星点之上 现在就在这里 守着就可以了吗 徐青问道 没错 我们需要在这里守护一个月 保证我们的旗帜不倒 齐宇激动地点了点头 果然 九街战地 才是影响战场的关键 随后众人 直接盘坐在了星点周围 老徐 啊 青帝 你真的是青帝 我记得青帝的九街灵兽 是一条黑色蛟龙啊 什么时候变成了黑色真龙了 敖苏疑惑问道 这都过去多久了 难道我就没有一点进步 徐青翻了的白眼 我靠 从地球到现在 充其量也只有一个多月好吗 什么叫过去多久了 徐青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你要知道一件事 对于我来说 每一天都在成长 都在进步 所以 或许一个月后再次见到我时 我会成长得更高 说不定就是神级 又或者更高 行了 你们该历练的历练 大老黑会关照你们的 我和我媳妇说说悄悄话 徐青直接带着旗下哥 进入了小须迷界 自从上次在飞船上 进行了深入交流之后 就一直没有再深入交流 这次要在这里待一个月 实在太无聊了 不找点事做 怎么能行 这是 卧槽 这不是当时青帝 在我守了好几年的山谷中 发现的那只灵兽吗 我当时还问过徐青 徐青说 青帝给他了 感情他是给他自己了 看到悬浮在哪里的小须迷界 秦硕有些感慨 谁能想到呢 任谁也想不到啊 敖苏打开折扇感叹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 实在超出了他的认知 他一时之间 有些难以接受 徐青变成了青帝 青帝变成了徐青 徐青 徐青 青 哎 卧槽 齐宇看着消失的徐青 有些担忧道 他本尊不守在这里没事吗 啊 九幽名雷龙发出龙吟 咋的 我大老黑这么大的体型摆在这里 你看不着 要想从他眼皮子地下弄倒战旗 除非对方是同级的空间属性灵兽 齐宇善善一笑 是啊 有这个九阶灵兽呢 自己还怕什么 第109章 两位战地降临 而在小须迷界内 旗下歌红着脸 搂着徐青脖子 生如闻得道 我想感受一下来自战地的猛烈 那你可得坚持住了 别晕过去了 此处省略百万字 你说什么 地球玉兽师一方 来了一位九阶战地 你确定 森罗皇朝距地内 几个八阶玉兽师 听到探子传回的消息 其实有些震惊 地球九阶战地 也就那么几位 应该都在争夺一些重要资源星 怎么有空来 月子星这种小地方呢 回禀几位大人 确实如此 就连星月皇朝 拥有空间属性灵兽的公骨 都死在了对方手中 而且我们隐藏在周围的探子 都看到了被对方 照出的那只九阶灵兽 直到现在 那只九阶灵兽 都还盘踞在星典附近呢 探子将他们看到的一切 如实回遍 包括星月皇朝 那几个八阶玉兽师之死 走 我们去看看情况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只能向上面汇报 让他们派遣战地强者过来 战地强者 不是他们所能抵挡的 几道身影如鬼魅般 飞奔向星典位置 同时 星月皇朝所在据点 也知道了 对方由九阶五帝强者参战 而且 他们的八阶强者 已经全部阵亡 所以只能将此事 向皇朝汇报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便到了一个月的月底 此时的旗宇 神情紧绷 一双眼珠子 不断扫视四周 生怕两大皇朝的强者降临 或是有人在最后关头 进行斩首行动 徐清也出来了 他身旁的旗下哥 脸色红润 像急了一颗 即将成熟的红苹果 他的怀中 抱着洁白的冰临九尾狐 不过现在他的资质 已经不是八星 而是九星 徐清从系统商城中 购买了一瓶资质进化液 反正对现在的他来说 那点钱也不算什么 不远处 斗金鹏几个教官 带着一群特训结束的学员 正翘首以待 看着星点位置 期盼了没有敌对势力的 九阶玉寿师降临 然而终究是没能如他们所愿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两艘星际飞船降临了月子星 两位战地强者连眉而来 这瞬间让其余等人 一颗星都沉到了海底 虽然这颗星球不大 但既然你们出动了战地 那我们也不能没有表示 而且 宫古不仅是我们皇朝 重点培养的御寿师 还是当朝郑国大将军的 最喜欢的儿子 你们居然将他杀害 简直罪该万死 星月皇朝战地冷声说道 目光看向盘踞在星点附近的 那条黑色真龙 果断照出灵兽 他的灵兽是一只蓝甲巨蜥 乃是谁属性灵兽 杀了他 星月皇朝五帝 并直指向徐清立鹤一声 蓝甲巨蜥带着恐怖无比的威势 从天而降 轰然降落在地上 你一只灵兽不是本地的对手 你们两个一起上马 徐清平静说道 休要猖狂 看我的灵兽如何杀你 星月皇朝五帝大喝一声 休 一道只有手指大小的水柱 自其口中喷出 如同一道激光一般 射向九幽名雷龙 虽然威势不是很强 但却是将能量压缩到极致的攻击 威能莫测 啊 龙音声响起 大老黑眼中战意高昂 施展雷鸣爪正面对抗过去 包裹着黑色雷霆的龙爪抓了过去 轰隆 一声巨响震天动地 两道能量撞击在一起 分割了天空 啊 大老黑大吼一声 体能能量爆发 一只龙爪挡住蓝甲巨蜥的攻击 庞大的身躯瞬间向前推进 这是九阶成长度100% 星月皇朝五帝脸色一变 这已经是九阶灵兽中最强的存在了 而他的蓝甲巨蜥 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我说了 你那只灵兽不是我的对手 结果呢 徐青嘲讽一句 星月皇朝五帝气得咬牙切齿 这该死的地球玉兽师 待会儿自己一定要将它粉身碎骨 难道你还要看戏吗 是不是觉得自己有把握战胜单独战胜对方 星月皇朝五帝看向森罗皇朝五帝 脸色难看沉生道 哈哈 怎么会呢 后者一笑 急忙照出了自己的灵兽 暗影双头豹 那是一只漆黑的豹子 生有两个脑袋 体型并不大 只是普通豹子的两倍大小 但它刚一落地 身躯便消失在了丛林的阴影之中 暗属性灵兽 徐青微微惊讶 不过也仅限如此了 大老黑 这两只灵兽可都不弱 好好享受这场战斗吧 徐青沟通 九幽名雷龙 主人放心 这两个小卡拉米 就交给我了 大老黑回答道 那你就加油吧 赢了喝啤酒 哈哈 必须的大口喝酒 大老黑大吼一声 身上黑色雷霆弥漫 继续杀向蓝甲巨蜥 但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力量 突然从大老黑的腹部袭来 强大的力量 不仅将它撞飞了出去 还在它的腹部留下 留下了一道道伤痕 与此同时 那道由蓝甲巨蜥 激视而出的水流射线 划过后方的山脉 居然瞬间将一连数作大山 揽腰截断 可见 这一招的威力之恐怖 嗯 什么玩意儿 大老黑扭头看去 刚好看到一个 黑不溜秋的东西 消失在了丛林的阴影之中 嘿嘿嘿 好好享受我的暗影双头豹 带来的恐惧与无力吧 森罗皇朝战地冷笑一声 随后 看向徐青轻蔑道 那么接下来就该解决你了 青殿 你赶紧带着灵兽离开吧 我来拖住他们 齐宇突然横刀立马 挡在徐青身前 毕竟一位九阶战地 对地球玉兽师的影响是重大的 徐青惊讶看着 身穿黑色糖装的齐宇 他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有如此大意的吗 你很不错 以后跟着我混吧 徐青拍了拍他的肩膀 如果我真有如此福气 还是等下辈子吧 齐宇沉声低吼道 青帝 你快走啊 我留下为你断后 地球玉兽师 需要你这样的强者 他居然有种视死如归的气魄 虽然不想打断你 但是真的没必要 敖苏将一脸猛逼的齐宇 拉到了一旁 他可是知道 青帝还有一只九阶火焰灵兽 而且 他本人的战力更是恐不到 能斩杀半神凶兽 对面区区两个九阶 又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对手 第110章 我当时只是好奇 十 什么意思 齐宇一脸疑惑 明明整个人长得很严肃 但此刻却有些呆萌的感觉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敖苏淡定说道 再看向徐青 发现他的脸色居然毫无距移 齐宇明白了 青帝这是还有其他手段 天空中 两位九阶五帝大笑着俯冲而来 一个个露出森然的目光 那就陪你们玩玩好了 徐青微微一笑 下一瞬 他的身躯之内爆发出三道亮光照耀在他面前 随后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 三个和徐青一模一样的人出现了 而且周身都散发着九阶五帝的气息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敖苏惊叫一声 不要大惊小怪 这是我的神通 徐青一笑 正是神级神通仪器化三清 不过 他只是爆发出了九阶的气息而已 对付两个九阶御寿师 还用不着使用神级实力 搜搜搜 三道身影消失在眼前 瞬间出现在了两个皇朝 战地周围 将他们包围了起来 嘎嘎嘎 好好感受一下绝望吧 徐青伸开双臂 朝着两位战地大笑道 尼玛 难怪这笑声和青帝一模一样 敖苏摆动着折扇说道 确实一模一样 秦朔也点头 就在这时 徐青感觉自己腰部传来一阵刺痛感 居然是旗下哥掐着他 因为之前在小须迷戒的时候 徐青居然问他要不要感受一下 仪器化三清下的四倍爽感 当时旗下哥还好奇 仪器化三清是个什么东西 原来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啊 变态 旗下哥等着徐青 松手松手 我当时也不就是好奇吗 真没有要那么做的意思 徐青急忙求饶 当时真的只是突然好奇想到了这个东西 然后顺口提了一句 真没有要那么干的意思 不远处 两大皇朝的两个战队彻底傻眼了 明明是他们两人准备包抄对方 怎么一眨眼就被对方给包抄了 杀 但此刻也由不得他们多想 直接杀向那三道身影 一瞬间 战地的恐怖能力爆发 直冲天穷 搅动了云层 但也只是刹那间 两人便被围殴了 因为徐青的这三道化身的战力 可都相当于九阶四节御寿师 这是真正能媲美九阶成长度 百分之一百灵兽的恐怖战力 而他们两人 都只是九阶一节御寿师 充其量也就只有四分之一 九阶灵兽的力量 这之间 可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 当然 如果对方有和强大的特殊体质 或许可以弥补这之间的差距 但可惜他们没有 哄哄 其中两道化身手中 各自抓着一个战地 提着他们的一条腿 当作皮鞭一样 在地上左右不断撞击 每一击落下 都会将地面撞击出一道大坑 啊 该死的地球欲寿师 如果让我活着离开 非得带着军团覆灭你们本步不可 星月皇朝战地怒不可遏 自己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 不错 本地也一样 地球人 你们就等着接受我们两大皇朝的怒火吧 森罗皇朝也愤怒大吼 其余脸色微变 这两个皇朝的实力 都超越了地球一方 如果两者联合 地球一方根本毫无胜算 活着离开 你们未免想得太美妙了吧 今日这里就是 你们的葬身之地 徐青冷笑连连 联合又如何 这不刚好给了自己一个 抢夺他们的理由吗 你敢杀我们 星月皇朝战地立合一声 如果你敢杀 我们早就杀了 哪里需要在这里磨叽这么长时间 只要你跪下向我们道歉 并献上自己的头颅 我们也不是不能放你们 地球玉兽施一马 此刻他们两人虽然被提着腿 如同皮球般挥来回去 但对方根本没有下杀手 这就是他们的依据 呵呵 你们还真是秘之自信呢 徐青冷笑一声 看向大老黑那边的战斗 此刻大老黑直接施展技能名为炼狱 让他周围上千米范围 都笼罩在了黑色的雷霆之中 下一瞬 暗影双头暴出现在了他身旁 还没来得及攻击 便被黑色的雷霆笼罩 顿时当中传出暗影双头暴的惨叫声 暗属性的确可以隐藏身影 但在大范围的攻击之下 却不得不现出原形 地狱鸣雷击 轰隆 两道粗如水桶的黑色雷霆落下 轰击向暗影双头暴的两个脑袋 但也就在即将攻击到的一瞬间 他的身影居然再次消失不见 让两道黑色雷霆轰击在了地上 砸出两道巨大的深坑 咦 居然能在阴影之中实现跳跃 徐青露出一丝惊讶 这不是空间属性的能力吗 仔细看了看对方的属性 徐青恍然大悟 九星技能暗影跳跃 这是可以在一片相互连接的阴影之间 实现空间跳跃 难怪可以躲过多开攻击 倒是保命的好手段 恰在此时 蓝甲巨蜥的攻击再次抵达 只见他的嘴巴突然变大 心红的大口中 一道由蓝色水流形成的巨大漩涡浮现 瞬间便将大老黑吞入了腹中 哈哈 这下我看你怎么死 星月皇朝战地大笑 他这蓝甲巨蜥腹部可以消融一切 自从这一技能学会以来 还从未失守过 哪怕是面对成长度比他更高的灵兽 也能将之溶解得干干净净 只需片刻 那条黑龙就会被溶解得干干净净 其余等人亥然变色 如此以来 他们岂不是必死无疑 清殿 然而就在他们惊惧之时 一道黑色雷光 自蓝甲巨蜥菊花处 轰然绽放 随后 他的后半身 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 轰然炸开 啊 我大佬黑出来了 九幽名雷龙大吼一声 转身一爪子 拍在了蓝甲巨蜥的脑袋上 顿时让其四分五裂 却没看到徐青的脸色难看得厉害 你从哪里出来不好 非得从哪里出来 脏不脏 这要是不洗干净 以后别想让自己气他 啊 我的巨蜥 依旧被不断挥舞的 新月皇朝战帝大吼一声 这可是他的成名灵兽啊 现在居然死了 地球人 本地与你不死不休 怒喝声从他口中传出 那你就去死好了 徐青平静说道 下一瞬 他的脑袋 直接被徐青的化身 一拳打爆 之所以没有那么快杀他 也只是为了上大老黑 多玩一会儿罢了 第111章 结盟计划 旁边的森罗皇朝站得呆住了 他没想到这个地球玉兽师真的敢杀他们 不止是他 其余等人也猛然一惊 他们没有想到徐青真的敢这么做 看着徐青向自己走来 森罗皇朝战帝害怕了 虽然自己死后 皇朝会为自己报仇 但那又有什么用吗 不 不要杀我 只要你们留我一命 我发誓 绝对不会让皇朝出兵你们的大本营 不仅如此 我还会极力劝说陛下与你们交好 放心我不杀你 徐青走上前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仅不杀你 我还要和你做一笔交易呢 这位前辈请说 在下保证完成前辈嘱托 随后 一股威压从徐青身上散发 森罗皇朝战帝顿时瞳孔放大 一脸惊骇地看着徐青 而后直接跪在地上 不断扣手 不远处 其余等人都紧张地看着徐青 他们真的害怕 徐青也将对方给杀了 那样地球一方同时面对两大皇朝 就真的危险了 然后他们就看到 那个战帝不断在徐青面前叩手 像是在祈求饶命一样 青帝是真的强大 不仅能轻易斩杀一位战帝 还能逼得一个战帝不断磕头求饶 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像他这么强大 一群学员羡慕到 敖苏不懈瞪了他们也道 我记得当时徐青说要抢夺月子星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那些人嘲笑他 不自量力 我可告诉你们要 徐青这个人牙子必报 当心他挨个找你们算账 顿时许多学员被吓得脑袋一缩 他们之前 确实有很多人的嘲笑过徐青 如果知道他是一位战帝的话 说什么也不敢嘲笑他 有学员嘟囔道 没多久 徐青笑着返回了这边 而森罗皇朝战地虚悦 则是低着头 恭敬地跟在徐青身后 好了 都已经解决了 徐青对齐宇说道 解决了 那森罗皇朝 齐宇凭着呼吸 看着森罗皇朝战地 他们不仅不会找我们的麻烦 到时候 还会与我们合作 共同对付星月皇朝 啊 齐宇惊呆了 森罗皇朝会和他们联手 虽说对方和地球一样也是地级实力 但这之间可有着天壤之别 因为森罗皇朝拥有的战地强者很多 实力乃是地球的很多呗 所谓的地球与对方对抗 也只是对抗了森罗皇朝的一小部分兵力罢了 毕竟对方所占据的星球不在少数 如此实力差距 他们有什么资格与对方联手 没错 我有十足的把握 说服皇主与你们联合 森罗皇朝战地虚悦急忙说道 这 此事事关重大 他们已经做不了主了 你们稍等片刻 我这就联系皇主 让他与你们通话 虚悦果断拿起星空罗盘 走到一旁联系起来 快快 赶紧联系总部 齐宇对窦金棚低吼道 如果对方皇主真的与他们通话 那他们自然是没有资格的 这种事情只有总部高层才能做决定 什么事 是捷报还是 罗盘那头传来穆国锋的声音 是捷报 是大大的捷报 窦金棚低吼道 哦 月子星真的拿下来了 拿下来了 已经彻底被亲帝占据了 穆国锋疑惑道 对方没有派去九阶战地 派了 一个被亲的杀了 一个被亲帝打服了 现在对方正在联系森罗皇朝皇主 说什么要与我们地球御寿师联合 联合 联合什么 罗盘那头的穆国锋疑惑道 这 我也不知道 窦金棚话刚说完 徐青便接过了罗盘说道 你好 我是徐青 别忘了你的承诺 三亿灵精 回去之后 给我 盖部设账 放心 如果月子星真的已经被占领 承诺你的一分不会少 穆国锋沉声说道 随后又问道 还有窦金棚所说的联合 到底是什么意思 森罗皇朝 因为钦佩得我的实力 所以想与我们地球一脉联合 共同对付星月皇朝 这种事 可不要开玩笑 罗盘那头的穆国锋皱眉 放心吧 对我钦佩之志的那个森罗皇朝战地 正在联系他们皇主 应该马上就会与你联系 你做好准备吧 可不要丢了我们地球一脉的脸面 徐青笑着说道 至于森罗皇朝会不会同意 他相信 只要森罗皇朝的皇主不是傻子 那绝对会同意的 启明心上 穆国锋皱眉不已 虽说森罗皇朝皇主 也是战地强者 但对方与他们 可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怎么会与地球一方联合呢 这很不对劲 月子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他思索之际 星级罗盘中又响起了声音 我乃森罗皇朝皇主万泽州 特来与阁下商讨联合事宜 万泽州 穆国锋心中一惊 这可是森罗皇朝皇主啊 随后两人依靠星级罗盘围中转 开始联系起来 本皇同意清帝前辈提出的方案 不过在我们双方正式签订联盟合约之前 本皇会派出两位战地强者 见一见清帝前辈 如果清帝前辈的实力 真的那般恐怖 本皇绝对不会有任何意义 穆国锋还不知道 徐青提出的什么方案 但只要能联盟 就能暂时让地球一方少一个敌人 这对他们来说 有百烈而无一害 不过徐青的实力 到底有多么恐怖 能让一个皇朝心甘情愿 与比自己实力弱很多的地球联盟 好 那会面的地点 便选择在前线的紫云星上吧 我会让徐青提前过去等你们的 穆国锋的姿态放得很低 毕竟对方实力强大 别 我们双方按照约定时间到达便可 别让清帝前辈久等我们 万泽州急忙说道 开什么玩笑 如果对方真的是神级强者 那给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让对方等他们啊 穆国锋有些惊愕 为何对方会那么惧怕徐青 还一口一个前辈 哦 对了 本皇已经下达命令 让前线的军团们 不再对你们出手 也还希望你们 不要让我们难做 好好 这你放心 我会尽快通知下去的 结束通话后 穆国锋眉头紧皱 这所谓的联盟 未免顺利的有些过分 徐青他到底做了什么 随后他又连通了前线战场 结果居然真如万泽州所说 他们的军队 已经开始撤退了 第112章 徐青到底是谁 难道这是真的 穆国锋心如已挠 徐青到底是谁啊 月子心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突然之间 局势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 不行 此事必须得召集所有高层 仔细商议一番 穆国锋率先向前线下达命令 在对方没有动手的情况下 不得对森罗皇朝发起进攻 当然 必要的戒备 还是不能少的 随后立刻联系启明星上的所有高层 商讨此事 还有徐青到底是谁 从哪冒出来的 穆国锋这段时间也查看了启明星上各个强者资料 却没有发现有谁是叫徐青的 感觉他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此事必须得查清楚了 否则他心难安 月子心上 森罗皇朝的须月 带着皇朝这里的御寿师们离开了 星月皇朝在他们占地死亡的那一刻 就已经离开了 月子心已经有了归属 两天后 月子心上的星点变了颜色 从一开始的红色 变成了散发着隐隐白光的白色 这代表着和平 代表着在这一百年内 这颗星球不能再发生争夺战 那我们这就算是任务完成了 可以回去了 徐青问道 是的 不过我还要镇守在这里一段时间 等总部那边派人来接手 这里才能离开 齐宇说道 可惜了 总部那里 没钱 否则我直接将日月双星全部拿下 考虑一下吧 跟着我比较有前途 跟着总部的步伐 一辈子你也别想在星空中出头 徐青拍了拍齐宇肩膀 随后跟着窦金鹏离开了这里 一路上 窦金鹏几个教官 目光不断偷偷瞄向徐青 他们也好希望徐青能对他们发出邀请 那样 他们绝对二话不说 直接点头同意 可惜徐青没有搭理他们的心思 他正在询问 敖苏几人零售的成长情况 徐青 你好厉害啊 我的零售的成长度 已经达快要达到三阶百分之一百了 齐下哥挽着徐青胳膊 开心说道 那是自然 你也不看到我是谁 徐青笑道 当时在起明星上购买的材料 本来只够将 齐下哥的冰临九尾湖培育至二阶成长度 百分之一百 在商城中给他的那只零售购买了一份培育食料 所以 才能快速成长到如今的地步 徐青摸了摸蹲在齐下哥肩头的蓝色九尾湖 手感可真不错 九尾湖斜眼看了看徐青 就是这个家伙 那天 让自己的主人痛苦的啊啊大叫 还用一根棍子 不断捅着自己主人 九尾湖不明白 明明主人看起来那么痛苦 可为什么心中那么开心 否则他当时就一爪子 拍在这个家伙的屁股上了 登上飞船 众人开始返回起明星 而在起明星上的御寿师总部 一众高层汇聚在一处 而陈星云赫然坐在最前列 老莫 你这么匆忙的 叫我们喊来到底有什么事 有人疑惑问道 是啊 我听说前线那边的战局有些变化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还是先处理前线的事情吧 穆国锋看着众人环视一圈道 今天有三件事要想大家宣布 第一 月子星已经被拿下了 正式成为了我们一方的资源星 至少未来一百年 不用担心被抢夺了 哦 月子星居然被拿下了吗 看来祈宇他们这次 还真的是立了大功啊 李当好好奖励才对 其他人纷纷笑着说道 这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毕竟就他们的实力来说 拿下一颗资源星可不容易 这时 穆国锋又说道 第二 森罗皇朝要与我们结盟 瞬间 所有人皆是一愣 结盟 谁和谁结盟 陈星云疑惑问道 森罗皇朝和我们 这怎么可能 以对方的实力 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 如果对方想的话 绝对可以轻易灭掉他们 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 只有吞并 又怎么可能有结盟 所有人都疑惑地 看着穆国锋 只听后者道 此事只是待定 结盟合约尚未签订 但是森罗皇朝皇主 已经与我通过话了 在不久之后的紫云星上 签订结盟合约 而且 对方已经下令 让他们皇朝军团开始撤退 不再与我们战斗 这便是你们所说的战场上的变局 可是为什么 陈星云不解问道 对方怎么看得上 与他们结盟 虽然他没有上战场 但那也是为了留有一个战地 坐镇启明星 以防万一 可他对战场上的情况 却一清二楚 自然知道 森罗皇朝是什么样的势力 这就涉及到第三个事情了 穆国锋皱眉看着众人 陈生道 我想问各位一句 你们有谁认识清帝 有谁知道 清帝到底是谁 清帝 众人面面相觑 什么清帝 哪里来的什么清帝 敢以帝自居 难道也是一位战帝 陈星云皱眉 自己好像在哪里听说 这清帝二子 是谁来着 对了 是弹池 他说过 地球上保护徐清的那位战帝 被称为清帝 拥有恐怖的半神战力 难道是一个人 不可能吧 他不是没有来星空吗 陈星云呢难道 这时 穆国锋又说道 这位清帝本名徐清 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 我查遍任何资料 也查不到他的丝毫线索 但就是他出手 为我们拿下了月子星 只是向我要了三亿灵金 据说 他在月子星上 斩杀了新月皇朝一位战帝 打得森罗皇朝 战帝磕头求饶 也正是因为他的实力强大 森罗皇朝 才愿意与我们结盟 可我就是好奇 这个徐清 这位清帝到底是谁 从哪来的 是不是真的可靠 穆国锋贪了贪手 与那样一个庞然大物联盟 可不是小事 各自细节 自然都得确定清楚了 尤其是 这位清帝的底细 作为联盟时最重要的人员 必须得清楚 他的全部底细 等等 你刚刚说 那位清帝叫什么 陈星云一脸惊愕地起身 看着穆国锋 徐清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徐清是我儿子 什么时候变成清帝了 陈星云摇了摇头 你儿子 穆国锋奇怪看着陈星云 突然恍然道 啊 不会是当初为了安全送回地球的那个男孩吧 当初陈星云福气俩 为了流个血脉 特意送了一个男孩回了地球 不过这件事知晓的人很少 就算是这里的很多高层都不知道 没错就是他 陈星云点头道 但他虽然很天才 很妖孽 但也只是四街御寿师而已 绝不可能和那位清帝有什么关系 可能只是同名 第113章 我们是同行 不过我确实听说过清帝之名 但我不知道 你口中的清帝 和我所知道的那位清帝 是不是同一个人 陈星云将弹池曾经跟他说过的事情 讲了一遍 什么 地球之上居然有如此强者 还能斩杀半神级凶兽 众人都瞪大了眼睛 地球不是平级之地吗 怎么会诞生出那等强者 是弹池亲眼所见 不会有假 陈星云说道 哎呀 那等强者怎么不拉拢到星空之中 如果能拉近星空之中 绝对是我们地球一方顶梁柱般的存在啊 而且有一位半神坐镇 绝对能镇压得住所有地级势力啊 所有人叹息不止 不免有些遗憾 所以现在的问题 是你口中的这位清帝 到底是不是地球的那位清帝 如果是同一人 那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听说他与我那儿子徐青的关系斐然 曾在地球时保护了他很长时间 可如果不是 那就要好好探查一番了 沐国锋点头道 如今只有等他们 见到那位清帝本人 才能知道他究竟是谁了 最好是将弹池也喊来 星空中 徐青等人乘坐的星际飞船 被迫停了下来 他们遇到了麻烦 是星际大盗 斗金鹏脸色难看说道 就是浪迹星空中的强盗 以专门抢劫 路过飞船钱财的行当 这时 一道声音传入了飞船之中 此路是我开 此星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才 徐青笑道 好狂的口气 你商标符号 以为你是盘古啊 不过 星际大盗 应该很有钱吧 他摸着下巴 露出莫名的笑容 完了 那群星际大盗 被徐青盯上了 我估计他们的裤衩搞不好 都会被徐青给扒光 敖苏幸灾乐祸 每当徐青露出这个笑容 那绝对是要搞钱了 大盗反被抢 很有ECO 徐青看着斗金鹏问道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你们会怎么做 交钱 如果没钱呢 如果没钱 他们会将我们 扔到某个生命星球上 然后抢走我们的飞船 不杀人吗 通常来说 他们不会杀人 但前提是 不激怒他们的情况下 透过剥裂 徐青看到 周围有四艘星际飞船 前后左右 将他们所在的飞船 夹在中间 一枚枚星际炮弹 蓄势待发 而还有一艘飞船 已经靠近了他们 似乎是要与他们 这艘飞船对接 青殿 怎么办 斗金鹏问道 在得知徐青实力之后 这种事 自然要看他的决定 和我们对接的 这艘飞船 是他们老大 也不一定是老大 但绝对是 他们这次首领 这样啊 徐青笑道 既然这样 就让他们进来吧 我自有方法应对 随后手中 不自觉地掐起了召唤印 好 飞船上其他学员 虽然很紧张 但好在有徐青 这位九阶战地存在 倒也不像之前 前往月子星 遇到宫古时的那般恐怖 轰隆 两艘飞船对接成功 对方头领带着一群人 凶神恶煞地闯了进来 他们很专业 身穿强盗服饰 手拿燃血地砍刀 头发凌乱 如同鸡窝 不错不错 这么快就打开了舱门 很识趣吗 头领徒身子 抡起菩萨大小的巴掌 拍了拍斗金鹏肩膀 他身材魁梧高达 强壮如牛 左眼上戴着一个银丝的眼罩 满意道 放心 待会儿我抢劫的时候 尽量会轻一些的 哈哈 咦 小伙子 你和我们是同行 徒身子看着 凑到徐青面前说道 因为徐青左眼上戴的眼罩 和他眼睛上戴的眼罩 一模一样 不 并不是 徐青摇头 突然咧嘴一笑道 准确地说 你们是良民 而我是强盗 所有大道一冷 而后哈哈大笑起来 你是强盗 我是良民 哈哈 这是老子 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小子你很有胆量 怎么样 考虑一下来跟我们混 实话告诉你 我们这个行业可是暴力 加入我们 财富美女 你想要的全都有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徒身子自来熟地 将勾着徐青肩膀问道 既然你这么欣赏我 那能不能放我们一马 徐青问道 哼 好小子 居然看出了我欣赏你 可惜一马归一马 如果你加入我们 以后你就是我小弟 但是如果你执迷不悟 那我今日非得第一个 抢了你不可 徒身子瞬间与徐青 保持了距离 看得出来 他觉得 是一个很遵守 职业道德的人 绝对不会为了徐青 而放弃此次打劫 那就没有办法了 徐青摊了摊手 看着徒身子冷声道 给你们两条路走 要么死 要么活 看你们选择哪一条 小子 我对你的好感 已经在快速下降了 最好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徒身子眯着眼睛沉声道 然而就在他化落之时 突然感到一股 毛骨悚然的感觉传来 扭头一看 一只银色的爪子 不知何时从虚空中出现 正悬浮在自己头顶 而他身后的那些人 已经呆滞了 因为正有另外一只爪子 悬浮在他们头顶 似乎他们敢做出任何动静 都有死亡的可能 而且 这两条爪子上散发的气息 给他十分危险的感觉 这绝对不可能是 九阶灵兽 搞不好是半山 一旁窦金棚等人揭露出惊讶之色 这居然是一只空间属性灵兽 而且 其所散发的气息 居然丝毫不比 那条黑色神龙差分毫 难道 所以 你是选择死 还是选择活 徐清冷声道 大哥手下留情 有话好好说啊 徒身子急忙举起了双手 脸色像是吃了老鼠一样 难看地看向徐清 祈求道 他万万没想到 今天居然在这林沟里 翻了船 关键是这艘飞船上也没什么标记 这就意味着 这不是什么大势力的飞船 我对你们的命不感兴趣 我只对钱感兴趣 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明白 徒身子颤颤巍巍地 从手上去下了空间戒指 恭敬地抵了过去 徐清看去顿时眼睛一亮 除了有几张万遇商会商卡之外 还有几座堆积如山的灵精 少说 也有千万的吧 不错不错 还挺富有的吗 你这个行业 真的如你所说是个暴力行业 既然如此 我就笑纳了 第114章 表里表气的系统 哇 宿主好厉害 童子不由位 你竖起了两个大拇指 可惜童子我没有性别 否则绝对会化身小母牛和你交配 宿主 你很有当强盗的潜力 要不从了他吧 抢钱多容易啊 系统 你还是喜欢你以前 桀傲不逊的样子 你个穷逼宿主 来星空这么长时间了 居然就搞了这么一点钱 还天天在那玩女人 女人有什么好的 两张如无底深渊般的大口 一开一盒间 除了吞噬你的精力 还能干什么 如果我是你 早商标符号踏平这个宇宙了 无敌之后 一天换一个女人 不舒服吗 喜欢什么型号 还不是由你挑选 非要现在 浪费赚钱的时间玩女人 哼 系统 我感觉我已经无敌了 还需要什么赚钱 无敌 你在想辟吃 你距离无敌 还远得很呢 那你告诉我 神级之上 还有什么等级 哼 你的穷逼宿主 告诉你那么多 又没什么用 你又没钱 难道我告诉了 你你就能立刻 冲前升级上去吗 系统 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什么 怎么可能 本系统全知全能 脚诈天 怎么可能不知道 穷逼宿主听好了 神级之上 还有圣级 图腾级 苍穹级 宇宙级 创世级 混沌级 主宰级 宿主 现在 你明白神级 是有多美渺小了吧 徐青看了一眼道 主宰级就是巅峰了吗 看来这等级 也不是很多吗 商标符号的统爷 差点被你给气死 你知道 后面没提升一个等级 所要耗费的资源 是多少吗 尤其是 从图腾级开始 每次提升资质 所耗费的课金点 都是百亿 千亿起步 所以宿主 你的吊锚 依旧任重而道远啊 你说的很有道理 不过 你这么嚣张 我看你是 不想让我现在充值了呀 系统 你压得完不起是不是 亲爱的宿主 我错了吗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吗 人家给你吹消消 卧槽 打住 你商标符号这些 都跟谁学的 表里表气的 主人 伦家是跟女人学的了 闭嘴 你压得再敢多说一句 老子今天 就真的不充值了 果然 一提到充钱问题 系统真的就闭嘴了 徐清深吸一口气 这该死的系统 是跟那个女人 学的这种语气 其下个 绝对没有这么表里 表气地说过话 系统 将这些零金 和商卡里面的钱 全部充值了 尊敬的宿主请稍候 系统正在充值中 充值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一亿七千八百万克金点 请宿主 尽快使用哟 那么大 狗日的系统 你再敢这么恶心 信不信我今年一年 都不充值 宿主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徐清满意点了点头 看着图身子道 你的那些手下身上 还有没有财富了 没了 真的没有 每次有任务之前 除了领队都不允许 携带空间戒指 以免他们藏私 图身子急忙说道 嗯 希望你没有骗我 否则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不敢 绝对还不敢 行了 让你们的其他飞船 赶紧离开吧 走得越远越好 否则我还真怕 他们对我们开火呢 是是 图身子急忙下令 让周围其他四艘飞船 消失在了星空之中 还有一件事 你知道我们 是那个势力的吗 不知道 看着对方略带杀气的眼神 图身子果断说道 他们是真不知道这个势力 星际飞船上 又没有什么标志 而且这艘飞船 也不是什么高档活色 所以他们料定 应该不是什么大势力所有 这才敢对他们进行抢劫 结果阴沟里翻船了 徐清点了点头 不知道就好 如果对方知道 那他可就要灭口了 下次别让我再遇到了 否则抢的可就不是你了 而是你们老巢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徐身子点头如捣蒜 最后徐清放他们离开了 不杀了他们吗 窦金鹏问道 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徐清奇怪 有没对自己造成什么损失 而且还对自己贡献了一笔课经典 徐清都想感谢他们呢 他们的人头可是被悬赏的 呃 那你不早说 数日之后 飞船终于回到了启明星上 许多学员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彻底感觉安全了 深邃而漆黑的星空之中 总让人有种恐怖 心虚不宁的感觉 而后所有人有感觉兴奋了 因为他们亲眼见到了一位战队出手 而且还斩杀了一位战地 打得另外一位战地磕头求饶 这是值得他们一辈子吹嘘的资本 全场唯有段誉 一直疑惑地看着徐清 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 徐清是如何成为九阶玉寿师的 至于那什么天生的九阶 他是肯定不幸的 自己前世也活了那么多万年 从来没有这种事发生 这也不是轮回转生者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但他惊讶的可不止于此 还有徐清那恐怖的培育灵兽的速度 要知道在去月子星之前 齐下哥还只是一阶玉寿师而已 而现在 一来一去前后也不过两个月 他却已经成为了四阶玉寿师 而这赫然也是徐清一手造成的 徐清真的很神秘 从未见过他这样的存在 如果这一世想要成长得更快的话 绝对不能得罪他 而且他这个人很爱钱 临近而已 我多的是 段玉一笑 上一世他可存了不少钱在万玉商会 只要找到万玉商会分会所在地 他就有用不完的钱 到时候徐清应该不会拒绝 为自己进化或者培育灵兽 飞船没有在星空学院降落 而是直接到了起明星上的 玉寿师工会总部 此时此刻 这颗星球上的所有高层 清一色的都在这里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见见那位实力强大到 让森罗皇朝低头的亲弟 陈兴云还是和上次一样 戴着一张面具 慕国锋失笑 这位在战场上无所畏惧的女战弟 居然害怕见自己儿子 飞船舱门打开 所有人员从中走了下来 陈兴云眉头微皱 因为他看到徐清居然走在所有人的最前方 明显是所有人的核心 哪怕连教官窦金鹏等人都跟随在他身后 奇怪 徐清的身份我还没有公开 他的地位应该没有这么高吧 难道有人已经透露了他的身份 第115章 凌乱得众人 想到这里 陈兴云不由咬了咬嘴唇 这该如何示好 自己怎么面对这个儿子呢 众人眼睛不断在人群中扫荡 寻找亲弟的身影 所有人都在徐清身上停留了那么己顺 但也只是己顺 因为他太年轻了 看起来就像十几岁的模样 金鹏 那位亲弟呢 穆国锋终于忍不住问道 不在你们面前的吗 窦金鹏看了看徐清 什么 他是亲弟 有人惊呼道 但急忙又闭住了嘴巴 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个 带着独眼龙眼罩的青年 哦 陈兴云娇去一颤 惊愕地看着徐清 这不自己儿子吗 什么时候成了亲弟了 你确定你没有开玩笑 穆国锋惊愿地看着窦金鹏 怎么各位 我长得不像亲弟吗 徐清淡淡说道 身上九阶战地的气息 骤然爆发 无形的威势 笼罩在所有人身上 死 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震撼地看着徐清 亲弟居然是他 怎么会这么年轻 不可能 你怎么会是亲弟 你明明是 陈兴云喊道 但声音又戛然而止 是什么 是你儿子对吗 徐清笑着说道 你 你怎么知道我 难以置信的声音 从陈兴云口中传出 他浑身颤抖 这看着徐清 难道你忘了 我有特殊体质吗 虽然距离上次见面 已经有七年多了 但是你们的模样 我还是记得的 上次在学院见面时 我就已经透过面具 看到你的模样了 不过那个时候 你似乎并没有 要与我相认的打算 所以我也只能 随着你的意了 徐清叹息一声 他本身就是穿越者 这一世的父母 又没怎么见面 感情也谈不上有多深 但怎么说 自己也是他们的儿子 体内还流淌着 他们的血脉 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陈兴云颤抖 这取下了脸上的面罩 低声道 我幻想过很多次 和你坦诚相见的画面 可没想到 会是在这种情况下 徐清平静道 顺其自然就好 等等等等 沐国锋打断了两人 揉了揉脑袋 疑惑看着陈兴云道 你们两个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你们的对话 好像说亲弟是你的儿子 陈兴云点头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 但他确实是我当初 带回地球的儿子 徐清 这 这怎么可能 你那个儿子 今年应该刚刚满18岁吧 应该才觉醒 本命零售没多久吧 怎么可能是九阶战典 沐国锋难以置信 这太不可思议了 不仅是他 在这里的一众高层 全部凌乱了 清弟是兴云战地的儿子 而且 清弟只有18岁 这开什么玩笑 这世界上有18岁的战地 别人在这个时候 估计还在玉兽师的道路上 穿开当裤呢 他怎么就成了战地了 弹池站在人群中 呆滞地看着徐清 卧了的大草 徐清居然就是那位清弟 当时 自己还因为没有将对方邀请 进入星空 而遗憾了好久 没想到 高手居然就在自己身边 我 他隐藏得好声 如果不是他自己暴露 恐怕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 就是清弟 斗金鹏几人 也被惊得张大了嘴巴 徐清他居然是院长的儿子 这 这从来没听说过 院长他还有一个儿子 众所周知 院长只有一个女儿 这怎么突然之间 就冒出了一个儿子 院长 什么院长 旗下哥疑惑问道 徐清的母亲 就是我们星空学院的院长 斗金鹏解释道 啊 旗下哥几人惊呆了 徐清这家伙的背景 居然这么强大 他们可是 听徐清说过 院长可是一位九阶战地啊 何止啊 斗金鹏激动说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徐清他父亲 也是一位战地强者 那现在他们可真的 就是一门三战地啊 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啊 我靠 原来这家伙 才是真正的豪门啊 敖苏咽了一口唾沫 奶奶的 相比之下 他们京都敖家算个屁啊 我突然替沈青瑶 感到不直起来 沈青瑶是谁 旗下哥问道 敏锐的他察觉到 这个女人 可能和徐清有什么关系 徐清的初恋女友 不过听说 因为傍上了京都某个少爷的大腿 直接抛弃了徐清 敖苏低声说道 啊 没想到在徐清身上 居然还发生了这种事 旗下哥看着前方徐清的背影 决定晚上回去 好好补偿补偿他一下 安抚他那受伤的心灵 所以徐清 你到底是 怎么这么快突破九阶五滴的 陈兴云等人 看着徐清疑惑问道 其实我乃是天生的九阶战地 从我刚觉醒的那一刻 就已经是九阶战地了 徐清脸不红气不喘说道 不要不相信啊 古有云 天生圣人 我天生的战地 也没什么毛病吧 众人无语 真的有天生战地吗 他们不知道 但段玉知道 是绝对没有的 不过他们也不想 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因为有一件事已经确定了 那就是 这位清帝 肯定是站在他们一方的 这就已经足够了 那弹池所说 你能斩杀半神凶兽 也是真的了 陈兴云问道 这个话题一出 所有人呼吸急促地看着徐清 这对地球预售师来说 绝对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他们现在急缺高端战力 如果有一个可以力战半神的强者 他们的地盘 也就能快速发展 怎么说呢 徐清摸了摸下巴 当时确实可以斩杀半神 不过现在过去了两个多月 我的实力 自然又提升了一大截 斩个神什么的 应该也不在话下 众人实话 好家伙 区区两个月 就能斩神了 徐清 此事可开不得玩笑 这关乎我们地球未来的发展 陈兴云严肃说道 我可没有开玩笑 徐清一笑 一股气势突然自他身上爆发 笼罩向众人 一瞬间 所有人仿佛看到了一个 至高无上的神灵 于天穷之上俯视着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了 什么叫浩瀚与渺小 这 这是神灵威亚 众人失声 眼睛全部瞪大 不可思议地看着徐清 神灵 你居然达到了神灵 慕国锋身躯乱颤 这低吼 陈兴云直接捂住了嘴巴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第116章 神怎么能这么俗气 徐清背负双手平静一笑道 这世上有妖孽 还有盖世妖孽 而我却是远超他们的万古妖孽 他只是透露出出了下卫神的气息而已 否则还会更加恐怖 你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慕国锋激动地战红了老脸 觉醒至今差不多两个月 居然已经成为了神级强者 他们进入星空几百年 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这种事啊 我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每天进步一点点 日积月累下来 实力自然就慢慢地提升了 徐清平静说道 啊 我知道了 弹池突然喊道 难道这是因为 你受体清和度达到90%而带来的功效 这种超高的清和度 能让你的灵兽自动快速成长 什么 他的受体清和度达到了90% 一个矮矮的 胖胖老者大惊 声音之尖锐 如同一只老公鸡 他是启明星培育师工会会长 星庆阿 拥有16%的受体清和度 在培育师一脉中 乃是真正的妖念 弹池说道 在地球时 徐清不对 是清地测量过他的受体清和度 据说高达90% 但是地球那群人根本不相信 所以 连他该有的奖励都没有给他 不提这个还好 一提这个 徐清就来了气 当时他可是期待了很久 结果居然一分钱都没有给自己 直到现在 他都还记着这回事呢 虽然那点钱对他来说 已经不值一提 但那感觉就像对方抢了他的钱一样 让他对地球预售事工会十分不爽 不过这个弹池 倒是很会脑补 而且 补的还有没任何问题 徐清都想给他竖起两根大拇指了 90% 这是真的 辛勤阿有些机械般的扭头看着徐清 确实是真的 我也没有要骗你们的理由 而且 他们几个都可以作证 徐清指了指旗下哥几人 怎么个作证法 回禀老前辈 我的灵兽从一阶成长度100% 培育到如今的四阶 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旗下哥恭敬说道 毕竟自己未来婆婆可看着自己呢 绝对不能变现的差了 什么 只用了一个多月 这怎么可能 辛勤阿不可思议地看着旗下哥 回禀前辈 我们也可以作证 敖苏两人也说道 死 辛勤阿倒吸一口冷气 震撼地看着徐清 怪物 这真的是个怪物啊 就算是他要将一只灵兽 培育至四阶 至少也得需要将近两年左右 而他居然只需要一个多月 所以各位 如果有谁想要我帮忙培育灵兽的 神级之下 可以尽管来找我 不过事先说话 我培育灵兽的价格 可是别人的十倍 盖不降价 盖不设涨 徐清双手插兜 淡定说道 哦 对了 再自我介绍一下 我还是一个资质进化师 药材清合度达到了23% 这一点委会长可以作证 虽然我这个药材清合度不是很高 但神级之下随便进化 如果失败百倍价格赔偿 当然了 我进化灵兽的价格 也是去他人的十倍 如果没钱的 就不要来找我了 徐清趁机宣传了一波自己 他当初购买清合度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赚钱的吗 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 干嘛不宣传自己一波 至于消息会不会传到其他星球 徐清是不怕的 传出去又如何 那些人会信吗 而且 只要自己赚钱的速度够快 被人盯上又如何 所有人彻底呆滞了 这还是人吗 23%的药材清合度 90%的受体清合度 你这完全不给其他人活络啊 哦 对了 你之前说的三亿灵精 是不是该给我了 毕竟我可是帮你们将月子星拿了下来 徐清看着穆国锋说道 持有钱才是他最感兴趣的东西 穆国锋从震撼中回过神 点头道 对对对 是有三个亿 他展品拿出一张商卡递给徐清 三亿的灵精都在里面了 煞时间 徐清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急忙将商卡接了过来 他这一笑 所有人都感觉 之前有些压抑的气氛 都欢快了起来 可惜你们没钱了 否则我当时就能将日月双星全部拿下 徐清略微叹息一声 陈兴云翻了个白眼 自己这个儿子 怎么就这么爱钱呢 那么多钱 还不够他用吗 难道那点钱 比地球预售师的发展 更加重要 惭愧啊 我们地球预售时代降临 也只有近前年 底蕴比起那些大势力 差了太多 灵精自然也没有多少 看到徐清心情大好 穆国锋又提醒道 清帝 不对 现在应该称呼 你为清神了吧 别 还是清帝听起来顺口一些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该商讨一下联盟的事情了 还有当时皇主万泽周说的什么方案 毕竟在他们眼中 这才是大事 徐清满意收起商卡说道 联盟的时候 我会去的 至于方案 自然是指 瓜分星月皇朝的方案 毕竟星月皇朝势力也不小 资源星什么的也很多 单靠我们地球这点人怎么镇守那么多星球 所以我就提出了 联合森罗皇朝 瓜分星月皇朝的计划 最终的收益 七三分成 我们七 森罗皇朝三 前提是让他们派出一些战地帮我们 镇守一段时间星球 虽说有星球公约在 资源星球 不会受到正规势力攻击 可如果像是遇到星际大盗之类的存在 他们可不会在乎什么公约 如果没有战地强者镇守 估计他们会将整颗资源星 偷的一根毛都不剩下 众人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他居然要瓜分星月皇朝 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么强攻占一个皇朝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徐青平静说道 如果不是考虑到镇守的问题 他自己单枪匹马就冲过去了 还需要与其他人合作 对 没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慕国锋连续点头 你强你说了算 还有 你们尽量赶紧来找我提升实力 不然到时候疆域太大 你们怎么管理 可别指望着 让我去镇压什么叛乱 没利益的事情 我是不会干的 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出钱 那就另当别论 众人相当无语 您是神啊 至高无上的神啊 怎么能开口闭口 这么俗气地谈钱呢 第117章 蚊子再小也是肉 敖苏扎了扎嘴 不愧是你啊 徐青 走到哪里 先以赚钱为第一准则 哪怕面对自己老妈 还有这些工会大佬 你依旧没有丝毫改变 他突然想起 以前亲弟那么照顾徐青 现在想想 原来是他自己照顾自己啊 亲弟 那现在能否帮我 进化一下灵兽啊 当即就有人问道 可以 只要有钱有材料 就可以 徐青点头 都准备好了 老魏啊 抱歉了 我想试试 亲弟的进化能力 那人充满歉意 对魏丰谷说道 本来他是预约了 魏丰谷的 但现在他改变想法了 没事 亲弟的手段 确实非我能比你的 魏丰谷感叹说道 他亲眼见过 徐青进化灵兽 确实佩服得五体投递 徐青 你可答应过 我要为我培育灵兽的 后面段玉的声音传来 对 钱准备好了吗 徐青问道 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等等 我觉得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 启航紫云星 商讨联盟之事了 沐国锋打断了众人 毕竟这件事更加重要 而且 启明星到达那里 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那就路上进化吧 启明星上的其他人 也要准备一下 我们应该是要换根据地了 徐青说道 老妈 要不要一起去 还是等你们安排妥当 我再过去吧 而且我 还得坐镇这里呢 陈星云摇了摇头 虽然他也很想和儿子一起去 但还得顾全大局 你爸他在紫云星上 到时候去见见他吧 我老爸 他成神了没有 距离成神 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行 等我过去 先将他培养成一个神级再说 随后 徐青带着旗下哥他们还有段宇 随着沐国锋等人 再次登上了飞船 看着消失的飞船 陈星云叹息一声 你有什么好叹息的 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儿子 高兴还来不及 叹息什么 魏风鼓疑惑道 你个老头子懂什么 你说他这么强 我们该怎么补偿这些年对他的亏欠呢 原本还想着 如果他来了星空 我们就可以以最好的资源培育他 让他成为强者 结果现在 似乎成了他培育我们了 陈星云摇了摇头 这很难受 感觉他们这个做父母的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 唉 纠结那么多 做什么 我看徐青言语间 也并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 如果真的想为他做点什么 那就多给他弄点钱吧 反正他那么喜欢钱 魏风鼓笑着说道 就连他都不知道陈星云他们居然还有一个儿子 藏得可真深啊 星际飞船上 段宇问向慕国风道 我们去的星球上有万遇商会商行吗 紫云星属于资源星 上面并没有商行 不过在距离哪里并不远的苍蓝星上面 倒是有商行 我们的商卡都是在那颗星球上办理的 那就好 段宇点了点头 只要有商行 他就可以拿出上辈子的存下的资金 趁着飞船飞行的时间 徐青开始为与他们同行的几人 炼制资质净化业 而那几人都拥有八星资质灵兽 且灵兽成长度也培育到了100% 是能在最短时间进阶为占地的存在 其中就包括了副院长弹池 此刻徐青正在为他炼制净化材料 金色的火焰生腾 忽明忽暗 那时温度不不断变化 一株株材料在火焰中溶解 被淬炼为精纯的药液 随后开始按照特定的比例进行融合 徐青聚精会神 通过药材清合度控制比例 虽说在经验的加持下 他有100%的药材清合度 但他却不会大意 因为他不想给别人百倍赔偿 相比于他的轻松 弹池则紧张地双拳紧握 停止了呼吸 为了凑这份材料 他足足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如果失败他又要重新搜集材料 半个时辰后 一份资质净化液炼制成功 可以了 徐青将净化液递给了弹池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净化时刻了 没多久 随着遮天云雀身上的光芒闪耀 弹池脸上露出了笑容 资质提升中只要出现这一幕 那就八九不离十了 果然 最终结果显示 遮天云雀的资质提升到了九星 哈哈 成功了 真的成功了 弹池激动地手舞足蹈 遮天云雀提升到了九星 也就预示 这自己距离九阶站地不近在咫尺了呀 果然下一刻 一股气息自遮天云雀身上传来 他的体型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这是灵兽由八阶成长到了九阶 之前兽资质所限 无法突破 现在那层枷锁打开了 终于成功破入九阶 爽 太爽了 弹池闭着眼睛呻吟 这是来自灵兽的反馈 让他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虽然只有九阶灵兽的四分之一力量 但绝对可以一拳打爆之前的自己 周围摒弃宁神 看着这一幕的慕国锋等人也松了一口气 遮天云雀的成功说明 青帝真的有进化九阶灵兽的能力 要不要给你的遮天云雀制定一套九阶培育方案 徐青趁热打铁 必须的青帝 您定制方案 弹池睁开眼睛欣喜道 在八阶时 他展望九阶 而现在 他已经在展望神级了 你身上的钱够吗 徐青问道 这个总共需要多少钱 之前我已经和你说过 成功进化九阶资质灵兽 需要三十万夏品灵金 毕竟我收取的费用是别人的十倍 灵兽培育也一个价格 同样还是三十万夏品灵金 怎么样 要不要培育 哦 对了 你之前在地球上还欠我一些灵金吗 可别忘了呀 六十万夏品灵金 也就相当于六十万科金点 对现在的徐青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弹池摇了摇牙齿 六十万夏品灵金相当于他的全部身价了 如果全部用掉 那自己就没钱去找美女了 但为了灵兽能快速成长 也只能勒紧裤腰带了 好 我培育 弹池坚定说道 徐青满意点了点头 开始以受体清合度为遮天云雀号脉 检查体内情况 没多久 一份方案被徐青写了出来 我靠 这么多材料 这都花多少钱啊 弹池瞪大了眼睛 徐青所制定方案中的材料 是他以前培育遮天云雀 所用灵兽的几十倍之多 完了 自己没钱购买培育材料了 第118章 这才几个月就不认识我了 莫老 借我点钱呗 弹池眼巴巴地看着慕国锋 让你以前花钱大手大脚 现在用钱的时候 记起没钱了 慕国锋训斥道 莫老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乱花钱了 弹池酷这个脸 但徐青看着道账的六十万克金点 心里美滋滋 果然 星空中赚钱速度就是快 这要是在地球上 不知道要进化多少只灵兽 才能有这么多科金点 但他知道 进化神级之上 灵兽赚的才是大钱 等想办法 都买神级之上的 进化试金验包才行 徐青暗自想到 还有谁 赶紧来 他不由催促一声 随后 陆陆继续有人排队进化 或者制定灵兽培育方案 厉害呀厉害 这家伙居然是八阶进化师 和九阶培育师 敖苏等人 被震撼得不要不要的 他很好奇 徐青父母 到底用了什么姿势 才生出这么一个怪胎 他觉得自己应该去求取真经 以后自己也要用那种姿势 与此同时 在星月皇朝所在的星球之上 一座辉煌的大殿之内 一个头戴帝官 腰缠玉带 满脸威严的男子 正俯视着下方群臣 启奏陛下 刚刚得到准确消息 森罗皇朝正准备与地球一脉高层 在紫云星会面 据说双方似乎有要结盟的意思 下面一个大臣恭敬开口道 地球一脉 就是那个只有几个战地强者 但却在月子星上 斩杀我们一位战地的地球一方 星月皇朝皇主文昌龙 眯着眼睛问道 回禀陛下 正是他们 这可就奇怪了 森罗皇朝乃是不逊色于我们的大势力 怎么会看得上地球那种小势力 而且还与对方结盟 文昌龙疑惑 他们与森罗皇朝可算是老对手了 对于对方的实力 他们也很清楚 探查清楚原因了吗 文昌龙问道 原因尚不清楚 下方的大臣回答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不用查了 地球一脉 正准备去找你们呢 没想到你们自己就出现了 文昌龙冷笑几声 如果他们的战地 是被森罗皇朝斩杀 那他们也只能与对方火拼 可现在居然被一个小小的地球一脉所杀 这个仇如果不报 又如何对得起死去那位战地 紫云星吗 很好 这次不仅是地球一脉 就是森罗皇朝 我也要你活生生退一层皮 从万遇商会手中购买的新型星际飞船到了吗 文昌龙问道 回禀陛下 前几日刚刚到 很好 这次就让我们试试 拥有虚空隐匿和穿梭之能的星际飞船 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 此次本地要御驾清征 让那些不开眼的小势里 好好看看我星月皇朝的威势 陛下御驾清征 必能齐开得胜 提前预祝陛下大显神威 定顶天下 数日之后 徐青等人所乘坐的飞船 抵达了紫云星 这颗星球周围 散发着一颗淡淡的紫色光韵 远看起来 如同笼罩在紫色云雾之中 紫云星 足足有月子星的好几倍大小 上面生长着各种珍贵的进化培育材料 而且这些材料的普遍等级 要比月子星上的更加高级一些 徐青神念扫过这颗星球 却发现 这颗星球最高级的材料 也只是九阶 也就是说 这里并没有神级材料 看来 价值也不是多高吗 这颗星球 穆国锋说道 只有我们两家在争夺 其他势力看不上 徐青疑惑道 那倒不是 只是星空中有很多资源星 有的势力可能估计不到这里 就像森罗皇朝 他们拥有的资源星 至少也是数千颗起步 甚至达到了数万颗之多 而每一年 又有很多资源星的星球公约过期 一旦过期 这颗星球又会陷入势力的争夺之中 所以 难免也就顾计不上一些星球 一百年 对于御寿师来说 很短暂 所以 这种争夺战也经常发生 徐青摸了摸下巴 一百年一收费 这么一想 那个制定星球公约的制高组织 怕是已经付得流油了吧 奶奶的 要是有机会 能将他们给抢了就好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将一颗星球 永远掌控在手中呢 徐青沉思道 这一百年争夺一次 也太麻烦了 就是麻烦 绝对是不浪费钱 这应该没有这样的方法吧 慕国锋说道 有 成为星主或者狱主 徐青身后的段玉突然说道 什么意思 众人望着他 段玉却闭口不言 徐青看着他 这家伙是个轮回者 那肯定知道 许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看来的 找个时候 好好和他交流一下了 飞船落在了紫云星上 负责这里的战地 虚远山 老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但他心中却愤懑不已 哪个家伙居然这么大的谱 让自己堂堂站得出来迎见 慕国锋告诉他 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 要来紫云星 此人关乎到联盟之势 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 众人下了飞船 徐青一眼就看到 站在人群最前方的老爸 以及老爸身旁站着的 老爷子烟老头 光荡 烟老头含在口中的 翡翠绿烟锅 掉在了地上 眼睛瞪得滚圆 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随后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了过去 还是那个戴着眼罩的少年 这 这这这 烟老头口齿都有些不利索了 少爷怎么这么快 就达到星空了 还来了前线 老烟头 怎么了 徐远山皱眉 这老头大风大浪都见过 怎么现在居然露出 一副活见鬼的表情 难道那个独眼龙少年 有什么问题 徐青快步走上前 脸上带着和煦的微笑 弯腰将掉在地上的 翡翠绿烟锅捡捡起来 擦干净 塞进烟老头张大的嘴中 还用手顶了一下他的下巴 将他的嘴盒上 随后笑道 怎么 才过去这几个月的时间 老爷子就不认识我了 一句话 让周围所有人一愣 老烟头认识这个少年 唯有徐远山脸色差那一遍 猛然看向徐青 少 少爷 真的是你 烟老头看着徐青不可思议道 没错 是我 我说过三年之内 会来前线看你的 怎么样 我没有食言吧 徐青笑着说道 少爷 你 烟老头眼含泪光 徐青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内心里 一直都将他当作自己孙子一样看待 第119章 三只灵兽七进化 离开地球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经常做梦 梦到那些邪教御寿师找徐青的麻烦 毕竟他的天赋太高了 而徐青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双目紧紧地盯着自己 好多个夜晚他都从梦中惊醒 可万万没想到 今天却看到徐青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少爷 这里是前线危险啊 你不该来这里啊 烟老头眼含泪光说道 没事 地球太无聊 就想着来星空溜达溜达 随后他看向待在原地的徐远山道 怎么 七年多没见 老爸你就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这个那个儿子 你好啊 徐远山尴尬地挠了挠头 他穿着一身青色衣衫 和星空中的人一样都留着长发 模样与徐青有六七分相似 长得也颇为俊俏 只是多了几分成熟 徐远山叹息一声 一时之间他竟也没想好要说什么 毕竟这次事情实在太让他意外了 邓为眼目国风 这个老东西居然也不告诉自己一声 好让他有个准备 至少不得准备个见面礼 行了 看老徐你尴尬的 都恨不得找个牛屁股钻进去了 大家还是赶紧休息 应付明天的联盟事宜吧 穆国风咳嗽两声 结果又迎来了徐远山的冷眼 对了 你不是说 有联盟的重要人员到来吗 人呢 他看着穆国风问道 就你儿子啊 啊 他 没错 我们能和对方联盟 全是你儿子的功劳 为什么啊 徐远山不解问道 因为他很强 超级强的那种 强 徐远山看着徐青 自己的儿子 再强能有多强 能强得过老子我 行了 明天你就知道了 随后直接安排众人休息 房间内 齐下哥跨坐在徐青腿上 勾着他的脖子 两人说着悄悄话 但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被撞开 却是带着酒气的徐远山走了进来 这 看到自己儿子 两人的动作 徐远山感觉自己犯了错 本来想喝酒壮胆 没想到误事了 齐下哥惊呼一声 刷得一下脸就红了 赶紧站起身 不知所措地说了句 叔叔好 然后一溜烟地跑进了屋内 那个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徐远山尴尬道 没事 坐 徐青招呼老爸坐下 其实也没什么事 本来徐远山就是想来儿子这里问问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无非也就是那些话而已 只是为了比年尴尬 他喝了点酒 尽量让自己的话多一点 两人在屋内聊了一会儿 临走时 徐远山递给徐青一张商卡 以及几个人类幼崽衣外套 而在他离开后 徐青拿起来一看 嫌弃道 这些小套的上去 不过 我这个老爸倒是挺有钱的 居然还有将近一亿的灵精 徐青好奇 老爸他怎么知道自己喜欢钱的 系统 充值 恭喜宿主充值成功 获得四亿七千万克金点 这是连带当时穆国锋 给自己的三亿灵精 以及自己在飞船上 进化培育灵兽的全部收获 徐青看向属性面板上的克金点 克金点 6487 7000 不由舔了舔嘴唇 也就是说 除了小须迷戒和血灵猴之外 其他的灵兽 都可以进化到神级了 其实 血灵猴也可以进化 不过他打算再等等 先将其他灵兽的等级和技能提升一下 系统 购买星藤生死莲 剑影玲珑 天罡金年的神级资质进化液 叮 恭喜宿主 消耗三亿克金点 获得神级资质进化液三瓶 随后三只灵兽 开始了他们的进化之旅 以前在地球时 喂手喂脚 让你们没有发育起来 到星空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大干一场了 徐青看着预售空间内 正在进化的三只灵兽 尤其是星藤生死莲和剑影玲珑 几乎都没有他们出手的机会 实在是自己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 但以后 他们就会经常出场 没多久 三只灵兽进化成功 星藤生死莲进化成了 星空生死莲 剑影玲珑进化成了 斩天神剑龙 天罡金炎进化成了 七色焚天炎 星空生死莲的外形 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差别 只是它的每一片叶子上 仿佛蕴含着一片片的星空 斩天神剑龙的外形 有些像是传说的印龙那样 身躯和大老黑 他们一样 但却多了一对银色 覆盖着剑灵的的巨大翅膀 而且现在它每一块银色的龙鳞上 都有一道金色的条纹 至于七色焚天炎 由之前的纯金色 变成了七彩斑斓的色彩 外形看起来变化倒是挺大的 还剩三亿多颗经典 系统 购买灵兽经验包 将这三只灵兽 还有九幽名雷龙 全部提升到上位神 叮 恭喜宿主 消耗六千万星号 二等于2.4亿克经典 成功购买四份上位神灵兽经验包 灵兽经验包正在使用中 请宿主稍候 许久之后 一股股恐怖的力量 在徐青体内诞生 开始淬炼他的身躯 壮大他的神石 四只灵兽等级提升 向徐青反馈了大量的能量 好舒服 苏苏妈妈还暖暖的 像是被旗下格包裹的感觉 徐青沉浸其中 脸上荡漾着笑容 直到许久之后 才恢复平静 扎了扎嘴 露出意犹未尽的感觉 御兽空间中 几只灵兽的体型 都变大了很多 尤其是星空生死连 这时 徐青终于开始明白他 为何被冠以星空二字了 此刻尚未神的他 缠绕着的藤腕 若是彻底伸展开来 足以蔓延到星空之中 就连徐青都无法估计 他的藤腕到底有多长 生长在他藤腕上的一朵朵黑色 和白色的莲花 都如同一个个房间大小 星空生死连才是真正的庞然大物 斩天神剑龙的体型 和九幽冥雷龙 都与虚空古龙体型相差无几 差不多千米左右 随后徐青继续导固起灵兽的技能 等级提升了 技能自然也要跟上 不然 实力就会大打折扣 反正他还有差不多一亿克经典 而他们的一个技能提升到神级 只需要一千W克经典 够徐青折腾一会儿了 没多久 几只灵兽的神级技能 全部被安排上 灵兽 星空生死连 等级 上位神成长度100% 属性 木 生 死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生命吞噬 神级 生命原液 神级 藤木边际 九星 死亡侵蚀 九星 第120章 五节上位神 灵兽 斩天神剑龙 等级 上位神 成长度100% 属性 剑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龙溪斩 神级 斩天剑尾 神级 龙翼剑影 九星 猎天剑斩 九星 灵兽 九幽明雷龙 等级 上位神 成长度100% 属性 雷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地狱明雷击 神级 明雷炼狱 神级 雷光闪 九星 雷鸣爪 九星 雷龙吐息 九星 灵兽 七色焚天炎 等级 上位神 成长度100% 属性 火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炎火剑 神级 九龙火焰阵 神级 流星火雨 九星 火拳 九星 四只灵兽每一个都安排了两个神级技能 主要是他现在课经典有限 否则全部给他们安排成神级技能 八个神级技能耗费了我八千W克经典 还剩两千万克经典了 徐青摸了摸下吧 明明感觉那么多钱 但用起来真的不禁用啊 最后想了想 干脆也将虚空古龙的一个技能提升到了神级 如此一来 每只灵兽都拥有了两个神级异能 也不算厚此薄比了 灵兽 虚空古龙 等级 上位神 成长度100% 属性 空间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虚空大爆炸 神级 空间切割 神级 空间静止 九星 空间挪移 九星 虚空穿梭 九星 还剩下一千万克经典 徐青直接用到了自己身上 将裂空掌提升到了神级 不过这个技能提升之后 却变成了新空掌 至于技能数量 徐青不打算学习太多技能 只要威力够强就可以了 玉兽师 徐青 等级 上位神十级 五节 体质 混沌重同 至强蓄裂 药材清合度 90% 正10% 受体清合度 90% 正10% 灵兽 星空生死连 契合度0% 斩天神剑龙 契合度0% 九幽名雷龙 契合度0% 七色焚天炎 契合度100% 虚空古龙 契合度100% 小须弥戒 契合度0% 血灵猴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重同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 龟石 战绩 九龙震天拳 神级 仪器画三清 神级 星空掌 神级 奔雷闪 九星 点心指 九星 惊雷枪诀 九星 空明脸西数 九星 画骨易容术 九星 灵气 雷鸣枪 九星 恶鬼面具 九星 职业 八星 八星 资质 进化师 九阶 零售 培育师 课金点 八七七 零零零零 钱不够了 如果有多余的钱 还想购买一柄神级灵器呢 八百多万课金点 现在什么都干不了 那些神级灵器 价格都很高 起不价都在一个亿 还想将资质进化师 和零售培育师的等级 提升到神级 这么一想 自己果真是个穷逼 系统 宿主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不过我现在的战力 绝对超越了神级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与圣级强者交手 正常来说 四节之下的预售师 就能有同等级的零售的 全部战力 而徐青 已经是五节 还有混沌重同加持 或许可以一战 握了握拳头 徐青感叹道 果然 实力提升之后 真让人有安全感啊 这时 玉兽空间内 小须弥和雪灵猴 发出了委屈的声音 伙伴们都提升了 就他们还是九阶 感觉拖了后腿 没事 要不要多久等 我们这次灭了星月皇朝 你们就可以提升了 徐青安慰道 现在真的没钱了 而且 小须弥进化费用很高 是其他零售的十倍 也就是十亿克金点 只要抢了星月皇朝 绝对可以凑够这么多克金点 主任 那我们 现在就去抢了对方吧 血灵猴说道 现在太晚了 明天吧 好 明天我们抢了那个什么皇朝 我要抢的 他们裤衩子 都不上 次日 森罗皇朝代表如期而至 按照约定 他们先是派来了两位战地 皇主万泽州没有来 他们要先看看 徐青是否真的有那个实力 否则联盟免谈 徐远山等人跟在徐青等人身后 但是他们找了一圈 也没有看出到底是谁有那个实力 与森罗皇朝谈判 穆国锋吗 徐远山摇了摇头 穆国锋也只是八街御寿师而已 他还没有那个资格 少爷 谁负责与森罗皇朝谈判 燕老头疑惑问道 不用谈判 只要展现出绝对的实力就可以了 徐青回答道 那我们这边谁有那样的实力 我 啊 你 燕老头一脸不解 看着徐青 这时对方两位站得走了过来 态度十分谦卑问道 请问哪位是青帝前辈 我是 徐青直接开口 您 两人诧异地看着徐青 哄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气息自徐青身上爆发 如金涛拍浪般压向两人 恐怖的威压 直接让两人脸色骤变 神级 果然是神级强者 两人看向徐青的神色更加恭敬了 前辈稍等 我们这就联系我朝皇主 两人对着徐青拱手道 你们随意 随后两人直接拿起星际罗盘联系了起来 而在徐青身后 徐远山和燕老头等人已经梦了 皆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好歹在星空中这么久 他们自然知道 刚刚徐青身上所散发的气息 那是神灵威压 那是只有神级强者才能有的气息 可为何徐青会有 看着两人惊骇而不可思议的眼神 慕国锋笑了 他们当时也是这种表情 少爷 你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徐青看着燕老头 刚刚那股气息 没错 神灵威压 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 可是 你为什么会有神灵威压 因为我是神级强者 这 这不可能 你觉醒至今 也就不过几个月而已 怎么可能会是神级 燕老头摇了摇头 他可是亲自看着徐青觉醒的 怎么可能这么快突破神级 如果神级是那么好突破的话 也不至于 他们进入星空这么多年 一个神级都没有诞生 不只是他们 就算是森罗皇朝这样的势力 不一样 没有神级强者 老爷子 虽然听起来确实不可能 但还真的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了 因为我的妖孽程度超出了你的想象 徐青自信一笑 第121章 爆发出神级攻击的战舰 一变 燕老头还是难以接受 你就算再妖孽 也不至于这么过分吧 你要说 你是个二阶 三阶我都可以接受 可你一瞬间就成为了神姐 他真的无法想象会有这种人的存在 徐远山同样如此 你提升的这么快 会显得我们很没用啊 以后你们就会发现 其实这都不算什么 徐青背着双手笑着说道 而此时 紫云星不远处的虚空之中 一艘超级豪华的巨大战舰 正停留在那里 隔着虚空 看着下方的紫云星 正是星月皇朝战舰 这可以隐匿穿梭虚空的战舰 果然非同反响 不愧是维塔族人建造的高级战舰 几百亿的灵精 果然没有白花 文昌龙欣慰说道 这战舰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是他拖了很大的关系 才弄到这么一艘 此战舰掺杂了某种珍稀的金属材料 简直就和空间属性灵兽一样 来无影去无踪 是搞突袭的不二之选 而且最关键的是 此战舰爆发出的威力 媲美夏卫神 所以 由此战舰在手 文昌龙根本不惧怕这片星域的任何人 这才是他的底气所在 陛下 要发起攻击吗 有臣子问道 不 再等等 既然动用了此等战舰 又岂能只杀区区三五个战地 看看万泽州那个老家伙 会不会过来 最好是能一炮 将他也送走 嘿嘿嘿 文昌龙低笑道 这艘战舰每动用一次 消耗都很大 所以 一旦出动 必要见险 而如果能将森罗皇朝皇主 连带着他们的一些高层 一炮送走 那他收服森罗皇朝领土 将不会有太大阻碍 至于那些地球玉兽师 他压根就没放在眼中 果然没多久 一艘豪华的飞船 快速飞向紫云星 正是森罗皇朝皇主专用飞船 嘿嘿嘿 万泽州 你们森罗皇朝的领土 我们星月皇朝 可就笑纳了 徐青眼睛微眯 看着游远极近的飞船 好家伙 这是一早就在这里等着呢吗 还是有别的目的呢 而事实也正如同他所想的那般 森罗皇朝 做了两手准备 如果徐青真的是神级强者 那就结盟 而如果不是 那就直接吃掉他们 突然他感受到了 星空中一丝微弱的空间波动 破旺无盾 徐青直接使用了混沌重彤的能力 那是搜战舰上 是星月皇朝的国标 那么里面穿地袍的那个人 就是星月皇朝 皇主了吧 战舰居然能隐匿的虚空之中 他们想干嘛 想吃掉我们吗 徐青摸了摸下巴 混沌重彤之下 他不仅看到了战舰 更看到了战舰里面的人 从那些人的神态举止上 轻易看出 那个身着黄袍的男子 地位非同寻常 别 别 正准备去星空中干掉你们呢 结果你们就主动送上门来 徐青低笑两声 这可省了自己不少功夫 不过 这时森罗皇朝皇主 所乘坐的飞船降落了下来 一位同样身着地袍 面带威严之色的男子 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 而在他的身后 跟随着数位占地 在月子星上见过的虚悦 也在当中 森罗皇朝皇主万泽舟 拜见亲帝大人 我等拜见亲帝大人 万泽舟与他身后的一群人 攻身行礼 但就在这时 一道充满恐怖能量的光束 从天而降 如同神法一般 轰击向紫云星 嫡妻 保护陛下 周围诸多战地 脸色一变 迅速变换阵型 将万泽舟保护在了中央位置 慌什么 没看到亲帝前辈在这里吗 万泽舟嘀喝一声 有神级强者在这里 又有什么好怕的 不过 也不知 那道能量光是什么东西发出的 居然如此恐怖 亲帝真的挡得住吗 这么急着找死吗 徐青眼睛一眯 手中召唤硬爵捏起 斩天神剑龙庞大的身躯 自召唤阵中出现 恐怖的神级威压 瞬间弥漫开来 让周围所有人都喘不过气 徐远山等人惊骇 真的是神级灵兽 这难道是少爷的 那只剑影玲珑进化来 烟老头瞪大了眼睛 这只灵兽身上的龙灵 太独特了 一眼便能分辨出来 龙溪斩 斩天神剑龙张开大口 一道龙溪喷了出去 银色的龙溪 化作一柄银色利剑 瞬间撕裂了虚空 刺向轰击下来的能量光 轰隆 一声巨响 刺穿人耳膜 无穷的能量光在星空中炸裂 然而 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 那柄银色利剑吐息 直接刺穿了能量光柱 劈开了能量光柱 虚空中 文昌龙看着瞬息之间 劈开了战剑攻击 已经抵达战剑前方的利剑 眼睛都快凸了起来 神级灵兽 紫云心上有神级灵兽 卧槽 森罗皇朝 你们商标符号地坑我啊 他们所承作的战剑 乃是维塔族人制造的高级战剑 能爆发下卫神的攻击 但现在却被那只灵兽一击击破 这还不够明显吗 那只灵兽 还是神级存在 而且 攻击力绝对在下卫神之上 文昌龙终于知道 为何森罗皇朝 会和那么弱的地球玉兽师结盟了 这要是换自己也会抢着来结盟啊 然而就在那利剑 即将站在战剑上时 一便抖声 一只血色长满红毛的利爪 突然破碎了虚空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战剑上方 一把将整个巨大的战剑 握在了手中 随后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坚固程度堪比下卫神的战剑 瞬间被其捏碎 而这时 虚空彻底破碎 一个庞大的身躯 出现在了星空之中 那是一只犹如巨猿般的身影 但他浑身的毛发却呈现血红色 嘴巴中长着四颗上下交错的巨大獠牙 争鸣无比 随着他一把捏碎整个战剑 只见他张开血盆大口 一股犀利爆发出 破碎的战剑之中 一股股鲜红的血液从当中涌现而出 被他吸入口中 弱 太弱了 就连血液都这么难喝 血液中蕴含的能量弱得可怜 对我的伤势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 那个庞大生物嫌弃道 其声如红雷 在星空中乍响 只是虚余间 所有血液被他吞噬一空 不过 我能感受到 这里有一股澎湃 如汪洋般的气血之力 他的目光瞬间望向紫云心上的徐青 好险 让我感受到了美味的气息 哈哈 吃了你 我要喝了你的血 他嘴角流出 沾着鲜血腥红的口水 甚人无比 第12章 天神足准圣 火力全开 下一刻他居然手中掐动硬绝 随后 一直长着双翼 浑身冒着黑气的巨龙 出现在他的身旁 那 全是他的灵兽 只是这只灵兽身上 遍布着邪教天堂殿成员一样的血色纹路 紫云心上 众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那到底是个什么生物 居然如此强大 且是血 看他的模样像是凶兽 但却能召唤灵兽 那就说明 这绝非凶兽 只是从灵兽形态来看 这个家伙和天堂殿之间 难道有什么关系吗 天神足 站在人群中的断育 冷冷开口道 没想到这个种族在这个时代 居然又出现了 周围众人一脸奇怪地看着他 但断育却没有丝毫要解释的意思 只是心中低骂一声 自己居然轮回到了这个种族复苏的时代 真是不幸啊 天神足 血缘 等级 准圣 一节 血脉强度 百分之六十 灵兽 暗黑邪龙 契合度百分之零 吞星蟒 契合度百分之零 鬼蜘蛛 契合度百分之零 本命神通 血脉吞噬 战绩 灭图拳 神级 灭心血神吼 神级 燃血术 禁术 灵气 血影七星锤 神级 徐青看到了这个从未见过的生物 正如段玉所说 这个生物是天神族 但徐青并不知道 什么是天神族 但猜测 应该是星空中的某个种族吧 毕竟星空中除了人类之外 还有不少其他种族 就像矮人族 维塔族 而最关键的是 对方居然是个准圣 他似乎盯上我了 徐青眯着眼睛看着对方 好恐怖 这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万泽州威延的身躯 此刻都在剧烈颤抖 看到对方的一瞬间 他居然有种身心剧烈的感觉 不只是他 其他人都是如此 仿佛那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巨大恐怖一般 这是准圣级强者 徐青平静说道 什么 准圣 万泽州等战地顿时瞳孔猛然一缩 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你 你确定 没错 这确实是准圣强者 徐青点头 完了 完了 这里怎么会出现准圣强者 我们这种偏僻的心欲中 怎么可能出现准圣强者 万泽州脸色刹那间苍白起来 准圣对他们来说也都是传说 什么是准圣 不明所以的徐远山问道 他进入星空中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准圣这个字 据说神级之上才是圣级 而超越了神级差一步达到圣级的 便被称为准圣 随着万泽州解释 徐远山等人浑身冰寒 仿佛浸泡进了冰冷的冰水中 也就是说星空中的这个大家伙 是极其恐怖的存在 段玉叹息一声 遇到准圣级强者 就算他是轮回者 也没有丝毫作用 只有等死了 他的目光不由地看向徐青 却见对方虽然神色严肃 但却没有丝毫惧怕之想 难道他有什么底盘 对于徐青 段玉感觉 比自己这个轮回者还要神秘 人类成为本身的口粮吗 古猿大笑着 嘴中流着带血的口水 朝着紫云心上的徐青喊道 有本事你可以来拿 徐青平静说道 区区神级蝼蚁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待会儿让你感受一下 血液被一点点吸干的滋味 杀 古猿大手一挥 身旁的暗黑邪龙大吼一声 身躯摆动 这朝着紫云心扑了过来 这是古猿的最强灵兽 拥有准圣修为 不过他和古猿一样 身上带着不少身可见骨的伤口 既然如此 那便一站吧 徐青手中硬爵掐动 一道道召唤阵在身旁浮现 一只只灵兽自传颂阵中出现 恐怖的气息在弥漫 庞大的身影接连降临 虚空古龙 九幽鸣雷龙 星空生死连 斩天神剑龙 七色焚天炎 五只上位神灵兽 全部被徐青召出 小的们 对方很强 乃是准圣级灵兽 万万不可大意 弄死他压的 抢了他的财富和宝物 从此这片星空 我们做主 啊 龙银震天 剑鸣声撕裂长空 大老黑大吼着 率先发起了攻击 只见他身上黑色雷霆闪烁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随后斩天神剑龙 七色焚天炎 同样冲天起 而就在他们两个冲天起时 虚空古龙的身影 也已经消失了 原地只剩下了 已经覆盖整颗星球的 星空生死连 不过 他那如巨蟒般的藤腕 也已经蔓延到了星空之中 五个 五个尚未神灵兽 段玉颤抖着 徐青这家伙 居然是一个五节尚未神 什么 清帝居然是五节尚未神 万泽州等人 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他居然如此强大 那个 尚未神是什么 徐远山又问道 他根本不知道 这其中还有什么具体划分 神级分为低位神 中位神 高位神 也可以称为下位神 中位神 上位神 而上位神 乃是神级之中的最强者 万泽州震撼道 如果知道对方是上位神 那还谈判什么 肯定是直接归父啊 徐远山一脸呆滞 自己儿子不仅仅是神级 还是五节尚未神的大佬 老烟头 回头你一定要告诉我 徐青他在地球上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儿子 怎么就变成如此恐怖的大佬了 烟老头 其实我也啥都不知道 星空中大战已然爆发 大佬黑和展天神剑龙 已经和对方交手 地狱鸣雷击 一道粗壮如瀑布般的黑色雷霆 而将轰击在冲杀过来的 暗黑邪龙脑袋上 只是原本恐怖到 足以破碎虚空的黑色雷霆 只是让对方的身躯猛然一晃 并未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 但就在这场那间 暗黑邪龙瞬间出现在了 大佬黑身旁 巨大的黑色爪子 携带着足以摧毁星球的力量 抓向面前的黑色神龙 卧槽 好快 大佬黑一惊 这怎么就和空间属性的空虚一个样 一念间 他身上黑色雷霆闪烁 直接闪现向其他地方 但即便如此 对方也在他尾部 留下了一道巨大猙獰的伤口 死 疼疼疼 大佬黑倒吸一口凉气 不愧是准胜级别灵兽 果然恐怖的不是一星半点 只是碰了自己一下 居然就让自己受了伤 不要大意 这是暗属性灵兽 且掌握有黑暗跳跃这种技能 这一下 如果不是你跑得快 以及虚空攻击了对方的伤口 你怕是尾巴都要断掉 徐青的声音出现在大佬黑的脑海中 第123章 准圣灵兽暗黑邪龙 星空中没有光芒 漆黑一片 暗属性灵兽 在这种地方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大佬黑望去 果然发现 空虚那家伙的爪子 攻击在了对方腹部 居然硬生生从那里拽出了 对方的一节肠子 就是不知道 是大肠还是小肠 疼得暗黑邪龙 目吼连连 一击而中 虚空古龙再次瞬间消失 啊 暗黑邪龙怒不可遏 他虽是暗属性 拥有黑暗跳跃此等神级 但却没有穿梭虚空的能力 哄 自己堂堂准圣 居然被一个神级偷袭 让他怒火连连 直接一拳轰击在了空中 哗啦 周围虚空顿时如玻璃般破碎 但却还是没有见到 那条银色真龙的身影 刺啦 突然 暗黑邪龙背部 原本一米长的伤口 突然裂开 像是被什么撕裂了一般 瞬间化为了数米之长 烟红的鲜血 自伤口上流淌了下 痛得暗黑邪龙 大叫不止 空间属性灵兽 古人惊讶 随后嘴角咧开一丝冷笑道 尚未神空间属性灵兽的血液 我还没有品尝过呢 应该会很美味的吧 他伸出新红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顿时感觉 刚刚吞下的鲜血不香了 直接像是土坛一样吐掉 随后手中召唤应觉掐动 一只巨大的蓝色蟒蛇出现 巨蟒的身躯庞大无比 如同一条星河般 悬浮在星空之中 而在他那巨大的舌头上 长着一颗圆形的星球 尚未神灵兽 吞星蟒 给我抓住那条黑色真龙 我要吸了他的血液 古猿对吞星蟒说道 是 吞星蟒看着黑色真龙 露出猙獰的笑容 在自己庞大的面前 对方上千米的躯体 简直就像泥丘一样小 大佬黑小心了 对方拥有吞噬属性 可以将对手的攻击吞噬 然而返回给对方 可不要再在自己的技能之下了 徐青对大佬黑说道 此刻一滴绽放璀璨光芒的绿色液体 落在了大佬黑的伤口上 他那原本都快要断掉的龙尾 再次快速愈合了起来 哈哈 我大佬黑又满血复活了 莲儿 谢谢你的治疗 大佬黑对星空生死连吼道 那滴绽放璀璨光芒的绿色液体 买是星空生死连的生命原液 拥有强大的治疗效果 神级生命原液几乎可以做到断肢再生 来吧 你这条大蟒蛇 看我大佬黑不将你串成肉串 大佬黑怒吼一声 直接冲向那条吞心蟒 有徐青的警告 他不敢随意释放技能 生怕被对方以欺人之道还制欺人之身 既然如此 那就贴身肉搏吧 黑色的雷霆遍布全身 大佬黑瞬间闪现在了吞心蟒身旁 龙爪上雷光闪烁 发动了猛攻 而另一边的战场上 虚空古龙 斩天神剑龙 以及七色焚天炎 对上了准圣级别的暗黑邪龙 星空生死连 则在一旁打辅助 他的藤万太现眼了 而且 速度也不是太快 对方很容易躲开 徐青在考虑 要不要给他弄个空间属性安排上 这样 阴人也更加方便一些 剑鸣声响起 一道银色利剑 当头刺向下方暗黑邪龙背部伤口 神级技能 龙吸斩 然而对方猛然转身 爪子上黑色光芒闪耀 一拳轰击过去 伴随着周围虚空破碎 龙吸斩被他一拳轰碎 随后张口 一口黑暗吐息 化为一道贯穿星空的光柱 杀向斩天神剑龙 斩天剑尾 面对对方这一击 斩天神剑龙也毫不示弱 巨大的银色龙尾摆动 如同一柄神剑 斩出了一道 能粉碎万物的犀利剑光 哄 巨大的爆炸 在星空中响起 璀璨的光芒绽放 这片星空似乎都在颤抖 但暗黑邪龙的黑暗吐息 直接击溃了斩天神剑龙的斩机 猛然轰击在了他的身上 哪怕经过了斩天剑尾的削弱 准圣级别的攻击 依旧恐怖的可怕 直接让斩天神剑龙遭受重创 庞大的身躯 更是飞出去万米之远 哈哈 看到了吗人类 在我准圣面前 尚未神算什么 哪怕我的灵兽身负重伤 你依旧不可能是 我的对手 嘎嘎嘎嘎 人类 还是乖乖成为我的血食 化作我的养分吧 古猿对徐青大笑 再次忍不住地舔了舔嘴唇 五只上位神灵兽的血液 应该差不多 能勉强让自己恢复伤势了吧 徐青看了对方一眼 不得不承认 准圣级别的灵兽实力确实恐怖 如果是在全胜状态 他的灵兽 确实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 但对方受伤了 如果自己的这几只灵兽配合得当 也不是没有拿下对方的可能 不过 就当暗黑邪龙准备补刀时 腹部的伤口出 轰然发生剧烈爆炸 导致内脏都快漏了出来 虚空古龙的神级技能 虚空大爆炸 啊 暗黑邪龙大吼一声 一拳轰向旁边的星空 煞世间那片星空炸开 露出当中虚空古龙的身影 嗖 但也只是一刹那 虚空古龙再次消失不见 留下气急败坏的暗黑邪龙 乾坤未定 露死水手尚未可知呢 徐青平静说道 哈哈 是吗 你不会真以为 区区上位神 真的能与我这个准圣交手吧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感受到绝望好了 古猿再次掐动硬绝 一只巨大的八角蜘蛛 出现在了星空之中 怎么样 有没有心顿时量了一大截的感觉 古猿嘲讽道 他是准圣 而且还是天神族 只要有强大的血脉 他的灵兽 就能源源不断地提升资质 而不像人类那样 还有失败的可能 但是他却没有在徐青脸上 看到任何恐惧之色 这让古猿很不爽 他最讨厌别人在他面前 一副胜圈在握的模样 鬼蜘蛛 给我挡住那猪藤腕 不要让他再给那些灵兽治疗了 古猿嘀吼一声 那只治疗的灵兽 真的很烦 又给那条长着翅膀的真龙 治疗好了伤势 让自己灵兽的攻击 功亏一篑 鬼蜘蛛张开大口 喷出一道道 拇指般粗细的绿色丝线 数量之多 数不胜数 嗖嗖嗖 一瞬间 那些丝线 如同一条条 长有眼睛的灵蛇 迎上了游荡在星空中的藤腕 随后紧紧缠绕在 每一根藤腕之上 刺啦啦 一阵阵绿色气体 从星空生死帘上 散发而出 那是被鬼蜘蛛的毒液侵蚀 哈哈 现在如何 你还有什么手段 对付我的圣级灵兽 尽管是出来吧 古猿哈哈大笑 但他的目光 却在四处寻找 因为这个人类御兽师 明明照出了五只上位神灵兽 但现在却只有四只灵兽 在与自己交战 还有那只火焰灵兽 在哪里去了 第124章 让你感受 何为绝望 没有别的手段 但这些 已经足够对付你了 徐青微微一笑说道 对付我 就凭你这个上位神 哈哈 你是想要笑死我吗 还是说 你压根就不知道准圣之威 古猿大笑 心中却更加警惕起来 两颗硕大的眼睛 咕噜噜转动 寻找对方 会不会留有什么后手 几只灵兽将战场分割 各自爆发出惊天大战 如果不是有星空生死帘 护住了紫云星 这颗星球 恐怕早就被他们的攻击 冲击地崩溃 化为尘暗 so 远处虚空发生巨大爆炸 那时吞星蟒自腹部 吐出了一颗巨大星球 要撞击向大老黑 结果被对方躲开 在远处发生了巨大爆炸 而在对方使用技能之时 大老黑使用雷光闪 出现在吞星蟒头顶 龙爪上雷光四射 猛然轰击在对方头顶 镶嵌着的那颗圆球之上 虽然雷鸣爪 只是九星技能 威力没有神级那么强大 可也架不住 被大老黑轮番攻击 嘿嘿 在你的头顶 应该无法吞噬我的技能吧 大老黑突然咧嘴一笑 地狱鸣雷击 轰隆 如神法般的黑色雷霆降落 瞬间轰击在吞星蟒头顶 一击落下 吞星蟒的巨大脑袋 瞬间裂开一道道争鸣的裂缝 疼得对方剧烈挣扎 奈何头顶的位置 他又够不着 只能无力地摆动着身躯 而另一边 鬼蜘蛛的身躯 被星空生死连几十根藤腕洞穿 神级技能 生命吞噬爆发 不过片刻的时间 大如山岳般的鬼蜘蛛 便化成了一座空壳 他体内的血肉能量 全部都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看到这一幕的古猿 虽然拳头紧握 但却没有丝毫要出手帮助的意思 在他们天神族眼中 同级之下 还能被对方杀死的灵兽 只能被淘汰 反正对他们而言 进化以及培育一只神级灵兽 也不是多么艰难的事情 古猿的目光 一直盯着暗黑邪龙 这才是他的主灵兽 只要暗黑邪龙不死 那就问题不大 那边 暗黑邪龙 张开了自己的暗黑领域 让他方圆上万米的空间 全部化为一片漆黑 这下我看你的灵兽如何下手 古猿冷笑一声 在他的黑暗领域之内 就算你是空间属性 也不好使 因为 哪怕你是隐藏在虚空之中 暗黑邪龙 依旧可以感受到 剑光闪耀 照耀苍穹 斩天神剑龙 斩出一道剑光 但当没入对方的黑暗领域之后 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像是被对方的黑暗吞噬 和溶解了一样 虚空古龙 同样使用神级技能空间切割 但最后 却什么都没能引起 通过观察暗黑邪龙的技能 徐青明白 这是对方的黑暗领域 一切进入黑暗领域的能量物质 都将被化为黑暗的一部分 而如果灵兽一旦进入 都将会被黑暗压制 最为恐怖的是 这居然是一个圣级技能 威力强大无比 哈哈 如何 我这圣级技能的威力不耐吧 古元颇有些得以说道 为了学习这个技能 暗黑邪龙 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 威力确实不错 可作为圣级技能 他应对维持不了多久吧 哈哈 足以维持到你死亡为止 邪龙 不用管那些灵兽 直接丢在了那个玉兽师 本圣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品尝一下他的血液了 古元舔了舔嘴唇 啊 暗黑邪龙 震动着遮天的巨大羽翼 舍弃正在与自己纠缠的两只灵兽 直冲紫云星而来 但就在这时 虚空古龙 直接出现在了对方的黑暗领域之内 来到了暗黑邪龙身旁 哈哈 中招了吧 给我去死 古元激动大吼一声 这只空间属性真龙的血液 他要定了 谁也挡不住 啊 暗黑邪龙巨大的爪子 瞬间抓住了虚空古龙的尾巴 但后者却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在了他腹部的伤口处 哼 你的灵兽是潜力技穷了吗 居然妄图使用撕咬的捉猎方式 和我的准圣灵兽拼命 古元冷笑一声 这种手段 简直比凶兽还不如 然而 下一刻 七色的光芒 自暗黑邪龙腹部爆发 而后沿着他的伤口 瞬间钻进了体内 轰的一声 火光绽放 自暗黑邪龙身体上 各个伤口处喷涌出去 甚至包括眼睛 鼻孔 嘴巴 屁股上到处都是火光 却是七色焚天炎 进入虚空古龙的嘴巴当中 在利用对方的空间属性 靠近并撕咬敌人之时 进入了对方体内 从内部造成伤害 啊 暗黑邪龙烈焰焚身 剧烈的疼痛袭来 顾不得对虚空古龙出手 爪子不断在身上抓闹 似乎想将体内的火焰灼烧出来 但七色焚天炎乃元素灵兽 此刻已经遍布他身躯的各个角落 由内而外 不断着烧着他 甚至在他的体内 释放出神级技能炎火剑 和九龙火焰阵 身体之外 七色焚天炎 可能无法对对方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在体内 却可以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这也是徐青 在看到 无法从外部造成毁灭毁灭 伤害后的对策 碰 黑暗领域崩灭 暗黑邪龙浑身喷火的身躯 浮现了出来 可谓凄惨不已 直接在星空中打滚 趁你病要你命 斩天神剑龙和虚空古龙 趁此机会 发动神级技能 攻击对方伤口 斩杀了吞星蟒的 大老黑的加入了进来 让你刚刚差点 弄断本龙的龙尾 我大老黑复仇的时候到了 大老黑绕着承受着 巨大痛苦的暗黑邪龙 寻找他的伤口 找到了 地狱鸣雷击 一道比以往 还要粗壮的雷霆降落 劈在了对方的尾巴下面 那里正是暗黑邪龙的菊花 哦 暗黑邪龙痛的龙银 都变成了狼笑 徐青脸色黑如锅底 我徐某人堂堂正正 怎么叫培养出了 你这种变态的家伙 怎么样 看起来似乎 快要分出胜负了 徐青看着古猿笑着说道 后者的脸色 已经有些猙獰 随后冷笑一声 没想到 居然还轮到本圣出手了 既然如此 那本圣就赐予你死亡 随后一拳轰出 巨大的血色拳头 仿佛压满了整个星空 朝着紫云星镇压而来 神级技能灭图全 徐青的笑着 那就来吧 给 给 他突然拿出了那张鬼脸面具 戴在了脸上 整个人显得邪气森然 今日 我让你感受 何为绝望 随后三道身影 出现在徐青身前 第125章 你很幸运 混沌结光 正是神级战绩仪器化三清 虽说这三道身影 没有混沌重铜的加持 但却都是五节上位神 四节上位神域寿施 相当于拥有上位神灵兽的全部力量 而五节上位神则 已经超出了上位神的力量范畴 称之为准圣 似乎也不为过 随后三道身影 齐齐施展出了 神级战绩九龙阵天拳 一拳轰上星空 煞时间 二十几条金色龙影咆哮 势不可挡 冲向高空 轰隆 一声巨响 在星空中响起 浩瀚的能量轰然炸开 犹如一颗巨大星球 发生了爆炸 随后 谷猿那条手臂 直接炸开 啊 怎么可能 谷猿惊叫一声 看着自己已经 没了半截的右臂 震惊无比 自己可是准圣啊 今天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一多七少 徐青冷笑连连 与三道身影 一起冲向星空 我不信你区区一个上位神 能有如此恐怖 谷猿大吼 身上突然燃烧起滔天的红光 他动用了禁术燃血术 如果再不用 他感觉可能就来不及了 对方本体的强大 有些超出他的想象 轰隆 他身上的气势还在攀升 似乎要压他这方星空 四道身影冲向高空 彻底将谷猿围在中央 而后恐怖到吴与绝伦的大战爆发了 紫云心上 所有人都看呆了 无论是灵兽之间的大战 还是此刻 徐青与那个血色猿猴之间的战斗 都让他们叹为官职 相比而言 他们九届战地的战斗 简直就像在玩过家家一样 也就是说 清帝前辈拥有准胜的强大战力了吗 万泽州震撼说道 但事实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眼前 为老前辈 还请您一定要说 动清帝前辈 让我们森罗皇朝成为你们的附属势力 万泽州诚恳说道 不是结盟吗 惭愧 以清帝前辈的实力 我们森罗皇朝根本没有结盟的资格 能够成为你们的附属势力 已经是我们的万幸了 万泽州摇了摇头 准胜级别战力 覆灭一个像他们一样的皇朝 也不过是弹指尖的事情而已 徐远山看着星空中激烈的战斗 又看了看同样一脸呆滞的老烟头 这老头似乎也不知道徐青的实力 段玉上一世的认知彻底破碎了 在月子星上徐青爆发出战地战力 当时就已经震惊到他了 结果之后又爆发出下位神的气息 然后上位神 现在又是准胜战力 他都怀疑徐青真正的实力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圣级又或者更高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段玉不解地抓着脑袋 这才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啊 他怎么就能成长到这种程度 还有他这种强大的战绩 又是从哪里学的 地球上可没有这种神级战绩 那个 齐下哥 徐青他到底有什么技巧 段玉问道 毕竟齐下哥是徐青的女朋友 如果对方有什么神秘手段 他应该知道的吧 你问我 我问谁去 齐下哥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 徐青有什么神秘手段 除了爱钱之外 其他的 似乎也没什么呀 哎 我们都这么快地成长了 怎么还是追不上他的步伐 照这种程度下去 我们怕是永远也不可能跟上他的脚步啊 敖苏叹息一声 如果这样 那怎么能帮上他的忙呢 帮不上对方的忙 又怎么能成为追随者呢 这不怪我们 要怪只怪他的步伐太快了 换作是任何人 也不可能追得上他的脚步 我们将来也只能努力搞钱 以报他的知遇之恩了 秦朔说道 此刻他一头红发飘荡 神色坚定 敖苏点了点头 或许他们也只有多赚钱 来报答徐青了 星空之中 激烈的战斗在爆发 谷原燃烧了血脉 浑身绽放这滔天血光 战力更是强大的可怕 在天神族中 血脉强度代表了他们的天赋 而此刻燃烧血脉强度 换来了比之之前更加恐怖的战力 就连徐青的两道化身 都被对方打爆了 而这时 徐青却突然停了下来 神色庄重地看着对方道 谷原 你很幸运 成为第一个亲身体会我 混沌重同威力的人 随后 他拿下了面具 将左眼上的银色眼罩摘了下来 露出一颗色彩斑斓的眼睛 煞时间 一股寒意袭上谷原心头 让他浑身血色毛发 都倒竖了起来 不好 有危险 谷原再也不敢在此地停留 浑身冒着血光 直接冲向远方 他有种直觉 如果再停留在这里 必死无疑 混沌皆光 一瞬间 眼睛中弥漫出七彩斑斓的光芒 化为一道光束 照射在正在逃跑的谷原身上 瞬间打爆了对方的脑袋 只剩下对方 那无头身躯 倒在了星空之中 毫无生计 混沌结光 谋光所及 万物歼灭 徐青身躯一颤 顿时感觉虚弱到了极点 有种被吸干的感觉 如果现在再来一个这样的敌人 那他绝对 无法再打出混沌重同的第二次本命神通 没想到 就连上位神 都支撑不起混沌重同的消耗 看来的 想办法尽快突破到圣级 而这时 其他灵兽的战斗 也落下了帷幕 暗黑邪龙 被七色焚天岩 从内部烧死了 鬼蜘蛛 被星空生死鳞 吸成了干尸 吞星蟒被大老黑打爆了的 大的脑袋 开始清扫战场 徐青说道 战斗的目的 只是为了搞钱 灵兽们开始挖那几只 战死的灵兽兽盒 这玩意 可是神级材料 能值不少钱 一个准圣级别的强者 身上 应该会有很多钱的吧 徐青有些期待 说不定都足够 让小须迷他们 提升到神级 果然 他在他在对方的怀中 发现了一枚空间戒指 神念一扫 顿时心中一喜 好多钱 徐青的呼吸 都急促了起来 眼睛的瞳孔之中 都倒映着灵兽的模样 哇 发达了 不愧是准圣 这枚空间戒指内的空间很大 灵兽直接堆积成了 连绵不绝的山脉 有绿色的下品灵兽 红色的上品灵兽 金色的极品灵兽 堆积在一起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系统 你商标符号快给我统计一下 到底有多少钱 在呢 小童子在呢 次六 正在努力为主人结算中 结算完成 哇 恭喜宿主 获得五十亿下品灵兽 七十亿上品灵兽 一百五十亿极品灵兽 尊敬的宿主大人 请问 您现在要充值吗 第126章 一千亿可经典 徐青震惊了 不枉自己这么努力的大战一场啊 这收获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收获 系统 你没有算错吧 我怎么感觉不止这么点呢 宿主大人 小童子绝对绝对没有算错 请问宿主 您是否现在充值 次六 舔口水的声音从系统中传出 像极了看到八块腹肌的极可少妇 我现在充值有奖励吗 徐青问道 之前不是已经给过您一七化三清的奖励了吗 那可是极其厉害的战绩 这样啊 那就过一段时间再充值吧 反正现在我也不急着买东西 徐青无所谓说道 直接将空间戒指收了起来 别啊 我的宿主爸爸 送送送 现在就送 只要您充值 童子我立马安排大脸 那你先说说 是什么奖励吧 徐青平静说道 这狗系统不刺激一下他 他是不可能免费送东西的 这个 你不是想给星空生死连安排空间属性吗 就送这个如何 应该能让你满意吧 空间属性 徐青确实想给星空生死连安排空间属性 虽说神级之上的灵兽都拥有破碎虚空的力量 但只有空间属性灵兽才能对空间掌握的初神入化 而星空生死连的体型太大 速度又不是多么灵活 他的攻击很容易被其他灵兽躲掉 如果配合上空间属性灵兽 那就很容易阴人了 不过先得告诉宿主一声 如果再融合空间属性 星空生死连就会拥有四种属性 以后资质进化和培育所耗费的课经典 可就比现在还要高出不少了 钱不是问题 徐青豪迈说道 宿主大气 我就喜欢宿主的这种气势 那么 就请宿主赶紧充值吧 童子已经将礼物备好 嗯 那就充值吧 徐青说道 叮 恭喜宿主充值成功 获得1010亿课经典 请宿主尽快使用 给 给 给 空间属性已发放至系统空间 随时可以与星空生死连融合 徐青将星空生死连 收进了御寿空间 开始为它融合属性 1000多亿课经典啊 卧槽 这么多课经典 我倒好好想想 由九星提升到神级 需要1亿课经典 神级到圣级10亿课经典 按照这个推算 由圣级到图腾级 应该就是100亿 哇 我的实力 要跳跃是成长了 徐青激动地搓了搓手掌 刺激这还不起飞 系统 先将小虚迷戒 和血灵猴的资质 和等级提升到神级 恭喜宿主 消耗10亿课经典 购买小虚迷戒的资质进化液 恭喜宿主 消耗6亿课经典 购买小虚迷戒的等级经验包 恭喜宿主 消耗1亿课经典 购买血灵猴的资质进化液 恭喜宿主 消耗6000万课经典 购买小虚迷戒的等级经验包 小虚迷戒正在进化中 血灵猴正在进化中 进化成功 请宿主及时查看 小虚迷无论是进化还是培育 其价格都是其他灵兽的十倍之多 不过之前 因为他等级低 没有上涨 如果他刚刚也有 上位神的等级 那斩杀暗黑 邪龙 真的是轻而易举 他的辅助技能很强大 如果能辅助同等级的灵兽 可以跨越大境界战 不过 也就在这个时候 其他几只灵兽 将那些灵兽的兽盒带了过来 很好 此次我们收获颇丰 回去之后的 好好庆祝一下 徐清对几只灵兽说道 啊 我大佬黑要喝啤酒 放心 有你喝的 啤酒那种东西请明星上也有 想喝多少都没问题 行了 大家都回去 好好休息吧 徐清将灵兽们 收进了御兽空间中 而他自己也朝着紫云星飞去 怎么样 你们联盟的事情 商议的如何了 徐清问道 亲帝前辈 我们森罗皇朝 愿意归附 在您的手下 只求您能在危机关头 庇护我等 万泽州低着头说道 语气中 带着央求之情 归附我 徐清惊讶 不结盟了 不敢 不敢 结盟那是建立在 双方实力相近的基础上 可现在亲帝一个人 就能轻易镇压 他们一个皇朝 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还谈什么结盟啊 趁早归附比较好 免得将来 人家看不上 你们觉得呢 徐清看向穆国锋和自己老爸 这个自然是由你决定 穆国锋说道 不过他心里自然是万分同意的 但他很清楚 这里徐清做主 既然这样 那我也没什么问题 徐清说道 本来联盟 就是为了借助对方的人手 替自己镇守星球罢了 现在对方归附了 那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使用他们的人手了 多谢亲帝前辈 万泽州激动不已 自己也算是为皇朝 找到一个靠山了 那就先给你们一个任务好了 覆灭新月皇朝 将他们国库的邻金 全部拿来给我 我徐某人 对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 唯独对钱 很感兴趣 徐清看着万泽州说道 后者点了点头 对方这是明确告诉他 他需要钱 只是 新月皇朝的实力 和我们森罗皇朝实力相当 以我们的战力 怕是短时间拿不下他们 万泽州有些担忧说道 这是前辈 吩咐的第一件事情 如果绊杂了肯定会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 无妨 他们的皇主 还有大批九阶战帝已经死了 什么 死了 没错 你以为 刚刚被那只血色巨猿捏爆的战舰是什么 就是新月皇朝的战舰 而且我看到一个身穿地袍 头戴帝官的男子 带着至少几十位九阶战帝都在里边 应该就是新月皇朝的皇主 无疑了 如果你还没有把握的话 我可以派去一只灵兽 跟着你们以防万一 如果真的如此 那就不必了 闻昌龙和那么多强者突然间死亡 新月皇朝肯定会陷入混乱之中 却是我们出手的大好时机 万泽州激动说道 他早就想拿下新月皇朝了 可惜实力不允许 既然这样 那在下 先行告退 清帝前辈在这里 静待佳音便好 好 徐清点头 一个皇朝的财富啊 不知道 会有多少呢 能不能比得上一个准圣的财富 如果可以 那自己真的就发了呀 第127章 顿觉前途一片昏暗 徐清也没有派人跟着他们 因为他料定 对方也不敢贪污那些灵精 而且不仅不会贪污 他们一定还会从自己国库中 拿出大量灵精 毕竟自己 可是直接告诉对方 自己喜欢钱 就是这么直接 穆老 那你们也准备一下 收整森罗皇朝 和新月皇朝两大势力吧 好 徐清不想参与那些事 他只负责打天下 至于如何打理 那就得靠其他人了 自己只需要定期收取 一定费用就可以了 少爷 你到底是 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提升到这种程度的 燕老头疑惑问道 他百思不得其解 徐清觉醒 还不到一年时间 怎么就提升到了 准圣的程度 这其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靠的自然是我那 绝无仅有的 90%受体清和度了 徐清平静说道 90%受体清和度 燕老头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徐远山等人也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会有人有如此高的受体清和度 不是吧 我记得 你不是22%的药材清和度吗 燕老头疑惑说道 当时他可是记忆犹深 认为少爷一定会成为 资质净化师一脉的盖世妖念 但他也没听说过 少爷觉醒了受体清和度 受体清和度 是在你离开之后检测出来的 待会儿 我给你们的灵兽 制定一个灵兽培育方案 得让你们快速成长到神级才行 只有成神了 才能帮助自己赚大钱 徐远山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儿子 90%的受体清和度 这到底是得有多么妖念啊 自己到底生了个什么怪胎 面对他们的震惊 徐青已经习惯了 自己这个受体清和度 确实很惊人 回到居住地 徐青开始为老爷子和老爸他们 制定培育方案 九届灵兽 及其以下等级随便制定 随后又为老爷子 将灵兽营月苍狼资质 净化为九星 直到芒至黑夜 他才开始查看起自己的 今天刚刚进化的两只灵兽 灵兽 大千世界 等级 上位神 成长度100% 属性 世界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天威 九星 世界融合 九星 世界之力 九星 灵兽 斗战血缘 等级 上位神 成长度100% 属性 血 种族资质 神级 技能 血神像 九星 血神楷 九星 血战狂 九星 天罡36路棍法 九星 小须弥界 进化成了大千世界 血灵猴进化为了斗战血缘 前者的外貌 倒是没有任何变化 但后者原本血色的毛发 却变成了金色 这一下可就是 名副其实的美猴王了 嗯 确实不错 现在就算面对 圣级玉兽师 应该也有一战了 系统将大千世界的技能 世界之力 斗战血缘的血神像 和血战狂 提升到神级 叮 恭喜宿主 消耗一亿 两千万克经典 提升成功 然后 徐青又开始研究起来灵兽 毕竟有钱了嘛 每只灵兽提升到圣级 也花费不了多少克经典 徐青摸了摸下吧 系统 将所有灵兽的资质 提升到圣级 叮 恭喜宿主 消耗 二百五十亿克经典 购买所有灵兽资质进化液 灵兽正在进化中进化成功 请宿主 及时查看 等等 怎么就需要 二百五十亿 不应该是一百六十亿吗 难道宿主 忘记了星空生死连 又附加了一个空间属性 所以他的资质 和等级提升 与小须迷戒一样 徐青无语 原本以为贵 也就贵那么一两倍 没想到 贵了这么多 不过 钱都花了 也不存在什么后 不后悔 徐青看了一眼 这次资质的提升 并没有引起 灵兽种族变化 单纯的 就是资质的提升而已 还剩七百多亿克经典吗 看样子还比较充足啊 系统 将除了小须迷之外的灵兽资质 全部提升到图腾级 我尊敬的宿主哟 您的课经典 已经严重不足哟 嗯 我上标符号七百多亿克 经典你告诉我 严重不足 进化到图腾级 不是一百亿吗 提醒宿主一声 童子 我可从来没说过进化图腾级 需要一百亿克经典哟 徐青突然有种不妙的感觉 问道 那进化到图腾级 需要多少 其他灵兽 都是一千亿克经典 大千世界和星空生死连 需要一万亿克经典 不是 神级进化圣级 需要十亿 你现在告诉我 圣级进化图腾级 需要一千亿 你确定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 圣级是神级的十倍 图腾级是神级的一百倍 苍穹级是图腾级的一千倍 以此类推 毕竟越往后 每提升一个等级 实力差距都有着天壤之别 徐青直感觉两眼发飞 你妈 这要人命啊 这还怎么玩 徐青直感觉 以自己的数学程度 都有点不够用了 而且有再多的钱 怕是都不够用了 宿主不要慌 只要你足够努力 这点钱都是小问题 徐青直想爆粗口 原本以为那一千多亿克经典 足够让自己实力 全部提升到图腾级 结果现在好了 商标符号的 居然连一只都无法进化到图腾级 他都陷入了自闭之中 宿主坚挺一点 一个圣级都能抢到一千多亿 要是多抢几个圣级强者 不就什么都有了吗 所以宿主安心了 徐青叹息一声 事到如今自己还能说什么 那一只灵兽等级提升到圣级 需要多少颗经典 圣级分为小圣 大圣 古圣 圣王 不知道宿主要提升到那个境界 徐青再次想爆粗口 这鬼儿的系统 是不是想从自己这里捣钱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境界 徐青咬牙切齿道 提升到圣王 需要多少个克经典 小圣为一亿 大圣两亿 古圣三亿 圣王四亿 如果宿主想要提升到 圣王只需要十亿 大千世界和星空生死连 只需要一百亿 那就将那些灵兽 全部提升到圣王吧 徐青叹息一声 反挣钱就是用来花的 丁 恭喜宿主消耗 二百五十亿购买 所有灵兽圣王经验包 经验包正在使用中 灵兽等级正在提升中 徐青感受到 强大到无与伦比的能量 在自己体内流淌 七只灵兽的反馈 齐齐到来 它的每一个细胞 仿佛都化身为一个世界 内部蕴含着浩瀚如海的能量 前所未有的舒服感 在体内流淌 如温柔的舌尖 划过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有味儿呢 第138章 我好像要啊 每次提升了灵兽的等级 自然也要提升灵兽的技能等级 还是按照原样 每只灵兽 都得有两个技能提升到圣级 其他技能全部升到神级 反正灵灵散散下来 最终光是各种升级 就花费了 将领90多一颗金点 当然主要是 星空生死连和大千世界 消耗了大头 此外还有斗战血缘的 美猴王套装 九星资质进化师 神级灵兽培育师 不过可惜的是 九星灵气雷鸣枪 无法进化 只能购买 徐青暂时忍了 他在等僧罗皇朝那边的灵精 不知道到时候 距离图腾即会有多远 如果差别不大的话 他想等到图腾级之后 再更换图腾级灵气 还剩400多亿颗金点了 暂时就这样了 或许确实也如同系统所说 一个圣级 就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如果要是多抢几个圣级强者 或许都不是问题 况且还有圣级之上的强者呢 这么一想 还是有希望的吗 系统 我都充折了这么多钱 难道还不能解锁 伤城中的一些东西吗 徐青沉声问道 他徐某人最恨马赛克 差点忘了 童子这就为您服务 叮 解锁成功 请宿主尽情浏览 徐青一眼看去 果然之前的令人讨厌的马赛克 已经不见了 露出马赛克下 徐青梦寐以求想看的东西 混沌中 是神枪 灭世大魔 开天府 灭世之谋 六道轮回铜 永恒不灭铁 摩天狂铁 天地拳 六道轮回拳 灭世龙拳 岁月之花 混沌万界隆隆 苍天麒麟 一件件的宝物 出现在系统商城中 看得徐青眼花缭乱 呼吸急促 奶奶的 我都想要啊 徐青摩拳擦掌 舔了舔嘴唇 我很支持宿主的想法 那就努力赚钱吧 只要有了钱 一切都会有的 徐青无语 开什么玩笑 自己看中的这些东西 都贵得要命 徐青感觉自己 要将整个世界的财富 全部收集起来 估计才能买得起 算了 先过过眼福 随后他又开始研究了起来 提醒宿主 SP刻经典已经开启 系统将主动为宿主 将刻经典转化为 SP刻经典 什么SP刻经典 徐青问道 每一万亿刻经典 可以转换成 一点SP刻经典 SP刻经典 和普通刻经典的功能 都一样 只是为了方便宿主查看而已 果然在系统商城 界面上方 徐青看到了SP刻经典 不过他现在的SP刻 经典显示为零 系统你好扣啊 居然都不舍得 送我一个SP刻经典 宿主不要快玩笑 一个SP刻经典 就相当于一万亿刻经典 宿主到现在 累计充值的 都没有这么多钱 如果本系统 送你一个SP刻经典 那不就相当于 我将宿主的钱 全部退了回去 还要免费倒贴 你很大一部分吗 赔本的买卖 本系统从来不做 森罗黄朝成为了附属势力 紫云新自然 也就顺利地成为了 地球一方的星球 这里的战争也结束了 许多位于前线的 御寿师们都很好奇 怎么战争 就无缘无故地结束了 莫多久传出消息 森罗黄朝成为了 地球一脉的附属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双方势力 奇奇震惊 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皇朝如此强大 怎么会成为 孱弱地球一脉的附属 我们地球一方 如此弱 怎么能有资格 让森罗黄朝 成为我们的附属势力 双方势力 发出不同的声音 但没多久 所有人都知道了 地球一方 诞生了一位 强大的神级强者 森罗黄朝 一方闭嘴了 地球一方震惊了 所有人都好奇到 是哪位 战地突破成了神级 在所有人认知中 必然是五位战地中的 某位突破了神级 不是星空中的战地 而是来自地球的 一位强者 名为青帝 据说 已经有准圣级战力了 什么是准圣 这一日 这片星空下 都流传着青帝的传说 尤其是地球一方中 所有预售师 都在欢呼 因为很多前线上 他们都处于劣势 被森罗黄朝 和星月黄朝打得 节节败退 尤其是其中的战地区 满天 差点被对方为围殴致死 若非森罗黄朝的命令 下达得及时 恐怕他人就没了 消息很快传递到了 星空中的地球 大本引起明星 更是引起一片哗然 不是联盟去了吗 怎么就突然间成为 附属势力了 陈星云奇怪 还有之前星空中 传出的剧烈能量波动 到底发生了什么 会不会与徐青有关 他应该没事吧 不过看起来 我们似乎 终于要换一颗星球了 应该会是一颗 不错的星球吧 齐明星虽然也适合 人类居住 但确实有些荒凉 徐吉尔 站在自己母亲身旁 静怡问道 所以 徐青真的是我哥哥 没错 不是 他什么时候出生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他在你前面出生的 你自然不知道了 陈星云无语地看着自己女儿 不是 我是说 为什么从来没有 听你们提起过他 不会是认得干儿子吧 胡说 他和你一样 都是我肚子里出来的 自然都是轻生的 徐吉尔愣住了 难怪老妈当初 见到他会是那个模样 说实话 当初这个消息传出来时 徐吉尔都惊呆了 一开始他以为 这是老妈他们认的干儿子 结果 居然是亲儿子 那他神级的等级 又是怎么回事 不会也是真的吧 你哥他乃是天生的万古妖孽 他等级提升之快 超乎我们的想象 至于他是怎么提升的 到时候 你去问问他吧 神级等级 确实是真的 他曾在我们面前 暴露过真正的实力 徐吉尔 彻底呆滞了 自己老哥是神级 可听说他不是刚刚觉醒 才一年吗 怎么就成神了 而且刚刚传来消息 你哥他只是略微出手 便已经覆灭了新月皇朝 更是让森罗皇朝皇 主求着想要归附 我们地球一脉 所以现在这片星空中 新月皇朝和森罗皇朝 所占据的所有星球 已经全部是我们得了 徐吉尔脑瓜子嗡嗡的 父辈们进入星空之中几百年 为的就是为地球一方多 抢夺几颗星球 结果 自己那位老哥 只是来了短短几个月 直接就让两大帝级皇朝归附了 怎么感觉这么不对劲呢 第129章 灵运 地球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怎么可诞生出它那样怪物 什么怪物 那是你哥哥 陈欣云点了一下徐吉尔眉心 学院中 胖城球的武飞 正在调教那些 刚刚进入学院的新生 只见他一个泰山压顶 直接将几名学生压在身下 口中大喊道 让你们蛊惑我去找那些地球学员的麻烦 现在好了 人家当中有神级大佬 商标符号的你们 让我以后还怎么混 武飞欲哭无泪 自己居然不知不觉中 得罪的一位神级大佬 顿时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黑暗 都是这群喜欢搞事的家伙 蛊惑自己 要不是他们 自己怎么可能招惹那样一位大佬 学长我们错了 我们也不知道 青帝前辈他扮猪吃老虎 我们也是受害者 被武飞压在身下的学员 嗷嗷大叫 他们也不想的 而且当初还在去往月子星的路上 他们还毫不吝啬地嘲讽人家 这才是真正的前路 断了好吗 屁 你们主动招惹人家 现在反倒说自己是受害者 怎么感觉你们的脸 比我们的还大呢 啊 武飞浑身发力 周身肥肉一颤一颤的 但他已经决定 如果下次有机会见到青帝 一定要向对方道歉 实在不行 那就割掉自己身上的几斤肥肉 给他好了 没多久 启明星上 一艘艘庞大的星空战舰出现 带着星球上的人 陆续前往了更加深处的星空之中 星月皇朝毁灭了 曾经星月皇朝的战地们 逃得逃 归附的归附 而对于那些愿意归附的人 万泽州也没有赶尽杀绝 而是留了他们一条生路 至于复仇 不存在的 自己寿命与亲帝 要复仇 也是去找亲帝复仇 但那有可能吗 亲帝如今可是上位神 拥有准胜战力 依靠那么一群小卡拉米 又怎么可能对亲帝造成危险 陛下不好了 万泽州的战舰 停在星月皇朝主星上 看着下面发生的一切 怎么了 星月皇朝这群狗的国库中 都快要空了 大将军薛龙脚踩一条 金色蛟龙前来汇报 他身着一身黄金战甲 来到皇主面前说道 薛龙手持一杆 缠绕着金龙的九阶灵器 方天化己 又没上方有一个十字交叉的刀痕 整个人威武不凡 什么国库快空了 万泽州脸色一变 国库怎么能空 亲帝前辈可最爱钱了 文昌龙那个混蛋 用大量资金购买了一艘神级战舰 如果属下所料不差的话 应该就是当初被那只 和亲帝前辈大战的红毛血缘 捏爆的那艘战舰 薛龙叹息一声说道 该死的东西原来如此 难怪那艘战舰 能爆发出那么恐怖的威力 原来是花费了大笔资金购买的啊 万泽州咬了咬牙 这该死的文昌龙 就算是死了 也要恶心一下自己吗 这可怎么办 薛龙问道 有多少搜刮多少 然后再从我们国库中 拿出一部分吧 到时候 我会和亲帝前辈说清楚的 万泽州头大无比 是 薛龙点头道 不过虽然国库快空了 可我们却找到了一份星空地图 他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一张残缺的地图 当地图打开的时候 一张张星辰 自地图上映照而出 悬浮在地图上空 这东西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万泽州 接过薛龙手中地图 皱眉说道 是几十年前 我们在抢夺一个皇朝时 从对方哪里抢到过一张 差不多一样的碎片 薛龙提醒道 是了 我记起来了 我们确实有一张 这种地图残卷 既然这样 那就将这张地图 连同那些灵精道时候 一起交给亲帝吧 他也不知道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但这两张地图残卷 应该无法拼凑成一张 完整的星空地图 所以留着也没什么用 紫云心上 这段时间 徐青都将时间用来 为其他人培育 灵兽和净化灵兽 用以提升地球一方的 整体实力 如今已经没有了 所谓的前线 地球仅有的五位战地 也齐聚在了一起 除了徐青的父母之外 还有战地区满天 洛桑 齐连圣 怎么战地 都是我们华夏战区的人吗 徐青看着几人 疑惑问道 但确实是这样 地球其他战区 没有诞生过 九星资质本命灵兽 徐远山说道 甚至在星空中的 起明星上 不仅没有诞生过九星资质 就连五星之上 资质本命灵兽 都很少诞生 这让我们感觉到很奇怪 难道我们步入星空 反而是错误的选择吗 他们很疑惑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人们 诞生高资质本命灵兽的概率 啥 那岂不是说 起明星上的星空学院中 都是一些废柴 敖苏惊讶问道 那岂上的本命灵兽都很少的话 那他们算什么 天才 盖世天才 他们当时 是怎么敢鼓起勇气 来打压我们的 旗下阁也惊讶了 明明自己那么弱 结果都还装作自己 很牛逼的样子 嘿嘿 实际上是他们害怕将来 被你们看不起 怕你们嚣张 才会那么做 不过至于 为何无法诞生高级资质灵兽的原因 我们一直不清楚 陈星云叹息一声 是灵月 站在徐青身后的段宇 突然说道 一瞬间 众人都齐齐望向他 结果 他又闭口不言了 看着徐青一直看着自己 段宇微微咒没道 有空了 再跟你说吧 我现在就很有空 好吧 影响人们觉醒本命灵兽资质的 最大原因 是灵运 一些灵运高的星球上 甚至可以觉醒出神级 乃至更高资质的灵兽 而影响这一切的 就是灵运 至于地球 为何只有华夏战区 才能觉醒出九星资质灵兽 是因为地球的灵运 全部聚集在了华夏战区 徐青打断道 你先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灵运 灵运是一种 虚无缥缈的东西 可以将它看作 是一种气域 这种东西 会影响一颗星球上 玉兽师们 觉醒本命灵兽资质上限 正是因为 起明星上的灵运很低 所以才无法诞生出 高资质本命灵兽 段玉说道 所以 如果我们要寻找星球的话 就应该寻找一个 灵运比较高的星球 作为根据地 徐青问道 第130章 第一序列体质落丧 没错 那应该怎么寻找 只要看一下 那颗星球上 人们觉醒灵兽的最高资质 就好了 所能觉醒的 灵兽资质越高 那颗星球的 灵运自然也就越高 当然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成为星主 星主 段玉微微皱眉 怎么感觉徐青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难道他不是轮回者 但还是解释道 没错 就是将一颗星球 彻底练化 成为这颗星球的主人 然后以一种独特手段 将周围星空中 星球上的灵运 全部汇聚到 自己练化的这颗星球之上 如此一来 这颗星球的灵运 将会得到提升 吸收的灵运越多 将来那些御寿师们 觉醒的本命灵兽资质上限 也就越高 不过这个方法 只有神级强者才能使用 因为只有 神级之上的强者 才拥有炼化星球的力量 这样啊 徐青摸着下巴 这么看来 自己倒是有资格 成为星主 只是这么做 会不会损人利己 让其他星球的灵运降低 自然是会的 不过 完全不用担心 可以每到叫醒记 派出星际飞船 或者找到维塔族 安装上星空传送阵 将各个星球上的 需要觉醒的少年们 接到这个星球 只需要他们每个人 付出一些灵精就好 而且如此一来 一旦遇到觉醒了 高资质灵兽的天才 完全可以将其收入麾下 将来岂不是一员 得力干将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大势力 经久不衰的原因 徐青想了想 貌似这样 确实不错 将所有灵运汇聚一处 诞生出更多的天才 这应该对所有人来说 应该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吧 顶多也就是花费一点灵精 就能有机会觉醒出 更高等级资质的本命灵兽 如果换作是徐青自己 他绝对也会这么做的 系统 你这里有汇聚灵运的方法吗 徐青心中问道 宿主 你这就是瞧不起 统爷我了 作为名副其实的 客金预售系统 只要你有钱 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甚至 我这里还有可以让 灵兽化型的宝物 你要不要 到时候 宿主可以尝试 和化为人性的龙女之间 来一场美丽的邂逅 不比人类女人更有意思 停停停 我是徐某人 不是唐某人 怎么可能会对灵兽有那种意思 而且还和他们进行交配 不过 龙女他漂亮吗 徐青没有想到 系统商城中居然 还售卖有让灵兽化型的东西 不过 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 他与灵兽之间 是伙伴的契约感情 没有那么重的口味 随后他看了一眼 那种方法名为 星辰引灵术 但价格也不便宜 价值居然高达千亿克经典 徐青有些纠结了 真的要花费这么多钱 汇聚灵运吗 绝对不是因为他吝啬钱 绝对不是的 既然如此 那就等稳定下来之后 再考虑这件事吧 容他的好好想想 徐远山等人 奇怪地看着段宇 这个年轻人怎么知道这么多 这些东西 他们都不知道啊 那你刚刚说地球的灵运 都汇聚在华夏 这是什么意思 洛桑问道 他也是五位占地之一 一身青衫下 是修长的身躯 黑色的长发 披在身后 不过两个并绞出两股雪白的头发 掺杂在其中 让他整个人带着丝丝威严 再加上手中握着的长剑 更添一丝 伶俐的气势 徐青曾听人说过此人 据说对方乃是地球五位战地中 战力最强的一个 一人就能对抗 两大皇朝 好几位战地强者 之前就是他被围攻 险些身死 而让徐青惊讶的是 对方居然也拥有特殊体质 预售师 洛桑 等级 九阶十级 一节 体质 暗影剑体 第一序列体质 药材清合度 0% 兽体清合度 0% 灵兽 暗铃骨骄 契合度30% 双翼天蛇 契合度0% 三眼火狐 契合度0% 赤目清廉 契合度0% 寻宝鼠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暗夜剑点 万剑归宗 黑暗剑语 黑铜剑影 战绩 暗影跳跃 九星 拔剑术 九星 玄园十三剑 九星 灵器 暗星剑 九星 徐青惊讶 对方居然是 第一序列体质 难怪他的战力 在五位战地中 是最强的存在 原来 是有第一序列体质加成 这种剑体 在没有光的环境中 对自身战力 有很大加成 而且 他本身还能施展出 领域技能 暗黑剑语 将敌人 拉入自己的剑语之内 威力莫测 但更让徐青 惊讶的是 对方的技能 黑铜剑影 这居然是一种 直指精神的战技 这还是徐青第一次 见到伤人精神的战技 这种战技 杀人与无形 罪是防不胜防 就在徐青观察对方时 段宇回答道 因为在华夏战区的 昆仑山那里 有汇聚灵运的手段 虽然我不知道 那是何人所施展的手段 但应该与徐青有关 与我有关 徐青一脸疑惑 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众人也是好奇地看着徐青 地球汇聚灵运的手段 怎么与他还有关系 准确地说 是和你那只灵兽有关 段宇继续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应该有一只 世界属性的灵兽 没错 徐青点头 之前的小须迷现在的大千界 可不就是世界属性的吗 这种灵兽正常情况下 是不会诞生的 而想要它诞生 除非是汇聚一个星球的灵运 进行孕育 而地球 便是有人动了这种手脚 对方将整颗星球的灵运汇聚 在华夏昆仑山一带 最终育育出了 那只罕见的 世界属性灵兽 但或许是时间太久 对方忘记了 又或者 对方在很多星球上 都用过同样的手段 所以忽略了地球 最终被徐青机缘巧合之下 契约了 可以正是因为 将灵运聚拢一处的原因 最终导致地球 曾经的玉兽 一脉的消亡 直到千年前 那个收拢灵运的手段 开始失效 地球的玉兽时代 才再次降临 这也就是 为什么地球上有各种秘境 有远古时代 玉兽师存在痕迹的原因 正因为如今的灵运 在以昆仑山开始扩散 所以华夏 最先占据有利位置 才能诞生出 九星资质本命灵兽 所以你以后可以当心一些 万一被对方发现 那后果 可是相当严重 段玉对徐青说道 无所谓 兵来降挡水来土掩罢了 没什么好怕的 第131章 没钱免谈 徐青无所谓 只要自己努力搞钱 其他人就追不上我 本来他还有很多事 想询问段玉 比如那个天神族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 现在可还有好多人 等着自己进化培育灵兽呢 众人听的震撼 没想到 地球还发生过那些事 到底是什么人要灭绝 我们地球玉兽师 徐远山皱眉 对方还会不会卷土重来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 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势力 不过对方 未必就与地球玉兽师有仇 或许地球 也只是对方 用来做实验的 众多星球中的一颗罢了 毕竟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只要实力够强 无论你做什么 也无人敢反驳 段玉平静说道 对方也只是断绝了 玉兽师之路罢了 就算将整颗星球摧毁 又能如何 浩瀚的星空之中 每天都有无数颗星球被毁灭 区区一颗地球算什么 随后 徐青来到一座安静的房间 开始利用闲暇时间 为那些需要的玉兽师们 进化培育灵兽 当时还是收钱的 尽管徐远山夫妇 都在劝说徐青 觉得应该免费为 众人进化和培育灵兽 毕竟这些人 可都是在前线作战的战士 他们许多人身上 并没有太多钱 甚至因为战争 而受了不少的伤 他们应该得到照福 但尽管如此 依旧改变不了 徐青挣钱的想法 没钱免谈 徐青果断拒绝 开什么玩笑 还一工 那是自己一个 圣级强者该干的事情 要知道自己 能花费如此多的时间 为他们进化 就已经算是巨大付出了 以他的能力 出去溜达一圈 弄到的钱 绝对比花费时间 为这些人进化 和培育灵兽 赚到的钱多得多得多 想想徐青心中都在滴血 这种情况下 还想让自己免费 谁说都没用 没钱你可以选择 不进化不培育 等你有钱了再来 而且 徐青盖不赦账 本来进化神级资质之下 灵兽对现在的徐青 来说就是小本生意 还玩什么赦账 到最后 还是几位战地们 为许多人出了钱 不过为此 许多人在暗地里 颇有怨言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堂堂一个神级 怎么就那么爱钱呢 陈星云疑惑道 对对对 你们都是有钱人 对钱毫不在乎 只有我这个穷人 才这么爱钱 徐青面无表情说道 没有钱 自己能成长得这么快 没有钱 星月皇朝和森罗皇朝 能这么快拿下 你们就是再打个几千年 也未必能拿下 这两个皇朝 随后徐青干脆休息 也懒得再为这些人 进化和培育灵兽了 爱找谁找谁 为他们进化培育 还嫌自己收了钱 真以为自己这清和度 是凭空出来的 你这孩子 陈星云无奈 脾气还挺大 说他两句 还直接开摆了 返回房间 徐青郁闷地躺在床上 自己压根就不敢好心 花费时间 为这些人进化灵兽 你没事吧 旗下哥过来问道 他很少见到 徐青会露出这副表情 没事 徐青摇了摇头 将旗下哥搂在怀中 今日的旗下哥一身红色长裙 将曼妙的身材 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头黑色长发 垂落到腰间 其中有一部分 被他编成一根根小辫子 你的灵兽成长得怎么样了 现在已经五阶了 徐青点了点头 但他有些疑惑 哪怕自己用如此高的 受体清和度 制定的培育方案 为何还是如此之慢 比不上系统的灵兽经验包 系统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徐青问道 90%的受体清和度 和10%的经验属性加成 怎么就与系统给的经验包 差距那么大呢 宿主你秀斗了 这能比吗 经验包那可是真正开了挂的 相当于是将所有培育石料 浓缩在了一起 最后形成的东西 那我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他们的灵兽成长得更快 徐青问道 哼 我是你的系统 他们成长得快慢 跟我有屁的个关系 系统毫不留情反驳道 本来徐青为那些人花钱 就让系统很不爽 现在还要让自己 为他们的成长出谋划策 简直痴心妄想 自己是宿主的系统 可不是他们的系统 可是 如果他们能更快地成长到神级 追随上我的步伐 到时候就可以为我挣大量的钱 我就可以充值给你了 系统 如果宿主想让他们的灵兽成长得更快 那就不如亲自为他们炼制石料 虽然 你制定的方案很完美 一百气和那些灵兽 但其他那些俗人 只是用你给的方案 进行粗糙的搭配而已 宿主完全可以自己炼制 将那些材料中的糟粕去除 支流材料的精华 将之凝练成石料结晶 培育的速度会比现在快上很多 本系统卖给你的培育室经验包中 都蕴含这些经验 只是你一直没有研究过这一点而已 徐青仔细一想 确实有这方面的东西 只是这一步 他从来没有自己动手过 都是 让那些售卖材料的人来制作 现在静下心来这么一想 确实与他们制作时 有很大不同 躺在床上的徐青 搜的一下就起来了 怎么了 旗下哥问道 我要研究一些 零售培育方面的东西 徐青认真说道 研究 旗下哥一脸惊讶 他还从来没有见到 徐青认真研究过什么东西呢 除了自己 我之前给你那只狐狸 定制的培育方案 还在不在 在呢 你按照我给你制定的方案 去买一套药材 只需要材料就可以 不需要它们制作成石料 好 旗下哥点头 而徐青则坐在床边 熟悉脑海中 关于炼制石料结晶的方法 没多久 旗下哥带着材料返回了 徐青一一检查点了点头 材料都没有任何问题 是按照自己定制的要求购买 这当中不仅是材料的种类 还有材料的年份等 随后他开始自己动手 制作起石料来 如果按照那些售卖材料 出人们的制作方法 便是将所有材料 一股脑地混合在一起 最后制作出 如同饲料般的东西 而徐青不同 他照出了七色焚天炎 将所有材料投入火焰中 开始淬炼 最后凝炼出如同药叶般的东西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材料中的糟粕都已经被去除 这一步倒是与炼制进化液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之后的步骤却是不同 他还需要将这些液体 凝结成颗粒状的结晶 第132章 圣级灵兽冰皇 而这一步 却需要冰属性灵兽的配合 徐青没有冰属性 但旗下哥 却有一只冰属性的冰灵九尾狐 随后 他将冰灵九尾狐照出 利用他的冰属性又开始冻结炼制而成的药液 旗下哥在一旁看着 看到徐青以火焰淬炼材料 他还以为是要炼制灵兽资质精华液 但结果并不是 这真的是灵兽培育石料 看着徐青和自己灵兽配合之下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才炼制而成的晶莹剔透的颗粒 旗下哥一脸好奇 暂时不用你之前的石料培育灵兽了 先用这个试试吧 徐青说道 如果效果可以的话 自己干脆就买一只冰属性灵兽 反正他也刚好缺少这种属性灵兽 不过话说回来 自己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契约灵兽了 是时候在系统商城中 看看有没有让自己满意的灵兽 宿主不要质疑本系统的强大 如果在我这里 都找不到让你满意的灵兽 那这个世界应该就没有合适 你的灵兽了 徐青扎了扎嘴 他自然知道 系统这里有很多极品灵兽 尤其是那些达到最高级主宰级的灵兽 简直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灵兽 可惜他还买不起 其实徐青都在考虑 暂时不要契约太多灵兽 而是集中精力等 将自己这几只灵兽 培育到很高的等级之后 再契约其他灵兽 那样一来 就能让灵兽快速成长 当然这也只是暂时的想法 后续如何做 自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旗下哥点了点头 直接开始 以徐青刚刚炼制的石料结晶 开始培育冰临九尾狐 随后几日 徐青直接拒绝 为众人进化灵兽 只是以依据 昨日进化了太多灵兽 这几日要好好休息一下 推脱了 只要自己不为他们 进化培育灵兽 自己也不会收他们的钱 这样一来 也就皆大欢喜了 而这几日 徐青也在每天都在观察 濒临九尾狐的成长进度 发现在使用自己炼制的 石料结晶下 每天都差不多 会增加5%的成长度 确实快了很多 之前在达到五阶之后 差不多每天 只能增加1%的成长度 旗下哥震惊道 虽然1%也很多 但与5%比起来 又是天壤之别 这相当于在原来的基础上 增加了5倍的培育速度 既然这样 以后你们灵兽培育 就由我亲自来制定兵炼制吧 你去将其他几只灵兽的 培育材料买来 顺便带着秦硕他们一起 待会儿 我给你们全部炼制一份 好 旗下哥离开后 徐青开始在系统商城中 查看起兵属性灵兽 最后直接花费 十亿多克金点 购买了一只 圣级资质的兵皇灵兽蛋 七月之后 徐青才发现 这是一只人形灵兽 他皮肤呈现 晶莹剔透的白色 身上穿着一件蓝色冰袍 头上戴着漆黑色的冰珠地关 他站在那里 犹如帝皇一般威严 不过他的脸庞 居然与徐青 有着几分相似 不愧是兵皇啊 真的有帝皇般的威严 徐青点了点头 这只灵兽很合他意 随后他又花费十几亿 购买灵兽经验包和技能 直接提升到圣级中的圣王 这就是有钱的好处 看中什么直接买 不像一开始 买什么都扣扣嗖嗖的 不敢大手大脚 灵兽 兵皇 等级 圣级 成长度100% 属性 兵 种族资质 圣级 技能 绝对灵度 圣级 无尽兵域 圣级 九级兵龙手 圣级 飘雪人间 圣级 看着新灵兽的属性 徐青满意至极 不仅实力强大 而且还很帅 开挂的人生就是好啊 如果像其他御兽师 每契约一只灵兽 都得需要从头开始培养 而我不用 只要课金 灵兽的战力 瞬间就能跟上来 嘖嘖嘖 这感觉真爽啊 而随着新灵兽兵皇的加入 徐青自然而然地 成为了八阶圣王御兽师 这个实力 在圣级之中 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甚至徐青都有信心和图腾级强者 一较高下 没多久 秦朔几人来了 他们带着刚刚购买的培育材料 不过秦朔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是怎么了 徐青问道 还能怎么 就是和那些家伙吵了一架呗 敖苏冷哼一声 显然他也很不爽 徐青看向旗下哥 后者说道 和你前几天郁闷的原因一样 有人抱怨你 没有给他们进化培育零售 也有人抱怨 你向他们收费收得太高 所以 秦朔和他们吵了起来 差点打了起来 算了 何必生气呢 徐青摆了摆手 让几人坐下说道 我打算等这里两大皇朝事情平静之后 就带着你们前往其他星球 去哪 敖苏问道 苍蓝星 之前就听进化师工会会长魏风谷说过 只有在苍蓝星大里 通过哪里的工会认证 星空中的御寿师们才会承认 所以我打算前往苍蓝星 而且在更繁华的地方 我才可以更快地挣钱 那这里不管了 旗下哥问道 哼 管这群没良心地干什么 如果不是徐青 他们现在还在战场上厮杀呢 说不定早就丢了性命 收服两大皇朝徐青 没有向他们收钱 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过分到 连进化培育零售都想免费 怎么 徐青欠他们的 实际上压根就是他们欠徐青 但许多人还没有一点自觉性 还说什么 徐青妄为神 卧槽 有本事 他们成个神试试看 自己几斤几两 心里没点鼻输吗 真以为徐青是圣母 什么事都应该为他们考虑妥当 秦硕气愤说道 没能力不是错 错的是 没有能力 还无法认清自己的位置 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什么也不是 算了 对于地球我能做的 也就是这些了 至于他们以后如何发展 那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我所能做的 就是保证他们活着 不被团灭 毕竟 我心只有这么大 只能装下我在乎的人 装不下整个世界 徐青无所谓说道 他也从来没想过什么 带着地球所有人冲入星空 他只是想搞点钱 提升实力 直到最强而已 秦硕三人都点了点头 他们都知道徐青喜欢钱 而这里也确实不适合搞钱 而且他的神级实力 这里也不适合他发展 离开或许也是势在必行 第133章 图腾级灵兽有戏了 随后徐青开始为三人的灵兽 炼制石料结晶 咦 这是你的新灵兽 三人看着出现的冰黄 没错 契约没多久 徐青说道 还有这种人形灵兽 可真是少见啊 敖苏惊讶 这就是一个由兵凝聚而成的帝皇啊 真帅 真威武啊 敖苏满脸的羡慕 旗下哥奇怪 之前 徐青还借用自己的兵灵九尾狐呢 怎么这就一会儿的功夫 就契约了一只兵属性灵兽 而更让他惊诧的是 这只灵兽的等级他居然看不透 难道比自己的等级还高 应该无法培育得这么快吧 数日后 万泽州返回了这里 收获如何 徐青激动问道 回禀青帝前辈 新月皇朝的灵精收获并没有多少 万泽州有些心惊胆战回答道 生怕面前的青帝突然给自己那么一巴掌 为什么 青帝前辈还记得当初被雪原一把捏爆的那艘战舰吗 那是价值五百多以下品灵精的高级战舰 新月皇朝皇主花了大代价购买了那艘战舰 所以他们的国库并没有多少 这样啊 徐青点了点头 那艘战舰他记忆犹身 居然能爆发出下卫神的战力 算了 没多少就没多少吧 他无所谓说道 不过倒是挺遗憾的 几百亿啊 就那么被古猿捏爆了 真想将古猿进行鞭尸处理 不过在听到前辈需要钱之后 在下特意从森罗皇朝国库中支取了大量资金 还希望能解决青帝前辈的燃眉之急 万泽州双手呈上一张商卡 还有一张残缺的地图 这是什么东西啊 徐青接过商卡和那张地图 地图打开 一颗颗星辰像是投影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 上面映照出的星辰像是拼凑出了一片残缺的星域 可惜因为地图的不完整 无法确定地图上的星域到底是哪里 回禀前辈 据说这是一张残缺的藏宝图 只是我等实力有限无法将其找权 所以只能成于前辈 以前辈的手段必然可以拼凑出完成的藏宝图 哦 徐青来了精神 如果是其他东西 那他还没什么兴趣 可你要说是藏宝图 那他可就瞬间来精神了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收下了 徐青点了点头 不过他也没有抱太大期望 毕竟星空之广袤 想要寻找一张地图碎片 简直犹如大海捞针 而且看这个样子 似乎还缺少三个碎片 想要拼凑 完全很难 不过商卡中的灵精 倒是让他眼睛一亮 居然高达八百多亿 图腾级灵兽 有戏了 徐青问道 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 这些灵精到底是怎么来的 回禀前辈 灵精是我们从其他人手中 经过交易赚来的 那其他人的灵精又是怎么来的 是开采来的 开采来的 徐青惊讶 是的 有一些资源新陈上盛产灵精矿卖 这些灵精 就是从那些矿卖中开采来的 听说灵精对培育灵兽有大用 但具体什么作用 却不得而知 万泽周说道 灵精是用来培育神级以上 资质灵兽的 徐青解释一声 他购买了神级灵兽 培育经验 自然知道其中奥秘 而且 在培育神级以上灵兽时 会消耗大量灵精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导致灵精成为通用货币 徐青倒是没有想到 灵精是开采来的 如果自己以后 掌控几颗这样的资源星 岂不是就有源源不断的灵精使用 他的眼神中爆发出阵阵精光 这个想法 开始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徐青没有急着离开 因为现在权力的交替 还没有结束 他要等这里一切稳定之后 才会离开 毕竟再怎么说 自己父母还都在这里呢 虽说没有太多感情 但血脉的亲情依旧在 什么 你要走 当得知这一消息的徐远山夫妇 两人有些惊讶 这才刚刚团聚没多久 怎么又要离开呢 我要去更加繁华的地方 在那里才能赚到大钱 徐青毫不避讳说道 你为什么老是一心想要赚钱呢 难道就不能为我们停留一段时间吗 陈星云有些伤感说道 没有人能阻止我赚钱的脚步 也没有人能阻止我变强的步伐 或许 你们还不知道吧 神级只是刚刚踏入了强者之力而已 属于强者中的最底层 神级有下位神 中位神 上位神 圣级有小圣 大圣 古圣 圣王 上面还有不少大等级 所以如果有机会 还是前往更加浩瀚的星空吧 在那里 你们会知道 自身的渺小 徐青对几人认真说道 陈星云神色有些黯然 他听出了徐青言语中的不满 是因为自己等人 想让他免费为众人净化灵兽的原因吗 老爷子 要不要跟我离开 徐青看着燕老头问道 这 老头子 我怕拖你的后腿啊 燕老头尴尬道 他现在还只是个七阶玉兽师而已 放心吧 有我在成神 也只是止于可待 说句毫不客气的话 徐青与燕老头之间的感情 比自己父母深得多 所以 他想带着燕老头 让他更快成神 不带父母 纯属是徐青担心 他们哪天圣母心又发作 让自己给别人免费进化培育灵兽 或许这是因为 他们共同经历过生死 浴血奋战的原因 但那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跟在我身边 但绝对不能影响我赚钱 就算你是 我爹妈都不行 燕老头看了看徐远山 见到后者点头 他也才对徐青点了点头 表示愿意跟着他一起离开 毕竟他是徐远山手下的战士 老爸老妈 你们准备一下材料 趁我离开之前 我帮你们将灵兽的资质 净化到神级吧 什么 你可以将灵兽资质 净化到神级 徐远山震惊 自己儿子 从哪里弄到的净化石传承 哼 难道你们觉得 我的灵兽 是自己净化到神级的 徐青翻了个白眼 好 我们会尽快凑齐材料的 徐远山激动点头 陈兴云张了张口 本想让徐青为其他几位战地们 也净化一下 但为了不让徐青更加反感 还是没有说出来 次日 慕国锋找到了徐青 徐青 我们想借引更多的地球人 进入星空 这些事情 你问我干嘛 你们自己做决定不就好了 可那些人 他们不想进入星空啊 我们也不能勉强啊 有没有什么办法 先将他们给引诱过来 第134章 录制一段视频 星空中地球一脉的人 还是太少了 需要引进更多人 但那些人又不敢进入星空 这让慕国锋很头疼 你直接告诉他们 你们在星空中 占据了无数颗星球 不就好了 徐青皱眉 慕国锋无奈摇头 你觉得他们会信吗 地球上的那群保守派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们认为不可能的 那就坚决不信 你不也遭受过同样的待遇吗 徐青摸了摸下巴 还真是 那群家伙认为不可能的 还真的就不信 就是因为这个 将自己本该到手的奖金 都给贪污了 在当时他可是心心念念的 天天惦记着那笔钱啊 这事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别让自己逮到机会 否则绝对要报复回去 徐青摸了摸下巴 将地球人诱惑进星空之中 怎么诱惑呢 突然他眼睛一亮 或许可以用这两个方法试试 没多久 进化施工会会长 魏丰谷被请了过来 清帝前辈 有什么事吗 魏丰谷很恭敬 所谓学无先后 打者为先 魏会长 麻烦你寻找几只 已经彻底进化失败的灵兽来吧 我有用 徐青说道 彻底进化失败的 是指在一个资质等级上 三次进化都失败的吗 没错 魏丰谷奇怪看着徐青 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但他还是按照徐青的意思 找了三只彻底进化失败的灵兽过来 三只灵兽分别是冰露 寻宝鼠 铁被龟 录像机 准备 没错 徐青要录制一段 为彻底进化失败的灵兽 再次进化的视频 作为一个御寿师 最开心的事情有两件 灵兽的进化和等级突破 这在许多人眼中 绝对要比娶妻生子 更加值得开心 而徐青今天 就是要以此为诱饵 将地球御寿师 引诱过来 因为几乎每个御寿师 几乎都有那种 彻底进化失败的灵兽 而每个境界 只能契约一只灵兽 如果进化失败 御寿师 也只能为那只灵兽养老 而有一些悲惨之人 如果觉醒了一心本命灵兽 而又进化失败 那只能永远停留在一阶了 所以徐青断定 自己的这段视频 如果传到地球 绝对会让许多御寿师沸腾 而在徐青正式炼制净化业之前 让魏丰谷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说明 他是星空地球一脉 净化施工会会长 还特意强调了那响三只灵兽 全部都是净化失败的灵兽 不仅如此 徐青还用检测灵兽资质的机器 对三只灵兽进行了检测 结果都显示为一星 而这时 不仅那三只灵兽的主人在这里 就连地球的五位战地强者 也全部清零现场 清帝到底是要做什么 战地洛桑看着徐青 最近他很纠结 自己要不要跟着徐青离开 他有种感觉 想要更快成长到更高等级 恐怕只有紧随徐青的步伐才能做到 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中 徐青找出七色焚天炎 开始炼制了起来 这是再炼制净化业 魏丰谷一脸奇怪 清帝炼制净化业做什么 难道他想提升这三只 已经彻底不可能再净化的灵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众所周知 三次净化失败之后 就永远丧失了净化的机会 清帝虽然有22%的药材清合度 但也不可能让一只 无法再净化的灵兽 起死回生吧 只是 徐青明明是在炼制冰露的净化业 为何当中 为何会多出那么多其他材料 然而 当第一份净化业炼制成功 并给灵兽冰露服下之时 对方身上绽放的光芒 顿时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怎么可能 这可是只有净化成功才有的征兆啊 魏风鼓大声惊呼 一张老脸之上都满是震撼之色 拄着拐杖的身躯都在不停颤抖 此刻的他已经无法淡定 因为清帝即将打破所有预售室的固有认知 没多久 冰露身上的光芒消散 露出当中白色的身影 诸位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徐清一笑 开始对净化后的冰露进行检测 最后显示结果为 二星 卧槽 真的净化成功了 这怎么可能呢 虽然之前在看到异象的那一刻 魏风鼓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了 但真正的结果出现 还是让他心中骇然不已 匪夷所思 太匪夷所思了 冰露的主人风鸣 直接冲到冰露面前 神情激动地看着自己灵兽 二星 我的冰露居然突破到了二星 这只灵兽 当初已经被净化的废掉了 原以为此生 只能永远都是一星 可没想到 现在居然净化成了二星 风鸣能不激动吗 看着这一幕的五位战地 也都震撼地围了上来 不可思议地看着 检测机器上出现的两颗星 徐清 这 徐远山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一脸匪夷所思地 看着自己儿子 其实灵兽三次净化失败之后 还是有机会继续净化的 只是所需要的材料 与之前的净化 已经彻底不同罢了 不过好在 我花费了数之不尽的财力和物力 消耗了数之不尽的时间 消耗了大量星神 终于让我研究出了一些门道 徐清脸不红气不喘平静说道 而结果也证明 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不远处的秦朔几人 嘴一脚微抽 我们怎么没看见你花费 那么大代价研究 而且 你成为预售师 也就才一年多 哪来的什么数之不尽的时间 夏哥 你见过徐清研究什么东西吗 敖苏好奇问道 只见他研究过一次 旗夏哥回答道 就是前几天研究石料结晶 除此之外 他还真的没见过 徐清研究过 有关进化培育方面的什么东西 而在他们几人身后 段玉已经彻底呆滞了 嘴巴张大 可以塞进两颗高尔夫球 这假的吧 肯定是我眼花了 段玉揉了揉眼睛 上一世 他活了无尽岁月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发生过 零售同一个资质等级之下的三次进化 确实已经是极限了 这是所有进化师的共同认知 为何徐清会打破这个认知 段玉使劲揉了揉细皮嫩肉的脸庞 让英俊的脸庞都快变了形状 深吸一口气 继续看着徐清 因为那里还有两只灵兽呢 他坚信自己是在做梦 刚刚肯定是看花眼了 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第135章 准备启航 清帝前辈 你说的可是真的 魏风谷颤抖着身体问道 你不是亲眼见到了吗 难道你也像地球那帮愚蠢的顽固派一样 亲眼所见的东西都不愿承认 既然这样 那你就继续看着好了 徐清一笑 又开始继续炼制起 寻宝鼠和铁被龟的进化液 寻宝鼠的主人刘宝 呼吸急促 而紧张地看着 正在为寻宝鼠炼制进化液的徐清 喉咙中控制不住地吞咽着口水 甚至额头上都渗出了冷汗 明显感觉 他比徐清这个 正在炼制进化液的资质进化师 还要紧张 没多久 寻宝鼠的进化液也炼制成功 之后铁被龟的进化液 同样炼制成功 而在两只灵兽服下各自进化液后 在所有人紧张而又期待的目光中 两只灵兽身上绽放出各自的光芒 魏风谷心中一颤 倒吸一口冷气 这是又要成功的征兆啊 果然在两只灵兽身上的光芒消散之后 已经检测 两只灵兽果然都进化到了二星 此刻众人相信了 徐清真的可以让已经不可能进化的灵兽 再次成功进化 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 让所有人震撼惊叹 陈星云震撼看着徐清 难道他要那么多钱 就是为了研究这些东西吗 此刻他有些后悔 之前让徐清免费为众人进化的话 因为徐清研究的这种成果 比他所谓的免费更加贵重得多 唉 说到底 还是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 陈星云叹息一声 但凡知道他那么急需用钱 当初就不会说出那种话了 秦术 你抽我一巴掌 段宇呆呆地看着那边的徐清 对一旁的秦术说道 好奇怪的要求 秦术看了他一眼 嘿嘿 我来 敖苏一笑 啪的一巴掌 直接抽在了段宇的脸上 直接将他抽飞了出去 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想到 你一点防备都没有 敖苏急忙跑过去 将段宇扶了起来 但后者只是摸着自己脸颊 然后继续看向徐清 片刻后悠悠道 他真的是个不实之才 此举直接开辟了进化师一脉的历史先河 是足以被记载于里程碑上的分工伪计 现在他真的确定了 自己刚刚不是在做梦 徐清真的做到了 在他的手中 灵兽三次进化并不是极限 段宇已经打定主意 无论以后无论如何 都不能站在徐清的对立面 甚至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要尽量与对方成为朋友 扑通一声 魏风鼓直接跪在了徐清面前 双手持拜师礼 语气诚恳道 还请前辈教我 徐清微微皱眉 随后点了点头道 教你是不可能的 到时候我给你一份传承 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对于地球 自己应该也已经做到人之意境了 后续发展就看他们自己了 徐清看着慕国风道 这个视频应该可以吸引大量 地球预售师进入星空了吧 够了 绝对足够了 慕国风激动点头 这个视频 对于任何一个预售师来说 都是震撼的 绝对会让许多预售师 不顾一切地冲向星空 就连那些顽固派也不例外 他终于明白 徐清为何要拍摄视频了 只是 他内心依旧震撼 年纪并不大的徐清 为何天赋如此恐怖 你们新居住的星球 选定了没有 徐清问向慕国风 选定了 就是曾经星月皇朝所在的那颗星球 为了安全起见 森罗皇朝皇主 为我们派来了不少战地 供我们调遣 慕国风激动说道 那颗星球 真的太棒了 比地球还要大好几倍 人类居住在上面很舒服 而且 那颗星球的灵运很浓郁 可以诞生出九星资质的本命灵兽 如此就好 徐清点了点头 没多久 徐远山两人便购买到了 灵兽净化所需要的材料 而徐清也开始为他们净化灵兽 这次进化乃是将九星资质灵兽 进化到神级 徐远山的主灵兽乃是冰雪翼龙 通体洁白如雪 有些像霸王龙时代的那种翼龙 而陈星云的则是一条青天巨蟒 是一条绿色的大蛇 乃是谁属性灵兽 最终冰雪翼龙进化成了天仓兵折龙 青天巨蟒进化成了幽水王蟒 在徐清为两人进化灵兽之时 徐紧尔站在两人身后 紧要牙齿看着徐清 自己这个并没有见过几名的哥哥 也太恐怖了吧 居然能进化出神级资质灵兽 唉 自己那点压岁钱 可能永远要不回来了 尤其是在得知自己这位老哥 很爱钱之后 他几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自己老哥天赋这么强 我应该也不会差了吧 徐紧尔心中暗暗想到 自己要不了几个月 也就到了觉醒灵兽的时候了 到时候一定可以拥有 不逊色与自己这位老哥的天赋 受体清和度抛开不谈 至少要猜清和度 还是有可能的吧 亲弟前辈 晚辈也想请前辈 帮我净化灵兽 万泽州恭敬说道 那你可知道 我净化灵兽收取的费用 是其他净化师的十倍 徐清没有拒绝 反而问道 这一点晚辈自然知道 晚辈还知道 在苍蓝星上 净化一只神级灵兽 不管如果失败 净化师会收取 一亿灵兽服务费 如果成功 则是十亿灵兽 所以晚辈挖空了国库 凑了二百亿灵兽 还请前辈助我 万泽州恳求道 你说苍蓝星上 有可以净化出神级灵兽的净化师 那你为何 不在他们哪里净化 反而拖到了 现在在我这里净化 徐清奇怪问道 前辈有所不知 苍蓝星虽然也有净化师 但那里的净化师 几乎都归大师里所有 外人就算有钱 也是很难获得净化机会的 万泽州告诉徐清 在星空中 净化师并不是像地球这样共有的 而是被那里的大势力 花费大代价聘请走了 因为只有进入大势力 那些净化师们 才会获得高级净化师的传承 而一旦进入大势力 他们是不会为那些 势力意外的御兽师们净化的 这就养成了强者横强 弱者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 哪怕他们知道 那里有可以净化出神级灵兽的净化师 但人家不给净化 他们又能如何 这还真是奇怪的规定 徐清皱眉 突然他眼睛一亮 如果自己过去 成为野生净化师 那岂不是有很多人 会找自己净化灵兽 那岂不是要转翻了 第136章 图腾及灵兽 万泽州四是看出了徐清的想法提醒到 前辈还是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为妙 一旦如此 将会打通弱者净升强者的通道 而这些绝对是那些大势力们所不允许的 到时候 恐怕会有无尽的麻烦 哼哼 无妨 我自有分寸 大不了打一架 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 不过 你刚刚说你挖空了国库二百亿灵金 难道就是为了爱让我给你净化出神级灵兽 徐清疑惑问道 是 万泽州点头 之所以拿出这么多 也是担心 徐清不给他这个外人净化 既然这样 不看你的面子 也要看那些钱的面子 好 我就帮你净化了 徐清果断答应 有钱不赚 那是傻子 而且就算对方成为神级 也不可能对自己造成任何威胁 万泽州的净化材料也已经准备齐全 所以 徐清当场就为他净化出了神级灵兽 半个月后 徐清带着旗下哥等人离开了 他要前往苍蓝星 至于父母这里以后 自然还是会回来的 离开前 他拿了一个星空罗盘 以防父母这里出现什么意外 而跟着他离开的 除了旗下哥三人之外 还有段玉 老爷子 占地洛桑 武飞 丰明 刘宝几人 而带路的 则是森罗皇朝大将军薛龙 他对苍蓝星比较熟悉 可以为徐清等人做个向导 洛桑是徐清邀请的 以他的天赋留在这里 实在有些浪费了 还不如跟自己去更大的世界闯荡一番 至于武飞 那家伙为了向徐清道歉 直接拿了个刀子 让徐清在他身上割几斤肉 是个狠人 所以徐清就直接让他跟着了 你为什么在听到旗下哥 名花有主之后 就直接态度180度转变呢 敖苏好奇问道 当时那一幕 他可是记忆犹新啊 哼 老夫是很有节操的 只喜欢小姑娘 对他人妻不感兴趣 武飞抽了一口烟锅 吐出一个烟圈 淡淡说道 是谁他人妻 旗下哥瞪着武飞 自己可还没结婚呢 哼 反正在老夫眼中也差不多 总之你以后就不要再打老夫的注意了 老夫是不会和你交配的 上次浪费了老夫一株玫瑰花 和一条牛仔裤 有钱了 记得赔给老夫 武飞嗑了嗑烟锅说道 那淡然的模样气的旗下哥 差点抓狂 当时对方手持一朵玫瑰花 一个华贵 来到自己面前 现在 居然还要 自己还要自己陪他牛仔裤 和玫瑰花 他从未见过如此 厚颜无耻之人 还交配 自己不揍他一顿 就已经很不错了 秦硕几人 强忍着没有笑 武飞这家伙 是怎么做到 在这种情况下 还保持这么平静的 至于风鸣 刘宝两人 完全是在 见识到徐青的能力之后 请求这要跟在他身旁的 两人也是从地球而来 都是巴结玉兽师 星际飞船 在星空中飞过 穿梭于星球之间 从紫云星到达苍蓝星 需要差不多一年时间 根据薛龙所说 他们所得的星球 属于次方星域 比较偏僻的地方 而苍蓝星 则位于星域 比较中心的地带 两者之间的距离很远 徐青无事可干 只能继续进化零售了 如今 他的资金 已经够进化出 一只图腾零售了 系统 购买虚空古龙的 资质进化液 叮 恭喜宿主 消耗1000亿克经典 成功购买虚空 古龙图腾级进化液 虚空古龙 正在进化中 进化成功 请宿主 及时查看 徐青看了一眼 图腾级 依旧没有引起 种族上的变化 只是单纯的资质提升 说说吧 图腾级 又分为那几个境界 徐青直接问道 宿主很有自觉性吗 图腾级分为 小图腾 大图腾 王图腾 以及地图腾 提升到地图腾 需要多少克经典 小图腾100亿 大图腾200亿 王图腾300亿 地图腾400亿 总给1000亿克经典 徐青算了算 在进化到图腾级之后 自己只剩下 400多亿克经典了 是无法一次性 升级到地图腾了 那就先购买小图腾 大图腾 灵兽经验包吧 好的宿主 莫多久 虚空古龙等级 提升到了大图腾 灵兽 虚空古龙 等级 大图腾 成长度100% 属性 空间 种族资质 图腾级 技能 空间切割 盛级 虚空大爆炸 盛级 空间禁止 神级 空间挪移 神级 虚空穿梭 神级 这一下 徐青再次陷入了 贫穷之中 只剩下一百多亿克经典了 这要是在以前 这绝对是一笔巨大财富 但现在真的不够用啊 盛级既能提升到图腾级 需要多少颗经典 100亿 我仅耗人民币百分号 ad百分号美元 徐青植 揭报了粗口 这怎么会这么贵 宿主可知 何为图腾 这么跟你说吧 图腾可谓一片心域之主 只要在某一颗星球上 留下图腾印记 当这颗星球以后 遭遇危机之时 只要前程祈祷 印记便能爆发出图腾 及零售的一丝危能 所以宿主想到 赚钱的方法了吗 你的意思 是让我收保护费 差不多吧 所以宿主不要慌 虽说以后每提升一个等级 所消耗的客经典 都难以想象 但每提升一个等级 所带来的实力提升 也恐怖的难以想象 而且实力提升 之后赚钱 也越来越容易 系统安慰到 话虽是这么说 徐青皱眉 从刚刚的零售反馈的力量 他就感受到了这一点 图腾级每一个小境界 所提升的力量 确实超乎想象 但图腾级之后 还有苍穹级 宇宙级 创世级 混沌级 主宰级 别看 只有区区五个等级 每一个等级 所耗费的资金 真的难以想象 图腾级还好说 可下面的苍穹级 所需要的资质进化点 1000亿新号1000 也就是100万亿 以徐青目前的数学能力 都差点算不出来了 也就相当于 100个SP克经典 不慌 慢慢来吧 我有的是时间 徐青深吸一口气 如今成为了图腾级 就真的要安心下来挣钱了 系统 将虚空大爆炸 提升到图腾级 叮 恭喜宿主 消耗100亿克 经典技能等级提升成功 第137章 盲盒黑星 不过 要是早知道图腾级 有这种能力的话 当初就在紫云星上进化了 那岂不是更加安全 算了 还是等下次回来再说吧 墨前了 徐青终于安静了下来 看向玉兽空间 进化后的虚空古龙 此刻的他 体型已经有足足数万米 可谓真正的庞然大物 压迫感十足 其实 已如今虚空古龙的速度 绝对比星空战舰的速度 快上很多 不过 难得有闲暇时间 徐青也想摆烂一段时间 随后他 直接拿出了万泽州 给自己的 所谓藏宝图研究起来 只是 当他体内能量涌入之时 整张地图居然泛起了 微弱的光芒 而且隐隐有一道尾光 似乎指向星空中的某处 这是什么 难道是地图的某种指示 徐青疑惑 而后找到了段玉询问 是不是藏宝图 我不知道 但这东西 只有圣级以上强者 才能制造得出来 段玉拿着地图说道 而且也只有圣级以上的强者 注入能量 才会发生变化 地图边缘的尾光 所指向的方向 乃是距离这几块地图碎片 最近部位的方向 只要沿着地图尾光 所在的方向寻找 就一定可以 寻找到其他碎片 徐青眼睛一亮 这么说来 凑齐这块地图 也指日可待啊 希望是藏宝图吧 徐青说道 其他的宝藏他不感兴趣 前辈 青帝前辈 战舰检测到了一颗黑星 就这这时 身着一身黄金战铠的薛龙 急忙跑来向徐青会报道 黑星 那是什么 徐青疑惑 他没听说过这种东西 黑星被称为星空中的盲盒 可能里面充满宝藏 也可能充满无尽杀鸡 又或者是某些传承 和稀有药草 段玉解释道 许多势力都喜欢搜寻黑星 因为说不定可以实现 一夜暴富 有这种好事 徐青惊讶 那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薛龙激动问道 他虽然知道黑星 但也还是第一次遇到 也想见识见识 所谓的盲盒星球 这种星球 在星空中很少吗 徐青问道 确实很少 而且盲盒 黑星很神奇 它会随机出现在 星空各个位置 并不固定 所以想要遇到 就只能靠运气 段玉说道 好 既然这样 那就过去看看吧 听到可能会有宝藏 徐青顿时来了兴趣 随着薛龙的操控 星际飞船改变了航道 朝着盲盒黑星飞去 两日之后 飞船来到了一颗 漆黑的星球附近 透过剥裂 徐青终于明白了 何谓被称为黑星 那真的就是一颗漆黑的星辰 但凡周围靠近 它的光芒 似乎都被吸收了一半 而在周围 不仅有许多星际飞船 停在哪里 还有一些人 直接乘骑着灵兽 毫无疑问 那些人都是神级以上强者 因为只有神级玉兽师 才有能力在星空中飞翔 为什么都停在这里 不进去呢 徐青奇怪问道 因为黑星 还没有彻底稳定下来 你看它的表面 是不是就像火焰 在燃烧一样 好像还真是 徐青看去 确实看到黑星表面 如同细微的火焰 在升腾一样 这得等多久 不清楚 只有等到表面 彻底平静下来 才能进去 段宇摇了摇头 那就等着吧 旗下哥等人 也都站在飞船玻璃旁 好奇地看向外面 结果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压根就是漆黑一片吗 敖苏疑惑道 星空本身就是漆黑一片的 有的地方光芒 根本照射不到 而黑星 又是漆黑无比 你们自然看不到了 只有神级以上的强者 才能看到 段宇解释道 那你怎么看到 黑星表面 像是火焰一样燃烧的 我猜的 猜的 如果黑星彻底形成 周围那些人就不会等 在这里等候了 不是 老段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东西 敖苏奇怪问道 这家伙真的太神秘了 许多星空中 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他却知道 呵呵 比起徐青我这算什么 段宇摇了摇头 也是 真是一群奇怪的人 聚集在了一起 敖苏叹息一声 这两个家伙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神秘 黑星 依旧没有形成 不仅表面像是火焰一样燃烧 就连整颗星球 都在不断变大 而在黑星周围 越来越多的星际飞船 以及零售出现 则则 黑星果然 是够吸引人的 就连乾坤山 山海殿 无极皇朝 以及万遇商会 这些势力 都来了呀 段宇看着一些 星际飞船上的标志感叹一声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这些势力 依旧还存在 这些势力很强吗 徐青问道 很强 这几个势力 几乎遍布宇宙各地 虽然他们的总部 并不在我们这方星域 但他们总部之内 都拥有图腾级以上的强者作证 实力恐怖非凡 徐青心中 微微一震 居然有图腾级以上的强者作证 那确实很强大 等等 那个万遇商会 该不会就是我们商卡上面的 那个万遇商会吧 没错 就是那个万遇商会 星空中 七大超级商会之一 财富之多超乎 世人想象 段宇点头 他有很多财富 就储存在万遇商会之内 只要到了苍蓝星 万遇商会分布 他也可以取出那笔钱 徐青摸了摸下巴 这不就相当于地球上的银行吗 自己要不要去 抢了他们啊 如果能将他们的银行总部抢光 那得获得多少钱 自己怕不是就要成为宇宙首富了啊 轰动 突然间战斗爆发了 那是两个神级玉兽师之间 爆发了大战 强大的能量波动 在星空中回荡 郭噪 一声冷喝 突然自山海电所在的飞船上传出 随后一只巴掌伸出出来 瞬间变大 似能握住日月星辰一般 啪的一下 直接拍在了两个神级玉兽师身上 直接将毫无抵挡之力的两人拍向黑星 啊 不 惨叫声从两人口中传出 但当进入黑星的引力范围之后 任凭两个神级如何挣扎 最终都被吸进了黑星之中 徐青睁开 混沌众同同看得清楚 那两个神级玉兽师 在接触到黑星的一瞬间 瞬间化为了黑色光点 消失不见 那黑色的是什么动线 连神级玉兽师都无法抵挡 徐青惊讶 这可就有点恐怖了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在黑星尚未平静之前 万不能靠近黑星 一旦被其引力所牵引 谁都无法逃脱 段宇低声说道 上一世他也研究过黑星 但最后还是毫无所获 第138章 河道花 众人足足等待了有近一个月 直到黑星表面彻底平静 就像一潭死水 终于有人开始进去了 有飞船和灵兽 直接飞了进去 而徐青他们的星际飞船 也直接开了进去 出入黑星之时 里面一片漆黑如墨 但当抵达黑星内部 却变得豁然开朗 仿佛进入了另外一片浩瀚世界 这个世界仿佛一片极其古老的世界 苍净的古墓 耸入天际的云层之中 重山峻岭 层栏叠炸 到处充斥着 蟒荒而原始的气息 所以这黑星 只有外面那一层是黑的 内部和普通星球 没什么两样 徐青疑惑道 没错 段宇点头 还真是奇怪的星球 众人出了飞船 徐青照出九幽名雷龙 带着众人在这片世界寻找宝物 就在这时 刘宝尖头的寻宝鼠 突然吱吱吱地叫了起来 清电 有宝物 寻宝鼠对各种宝物很敏感 宝物等级越高 它的叫声也就越急躁 哪个方向 七点钟方向 大老黑身影摆动 黑色的雷光闪烁 嗖的一声 瞬间自原地消失不见 速度之快 让坐在大老黑背上的众人惊讶 不愧是神级灵兽啊 没多久 便来到一座山巅 一朵燃烧着火焰的植物 正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 是神级材料 悬忧烈火草 徐青眼睛一亮 这是进化一些火属性灵兽 所能用到的材料 价值几百万灵金 好东西 徐青果断收入囊中 你这寻宝鼠不错啊 以后好好培养 将来我可就靠你挣大钱了 被神级强者这么表扬 刘宝顿时欢喜雀跃 立刻信誓旦旦道 亲必放心 我一定好好培养 争取以后多挣钱 嗯 不过既然大家都这么熟了 你们以后 也就不要一口一个亲力的了 直接叫我徐青就行 听着别念 好 众人点头 有寻宝鼠在一路 众人一路走过 一路收获各种宝物 不过绝大多数 都是灵兽进化和培育材料 这个世界很大 像是无边无际一样 徐青图腾级的神念 居然无法完全覆盖 这就很奇怪 因为黑星彻底形成之时 外表看起来也不是多大 也就和地球差不多 按理说 就是神级强者 也能一念之间覆盖全部范围 但现在却不行 这说明 内部的空间之广袤 超出他的想象 一路走过 除了一同进入寻宝的那些人之外 徐青等人没有遇到过本地生灵 甚至连一只凶兽都没有遇到 甚是奇怪 难道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生灵吗 徐青好奇问道 应该是了 我之前不说过了吗 黑星很奇特 被称为盲盒星球 就像开盲盒一样 没有进来之前 谁也不知道 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环境 段宇说道 他也进过几次黑星 但所遇到的场景都不同 有的时候很凶险 有各种恐怖至极的能量 在汹涌 有的时候 又是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甚至还有各种 奇异的景象浮现 总之就是很古怪 而这次 显然就是这种很普通的场景 就在这时 刘宝的寻宝鼠 突然焦躁地叫了起来 众人惊讶 近来也有一段时间了 还从来没有见到寻宝鼠叫得这么厉害 这是出现什么宝贝了 走 徐青不再停留 赶紧让大老黑飞向目的地 虽说系统无法回收宝物 但遇到之前的宝物 卖掉也是不错的 只是当他们抵达目的地时 那里 已经有几方势力聚集 而在所有势力的中心位置 一朵金色的花正绽放 这耀眼的光芒 河道花 是河道花 徐青眼睛瞬间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什么 河道花 进化师一脉中的无上之宝 段宇也尖叫起来 这种东西 他只是在传闻中听说过 但却从未见过 看到两人这么激动 薛龙疑惑到 河道花 很值钱吗 这不是值不值钱的事 这是无价之宝 因为河道花的作用 可以提升5%到10%的药材清合度 什么 可以提升5%到10%的药材清合度 众人大惊 世上居然还有这种宝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真的是 无价之宝了 薛龙惊叹一声 如果给那些盖世妖孽服用 那不得上天了 尤其是他听说 徐清的药材清合度 也达到恐怖的22% 如果徐清服用 那如果运气好 岂不是可以达到32% 想到这里 薛龙心中剧症 32%的药材清合 都怕是万古无一了吧 不过好像不好到手的样子 这里有好多势力 虎视眈眈 甚至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势力 万遇商会 这个势力 遍布宇宙各地的庞然大物 也来参战了 尤其是对方身上 散发的气势 真的恐怖 仿佛能压他周围 虚空一般 万遇商会诸位 不知可否 卖我无极皇朝一个面子 将此物让于我等 一个站在灵兽火眼金泥背上的老者 朝着万遇商会一方拱手说道 他身下的火眼金泥 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气息 那是属于圣级的气息 无极皇朝的朋友 客气了 无极皇朝的面子 我万遇商会 自然是要给的 不过阁下 也知道 我万遇商会 是做生意的 这样吧 等我们得到此物 然后再卖于阁下如何 其美 万遇商会 圣级强者抱拳说道 你 既然如此 那就看各自的本事吧 无极皇朝心 不明沉生说道 好 各平能练 万遇商会直 士奇子时说道 随后 低声对周围众人传音道 待会儿战斗爆发 你们保护好公子 是 周围护卫神色肃母 不由自主地靠近一个 手持白纸扇 面红齿白 俊俏的有些妖艺的男子 你们放心的战斗好了 本公子身上有宝物 没人能伤到我 俊俏男子平静说道 此刻双方都有圣级强者坐镇 齐齐释放出恐怖无比的气势 让外人不敢靠近 而在这两大势力不远处 还有不少其他势力 虽说有这两个 庞然大物存在 他们获得和盗花的几率 几乎为零 但求得 就是那微乎其微的可能性 所谓富贵险中求嘛 一旦得到 如果拿去拍卖 绝对会让各大势力 抢破头 拍卖所获得的财富 足够让他们祖孙几辈子 都够用了 第139章 八木鬼之珠 他们有这个想法 徐青同样有这个想法 对他来说 和盗花算不得珍贵 因为系统商城中就有得卖 但值钱啊 一株和盗花所能拍卖的价格 说不定能让自己培育出一只苍穹级灵兽 当然这是他的猜测 如今遇到了 他就绝对不可能放弃 徐青 这里至少有好几个圣级强者 通过正常手段 怕是不可能得到啊 断玉皱眉 和盗花 无论放在哪里 都是足以引出 尸山血海的宝物 别说圣级强者了 就是圣级之上的存在 见了也得眼红 无妨 直接抢就好了 徐青淡定说道 手中硬爵 开始掐动 只是让众人奇怪的是 居然没有出现召唤战 你要利用你的那只 空间属性灵兽 段玉看出了门道 却担忧道 对方都是圣级 对空间波动很敏感 只怕是瞒不住他们 但就在他化落之时 一株泛着金光的植株 突然出现在了 徐青手中 卧槽 段玉惊呼 这尼玛不正是 被所有人围在中央的 核道花吗 是空间属性灵兽的技能 虚空挪移 能做到这种程度 也也就这个技能了 徐青一笑 不愧是轮回之人 果然见多识广 然而 就在他将核道花 收入空间界的一瞬间 无极皇朝和万玉商会 两位圣级强者 居然都将目光 放在了他的身上 因为对方的神念 一直锁定这核道花 所以 在对方消失的瞬间 两人的神念 便直接笼罩了周围空间 呃 真是一次失败的简陋呢 徐青无奈一笑 第一次做这种事 没有经验 早知道 那就直接送到大千界中去了 也就在这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 齐刷刷地看向徐青 虚空挪移 阁下还真是好手段啊 棋子时 站在悬甲龙龟身后 看着徐青笑道 刚刚的虚空波动 他们居然没有察觉 这足以说明 对方至少与他们 也是同等级别的强者 否则 就算是空间属性灵兽 也瞒不过他们的眼睛 惭愧 可终究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啊 不知各位 是否能给在下一个面子 此件宝物 让与我如何 徐青学着之前 无极皇朝那位 圣级玉兽师的口气 你以为你是谁 说让就让 周围一个玉兽师大吼一声 带着自己灵兽八木鬼蜘蛛 朝着徐青杀了过来 因为徐青的穿着 压根就没有大势力的标志 无极皇朝和万玉商会 他鬼斥或许还有掂量一下 可其他势力 那就不一样了 轰隆隆 恐怖的气息爆发 居然也是一位圣级玉兽师 好浓郁的鬼气 难道此人来自于鬼玉 无极皇朝的心 不明看着那个玉兽师身上 散发的鬼气惊讶到 正常来说 玉兽师若不受化 是不可能带有灵兽气息的 但鬼欲除外 只要在那个地方待得够久 身上自然而然的 就沾染上了这种气息 八木鬼蜘蛛周身缠绕 这无数道绿色鬼气 每一道鬼气中 似乎都传出凄厉的嘶吼声 听得人毛骨悚然 但这嘶吼声 可不仅仅是用来吓人的 而是一只技能 只见那鬼气中的嘶吼声 让周围那些神级玉兽师们的灵魂 痛苦无比 仿佛要被对方的鬼气吸走一样 徐青快跑 这是鬼属性灵兽 一旦被鬼属性灵兽斩杀 灵魂将会被对方的鬼气吸走 成为对方的鬼奴 永世不得如轮回 段宇脸色大变 这种灵兽 简直就是他轮回体的克星 而且因为鬼奴的存在 鬼属性灵兽的战力 在同境界之中也相当强大 无妨 徐青无所谓说道 他自然看出了那只灵兽的属性 甚至就连对方的技能 都知晓得一清二楚 但那又如何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也终究只是无能为力罢了 此时 庞大如山般的八木鬼蜘蛛 已经来到徐青面前 巨大的爪子直接刺了下去 但就在这时 粗壮如山月般的黑色雷霆 突然自天穷降落 宛如神法一样 轰击在八木鬼蜘蛛的那只爪子上 只是一击 便将对方的那只爪子寄得粉碎 卧槽 徐青 你是圣级玉兽师 段玉惊呼一声 上次大战天神足食 徐青不还是上位什么 怎么现在又提升了 过去这么久了 我总不能原地踏步吧 至少也得进步一点点 徐青淡然说道 段玉身体一个量强 你管这较一点点 由神级提升至圣级 换做谁来不得需要几千上万年 甚至更久 你这才多久 哪怕从你出生开始算起 前后也不过就二十年而已 为何就能成为圣级玉兽师 天理何在啊 秦硕等人一脸猛地看着徐青 他怎么又进步了 而且居然成为了圣级 离谱 简直越来越离谱 没想到 居然也是圣级玉兽师 鬼斥神色冷冽 一头绿色看起来 几年没洗过的头发 粘稠地粘在一起 再搭配他那浑身的鬼气 那造型简直绝了 绝对属于那种 见一面终身难忘的类型 鬼斥看着徐青 能一鸡鸡伤自己的八目鬼蜘蛛 实力绝对不比自己弱 哼 那条法律规定 我不能是圣级玉兽师了 徐青痴笑一声 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轻蔑之情 希望你待会儿还笑得出来 鬼斥眼神一眯 身下的灵兽 再次发动攻击 绿色森冷的鬼气中 浮现出一道道生灵脸庞 嘶吼这 张开大口朝着 徐青扑了过去 轰隆隆 大老黑发动了攻击 圣级技能鸣雷炼狱施展 其身边周围弱大的地狱 全部被黑色的鸣雷所笼罩 一道道巨大的黑色雷霆画 为雷柱 仿佛接天连地 将之化为黑色雷海 那些嘶吼着冲杀过来的鬼气 在雷霆之下 瞬间灰飞烟灭 嘶 大老黑使用神级技能雷光闪 瞬间出现在了 八目鬼蜘蛛的身旁 巨大的爪子 上雷霆肆虐 瞬间拍击在对方的脑袋上 轰隆 鬼蜘蛛的身形瞬间炸开 化为无数道细小的 绿色鬼蜘蛛 四散而逃 小子 鬼又我记住你了 以后别让我遇到你 鬼蜘蛛脚下绽放光芒 也一溜烟地逃了 妾 记住我又如何 怎么 你还想在家里 安放一处牌位 将我当你祖宗一样 供起来啊 徐青冷笑一声 正准备前去追击时 鬼蜘蛛整个人 居然彻底受化 化为了一只巨大的 八目鬼蜘蛛 而后居然使出了 和灵兽同样的技能 化为无数道细小的 缠绕着鬼气的鬼蜘蛛 逃向四方 能力不怎么样 逃命的本事倒是挺强 徐青轻笑一声 第140章 宇宙集神级 大宇宙 其实不是对方能力弱 而是大老黑等级太高 大老黑已经是圣王 而对方不过小圣而已 这其中差了好几个小境界呢 却往后 哪怕只是一个小境界 彼此的战力 也是天差地别 如果放在同级别 那绝对有得打 就在鬼蜘逃离之后 无极皇朝与万遇商会 两大圣级强者 再次杀了过来 虽然徐青很强 但他们 也不可能放任何道花 这种质宝 在他们眼前被带走 火眼金尼 和玄甲龙龟 齐齐释放出强大的技能 一左一右杀向徐青 他们联合了 因为徐青很强 真是的 一个个觉得我不够有震慑力 还是怎么的 徐青冷笑一声 手中硬绝掐动 绚烂的火光照耀 金色的光芒直冲九霄 却是七色焚天炎和斗战血缘 好 斗战血缘激动得大吼一声 终于轮到自己上场了吗 手中如意金箍棒 挽出迷眼的棍花 直接冲向了 齐子时的玄甲龙龟 哼 圣王级的气息 毫不保留地释放 威压四方 什么 又是一只圣王级灵兽 其子十一惊 对方到底是谁 居然有如此抵御 然而就在他惊讶之时 七色焚天炎同样爆发出圣王级的强大能量 一只巨大的火焰拳头从体内积射而出 携带着能摧毁一些的能量 与融化万物的炙热温度 杀向火眼金泥 正是神级技能火拳 火眼金泥很猛 面对这一击居然不躲不避 口中同样喷出一道火焰光柱 与七色焚天炎的火拳撞击在一起 轰隆一声巨响 天地色变 化为一片赤红之色 空间层层破碎 露出当中漆黑的虚空 双方僵持了瞬间 火拳便冲破了火眼金泥的攻击 以视如破竹之势 轰向对方 赶紧躲开 心不明大吼 古圣果然和圣王之间有着天差地边 火眼金泥一个跳跃便是数万米 躲开了火拳的攻击 但还是被火拳爆炸开的鱼波 冲击地在地上翻滚 另一边 斗战血缘手持如意金箍棒 身披美猴王套装 施展技能天罡三十六棍法 与玄甲龙龟战斗在了一起 虽说玄甲龙龟同级之内防御无双 但同样挡不住圣王级别的斗战血缘 他每一棍落下 似有开天辟地之事 棍芒所至 山崩地裂 虚空破碎 万玉商会后方 那位俊俏公子惊讶看着徐青 道 目前对方所展露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三截圣王及玉兽师 这是哪方势力的强者 居然从来没有听说过 回禀公子 确实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 身旁一老者道 咱们万玉商会的情报方面 绝对也是数一数二的 但以前从未见过此人 许是某些隐士高人吧 刚入室吗 俊俏公子笑道 如果可以的话 看能否拉拢到我们万玉商会来 三截圣王及玉兽师 绝对算是强者了 是 此刻无论是无极皇朝 还是万玉商会 都在徐青两只灵兽的攻击下 节节败退 然而就在此时 东的一声 仿佛是从遥远时代传来的钟声 在这片空间中响起 沉重而苍凉 什么东西 徐青疑惑看向四周 徐青 是宝啊 又有重宝出事了 刘宝急忙说道 他的寻宝鼠感知到了 又有宝物 走 徐青召回两只灵兽 朝着刘宝指的方向 急忙飞去 而无极皇朝和万玉商会 也有寻找宝物的能人 此刻也察觉到了异样 吩咐朝着与徐青同样的方向飞去 可恶 河道花必须得是我 无极皇朝的宝物 谁也抢不走 心不明看着徐青的的背影 冷冷说道 但他也很好奇 这个人到底是谁 怎么突然之间 就冒出了这么个强者 此方心欲图腾疾为罪 之下便是圣极强者 圣王极更是屈指可数 还别说对方是三节圣王极 难道是其他心欲过来的吗 就在众人齐齐尾随在徐青身后之时 在他们前方的无尽远处 一道璀璨的银色光芒 冲天起 接天连地 仿佛一根银色光柱一般 树立在世界的尽头 宝贝 大宝贝啊 光柱照耀得很远 许多事里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所有人情绪激动 朝着目的地急驰而去 徐青也好奇 那到底什么居然 绽放出如此耀眼的光芒 混沌重同 本命神通之一的破网无盾施展 瞬间看到了光柱中的宝物 那是一口银色大钟 上面铭刻着山川大地 宇宙星空之景 嘶 居然是宇宙级神器 大宇宙 徐青心神一震 这可是超级值钱的好东西啊 普腾级之上是苍穹级 更上面才是宇宙级 此等神器不仅威力强大 价格更是不菲 就算是系统商城中 那也是天价 比净化一只苍穹级灵兽 还要值钱 什么 那居然是宇宙级神器 断玉今生道 然后眼睛都红了 该死的 自己上一世 怎么就没有遇到这种好东西 这一世 就算现在摆在眼前 自己也无能为力啊 大老黑身上 雷光闪烁 山河大地 如画木般 在众人眼角飞过 而在他的身后 是无极皇朝和万遇商会 可就算如此之快 也足足花费了半天的时间 才抵达了目的地 此刻 这里已经杀红了眼 众多势力都在抢夺 各种骇人的能量爆发 照耀苍穹 恐怖的技能释放 催枯拉朽 将附近连片的山脉 移为平地 各种爆炸的声音响起 天地都在震动 圣级强者 居然不在少数 徐青看着战场 此时 大雨中的位置 位于巨大的战场正中央 浮沉于银色光柱之中 许多人想要冲进去 抢到大雨中 只要大雨中到手 终声一响 谁人能挡 只可惜 都被周围其他人所拦 而除了中央位置 诸多争抢之人外 在战场周围 还有诸多强者 正在观望 所有人都毫不掩饰 自己对大雨中的欲望 这比刚刚和道花 所面临的形势 还要恐怖得多 洛桑说道 如果不是站在圣级灵兽背上 就他占地的实力 连靠近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和道花只是对净化师有用 可宇宙级神器 却对任何一个强者都有用 段玉陈生说道 我听说 灵器乃是由矮人族锻造而成 难道这宇宙级神级 也是他们锻造的吗 徐青疑惑问道 第141章 是谁偷走了神器 那可未变 段玉摇头 神器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矮人族锻造 而另外一种 则是由天地自然而然形成的 差别在于 只要是出自矮人族之手的神器 都会有矮人族的标志 而如果是天地形成的 神器表面则烙印着宇宙山河图 这么看来 这间大宇宙 应该就是天地形成的了 因为徐青看到 中壁上的宇宙山河图 而此时 万玉商会和无极皇朝 也赶了过来 众人的目光 都盯着战场中央的那口银色大钟 这神器 棋子时看了许久 也没能看出对方的品级 公子 您能看出来 这神器的等级吗 他转头 问向身旁的俊俏男子 却见对方的目光 居然盯着不远处 站在那条黑龙头上的男子 闻言俊俏男子回过头道 这件神器的气息 倒是和祖爷爷的那件 宇宙级神器 散发的气息有些像 应该就是宇宙级神器 无疑了 其子时浑身一震 全是宇宙级 这种级别的神器 就是矮人族几十万年都难出一见 放在星空各地 都是至宝啊 这时俊俏少年突然开口道 我们去别的方位 去别的方位 为何 有这个三节圣王 急欲受尸在这里 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就算那件神器朝着我们飞过来 也落不到我们手中 只有去别的方位 才有可能杀进去 获得神器的几率 也更大一些 那和道花不要了 其子时疑惑问道 你能从他手中抢过来吗 这公子英明 他们此行最强者 也就其子时 但也只是古圣而已 从三节圣王手中抢东西 那就是纯粹地找死 而后万遇商会的一群人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只剩下无极皇朝的星部鸣 一边盯着徐青 一边盯着战场 这两件东西 他都要 徐青 怎么办 我感觉没多大希望啊 要不我们走吧 旗下哥担忧道 这里的圣级玉寿师 也太多了点 他可不想 徐青陷入困境 没事 不用担心 徐青目光扫过 他再看这里 有没有隐藏的图腾级强者 扫了一圈 结果并没有任何发现 只要没有图腾级 那他就不惧 既然这样 那我就再来一次 徐青手中召唤应诀掐动 大千世界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次他要做的滴水不漏 大千剑 使用世界融合技能 徐青沟通大千世界 瞬间 原本散发着洁白光团的大千剑 瞬间与整个空间融合 彻底消失不见 但徐青却看得清楚 大千剑与周围一片浩大的空间 彻底融合在了一起 虚空 到你出手了 徐青再次沟通 一直隐藏在身旁的虚空古龙 收到 下一刻 虚空古龙再次施展出了神级技能 虚空魔移 毫无征兆的 位于战场中央 散发着银色光珠的大钟 骤然消失不见 彻底没了踪影 神器呢 神器哪里去了 位于战场中央的部分强者 突然大喊 什么 神器不见了 是谁 是谁偷走了神器 站出来 啊 别让我找到你 否则一定要扒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筋 喝了你的血 啊 一道道幕后声传出 整个战场彻底炸了 他们打声打死 战场血流成河 神级强者陨落无数 现在宝物居然被人给偷了 一时间 所有人犀利的目光 在四面寻找可疑人员 是谁 是谁偷走了神器 徐青也跟着大喊 双目怒瞪 似要吃人一般 那激愤的模样 像集了自己的宝贝 被人抢走了一样 旁边不远处 无疾皇朝心不明 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徐青 毕竟他之前有过前科 但当他看去时 却发现对方露出一副愤怒的表情 那模样不似作假 而且就算是他偷走了神器 又是如何掩盖 神器散发的光芒呢 所以也就打消掉了 心不明的疑惑 该死的 是哪个卑鄙的家伙 偷走了神器 心不明锐利的目光扫射 在人群中寻找 片刻后 万遇商会的人也返回了 他们也第一时间怀疑徐青 但在看到对方 那愤怒的恨不能吃人的表情 顿时也就消除了怀疑 奇了怪了 能翘无声息间弄走神器的 估计也就只有空间属性灵兽 而且连古圣级的强者都无法感知到 那绝对就是圣王级了 俊俏公子 扇着折扇皱眉 他再次看了徐青一眼 再联想到 之前对方挪移合到花石的手段 他断定 那个男人 有一只圣王级空间属性灵兽 但真的可能吗 四节圣王 这就算是那些老古董 恐怕都难以做到吧 灵兽的资质进化失败几率 实在太高了 有的时候 就是纯粹的看运气 能有一只达到圣王 就已经堪称气运无边了 三只甚至四只圣王 简直罕见 众人四处寻找了很长时间 可惜绝第三尺 都未能将那件消失的神器找到 最终只能叹息一声 看来神器真的被哪个卑鄙的家伙 以不知名的手段弄走了 徐青 钱啊 我看到了很多钱啊 敖苏突然说道 哪里有钱 地上啊 地上那么多尸体 而且最低都是神级强者的尸体 那么多空间戒指遗落在地上 不都是大把大把的钱 可惜几乎没有圣级死在这里 否则嘖嘖嘖 都难以想象会有多少钱 敖苏的话 让徐青虎曲一阵 看着眼前那么多玉兽师 顿时眼睛绽放起了明亮的光芒 你要干嘛 你不会是要杀光这里的玉兽师 然后抢了他们的钱吧 别啊 咱能不能不要这么血腥啊 敖苏看到徐青的眼神 顿时感觉自己出了个馊主意 真不该说出来的 要是徐青将这里的玉兽师 全部杀光 那真是罪孽啊 不 我为什么要杀光他们 别 别 别 我想到了一条很好的办法 徐青突然邪美一笑 果然身旁带几个人是有好处的 关键时刻能为自己出谋划策 如果没有敖苏的提醒 自己今天都不知道要错过多少财富了 在他笑容渐露之时 原本大雨中所在的虚空中 突然出现一个漆黑的圆形漩涡 当中一道璀璨的银色光柱 若隐若现 那是什么 瞬间有人注意到了那里的异象 是那件神器啊 第142章 打劫 一声惊起千层浪 原本都准备离开的众人 瞬间顿住了步伐 一个个神色激的 望着那里的黑色漩涡 但还没有人上前 因为谁也不知道 那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直到漩涡处的黑色彻底消失 众人才看清里面的场景 那像是另外一个事件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所有人都清楚看到 那件神器就悬浮在哪里 一时间 众人呼吸再次急促起来 徐青突然大喊一声 冲啊 这件神器我要定了 而后大老黑快速地冲向了漩涡之中 神器是我的 谁敢和我抢 无极皇朝的心不明 大吼一声 带着灵兽 与身后众人也冲了进去 看到有人领头 其他人也疯狂地冲了进去 密密麻麻 如蝗虫过境 公子 你们就在外面吧 我进去看看 妻子时也忍不住了 宇宙集神器啊 他们万遇商会中都屈之可数 绝对不能错过 齐叔叔小心 俊俏青年叮嘱一声 他与一些护卫留在了外面 没有进去 因为去了也没什么用 只会拖累对方 不过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俊俏青年 皱眉看着空中的漩涡 神器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那里呢 总感觉怪怪的 许久之后 这片区域的所有御寿师们 全部进入了漩涡之中 所剩之人也寥寥无解 而在那片空间之中 抢夺神器的战斗 再次爆发了 和在外面没什么区别 强大的技能与战绩爆发 不断有人受伤陨落 鲜血染红了地面 心不明疯狂无比 自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 一只手臂都没了 看得棋子时都心惊胆战 但他的疯狂没有白费 大雨中被他握在了手中 哈哈 我就问还有谁 心不明站在火眼金泥背上 手持大雨中 嚣张无比地望着众人 大有一副神器在手 天下我有的霸气 下一瞬 体内能量疯狂涌入大雨中内 整个大钟绽放出夺目的银色光芒 哈哈 你们这些小卡拉米都去死吧 只要终生乍响 在场之人 无人能都挡得住 但就在这时 一股浩然伟力从天而降 仿若一位无上强者 释放出了盖世神威 又向上苍之眼 俯视苍生万物 瞬间将所有人压趴在了地上 没有一个人还能站在那里 此时此刻 众人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都仿佛被一座神山压在上面 让他们难以喘息 就连手持大雨中的心不明 也一头栽在了地上 无法起身 什么人 有圣级御寿师大吼 想要挣脱这股威压 但任由对方如何挣扎 却根本起不来 啊 心不明大吼 想要催动手中的大雨中 破开这股无上尾力 但还不等钟声响起 便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硬生生将他手中的大雨中 抢了过去 不不 我的神器 我的神器啊 心不明歇斯底里 这可是自己以一条手臂为代价换来的 而现在 就这么在他眼前飞走了 到底是谁 镇压我们这么多人 要做什么 难道想要杀掉我们这么多人吗 不可能的 我们这里面 不乏有大势力的强者 没有人敢与这么多人为敌 就在众人猜疑之时 一道宏大的声音突然响起 交出身上所有财富者 可活 如大道之音 响彻在所有人耳边 许多人明白了 这是遇到打劫的了 顿时一个个心中泛起冷笑 对方还真是胆大 居然敢打劫他们这么多人 呵呵呵 打劫我们 谁给你的勇气 也不看看 我们都是些什么人 哼 想要从我这里拿到钱 你休想 在知道对方 只是为了打劫之后 所有人反而不怕了 至少对方不是什么邪教预售师 不是要吸收他们零售血脉 或者本源什么的 呵呵呵 话不要说得太早 知道这是哪里吗 这是我在黑心之中 使用特殊宝物 开辟的空间事件 等到黑心消失的时候 这片空间 也会随着黑心消失 到时候 给 给 给 天知道你们会跟着黑心 去了哪里 所以 好好考虑一下吧 用钱买命 很值得 宏大的声音 在众人耳旁响起 但却充满了邪性 让人心中发寒 什么开辟的空间 简直胡说八道 我们就是不给钱 看你能怎么样 就是 有本事你将我们所有人都杀了 别人我们知道你是谁 否则哪怕我们陨落 我们背后的势力 也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所有人大吼着 但许多人心中 已经开始恐惧了 因为黑心 并非一直存在的 而是到了某个时间点 就会从星空中消失 到时候 黑心内部所在的空间 就会彻底消失 这片空间的 另一个安静的角落中 这里山清水秀 豪华的别墅 坐落在湖边 一片宁静 咕嘟咕嘟的声音响起 那时大老黑 正大口大口 喝着啤酒 徐青 你真的太大胆了 段玉苦笑一声 他是没有想到 徐青为了钱 居然镇压了所有人 这里面 可有无极皇朝 和万遇商会 以及其他一些 大势力的盛级强者 他到底是怎么敢的 没事的 只是抢了一点钱而已 又不是要他们的命 徐青吃着旗下 搁递过来的一块烤肉 一脸平静 但他内心 已经开始澎湃了 不知道这些人 会为他贡献多少财富呢 能否凑齐一只 苍穹级灵兽进化的客经典 不过 你这只灵兽也太强了 居然一个技能 就能镇压那么多人 洛桑惊叹一声 这简直堪称恐怖 那些人中 可有不少圣级御兽师 现在都被镇压了 这灵兽的实力 实在是恐怖 世界属性灵兽 可是很少见的灵兽 据说他的资质 提升和进化 所需要的材料 是其他灵兽的很多倍 但这种灵兽的战力 却也很恐怖 如果有不错的技能 哪怕在神级之上 甚至都有 跨越大境界 战斗的能力 有一些强大势力 都会以星球 为养分运养此种灵兽 段玉看向徐青 他之前 就和徐青说过此事 那现在怎么办 万一那些人 真的不交钱呢 敖苏问道 不会的 他们一定会交钱的 只要有一个人 开始带头 其他人 陆续都会交出身上的财富 第143章 我们被人打劫了 徐青现在也不急 反正那些人 已经进入了 大千界的体内 天威之下 哪怕是图腾级 来了也不怕 这就是大千界的 恐怖之处 不交钱 是绝对不可能 让他们离开的 来来来 我们继续喝酒吃肉 徐青端起酒杯 和众人喝了起来 老爷子叹息一声 少爷实力 虽然很强 但他总觉着 这样很危险 搞不好哪天 就阴沟里翻船了 随着时间推移 终于有人开始忍不住了 许多人开始惶恐黑星 突然消失 他们也跟着黑星消失 毕竟以前那些 跟着黑球消失的 全部都死亡了 啊 我愿意交出我的财宝 一个神级玉兽 狮忍不住喊道 然后主动交出了空间戒指 空间戒指悬浮于空中 随后飞入大雨中内 而那个神级玉兽师 顿时感觉身体一轻 整个人也恢复了正常 而后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有了第一个 后面陆陆续续 不断有人交出身上的财宝 然后都离开了 也有人偷奸耍滑 想要私藏一部分 但结果根本没用 不交出所有财宝 就无法起身离开这里 天杀的呀 别让我发现你是谁 否则我就算动用 一切关系 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许多人心中大骂 他们发誓 这次出去 一定要十倍百倍地 报今日之仇 唉 没想到 这次居然阴沟里翻船了呀 其子时叹息一声 这次遇到了个狠人啊 居然敢这么对他们所有人 就不怕以后 被秋后算账吗 这里面的许多人背后的势力 哪怕不如他们万遇商会 可也不容小雀 绝对是个疯子 其子时无奈地 交出了自己的空间戒指 大千借入口处 娇俏公子 皱眉看着那里的漩涡 奇怪了 怎么从哪里出来的人 一个个都骂骂咧咧 神色那么难看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 其子时同样脸色难看地出现了 其叔叔 里面什么情况 公子 唉 惭愧啊 我其子时行走宇宙几万年 还从未见过此等卑劣之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 我们被人打劫了 随后 其子时将里面的发生的事情 一字不漏地讲了一遍 俊俏公子与一众护卫 听得目瞪口呆 你们那么多人 被对方一个人制服了 不仅抢走了那件神器 还抢走了 你们所有人的财富 对方用了什么手段 俊俏公子震惊问道 这 此等手段 我是闻所未闻啊 但我觉得 应该是某种灵兽的手段 其子时摇了摇头叹息一声 那只是一瞬间 他们成千上万的御寿师 琪琪 被一股恐怖的威压 压在了地上 那感觉仿佛 一个世界的意识 压在了他们身上一样 听着其子时的描述 俊俏公子 摇着折扇皱眉 道 难道是 世界属性灵兽 再看向悬浮在哪里的漩涡入口 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 什么 世界属性灵兽 难道是天宫那群人 其子时惊讶 因为天宫那群人 很热衷与契约这种灵兽 不好说 天宫那群人 虽说喜欢汇聚星球 灵运培育 并契约这种灵兽 但也不是 没有其他玉兽师契约 现在还不能妄下结论 俊俏公子摇了摇头 再看了一眼 哪里的入口之后 众人只能信信离去 等以后再说吧 得罪了这么多人 以后肯定会被人揪甩的 到那时 再秋后算账 也不迟 对了 那个抢了核道花的玉兽师呢 没看到 自从进入之后 就没有看到那个家伙 他似乎没有参与到 神器的抢夺之中 棋子师摇了摇头 不对吧 我当时好像隐隐看到 他是第一个冲进去的 以他的实力 怎么可能不参与到 那件神器的争夺之中 俊俏公子疑惑不解 对方至少 也是三阶圣王御兽师 那等实力 圣集之中 就是近乎无敌的存在 想要抢夺那件神器 应该轻而易举的吧 难道 他看着那片世界的入口 突然生出一个 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这个世界属性灵兽 会不会也是那个人呢 死 一念至此 俊俏公子顿时心中一震 连连摇头 因为他之前 猜测对方极有可能 还有一只圣王 及空间属性灵兽 如果现在再来一只 世界属性灵兽 那岂不相当于 是五节圣王御兽师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怎么会有人这么强 俊俏公子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想 许久之后 心不明狼狈地飞了出来 他一条手臂断掉了 不过这无所谓 只要有神级以上的 木属性灵兽就能为他断肢再生 让他怒火中烧的是 到手的神器没了 啊 别让我发现你是谁 否则我无极皇 朝必然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心不明 仰天怒笑 这是他一辈子的耻辱 他没有急着立刻这里 而是 一直留在不远处 他倒要看看 这只灵兽到底是谁的 到时候好好与他算账 而与他有同样想法的 也不在少数 都隐藏在周围暗处 想要看看 到底是谁在背后 算计了他们所有人 而在大千界内 当里面的御寿师 全部离开之后 徐青直接让大千界 关闭了通道入口 煞时间 整个大千界 再次与这片世界融合 消失不见 而徐青 则带着众人 出现在了另一个地域之中 虽说徐青年龄不大 但也知道不能给人留下把柄 徐青 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件神器 众人站在大老黑头顶 段于问道 我敢保证 只要那件神器一现身 你的身份 就会彻底暴露 到时候 你将面临许多势力的追杀 还有你今天干的 这天怒人怨的事情 估计那些 被你抢过的御寿师 是不会放过你的 敖苏道 卧槽 这么说 这岂不是一个烫手山芋了 这么一件大宝贝 拿在手中 不能用又有什么作用呢 徐青摸了摸下巴 这确实是一件 有些棘手的事情 你觉得我的有多强的实力 才敢光明正大的 使用这件神器 徐青问向段于 宇宙级神器 在星空中太少了 但我觉得 你至少也得有 苍穹级的实力 才敢正大光明的 拿出这件神器使用 宇宙级神器很少 宇宙级玉兽师更少 那等强者 几乎都是 站在星空之巅的存在了 苍穹级吗 徐青看着尖头 大千戒体内的 那么多空间戒指 脸上微微一笑 距离这一步 好像也不是很遥远了 第144章 黑星之池 大千戒 将那些空间戒指 全部碾碎 看看里面有多少灵精 徐青都有些迫不及待 好几个圣级强者 还有那么多神级强者 灵精应该数不胜数吧 弄不好 今天就能提升到苍穹级呢 砰砰砰 接连不断的声音响起 一枚接着一枚的空间戒指 直接炸开 大量的灵精从空间戒指中掉在地上 只是看到那一幕 徐青脸色微微有些难看 因为他居然发现 那些炸裂的空间戒指中 并没有太多灵精 没多久 所有的空间戒指炸开 里面的灵精 只是堆积成了一个小土丘 徐青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这与他预料的相差太大了 当初他从那个天神族血缘身上 得到的灵精 都比这里的多啊 怎么了 徐青 站在身旁的旗下哥看着徐青 那有些不太好看的脸色 不由问道 我从那些人身上 抢来的空间戒指中 并没有太多灵精 估计顶多只有几百亿的样子 这不应该啊 徐青不解 好几个圣级御寿师 剩余的全部清一色的 神级御寿师 怎么可能就这么点钱呢 段玉沉思道 有可能是他们来之前 将财富全部存入那些伤会之中了 什么意思啊 徐青急忙问道 因为这里是黑心 在进入之前 没有人知道 这里面存在的是机缘还是危机 所以为了稳妥起见 许多人都会选择在进入之前 将财富存入那些伤会之中 如果自己一旦在黑心中出世 那些财富还能留给家人 这是绝大部分人在进入黑心 之前都会做的事情 段玉解释道 他前世进入黑心之前 也会这么做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当然 若是一些孤家寡人 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靠 徐青无语 也就是说弄了半天 自己并没有得到多少零金了 系统 给我结算一下 徐青无奈在心中说道 事已至此 还能怎么说呢 丁 结算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一百七十七亿下品零金 当中不是还有上品和几品零金吗 徐青疑惑问道 这狗系统 该不会是想贪污自己的零金吧 回禀宿主 这是将所有上品和几品零金 全部换算成下品零金的数量 徐青叹息一声 真的是 自己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还冒着那么大风险 得罪了那么多人 居然就收获了这么点零金 真的是亏大了呀 麻蛋 下次再用这种方法的时候 一定要查清楚 那些人身上有没有带钱 徐青感觉自己的 这次计划很失败 还想着 能不能一次性突破仓穷级呢 结果差了十万八千里 没办法 只能将目光放在外面 期盼着能多找一些宝物 减少自己的损失 一路上 各种材料倒是发现了不少 可惜再也没能出现 出现河道花和大雨中这等宝物 这一日 段宇突然问道 徐青 你对黑心之池有没有兴趣 黑心之池 那是什么 每一颗黑心一旦出现 都会伴随着一颗黑心之池 传说 那是通往某个神秘之地的钥匙 但凡得到黑心之池的人 在等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被黑心之池 传送进某个地狱 至于是什么地方 去做什么 却不得而知 有人说 那是通往之高境界的道路 也有人说 那是通往地狱的入口 毕竟那些 被黑心之池传送走的人 没有一个回来的 甚至就连一些 宇宙级以上的 知强欲寿师 都是有去无回 所以这黑心之池 也就成了禁忌般的存在 听到这里 徐青突然问道 黑心之池可以卖钱吗 嗯 好像没人要 那就没什么兴趣 徐青摇了摇头 自己只需要课金 就能无敌 还干嘛要什么黑心之池 就算那东西 有通往无敌之路 又能如何 自己在这片星空之下 又不是做不到 而且 那玩意到底是机缘 还是危机 尚未可知呢 自己也没必要去冒险 但就在众人 继续寻宝之时 前方的虚空突然裂开 一只遍布血色纹路的爪子 突兀地伸了出来 恐怖的气息 瞬间自爪子之上散发 震得虚空都不断坍塌 走 徐青低贺一声 大老黑身上 黑色雷霆闪烁 瞬间离开了这里 因为那居然是一只 小图腾级别的灵兽 徐青虽然不惧 但此刻情况不明 他也不想贸然出手 血纹兽找轻轻挥动 附近十几个神级御寿师 连带他们的灵兽 瞬间惨叫一声 炸成血雾 而后大手毫不停滞地 朝着附近万遇商会的 圣级御寿师 祈子时抓去 公子 快走 祈子时脸色巨变 那只兽爪上散发的威压 实在太恐怖了 而且已经将它锁定 圣级御寿师虽然很强 但在图腾级御寿师面前 绝对就是不堪一击 大境界带来的差距 是所有灵兽难以弥补的 除了世界属性 感受到生死危机 祈子时神色争宁大吼一声 照出自己古圣灵兽 悬甲龙龟的同时 一把将身旁的俊俏公子 连带着十几个护卫 扔到了远方 不 祈叔说 俊俏公子尖叫一声 狠狠摔在了地上 但他顾不得狼狈 连忙朝着祈子时的方向跑去 公子不能去啊 身旁护卫红桌眼低吼着 拦住了对方去路 他们可以死 但公子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 否则他们万死莫辞 你们让开 俊俏公子用力推着众人 结果还是被死死的拦住 无法过去 公子 难道你想让祈福会长死不瞑目吗 有护卫低声吼道 顿时让俊俏公子冷静下来 而那一边 祈子时在推走公子等人之后 手中硬爵突然掐动 悬甲龙龟身上突然绽放出了蓝色光芒 此乃祈子时学习的圣级防御战技 同时 这只灵兽发出一声嘀吼 身上居然生出了一层层蓝色龙灵般的东西 这只灵兽也施展出了最强防御技能 轰隆一声巨响 遍布血纹的兽爪 骤然降临 拍击在悬甲龙龟身上 祈子时施展的蓝色防御战技 骤然破开 恐怖的能量直接让他吐出一大口鲜血 而悬甲龙龟也在承受了这一击之后 身上的蓝色龙灵炸开 龟壳上也遍布上了裂痕 鲜血直流 惨叫声从悬甲龙龟口中传出 可见此时的他承受了多么大的力量 悬甲龙龟的防御技能 在配合祈子时的圣级防御战技 就是一些圣王级灵兽怕事 都难以一击击伤 但此刻在图腾级灵兽面前 还是如此不堪一击 第145章 交易 不愧是同级之下防御力排名前列的灵兽 接了图腾级灵兽的一击 居然还没有立即死亡 段玉心惊肉跳的惊叹一声 刚刚要不是徐青反应迅速 怕是他们也要受到波解 不是他能借助图腾级灵兽的一击 而是对方没能爆发出全部力量 徐青沉声说道 他也有图腾级灵兽 所以很清楚图腾级灵兽的力量 不过在混沌重彤之下 他却看得明白 那只爪子似乎来自于另外一片空间 所以导致力量削弱了 否则的就算是悬甲龙龟 那一击之下也必死无疑 但也仅限于一击了 下一次攻击一旦落下十死无生 可惜了 真是可惜了 段玉摇了摇头 怎么说 徐青疑惑问道 我是说可惜你只是圣级 否则若是有能力 将万玉商会这个圣级强者救下来 说不定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毕竟他们是开商会的 别的什么不多 就是钱多 而且 圣级强者 哪怕是在万玉商会 也绝对有着不低的职位 卧槽 徐青你人呢 段玉话还没说完 却发现 原地已经没了徐青的身影 就连秦硕几人也没有发现 徐青什么时候 已经消失不见了 但就在这时 却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巨响 众人望去 居然看到 徐青已经到了 那只兽爪下方 一双拳头 和那只巨大的兽爪 撞击在了一起 浩瀚的能量 化作一道巨大连衣 席卷四周 所过之处 空间湮灭 耸入云层的山峰 也被拦腰截断 我靠 只要涉及到钱 这家伙的速度 永远都是那么快 段玉无语 自己就随口那么一提 对方就动手了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徐青 难道还不清楚 他是钱如命的性格 敖苏淡定说道 可是这样 真的不会有事吗 燕老头担忧 看着徐青 那可是比圣级 更加恐怖的存在啊 少爷他就那么杀过去了 应该没事 徐青虽然爱财 但也不是那种 为了钱不要命的人 他能出手 自然是有把握的 旗下哥点了点头 战场上 徐青挡住了那只兽爪 看向下方 万遇商会的圣级强者 却发现对方 已经晕死了过去 靠 你晕死了我和谁谈价钱啊 之前已经干了一次 亏本的买卖 所以 这次他要提前 和对方谈好价格 免得对方到时候 一句没钱 自己还能再杀了对方不成 他的目光投向远处 那些万遇商会的人 大喊道 万遇商会的人听着 我可以出手 救下你们这个圣级强者 但是你们的付钱 如果你们 有这个想法的话 那就赶紧过来和我 谈谈价格 否则 我可就要走了 他声音很大 清晰地传到了 万遇商会那位公子 和护卫耳中 公子 有人挡住了 那只图腾级的兽爪 下面的祈父会长 会生命气息 还没有湮灭 还没死 有护卫急忙说道 快去将其叔叔救出来 俊俏公子焦急说道 随后对徐清大喊道 我们万遇商会愿意付钱 还请前辈务必救下 我们那位朋友 多少钱 一百亿级品灵精 俊俏公子喊道 又继续喊道 如果不行的话 只是他话 还没说完 便传来了徐清的声音 好 成交 一百亿级品灵精啊 那就是五百亿克经典 发达了 这才是一个圣级 该有的待遇吗 只是他不知道 对方本来是准备喊 如果一百亿不行的话 那就五百亿 否则徐清绝对会抽 自己几个大嘴巴 好端端的 又错过了一大笔财富 上面的兽爪 似乎也因为受到了阻挡 而暴怒起来 直接爆发出了 更加恐怖的力量 啊 给你两了 徐清怒了 本来他只是想挡住对方 结果对方还来劲了 既然如此 九龙震天拳 一拳出 龙银震天 九条金色神龙 咆哮而出 迎上了对方的兽爪 轰隆 恐怖的威力 直接将对方的整只爪子和手臂 全部轰击成了血污 好 一声震天怒吼 自空间那边传来 随后 一只巨大而新红的血色眼眸 透过空间裂缝 愤怒地看向徐清 似乎要记住他的模样一般 看你大爷我干嘛 徐清左眼中 猛然击射出一道色彩斑斓的光束 恐怖的气息弥漫 光束周围的空间坍塌 正是混沌结光 哪怕隔着无尽空间 混沌结光也定准地 刺在了对方的眼眸之中 徐清没有听到声音 但他却看到对方的那颗头颅 彻底炸开的画面 哼 这就是你瞪我的代价 徐清冷哼一声 而这一幕 也被刚刚赶过来的 万语商会等人看到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好强 不仅挡住了对方 还隔着无尽空间 反杀了对方 难道这位前辈 是图腾级强者不成 俊俏公子震撼无比 如果真的如此 那他们之前可真的就是在对方手中 捡回了几条性命 图腾级想要斩杀圣级 简直不要太简单 徐清 你是图腾级 大老黑带着段玉等人赶了过来 段玉震撼问道 不是啊 这个家伙 也因为跨越远距离空间 导致战力下降了很多 所以实力并不怎么强 徐清摇头说道 而这时 万语商会护卫 拿出一瓶药液 给七子时和他的灵兽服下 没多久 一人一兽便再次恢复了过来 不愧是万语商会啊 图腾级灵兽的治疗药液 说拿就拿 徐清扎了扎嘴 他还想着 依靠自己星空生死连的治疗能力 再从对方哪里获得一笔资金呢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七子时抱权败谢 刚刚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无妨 不过一场交易而已 徐清无所谓道 但还是得多谢前辈 这种情况下 就算是有钱都无法起到作用 翘公子感谢道 没事 只要你们不要少我的钱就行 不过还得请前辈稍等一段时间 前辈应该也知道 进黑心之前都不会贷太多的钱 所以得等返回苍蓝星那笔钱 才能交到前辈手中 给前辈造成的不便 还请前辈多担担 翘公子歉意说道 徐清看向段玉 后者点头 万语商会的名声倒是可以相信 能够成为星空中的七大商会之一 信誉自然都不会差 绝不会出现那种 无故侵吞客户资金的问题 第146章 一族御寿师 那好 我们此行的目标也是苍蓝星 到时候便同行吧 徐清点了点头 只要不出现 像地球御寿师工会那样 吞了自己的钱财就行 不如前辈与我们同行吧 反正此次黑心 应该也快要结束了 翘公子对徐清抱拳道 有个图腾及强者同行 他们的安危问题 也将彻底无余 也好 那就一起吧 随后众人同行 继续在这个世界中寻找宝物 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哪里吗 徐清问向段玉 刚刚那个图腾及灵兽打破的空间 让他感到奇怪 对方似乎与这个空间 同属一个空间世界 不知道 只知道这个世界 与我们所属的世界 应该不是同一个星空下 至于究竟是哪里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有人猜测 这个世界 极有可能就是获得黑心支持之后 前往的世界 就像我们现在无法在这里长时间停留 但获得黑心支持就不同了 说不定就能通过黑心 前往那个神秘的世界 对此段玉也不是很清楚 毕竟黑心太过神秘 随即出现 里面携带的空间世界 每次也都不尽相同 翘公子惊讶地看着徐清和段玉两人 前者拥有圣王甚至图腾级的实力 而后者连战帝都不是 为何给人一种 后者比前者还要见多识广的感觉 几日后 众人路过之地 再次爆发出恐怖战斗 那是有圣级强者在交手 近来的圣级玉兽师 还真不少啊 敖苏感叹道 果然 不成神真的连进入这种地方探险的资格 都没有 是邪教玉兽师 徐清说道 他看到了哪里的战斗 其中一只灵兽九尾天蝎眉心处 有一个金色圆形本源印记 正是人间叫那些邪教玉兽师的标志 天堂电成员灵兽身上有血色纹路 地狱门则是灵魂火焰 没想到星空中也有邪教玉兽师 我还以为这些家伙 只在我们地球出现过呢 旗下哥惊讶 自从进入星空中 他们就再也没有见到邪教玉兽师 怎么可能 星空中才是那些邪教玉兽师的聚集地好吗 地球那边顶多只能说是一群小卡拉米 不过突破神级的邪教玉兽师 就不能称为邪教了 应该称呼他们为天神族 地狱族 圣元族 段玉告诉众人 因为修炼邪恶秘法 吞噬灵兽的血脉 本源 灵魂 导致他们突破神级之后 外形也将发生变化 可能会变成兽类的模样 就像上次被徐青斩杀的那只准圣血缘 那便是一个天神族玉兽师 不过这三个种族的玉兽师们 依旧和我们站在对立位置 所以他们已经出现 必然会引起我们玉兽师的围杀 而这时 众人也来到了战场附近 他们也都看到了 那是一个樱头人参 背后长着双翅的圣级强者 奇怪 怎么感觉跟兽化后的玉兽师差不多 敖苏疑惑道 这与半兽化的玉兽师 没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没心处 多了一个金色的本源印记 对 和半兽化之后的玉兽师 确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他们只能永远保持这个形态 而无法与我们一样 可以在兽形和人形之间随意切换 甚至有传言说 这三个种族的初代是因为完全兽化的人类和灵兽之间交配 而诞生的种族 毕竟有些人口味独特 做出什么出乎意料的事 也不意外 段玉笑着说道 众人被雷得不轻 还有这种说法 这不会是真的吧 秦朔震惊 谁知道呢 咦 那个圣元族好像是要抢夺黑心之池 段玉看着战场惊讶道 此刻战场上三位圣级御兽师正在围攻圣元族御兽师 而对方的目的明显就是悬浮在不远处 一块巨大的漆黑色 九层圆形祭坛上的黑色钥匙 正是黑心之池 而看到这一幕 齐子师二话不说也带着灵兽冲了上去 加入了战圈之中 他怎么也凑合进去了 徐青惊讶 难道他也要争夺黑心之池 那玩意有这么重要 齐叔叔可不是要争夺什么黑心之池 而是这三个种族的御兽师 是我们这片星空所有御兽师的功底 因为神级之上的他们不仅可以依靠血脉 本源灵魂提升灵兽资质 还能吸收这些东西 快速提升灵兽等级 所以一旦遇到 所有御兽师都要不遗余力地将其斩杀 不然等他们成长到一定程度 将会非常棘手 翘公子沉重说道 什么 还能吸收血脉 本源灵魂提升灵兽等级 徐青惊讶 这一点在地球时可没听人说起过 这是神级以上才有的能力 十分恐怖 所以他们被称为一族御兽师 是我们所在星空下 所有御兽师的功底 三维圣级御兽师对战对方一人 尽管如此 他们依旧没有占到任何优势 因为对方居然照出了四只圣级御兽师 四节古圣御兽师 厉害 徐青赞叹一声 不过在想到 对方进化和培育灵兽的方法 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只要不断吞噬本源 不仅灵兽资质会快速提升 就连灵兽等级也会快速提升 战场上 其子十几人都爆发出了恐怖力量 催山断月 湮灭虚空 强大的能量震天动地 将祭坛上的黑心支持 都冲击地脱离了原地 哈哈 区区三个人类古圣御兽师 你们以为就凭你们可以拦得住我吗 圣元族御兽师哈哈大笑 他根本不将这几人放在眼中 突然他注意到 祭坛上的黑心支持消失不见 这让他神色难看起来 毕竟那可是他进入元界的钥匙 啊 徐青身旁的翘公子尖叫一声 脸色瞬间苍白 颤抖着看着自己如白玉雕刻而成的左手 手心中居然有一枚黑色钥匙印记 怎么会 我刚刚就看到 有一个黑色的蚊子在我面前晃悠 然后用手轻轻一挥 怎么就碰到了黑心支持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左手 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他身旁的护卫也急忙围了过来 当看到公子手心的黑色钥匙印记时 其人脸色也难看无比 这东西如果落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倒是无所谓 可怎么能出现在公子身上 公子 将他转移我吧 其中一个护卫说道 黑心支持得到之后的一个时辰 是可以转移的 如果有人不想要 那就可以给那些想要的人 第147章 燕云长 翘公子深吸一口气 摇了摇头道 罢了 既然选择了我便是缘分 而且据说只有创世级的强者 才会被黑心支持召唤 进入那个神秘世界 我可不觉得 我有多大希望 会成为创世级预售师 那种强者几十万年 都未必能出一个 自己又怎么可能成为 那种强者 其实除了不好看之外 倒也没什么 翘公子叹息一声 公子 众护卫交集 行了 不要说了 就留在我这里吧 喂 那位美女 能否将你手中的黑心支持 送于在下 段玉突然喊道 万玉伤会众人 站在另外一只灵兽背上 虽与徐青等人同行 他们却也不敢坐在 圣王级灵兽背上 你 你说什么 什么美女 本少可是公子 翘公子脸色一红喊道 好吧 这位公子 能否将你手中的黑心支持 送于在下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自然知道 那你还要 哈哈 只是为了完成 曾经的遗憾罢了 段玉笑道 上一世 自己倒是想探索 黑心的秘密 可惜未能如愿 而这一世 有神秘无比的徐青在 段玉感觉自己 有很大可能达到 创世级的程度 如果真有这个机会 他打算去看看 那个神秘的世界 这 好吧 翘公子点了点头 刚刚不给身旁护卫 是因为他知道 那些人是因为职责的原因 但现在 既然有人主动要了 他自然也不想留着 随后他与段玉手掌相合 黑心支持 传递到了段玉掌心 好白好嫩的手 和夏哥的小手一样的漂亮 徐青眼睛微眯 结合刚刚段玉喊的美女 徐青不由通过系统 看向了对方 玉授师 燕云长 等级 九阶五级 三阶 体质 星月奉天体 第一序列体质 药材清合度 0% 兽体清合度 0% 灵兽 七彩天凤 契合度50% 隐杀 契合度0% 森燃麋鹿 契合度0% 本命神通 涅槃 允星 天风之火 百鸟朝凤 战绩 踏天步 神级 须仪 神级 允星掌 九星 灵气 彩罗戴 神级 嗯 燕云长 还真是个女性的名字 还有第一序列的特殊体质 灵兽也是七彩天凤 神级战绩 神级灵气 这配置很高啊 徐青心中惊叹 而且所有人都围着这个女子 对方的地位 在万遇商会中 怕是不低啊 多谢 段玉道谢一声 返回了大老黑背上 饶有兴致地看着手心中的黑心之池 喂 你知道万遇商会中有姓燕的吗 徐青问向段玉 怎么 你认识 不认识 就是问问 我还以为你认识呢 段玉道 姓燕的 那可就厉害了 据说万遇商会长度一脉就姓燕 如果以后遇到姓燕的万遇商会人员 那极有可能就是出自这一脉了 徐青 如果遇到姓燕的又未婚的女子 我建议你 做个上门女婿 为什么 因为成为万遇商会的女婿就真的有用不完的钱了 切 钱也是万遇商会的 又不是某个人的 怎么可能有用不完的钱 徐青撇了撇嘴 还用不完的钱 真以为自己的无限课金系统是摆设 别的不说 光是一件主宰神器混沌中的价格 就是将整个万遇商会给卖了 都不知道够不够买得下来呢 你别不信啊 光是结婚的嫁妆 都是其他人几十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真的 成了万遇商会的女婿 你可以少走几万年的弯路 徐青摇了摇头 虽然在进入星空之前 他也这个想法 但进入星空之后 觉得还是靠自己双手比较好 当然 如果真的有适合他牙扣的软饭 他自然不介意狼吞虎咽 啊 本圣的钥匙 圣元族御寿师看到自己的黑心之池 落入人类手中 顿时怒不可遏 人类 将钥匙交出来 否则死 他背后的羽翼猛然震动 瞬间来到徐青等人头顶 啊 大老黑不高兴了 居然有不开眼的家伙 非得比自己还高 简直岂有此理 一口雷龙吐息喷了出去 化为一道黑色雷柱 轰击向对方 圣元族御寿师感受到一股恐怖的死亡气息 顿时浑身发寒 羽翼猛然震动 瞬间飞向一旁 但尽管如此 他的一只羽翼 也被大老黑的雷龙吐息彻底摧毁 圣王级灵兽 圣元族御寿师大惊失色 转身就要离开 他承认在同级之中 自己确实很强 但也只是同级之中 对方超越了自己一个小境界 但还是晚了一步 一道黑色雷霆从天而降 精准地轰击在他的脑袋上 直接让其脑袋轰然炸开 但圣级御寿师生命力强大无比 而且圣元族御寿师 因为兽化的原因 生命力更是强大 即便头颅炸开 也并没有立即死亡 只见他快速自空间戒指内 拿出一瓶治疗药液 滴在自己炸开的脖梗处 肉眼可见的 一颗完整的脑袋 从新生长了出来 而在这个动作进行的同时 他的身躯也在不断后退 这一幕 看得徐青都忍不住地 想为对方喊出666 不过也仅限于此了 大老黑再次闪现到对方面前 雷鸣爪施展 龙爪挥动 黑色雷霆闪耀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圣元族的身躯再次炸开 而后又是一记小型的鸣雷炼狱落下 圣元族彻底灰飞烟灭 在圣级这个等级 哪怕双方只是差了一个小境界 却也是碾压式的攻击 玉兽师死了 他的那些灵兽们 也陷入了暴动之中 攻击各方面都受到了巨大影响 没多久就被七子石等人彻底斩杀 多谢前辈出手 七子石返回向徐青道谢 否则就凭他们三个 恐怕还真的未必就是对方的对手 无妨 顺手而为罢了 徐青无所谓说道 不过他仔细看了 没有在那个圣元族玉兽师身上 发现空间戒指 这让他多少有些不爽 上次人家那个准圣血缘 都有将近一千亿的灵金呢 黑心实在是对自己太不友好了 这些人都不将财富带在身上 如果放在外面 徐青可以相信 自己这次绝对赢骂了 而就在这时 整个黑心空间突然开始震动起来 走 快出去 黑心要消失了 段玉急忙喊道 第148章 太古狂恶 来得这么突然 徐青惊讶 提前这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一般来说 如果黑心支持没有被其他人获得 黑心存在的时间可能会更久一些 可一旦要是被其他人得到了 黑心就会开始消失 段玉解释道 随后 众人坐在万遇商会飞船中 朝着黑心外面飞去 而然就在这时 飞船侧面突然裂开一道巨大如鸢的裂缝 一只恐怖的兽爪抓了过来 兽爪巨大无比 相比之下 整艘飞船都显得有些渺小 而且能看得出 那只兽爪的目标就是他们这艘飞船 大危机 大危机啊 其子时惊恐大叫 其他人也脸色一片苍白 如此恐怖的兽爪 他们根本无处可逃 他的目标应该是我 徐青突然就没说到 你们先走 我随后就到 说完 直接跳下了飞船 徐青 旗下哥急忙大叫 少爷 老徐 段玉急忙喊道 在黑心彻底消失之前必须地回来 否则必死无疑 知道了 跳下飞船的徐青应了一声 手中硬爵掐动 一条庞大的银色神龙出现在飞船侧面 巨大的龙爪挥动 抓象自虚空裂缝中出现的兽爪 强大到骇人的力量爆发 所过之处 虚空破碎 轰隆一声巨响 两只兽爪撞击在了一起 煞时间 巨大的能量风暴已碰撞中心爆发 粉碎了附近空间 并引起虚空刚风流出 所过之处 所有有形之物彻底化为乌有 徐青回头 看到万遇商会的飞船消失在了黑心之内 随后又看向前方的那只兽爪 灵兽 太古狂鳄 等级 王图腾 成长度79% 属性 雷 种族滋质 图腾级 技能 万雷灭天 图腾级 天雷允 圣级 居然是一只王图腾灵兽 徐青眼睛微眯 不过好在因为虚空的存在 对方的力量被削弱了 不然大图腾的虚空古龙还真不是对方的对手 两只灵兽在不断碰撞 强大的技能释放 轰隆 兽爪通过的虚空通道发生了巨大爆发 恐怖的能量如同蘑菇云般蒸发 正是图腾级技能虚空大爆炸 刹那间 太古狂鳄的那只爪子上金色鳞片翻飞 血肉四射 赤红的鲜血如小河般流淌进虚空 好 恐怖的怒吼声仿佛隔着无尽空间 彻底到这片空间世界 而后 金色雷霆闪耀 浩荡的雷光自金色的兽爪爆发 如同蔑视天雷般披向虚空古龙 面对对方的图腾级技能 虚空古龙毫不示弱 再次释放出虚空大爆发 毕竟 这也是他唯一的一个图腾级技能 威力最为强悍 轰隆隆 两股能量相撞 爆发出毁天灭地般的能量 冲击的两只灵兽都连连后退 大千剑 徐青大吼一声 悬浮在肩头的银色光团大千剑 瞬间附着徐青身上 仿佛化作了一件银色衣袍 将徐青包裹在了当中 一时间 徐青仿佛感受到了 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加持在自己身上 这是大千剑的圣级技能世界之力 大千剑可以将自己体内 整个大千世界的力量 加持在玉兽师或者灵兽身上 只见徐青左手一拖 一座银色大钟出现在手中 正是宇宙级神器 大鱼钟 去死 徐青用尽全力 操控大钟撞击在 那只金色兽爪上 动 一声沉闷的钟声响起 悠长而深沉 碰 只一击 那只金色兽爪 轰然炸开 顿时泻雨纷飞 徐青本想再给对方来一下 却发现自己 和大千剑体内的能量 居然都彻底被抽干 不过 真不会是宇宙级神器 这威力默地说 此刻这片世界已经开始急剧收缩 许多空间都开始不断坍塌 崩灭 走 徐青招呼虚空古龙一声 赶紧朝着上方飞去 人类 本座记住你了 下次见面我必杀你 不知通向河地的空间裂缝中传来一道声音 切 记住我又如何 下次见面还不知道谁杀谁呢 徐青冷哼一声 站在虚空古龙头顶 朝着上方飞了上去 黑星之外 万遇商会飞船停留在星空中 众人看着不断缩小的黑猩猩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一旦黑猩彻底消失 徐青也将随着消亡 旗下哥紧摇嘴唇 捏紧了拳头 看着缩小到还剩下一半的黑猩 强忍着没有让眼中的泪水流出 会出来的 少爷一定会出来的 老爷子望着不断缩小的黑色星球口 钟南南道 但他的身体都在颤抖 秦朔等人也都焦急地额头渗出了冷汗 啊 就在这时 一道龙银声传出 一条银色巨龙突然出现在飞船面前 巨大的龙头俯视着下方 是徐青的那条空间蛟龙 众人眼睛一亮 徐青 旗下哥激动朝着徐青挥手 飞船舱门打开 徐青闪身进入其中 旗下哥直接扑到了徐青怀中 啜气道 我还以为你 没事 我想走他 还留不住 徐青抱着安慰道 众人后方 翘公子燕云长 看着搂在一起的两人 神色有些奇怪起来 因为旗下哥顶多 也就十几二十岁的样子 而那位徐青 绝对是图腾级强者 那等强者 至少也得是几万岁了吧 两个人的关系 怎么看起来像是情侣 老牛吃嫩草 一时间 翘公子燕云长 对徐青和旗下哥的 感官直线下降 虽说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强者拥有多少女人 都不为怪 可你们这样 正大光明的 未免有些让人不齿了 所以一路上 燕云长 都与徐青等人 保持着一定距离 万玉商会的战舰 速度比徐青 他们之前的战舰 快了很多 并没花费多长时间 便抵达了苍蓝星 不得不说 这颗星球 确实很大 地球在他面前 渺小的犹如一粒尘埃 也不知道 这颗星球的灵运 会有多么恐怖 徐青疑惑道 可以诞生神级本命灵兽 齐子石回答道 居然这么强 敖苏等人被惊到了 居然可以诞生 神级本命灵兽 这也算不得什么 有的星球 甚至可以诞生圣级 或者图腾级的本命灵兽 不过 那是几乎将整个星域星球的灵运 汇聚在了一起 段玉说道 齐子石惊讶看着段玉 这个连战地都没有达到的人 居然有知道这种事 而徐青这位图腾级前辈 又仿佛对星空一无所知的样子 可真是奇怪 第149章 苍蓝星 徐青等人跟着万玉商会 众人进入了苍蓝星万玉商会分部 他是来拿钱的 在到达万玉商会之后 燕云长在与众人道别之后便离开了 最后是齐子石将灵精拿给了徐青 不得不说 万玉商会的信誉确实很好 说好的100亿 极品灵精最后一分 没少全部给到了徐青手中 你们的信誉不错 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救下 你们万玉商会的人 徐青拿着商卡笑着说道 嗯 那就多谢前辈了 如果真有万玉商会人员 遇险而又被前辈救了的话 我万玉商会 绝不会亏待前辈 齐子石拱手说道 好说 好说 不过 还有一件事 要麻烦你一下 前辈青江 这朵河道花 能否拜托你们拍卖掉 什么 前辈要拍卖此物 齐子石震惊 看着徐青 段玉等人 也惊讶看着他 少爷 这件宝贝 你完全可以自己用啊 老爷子急忙阻止 此物可遇不可求啊 是啊老徐 以你的精华药材清合度 如果再用了此物 那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 敖苏也劝阻 如果运气好的话 徐青的药材清合度 完全可以达到32% 这是一个 何等恐怖的数值 整个星空 终怕是都无人能企及吧 齐子石惊讶看着徐青 这位前辈居然还是一位精华师 不过 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身旁的其他人 怎么都一口一个徐青的叫 这可是图腾级强者 不应该叫前辈吗 这是不是太没有规矩了 还有 那个老头居然称呼徐青为少爷 这世上有几万岁的少爷 怎么感觉这些人好奇怪的样子 哼哼 你们真觉得这东西 对我有用 我精华了那么多只灵兽 你们可见 我有失败过吗 徐青笑着问道 这 敖苏等人一愣 确实还真是啊 从地球到星空 徐青净化零售 就从来没有失败过 所以 这和道花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 还不如拍卖换钱呢 好 既然前辈已经决定了 那我们就走正规拍卖流程吧 下个月 刚好有我万语商会 一年一度的拍卖会 如果提前将消息放出去 我想一定会拍卖出一件 极高的价格 齐子石内心激动说道 能交手如此大一笔买卖 对他的业绩 也有很大提升 徐青跟着齐子石 当即办了拍卖的 相关登记和手续 最后才带着齐下哥等人 进入了附近一家大型酒楼 我原以为星空中 应该是类似古代时候 那种亭台阁楼 飞檐翘角 没想到 居然是比地球还高的 高楼大厦 敖苏走在宽阔的街道上 看着两边的豪华建筑说道 这个世界的建筑 充满了科技感 甚至有的 都悬浮在半空 有常规高楼形态 也有金字塔形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形状 甚是奇异 身穿黄金战铠的薛龙解释道 实际上星空中的科技很发达 不过这些科技 都是出自维塔族人之手 他们虽然也是预售师 但却更擅长科技 他们甚至可以制造出 媲美神级 或者更高等级的攻击型战舰 科技之恐怖 简直超乎想象 维塔族人 又是维塔族人 徐青不止一次 听说过这个种族 还有可以炼制各种灵气的矮人族 如果有机会 他一定要去见一见这两个种族 但就在众人 快要抵达酒楼时 一个成奇这金色磁悬浮机车 头戴头盔的青年 猛然从机车道路上 冲入人行街道 众人头顶 而后从徐青等人 身旁急驰而过 不仅一把抢了 敖苏手中的折扇 还在旗下哥 穿着牛子裤 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哈哈 好性感 很有弹性 美女 你的身上 已经被我做了标记 晚上我会光顾你的 机车上船 来嚣张的声音 啊 旗下哥一声惊叫 他本在好奇地 打量周围 新奇的环境 根本没有注意到 身旁有机车飞过 卧槽 你商标符号 敢抢我的扇子 找死是不是 敖苏大喝一声 大街上车水马龙 甚至有小型战舰 穿梭而过 人行道路上 人来人往 摩肩接踵 此刻看到有热闹 都不由的好奇 望了过来 是那些飞车党啊 他们运气真不好 居然被飞车党盯上了 不过这也难怪 他们的服饰 不像本地人 应该来自于其他星球 而且当中最强 这也就区区占地而已 这种人 在本地都没有什么势力 不欺负他们欺负谁 薛龙等人还好 但徐青等人的服饰 还有发型 都保持着地球的形态 与这个世界 有些像古时代的服饰 格格不入 很容易被人辨识出来 但就在众人议论之时 轰隆一声巨响 伴随着火光与烟雾 刚刚逃走的那辆机车 直接坠落在地上 众人望去 却是一男子 踩在了机车上方 直接将集池中的机车 硬生生踩到了地上 导致磁悬浮机车坠地 发生了爆炸 嘶 这个人挺强 居然可以将悬浮机车踩爆 周围众人望着这一幕 奇奇惊讶 因为这些机车的材料 采用的都是优质矿石 所以 机车本身很坚硬 就算与地面 撞击在一起 一般情况下 机车根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而现在 却直接炸了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被那个人踩爆的 徐青脚踩在机车上 脸色阴沉地看着 从机车这爬出 带着头盔的男子 居然敢拍自己女人的屁股 就是姓梁的来了 也不敢给他这个勇气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这辆机车值多少钱吗 这可是我花费上百亿极品零金 才弄到手的 就是你这个外星人 做一辈子奴隶 也赔偿不了 青年边取下头盔边 神色猙獰的 对徐青咆哮 只是下一刻 他便直接被徐青 捏住脖子提了起来 你 继承剧烈挣扎 体内能量轰然爆发 但拥有占地等级的他此刻 居然被对方压制得死死的 神级 这是至少是一个 准神级别以上的强者 继承瞬间 就意识到了不妙 你胆子很大 敢碰我的女人 徐青声音森冷 自己女人的屁股 只有自己可以拍 看到徐青那眼神 别说是被掐在手中的继承了 就是同行而来的舞妃 都不由冒出了冷汗 还好自己有不碰人气的习惯 否则当时 怕是就和这个倒霉的家伙一样了 第150章 继续提升实力 卧槽 那是继少爷 徐青将对方提了起来 围观众人 也终于看到了对方的长相 但一个个脸色却变得恐惧无比 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后退 徐青冷眼看着被自己提起来的人 陈生道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可惜 对方的脖子被他死死掐着 根本说不出话来 只能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看着徐青 就当徐青准备直接掐死对方的时候 旗下哥急忙赶了过来 劝阻道 徐青不要 我们刚来这里 人生地不熟 还是不要做得太绝 因为 他听到了周围人的议论 知道对方背景非凡 所以不想将事情闹大 那你说怎么处理吧 徐青问道 就斩掉他那只摸了我的手吧 好 徐青另一只手划过 继承的左臂便如豆腐般掉落在地上 鲜血哗啦啦流淌 低落的满大街都是 但纵然如此 继承只是痛苦的大吼 却没有在徐青面前放什么狠话 因为他很清楚 以对方的实力 想要杀他 不过轻而易举 若真惹怒了对方 刺激怕是真的会死在这里 所以 与其无能狂怒 还不如隐忍 徐青像扔死狗一样 将继承扔了出去 还顺走了他的空间戒指 系统一扫 好家伙 这果然是个有钱人 身上居然携带着近百亿的极品灵精 因为他刚刚听到对方说什么 就这两机车都花费了几百亿 星空中的人果然都很富有 这么看来 赚钱似乎也不是很难 这才刚来苍蓝星 就已经有二百多亿极品灵精到手 也就是近千亿的课金点 如果再加上核道花的价格 星空中赚钱果然很容易 在徐青等人离开之后 继承捂着流泻的断臂急忙离开 不过离开时 他看向徐青等人目光中的杀意 却已经浓郁到了极致 外星人 你们等死吧 周围众人 看向若无其事的徐青等人 急急为他们默哀 在他们看向 那几个外星人死定了 因为继承乃是苍蓝星星主的儿子 赶在这颗星球上 对继公子动手 将来怕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进入酒楼吃过饭之后 众人打算休息一段时间 再好好看看 这个星空中的世界 徐青 帮我净化一下灵兽吧 段玉找到了徐青 之前在万玉商会中 他取出了自己的部分资金 这些钱足够他净化灵兽了 好 徐青点了点头 净化灵兽而已 对他来说 根本花费不了多长时间 段玉的灵兽不多 除了之前契约的火灵兽 和四翼龙鹰之外 还有一只双生狼 和紫棘地藤 双生狼乃光暗双属性灵兽 可以在双明与黑暗形态下 来回切换 光明形态时 对方的通体洁白 黑暗形态时 又是漆黑一片 当初在契约这种灵兽时 段玉还特意询问徐青 能否净化这种灵兽 如果无法净化 他也就不会契约 因为属性越是复杂的灵兽 进化起来也就越难 在见识过徐青的净化手段之后 他已经不信任别人的 那种概率事件了 所以如果徐青无法净化 段玉也就不会契约 你是要净化到什么资质 徐青问道 神级 看在我们认识这么久的份上 我给你打八折 无妨 我有的是钱 徐青就喜欢和这种畅快人做生意 没多久 四肢灵兽 被他齐齐净化到了神级 赤焰麒麟 天龙鹰 日月双生狼 徐天祖腾 段玉再次被震撼到了 他上一世活了那么久 真的没有见过 像徐青这样变态的存在 如果可以的话 我奉劝你契约一只光属性灵兽吧 付过账后 段玉说道 有什么说道吗 怎么说呢 你已经见识过天神族和圣元族 但除了这两族之外 还有一个地狱族 这个种族有些变态 普通属性灵兽 对它们造成的伤害减半 唯有光属性 火属性 雷属性灵兽 才能对它们造成150%的伤害 所以为了以防以后碰到这个种族 我先给你提个醒 哦 对了 你那只雷属性的灵兽 几乎无法对它们造成伤害 徐青诧异 大老黑无法对地狱族御兽师造成伤害 为何 他不由好奇问道 因为他的雷属于明雷 乃是至阴之物 与地狱族同源 这样啊 徐青点了点头 没想到地狱族还有这样的特性 行 我知道了 断玉离开后 徐青摸了摸下巴 如果是其他人说这话 他可能要考虑一下真假 但作为轮回者的断玉 那几乎就不会有假了 系统 充值 兵 恭喜宿主充值270几品灵精 32亿下品灵精 总共获得1382亿克金点 请宿主尽快使用 则则则 1000多亿克金点啊 足够进化出一只图腾级灵兽了 不过徐青不打算进化 而是打算 先将虚空古龙提升到地图腾级别 如此以来 图腾级之中 它几乎也就是无敌的存在了 系统 购买虚空古龙的王图腾 和地图腾灵兽经验包 收到 恭喜宿主消耗700亿克金点 成功购买灵兽经验包 灵兽正在吸收中 宿主请稍候 没多久 经验包吸收完成 虚空古龙的等级的 顺利地达到了地图腾级别 徐青看了一眼 又花费100亿将 圣级技能空间切割 提升到了图腾级 而且不止如此 它使用克金点将 其他技能 全部提升到了圣级 又花费100多亿 让虚空古龙 学习了新的图腾级技能 空间魔方和空间瞬移 后者自然不必多说 前者可以将一片空间 化为魔方 将敌人永远困在当中 而且 每次魔方转动之时 会伴随着恐怖的 空间切割之力 一旦碰到 除非同等级的防御 或空间类灵兽 否则没有其他灵兽 可以挡得住 空间魔方内的切割之力 可谓是攻防一体的强大技能 但这还没有结束 徐青又开始提升自己的技能 到了图腾级 灵兽的升级 已经不可能再那么快 所以 徐青直接选择提升自己 和其他灵兽等级 当然 如果某天突然暴富 拥有可以进化出 苍穹级的克金点 那时候再考虑提升到苍穹级 而且他也了解到 哪怕放眼正片星空 图腾级也算得上强者 除非那些极其古老的大势力中 才会有苍穹级和宇宙级作战 第151章 圣麒麟 一番操作 徐青将几个技能提升到图腾级 虽然消耗了几百亿克金点 但却大大增强了自身战力 而后又想到段玉所说的 光属性灵兽 思虑片刻 徐青又消耗十多亿克金点 直接购买了一只光属性的圣麒麟 这是一只通体银色的麒麟 身上绽放着璀璨的银色光芒 似师又似虎 微风赫赫 灵兽 圣麒麟 等级 圣王 成长度100% 属性 光 种族资质 圣极 技能 光明普照 圣极 光明天锁 圣极 盾光闪 圣极 圣光守护 圣极 聚光冲击波 圣极 星光漫天 圣极 圣光铜 圣极 光明普照 乃是圣麒麟身上光芒所照之地 没有黑暗 这是暗属性灵兽的克星 光明天锁 乃是光明之力 凝聚出九道带有枪头的光明锁链 可贯穿对方身躯 并将其束缚 圣光守护 乃是辅助技能 可谓队友施加一层光明铠甲 拥有不错的防御能力 至于聚光冲击波 和圣光铜 都属于攻击技能 前者是从口中喷出一道光柱 而后者则是自双眼中 击射出两道光芒 都拥有很强的杀伤力 至于星光漫天 乃是圣麒麟在自身旁 凝聚无数如同星光般的光点 而后击射向对手 属于大范围攻击技能 学青满意点了点头 如此一来 光属性灵兽也有了 开挂就是好啊 如果是其他人培育灵兽 则需的从一阶慢慢提升 然后再购买 适合自己灵兽属性的灵兽技能书 如此一来 就有可能发生 其他灵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等级 而星期约的灵兽 却还只是在很低的修为 徐青打开了属性面板 御兽师 徐青 等级 地图腾 一节 体质 混沌重铜 志强序裂 药材清合度 90% 正10% 兽体清合度 90% 正10% 灵兽 七色焚天炎 契合度100% 虚空古龙 契合度100% 星空生死莲 斩天神剑龙 九幽名雷龙 大千世界 斗战血缘 兵皇 圣麒麟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崇同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 归始 战绩 九龙镇天拳 图腾集 仪器画三清 图腾集 星空掌 图腾集 灭星指 图腾集 惊雷枪绝 圣集 奔雷闪 神集 空明脸西数 神集 画古易容术 神集 灵气 雷鸣枪 九星 恶鬼面具 九星 大雨中 宇宙集 职业 神集 资质进化师 圣集 灵兽 培育师 课经典 107 7000 0000 看着属性面板 徐清微微点头 虽然课经典 消耗的所剩无几 但自己的实力 却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如果要是有一柄 图腾集 长枪灵气就好了 其实徐清最看重的 乃是那柄 通体漆黑的 无上神器 是神枪 哪怕隔着系统 伤成 他也能感受到 恐怖的杀气在涌动 足以见到 这柄长枪的不凡 可惜对方太贵 他现在身价 也只能想想罢了 做完这一切 徐清带着旗下哥 离开了酒楼 他要去这里的 进化师工会 这才是他来这里的 目的之一 只有经过在这里 认证的进化师 才能在星空中 畅通无阻 这个世界确实很繁华 各种高科技的交通工具 在街道上来回穿梭 虽说这是玉兽世界 但在城市的街道上 却很少能看到 零售的影子 仿佛这就是一个 科技事件 两人拦下一辆 科技飞船 没多久就抵达了 进化师工会 天宫进化师工会 站在工会门前 徐清皱眉看着 科技板上 闪烁的流金大字 天宫 难道也是一个 什么组织 会不会就像 地球的御寿师联盟一样 旗下哥奇怪道 哼 外星来得香巴佬 连天宫都不知道 门口出刚好 进来的一个青年 看向徐清两人 满脸的鄙夷 不过他还是解释道 天宫乃是星空中 最为庞大的 御寿师组织非图腾级强者 都没有资格加入 就连星球公约 都是他们制定的 别告诉我 你们连星球公约都不知道 看到徐清两人 依旧面无表情 青年摇了摇头道 还真的是香巴佬 说吧 静止朝着大门内走去 管闲事的人真多 旗下哥嘟囔一句 随后说道 要不我们两个 换一身衣服吧 我们这服饰 真的太现眼了 等从这里回去之后再换吧 徐清说道 所谓入乡随俗嘛 太特立独行也不好 而且徐清看到 在天宫净化师公会入口处 有许多人都紧紧盯着大门位置 一旦有净化师出现 他们就会上前拉拢 这些就是之前薛龙所说的 各大势力的人员吗 星空中的净化师 只有两个去处 要么留在天宫净化师公会 要么加入各大家族试炼 至于单干 那是不存在的 因为那些势力们不允许 如果不服从规则 那最终的结局 只有消失在这个世上 因为只有如此 那些势力大族们 才能拥有绝对的势力 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可以说星空中的那些 没有大势力做靠山的御寿师们 是很难有前途的 当然除非那些 觉醒了高级资质 本命零售的御寿师们 虽然这里 只是天宫净化师公会 一个分布 但规模很大 当中往来之人 络绎不绝 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来这里认证净化师的 因为苍蓝星 及其周边 许多星辰那些觉醒了 药材清合度的御寿师们 都需要在这里考核 所以这里 每天都热闹非凡 你好 请问你是来考核 净化师资格证的 还是来提升 净化师资格证的 刚来到大厅之中 便有接待人员 急忙前来接待 对于任何一个 进入这里的人 接待人员 都不敢有丝毫怠慢 因为这些人 将来都是净化师 我是来考核 净化师资格证的 徐青说道 请问您是考核 什么等级资格证 神级 那您有九星资格证书吗 嗯 没有 阁下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考核证书 需要一级一级的考 只有在拥有低阶证书 才能考核高阶证书 接待人员一看徐青穿的衣服 便知道对方来自其他星球 这样的人 在他们这里 见得太多了 所以都会有轻提示 第152章 盖世妖念 徐青摸了摸鼻翼 只能按照这里的规定 先进行检测 药材清合度 然后再考核 之所以要检测药材 清合度 就是为了让预售师们 有的选择 毕竟药材 清合度越高 净化成功率 也就越高 谁都想在净化零售时的 成功率高一些 而且 清合度越高的净化师收费 也就越高 不愧是大城市啊 看着大厅内的上百台 检测机器 徐青感叹道 当初在地球的宁城市 净化师工会 只有这样的一台机器 而且 与宁城市 还有一处不同 宁城市 人们大多数 是为了检测 自己有没有 药材清合度 而能来这里的清一色都是 已经私底下检测出来 药材清合度 来这里 只是为了得到 天工净化师工会的认可罢了 就像银行排队一样 领了号码 徐青到一台机器面前 排起了队 哟 这不是香巴佬吗 我以为你来这里 只是为了瞻仰一下 天工净化师工会呢 没想到 就你这样的居然觉醒了 药材清合度 一道突兀的声音突然响起 徐青看去 在隔壁机器 所在队列中 看到了一个 有些熟悉的身影 却是之前 在门口处遇到的青年 不过 他只是看了一眼 便懒得搭理对方 世界这么大 总会遇到一些 脑残和智障 又何必试事计较 结果 对方看到徐青那轻飘 且不屑的眼神 顿时不爽了 脸色一沉 香巴佬 本少问你话呢 哑巴了 徐青脸色微沉 如果这里是别处 你的脑袋已经没了 你说什么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你聋了吗 我说 你应该感谢这里的净化师 工会保护了你 否则我绝对打爆你的脑袋 好好 我倒要看看 你待会儿如何 打爆我的脑袋 狄空捏紧了拳头 他保证待会儿 要让这句话 应验在对方身上 在这苍蓝心上 敢和他狄空 这么说话 可没有机会 就是新主之子 来了也得掂量掂量 狄空 你不行啊 平时霸道惯了 这次踢在铁板上了吧 另一对中 传来幸灾乐祸的笑声 卓家卓凡 哼 跟你有个屁的关系 狄空冷哼一声 什么铁板 如果不是因为 这里不适合动手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厚冷冷地看着徐青 怎么能这么说呢 看到你狄空狄大公子 识别我怎么能不开心呢 我恨不得把酒相沁啊 嘿 兄弟 不知来自哪个势力啊 卓凡看着徐青 好奇问道 他一身白色长衫 黑色长发披肩 眉青目秀 风神俊朗 一个人 没什么势力 徐青平静说道 呃 莫势力 你就敢得罪狄空狄大公子 哼 谁说要有势力 才能得罪他的 徐青不屑冷笑一声 卓凡一愣 而后大笑起来 说得不错 谁说要有势力 才能得罪他的 不过 就是个狄家公子而已 看到狄空那铁青的脸色 卓凡更加开心了 不过他心里 却已经没有了 在结交徐青的想法 因为这个世界等级阶级 真的很严重 没有背景 几乎寸步难行 呵呵 你们就笑吧 待会儿有你难受的时候 狄空听着卓凡的大笑声 阴森森地看着两人 待会儿等到自己 药材清合度检测出来的时候 要让他们跪下来 从自己胯下爬过去 否则难卸他心头之恨 卓凡心中一领 当即收拢了笑容 同为苍蓝心人 而且 作为狄家的对手家族之一 他可是听说 狄空检测出了 20%多的药材清合度 如果真的是那样 那可就不太妙了 拥有那么高的药材清合度 恐怕都会被天宫进化施工会 当作做上兵了 莫多久 率先轮到卓凡检测 结果 机器显示为 17% 这是净化施 一脉妖孽级别的存在 而如此高的药材 清合度自然也引起了 天宫许多净化施的注意 一些大佬们 纷纷出现在大厅之中 想要收着凡 为弟子 甚至 就连此地的天宫会长 谢碧翁都亲自出现 这是个拄着拐杖身穿 灰色长袍的老者 因为长时间 与各种净化材料 打交道 所以 身上散发着一股 浓郁的药香 一时间看着众人 羡慕无比 无论是在地球也罢 还是在星空中也好 对于净化施的 划分都是一致的 而能引动会长出面的 也只有15%以上的妖孽了 然而 还不等谢碧翁开口收图 狄空突然冷笑一声道 哼 什么妖孽 不过 就是个17%的垃圾而已 他的声音很大 生怕别人没有听到一样 嗯 小子你很狂 怎么 难道你的亲和度 比他还要高 谢碧翁眼中 闪烁金光来了兴趣 这种场合下 敢说出这种话的 必然是因为自己的亲和度 比对方高 不然 那就是找死了 呵呵 会长大人 只管看好就行 狄空自信一笑 一时间 所有人将目光 都聚集在了他的身上 莫多久便轮到狄空 而检测结果 居然高达21% 这一下犹如 点燃了火药一般 所有检测的进化师们 都彻底沸腾了 21%的药材亲和度 这可是盖世妖孽啊 就算是在这片 星空之中不知多少年 才会出现一位 果然 着反紧握拳头 满脸的不甘 虽然他们之前 仅仅相差4% 但这4% 却是一道天欠 别说4%了 在进化师之中 哪怕1%都有着天壤之别 往往就是那百分之 一便决定此次进化的成败一 21% 好好 莫想到 居然达到了21% 谢碧翁显得格外激动 快速来到狄空面前道 年轻人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拜前辈为师 自然是我等进化师 一直的愿望 不过在此之前 我还是先要解决一些问题 狄空平静说道 会长的出现 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也没有太大震惊 你说 无论什么问题 我都可以为你办妥 谢碧翁沉声说道 现在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 将这个人 收为弟子了 晚辈向来 有怨报怨 有仇报仇 刚当晚辈被两人极尽侮辱 所以现在 只想要他们的一个道歉罢了 狄空看着徐青和卓凡冷声道 嗯 你想怎么的道歉法 谢碧翁略这胡须问道 很简单 晚辈要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 从我的胯下钻过去 第153章 全部镇压 只是当狄空点出两人时 谢碧翁微微皱眉道 那个年轻人 你可以随意处置 但卓凡不行 他毕竟也是17%的妖孽 你们以后说不定还会共事呢 真的可以随意处置 狄空惊讶问道 没错 你可以随意处置 谢碧翁点头 就算杀了他也没事 区区一个净化师而已 没事 主要是他不觉得 对方你超越21% 否则就不会说出这种话了 狄空冷笑一声走向徐青 这是 你自己找死的 下辈子记得不要那么嚣张 然而就在众人 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徐青身上之时 他却平静地 看向会长谢碧翁道 在这里可以动手 你们天宫净化师公会 还讲不讲规矩 后者手中拐杖 猛然一处地面地砖 冷喝道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他双眼如阴笋般盯着徐青 似乎要凭借眼神 将对方撕裂一般 然而他话音刚落 徐青骤然出手 大掌猛然落下 砰的一声 刚走到他面前的敌空 骤然化为一滩血雾 整个净化师公会 陡然为之一镜 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 徐青会暴起发难 直接杀了敌空 灼烦猛了 一群净化师们也梦了 会长谢碧翁更猛了 早说这里可以动手 我一早就宰了他 哪里还用等到现在 徐青若无其事地拍了拍手 你杀了他 你居然杀了一个清和度 达到21%的盖世天才 小子 你该死啊 谢碧翁咆哮 壮若疯狂 一头花白的头发 随着体能能量浩荡 开始乱舞 他还想着 将敌空送入天宫总部呢 现在居然没了 还是在自己眼前没了 杀了就杀了 你不是说 这里可以杀人吗 看把你愤怒的那样子干嘛 小子 我说的可以杀那是 他可以杀你 但你却不能杀他 呵呵 这是什么狗屁规矩 徐青冷笑一声 我说了 在这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然后呢 你能咬我呀 你 我杀你 谢碧翁大吼一声 手中神器拐杖举起 璀璨的光芒 自拐杖上绽放 瞬间化为 一道光冲向徐青 手中的拐杖猛然砸下 虽然他不擅长战斗 可好歹也是圣极欲兽师 不是寻常人可以抵抗的 然而 徐青 只是衣袖一挥 一股浩然伟力降临 轰击在谢壁翁身上 如一柄大锤一般 砸在了对方身上 顿时让他的身体 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哇 一口鲜血喷出 染红了地面 你 你 来人 给我杀他 杀时间 一股股恐怖的气息 圣极气息 自进化石工会深处爆发 眨眼间 十几道身影 瞬间降临在了徐青面前 众圣极强者 没有任何言语 直接对徐青出手 要以雷霆之势 将他镇压 此刻所有 正在这里检测 自己清和度的人 都被这阵仗吓呆了 哪怕他们中有一些人 来自于一些大势力 可也没有见过 这么多圣极强者降临啊 一时间 直接被这股气势 惊得不敢动弹分喉 我还真的是 和工会泛冲啊 徐青冷笑一声 在地球的时候 就和那些人 很不对付 来到星空中 还是和这些人 很不对付 既然这样 我也就没必要留守了 徐青一拳轰出 低沉的龙银 阵阵响起 携带着 恐怖的力量 朝着几位圣极 御寿师杀去 然而 他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却突然收手 现在想收手 完了 敢对我们天宫出手 你看你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的 今日你休想 活着离开这里 杀 给我杀他 谢避翁咆哮 现在他已经 不仅仅是为了 敌空要杀徐青 更是因为对方 蔑视他制定的规矩 这已经触犯了 他的逆龄 在这片星域的之内 他谢避翁 哪次不是说一不二 谁人敢反驳自己半句 可现在出现了 他绝不允许 这样的人存在 然而 就当他和众人 都以为徐青 是因为惧怕 而收手时 却见徐青 招式 瞬间变换 原本打向他们的拳头 直接变化成了手掌 而后一掌 镇压下去 轰隆 所有镇压 像徐青的圣级强者们 仿佛受到了一股 无与伦比的力量 从天而降 一个个不受控制地 从半空中 直接跌落了下来 趴在地上 无法动弹 图腾吉 你是图腾吉 御寿师 有圣级强者 惊恐大喊 一瞬间 所有人震撼 不可思议地看着 那个青年男子 图腾吉 他一个图腾吉 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灼烦震撼 图腾吉 已经是这片 心欲巅峰的存在了 此等强者 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 还来这里干什么 还好 我之前并没有得罪对方 否则下场 恐怕也和敌空 差不多啊 登登登 谢碧翁 神色惊惧地连续后退 他那些规则 的确需要被遵守 但那只是对于弱者而言 如果是强者 那就另当别论了 毕竟这个世界的本质 是强者为尊 前 前辈 晚辈不知前辈 是图腾吉强者 多有冒犯 还请前辈恕罪 晚辈为 刚才的鲁莽道歉 谢碧翁公身说道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徐青平静说道 如果道歉 可以解决任何事的话 那还要那么多的 规矩律法 做什么 你 你前辈你想如何 谢碧翁 硬着头皮问道 我想如何 徐青大手凭空一捏 谢碧翁的脑袋 便被他捏在了手中 前辈手下留情啊 晚辈 晚辈乃是天宫进化 施工会会长 还请前辈 看在天宫的面子上饶 晚辈一命 谢碧翁急忙求情 就算他靠山很大 可也怕死啊 天宫 我跟天宫之间 有什么交情吗 徐青冷笑一声 而后手中 召唤硬诀掐动 大千世界被他召唤出 世界属性灵兽 你居然有世界属性灵兽 你是天宫中高层 看到世界属性灵兽 谢碧翁大惊失色 因为哪怕是在天宫之中 世界属性 也只有那些高层 才能拥有 普通人根本不配拥有 这种属性灵兽 徐青没有理会对方 反而直接 将他们一个个的 抓进了大千界 镇压了起来 至于杀他们 现在还不是时候 毕竟这么多盛级强者 还有一个工会会长 如果敲诈一笔的话 应该能值很多钱吧 他徐某人对杀人不感兴趣 只对钱感兴趣 第154章 会长糊涂啊 好了 这样就安静了 我们继续检测吧 徐青平静说道 所有人呆滞 发生了这样的事 你还有心情检测 怎么心就这么大吗 怎么 你们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徐青冷笑一声 不敢 不敢 前辈请 其他进化师们一句话 不敢多说 这事个连会长 还有那么多盛级强者 都敢镇压的狠人 他们可不敢得罪 只是 他抓会长 和那些人意欲何为呢 看着徐青的背影 浊凡吞咽了一口唾液 这是个大麻烦啊 以后绝对不能和他有丝毫交集 他都不敢想象 一个敢活捉天公 进化师公会会长的人 以后将面临什么 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天公啊 此等事情 不知多少岁月 都没有发生过了 天公 绝对是不可能放过他的 不过这些徐青不在意 谁让那个会长 不按章程办事 还什么他的规矩 就是规矩 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装逼得有资本才行啊 只是当徐青检测出 90%的药材清合度时 所有人都傻了 这 这不会是真的吧 有人能有这么高的 药材清合度 如果是平时 所有人都会质疑 徐青的检测结果 但现在 他图腾级的等级 摆在那里 虽然众人震惊 但却没有人敢多说什么 那些进化师 大佬们东东圈了 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高的药材清合度 那个 前辈 您能否换一台机器检测一下 一众进化师震撼说道 可以 徐青点头 他也知道自己这个结果 多少是有点惊世骇俗 结果 连续换了两台机器 检测出的结果 全都一样 全部都是90% 这一下 所有人都彻底傻眼了 整个进化师工会内 所有看着这一幕的人 都炸翻了天 一个个不可思议地看着徐青 这一刻 所有人仿佛都忘记了 对方是图腾级 进阶露出 看待怪物般的眼神 90%的药材清合度 这简直就是前所未有啊 几个神级进化师更是火热地将徐青围在一起 差点就要来一句年轻人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但一想到对方的等级 几人顿时哑火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有人有如此之高的药材清合度 浊凡揉了揉自己眼睛 但那不变的结果却显得那么耀眼 前辈 您是要考核进化师资格证吗 一个神级进化师激动问道 没错 考核神级进化师 神级 所有进化师们顿时沉默 他们自己也不过就是神级而已 感情对方是个和他们同级别的存在啊 既然如此 前辈不妨现在就与我们一起去考核地点吧 好 约末半日之后 徐青从考核之地走了出来 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而在考核之地 留下一地呆滞的进化师们 谢会长胡托 怎么就得罪了这么一位大佬呢 几位神级进化师们痛哭垂地 当徐青那神乎奇迹的手段 展现在他们所有人面前时 所有负责监考的进化师们 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一位进化师一脉的大佬 可惜他们最后拼力 邀请对方加入天宫 徐青却只来了一句 你们天宫的规矩 我不是很喜欢后 便离开了 所有进化师 那叫一个后悔啊 哦 对了 因为你们的会长 让我很不爽 所以 如果你们想要救他的话 那就拿出足够的钱财吧 一位会长 加上那么多圣级强者 应该值不少钱吧 当然 如果你们不出钱的话 指不定哪天 我心情一个不开心 可能就会弄死他们 临走时 徐青对那些进化师们说道 怎么样了 旗下哥问道 自然是成了 徐青笑道 随后两人离开了 只是当他们走出大门时 几乎所有势力的负责人 都盯着徐青 但却无人敢上前 邀请对方加入自己家族 虽然他的药材 清和度达到了 亘古未有的程度 但得罪了天宫 几乎就是死路一条 如果邀请对方加入 搞不好 还会连累自己家族 而且 对方还是个图腾级强者 此等强者 不是他们那种家族 可以惹得起的 所以只能看着徐青离开 你镇压了天宫进化师 工会会长 会不会出问题 路上 旗下哥担忧问道 肯定会出问题的 不过没有杀了他们 已经算是我 宽宏大量了 如果他们 不知好歹的话 那就别怪我四票了 徐青平静说道 以自己如今的实力 在配合宇宙级 神器大雨中 就算是苍穹级强者来了 他也不倦 想起那个嚣张的会长 徐青 就十分想宰了他 但还是那句话 比起杀人 他更加喜欢钱 返回九楼门口 居然发现这里 被许多人包围了起来 而在内部 还有一些官兵 神色冷峻的扫尸四周 发生了什么 徐青眉头一皱 从人群中挤了进去 唉 真惨啊 干什么不好非 要得罪新主家公子 现在遭报复了吧 周围众人看着 被吊在酒楼上的那道身影 摇头叹息 何为新主 那是一颗星球的主人 又岂能是随便得罪的 是秦朔 当看到那道身影时 旗下哥惊呼一声 捂住了嘴巴 此刻的秦朔遍体鳞伤 浑身鲜血淋漓 被两枚巨大的钩子 贯穿了肩胛骨 就那么吊在酒楼门前的牌匾上 凄惨不已 徐青脸色冷冽得厉害 如一座冰川一样 散发着阵阵寒意 进入苍蓝星 除了天宫 也就得罪过一个人 机车少年 而天宫反应不会那么快 所以只能是那个 机车少年 就在徐青两人 挤进人群时 一个身穿战甲的神级玉兽师 瞬间就认出了徐青 看得出来 他是这些护卫的首领 是你 你就是那个 斩了少爷一条手臂的人 来人 给我抓住他 那个女的留活口 此话一出 彻底坐实了 他们的身份 是你们 将他弄成了这副模样 徐青声音低沉问道 没错 这就是得罪我新主府的代价 至于你们同行的其他人 都已经被少爷 亲自抓走了 现在的下场 应该不会比这个红毛 更好了吧 想要让他们活命 就乖乖地跟我前往新主府吧 至于你好像叫徐青是吧 你很勇啊 居然敢斩断我们 新主府少爷的一条手臂 小子 谁给你的勇气 然而迎接他的 却是徐青愤怒的巴掌 第155章 新主府不用存在了 我说的 一掌落下 面前神级御寿师的脑袋 直接被拍进了胸腔中 啊 这惊悚的一幕 直接让周围所有人惊恐大叫 他们见过杀人的 可没见过这么杀人的 简直变态啊 浩强 上位神御寿师 居然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也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难道对方是圣级御寿师吗 这下说不定有好戏看了 一些喜欢看热闹的人 低声说道 新主寄风 也是一位圣级御寿师 这次说不定会有一场大战 你 你居然敢杀了队长 其他身穿战甲的御寿师们 惊恐地看着对方 依旧站在那里的尸体 这惊悚的画面 让他们感觉一阵胆寒 徐青手中硬绝掐动 冰皇出现 一股强大的寒冰之气 席卷而过 所有新主府前来的御寿师 全部被冻成了白结的冰雕 这时秦朔也被旗下哥放了下来 徐青急忙照出星空生死帘 为他治疗 后者的圣级技能生命原液 乃是十分强大的治疗技能 只要目标没有彻底死亡 就能从鬼门关拉回来 一滴璀璨的绿色能量 低落到秦朔身上 他那身上的伤口 以肉眼科可见的速度愈合 只是没多久 秦朔便苏醒了过来 走吧 我们去新主府 徐青沉声说道 好 秦朔神色冷冽地取下之前 挂在自己双肩上的钩子 别人怎么对付他的 他要十倍地还回去 路上 徐青听秦朔 讲起了酒楼发生的事情 就在他们前往 进化施工会之时 新主府公子继承 带着大量护卫 直接包围了酒楼 在得知徐青不在这里时 直接让人出手 将他们所有人打成重伤 并将他吊在酒楼门前 好让返回来的徐青 前往新主府 继承说 如果今日之内 你不前往新主府的话 他就杀掉一半的人 秦朔沉声说道 新主府 别 别 别 很好 新主府的公子吗 你彻底激怒了我 今日过后 新主府便不用存在了 徐青冷笑连连 成为御寿师这么久 他还从来没有 像这次这么生气过 就算是当初 地球的御寿师工会 扣了自己应得的奖励 他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气过 抱歉 是我们拖了你的后腿 秦朔沉声说道 想想这么久以来 他们几乎没有帮到徐青任何忙 反而 还需要他为自己等人 解决各种麻烦 说什么呢 我可很指望 这你们以后帮我赚大钱呢 徐青无所谓说道 要怪就怪自己开了挂 其他人也很难追得上自己的步伐 就算他很努力地 为秦朔等人培育灵兽 但想要提升到神级或者圣级 却还需要不少时间 时间 等等 徐青突然眼睛一亮 自己可以契约一只时间属性灵兽啊 那样岂不是就能为他们 节省不少时间 喷喷喷 想到这里 徐青的心脏 就不由地快速跳动了起来 自己怎么就一直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 回头我就购买一只时间属性灵兽 徐青暗自想到 秦朔摇紧牙关 心中暗自立誓 一定要为徐青赚很多很多的钱 因为除了赚钱 似乎也没什么 可以报答徐青的知欲之恩了 或许是我当天太仁慈了吧 旗下哥握紧了拳头 如果当时直接杀了对方 或许就不会发生 现在这种情况 不 如果当时我将他给杀了 或许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 徐青思考着说道 如果杀了新竹府的公子 搞不好会直接 惹来新竹府暴怒 这种情况下 对方很有可能会直接下杀手 杀了秦朔他们 相比于现在的被抓 那才是真正的糟糕 而在徐青等人朝着新竹府前去时 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 也跟了过去 他们要看看今天的新竹府 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故 而且 圣级强者 在许多人眼中可不多见啊 金碧辉煌的新竹府大门前 今日却有好几道身影 被金属钢棍定在在巨大的石柱上 烟红的鲜血 沿着石柱流淌在地上 这是成竹府 被那些敢招惹他们的御寿师的惩罚 星空之中 弱者很难翻身 大家族的人都有背景 所以 能被钉在这里的人 几乎都没什么大的背景 就算有 也比不上他们新竹府 此刻 继承正坐在石柱前方的餐桌上 一边吃着东西 脸上带着笑意地看着 被钉在石柱上的几人 居然敢斩掉本公子一条手臂 也不看看我是谁 呵呵 抢你的一柄折扇怎么了 摸了一下那个女人的屁股怎么了 我父亲是新竹 整个星球都是我父亲的 本少爷要什么都是合理的 明白吗 香巴佬 继承突然起身 拿起身边的一件灵器 扑斥一声 刺穿了熬苏的大腿 疼得后者 额头青筋抱起 冷汗直流 呵呵 一声不吭 本公子最喜欢你这样的硬骨头 只有硬骨头啃起来才有趣啊 继承拿起另外一件灵器 这是一根如同藤条般的藤腕 上面长满了一根根弯曲的道刺 嘿嘿嘿 这个东西 是我最喜欢的宝贝了 继承冷冷一笑 新竹府高耸的阁楼上 新竹季风看着大门前的那一幕 不仅没有派人阻止 反而笑着感叹道 不知道多长时间 没有人挑衅过新竹府的威严了 没想到 这次居然是几个外星人 他一头乌黑的长发 留着一个分头 垂落在肩膀上 但整个人 不仅没有丝毫阴柔之气 反而极为凌厉 不过他 还是多少有些不爽 那就是 天宫进化施工会 和万遇商会两大势力 都在这里设立有分布 这让他这个新竹 总觉得头上悬着两座山 隐隐间压制的自己 心中有股闷气 因为这两个势力 他都惹不起 平时见了他们 也只得低着个脑袋 如果这两个势力 都离开苍蓝星 我才算是真正的新竹 但为何今日 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难道要发生什么大事 就在这时 季风看到 一朵朵雪花从天而降 眨眼间 满天的雪花降落 眼前居然已经白茫茫一片 这是 不好 这是有灵兽在动手 季风脸色一变 大叫一声 直接击碎剥裂 纵身一跃而下 朝着大门外的季臣飞去 而在大门之外 正拿着藤条 准备好好给 凹苏软化一下骨头的季臣 突然抬头 看着飘散的雪花 雪花洁白 覆盖面积极广 几乎笼罩了整个新竹府 第156章 我现在只想杀人 怎么好端端地下雪了 季臣皱眉 伸手接住一片雪花 但下一刻 雪花上绽放一缕白光 瞬间斩断了她的手掌 啊 季臣惨叫一声 看着眼前白茫茫飘落的大雪 顿时明白 这是有人在对他们新竹府出手啊 而这时 新竹府内接连不断响起惨叫声 洁白的雪花落下 却蕴含着无尽杀鸡 那些护卫 在接触到雪花的瞬间 直接被中创 紧接着 更多的雪花落下 新竹府内顿时惨叫成片 尸横遍野 而那些雪花落在地上 又快速凝结成冰 只是片刻间 整个新竹府居然彻底化为了冰雕 新竹季风快速来到儿子身旁 身上绽放出强大能量将继承保护起来 而后找出她的最强圣级灵兽赤炎天鸟 巨大的灵兽横空 震动雨翼 滔天的火光自她身上爆发 直冲天际 似要将天空中飘落的雪花融化殆尽 爹 是谁 是谁在对我们新竹府动手 纪尘听着耳旁传来的惨叫声心惊胆战 双腿都在发软 她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敢对他们新竹府动手的 季风双目绽放光芒盯着高空之上 她隐隐看到有一道如同帝皇般的伟岸身影 站在那里 正是对方施展手段降下夺命雪花 阁下到底是谁 为何无缘无故对我新竹府出手 季风怒吼一声 她的灵兽赤炎天鸟低鸣一声 震动燃烧着熊熊烈焰的羽翼飞向自己主人 因为季风发现 她灵兽身上的火焰对上那些雪花居然效果不大 不过片刻时间 赤炎天鸟居然差点被冻结成兵 造成这种愿意只有一个 对方灵兽的实力要超过自己灵兽 这个想法一出 顿时将季风吓了一跳 自己可是古圣级别的强者啊 难道是天宫或者万遇商会的强者 无缘无故 你们新竹府做了什么好事 你们自己应该清楚 一道冷冽的声音突然自季风两人背后响起 是你 你居然敢来这里 当继承看着这道身影时 顿时怒火中烧 这不就是斩掉自己一条手臂的那个人吗 我派去的那些护卫呢 继承看到自己派去的神级护卫 居然没有跟着对方一起来 他们啊 自然是死了呀 死了 就凭你这个香巴佬也能杀死我的那些神级护卫 这时季风沉声问道 他是谁 他就是那个斩断了我一条手臂的外星人 爹 你要为我报仇啊 继承大声吼道 闭嘴 季风怒喝一声 看向徐清冷声道 这只正在施展手段下雪的灵兽 不会就是阁下的吧 是又如何 祸不及家人的道理 阁下难道不懂吗 阁下的灵兽 施展如此恐怖的大范围灭绝手段 意在杀我新主府所有人 难道就不怕引起所有人的众目吗 祸不及家人 徐清大笑 新主大人还真是言以待人 宽以律己啊 斩你儿子一条手臂的人是我 可你的儿子 却将我的那些朋友们弄成了这副模样 如果真如你所说祸不及家人 那你们就应该直接针对我 而不是我的朋友们 徐清一步步走了过来 站在两人对面 哗啦 从天降的雪花落下 斩断了绑着敖苏等人的锁链 虚空古龙悄然出现 将几人带到了徐清跟前 进去聊伤马 徐清照出大间界 将几人带了进去 季风心中一灵 对方那只空间属性 灵兽出现时 自己居然没有丝毫感知 这只能说明 那只灵兽的等级 也在自己之上 伤彪符号的 自己这个龟儿子 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敌人 阁下实力超群 在下佩服 不过所谓冤家遗解不遗解 我在这里为犬子的无知行为道歉 还希望阁下能收回灵兽 我新主府必有后报 季风忍着 想要一巴掌拍死自己儿子的冲动 对徐清拱手致歉 自己交代过他多少次 在报复别人之前 好好探查对方来历 若是对方太强 那就忍一时风平浪静 若是对方没什么实力和背景 那就无所谓了 自己这个儿子 怎么就这么莽撞呢 季晨确实查过徐清背景 但他根本查不到 因为徐清是和万玉商会 一起抵达的苍蓝星 而万玉商会是他们新主府 不敢探查的地方 所以只以为 徐清就是个普通的外星人罢了 道歉 后报 不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现在只想杀人 徐清冷声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季风神色陡然一立 悬浮于他上方的赤颜天鸟 鸣叫一声 身上火焰骤然爆发 如同喷发的火山 爆发出惊人的气息 身下一堆利爪张开 抓象站在那里的徐清 只是当他刚刚有所动作的时候 肉眼可见的 一层洁白的冰层 瞬间将他笼罩 只是虚余间 庞大的赤颜天鸟 瞬间被冻成了一个巨大冰雕 从高空猛然坠落下来 将新主府一座高楼 都彻底压他成鸡粉 你 看到这一幕 季风倒吸一口冷气 他想到 对方会很强 可没想到 对方会这么强 赤颜天鸟 乃是他的最强灵兽 居然被对方轻易拿捏 季风当即不敢有丝毫保留 双手化作巨大鸟爪 背后升起一堆巨大羽翼 带着自己儿子冲天起 他自知不是对手 那就只有逃跑一条路了 想逃 你逃得了吗 徐清不屑 结果刚刚飞上天空的季风两人 瞬间被一只突然出现的银色举肘 一巴掌拍了下来 顿时身体军裂 口喷鲜血 狠狠砸在地上 阁下 座人留一线 事后好相见 我这新竹 可是经过天空认可的 如果阁下贸然杀了我 天空也不会轻易放过你 砸在地上的季风 终于恐惧了 对方实力太强了 强到可以轻易拿捏自己 天空 哼 你觉得 天空会为了你一个小小的圣级玉寿师 而大动干戈 徐清不屑说道 再说了 自己都镇压了天空进化事工会会长 你区区一个新竹算什么东西 徐清看着继承道 当时已经放过你一命 是你自己不知好歹 随后他将秦朔从大千界带了出来 道 这个人就交给你了 怎么收整随你便 秦朔点头 手中拿着当时贯穿自己肩胛骨的一堆大钩子 冷笑着朝着继承走去 不 不要 我不想死 继承连忙摇头 大喊道 爹 救我呀 你敢 季风大怒 化成兽爪的手掌 顿时燃烧起熊熊烈焰 猛然朝着秦朔抓去 第157章 星葵 惊脚龙莽 然而他这一掌 却被徐清挡下 不仅如此 还被徐清强大的力量 将他的整条手臂震得粉碎 啊 该死的 是你逼我的 季风痛苦大吼 左手瞬间捏碎了一枚玉符 这东西 他本不想用 但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用的时候了 再不用 怕是就没命用了 随着玉符破碎 新竹府上方的虚空 陡然震动起来 徐清眼睛微眯 将天空上的冰黄 召唤到了身旁 刚刚就是他施展了 圣级技能飘雪人间 才造成整个新竹府 雪花漫天的场景 不管你是什么 都阻挡不了我杀人 徐清一掌落下 拍击在季风的脑袋上 直接让他整个脑袋 都彻底炸开 这一幕 看得周围那些 围观者胆战心惊 新竹居然被人一巴掌 拍碎了脑袋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狠人啊 实力居然比新竹还要强 继承那个嚣张的家伙 这次可真的是坑爹了 原以为会有一场龙争虎斗 没想到居然是碾压 这里发生的战斗 自然吸引了周围很多人 但谁都没有想到 战斗居然会呈现 一边倒的碾压之事 而就在这时 虚空破裂 一道庞大的身影降临 恐怖的气息蔓延 瞬间笼罩了整个苍蓝星 图腾级 这居然是图腾级强者 不 这不是人族遇受尸 这是圣元族遇受尸 众人看到对方 没心处的金色环形本源印记 顿时一个个脸色大变 图腾级一族遇受尸 降临干什么 但绝对不会有好事发生 完了 这下完了 我们这个星球上 好像没有图腾级强者存在 天啊 这要如何抵挡 一族图腾级遇受尸啊 所有人脸色煞白一片 想逃 但在图腾级强者面前 他们连逃的资格都没有 徐青也看到了对方 那是一个人守舌身的存在 额头上很长着一对 巨大的金色龙角 金角龙马 圣元族 金角龙马 等级 王图腾 三杰 本源强度 73% 灵兽 龙雀 王图腾 风暴神龙 王图腾 噬魂蛇 王图腾 本命神通 本源吞噬 战绩 逆乱乾坤掌 图腾级 碎心拳 图腾级 灵气 奇心八卦棍 图腾级 阴阳两仪图 图腾级 这是圣元族的金角龙马 无论是圣元族 还是天神族 又或者地狱族 都只是一个大教法 每个种族有 又有很多细致划分 甚至还有相同的种族 只是他们的本命神通不一样吧 前辈 只要你帮我杀了眼前这个人类 晚辈愿意做你的心魁 季风的无头身躯内 传出声音 此话让周围一些神级玉兽师们 脸色骇然 心魁 心主他居然要成为圣元族的心魁 许多人站立着喃喃自语 什么是心魁 有人不解问道 所谓心魁 是指 让整颗星球 都成为对方的傀儡 因为心主 炼化了整颗星球 所以一旦心主心甘情愿 成为异族玉兽师的心魁 但凡在这颗星球上 诞生的玉兽师 都将化为对方的傀儡 但最为恐怖的是 通常情况下 我们不知道自己 已经成为了对方的傀儡 当我们成长到 能入异族玉兽师法眼之时 对方就会翘无声息间 收割我们灵兽的本源 血脉 或者灵魂 而且这种收割不可阻挡 我们只能任人宰割 有知情者一脸惊恐说道 可以说 一旦心主成了心魁 整颗星球 都将成为异族的韭菜 只要不暴露 他们就会一代代地收割 利用玉兽师们 不断强大自己 死 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居然还有这种诡异手段 异族玉兽师 在达到神迹之后 不仅能通过血脉 本源 灵魂提升 灵兽资质和灵兽等级 还有此种神秘手段 当真是诡异莫测 难怪那些异族玉兽师 会那么强 难怪据说有一些强者 心甘情愿地 想要成为异族玉兽师 光是对方种种神秘手段 对于兽师的诱惑太大了 别说其他人了 就是徐青都听得心惊肉跳 新主成为新魁 整个星球上的所有人 都成为新魁 而且自己居然 还没有任何察觉 卧槽 不知道地球有没有新主 万一有新主 而且早就沦为了新魁 可就坏了 因为之前段宇说过 地球在很久以前 也是一颗玉兽星球 既然如此 还真的有可能啊 不行 必须得找个时间 回地球看看 如果不确定 一下心理 始终不放心 试想一下 自己刻金刻得好好的 突然冒出一个人 收走自己的一切 那自己刻那么多钱 还有什么作用 不都相当于 在为他人做嫁衣 这是徐青诀 对不能忍的 哈哈 人类 你终于想通了吗 不过 你为何弄得如此大张旗鼓 让这么多人都知道 你成为了新魁 难道 你不知道这样会让他们诞生 消极的躺平 百烂想法吗 这可不是 我要的效果 我要的是 他们发愤图强啊 他们不努力 我怎么收割啊 金角龙莽不爽地看着季风 当初让他同意 非要考虑一段时间 结果 却弄得人尽皆知 算了 大不了待会儿 先将这里 知情者收割一波 只是这些人 视力太低 他一个三节王图腾吉 压根看不上 到了他这个地步 别说是圣极了 只有达到图腾吉 才会对他的资质 和等级更进一步 随后他的目光 落在了徐青身上 却发现对方 也紧紧盯着他 不对 应该说是 盯着自己手上 戴着的空间戒指 好多钱啊 徐青呼吸急促 通过混沌重铜 他看到了对方的空间戒指中 堆积如山的灵精 那架势 少说 也有几百上千亿吧 其实一族御寿师们 要灵精没多大用 因为他们灵兽的培育 可以通过吞噬血脉 本源等手段做到 只是在没有东西 可以吞噬时 才会使用使用 与人类御寿师 相同材料培育之法 但那样的进度 会比吞噬血脉 本源等 缓慢很多 人类 你那是什么眼神 金角龙莽 看着徐青冷声道 他居然看到 对方眼中浓烈的欲望 那是什么眼神 看起来居然那么邪恶 就像自己每次吞噬 御寿师灵兽本源时的 那种眼神 满是贪婪 我看你就像 再看一座宝库啊 徐青黑黑一笑 送上门的钱 自己岂有不拿之理 第158章 混沌见面 宝库 金角龙莽不明所以 但这并不妨碍 他想杀了徐青 一拳出 拳光耀眼 璀璨至极 似能湮灭星球一般 正是他的图腾 及技能碎星拳 恐怖的拳头 从天而降 像是一颗巨大的星球 即将撞击在苍蓝星上 这一刻 所有人感受到了 灭世般的危机 徐青冷笑一声 左眼中 混沌重铜转动 丝丝缕缕的 混沌之光弥漫 So 一道斑斓光束 猛然自徐青左眼中爆发 划破虚空 击射在金角龙莽 打出的拳头上 碰 一声炸响 对方的那只拳头 连带着手臂 直接炸开 鲜血顿时洒满了星空 正是混沌重铜的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但这还没完 混沌之力 在金角龙莽 所站之地的上方 与下方化为两个 正在缓缓旋转的 混沌世界 开始不断 将站在中央位置的 金角龙莽磨灭 混沌重铜的 另一本命神通 混沌界面 在转动的 混沌世界之下 足以磨灭任何事件 啊 金角龙莽大猴 此时的他像是 站在两个世界中央 正承受着来自两个 混沌世界的无上伟力 这是什么技能 他口中发出大叫声 一手撑着一个混沌剑 双脚踩着一个混沌剑 然而 他的手和双脚 却不断在被两个世界磨灭 他想逃 却逃不掉 两个世界 像是将他禁锢在了哪里 支支磨灭成灰烬 啊 出来吧 龙雀 风暴神龙 是魂蛇 关键时刻 他果断照出了自己的 三只徒藤级灵兽 给我杀那个人来 金角龙莽一对 金色眼睛 充满杀意地看着徐青 他知道 今天不杀掉这个人来 对方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能力 便不会消散 好 三只灵兽嘶吼着 朝着徐青杀了过来 去 徐青大手一挥 长达数万米的 虚空古龙迎了上去 四只灵兽在高空中相遇 瞬间交手 然而 只是一个回合下来 是魂蛇便被虚空古龙 拍碎了脑袋 而后又是一番交手 龙雀与风暴神龙的尸体 也从高空中坠落下来 什么 你 你居然有地图藤级别的灵兽 金角龙莽惊恐大叫 他刚刚使用治疗药物 将自己炸开的手臂 恢复如初 却惊骇发现 自己的三只灵兽 居然都死了 而对方那条银色巨龙上 爆发的气息 赫然是地图藤级别的气息 啊 人类 我和你拼了 金角龙莽大吼 没清楚圆环 本源印记 爆发出金氏害俗的力量 他在燃烧自己的本源 以达到增强战力的作用 他的身上 覆盖起了一层层金色龙铃 那是他的最强防御手段 没用的 任你如何反抗 今日都难逃一死 徐青平静说道 要是被对方逃了 那自己这地图藤的等级 和混沌重统 可就太拉胯了 徐青旁边 刚刚长出脑袋的季风 已经傻了 自己喊来了靠山 结果连靠山也要搭在这里了 看着徐青的目光 一只集中的金角龙马身上 季风打算脚底抹油开溜了 结果才刚准备有所动作 便被徐青一脚踩在了胸口位置 嘎嘣嘎嘣 一连串的骨骼断裂声传出 那是季风的胸骨被踩断了 一口接一口的鲜血 从他的口中喷涌而出 模样凄惨不已 爹 爹 季晨看到身为新主的老爹 变成了这副模样 彻底慌乱了 在他的印象中 自己的父亲是高高在上的 乃是这颗星球的主人 但现在却被别人踩在脚下 你 你这个坑爹玩意儿 季风此刻 真想一巴掌拍死自己 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作为父亲 他不指望儿子能有多大出息 但至少你别招惹那些 连他自己都束手无策的敌人吧 现在好了 大家都凉凉了 尤其是他要主动成为星魁的事情 已经彻底暴露了 就算能侥幸不死 这苍蓝星 他怕是也待不下去了 而就在这时 季风的身上 再次爆发出白结的光芒 他的体内涌出一股 强大绝伦的力量 与此同时 整颗苍蓝星都在震动 这是季风 准备调动整颗苍蓝星的力量 准备做最后的反击 作为星主 他已经炼化了整颗星球 所以 此刻相当于 是在调动整颗星球的力量攻击徐青 然而 徐青脚下猛然用力 神光迸发 扑的一声 季风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当场翻了白眼 高空中 金角龙莽的惨叫之声 逐渐湮灭 哪怕他燃烧本源 身躯依旧被上下两个混沌戒 彻底磨灭了 只剩下了原地 留着一枚空间戒指 这是徐青特意留下的 否则在混沌戒灭之下 空间戒指 绝对会变成积粉 虚空古龙 使用空间挪移 将空间戒指 挪移到了徐青手中 后者满意点了点头 在拿走季风手中的空间戒指后 徐青一脚落下 直接将季风踩得四分五裂 肝胆分离 至于继承 徐青交给了秦朔 最后被秦朔用双钩贯穿了肩胛骨 掉在了新竹府大门前的石柱上 新竹府的财富 应该足够多了吧 徐青扫过季风的空间戒指 顿时眼睛亮了起来 这家伙当新竹多少年了啊 居然收集了这么多财富 不过现在不急 他将洛桑和刘宝 从大迁界中带了出来 他们两人都拥有寻宝鼠灵兽 徐青要借助他们两人的寻宝鼠 搜寻新竹府 是否还有其他宝库 果然 在两只灵兽 对宝物的感觉之下 新竹府内 隐藏的几处宝库 全部被找了出来 当中的极品灵金 可谓堆积如山 更有商卡数章 徐青二话不说 直接将所有宝物 全部收集了起来 这次应该可以让我的实力 再次提升一个档次了 尤其是新竹府的财富 简直多得难以想象 系统早就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 贵求徐青立刻充值 毕竟这次的收获很大 不赶紧充值系统 睡觉都不安心 不急 不急 等回到酒楼 再慢慢充值吧 徐青淡定说道 危机解除 整个苍蓝星上的生灵 都松了一口气 之前惊叫龙莽的那一拳 感觉就要摧毁整颗苍蓝星一样 这可不是错觉 图腾集玉兽师 确实有这种能力 那只灵兽 应该是徐青前辈的灵兽了 原以为他就是个 小图腾集强者 没想到 居然是个地图腾强者 万玉商会分布 起子时看着天空惊叹一声 地图腾强者 放在这片星域 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第159章 1点 SP课经典 本来还想邀请他 加入我们万玉商会 可没想到 他得罪了天公 还直接抓了天公的 进化师工会会长 谢碧翁和一众圣级强者 谁还让对方拿钱赎人 多少年了 除了一族御寿师 我就没见过 有人敢招惹天公的 其子时感到惋惜 如果对方低调一点形势 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 图腾集对骑士势力来说 可能已经算是绝点战力 但在天公却算不上 那是个真正的庞然大物 从成立至今 从未有人可以撼动 天公的霸主地位 就算是他们万玉商会 也不够看 其叔说 他的90%的药材清和度 是真的吗 一旁依旧一身男子装扮的 烟云长 沉思问道 据说是真的 换了好几台机器 检测最终的结果 都是90% 还真是可怕啊 没想到 世上居然真的有这种人物 难怪他要将核道花 拿出来拍卖 核道花在别人眼中 可是是质宝 但在90% 药材清和度 万古无依的妖孽面前 却分文不值 烟云长皱眉 世间居然有如此妖孽 而以前 他们却丝毫没有听说过 之前在来苍蓝星的路上 我也打听过他的来历 听说来自一个 叫地球的星球 应该是一颗 岌岌无名的星球 不然我们也不可能 没有听说过 齐子时查过地球的信息 但根本查不到 星空中的星辰太多了 何止亿亿万 想要找一颗 岌岌无名的星辰 简直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 齐叔叔 你看看能否出面 将谢碧翁会长等人 熟出来吧 烟云长说道 公子是担心 徐清被天宫的人 抓走研究吗 可如今的情况 恐怕已经无法挽回了 他的消息 绝对已经被上报给天宫高层了 不说镇压了谢碧翁等人 单就90%的药材 清合度这一点 天宫也不会放任不管 这样的资质进化师 不管放在何地 都是会被各大势力 极力争夺 甚至一些极度心强的 可能会抱有一种 我得不到 你也别想得到的心理 想要将徐清扼杀 毕竟扼杀天才这种事 在各大势力之中 也屡见不鲜 不管别的 先将谢碧翁等人 赎回来吧 毕竟我们这些势力 和天宫之间也是盘根错节 总不能置之不理 然后 再趁时邀请他 加入我们万遇商会 如果他同意 到时候 我们万遇商会就立保他 如果不同意 那就看他的命运如何了 是 公子 而在另一边 苍蓝星圣吉家族狄家 刚刚还怒火滔天 准备去捉拿徐清的狄家老祖狄军阳 再看到新竹府上空发生的那一幕 也彻底念了 他是圣吉御寿师没错 但那又如何 在地图腾强者面前 还不够对方一巴掌的 老祖 难道狄空的仇 就这么算了吗 那可是拥有21% 要材清和度的盖世妖孽啊 族长狄秋 悲愤欲绝 狄空可是他的儿子啊 本来有望成为 净化师一脉的绝颠人物 怎么就遭遇此等恨祸 算了 哼 怎么能算了 难道他真以为自己地图腾 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老夫的确不是他的对手 但我就不信 这片星空之下 还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狄军阳脸色阴沉 不过在想到 天弓进化师被抓 他还是叹息一声道 还是先等等看天弓那边 有什么行动吧 出了这档子事 天弓不会无动于衷的 最好是能直接死在天弓手中 也就免得我们动手了 如果天弓惜财 到时候 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也不想 和一位地图腾级别的强者 爆发冲突 那代价真的太大了 徐青返回了酒楼 开始清点此次收获 狗系统 给本大爷算算 这次总共多少收获 徐青喝着茶水说道 嘿嘿 尊敬的宿主爷爷 小童子已经计算得清楚 换算下来 您这次总共收获 一万七千亿克金点 什么 才这么点 徐青惊讶 系统 你不会是算错了吧 这距离他想想中的 苍穹集的一百万亿克金点 可还遥遥无期啊 回禀宿主 小童子绝对没有算错 其实并不是您此次收获手 而是您的眼光变高了 已经不将这些钱放在眼中了 哼 不是我眼光变高了 而是现在提升一个等级 要的克金点 实在太多了 行了 先充值吧 徐青无奈道 现在每提升一个等级 真的太难了 自己打劫了一个图腾级 一族预售师 又洗劫了新竹府 结果只达到苍穹集的百分之一 看来自己的稿前之路 任重而道远啊 丁 充值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一万七千亿克金点 已将当中一万亿克金点 转化为一点 SP克金点 请宿主查看使用 徐青只是略微看了一眼 便没了兴趣 反正多看几眼 又不会增多 距离苍穹集遥遥无期 看来只能 先提升其他灵兽等级了 对了 我还要购买一只 时间属性灵兽 它要利用时间加速的效果 快速提升熬苏等人的实力 只有尽快提升到神级 才能帮助自己赚钱 不然自己一个人赚钱的速度太慢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齐子时找到了徐青 你想将天宫那些人赎会去 徐青惊讶问道 是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这些大势力之间也盘根错节 我们万遇商会 也有强者位居天宫高位 所以也不能坐视不理 所以还请前辈高台贵手 放他们一马 徐青看着齐子时好奇问道 这天宫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组织 居然能吸引如此多强者加入 万遇商会 可是星空之中排名前期的强大商会 这种势力称之为宇宙霸主 也不为过 可现在连这种势力也有人加入了天宫之中 可想而知 这天宫又是何等的庞然大物 天宫其实就是这星空规则的制定者 而天宫最初的成立 乃是为了抵御异族御寿师 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与异族的消失 渐渐地就形成了一个 遍布所有星域的庞大势力 后来看到宇宙纷乱 天宫高层就制定了星球公约等一系列规则 用以约束纷乱的宇宙 所以 天宫在最初的时候 就是有个大势力汇聚而成的一个组织罢了 只是随着时间推移 天宫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势力 第160章 岁月之花 徐青明白了 为何天宫会成为如此庞大的势力 原来是星空中各个大势力的集合 这也就说得通他 为何会成为星空规则制定者了 将那些人赎回去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得要钱 徐青毫不客气说道 他就是个这么现实的人 哈哈 我万语商会别的不多 就是钱多 这一点 前辈不用担心 齐子时笑道 他就怕徐青一口回绝 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最后 齐子时直接开出了一千亿极品零金的价格 才将谢碧翁等人赎回 徐青将他们从大千戒中放了出来 此时的谢碧翁很安静 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 哪怕他们的空间戒指中 全部的身价都被对方给抢了 但还是不敢多抱怨一声 毕竟他们也不想被镇压 不知前辈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万语商会 赎回那些人后 齐子时向徐青问道 加入万语商会有什么好处吗 徐青问道 哈哈 好处自然是有的 加入我们万语商会 不仅每一年都会获得一大笔供奉 而且万语商会势力遍布星空 如果你需要什么宝物 商会只要有的 都会优先售卖于内部人员 而且 我们还有专属于我们商会的进化师 和培育师传承 加入商会之后 就有机会学习这些传承 而前辈只需要完成商会下发的 一些任务就好 供奉 每一年有多少 需要完成的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任务 徐青好奇问道 我们的供奉 是根据预售师的实力 以及当年完成任务的指标来说的 不过以前辈地图腾的等级来说 至少也是100亿起步的吧 再加上前辈还是神级进化师 我想每年的供奉 也只会更高 至于任务吗 可能就是帮助商会成员进化零售 或者哪里有什么麻烦去处理一下 听了齐子时的解释 徐青闭目沉思 百亿灵精对以前的他 来说可能是个天价 但对现在的他已经不值一提 自己是神级进化师 赚取百亿不过轻而易举 别的不说 光是进化出一只圣级资质灵兽 便有百亿的收入 至于对方所说的传承什么的 自己一个课经的 还需要什么传承吗 所以这条件实在让人无法心动 四世看出了徐青有拒绝之意 齐子时再次说道 而且我们还能为前辈千桥搭线 消除前辈与天宫之间的矛盾 至于这一点 徐青还真没放在心上 所以最后他拒绝了 如果前辈有这个想法的话 我万语商会随时恭候前辈加入 齐子时颇为遗憾地离开了 而在他走后 徐青将刚刚得到的一千亿级品灵金 还有从谢碧翁等人那里抢来的灵金 直接充值 再次收获三万五千多亿克金点 这其中 谢碧翁一个人就贡献了大部分 可见 这个进化施工会会长多么有钱 预售师 徐青 等级 地图腾 一节 体质 混沌重铜 志强序裂 药材清合度 90% 正10% 受体清合度 90% 正10% 灵兽 虚空古龙 契合度100% 七色焚天炎 契合度100% 星空生死莲 斩天神剑龙 九幽冥雷龙 大千世界 斗战解缘 冰皇 圣麒麟 本命神通 混沌结光 重同天地 破旺无盾 混沌戒灭 归时 战绩 九龙镇天拳 图腾吉 仪器化三清 图腾吉 星空掌 图腾吉 猎星指 图腾吉 金雷枪绝 圣吉 奔雷闪 神级 空明脸稀数 神级 化骨益绒术 神级 灵器 雷鸣枪 九星 恶鬼面具 九星 职业 神级资质进化师 圣吉灵兽培育师 课经点 21077000000 SP课经点 5 也就是需要 SP课经点积累到100的时候 才能提升到苍穹级 任重而道远啊 系统 筛选时间属性灵兽 徐青看了很久 最终还是选择了岁月之花 因为他对岁月之花的定位是辅助 主要也是为了快速培育敖苏等人的实力 所以 不需要他有太高的战斗力 灵兽 岁月之花 等级 圣王 成长度100% 属性 时间 种族资质 圣吉 技能 时间加速 圣吉 时间静止 圣吉 时光逆流 圣吉 徐青消耗了20多亿克金点 将岁月之花快速提升到了圣王级 他的技能 徐青也没有选择攻击类技能 如果以后有需要 那就再慢慢添加就行了 反正对于开挂的他而言 顶多也就是多花一点钱罢了 岁月之花是一朵带着三片金色荷叶的金色莲花 一圈圈的金色时间连依 以它为中心 不断向四周扩散 在时间加速的技能下 越是靠近岁月之花本体 时间的流速 也就越快 而且目前来说 圣王级岁月之花的时间加速效果 对敖苏他们来说 也已经够用了 毕竟如今已经可以千倍加速 也就是正常时光流速下的一年 在岁月之花时间的影响下 已经可以达到一千年 这是个十分恐怖的时间差 徐青觉得这个时间流速 已经完全够用了 所以暂时 也并不打算 将它的等级提升得太高 徐青也不想耽搁时间 直接将秦朔 敖苏等人带进了大千界 让他们将需要培育的灵兽 留在岁月之花旁边 而他们只需要为灵兽 准备好培育的石料即可 在星空之中 只有神级才算是 步入了强者行列 只有步入神级 才能开始帮助自己赚钱 也不是徐青着急 而是现在每提升一个等级 需要的课金点太多了 有了帮手 才能更快地赚钱 岁月之花的时间加速之下 旗下哥等人的灵兽 都在快速消化着 培育石料结晶中蕴含的能量的同时 也在快速成长着 随后 徐青又将目光 放在了其他灵兽身上 目前距离苍穹级太遥远 也只能先将其他灵兽 提升到图腾级了 徐青率先想到的是大千界 虽然大千界的进化 是其他灵兽的十倍左右 在以前看来 这个十倍多少有些不值 但现在就很值了 因为哪怕是地图腾的大千界 依旧可以跨境大战 苍穹级的强者 这是其他灵兽难以做到的 第161章 地下黑市 所以徐青直接花费1万亿 也就是一个 SP课金点将大千界的资质 提升到了图腾级 随后又消耗一个 SP课金点将他的等级 提升到了地图腾级别 虽然有些心疼 但至少 我现在也算是拥有了 苍穹级战力了 但就在这时 徐青突然看向天空 刚刚一瞬间 他居然有一种 被人窥视的感觉 而且莫名的心惊肉跳 是被什么强者 御寿师盯上了吗 他眉头微皱 可纵然是他如今 地图腾级的神念 蔓延向星空 也没能发现什么 难道是天宫的强者 这是他所能想到的 唯一一个 能对自己有威胁的势力 但他在原地等待了许久 也没能发现 有任何强者降临 这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难道对方是想偷袭自己 这不应该吧 以天宫的势力 如果要动手 应该不至于如此偷偷摸摸 想了半天 徐清摇了摇头 不管以后如何 当下还是提升自身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番折腾下来 五个SP课金点 也就还剩下一点几个 但除了岁月之花 其他灵兽都提升到了地图腾 而且还将他们的部分技能 也顺带提升了一下 耗费自然是巨大的 但成果也是喜人的 搞钱 还是搞钱 徐清沉思 离开了酒楼 他要去看看 哪里有需要进化灵兽的御寿师 结果刚刚离开酒楼 便看到外面聚集了不少御寿师 而这些人 都是苍蓝星各大圣及家族 聚集于此 就是为了拜见 他这个图腾及强者的 前辈出来了 看到徐清出现 所有人激动不已 赶紧上前见礼 多谢前辈提前发现 新主阴谋 斩杀了一族御寿师 否则我苍蓝星以后 必将沦为对方血食了 一个古圣老者 心有余悸说道 虽说新主寄风 乃是为了自保 被逼做出这个选择 可种种迹象表明 他在这之前 就与那个一族御寿师之间 有了联络 这很危险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最好的方法 就是将其彻底铲除 无妨 我也只是顺手而为 徐清无所谓说道 前辈的顺手而为 对我等而言 可是救命之恩啊 徐清无语 救命之恩 那你们还不赶紧拿出几万亿 几千万亿来感谢我一下 全球人的性命 怎么也能值得了这么多吧 口头说说 有什么用 这时徐清突然说道 你们都是苍蓝星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有件事 我希望你们能帮我宣传一下 前辈请说 未来半个月 我会在这里公开 为众人净化灵兽 但凡九星和神级资质者 皆可找我净化 公开净化灵兽 众人一惊 有人低声道 前辈 这怕是有些不妥 毕竟你也知道 天宫之中有规定 所有净化师 必须的加入各大势力 才能正大光明的净化灵兽 如今就算您愿意公开净化 怕是也没人敢来找您啊 徐清皱眉 这一点他自然知道 但是 加入其他势力 净化是没有净化费用的 都用的贡献点之类的东西 代替灵金 可那玩意对他 又有什么用啊 他徐某人要的是钱 这也是他不愿加入势力的原因 如果前辈想通过 净化灵兽的方式挣钱 可以去地下黑市啊 有人突然说道 地下黑市 没错 一些不愿意加入 其他势力的净化师 或者那些净化无门的预售师 都会去地下黑市找人净化 不过 那种地方的安全等问题 是不会受到保障的 一旦净化师失败 就有可能需要承受净化师的怒火 但前辈乃是图腾级强者 安全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 所以那种地方 应该会很适合前辈 徐清点了点头 或许这样也不错 随后他 直接让人带着自己 进入了地下黑市 然而 让徐清没有想到的是 苍蓝星最大的地下黑市 居然就位于新竹府的下方 那里被人开出了一个地下秘境 空间广袤 就是容纳 千万人也丝毫不觉得拥挤 原来黑市的最大东家 居然就是新竹府 更让徐清 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的认知中 地下黑市 应该是那种暗无天日 不可见人的环境 但当他真的到了那里才知道 所谓的地下黑市 简直和外面的城市 没有任何区别 灯火通明 繁华至极 一片车水马龙的盛世之景 这就是地下黑市啊 徐清无语 同行的人告诉徐清 其实 地下黑市 在每个星球上都有 也都属于公开的秘密 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都会在这里出售 而且也不能真的堵死 所有玉兽师的成长之路 那样会激起名变 那么 天宫制定那些规则制度 又有什么用 徐清问道 其实让净化师 加入各大势力 也是为了让玉兽师们 加入各大势力 在曾经一族玉兽师 入侵的混乱时代 许多人类玉兽师 为了躲避战乱 都选择明哲宝身 隐藏在星空各个角落 可大家都不愿去前线 战斗了谁来守卫 我们这片星空 所以 许多相对应的规则制度 就诞生了 段玉战 在徐清身旁说道 那为什么这些规则制度 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改变呢 现在似乎也没有什么战争了吧 谁说没有 你不也和一族玉兽师 交手很多次了吗 只是说现在的异族 没有战争那段时间那么猖獗 但他们依旧还存在 段玉毕竟是轮回之人 对许多隐秘之事 了解的比较多 而且 几番交手 你应该也察觉到了吧 同等级的异族玉兽师 要比我们这些人类玉兽师 强得多 同为圣级 图腾级玉兽师 我们人类 一般都只有一个圣级 图腾级灵兽 而异族玉兽师 往往都拥有好几只 战力之间 可谓千叉地边 所以在战争期间 我们也只能依靠玉兽师的数量弥补 这其中差距 而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大量玉兽师躲藏起来 对人类这边的战力 就会有很大影响 可一旦加入势力 就得听从安排 可以调动更多玉兽师 将星空中玉兽师的力量 集中在一点 大大增强几方战力 原来如此 徐清略微点头 那些异族玉兽师的战力 他是亲身领教过的 虽然都被自己宰了 但如果换做其他人 就必须得出 动好几位同级别的玉兽 师才能勉强抵挡 一位异族玉兽师 第162章 开始赚钱 不管怎么说 有我可以赚钱的地方就行 徐清也懒得管其他 准备寻找一处区域 开始自己的赚钱大业 其实最赚钱的方法 不是净化零售 而是成为商人 如果你能自己建立起一个 如同万遇商会那样的势力 赚钱还不是轻而易举 断玉剑易倒 你说得轻巧 可我也没有人家那种商业头脑 再说了 想要建立一个那样的势力 不知要耗费多少时间 那可不是一两代人 就能完成的 要不你帮我组建一个那样的势力 徐清看着断玉说道 别 我可没有那样的能力 正如徐清所说 做商人是需要商业头脑的 没有头脑还去从商 最终只会亏得头破血流 没多久 徐清找到了一处 古典模样的阁楼 这里就是他这段时间的 赚钱之地 而他也摆出了 和地球一模一样的招牌 但凡净化失败 都可获得百倍赔偿 不过他的价格 也要比其他净化失高很多 九星灵兽进化到神级 需要五十亿下品灵金 而神级进化圣级 则需要五百亿下品灵金 本来徐清还觉得 这个价格可能有点高 毕竟正常来说 九星灵兽进化神级 只需要一亿灵金左右 而他却收了别人的五十倍 但段宇告诉他 不要小看这个世界的有钱人 尤其是黑市的这部分人 他们许多人都是有钱 却找不到进化的途径 毕竟能来到黑市的进化师 也不会是什么天才级别的人物 其中绝大部分进化师的药材 清合度可能连百分之五都不到 而在星空之中 连百分之五的药材 清合度都不到的进化师 都没有势力 愿意聘请他们 至于进化师传承什么的 他们也只能依靠 他们自己的能力获取 在这里 也可能只是浑口饭吃罢了 所以一般 不要指望黑市之中 有什么厉害的进化师 你能在这里进化 简直就是他们最大的福音 一旦名声传出去 会有树枝不尽的御兽 失求着你为他们进化 段宇让徐清放心 而实际上 在徐清刚刚确定了进化地点之后 就有人登门请徐清出手了 不过 却是苍蓝星那些大家族成员 因为他们知道 徐清的药材清合度 达到了恐怖的90% 纷纷让族内 需要进化的族人 立刻前去黑市进化 所以 徐清刚刚开张 外面等待进化的预售师 却已经拍起了长队 而这一幕 也引起了 黑市之中其他人的注意 所以排队的人 越来越多了 就这样 徐清终于开始利用自己的药材 清合度大肆敛财 以前在地球的昆仑城 也只是小打小闹 而这次 是真正的赚大钱 动辄便是50亿起步 啊 为什么徐大师 只进化九星灵兽和神级啊 我的灵兽资质 还没有达到这个等级啊 有人发出不甘之声 因为随着时间推移 徐清的名声 已经彻底传开了 尤其是他90%的药材清合度 和从不失手的进化 让所有人惊叹 许多人都为自己灵兽资质 没有达到相应的等级 而感到叹息遗憾 能遇到这种 进化大师的几率 实在太低了 徐大师说了 低级灵兽进化 没什么难度 而且挣不到什么钱 就是浪费时间 这话让许多徐寿师无语 没什么难度 莫难度他们灵兽的资质 还都提升不上去 不行 我的灵兽只剩下一次进化机会了 如果不能把握住这次以后 可能真的就没有机会了 哪怕是花费同样的钱 我也要请徐大师 为我的灵兽进化 一些低级徐寿师 下定了决心 哪怕是花费同样的钱 他们也要让徐清帮他们进化 所以 哪怕是一些没有达到 九星资质的徐寿师 也排起了队 50亿 100亿 150亿 250亿 徐清的财富 正在源源不断地增加着 而作为地图腾级的他 进化神级资质灵兽 也根本花费不了多少精力 以至于 他可以持续 而长久地作战 一次进化 持续了三天三夜 徐清才开始了略微休息 而在这三天三夜之间 他所有的进化 没有一次失败 全部成功 这个消息 不仅在黑石之中传递 到最后 都传递到了 苍蓝星许多人的耳中 这就是90% 药材清和度的恐怖吗 燕云长在听完之后 也是心中感到震撼无比 总然他见多识广 可也没有如此恐怖的进化师 这样的人 才无法归我们万遇商会所用 实在是一大遗憾 如果对方可以加入万遇商会 那必然会成为他们 万遇商会进化师中的领军人物 公子不必担忧 棋子时笑着说道 但至少我们也没有与他之间交恶 而且 根据这段时间的观察 我发现 他这个人比较爱财 所以在不与对方交恶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有所求 必然可以用金钱将其打动 燕云长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为他做个人情嘛 将此次的拍卖会彻底宣扬出去 甚至不要局限于四方心欲 争取将核道花拍出一个更高的价格 这 公子 可如此以来 我们想要拍下核道花的计划 怕是会增加不少难度啊 棋子时无奈说道 本来他也就打算 在这颗苍蓝星上宣传一下 这样一来 他们万遇商会 就能以更低的价格 拍下这件宝物 因为这颗星球上 没有任何一家 能对他们 构成财富上的威胁 可如果彻底宣传出去 那就绝对会有更多的大势力 参与此次竞拍 到时候 就算他们能拿下 所花费的代价 必然会增加很多 比起那点财富 徐青这位神级进化师的印象 更加值钱 燕云长淡然说道 棋子时微微一愣 公子不愧是公子 眼光确实要比自己 更加长远 随后点了点头 开始着手安排 将此次拍卖 彻底宣传出去 虽然有些累 但看到 不断增长的资金 徐青的疲劳 就消散一空 毕竟对他而言 资金的增长 就相当于实力的提升 还有什么 比实力提升 更让人开心的事情呢 至于那些低级资质 却想让徐青出手的人 徐青毫不客气地 收了他们50亿金 对于他而言 时间就是金钱 他进化的节奏很快 往往上一支 零售的资质进化液 刚刚炼制出来 还没有服用 尚未见到确切成果 他便已经开始 炼制下一支 零售的进化液 作为一个进化师 他就是这么自信 第163章 再次加价 半个月的时间 很快过去 徐青满意收获 将近7300亿零金 果然 星空之中 赚钱就要容易得多 本来徐青打算 就此收手 因为拍卖会的时间 差不多到了 但妻子时 却突然告诉他 拍卖会的时间 可能要稍微往后推迟了 因为他们将 拍卖会的规格提升了 要将消息传递到 更加遥远的星域 原本只是打算 在这颗星球上 进行小规格的拍卖 但我家公子 觉得有前辈既拍的 核道花 这等宝物 若能大规模拍卖 必然能将 核道花的拍卖价 提升一大截 对前辈造成的不便 还请前辈见谅 妻子时 向徐青道歉 既然是这样的话 多等一些时间 那也无妨 徐青摆了摆手 只要能将核道花 拍出更高的价格 拍卖会延期又如何 反正不仅对自己 也没有什么损失 还会增加一笔收入 既然拍卖会延期 那我就继续赚钱好了 不过这次徐青 没有再进化九星 和神级资质零售 反而发布了一条 让所有人震惊的通告 什么 徐大师可以进化那些 已经三次进化 彻底失败的零售 真的假的 不是说 每只零售 只有三次进化机会吗 他怎么还能进化这种 已经彻底失败的零售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众所周知 每只零售 只有三次进化的机会 这是亘古不变的定律 一旦失败 这只零售 也将彻底失去进化可能 他怎么可能继续进化 难道他只是虚张声势 哗然取宠 当消息发出的瞬间 无论是御寿师也好 还是进化师也罢 所有人都发出一片质疑之声 也幸亏这段时间 他徐大师的名声 已经响彻整颗苍蓝星 甚至 都有人称呼他为进化之神 否则就不是简简单单的质疑 绝对会被人给骂得狗血淋头 也有一些好奇者来的 徐青进化所在的阁楼处 当看到广告牌上 那恐怖的进化费用之时 倒吸一口冷气 九星资质零售五百亿 神级资质零售一千亿 我了个乖乖 这也太恐怖了吧 居然收取这么高的价格 他这是想钱想疯了吧 他怎么不去抢 但是你们看 那广告牌上的备注 如果失败 还是按照材料费用的百倍赔偿 死 能夸下如此海口 难道徐大师真的有这种能耐 这个价格超出正常价格太多了 他之前设置的价格 就已经很恐怖了 而这个价格比之前还要恐怖许多倍 但还是那句话 就是价格再高 也有人愿意一事 因为净化失败的人实在太多了 但让徐青没有想到的是 第一个来的 居然是万玉商会那位假公子燕云长 前辈可是认真的 燕云长长发高高竖起 手持一并折扇 身穿一袭白色长衫 面容俊俏无比 此时也神情郑重地看着徐青 本来他对徐青 因为老牛吃嫩草的行为 并没有太大好感 但之前的半个月时间 徐青净化近百只灵兽 而无一次失败的事情 确实勾起了他的兴趣 这简直就是净化史上的奇迹 所以今天他来了 当然主要还是因为 他也有净化失败的神级灵兽 而且还不止一只 难道你觉得 我是那种 会干出砸自己招牌的事情 徐青淡然一笑 好 既然如此 晚辈就相信前辈一次 晚辈这里有两只灵兽九星资质灵兽 但在净化神级资质时都失败了 如果前辈真有能力 将它们净化为神级资质 晚辈愿意付出双倍的价钱 燕云长认真说道 你确定是双倍的价格 那两只灵兽 可就是四千亿 徐青提醒道 一旁的棋子时笑道 哈哈 还是那句话 我们万遇商会别的不多 就是钱多 所以前辈大可放心 好 一言为定 随后 燕云长照出了自己的两只九星资质灵兽 而徐青也开始在清单上 书写两只灵兽进化所需要的各种材料 你们按照这上面的材料搜集就好 尤其是材料的年份 都不能有丝毫差错 如果材料出错 我是不会出手的 徐青将清单递给燕云长 后者接过眸光一扫 顿时心中一惊 他之前进化过三次 虽然都失败了 但他对这两只灵兽所需要的进化材料 却也都相当熟悉 而徐青所罗列的这些 光是材料 居然比他记忆中的 多出了几十种 好 三天之内 我会将材料凑齐 希望前辈能让我有所惊喜 燕云长认真说道 那就三天后见 徐青一笑 想到即将到手的四千亿灵金 他就忍不住地搓起了手 果然 进化师是个很赚钱的职业 如果自己多在这里待一些时间 那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能真正突破仓穹级 而万语商会 有人愿意第一个尝试 徐青是否真有这个能力的消息 也瞬间传了出去 一时间 许多人都火热了起来 虽然表面上都还在观望 但实际上 钱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确定 对方真有这个能力 他们便会立刻前去排队 毕竟谁还没有几只进化师败的灵兽 而在天宫进化师工会之中 所有进化师们也在观望 如果对方真的成功 那将是改写进化师一脉的大事件 徐青吗 就是那个敢绑架你们的预售师 他还有这种能力 工会中 一个须发洁白的老者 看着谢碧翁等人问道 他正是天宫高层派来的图腾及强者 聂天勇 为了处理谢碧翁等人 被绑架按键来 本来他想直接出手擒拿徐青 但却听到了这个有意思的事情 回禀前辈 在这之前 他只是表现出了逆天的进化师天赋 据说连续进化进百至灵兽 却没有一次失败 至于他能否真的进化那些 已经失败三次的灵兽 现在还尚未可知 须得等到万遇商会的进化结果出来之后 才能知道 谢碧翁恭敬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等一段时间再看 如果真有那个能力 说什么 也要让他加入天宫之中 聂天勇说道 屡了屡胡须说道 天宫能成为星空之下的第一势力 可不仅仅是因为 强者众多的原因 第164章 天宫的态度 对于天才 他们都是不遗余力地拉拢 而且 此次事件也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他们双方也谈不上有什么仇恨 顶多就是一点不起眼的小摩擦罢了 对此 谢碧翁也不敢说什么 天宫没有因为自己的嚣张跋扈 而惩罚自己 也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 所以 至于怎么处理 就不是他该管的事情了 徐青 你这么做真的有些危险 大千剑内 段玉咒没到 你是担心 有的势力会强行对我出手吗 没错 段玉点头 你的能力太强了 不知道会有多少势力惦记上你 许多势力 可不像万玉商会那么好说话 他们甚至会以强硬的手段 将你拿下囚禁起来 逼迫你成为他们的专属进化师 没事 想要拿下 我也得看他们有没有那个能力 徐青淡然一笑 他对自己的实力 还是比较自信的 九节地图腾 配合混沌重铜 还有宇宙级神器大宇中的加持 他的战力 就是面对苍穹级玉兽师 他都丝毫不虚 当然 如果面对苍穹级一族玉兽师 那就另说了 其实我倒是建议你 加入天宫之中 这是星空中最强靠山 有了这个靠山 几乎没人敢对你光明正大出手 段玉提议道 加入势力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我要赚钱啊 你之前也说过 那些势力大多数都会用他们通用的交易方式交易 平时很少用钱 这才是我最在意的 没钱的人生活着 还有什么意义 徐青叹息 段玉没想到 徐青居然对钱的执念这么深 居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这样的话 以你的能力 完全可以和他们谈条件啊 直接谈到你满意为止 据我所知 天宫对于天才 向来都是很包容的 还能这样 徐青惊讶 能不能成我不知道 但你可以试一下吗 一念至此 徐青也沉思起来 虽然自己很牛逼 但如果能有一个大平台 自己才能更快地赚钱 好 那到时候 就先和万玉商会谈谈吧 对于天宫 徐青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尤其是谢碧翁那霸道的态度 亏一般而知全报 天宫的态度 怕也相当霸道 而在万玉商会中 燕云长带着药材清单 找到了他们工会 在苍蓝星的最强 神级净化师于素 于素前辈 这净化材料 您可看得懂 这是什么神仙材料 居然有这么多 真是奇灾怪也 我成为净化师 也有几万年的时间了 但却从来没有见过 净化一只灵兽 需要这么多材料的 于素顶了顶 挂在眼睛上的眼镜 无奈摇了摇头 一脸的奇怪 这净化材料太多了 除了那些熟悉的材料之外 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搭配 这样啊 本来烟云长 想让工会净化师看看 能否看出其中端倪 没想到 却什么也没能看出来 齐子时挺着圆滚滚的大肚子道 如果这其中端倪 是那么容易可以看出的话 那灵兽只能净化三次的铁律 怕是早就被人打破了 何须等到现在 齐副会长说得不错 如果是真的 那这其中 必然隐藏着我等无法探究的秘密 又岂是那么容易就能探查到的 而且 这两只灵兽所用材料 都完全不同 根本发现不了任何端倪 于素叹息道 公子 三日之后的净化 能否带上老夫 我也想亲眼看看 这位这段时间 被所有人传为净化之神的人 到底是如何创造奇迹的 可 三日的时间一晃过 但黑市中发生的事情 不仅没有平息 反而愈演愈烈 传遍了整颗苍蓝星 以至于许多大势力的神级 圣级强者 全部聚集在了黑市之中 甚至 就连狄家老祖狄军阳也来了 徐青杀了他们狄家后辈 天才狄空是没错 但狄空的仇他报不了 只能交给天公那些人去报了 而且 这也不妨碍自己出钱 请徐青为自己净化神级灵兽啊 仇恨归仇恨 可如果因为仇恨 而让他损失 将神级灵兽净化到圣级 狄军阳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天公的聂天勇也来了 他带着谢碧翁等净化师 都是为了亲眼见证 徐青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 在下天公成员聂天勇 带谢碧翁等人向阁下赔罪了 徐青以为对方是来找事的 没想到 对方的态度放得很低 甚至主动向自己道歉 哼 还不向徐青前辈道歉 聂天勇冷哼一声说道 这几天 他也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 这老家伙 可真行啊 居然还口出狂言说什么 他的规矩 就是规矩 哎呦 卧槽 天公总部的那些人 都没有他肖长 当着所有人的面 谢碧翁向徐青做出了道歉 而在人群中 敌军阳眉头紧缩 心中暗骂一声 这么一来 天公和徐青之间的矛盾 也就不足以让双方爆发战斗 那自己还怎么给敌空报仇 没办法了 只能出此下策了 敌军阳叹息一声 罢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 徐青摆了摆手 镇压他们 也只是为了赎金而已 既然赎金已经到手 而对方又当着所有人的面道歉 自己也不必揪着对方不放 今天来的人很多 至少也有好几千人 而且都是大势力的强者 徐青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手段 只有让所有人相信了 他才能快速赚钱 随着七彩斑斓的火焰燃烧起来 炼制净化夜开始 现场几千位强者 摒弃凝神 所有净化师们 双眼都绽放着璀璨金光 看着徐青的动作 还有他向火焰中 投放材料的顺序 似乎想将他的步骤 彻底记在心中一般 地图腾灵兽 聂天勇看着徐青的七色焚天眼 微秘 心中更是微微一震 再结合关于徐青的消息 他可以猜测出 对方至少也是以为 二截地图腾强者 还好自己没有直接动手 否则弄不好 对方会直接将自己给镇压了呀 毕竟他自己也才一截地图腾而已 数个小时之后 一份净化夜炼制成功 诸位 见证奇迹地收到了 徐青一笑 将净化夜 倒进了烟云长的那只灵兽口中 这一刻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似乎真的在见证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一般 第165章 疯狂搞钱 烟云长玉拳紧握折扇 紧紧盯着刚刚吞下净化夜的灵兽 没多久 当阴云的光芒 自灵兽身上绽放的瞬间 在场所有净化师 心脏不由一抽 这是净化成功的征兆啊 难道真的要成功了 我的天啊 自更古时代以来 灵兽只有三次净化的铁律 真的要被打破了 鱼塑嘴角的胡须都被自己揪了下来 虽然他看不懂刚刚徐青的净化方案 但真的成功了 所有净化师都开始窃窃私语 沸腾了起来 这绝对改变了目前净化师的格局 没多久 烟云长的那只灵兽彻底净化结束 经过检测 那只灵兽真的从九星资质净化到了神级资质 所有人沸腾了 徐大师 你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徐大师 每一只灵兽可以净化多少次净化 徐大师 超越三次的净化和普通净化到底有什么不同吗 于素 谢碧翁等人直接冲到了徐青面前 神色激动问道 此时此刻 他们还不得立刻拜徐青为师 求他传授他们超越三次的净化之术 徐大师 我要预约神级净化 我的一只神级资质灵兽净化圣级 已经连续失败三次 还请大师为我出手啊 我先来 是我先排队的 我要净化一只九星灵兽 我来 让我来 一时间 所有人争前恐后的 想要徐青为自己净化灵兽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 徐青的净化到底何时停止 万一晚了 徐青收摊离开了这颗星球 甚至此方星域 那他们岂不是就再也没了机会 此时此刻 别说其他人了 就是天宫的聂天勇 和万遇商会的棋子石等人 甚至就连那些净化师们 都加入了排队之中 诸位不必着急 我先为诸位写下净化灵兽 所需要的材料 等你们什么时候材料凑齐了 我再为你们净化 徐青笑着说道 三次之后的净化 需要的材料很多 都需要时间寻找 所以 不可能当即就为众人净化 燕云长微微一笑 如此以来 他们万遇商会的生意 必然会更加兴盛 随后 徐青又出手 将燕云长的另外一只灵兽 净化成功 至此 仅仅半日的功夫 4000亿零金到手 一天的收入 就超过了之前 半个月收入的一半 收获不可谓不分后 7300亿加上4000亿 就是11300亿零金 又凑够一个 SP课金点了 随后便是为有需要的人 罗列材料清单 正如燕云长预料的那般 这几日 他们万遇商会的门槛 都快被那些预售师们 给踏破了 全部都是来购买材料的人 立刻将这里的消息 传回商会总部 我想父亲和姐姐他们 应该也会有所需要 返回万遇商会之后 燕云长对七子时说道 其实 对于那些实力越强的预售师来说 他们对这方面的需求 也就越多 是 公子 七子时点头 开始着手安排 次日之后 徐清便开始了动工 再次开始了 搞钱大雁 而这次 徐清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征兆 他一直待在黑市之中 疯狂搞钱 而他的进化之神的名声 不仅传遍了整颗苍蓝星 甚至传到了更加遥远的星球 再加上苍蓝星上万遇商会的拍卖中 拥有核道花的消息 也传遍了附近星域 让越来越多的人 涌向了这颗星球 核道花在苍蓝星 一颗巨大绽放金色光芒的星辰上 正在休息的星不明 当听到这个消息之时 瞬间起身 眼神中绽放出凌冽杀意 他立刻拿出星空地图 查看起苍蓝星的位置 居然就在距离当初那颗黑星不远的位置 星不明咬牙切齿 当初对方抢走核道花之后 他本来还一直盯着对方的 但自从被人打劫之后 对方的踪迹 原来失去了苍蓝星 还将此物拿去拍卖 简直岂有此理 此等宝物乃无价之宝 岂能拍卖 简直可恨啊 星不明起身 南南道 别让我知道你是谁 否则就算就算你有命拍卖 也没命花钱 万遇商会 敢与他们无极皇朝争夺 也就罢了 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无名之辈 也敢和他们无极皇朝争夺宝物 随后 星不明带着无极皇朝的强者 朝着苍蓝星赶去 河道花的消息传遍了附近几个星域 让许多大势力都沸腾了 而苍蓝星这段时间 注定会成为这片星域的中心 徐青没有休息 看着商卡中每日增加的财富 他就很有动力 每天增加几千亿的财富 换作是谁 也都充满了动力 而这场进化 持续了数月时间 直到万遇商会的拍卖会来临他 才停止了下来 而这期间 他甚至为不少其他星域预售师 进化了零售 徐青的名声 已经彻底传播了出去 70多万亿了 快了 真的快了 要不要多久 就能凑够百万亿了 随后 徐青耗费千亿课金点 购买了圣级净化师经验包 这个净化师 经验包让徐青拥有了 将圣级资质零售进化至图腾级的经验 如果能进化出图腾级零售 价格自然更高 不过这也面临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 等级越高 零售数量也就越少 所以 想要长久赚钱 还是得靠正常进化 而非净化那些失败三次的零售 徐青离开了地下黑市 前往万亿商会 虽然他几乎没什么需求 但也想看看 核道花到底可以竞拍出多么高的价格 徐大师来了 刚刚抵达万亿商会 正在门口亲自迎接贵客的妻子时 便看到了徐青 顿时笑着将他迎了进去 看了这次拍卖会 规格真的很庞大 背领进一间豪华的贵宾室 徐青看着当中的摆设 惊讶说道 这房间之中 简直就像豪华酒店客房一样 除了沙发一样的座位 甚至还有床榻 当中更有女仆数位 全方位伺候 而在房间中央 悬浮着一个巨大科技版屏幕 在拍卖会开始之后 屏幕上就会清晰出现拍卖之物 然后 再直接在科技版上竞价拍卖 如此以来 谁也不知道竞价的对手是谁 自然也不会因为某些人实力强 或是身居高位 而影响竞价 这里是商会分部最高规格贵宾房 是总会长亲自为徐大师留下的 其子时恭敬说道 总会长 严非诚 是的 总会长开口 无论房间如何紧张 务必要为徐大师留意见 徐清略微点头 对于万玉商会那位总会长徐清 有些印象 之前 自己还给他进化过零售 第166章 拍卖会 残途 不仅是万玉商会总会长 还有他的另一位女儿燕云尼 也曾在徐清那里排队进化 燕云尼和燕云长长得极为相似 像是一对双胞胎 其子时离开后 徐清从大千界中将旗下哥等人叫了出来 大千界那几个月 而在岁月之花旁 受时间影响的灵兽们 却已经经过了几百年 有徐清为他们亲自炼制石料结晶 如今 他们的灵兽 几乎都已经突破到了神经 如果换作是其他培育师 自然没有这么快 但谁让这是开了挂的徐清呢 现在应该差不多可以帮到徐清赚钱了吧 秦硕急切道 总不能一直这么白吃白喝 而什么都不干 秦硕和洛桑等人也点了点头 一直什么都不干 会现在自己很没用 不 还得再等等 等你们成为圣人御寿师之后 再赚钱也不迟 徐清摆了白手说道 你有什么想法吗 段宇问道 等成为圣人之后 直接做新主 以我图腾级的实力 为你们保驾护航 徐清平静说道 这段时间抽空之时 他也了解到了 有不少庞大的星球 都想请求图腾级强者 留下图腾印记 那将是对星球最好的庇护手段 毕竟在星空之中 每天都不知道 有多少星球化为灰烬 在一些强大的星域 就算有圣人做人 也完全不够看 而一旦留下图腾印记 星球上的人 便会每年向对方支付 定额保护费 如果庇护的星球足够多 这也会是一个不错的收入 段宇明白了徐清的想法 道 不过想要突破圣级 怕是需要不少时间 没事 实在不行 我就将那只 岁月之花的等级 和技能提升一下 徐清无所谓说道 反正现在有钱了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段宇一脸不可思议看着徐清 如果换作常人 想要将圣王级灵兽 突破至图腾级 少说也不得几万年 甚至更久 为何在徐清手中 却能提升得那么快 就算他炼制的石料结晶 也做不到吧 这有什么 不是有钱就行 徐清淡然说道 呃 段宇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如果培育灵兽 真的只是有钱就行 那那些强者也就不会那么少了 就在说话间 拍卖会已经开始 房间内的科技屏幕上出现了拍卖品 那是一枚精致圆形预检 同时有声音从屏幕中传出 第一件拍卖品 图腾级火属性技能 烈焰地狱 低价200亿下品零金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10亿下品零金 现在开始竞拍 徐清微微一惊 居然价值200亿零金 这么一算下来 狗系统还真的挺良心啊 因为系统的图腾级技能价格在100亿克金点 也就是100亿零金 笔质少了整整100亿 好贵啊 旗下哥等人惊讶 这是正常价格 因为火属性是比较常见的属性 火属性零售又比较多 所以价格自然也比较高一些 段玉解释道 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大 市场自然也大 就在这时 徐清看到拍卖屏幕上 已经开始有人出价竞拍 这里的竞拍 不需要预售师们喊什么 只需要在座位附近的一个电子屏幕上 输入自己竞拍的价格就可以 如此以来 谁也不知道自己竞拍的对手是谁 也没有人会仗势压人 可以极大程度地确保竞拍的公平性 至于万遇商会是否会暗箱操作 恶意太高价格 作为星空中排名前期的商会 他们还不至于使用这种卑鄙手段 而且一旦被发现 对商会的声誉会有很大影响 得不偿失 徐清并没有什么想要购买的东西 之所以过来也就是想看看 核桃花到底会拍卖出什么样的价格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凑够 进化出一只苍穹及零售的价格 之前连续的进化 已经积累了70多万亿 只需要再有20多万亿就能凑齐 当然如果凑不够 那就只有继续进化零售了 不要着急 核桃花那等宝物 绝对是压箱底的存在 肯定会放在最后面才出来的 段宇笑着说道 我才没有着急 不过 你觉得核桃花可以拍卖出多高的价格 很高 但具体能拍卖出多少 那就不清楚了 上一世 他也没有见过 有人会拍卖这种宝物的 图腾级技能烈焰地狱的价格 飙升得很快 很快便由200亿飙升到300亿 之后又是400亿 而且还在不断加价 这一个图腾级技能 居然能拍卖出如此高的价格 徐清感到不可思议 我之前不是说了吗 火属性技能向来很吃香 段宇解释道 徐清摸了摸下巴 突然脑袋灵光一闪 如果自己从系统那里 以100亿克经典 购买几本大众属性零售技能书 那岂不是可以赚个差价 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 当下 他便按捺不住地联系了妻子时 可惜对方告诉他 在拍卖会正式开始之后 已经无法再添加其他拍卖物 真是可惜了 白白浪费了一次赚钱的机会 徐清颇为遗憾 看了许久 徐清觉得没什么意思 便躺在那里休息了起来 毕竟他也没什么想要买的 但就当他呼呼大睡之时 旗下哥突然叫醒了他 徐清快看 那张残缺的地图 是不是你和你之前 得到的那张地图很吻合 徐清睁眼看着拍卖屏幕上的 一张残缺地图 惊讶到 这个还真的挺像 他立刻从空间戒指内 拿出那张残缺的星空地图 发现地图上正闪烁着 明灭不定的光芒 段遇到 这种光芒说明 确实有这张星空地图残涂在附近 很大概率就是 正在拍卖的这张地图 徐清急忙看向拍卖屏幕 上面那张地图 价格并不高 只有几个亿的下品零金 而拍卖人数 更是寥寥无几 毕竟只是一张残图而已 虽然万遇商会 将其吹嘘成什么藏宝图 又或是强者传承之地 但也没几个人相信 不管他是不是 先弄到手再说 徐清当即加入到了拍卖行列 最终以不到十亿的价格 将残图拍卖了下来 而就在他拍卖下片刻之后 残图便被送了过来 效率可谓相当迅速 徐清将残图拼在一起 当即化为一张 更加完整的星空地图 一颗颗星辰 投影自地图上浮现 与众人眼前 勾勒出一幅 残缺星域地图 还是缺一张残图 导致上面的星空坐标 无法显化 段宇说道